叶晨穿越高五世界 获得了最强输出系统 杀敌旧家属性 而且新手大礼包是防御力拉满 从此叶晨走上无敌之路 霓虹眼影 巴打 五无间不摧的天照 竟然杀不死一个后排脆皮 南邦大总管 宇宙本来属于我们南邦民族 可现在属于叶晨斯密达 阿美利卡总统 没有人比我更懂大侠 但我唯独看不懂叶先生 随着力量的积累 叶晨成为了人间大杀器 爆裂剑威力超越核弹 直接给霓虹本土来上918发 狂暴剑语范围无穷大 覆盖整个阿美利卡本土 破魔剑无往而不利 刺穿沙皇心脏 等到魔窟暴动 万族来袭之际 叶晨一剑灭星辰 大侠 我们承诺不首先派出叶晨 第一章 行不行啊 你行不行啊 叶晨 作为一个后排输出 那点伤害还不如我这个辅助 而且身板脆得跟纸一样 给你疗伤都快把本仙女累死了 叶晨 本仙女问你话呢 你倒是说句话 还能不能干 不能干本仙女换人了 听着面前女人的质问 叶晨哑口无言 只能无奈苦笑 她穿越到这个高五世界 已经足足有三年时间 本以为能像小说中看到的 那些穿越者那样 从此一路逆袭 亦飞冲天 可现实却给了她无情的一棒子 没天赋 没资源 没人脉 这让她在高中舞科 当了三年的吊车尾 悠悠姐 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下次进魔窟 我一定努力输出 叶晨看着眼前这个面容甜美 留着期间短发的美丽少女 陪笑恳求道 这是她的同学 程悠悠 是松江义中的校花级人物 也是叶晨暗恋了三年的女神 前阵子 学校随机分配小队 叶晨有幸与程悠悠分到了一对 本想着 能进水楼台先得月 没想到却被女神如此嫌弃 刚从魔窟出来 就已经迫不及待地朝她发难了 程悠悠双手插腰 上身微轻地俯瞰着 躬身作衣的叶晨 傲人的身姿一览无余 只是那双好似会勾人的美眸中 满是不屑和嘲弄 叶晨 你真的很费 她刚说完 在其身后的站着的三名少年 也相继开口 叶晨 你就别逞能了 你压根 就不是考武科的料 还是乖乖去考文科当后勤员员嘛 说话的是李楠 她身高 足有一米八开外 身材壮硕 穿着鱼鳞铠甲 左手上还拎着一块 足有半人多高的巨大盾牌 那盾牌的分量显然不轻 往地上一砸 大地都微微颤抖了一下 发出咚的一声闷响 李楠旁边 那个把玩着两把匕首的 矮兽少年刘彻 摇了摇头 作为一名射手 连一只魔化前虫都破不了房 以后去了真正的魔窟 面对真正的魔物 你只有白白送死的份 就是啊 知道你想追求我们成效花 但你也得有那个实力才行啊 最后 那名肩膀扛着一柄大剑的寸头少年 赵刚黑笑道 叶辰刚要开口 却被成悠悠不耐烦地打断 叶辰 再有一个月 就是武科大考了 考入排名前十的武大 一直都是我的目标 我不想被你拖后腿 拉低了成绩 所以 你还是退出吧 听成悠悠要把自己踢出小队 叶辰心中一惊 大脑忽然开始发胀 一道电子机械音忽然响起 叶 监测到宿主已觉醒 激活最强后排输出系统 叶 激活成功 奖励宿主防御力 加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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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 获得第一项能力 乾坤一击LV1 如果敌方目标死于此技能之下 则宿主永久获得力量加三 冷却十秒 击杀的敌人越强 力量增加越多 叶 重要提示 此系统目标是将宿主培养为最强后排输出 若检测到宿主定位与目标不一致 则系统将自动毁灭 并收回所有奖励 听完脑海中这一场串提是音 叶辰沉默良久 然后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系统 你他娘的终于来了 你知道这三年 我是怎么过的吗 对于这突如其来的系统 叶辰并没太过吃惊 毕竟 作为一名萌新穿越者 激活个系统 还是很合理的吧 可这系统的奖励和限制 却让叶辰感觉有点不理解 明明给了自己 不知道多少未酒的恐怖防御力 却让自己必须担任后排输出角色 一旦自己变更定位 譬如选择肉盾或者辅助 那系统就将自毁 奖励通通回收 虽然不知道这个奇葩系统 是哪个王八蛋设计的 但看在这奖励还不错的份上 他目前也只能勉为其难的照办了 不过好在系统 还给了乾坤一击这个能力 以后只需要不断杀敌 力量自然会不断提升 伤害也会随之暴涨 我看以后谁还敢说 老子没伤害 见叶辰在原地发呆 表情殷勤不定 诚悠悠极度不耐得道 叶辰 本仙女的话你听见没啊 反正每个队友两次换人的名额 一般的射手好剑已经答应我了 马上就调来我们队 你就给他让位吧 有了系统加持 叶辰心中也有了底气 毕竟自己之前的确很坑 他还是想弥补一下队友 所以看着四人道 悠悠 兄弟们 再给我一次机会 以后我的输出能力肯定比好剑更强 诚悠悠翻了个漂亮的白眼 你可算了吧 人家好剑可是全校公认的金牌射手 你也配跟人家比 悠悠 我以后一定会 一定会成为神射手 还没等叶辰说完 诚悠悠打断道 你这话都说八百次了 然后扭动着水蛇腰 头也不回地慢慢走远 在其身后 另外三名队友紧跟去 还不忘对叶辰幸灾乐祸的招招手 我们走了 未来的神射手 哈哈 叶辰轻叹一口气 既然人家如此嫌弃自己 何必再用热脸去贴冷屁股 就在叶辰打算先回宿舍的时候 身后一道声音叫住了他 这位同学 我们小队正好缺一个后排输出 你愿意加入吗 叶辰回头 说话的是一名长相憨厚的少年 后者继续说道 你好同学 我叫曹壮 是三二六小队的队长 定位是肉盾 不知道你是否有意愿加入我们 我叫叶辰 叶辰道 我刚被之前的小队踢出来 说我输出不行 你们不嫌弃 曹壮憨厚一笑 我们都是普通班的学生 比不上那些有天赋背景的重点班精英 学校虽然是按照实力平均分配了小队 但还给了两次调换人员的机会 到最后小队之间 还是会有实力上的差距 说到这里 曹壮也面露苦涩 叹息一声后又道 实不相瞒 那位金牌射手好剑 就是从我们队离开的 明天就是五颗大考前的最后一次摸底小笔 虽然明知道成绩一定垫底 但至少也要组个完整的小队去试试 不留遗憾 曹壮当说完 系统提示音再次响起 叶 触发支线任务 加入一支小队 完成第一个副本任务 并且至少获得3000点力量 完成后 是完成度高低 给予相应奖励 玄机 叶辰点了点头道 好 我同意加入你们 第二章 我好想射 第二天 叶辰早早地便来到操场 虽然距离小笔开始的时间 还有两个多小时 但足有两个足球场大小的操场上 已经熙熙攘攘地站满了人 这些少年少女 都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 叽叽喳喳地说些什么 叶辰 这边 就在叶辰四处张望的时候 听见不远处 一道熟悉的低沉男中英 高喊自己的名字 寻声望去 正是曹壮 叶辰笑了笑 朝对方走去 昨天即便没有系统发布的支线任务 叶辰也会答应曹壮的邀请 这个世界 想出人头地 参加五科大笔 进入高等学府 是唯一的捷径 而五科大笔 必须以小队的形式 才能参加考核 还有就是他被曹壮的真诚所打动 大家都是普通人 更能感同身受 叶辰 我来介绍一下 咱们小队的其他成员 等叶辰站定 曹壮笑呵呵地指向 左手边那个满脸青春痘的男生道 这位是姚文 见识 定位是输出 而后 又指向站在右手边 两名长相几乎一模一样的女生 这两位是双胞胎姐妹 姐姐叫陈雪 水系法师 定位是辅助 妹妹陈斌是风系法师 定位是后排输出 叶辰文言 不由多看了这两位女生一眼 职业定位可不是随便选的 而是在入学之前 通过高端精密的仪器 测算所得的结果 从而让测试者能够选择 最符合自身潜力的发展方向 天生拥有元素亲和力的 本就比较稀有 何况还是一对双胞胎 这两位姑娘的长相 虽然不如程悠悠那么惊艳 但也算清秀动人 尤其两人站在一起的时候 更是极为吸睛 其他小队的男生 都时不时朝这边看上几眼 姐姐陈雪显得很腼腆 眼神躲避着叶辰的目光 背起小手 羞涩地低头看脚 反而妹妹却极为大方开朗 直接伸出手来 叶辰你好 我叫陈斌 我和姚文 虽然在小队定位都是输出 但实际上 姚文更多的 要为曹壮分担伤害 我这个风系法师 实际上也是半辅助半输出角色 所以 以后咱们小队输出的重任 就还是要靠你了 大射手 叶辰轻笑点头 伸手与陈斌小手握了握 没问题 输出交给我 保证完成任务 嗨嗨 叶辰刚来到咱们小队 可能还需要熟悉一段时间 你们不要给他太大的压力 顿了顿 曹壮又扫视众人道 好见这个金牌射手走了 咱们现在属于是纯平明队 我们不要在意最终的成绩 只要拼尽全力就好 这第一句话实际上是在帮叶辰打圆场 以免待会尴尬 只当是叶辰不愿意在妹子面前露怯罢了 而第二句话 则是给众人提前打了一击预防针 好见这个金鹰王牌已经走了 我们队伍的实力大打折扣 大家不要对成绩抱有太大幻想 作为相处多时的老队友 姚文 陈雪 陈斌三人自然是瞄懂 他们多少对叶辰的实力了解一些 毕竟昨天的事情 已经在同学中传得人尽皆知 姚文笑呵呵地拍了拍叶辰的肩膀 兄弟别紧张 尽力发挥就好 我和陈斌作为小队的输出定位 也会拼尽全力补伤害的 陈斌也笑着点头 我会帮你加风铃祝福 可以提升不少伤害 这回 你一定能破得了魔化前虫的防御 话一出口 陈雪连忙捂住了妹妹的嘴 陈斌也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 眼神惶恐中 又带着歉意地看向叶辰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叶辰满不在乎地摇摇头 没关系 不用放在心上 就在这时 操场正中央的高台上 不知何时 已经站满了学校领导 以及各班班主任 同学们 安静了 没有用扩音器 校长的声音 便传遍了操场的每一个角落 甚至远处的教学楼玻璃 都不断地震动 原本闹哄哄的操场 瞬间变得鸦雀无声 真落可闻 姚文小声感叹道 咱们校长不愧是六品强者 这声音震得我耳膜生疼 旁边曹壮也深有感触地点点头 两个女孩子 更是痛苦地捂紧了耳朵 叶辰疑地看着他们 心里嘀咕 是吗 我怎么没有感觉啊 看着台下这上千名武科学子 呲牙咧嘴 校长沉迷无满意地点了点头 他就是要敲打敲打这些武科学员 只有这样 他们才能明白自己几斤几两 也能更好地激发他们 拼搏向上的决心 同学们 今天是 你们在松江一中 最后一次的摸底小考 与以往不同的是 这次的小考意义非凡 所有考生的成绩 会上报教育府 作为你们未来升入五大的部分参考 同时特别优秀的考生 还将获得免试的资格 此言一出 台下顿时窃窃私语 五大谁不想上 即便只能上一所最普通的五大 毕业后也能获得相当优渥的待遇 社会地位也不是普通人 可比 如果能获得免试的资格 这自然是能一步登天 不仅如此 这也是一种荣誉的象征 今后无论是进入五大 还是进入国家五部都会给予资源倾斜 这都是实打实的好处 建学员的积极性已经被自己调动起来 陈明武微微一笑 朗声道 那我话不多说 根据你们小队的编号 上指定的大巴车 立刻朝魔窟入口出发 玄机 操场上人头攒动 都以小队为单位行动起来 叶辰也随着曹壮等人 坐上了属于他们的那辆大巴车 与他们同行的 还有另外九个小队 以及随行的带队老师 这已经不是他们第一次出发了 对此自然不会陌生 大巴车会将这些学员 送往不同的魔窟入口 以便各小队之间 不会相互干扰 发生争夺魔物的现象 当然 这种情况在实际考核中 也无法绝对避免 如果真发生两只小队撞见的情况 那自然是要凭本事抢怪了 不过 相互攻击是绝对禁止的 违反者会直接取消考核资格 情节严重的 甚至会移交国安府处置 可能大考在即 大家心中都有些紧张 车厢内出气的安静 不多时 叶晨等人就到达了目的地 这里原本是市中心的一处地下广场 出现魔窟裂缝以后 这里就被监管封闭起来 普通人是无法靠近的 看着眼前地底的巨大裂缝中 涌现出的紫黑色光芒 叶晨紧握短弓 眼神中带着跃跃欲试 我现在真的好想射点什么 第三章 前途没了 穿过时空裂缝 叶晨一行人 已经下到了魔窟之内 好在这里的墙壁上 有一些灵矿突出表面 散发着柔和的白光 让众人能勉强看清周围的一切 这里是一片地底岩洞 周围都是四通八达的洞口 不知道这些洞口都通向何处 此刻叶晨站在人群的最前排 心中焦急万分 考试一共只有三小时 系统让他必须获得3000点以上力量 而乾坤一击有10秒的冷却 所以他必须争分夺秒才能完成 实在抱歉 但我现在必须要舍了 与此同时 那位带队王老师却开始讲话了 你们也不是第一次进入 这座零二八号魔窟 这座魔窟内的强大魔物 早已经被我们大厦的高品武者消灭殆尽 而且在这座魔窟的最深处 不下了结 王老师刚说到此处 一道箭矢搜的一声 从他身边飞过 插入了不远处的岩壁之中 而在那箭矢之下 一只路过的壁虎 应声与命 定 使用乾坤一击击杀目标 永久获得力量加三 叶晨脑海 适时响起系统提示音 叶晨 你乱射什么 差点被射到的 王老师沉声质问道 你没看老师在讲话吗 对不起老师 我就是想练练手 叶晨挠了挠头 周围同学也笑出了声 只觉得叶晨是在耍宝 都笑什么笑 憋回去 见同学们收声 那位带队王老师 这才满意地清了清嗓子 接着道 这个魔窟大多数魔物 都已经被消灭了 而且 在咱们这座魔窟的最深处啊 还被我们大厦的高品强者 布下了结界 比较强大的魔物 是根本无法越过这道屏障的 所以说 So 就在王老师讲话之间 又有一只箭矢 从他右手边飞过 射死了不远处的一条小蜈蚣 叮 使用乾坤一击击杀目标 永久获得力量加三 叶晨 又是你 第二次被打断 王老师的脸色彻底阴沉下来 叶晨连忙陪笑道 对不起王老师 我真不是故意的 考试在即 我有点紧张 所以想提前热身一下 周围同学又是一阵哄笑 我跟你们说过多少次 功夫要多放在平时 那位带队王老师 恨铁不成钢地道 平时懒懒散散 到考试之前就慌了 临时抱佛脚 有什么用 你们这些的学生啊 真是我带过的最差的一件 剑老师真生气了 众人唯唯诺诺 也不敢发出声音了 王老师锐利地扫过众人一圈后 抖了抖手上的资料 继续开口道 所以说啊 这个魔窟对你们来说 还是很安全的 至少不会有生命危险 但这并不代表 你们就能掉以轻心 如果你们小队 五人配合不好 那也是很危险的 顿了顿 他继续老气横丘地教育道 所以你们要好好配合 无论面对何种困境 都要沉着应对 So 又是一道箭矢 擦着这位王老师的头皮划过 插入了斜上方的岩壁 射到了一条 刚刚从土壤中爬出来的蚯蚁 夜 沉 这次王老师彻底怒了 脸红脖子粗地 朝夜沉咆哮道 你 要 干 什么 妈 夜沉连忙陪笑作一 实在对不起王老师 我真是太紧张了 虽然您说临时抱佛脚没什么用 但不还有句老话叫 临阵磨枪 不快也光吗 哈哈哈哈 几句话逗得周围同学哈哈大笑 考试前原本紧张的氛围一扫而空 整个石窟内 充满了欢快的气息 站在夜沉身后的陈冰 也乐得不行 悄悄对陈雪说 姐姐 你别说 夜沉他人还怪幽默的嘞 陈雪小嘴儿抿成个一字 痛苦地憋笑 狠狠地掐了妹妹一把 就连在场的其他几位老师 都低头无嘴 故意看向别处 显然也是在极力忍耐 不让自己笑出声来 王老师顿时感觉自己颜面受损 指着夜沉怒气未消地大声道 夜沉 我告诉你 你完了 你们整个小队这次考试全完了 我会向校委会举报你们调戏老师 给你们全队在总分上扣十分 然后又转向其他学员 怒声道 我看你们谁在校 在校通通连坐 通通扣分 全场瞬间鸦雀无声 王老师 我真知道错 您大人有大量 就饶过我这次吧 夜沉再次恳求 如果实在要扣 就扣我自己的好了 跟其他人无关 犹哥 现在知道错了 王老师冷哼一声 晚安了 你和你们小队的人 就等着成绩垫底吧 然后 他不再理会夜沉 而是将目光扫向所有学员 快速地将注意事项说了一遍 你们每个小队 都会跟随一名老师 负责记录你们小队的击杀数据 击杀的魔物数量越多 等级越高 分数自然就越高 同时 老师们也会保护你们的安全 但除非遇到真正的死亡危机 否则老师们是不会出手的 老师的话 你们都听清楚了吗 听清楚了 所有学员大声回应 好 我的话讲完了 下面该轮到你们表演了 他扬起手中的计时器 考核时间三个小时 现在正式开始 话音刚落 其余小队就在队长的带领下 朝着最近的几个洞口飞奔而去 只有夜沉所在的小队 因为情绪低落 大家迟迟没有动作 王老师最后还不忘扫了夜沉一眼 冷笑道 夜沉 我记住你了 你不是已经热身了吗 等考核结束 我倒要看看 你这次能拿多少分 说完之后 便离开了魔窟 等王老师走后 夜沉看向曹壮等四名队友 诚恳地道 我要跟大家道歉 因为我的个人原因 才导致大家受罚 不过你们放心 考试结束后 我会如实向校委会承认错误 并且承担所有责任 绝不会连累大家 说话间 夜沉再度射出一箭 射杀了一只老鼠 定 使用乾坤一击击杀目标 永久获得力量加三 他这么做 自然是想快点积累力量 这技能 有十秒的冷却时间 最好是冷却好了就用 才能效率最大化 好在魔窟内的小动物 都比外界强大不少 都具有一定的攻击性 被系统判定成 可供自己提升力量的额料 光这么一会儿的功夫 夜沉就感觉自己的力量 已经比之前提升了不止一倍 夜沉你不用道歉 听夜沉说完 曹壮开口道 你也是为了小队的成绩 提前热身 才会这样的 我们是一个小队 那就是一个整体 一容俱容 一损俱损 队长说的没错 陈斌点头道 老师常说 如果我们以后成为了真正的武者 进入高危魔窟 具与强大的魔物战斗 队友就是你最坚强的后盾 只有相信队友 不抛弃不放弃 才有可能在恶劣的战斗中 生存下来 获得胜利 陈雪也频频点头 表示对妹妹的话 很是认同 姚文不在乎的一笑 道 反正扣不扣分 我们都是垫底 没啥区别 第四章 看我一见 没想到 大家没有责怪自己 反而都在安慰自己 夜沉心中一暖 道 大家放心 待会我一定尽力输出 多杀魔物 争取把这十分补回来 不要有太大压力 哥们罩着你 姚文拍了拍他的肩膀 一副老大哥的神态 显然没将夜沉的话 放在心上 跟着曹壮 率先朝前方 动口冲去 加油 陈冰朝夜沉 举了举小拳头 带着陈雪向前跑去 夜沉点了点头 也跟了上去 不过在百忙之中 还是一件射向了角落中 另外一只迅速爬行的老鼠 动 这次剑身 直接插入岩壁 足有半尺 剑尾嗡嗡作响 小队其他四人 已经跑出一段距离 所以并没注意到这种变化 不过跟在小队后面的 那位记录老师 却察觉到了一丝丝的一样 咦 这位和老师身为四品 眼力和感知 自然比普通人强大得多 等到夜沉也走远 这才上前检查起那个坑洞 虽然剑尸已经被夜沉拔出带走 但依然能从周围岩壁上 纳如珠网般的军裂 判断出那一件的威力 这种力道 可不比好剑弱上多少 和老师清吸口气 表情微微变化 有这种力量 怎么可能破不了魔化前虫的防御 疑惑地嘀咕了一声 然后迅速跟了上去 对于夜沉的实力 他还要再观察观察 兴许只是因为那块岩壁 之前就有裂缝 这才显得夜沉的攻击力道很足 过了一段时间以后 曹壮小队一行人 逐渐地深入魔窟洞穴 足有上千米 而这一路上 夜沉始终保持走走射射 只要是沿途看到的活物 都被他一箭射死 当然蚯蚓除外 发现射第一条蚯蚓没加力量 夜沉就不浪费技能 在这种砍成十几段 还能活得生物身上了 对于夜沉这种怪异的做法 起先曹壮等人还安慰他 不要太紧张 不需要这么频繁的热身训练 可后来见夜沉依旧我行我素 也就不闻不问随他去了 这一路走来 地上满是地底生物的尸体 看得随形和老师都眉头微皱 当见到夜沉再次射杀一只老鼠后 终于忍不住开口道 这位同学 杀这些弱小生物 是不加考核积分的 你现在射了那么多次 体力消耗太大 待会遇到真正的敌人 又该如何应对 谢谢老师的提醒 不过我年轻 体力好 多射几次算不了什么 夜沉笑了笑 将插入岩壁深处的箭矢 狠狠拔出 旋即再度跟上小队 真是个古怪的家伙 何老师嘀咕一声 打开笔记本写上 队员夜沉 可能有试杀怪癖 有待继续观察 又深入了不足五十米 一直走在队伍前面的槽状 忽然停下 紧张地低声命令道 各位注意 前面遇到一只魔化沙虫 准备战斗 这可是真正的魔物 众人立刻进入到了战斗状态 姚文双手紧握大剑 陈冰 陈雪 也抽出法杖 紧张地目视前方 随着曹壮的提醒 夜沉也看到 就在前方不远处的 细碎沙粒地面上 有着一个毫不起眼的沙包凸起 那显然就是 魔化沙虫的藏身之所 这种魔物 喜欢隐藏在沙地之下 等猎物靠近的时候 爆起袭击 从口气中射出的 带毒的黏液攻击猎物 达到麻痹对方的目的 再将不能动的猎物 拖入沙地中 慢慢享用 曾经就有学员跟小队走散 并且没有注意到 沙地下方的偷袭者 结果被毒液麻痹 拖入沙地 幸好后来被其他人及时发现 保住了一条性命 但一条腿 已经被沙虫的黏液腐蚀吃掉 落下了终身残疾 更可怕的是 在他被沙虫慢慢蚕食的同时 还保持着清醒和痛觉 但就是身体无法动弹 那种绝望和恐惧 让他的精神都出了问题 每当想起那个时刻 都浑身颤抖 面色惨白 这个故事 是武科教材中的真实案例 提醒着武科学员 在魔窟中要时刻保持警惕 哪怕面对最低等的魔舞 稍有不慎 也能让人万劫不复 学武看起来风光 福利待遇和社会地位 都远超常人 但这些可都是用生命为代价换来的 战斗队型 曹壮举着大盾护在胸前 姚文则是跟在他的侧翼 随时准备进行补位和支援 陈冰和陈雪分战两侧 运转魔力 法杖顶端的魔石微微发光 随时施展法术技能支援前排 大家不要怕 魔化沙虫的毒液 只能麻痹身体 但一只沙虫 绝对不可能同时朝我们这些人射出毒液 待会我会率先出击 走上去 吸引这只沙虫的注意 姚文注意支援我 一旦发现我中了毒液 你根据情况判断 是先带我撤离 还是趁沙虫不注意偷袭击杀 姚文再次握了握大剑 有些紧张的道 收到队长 我一定办到 沙虫的防御偏弱 待会先尝试下能不能破防 如果能破防 就优先选择击杀 否则我们就先撤退 再想办法 曹壮喘了两口粗气 继续道 陈冰 注意给我和姚文加封灵祝福 陈雪 如果我和姚文中的哪个中毒了 你要立刻施展净化术 虽然不能完全解除毒素的效果 但延缓一下麻痹效果发作的时间 还是应该能办到的 陈雪重重点头 一张翘脸严肃的不行 明白 放心吧队长 我会用封刃支援你们 陈冰信念袁征 死死地盯着那处凸起的沙地 在他们身后不远 随行和老师也打开了笔记本 在上面写道 三二六小队队长曹壮 作风谨慎 御敌不乱 指挥队员得当 有着出色的领导才能 队员姚文 陈雪 陈冰 执行力出色 然后又看了眼站在最后方 没有丝毫动作的叶晨 摇了摇头写道 队员叶晨 反应迟钝 没有配合队友的意识 不具备成为一名优秀射手的基本素质 就在和老师写完最后一笔的时候 只听前方曹壮低贺一声 上了 话音未落 他便是举着盾牌 朝着不远处的沙包猛冲过去 姚文也不甘示弱 仗红着脸 低吼一声 举着大剑就从侧翼杀出 仿佛要与那沙虫决一死战 陈冰适时地摇动手中法杖 两道青色光芒后发先制 射入了曹壮和姚文体内 后两者的速度 竟是再度拔高了一些 陈雪手中捏着一团水蓝色的光球 叙事待发 只要曹壮和姚文两人 其中一个被沙虫击中 他就要将这净化术释放 然而 就在几人全神贯注地合作围攻之时 叶晨随意地张弓搭建 一道箭矢滑破空气 摩擦出轻微细想 竟是赶在众人之前 快若闪电地命中了沙包 死 沙包中的沙虫剧烈地抖动 口气中发出凄厉的嘶吼 紧接着巨蟒般粗细的身躯 重重地砸落地面 逐渐没了声息 流淌出一地墨绿色的血液 一时之间 周围洞穴内安静异常 所有人的目光 都齐刷刷地看向夜晨 第五章 永远低神 看着沙地之上 那扭动了几下身躯 便彻底死去的沙虫 曹壮等人都有些发猛 叶 叶辰 刚才那一剑 是你射出的 曹壮机械般地转过头来 看向对方 难以置信地询问道 叶辰四下张望了一圈 笑了笑道 咱们这里 应该救我一个射手吧 卧槽 牛逼啊 姚文也反应过来 兴奋地 朝叶辰竖起大拇指 好剑射死这沙虫 都需要至少两剑 你比好剑还牛 他们之前也遇到过沙虫 可是费了一番功夫 才将其灭掉 现在好剑走了叶辰来了 本以为战力会大打折扣 没想到对付起来更加轻松 几乎可以说是直接秒杀 曹壮也是兴奋地 走到叶辰身边 拍打着叶辰肩膀道 我还寻思解决这个沙虫 怎么也得经历一场恶战 没想到被你小子一剑解决了 主要是热身到位 加上运气好罢了 叶辰谦虚道 叶辰哥哥真厉害 陈兵笑嘻嘻地凑上前来 看来我们可以执行以前的老战术了 什么老战术 是这样的 曹壮解释道 在你来之前 我们队不是有金牌射手好剑吗 因为它的输出能力很强 所以我们小队专门研制了一套四保一体系 即我们四人围绕在好剑一人身边 由好剑承担大部分输出 我们四人的主要任务 是保护和辅助好剑 姚文也道 我看重新用回老战术完全可行 叶辰的输出能力 丝毫不在好剑之下 这下 我们都能回到自己熟悉的定位 小队战力肯定比刚才更高 陈斌也很兴奋 如果那样就真的太棒了 我就可以跟姐姐专心辅助 我的风铃祝福 只给叶辰就好 陈雪也轻便擒手 表示赞同 曹壮听完白白首道 你们先别急 还是要先听听叶辰的意见 毕竟这套四保一体系 对于射手的要求很高 而且主要输出重任 都压在他一人肩上 对叶辰的负荷也很大 听他说完 四人的目光 齐刷刷地落在叶辰身上 我无所谓的 就按照你们说的办吧 叶辰道 他本来就需要击杀目标 来提升力量属性 何的不为 好 那我们变更阵型 是 玄机 四人成口自行 紧密地站在叶辰周围 每个人负责一个方向 不断地戒备 和寻找着隐藏在周围的魔物 等叶辰等人 朝着洞穴更深处进发 始终跟随在他们后面的 何老师打开笔记本 看着自己之前写下的 对叶辰的评语发呆 难道这个叶辰 他真是个天才 何老师有心将自己 对叶辰之前的评语全部划掉 可犹豫了片刻后 再次合上了笔记本 不行 我还是要再观察观察 也许刚才只是他的运气好 一键射中了沙虫的要害 想到这里 何老师只将击杀沙虫一只记录后 便收起笔记本 再次迅速跟上 走处没有多远 叶辰小队就来到了一片地底开阔处 这片开阔处同样四通八达 周围足足有留个通道入口 就在他们刚刚走到中心位置 姚文就开口提醒道 叶辰 左前方发现魔化钢椅 另外三人一听 背靠叶辰靠拢过来 几乎是将叶辰严密地保护在了中间 一只足有接近一米的巨大黑色蚂蚁 舞动着嘴上那对宛如钳子般的大鳄 朝着他们缓缓走来 曹壮迅速提醒道 这魔化钢椅 可不是之前的沙虫可比 那对大鳄锋利无比 能轻易切割开我们的身体 表皮坚硬异常 防御力比沙虫高出数倍 我们一定要小心应对 没等他说完 叶辰一箭射出 箭矢刺滑过 咚的一声穿透魔化钢椅的身体 强大的惯性 让钢椅的身体直接倒飞出去 重重地砸在后方的岩壁上 巨大的力量 甚至让整个岩洞都微微震动 从顶部震下许多灰尘碎石 我尼玛 这也太猛了吧 姚文彻底惊了 瞪大眼睛不可思议地看着叶辰 如果说之前一件秒杀杀虫 还有运气成分的话 现在这一件秒杀魔化钢椅 那就绝对不能用运气来掩盖了 魔化钢椅的表皮有多坚硬 他是切身感受过的 上次进入魔窟的时候 他就用大剑砍过一只 差点没把他虎口阵裂 而且还没破防 不要分线 还有敌人 叶辰一声冷喝 让另外四人再度绷紧神经 从刚才的震撼中迅速冷静下来 隐隐之间 叶辰已经变成了这只小队的核心人物 事实上 叶辰并不是无敌放矢 随着刚才那一击的动静 的魔化钢椅全部吸引了过来 卧槽 来了这么多魔化钢椅 1234567 我们被包围了 保持冷静 大家保护好我们的主力输出 绝不能让任何一只魔化钢椅 靠近叶辰 明白 就连陈斌 陈雪两个女孩子 虽然心里害怕 但也都坚定地守住一个方位 与曹壮 姚文宛如铁筒般 将叶辰保护在核心 与此同时 叶辰倒是丝毫不慌 反而有些小兴奋 这些可都是力量值啊 他手里的剑弹无虚发 凡是敢于靠近他们小队的钢椅 都优先击杀 就这样 在叶辰的超强输出 以及其余四名队友的牵制之下 大量魔化钢椅的尸体 以他们为原心 密密麻麻地摆了一圈 好像形成了一条环形战壕一般 到后来 叶辰甚至将剑弧里的剑都射光了 还是曹壮和姚文两人 依次从阵行中走出 冒险为叶辰将部分剑士收集回来 交给他反复利用 整个战斗持续了将近一个小时 这才终于告一段落 尤其是越到后来 叶辰所射出的剑士 威力不减反增 甚至一剑贯穿一只钢椅后 余威不减地 再次贯穿后方的第二只钢椅 剩余的魔化钢椅 似乎也意识到 眼前这个人类的可怕 果断地结束了 他们这种天游战术 扔下无数同类尸体 迅速地撤退 消失无踪 剑已朝退去 曹壮四人身上 虽然都多少挂彩 姚文更是兴奋地抱起叶辰 激动地大吼道 叶辰 你就是我低神 第六章 积分狂飙 别激动 别激动 叶辰连忙制止了姚文撅起大嘴 打算与他更加亲密接触的行为 一脸惋惜地道 可惜 没有将以后引出来 不然我们就能更赚了 像这种乙群 肯定有一只以后头领 如果将他击杀掉 肯定能拿到不少积分 曹壮像看怪物一样地看着叶辰 大哥 你是魔鬼吗 竟然想击杀以后 那可是二品魔物 真要让他们遇到 怕是要全军覆没在这了 姚文傻笑道 我们这种战绩 已经很牛逼了好吧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亲身经历 我根本不敢相信 我们会击杀这么多的魔物 连美梦都不敢这么做呀 陈斌也是哥哥笑道 我们这一战得拿多少积分呀 咱们这回肯定不能垫底了吧 垫底 姚文嘴角一扬 一副歪嘴战神的模样道 保守估计 咱们现在的成绩 肯定能排进前十 搞不好甚至能排进前五 那咱们也太厉害了吧 陈斌乐的原地直跺小脚 没办法 谁让咱们对 有输出这妖牛逼的后排 射手陈哥呢 姚文满脸得意 在他旁边 曹壮看向陈雪 也遇到 行了行了 人家叶辰又没受伤 你这水疗术 能不能分我们三人一口 姚文和陈斌的目光 瞬间齐刷刷地看向陈雪 这姑娘从刚才到现在 水疗术就跟不要钱似的 朝叶辰身上扔 就压根没停过 姐 你也太偏心了吧 陈斌嘟着嘴 连自己亲妹妹都不管 眼里就只有你的叶辰哥哥了是吧 姚文也调侃道 可不是吗 人家不受伤 都有水疗术 我这都快被魔化钢已咬死了 都得不到咱们陈雪小姐的半口治疗 我这心啊 挖凉挖凉的呀 说完 还不忘眼面痛哭 我 我哪有 陈雪被一众老队友调侃 那小脸疼得一下就红透了 恨不能自己立刻变成沙虫 钻进沙地里 众人说笑了一阵 叶辰出来打圆场道 考核还没结束 我们还得打起精神 其他小队肯定还在不断积累分数 我们可不能落后了 听叶辰这么说 其余几人立刻就严肃起来 此时他的话 那就跟圣旨一般 他们本以为好剑走了 这次的成绩肯定垫底 没想到换来一条更粗的大腿 走在队伍前面 姚文小声地对曹壮道 诚哥可比好剑猛多了呀 真不知道为什么诚悠悠会把诚哥踢出来 如果这次咱们队的成绩比诚悠悠他们还好 嘿嘿 不知道诚悠悠会怎么想 诚悠悠那队都是重点班精英 光靠诚哥一个想超越他们还是很难 曹壮摇头一探道 是我们拖诚哥后腿了 与此同时 在众人身后 看着满地的魔化刚以尸体 那位随队和老师都看妈了 击杀魔化刚以 1237只 看着自己手上的记录 和老师的心情久久不能平复 一只全由普通班学员组成的小队 能够拥有这等成绩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谁会相信这是真的 他假设将还是学生的自己 在刚才那场战斗中和夜沉互换 他这个从重点班走出的学员 面对这种倚朝 可能根本就无法应对 最后 恐怕只有求救于随队老师这一条路可选 实际上 刚才他也是这么认为的 并且已经做好了随时救援这个小队的准备 毕竟 作为一名随队老师 保证学员安全永远是第一要务 可真实情况 却让他大跌眼镜 此时 耳机里传来了同时之间的交流 弟弟 我这边一七小队的表现真不错 目前已经击杀了527只魔物 这成绩应该可以排在目前的前三了吧 弟弟 别逗了 就这成绩还想前三 那我这个小队击杀了776只魔物 岂不是稳稳的第一了 弟弟 哼哼 700多只就想第一 我跟随的这个小队 目前已经杀了快1000只了 听闻此言 耳机里瞬间热闹起来 弟弟 哪只队这么厉害 弟弟 半场考核将近1000只魔物 谁啊 弟弟 这是要破纪录了吗 弟弟 快说是哪个队 在不少老师的追问下 那名声音带着雌性的男老师得意道 还能是谁 012小队呗 队长程悠悠 哦 跟我猜的一样 踢掉一个吊车尾 挖来一个金牌射手 这效果确实立竿见影哈 程悠悠这小丫头 真是有点手段的 切 还不是因为她长得漂亮 嗨 能利用自身优势 也是一种能力啊 看来这次小笔的第一名 应该就是这012小队莫属了 如果他们小队这次能打破学校小笔积分记录的话 估计真能收到不少五大的免试通知书 听着同事们在耳机里的不断交流 和老师并没参与其中 而是默默地关掉了耳机 风韵犹存的脸上 满是严肃和认真 在考核没有尘埃落定之前 他不打算过早地暴露夜晨和这只小队的成绩 他看向夜晨的背影 喃喃道 这个臭小子 隐藏得倒是挺深 和老师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 他决定接下来的时间里 好好的 仔仔细细地 全方位地观察夜晨 这是对自己工作的负责 也是对夜晨的负责 学校出了 这么一个超级天才 所有人竟然都蒙在鼓里 以夜晨现在的能力和战绩 足以和全省的顶尖学员一较高下了 只要自己能考察得细致入微 将夜晨的详细资料 第一时间报送校委会 作为会演识珠的伯乐 事后一定能得到丰厚的回报和奖励 不光是薪资的增长 没准明年的高级职称 和省级优秀指导员 就全都是他的了 不知道外界的讨论多么热闹 此时夜晨随同小队其他四人 已经走出了另外一条隧道 来到了一处更为巨大的沿洞中 这一路走来 他们也遇到了灵星的几只魔物 不过无一例外的 都死在了夜晨的剑下 这段时间 小队中其余四人的神经 也放松了许多 有夜晨这个大爹在 根本不太需要他们出什么力气 那积分就是嗖嗖的长 而来到这座巨大的沿洞后 四人的神经也是再次紧绷起来 根据之前的经验来看 每次遇到这种沿洞 都会出现数量众多的魔物 之前遇到这种级别的沿洞 他们都是选择绕道走 但这次夜晨决定在此处停留 他们自然不会有意义 很快 这巨大的沿洞 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 周围沿洞就微微颤动起来 紧接着 一只又一只的魔化前虫 从四周的沿洞中不断钻出 挥舞着两只巨大的沼前 朝着夜晨等人的方向合围而来 第七章 一遍突生 辰 辰哥 是魔化前虫 没问题吧 姚文摆好了战斗姿态 紧张地开口询问 虽然看过了夜晨之前的神勇发挥 但姚文还是下意识地问了出来 毕竟 传闻夜晨就是因为破不了魔化前虫的防御 才被诚悠悠踢出小队的 魔化前虫 本就算是这座魔窟中 最为难缠的魔物之一 何况一次面对这么多魔化前虫 他心里自然发出 别多嘴 集中注意力 保护好我们的主力输出 紧要关头 曹壮也一反常态地严厉起来 看得出他内心也十分紧张 毕竟魔化前虫不仅防御力惊人 杀伤力也不是闹着玩的 被魔化刚一咬两口 顶多也只有皮外伤 如果被这魔化前虫的大鳄咬住 怕是连骨头都会断掉 面对从四面八方 合围而来的魔化前虫群 陈冰 陈雪两个小姑娘 紧张的思维都僵化了 只是凭借着肌肉记忆 为夜晨不断地加着各种增益状态 反观夜晨倒是神色如常 笑着宽慰队友 大家别紧张 不过是几只小虫子罢了 你管这叫小虫子 看着这些足有半人多高 甲靠反射着金属光泽的巨大甲虫 姚文和曹壮都艰难地滑动了下猴杰 冷汗直流 就在这时 那位随队和老师发话了 作为随队老师 我有必要提醒你们一下 现在逃跑还来得及 一旦被这些魔化前虫包围起来 就算请求老师的支援 你们也有可能受伤 甚至变成残废 曹壮四人看向夜晨 见夜晨没有离开的意思 他们也是咬着牙半步未退 而夜晨却笑道 谢谢老师的关心 但这些魔化前虫的积分 我是要定吗 夜晨同学 我承认你很有实力 外界对你的评价有很多误解 老师可以理解 你想一鸣惊人 洗刷耻辱的想法 何老师继续劝说道 但身为舞者不能莽撞 要量力而行 否则会让自己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你知道吗 我知道 刚刚松了一口气的何老师 却听夜晨继续道 但不莽撞 还是年轻人吗 说完 夜晨拉弓如满月 箭头瞄准最近的那只魔化前虫 右手食指和中指同时一松 箭矢化成一道残影 动 一条直线上的魔化前虫 顷刻间全部朝后方翻滚而去 五只魔化前虫 狠狠地撞在后方的岩壁上 落在一起 爆发出轰隆一声巨响 其中上方的三只魔化前虫 彻底死去 流出一地的绿叶 而被压在下面的两只翻养在地 三对族不断滑拉着 丧失了大半的战力 这一剑 彻底惊呆了小队其余四人 卧槽 姚文和曹壮脱口而出 眼睛瞪得滚圆 除了这两个字之外 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就连一向喜欢叽叽喳喳 说个没完的陈冰 此刻也是小嘴微张 彻底无语 只有陈雪 依旧在为叶晨释放着水疗术 帮助叶晨补充消耗的体力 看向叶晨的眼神更加崇拜 现在的年轻人 都已经这么厉害了吗 何老师内心惊呼 叶晨刚才那一件 连他这个教学快十年的老师 都倒吸一口凉气 无比的惊差 如果叶晨之前的表现 还在他的理解范围之内的话 那刚才这一件 就已经完全超出了他的认知 可能曹壮 姚文这些学员 看不清刚才发生了什么 但他作为四品舞者 却是看得清清楚楚 叶晨刚才那一件 直接射穿了两只魔化前虫 插入了第三只魔化前虫的身体里 强大的惯性 使得三只魔化前虫 又撞翻了后面的两只 这才造成了三死两伤的局面 这种攻击力 对于他来说 自然并不算什么 但如果放在一名 还未高中毕业的准一品舞者身上 那就太过惊世害俗了 单轮伤害来说 这已经堪比二品舞者了 高中生 攻击堪比二品 这简直闻所未闻 哪怕放眼整个大厦历史 也是凤毛麟角的存在 想到这里 何老师终于是放下心来 这只小队拥有这等人物 对付这些魔化前虫 还不是轻轻松松 毕竟魔化前虫虽然厉害 但这也依然是一品魔物罢了 只要另外四人保护好叶晨 弹掉这些魔化前虫 只是时间问题 这小子 实在是太能藏了 何老师无奈一笑 一般学员都是前半程发力 后半程就慢慢力竭了 可叶晨却是越来越猛 射出的剑 力道也越来越夸张 这显然证明 叶晨一直在隐藏自己的真正实力 不过对于叶晨的这种做法 他并没觉得有什么不妥 反而觉得 叶晨这么做是正确的 哪个舞者没点底牌和绝招 战场之上 藏桌既能迷惑对手 又能出奇制胜 过早的暴露实力 只会被敌人研究透彻 找到弱点无情击杀 何老师打开笔记本 在上面写道 三二六小队队员叶晨 攻击天赋卓绝 为人谨慎 伤害堪比二品舞者 若能得到队友的高质量保护 将会给予敌人沉重打击 然后 他又将之前对叶晨的负面评价 统统划掉 他现在已经相信 叶晨之前射杀小动物 真的只是单纯的为了热身而已 并不是什么试杀前置 与此同时 叶晨并没有闲着 而是一剑又一剑的射出 不知道是自己的力量 越来越强的缘故 还是沉学水疗术的作用 即便在此之前 已经射了很多 但他现在依然没有感觉到疲累 而此时 他的每一剑射出 都仿佛是一道催命符般 收割着一串魔化前虫的生命 本来射手的优势在于点杀敌人 并不擅长对付数量众多的敌人 只因叶晨的力量太强 能够穿透多层假靠 造成了范围伤害的效果 在叶晨如同重炮般的射击下 没有一只魔化前虫 能靠近叶晨他们一仗之内 无所事事的姚文 曹壮 早已经化身拉拉队员 叶晨每射出一剑 他们都要欢呼一声 晨哥你太牛逼了 以后你就是我一父一母的亲大哥 早知道老大这么厉害 我们刚才还担心了什么劲啊 然而 就在此时 一变突生 众人顿时感觉自己脚下的地面 开始剧烈地晃动 甚至在叶晨的脚下 坚硬的岩石 竟是如同猪网般剧烈开来 糟了 叶晨小心 所有人速速离开那里 看到这一幕 始终站在严洞峭壁上的何老师 面色骤然俱变 一边不停地发出警告 一边迅速朝着叶晨他们的方向 飞掠而去 正常来说 队员没有向随行老师求救 随行老师是不允许擅自出手的 但现在情况万分紧急 何老师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与此同时 两根足有半米来长 反射着金属光泽的前虫大鳄 瞬间从下方岩石中暴冲而起 巨大的惯性 将叶晨整个人都撞飞到了半空之中 第八章 前虫之王 陈哥 老大 叶晨哥哥 小队其余四人被猛烈地撞击力 直接震得四面八方道飞出去 那等力量之强 已经超出普通的魔化 前虫太多太多 即便只是被余微波及 就已经让他们 现在感觉五脏六腑都挪移了位置 剧烈的疼痛 让他们短时间内丧失了大部分战斗力 这就更别说处于被偷袭中心的叶晨了 那巨大的冲击力 恐怕能直接将全身骨骼撞碎 此时偷袭他们的罪魁祸首 已经从地底爬出 那是一头比普通魔化前虫大三四倍的 巨型魔化前虫 魔化前虫王 摇文瞳孔 骤然一缩 这可是货真价实的二品魔物 而且在二品魔物中 都是极为顶尖的存在 在此之前 他们只在这座魔库的生物手册中 见到关于魔化前虫王的介绍和影像 其中给出的危险评级 也是最高的五颗星 而且是绝无仅有的一种 就连同为二品魔物的魔化纲以后 危险评级也不过四颗星 而手册中给出的建议是 遇到这种魔物 尽快逃生 第一时间呼叫 随行老师 请求支援 甚至在最下方 用红字醒目标注一行额外注视 考核期间 若随行老师 感知到附近有魔化前虫王的存在 应立即主动出手 尽可能地保护学员安全 为者取消 交员资格 现在何老师 就是这样做的 因为对夜城实力的认可和信任 导致他刚才在周围警戒 稍有松懈 没想到这魔化前虫王 竟然这么狡猾 将自己藏身于岩石地面之下 并且还能判断出 最有威胁的目标 将夜城 作为了主要目标 何老师现在心急如焚 万一夜城有个好歹 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尤其夜城 还是一名拥有顶级射手天赋的超级天才 如果就这么 在他的眼皮子底下陨落 恐怕他会内疚一辈子 可即便他再如何加速 也都赶不上魔化前虫王一对 大鳄夹击的速度 在将夜城的身体 顶飞到半空之后 这只魔化前虫王嘶吼一声 便是用一对大鳄朝着夜城拦腰架去 企图给予眼前这个 杀死自己无数子孙的人类致命一击 老大 陈哥 曹壮和姚文奋力地想站起身来去救援夜城 陈冰甚至吓得哭出声来 陈雪的瞳孔中 竟是绝望 不 何老师绝望地避起双目 不忍看到夜城 被斩成两端的血腥场面 就算夜城的攻击天赋再强 可他终究只是 一名后排射手 魔化前虫王的力量 连二品的前排 肉盾都扛不住 夜城这个准一品后排射手 定然实死无声 不管他们心中如何的不愿 魔化前虫王的一对大鳄 还是带着呼呼的风声 迅猛地加上了夜城的腰部 哼 咔嚓 随着一道刺耳的金属 撞击声响起 下一刻 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只见 魔化前虫王 那笔只钢刀 还要锋利坚韧的大鳄 再加到夜城身体的一瞬间 竟然断裂了 而在其头顶上方的夜城 似乎丝毫没受影响 直接在半空 中拉弓如满月 一箭从魔化前虫王的口气中 射了进去 死 魔化前虫王顿时剧烈地颤抖起来 口气中不断有深绿色血液 汹涌喷波而出 哀嚎挣扎了十几秒后 巨大的身躯轰然倒塌 随后再也没有了声息 这一幕 看得众人彻底傻眼 直到夜城潇洒落地 他们也依旧没有从震惊中缓过神来 宛如一尊尊泥塑的雕像般 看向夜城 你们怎么这么看着我 夜城疑惑问道 僵硬地站在不远处的何老师 上下打量了一遍前者 问道 夜城 你 你没事 我能有什么事 夜城疑惑地跳了跳 又拍了拍自己的胸膛 道 我好得很 可我明明看见 这只魔化前虫王 夹住你了呀 姚文接着追问 你竟然没受伤 身边另外三名队友 也频频点头 一脸难以置信地看着夜城 区区一只 魔化前虫王而已 怎么可能让我受伤 夜城贪手道 区区 听到这话 不仅是曹壮等人 就连和老师思维 都短路了一下 被这座魔窟 最强的boss重重地顶飞 然后又狠狠地 用大鳄夹住之后 你竟然还能 蛮不在乎地 说出这种话 不过 看夜城现在这个状态 似乎根本就没受到 半点伤害 和老师甚至怀疑 眼前这只被夜城 一箭射死的 巨大前虫 到底是不是真的 魔化前虫王 老大 你现在的气血值 到底是多少啊 难道已经淬炼完 整个肉身了吗 怎么连魔化前虫王的大鳄 都没你的身体硬 姚文像得好奇宝宝一样 继续追问 我上次测的时候 气血只是120多吧 夜城回答道 可能这只魔化前虫王 已经老了 全身的硬度和力量 都衰退很多 所以才能让我逃过一劫 曹壮等人 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只有一旁的何老师 安安脆了一口 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老师 他怎么可能 信夜城这种鬼扯 就算魔化前虫王 再衰老 那也是魔化前虫王 战力也不是普通魔化前虫可比 若是换成其他后排输出 即便是被普通魔化前虫加上一下 都得伤筋动骨 甚至有截肢的危险 更别说是魔化前虫王了 而且凭他的眼力 他自然能看出 这只魔化前虫王非常强壮 单单之前那从地底突袭的遗壮 便已经让曹壮等四人短时间内 丧失了全部战斗力 那断掉的大鳄横结面都是崭新的 说明在此之前 这对大鳄完好无损 断裂的原因 就是加到了更坚硬的物质 就好比一个人咬雪糕 自然很轻松 但这雪糕若是铁做的 这可能导致把牙崩掉 何老师又看了看夜晨腰间露出的皮肤 从里到外的内衣 校服 软甲都宛如被刀切般划开 唯独夜晨的身体没受到半点伤害 他眼睛微微眯起 内心再度震撼 这小子怎么会有这么恐怖的防御脸 难道他身上携带着某种防御型灵气不成 能直接硬抗二品精英魔物的权力一击 你跟我说他是个后排输出 这说出去谁能信啊 第九章 无以为报 曹壮四人也是面面相去 他们也察觉到了夜晨的不可思议 能在魔化前虫王先手偷袭的情况下 竟然还能毫发无损地反杀 这简直太逆天了 陈斌兴奋地问道 何老师 这只魔化前虫王的积分 是会算在我们小队身上的吧 二品魔物爷 应该有好多好多积分吧 这是陈哥自己杀的 曹壮打断道 我觉得这只魔物 应该算在陈哥一人的身上 也是哦 陈斌小脸瞬间垮了下来 我们都没出什么力 何老师开口道 这只魔化前虫王 是在我出手前被击杀的 当然算作你们的积分 考虑到你们小队的夜晨击杀 贡献巨大 所以他有权分配这只魔物的积分 说着 他转向夜晨道 夜晨同学 这只魔物是你的个人击杀 老师建议 你积分独享 你也不用不好意思 因为这是惯例 大家都不会说什么 曹壮 陈斌等人 事实点头 表示同意和支持 毕竟真实情况是 夜晨一人干掉了魔化前虫王 跟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选择归入小队积分 夜晨果断回答 因为我们是整体 这些队友是真心的接纳 让他感受到了队友间真挚的友情 这跟陈悠悠那些人截然不同 在他刚才遇到危险的时候 他们是真的关心自己 焦急地努力挣扎着爬起来 想要过来援救自己 这次的考核 虽然自己出力最多 但并不能否认 其他队友们的付出 陈哥 你真的 我哭死 听夜晨这么说 曹壮几人脸上都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心中很是感动 本来以为这次考核 他们小队的成绩 肯定要全年纪垫底了 没想到天降猛男 带着他们一路冲杀 甚至连学员们的噩梦 028号魔窟最强 BOSS魔化 前虫王都干掉了 这简直就跟做梦一般 老师 我想问下 这只魔化前虫王算多少积分啊 有没有500分 陈斌搓着小手 强压着兴奋 小心翼翼地问道 魔物积分 都是按照强弱划分的 像最弱的杀虫 杀死一只只有一个积分 而钢蚁则有两个积分 魔化前虫 则有三个积分 这都仅仅只是一品魔物罢了 而二品魔物的强度 可比一品强出太多 那积分自然也是几何倍数增长 他曾听说过 三年前 有个小队击杀了一只以后 直接加了300分 那只小队 也凭借着出色的成绩 打破了孝史记录 一直保持至今 而魔化前虫王河以后 虽然都是二品魔物 但两者之间的差距 却是相当巨大 危险系数根本不是一个级别 何老师四笑非笑地看了他一眼 道 等结果公布的时候 你就知道了 总之 肯定比你猜测的 只高不低就是了 爷 陈兵朝其他队友 比了个可爱的剪刀手 投笑道 我们这次真的发达了 这还不是因为 我老大叶臣的功劳 姚文谄媚一笑 前去后宫的样子 颇为滑稽 他现在是打心底里崇拜叶臣 这一声老大叫得格外亲切 是是是 叶臣哥哥最逆害惹 陈兵朝叶臣比了个心 洋溢着如花般的笑脸 好了好了 想要庆祝的话 等你们回去 以后再说吧 何老师笑了笑 也被这只小队和谐的气氛感染 看了看手上的苗表 又道 现在距离考核结束 还剩不到五分钟 周围的魔物都被吓退了 老师建议你们现在返程 你们觉得呢 哪怕是一品魔物 都有不低的灵质 魔化前虫王一死 自然树倒狐散散 此时 在他们周围 已经看不到任何活着的魔物了 只留下一地的虫尸 以及那一地泛着刺鼻气味的绿水 面对老师的问询 曹壮四人没有说话 齐刷刷地看向叶臣 叶臣道 也好 正好这把弓也断了 众人暗暗扎舌 学习给配发的武器装备 基本能够承受三品以下的战斗烈度 没想到叶臣的武器却报废了 这是何等恐怖的力量 考核结束 在反程途中 何老师便走在了学员中间 保护大家的安全 他主动来到叶臣旁边 表情也柔和下来 边走边聊道 叶臣同学 恭喜你要一鸣惊人了 等这边的成绩揭晓 那时肯定会引起全校轰动 叶臣自然会成为全校炙手可热的人物 谢谢老师 我要学习的还有很多 叶臣的回答 显得极为乖巧 何老师满意地点了点头 又建议到 虽然你在射手天赋方面很出众 但老师还是觉得 你的防御天赋更加强悍 可以考虑转型成为一名前排肉盾战士 叶臣连忙摇头道 老师 转职就算了 我觉得 现在这样挺好的 何老师解释道 在高中转职 还是很容易的 等你到考入五大 再想转职就麻烦了 老师也是为你好 老师 你这不是为我好 你这是要害我啊 叶臣心里嘀咕着 嘴上却道 我明白何老师的好意 但我真的不想转肉盾战士 何老师见叶臣坚持 不由摇头叹息一声 不再多劝 可旁边的曹壮 姚文却感动得稀里哗啦 恨不得当场给叶臣磕一个 他们觉得 叶臣是因为照顾他们 才不转职的 毕竟 如果叶臣真的转职成了前排 那他们俩之中 必然要被踢出去一个 诚哥真够意思 是啊 老大对我们有再造之恩 诚哥这样对待我们 但我们也不能让诚哥吃亏 说着 曹壮又跟姚文 陈家两姐妹 小声议论了一阵 最终几人达成了共识 然后曹壮试探地问道 诚哥 我和大家商量了一下 积分的分配问题 我们每个人占一成 诚哥你占六成 你看可行吗 成绩虽然是按照 小队总积分排名 但这次考核涉及到升学问题 到时候 必然还会根据个人表现 和团队贡献排一个个人榜 以便能够更好地 筛选出优秀学员 他们一致认为 这次考核的成绩 大部分都归功于叶臣 所以才规划了 这么一个分配比例 可叶臣一听 直接否定道 不行 这 曹壮与陈冰等人面面相去 以为叶臣 是觉得自己分配的比例太少了 姚文强颜欢笑得道 老大不满意也正常 毕竟就算老大自己独占九成积分 也是合情合理的 我们其余这四人 基本大部分时间都没啥作用 曹壮也憨笑一声 不好意思地点头道 是我考虑得不周了 那诚哥你占八成 我们四个每人占半成 你看行吗 说到最后 声音中都已经带着一丝丝起怜的味道 叶臣文言眉头一皱 沉声道 你们这是在说什么 我怎么听不懂 他扫过四人有些紧张的脸庞 又道 这些积分 我们当然要平均分配啊 啊 老大 你说什么 所有人都难以置信地 看向叶臣 叶臣无奈一笑 道 你们之前不是说了吗 我们是一个小队 是一个整体 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怎么到分配积分的时候 就把这些全忘了呢 可是 曹壮想说些什么 却被叶臣打断道 谁说你们没有作用 谁说你们没有功劳 曹壮 姚文 你们自己看看 你们身上的伤口 难道这不是 为了保护我造成的吗 陈冰 陈雪 如果没有你们 两个给我不断地加持风铃祝福 水疗术 我射出的剑威力 能那么大吗 我的体力 还能跟得上吗 曹壮四人 被叶臣的话震住了 都僵立在了原地 叶臣继续道 曹壮 姚文 陈雪 陈冰 你们不要妄自菲薄 你们都很优秀 都是我叶臣值得信赖的队友 所以我说要平均分配积分 并不是再可怜施舍你们 而是你们应得的奖励 最后一句话说完 曹壮等人都眼含热泪 这种被认可的感觉 真好 啊 眼睛里进砖头了 姚文抬头看天 不断用手 擦拭着脸庞 曹壮没有说话 而是双目泛红地看着夜晨 那目光充满了感激 陈冰吸了吸小鼻子 然后将自己姐姐陈雪 往前一推 哦 夜晨哥哥 小妹无以为报 就把姐姐 送你当女朋友吧 第十章 三个提防 被推到夜晨身前 陈雪瞬间变成了大红脸 甚至脖子和耳根 都染上了一层粉红色 死逆子 你找死呀 回过神来 陈雪立刻朝陈冰 发起了攻势 两个女孩 嬉闹成一团 哥哥哥哥 我知道你 喜欢夜晨哥 妹妹我只不过 想帮你一把而已 你反倒恩将仇报 哥哥 欺负妹妹 哥哥哥 你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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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雪脸蛋更红 小手不断 朝妹妹夜下挠去 姐姐 哥哥 姐姐饶命 妹妹知错了 哥哥哥 不敢了 不敢了 是我自己喜欢 夜晨哥哥行了吧 然而 这却换来了陈雪 更加伶俐的攻势 看着陈家姐妹打闹 站在一旁的曹状 姚文 心里 真是羡慕极度狠 他们跟陈家姐妹 组队这么久 都没能俘获家人芳心 夜晨刚来不到一天 就让两个美女芳心暗许 不过 也不怪他们喜欢 本来夜晨长得就很帅 再加上 那超强的实力 等回去以后 夜晨的事迹 传播开来 想必全校八成的女生 都会对她有好感吧 然而 真正吸引人的特质 还是夜晨平易近人的性格 没有其他天才那般的傲气 目空无人 不把他们放在眼里 比如好见在队里的时候 对待他们可不会这么客气 稍微有点 差错就要 劈头盖脸地骂几句 而且从来都是要求 好处占大头 甚至还暗示过 要求陈家姐妹 陪她一晚 所以 当夜晨刚才不附加 任何条件地 要跟他们评分积分 才会如此地感动 一旁 何老师对这件事 也看在眼里 眼眸中闪烁着晶莹之色 小小年纪 就有如此凶劲 真是难得 想到此处 何老师对待夜晨的态度 更加柔和 夜晨同学 老师相信你未来 一定会成为我大下栋梁之才 但在你成长过程中 千万记住要懂得保护自己 听懂了吗 夜晨一愣 旋即点头道 谢谢老师教诲 我记下了 何老师赞赏地看了她一眼 又道 保护自己的前提 是知道敌人究竟是谁 夜晨沉默了下 道 请老师指教 何老师点了点头 如今魔窟入侵 形势越来越严峻 这第一个药房的 自然便是魔窟中人 夜晨挑眉道 老师 你说 魔窟中 也有人 当然 何老师道 本来这些信息 应该是你考入五大 才会知道 老师 今天算是破例了 如果魔窟中 只有一些 你们刚才杀死的那些 低等爬行生物 那也不会让全世界 如此严阵以待了 魔窟中也有人类 甚至人口比我们还要多得多 而且魔窟人类的灵质 也不输我们蓝星人类 最可怕的是 它们的资源 还比我们丰富不知道多少倍 可想而知 它们是有多么强大 夜晨问道 魔窟不是 一直想征服我们吗 如果它们 真有这么强大 为什么我们能坚持到现在 何老师摇了摇头 也许是因为它们想 大规模地来到蓝星 有某种限制 也许魔窟人类 也并非铁板一块 拥有着数量众多的势力政权 也有可能是它们 也忌惮我们的顶尖战力 当然 这些都是老师的猜测 真正的原因 可能只有 我们人类高层 才会知晓 但不可否认的是 目前形势 越来越危急了 魔窟势力 已经蠢蠢欲动 开始渗透到我们的社会中 搜集我们世界的情报 似乎在酝酿一场巨大的阴谋 具体的 我先不跟你说了 等你进入五大以后 自然会有导师教你 叶晨点了点头 又问道 明白了 谢谢老师 何老师又伸出两根手指 道 这第二个需要提防的 就是我们大厦的敌对势力 尤其是阿美利卡 霓虹 南棒 师婆等国 虽然世界各国 为了对抗魔窟 签署了和平共处 及共同对抗魔窟 入侵条例 但各国之间的暗斗 却也从未停止 毕竟魔窟的出现 有危机也有机遇 魔窟内存在着大量资源 是我们蓝星总储量的成百上千倍 而这也仅仅只是 目前探明的区域 至于魔窟到底有多大 到底有多么庞大的资源储备 这都有待我们继续 去探索和研究 正因为此 才形成了今天这种 既合作又对抗的复杂局面 这些年 我们大厦发展迅猛 后起之辈不断涌现 已经让那些敌对势力 感到恐慌和压力 毕竟他们不想被魔窟吞没 却也不想让我们一家独大 他们为了遏制我们的发展不择手段 尤其是像你这样的天才人物 更是他们的眼中定肉中此 毕竟你们这些年轻人 就是我们大厦的未来 将你们扼杀在摇篮中 他们才能永绝后患 叶晨深吸一口气 默默点头 然后道 老师 还有吗 何老师又伸出第三根手指 道 还有第三个要提防的 也是最后一个 那就是 我们内部的败类 顿了顿 他解释道 我们泱泱大厦 人口众多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有些精致力极者 就是见不得别人好 哪怕是自己的同胞 也不放过 也有些软脚虾 他总觉得外国的月亮比较圆 即便我们大厦已经崛起 也依然治不好 他们软弱的膝盖 和那颗重阳媚外的心 甘愿当他人的走狗 说到这里 他看向叶晨 表情严肃认真 这些都是我们的敌人 你以后 遇见他们 不要手软 他们不会因为你的怜悯而改变 只会等待时机 再次露出獠牙咬断你的脖梗 老师的这些话 你一定一定要牢牢记住 虽然叶晨觉得自己 并不怕他们 但感受到老师 真诚的目光 还是正重点头道 老师 学生记下了 何老师满意地笑了笑 看了眼前方的魔窟出口 道 好了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 以后有什么困难 随时都可以来找我 现在就先与你的队友一起 享受一下 取得优异成绩的喜悦吧 听老师这么说 叶晨也好奇问道 老师 我们的成绩很好吗 何老师宠溺地摸了摸叶晨的头发 道 小傻瓜 等一会校长公布成绩的时候 你就知道了 说完 便带着叶晨等人 离开了魔窟 等叶晨回到地面 老海中顿时响起了系统提示音 恭喜宿主 完成支线任务 评级为完美 最高可获得S级奖励 获得S级奖励暗影及持 获得A级奖励 乾坤一击等级加一 获得C级奖励 汽写单一枚 第十一章 在于队友 叶晨听完一连串系统提示音 迫切地想看看 获得物品的具体说明 在回去的路上 他并没有参与同学们 叽叽喳喳喳的一轮 而是碧眼假妹 偷偷地呼叫出系统面板 查看起自己获得的物品 暗影及持LVE 开启技能 可使自身进入暗影 提升自身速度和敏捷50% 持续10秒 冷却1800秒 看完新技能的介绍 叶晨心中窃喜 如此一来 自己倒是可以 变得更加灵活了 如果下次再被魔化前 虫王偷袭 施展暗影及持 应该就能轻易躲避 但就是冷却时间有一点长 使用的时机要拿捏准确 只能期待后续升级 能不能缩减一些 然后 叶晨又看向了升级后的乾坤一击 乾坤一击LV2 如果敌方目标死于此技能之下 则宿主永久获得力量加3 冷却9秒 击杀的敌人越强 力量增加越多 没有太多的变化 只有技能冷却少了一秒 但叶晨知道 可不要小看这一秒 这意味着 自己在进入魔窟后 积累力量的滚雪球速度提升不止一筹 他看了下自己 目前累计的力量3151 进入魔窟三个多小时的时间 他已经将效率做到了极致 这意味着自己发动技能 成功杀死了1050只魔物 额外愚出的那一点力量 应该是击杀二品魔物的缘故 最后 他又将目光看向最后一个奖励 气血丹是舞者服用 能够增加气血上限的丹药 一般是由舞者制药公司 或者炼丹师炼制而成 虽说这气血丹 被系统认定成C级奖励 但据叶晨所知 市场上最普通的气血丹 都价值三到五万 而纯度更高 由名师打造的气血丹 甚至能在拍卖行上 拍到十万开外的天价 像这种奢侈品 叶晨是根本吃不起的 他父母都是普通的公司职员 并非舞者 供他念书绰绰有余 但想拿出几万块 来买气血丹来吃 那就有点捉襟见肘了 虽然知道自己若是坚持 父母一定能咬牙掏出钱 来给他买来服用 但叶晨从来没主动要求过 甚至刚上高三的时候 父母提出想买一枚气血丹给他 都被叶晨拒绝了 他不想给家里带来更大的负担 自己都老大不小了 怎么还能啃老 不过话又说回来 他早就想尝试一下 服用气血丹到底是什么感觉 究竟能增加多少气血 那些重点班的精英学员 几乎每个都吃过气血丹 这也是为什么重点班学员 会比普通班学员的气血 高出一大截的原因之一 穷文富武 练武这个东西 最重要的永远都是资源 就算你有再高的天赋 没有大量资源做支撑 成就也十分有限 反之 就算是天赋平庸之辈 只要家里肯用大量资源砸 也能在武学道路上走得很远 当然 最好是又有天赋又有资源 就像玩游戏又干又克 你不强大 谁强大 但这种属于是凤毛麟角的存在 看着此时放在系统栏内的气血丹 叶晨恨不能现在就将它吃掉 不过他按下了内心的冲动 因为气血丹能量巨大 服用以后会造成不小的动静 还是等回到宿舍以后再吃比较好 很快的 大巴在这夜晨 他们回到了学校 虽然大家已经聊了一路 但依然有着说不完的话题 互相试探地问着 每个小队到底击杀了多少魔物 大概获得了多少积分 就跟文科班考试之后 走出考场对答案一样 可以看出 每个人都想获取更多的情报 以此估算一下 自己这次考试的发挥 以及能排多少名 有不少同学也来问夜晨 但夜晨都已考得还行 发挥的还不错搪塞过去 大部分来问自己的学生 成绩基本都是中等偏差的 想从夜晨这里找一点安慰 他自然不愿过多理会 小陈子 这次考得怎么样啊 这时 又有一个男生跑过来问夜晨 他每次考得都比夜晨强一点 所以 每次考完都会过来问问 夜晨刚要开口 一旁的何老师瞪了一眼那男生 沉生道 一边待着去 那男生直接灰溜溜地走了 心里还想何老师今天是怎么回事 以前都是不管的 今天怎么偏袒起夜晨来了 随后 何老师又转头看向夜晨他们 脸上顿时换上一副和蔼笑脸 你们先在操场上等一会 老师去教导处 入入考核积分 待会应该就会将这次小笔的 排名情况公布出来 五科跟文科不同 文科还要批卷子 然后在各科汇总 总成绩出来 可能需要两三天 但五科不同 总成绩直接就能出来 入入系统 就能瞬间获得排名 知道了何老师 何老师得到肯定的答复后 朝夜晨等人笑了笑 这才转身离去 那走路的姿态 都比平时撒爽几分 自己跟随的小队 获得了好成绩 他当然也予有容颜 而就在何老师走了没多久 无聊地站在原地发呆的夜晨 却是听见有人在叫自己 哎哟 这不是我的老队友夜晨吗 夜晨转过头去 发现说话的是李南 此时后者意气风发 铠甲上弥漫着血腥之气 背后扛着大盾 摇头晃脑地朝他走来 而跟在李南身后的 则是一众熟悉的面孔 赵刚 刘彻 以及陈悠悠 另外 在他们中间 站在陈悠悠身边的 是一个有些陌生的少年 他一脸冷傲 身背长弓 披着软甲 眼神中带着 变腻之色地看向众人 不用猜 夜晨就知道 这一定就是金牌射手好剑了 夜晨本不想搭理他们 所以只是简单地点头 示意了一下 便把头转向别处 但李南似乎并不打算 就这么过去 见夜晨态度冷漠 也遇到 怎么 看到老队友来了 你就这态度 在他身后 刘彻一边把玩着手中的匕首 一边笑道 李南 你别逗他了 考试成绩不好 情绪低落很正常 夜晨 你自己也得看看点 哥也不能帮你一辈子 赵刚扛着大剑走上前来 说完 两人对视一眼 嬉笑出声 察觉到对方的阴阳怪气 陈冰看不下去了 板着翘脸道 我们考得很好 不用你们操心 则则则 陈悠悠单手插腰 挺着傲人的身姿 玩味地看向夜晨 看不出来啊 我们夜晨现在混得不错呀 都有美女替他出头说话了 第十二章 掀起波澜 陈冰气不过 还想继续说些什么 却直接被夜晨拦下 然后夜晨只是想 陈悠悠 感觉对方 除了拥有一个 好看的皮囊之外 似乎没有任何 吸引自己的地方了 悠悠 看起来你们这次考得不错吧 陈悠悠双手环抱身前 衬托得上身更加傲人 等的就是你夜晨 问出这句话 如果夜晨不问 那他还怎么装逼 还行吧 陈悠悠俏脸装作淡然 但那份得意 却怎么也掩盖不住 其实也没什么 我们也就是简简单单地 击杀了一只魔化纲蚁的以后罢了 此言一出 顿时引起周围一阵轰动 这些学员本想看看热闹 装作在周围闲聊的模样 却都竖着耳朵 认真听着这边的交谈 没想到 却听到如此劲爆的消息 卧槽 真的假的 杀了二瓶以后 这也太牛了吧 不愧是有金牌射手好剑 和金牌辅助程悠悠的超级小队 这战力的确恐怖 三年前 颜文星学长的小队 就是击杀了以后 打破了孝史记录 难道这次程悠悠 他们要再次刷新记录了吗 程悠悠听闻周围的议论声 和时不时朝他投来的无数羡慕 极度的目光 真是浑身舒爽 他非常喜欢这种 万众瞩目 唯我独尊的场面 这一刻 他就是女王 逼装够了 程悠悠满意地长舒一口气 但笑着看向夜晨道 我愿意把位置让出来 这才成就了 我今天能拿到全校第一 并且打破孝史记录 那笃定的语气 瞬间再让周围气氛 拔高一个维度 程悠悠如此自信地说出来 证明他有十足的底气 现在所有人都对 程悠悠这队的成绩 充满期待 都想看看 程悠悠的这支小队 到底能不能打破记录 程悠悠对周围众人的反应很满意 临走之前 他还没望陈斌 之前替夜晨出头 对后者挖苦道 陈斌妹妹 你们的金牌射手真好用 但现在是我的了 谢谢你的歌爱了 刘彻 李楠 赵刚 也说笑着扬长而去 仿佛这次全校的第一 他们已经志在必得 郝剑走在最后 直接无视夜晨 来到陈斌 陈雪姐妹 身前站定 用冷漠的语气说道 你们现在是不是已经后悔 当初没有答应我 二女共事一夫的请求呢 这就是你们不顺从我的下场 陈雪小脸苍白 显然被这话气得不轻 陈斌双目冒火地 看向眼前这个无耻之徒 翠道 好贱 你真是人如其名 不是一般的贱 好贱也不气恼 冷笑道 你现在就无能狂怒吧 这次小笔成绩公布 我就能保送省重点五大 而你和你姐 注定在五颗大笔之后 名落孙山 我与你们的实力 社会地位差距会越来越大 等毕业后 遭受了现实的残酷 和社会的毒打 到时候不用我说 你们就会像条母狗一样 求着来找我上你们了 够了好贱 一番话 惹得憨厚的曹状都发了火 当初你在队里的时候 我们几个哪点对不起你 现在你 反倒对我们恶语相向 就是 姚文也忍不住了 逆菩萨还有三分火气 你别给哥们逼急了 要不是看在老队友的情面上 早砍了你个狗日的 好贱却不以为意地冷哼道 一群废物 说完便冷笑着离开了 陈雪被齿惊咬 甚至嘴唇都要浸出血来 陈冰抬起法杖就要 发动锋刃 想好好教训 教训这个出言不逊的家伙 但在最后关头 却又被叶晨拦下 陈冰 陈雪 你们消消气 大庭广众之下 跟这种人犯不知起冲突 闹不好还要受处分 听叶晨这么说 陈冰只好收手 但满眼擎着泪水 委屈得道 可你也看到了叶晨哥哥 他的所作所为是多可恶 放心 叶晨看向此时 正跟陈悠悠嘻笑攀谈 不断走远的好见 我向你们保证 他一定会付出代价 我相信你 叶晨哥哥 陈冰擦了擦眼角的泪水 破涕一笑 很是动人 有叶晨哥哥撑腰 他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原本以为这场风波会越闹越大 甚至会大打出手 周围抱着看好些心态聚过来的人群 此时却是一阵失望 同时也很好奇 为何叶晨会在这支小队中 有如此高的威望 三言两语 便让处于暴走边缘的队员们冷静下来 甚至陈冰 陈雪 都对他极为信任 这显得非常不合常理 话分两头 何老师已经拿着笔记本来到了校委会办公室 此时已经有几十名老师聚集在这里 好在这间办公室足够大 像一间大教室盘 他来到了一台空闲的电脑旁 打开统计系统文档 将本次考核的信息录入了进去 就在此时 迎面走来了一位挺着啤酒肚 戴着方框眼镜 手里拿着大茶杯的中年年老师 何老师呀 何老师抬头一看 原来是带队王老师 连忙打招呼道 是王主任呀 来 您请坐 说着便要起身给对方让位置 毕竟在组织机构中 王老师算得上是他的顶头上司 是分管300到350号小队的教导主任 王老师喝了口茶水 又将茶叶墨子吐了吐 才道 那个调皮捣蛋的插声夜沉所在的三二六小队 是你负责的吧 啊 是的主任 我是这只小队的随行老师 何老师忽然想到了什么 玄机问道 王主任 您不会是真的打算扣这只小队积分吧 王老师冷哼一声 然后表情一松道 我就是吓唬吓唬他们 不然这帮兔崽子真该反了天了 再说了 就他们打的那点分数 我再扣一下 不都得成负分了 说着 他一伸手 给我看看 他们到底得了几分 他哼哼一笑 看我下次再遇见夜沉这个小兔崽子 一定当着其他学员和老师的面 好好羞辱羞辱他 王主任 您看好 可别吓着 和老师玩耳一笑 随手把笔记本递过去 还把我吓着 就就 就凭他 王老师接过笔记本 一脸不屑的道 他就算是打零分 我也丝毫不奇怪 我就没见过 有比他更差的学生 他一边端起茶杯牛饮一口 一边面带微笑 悠然自得地看起数据 当看到成绩的瞬间 王老师的表情猛地凝固 甚至嘴巴都忘了闭起 一长串的茶水 如瀑布般 从他下巴哗哗流淌 第十三章 谁是第一 似乎早有预料 何老师在下面手一推 将王老师的手和茶杯托起 落下的茶水 正好又倒回茶杯 一点没外露 咳咳咳 嘿嘿 咳咳咳嗨嗨 王老师被茶水 呛得咳嗽了好一阵 面红耳赤地指着数据 眼睛看着何老师 难以置信地质问道 这是真的 似乎早已料到 对方是这种反应 等王老师平静下来后 何老师这才点头道 真的 真的是真的 真的是真的 王老师再次愣住了 沉默了足足十几秒后 又激动开口 就 就凭他们 对 王主任 何老师淡笑点头 就凭这些最差的学生 王老师再次沉默了 末了 他还不死心地追问道 是小队其他四人 表现得比较优异吧 何老师摇摇头 恰恰相反 正是因为有夜晨的加入 才让这只小队 发生了质变 好一会儿后 王老师彻底冷静下来 仿佛这一刻 他才是真正的教导主任 有全程记录影像吗 有 在我的微型摄像机里 何老师也严肃回答 这是对数据真实性的复合 而证明考试是否作弊 随行老师是否记录准确的核心依据 就是全程记录的视频影像 这是考试前 学校统一发放的微型摄像机 没有密钥和密码 任何人都无法打开 和修改里面记录的视频影像 这个特质的微型摄像机 也无法联网 毕竟 就算联网在魔窟中 也无法将数据传输回地面 再有就是出于对信息保密和安全考虑 有些学员的视频数据 是要进行封存加密处理的 听何老师这么说 王老师算是彻底相信了这一事实 但即便如此 他也依然不甘地追问道 这些差生 不是 这些连异品都不到的学生 是怎么击杀得了魔化前虫王的呢 何老师刚要回答 门外传来一阵嘈杂的义润声 紧接着 十几名随行老师便从门外走了进来 为首的是一名微胖的中年男子 四十多岁的年纪 梳着大背头 衣着板正 趾高气扬 颇有大领导风范 在其身边 围绕跟随着六七位老师 对着前者不断地恭维 哎呀 严主任啊 听说这次您主管的零一二小队 成绩相当优异啊 真是可喜可贺 那哪是相当优异 那是绝无仅有啊 我看这次全校记录 又要被打破了 真是严实出高途啊 零一二小队 能获得这么优异的成绩 严主任鞠躬至尾 听同事们不断吹捧 严主任淡然一笑 这都是学生们自己努力的结果 跟我关系不大的 我也只是偶尔提点他们两句罢了 严主任 您的教育能力 这些年 我们可是有目共睹 能让您点拨两句 他们可要受用终身哦 严主任 另外一名老师 还想吹捧几句 被另外一名尖嘴猴塞的老师 认真打断道 还叫严主任呢 这可都要改改了 现在要叫严校长 对对对 严校长 严校长 严主任神态有些不悦地扫了周围一眼 等众人晋升后 这才道 你们不要乱喊乱叫 这让旁人听去了 以为我老严怎么回事呢 嗨 等这次考核总榜公布出来 严主任教导的零一二小队 拿下第一 并且打破校使记录 凭这份成绩 您不晋升谁晋升 大家说是不是 那名尖嘴猴塞的曹老师一鼓动 周围一片硬式声 严主任用手压了压 然后又慢悠悠地端起陶瓷茶杯 轻轻吹吹 的确正在起草拟订任命副校长的提案 不过最终人选还没定下来呢 你们不要乱扣帽子嘛 哪怕最终定的人选真的是我 那也要叫副校长嘛 对不对 对对对 严副校长教育的是 严主任手指点了点说话的曹老师 一脸无可奈何地摇摇头 这才扭过头来 仿佛是刚看见王主任一般 呦呵 老王也在呢 这次手底下的学生考得怎么样 王主任冷笑道 老严 你我相识了足足二十年 别的长进没有 你这派头 倒是提到了不少啊 知道的 你跟老子是平级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他娘是校长呢 严主任也不生气 慢悠悠地走过来 刚要开口 王主任立刻打断道 站住 你别靠近我 你有口臭 老王 你记住 这次考核之后 你等通知下来的 见王主任不给自己面子 严主任也不装了 皮笑若不笑地道 你等着吧老王 等我升上去那一天 我一定好好照顾照顾你 啊 二十年了 整整二十年了 你知道我是怎么过的吗 这些痛苦 我要你加倍偿还 就凭你啊 王主任绩效出声 年轻那会儿 你谈恋爱争不过我 练舞的晋级速度 你也不如我 这些年靠着些 见不得光的小手段 取得了一点代班成绩 你就觉得自己飞上天了 你凭什么 你凭什么觉得自己能稳当副校长 凭什么 严主任一扬手里的成绩单 冷笑道 就凭这次我带出的学生年级第一 打破校史记录 获得省重点高校的保送名额 所以这个副校长 我当定了 这时候 从门外传来一道严肃的声音 你们这是在争什么呢 这些年 你们俩还没掐够啊 众人一看 原来 是校长陈明武来了 严主任一看到校长 立刻带着哭腔抱怨道 校长啊 您可要替我做主啊 老王他 看我代班成绩比他好 就嫉妒我 挖苦我 找各种理由针对我 行了行了行了 陈明武一脸嫌弃地骂道 你们两个的那点感情恩怨的破事 我懒得听 也懒得管 说着 他看向众人 问道 这次的成绩都出来了吧 谁是年纪第一啊 严主任一听 立马换上一副校模样 拿出成绩单递了过去 自信道 这次的第一名 应该非零一二小队莫属了 他们这次击杀了一分魔物76只 二分魔物424只 三分魔物211只 另外 还击杀了一只二品魔物魔化钢以后 再加300分 总成绩是1857分 将校史记录 整整提高了25分啊 不错不错 陈明武一听 接过成绩单频频点头 脸上第一次浮现笑容 一旁曹老师适时吹捧道 这都是严主任教得好啊 严主任连连摆手 面带微笑道 这都是陈校长指导友方 而就在一片吹捧声中 一旁的王主任忽然冷笑开口 就这成绩也敢说是第一 真是笑话 煞时间 所有人的目光 全部聚焦到了他的身上 第十四章 孙子错了 王长志 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严主任一听就不乐意了 直呼王主任大名 这成绩都打破孝时 保持三年的记录了 还不是第一 你给我找个更好的出来 切 这有什么难的 王主任笑了 一扬手上的数据表 懒洋洋地道 我随便找一只小队的成绩 都能吊打你的第一 你放屁 严主任怒火中烧 他这辈子 什么都输给老王 现在只有代班成绩 这一片遮羞布 这是他的逆铃 他失态的吼道 你主管的都是普通班的学生 而且还是普通班中 最差的那一批 而我教的可都是重点班 还是精英中的精英 你拿什么跟我比 王长志也不回答 直接将手上的数据表 甩在了严主任的脸上 没长眼睛啊 自己看 鸡窝里还能飞出金凤凰呢 谁说普通班 就不能出爵士天才 三十年河西 三十年河东 末期少年穷 严主任被飞过来的纸张 拍在脸上 一阵声疼 他一边下意识地朝表格看去 一边冷笑道 还鸡窝 还金凤凰 还三十年 可他说话的声音 却越来越小 表情也由愤怒 转变成震惊 到最后 脸都白了 这 这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严主任看着手里的数据表 突然发了风似的 大喊大叫 严主任您怎么了 上面到底写了什么 您倒是说话啊 随着周围老师们的七嘴八舌 校长陈明武 也意识到了不对劲 严承义和王长志 明争案多了二十年 如果王主任交出的那份 数据成绩不理想 他是绝对不会放过 这样一个挖苦对方的机会的 老严 那份成绩单拿过来给我看看 听见陈明武的声音 严承义瞬间回过神来 直接用手将成绩单撕碎 激动道 校长 您不用看 这份成绩单 一定是这个老王八蛋造假的 陈明武见状 脸色顿时阴沉下来 训斥道 老严 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干什么 这里是校委会 造不造假 我们会一起评判 轮不到你一个人盖棺定论 严承义这个时候 也意识到自己的鲁莽和失态 在这个提拔副校长的关键时期 他不能再有丝毫的闪失 刚才那份成绩单 一定是王长志故意造假 为的就是让自己失态 他安安告诫自己 今后要更加理智才行 想到这里 他迅速调整了一下状态 道 校长 都怪我刚才被老王气糊涂了 一时怒气攻心 这才犯了错误 忘您谅解 哼 陈明武不悦地问 现在成绩单都被你撕碎了 你说怎么办 严承义笑道 陈校长 刚才的确是我做的不对 可老王刚才给我的那份成绩单的数据 实在太离谱了 就连咱们学校看大门的原师傅看了 都能一眼看出是造假 看不看又有什么意义呢 如果这份成绩单不是造假 我把脑袋拧下来 给各位当球踢 好啊 咱们一言为定 王长志哈哈一笑 又从何老师的手中拿过一打纸张 得意道 我早知道这老小子沉不住气 早就吩咐何老师提前去复印了一百份 现在分给大家看看 老王 如果这份成绩单是假的 你又如何 严承义反问道 那我就把脑袋拧下来 给你当球踢 王长志直截了当地回答 听两人这么说 众人对这份成绩单上的内容更加好奇 争先恐后地拿过成绩单来看 卧槽 这怎么可能 我现在也觉得 这份成绩单是假的了 确实 就算是省重点高中那批最顶尖的高材生 估计都无法考出这么夸张的成绩 听周围老师都这么说 严承义幸灾乐祸地 看向王长志道 老王 你看看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然后 他又看向校长陈明武 产笑道 校长 你也看到了 我没说谎吧 这就是造假 陈明武没说什么 沉默片刻后 他郑重地 看向王长志道 王主任 有记录影像吗 有 王长志朝和老师招招手 把摄像机交给校长吧 校长接过来检查一下 确认摄像机完好无损 没有人动过手脚 便要在这间会议室的电脑上放映 但却被王主任阻止道 校长 我建议您一部办公室观看 校长也明白 对方是什么意思 如果这个成绩是真的 那无疑这只小队中 必然出现了一名超级天才 对于这种天才 学校和官方都会重点保护的 这份录像看到的人越少 自然也就越安全 陈明武点点头 认可了王主任的提议 虽然他现在也对这份成绩持怀疑态度 但本着严谨踏实的工作作风 他还是要善而重之地对待 严主任却也遇到 我看老王 这是怕当众出丑吧 哈哈 我现在倒是很想知道 把你的脑袋当球踢到底是个什么感觉 好啊老爷 咱俩谁反悔 谁是孙子 陈校长见两人又要争吵起来 连忙开口道 你们两个跟我来吧 其他老师在这里稍等一会儿 说完就带着两人离开了 三人这一走 就是足足一个多小时 众人在办公室里议论纷纷 甚至已经把和老师围的水泄不通 想要让他说出更多的细节 可和老师也不多说 只让大家等待结果就是了 直到走廊上 传来嘻嘻啦啦的脚步声 众人这才停止议论 来人正是陈校长以及王长志 严成义两位教导主任 而此时 王长志则是红光满面 就仿佛是中了五百万那么亢奋 就连一向老成持重的陈明武校长 脸上都带着难言的喜气 反观严成义 却是面如土色 如丧考比 两相对比之下 众人心中都咯噔一下 难道说 那份成绩丹 竟然是真的 见到众人 王主任这才得意洋洋地 向严成义发难 笑眯眯地问道 严 主任 是你自己动手 还是我帮你啊 神 什么你动手我动手的 你在说什么 严主任显得有些惊慌失措 滚刀是吧 王主任的礼不饶人 刚才在场的同事们 可都看着呢 你根本抵赖不了 你要是自己不体面 那我可要帮你体面了 说着 面气势汹汹地朝严主任扑去 那宽大手长成阴爪状 指锋伶俐地 朝对方添灵盖抓去 严成义见 王长志动真格的 吓得立刻躲到了校长身后 大叫道 校长你看他 老王要杀我 陈校长却是让开身去 笑眯眯地道 你们两个的赌约 我不参合 眼见王主任再度扑来 那手指宛如刚柱 若是被其抓住 天灵盖都得捅出窟窿 生死攸关之际 严成义终于抱头蹲地 连连高叫 爷爷 爷爷 孙子错了 孙子错了 第十五章 成绩公布 操场上 两千多名学生 焦急地等待着校长和老师们 出来发榜 奇怪 往常考核结束后 半小时左右就发榜了 这次是怎么了 两个多小时了 还没动静 谁知道呢 也许是因为 成悠悠他们小队打破了记录 正在复查录像 所以才会这么慢的吧 嗯 很有可能 为了确保成绩的准确性 校方的确是会好好确认一番 说到这里 众人的目光 都时不时地朝成悠悠 好见他们看去 眼神满是羡慕极度之色 打破了校史记录 可不光只有荣誉 而且还会有一笔丰厚的奖学金 甚至还会得到 保送重点五大的机会 感受着众人艳羡的目光 成悠悠微扬着小脸 露出一节雪白的天鹅景 全身都散发着 唯我独尊的气势 根本不将周围众人放在眼里 从现在起 他成悠悠就与周围的同学 不是一个阶级的人了 他成悠悠 注定要被保送重点五大 成为一名真正的舞者 若干年后 他可能已经建功立业 位高权重 成为整个大厦响当当的人物 而他的这些同学 只不过是最底层的百姓 一个天上 一个地下 他甚至已经想到 若干年后 听说他来参加同学会 所有同学都会怎样的欣喜若狂 怎样的卑躬屈膝 阿余奉承 胆子大一些的 甚至还想要一张他的签名 而他只是简单的挥一挥笔墨 同学们都会视若珍宝地收藏起来 想到这里 成悠悠的嘴角便止不住地上翘 而就在此时 陈明武校长带着一众老师 终于是再度出现在了大家的视野之中 这也牵动了台下数千学子的心 成悠悠也是精神一振 连呼吸都开始急促起来 他要好好享受接下来的这一时刻 根据惯例 每次打破校使记录的队伍 都会以榜样的身份 被校长请到台上去 他现在甚至已经为最后登台发言 打起了副稿 在其身旁 好见也是神色振奋 等待着成绩的最终公布 根据他们记录老师的计算 他们这次的成绩 已经打破了校使记录 这样的成绩 足以让他获得 那唯一的保送重点五大名额 而他本人 早就已经跟一家单药厂商 达成了口头约定 只要他能保送省重点五大 那便请他来当代言人 到时候 他将得到一笔不菲的代言费 这样 他便可以购买大量的资源 让自己的气血再度攀升 准武者强化基础 是非常关键的 没有牢靠的基础 未来的武者之路 不会走得太远 而若想打造基础 动辄成百上千万的花销 也不是一般家庭可以承受的 这根本就是一个无底洞 他的家族 虽然也有数千万资产 但也不可能将资源 全砸在他一个人的身上 所以 他现在急需证明自己 提升影响力 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资本合作 不断地壮大自身 形成良性循环 而获得这次考核第一 打破校使记录 得到五大和社会各界的关注 便是他强势崛起的第一步 所有的计划都天衣无缝 我好剑 注定是要成为这个世界主角的男人 只要我好剑想要的 就没有得不到的 他的体内热血在沸腾 美好的未来在向他招手 他目光扫向不远处的陈家姐妹 目光中带着贪婪之色 脑海中甚至已经想象到 姐妹俩在其身下婉转成欢的模样 阴沉地笑了两声 好剑这才将目光看向高台 却发现 此时站在校长身边的严主任 却如双打的茄子般 面如死灰 衣冠不整 完全没有了平时从容淡定的气质 自己的小队考了第一名 并且打破了校史记录 难道主管他们的严主任 不应该高兴才对吗 怎么会是这副表情 反观严主任的死对头王主任 却是春风得意 好像今晚当新郎似的 作为严主任的得意弟子 他自然知道 两人的关系势如水火 眼前这怪异的一幕 让他心中生起一丝不安 不过很快 这份不安就消散了 自己这次的成绩 已经打破了校史记录 还能有什么变数不成 就在这时 台上的陈校长终于开口说话了 同学们 我要跟大家报告一个喜讯 在本次的五颗小笔中 终于有队伍打破了 保持三年的校史记录 真是可喜可贺啊 听到这番话 台下的同学们一片哗然 都纷纷看向陈悠悠 好见这一队五人 虽然之前已经听到了一些风声 但从校长口中亲自确认 那种感觉还是不同的 陈悠悠渐渐渐的下巴扬得更高 好见的脸上也止不住的笑意 下面我来公布一下 排名前十的队伍 以及队伍成绩 其余小队可以等大榜发布后 自行查看 第十名 054小队 总分927分 第九名 138小队 总分951分 第八名 260小队 总分996分 念叨队伍编号的小队 都是爆发出了一阵激动欢呼声 虽然没机会得到保送名额 但他们还是会得到学校的奖励 而且还会在档案中 记录下这份荣誉 无论今后 从文还是从武 都有许多帮助 不过大多数人 自然还是更加期待前三名的揭晓 因为只有前三名的队伍 才有机会获得五大的保送名额 第一名的队伍 更是能获得省重点五大的保送资格 第三名 007小队 总分1557分 听到这样的成绩 007小队的队员们 却似乎并不高兴 甚至还有些沮丧和失落 大家倒也能够理解 毕竟他们前几次考核 可都是排名前二的 这次武科大比前最关键的一次考试 却调到了第三名 这对他们来说 显然是沉重的打击 第二名 012小队 总分1857分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恭喜他们 打破了校使记录 虽然校长在台上带头鼓掌 但台下的掌声却稀稀拉拉 几乎所有人都被这个结果震撼到了 打破校使记录 第二名 那第一是谁 校长 您是不是搞错了 好剑忍不住的大声质问 陈明武也不气恼 微笑道 好剑同学 请不要着急 等我把成绩全部公布以后 再问不迟 然后 他并不停顿 直接照着成绩单 中气十足地念出了最后一份成绩 第一名 326小队 总成绩3636分 第十六章 你挡到了 当326小队的成绩公布出来之后 台下众人顿时开始焦头接耳 326小队是哪个 我也不知道 没听说过 我知道 好剑之前待的那个小队 他在考试前 才跟夜城换了位置 卧槽 是他们 他们是第一 不能吧 失去了一个金牌射手 补进去一个吊车尾 成绩不降反升 反而就 就第一了 几乎所有人的眼睛 都在同一时间 朝着326小队的方向看去 那眼神中 带着迷茫 不解 震撼 难以置信 等多种复杂含义 好剑更是歪着脑袋 一脸正愣的表情 他的大脑持续当机 根本无法理解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直到周围那震耳欲聋的议论声响起 才将他彻底敲醒 这不可能 好剑当机立断的大叫一声 虽然他拿不出任何证据 但他根本不相信 三二六小队会取得这样逆天的成绩 之前他就在三二六小队待过 与其中的四人当过好几个月的队友 可以说 彼此之间知根知底 他们什么样的实力 难道他不知道 就凭那四个废物 怎么可能考出三千多份 之前 如果不是靠他这个金牌射手带着 他们可能现在 都被学校劝退 回到文科班了 至于跟他互换队伍的夜晨 他之前根本都没放在眼里 一个连魔化前虫的防御 都破不了的后排输出 不是废物是什么 然而 现在校长却告诉他 这五个废物组合在一起 竟然考出了三千多分 足足比他们小队高出将近一倍 这没道理 不光是他 程悠悠对这种结果也极力抗拒 他声音尖锐地朝台上高喊 校长 你一定是弄错了 这成绩有假 我要抗议 此言一出 周围嘈杂的议论声戛然而止 大家纷纷向注意力投向了这里 都想知道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校长陈明武 似乎早料到会有这么大的反应 当即微笑开口道 程悠悠同学 我知道你很急 但你先别急 有话慢慢说 你要抗议什么 程悠悠心理素质还算过硬 即便是在这种千人注目的场合 也没有太过的惊慌失措 反而是深吸一口气 让自己迅速地冷静下来 这才开口道 校长 我们队的好剑 跟三二六小队的曹壮 姚文 陈雪 陈冰 曾经是队友 而叶晨在这次考试之前 同时是我的队友 所以我对他们的实力非常了解 就凭他们这些差 就凭这些同学的遗忘表现 可能考出这种成绩 还请校长和各位老师 再仔细核查一遍 毕竟这次考试的成绩 会写入个人档案 而且还涉及到保送名额的分配 希望您能慎重处理 一口气说完 程悠悠显得底气十足 不卑不亢 而周围的大多数同学 也都认可程悠悠的诉求 毕竟他们对叶晨这个学校红人 还是有所了解的 当然这里面自然少不了 程悠悠不断宣传的功劳 我觉得程悠悠说得对 校长还是重新审核一下 三二六小队的考试成绩吧 是啊 这么离谱的成绩 谁信啊 是不是多写了一位数啊 学校审核 有点太不负责任了吧 这里面一定有黑幕 一些对叶晨有一定了解 以往总找叶晨 提前对成绩的学生 率先开口 响应程悠悠 带动着不少学生 都开始声讨起来 等同学们发泄的差不多了 台上的陈明武 这才用手压了压 示意大家不要说话了 然后他才继续说道 我很能理解大家现在的心情 三二六小队目前的这五名同学 的确在以往的考试中 并不太理想 可大家不能总已就眼光看人 五道一图 一飞冲天 逆袭改命的故事 数不胜数 顿了顿 陈明武又道 就拿我们大厦五部的 第一人谭部长来说 他在35岁之前 还都仅仅只是个三品巅峰舞者 甚至连中品都没跨越 可在之后的事 大家都有所耳闻 谭部长一年跨一品 等到40岁前 已经踏入了高品之列 而后三年踏入八品 又五年踏九品 成为我大厦的一尊守护神 他笑了笑道 既然谭部长能有如此际遇 为什么你们就不相信 身边的同学 也能逆袭崛起呢 叶辰他算是什么东西 还配跟谭部长相提并论 成悠悠撇了撇嘴 就算所有人都能逆袭 我也不相信 叶辰这个废物逆袭 他刚刚才把叶辰 从小队中踢出去 现在 如果叶辰真的逆袭了 那不显得自己很蠢 我也不相信 好界也开口道 我还是希望 校方能拿出真凭实据 不然这结果很难服众 你想要什么证据 陈明武眉头微皱 本校长的话 就是最好的证据 一声立合 顿时让台下寂静无声 他们刚才甚至都已经忘了 站在他们面前的 不仅是一位校长 更是一名六品巅峰的强大舞者 在舞者的世界 拳头就是硬道理 他们刚才竟然还敢质疑对方 简直是活腻了 见压制了学生们的躁动 陈明武再次态度一转 又和蔼平静地说道 我能理解大家此时的心情 但这只小队的考核录像 是经过我和两位教导主任 亲自验证过的 你说是不是呀 严主任 见校长看向自己 严诚意连忙点头道 是是是 玄机 脸上的表情更加的难看 好见这回终于知道 严主任为什么会是那副表情了 他的心顿时咯噔一声 这表明连严主任 都认可三二六小队的成绩 然后陈明武又指向何老师 向大家道 这位何老师 是三二六小队的记录老师 他也可以作证 何老师点点头 上前一步 对台下的数千学者说道 我叫何苗 是三二六小队的记录老师 我保证三二六小队的 本次成绩真实有效 愿意一名老师的师德 和教学资历做担保 众人一听 这才逐渐平息下来 但内心还是难以接受 下面 有请这次小笔考试的第一名 打破校使记录 一千多分的传奇队伍 上台领奖 陈明武带头 众人这才开始热烈的鼓掌 而在如此热烈的掌声中 自己的掌声 就在这时 在他身后 却又响起一道熟悉的声音 麻烦借过 好剑木讷地回头看去 这才发现 以夜晨为首的三二六小队 全员都站在了自己身后 只听夜晨沉声开口 你挡到了 第十七章 一鸣惊人 好剑一听这话 顿时怒火上涌 恨不能给夜晨一拳 曾几何时 他堂堂金牌射手 谁敢这般对他说话 脸色清白的变化一阵 好剑终于是微微点头 用狠力的目光看向夜晨 沉声道 好 我们走着瞧 说完 便闪到一旁 让夜晨等人过去 夜晨这么做 自然是为了帮陈雪和陈冰出一口气 不过这仅仅只是开胃小菜 以后有他夜晨在的地方 就绝对不会让好见好过 至于陈悠悠 他连看都没看一眼 直接大不留心地 从其身前走了过去 跟在他身后的陈冰 却恰恰相反 哪怕是已经走了过去 静又回转过来 站在陈悠悠的面前 直视对方 忽然间露出一个甜甜的微笑 十分温柔地道 悠悠姐姐 你的王牌射手真好用 但现在是我们的了 谢谢姐姐割爱哦 陈悠悠闻言 废都要气炸了 可陈冰却没给他发作的机会 说完便转身随着姐姐 一起登上讲台 小贱人 看着陈冰趾高气昂的背影 陈悠悠牙齿恨不能咬碎 他在心中暗暗发誓 今天受到的奇耻大辱 一定要抱回来 台上 曹壮几人一字排开 他虽然是队长 却把最中间的位置让给叶晨来站 自己和姚文站在了最外面 陈雪和陈冰一左一右挨着叶晨 台下 早有摄影老师端起相机 给这五名学员咔咔咔地 快速拍了几张照片 毕竟这只黑马实在黑得发亮 在这次考试之前 没有人会关注到他们 甚至连一张合影都没有 而现在 学校急需补上这一空白 因为在学校光荣榜上 将会有他们的身影 台下不少学生都是满脸羡慕 期待自己有朝一日也能一鸣惊人 紧接着 在众人的目光中 校长将提前做好的 一百万奖学金牌子 送到了几人手上 让他们举在身前 这一百万奖学金 可以五个人平均分 也可以小队内部商讨决定 校方不会过多干涉 好了 我想大家现在一定非常想知道 你们究竟是如何取得 这么优异的成绩的 校长拍拍手 满脸笑容地道 下面有请三二六小队的队员 分别为大家讲两句 谈一谈他们的逆袭之路 让我们大家能向他们学习 或是借鉴借鉴方法 第一个开口的是 队长曹壮 他不好意思挠挠头 憨厚一笑道 其实我也没什么可讲的 只能说 我们的诚哥真的太厉害了 我们很幸运 能和他做队友 校长听到这里 立刻插话道 哦 你是说 你们小队能取得这样的成绩 多半归功于叶辰 这个问题 再次让所有人的神经紧绷起来 叶辰有那么强 他不是吊车尾吗 姚文此时事事开口道 不 不仅仅是多半 而是全部 陈冰也紧跟着点头表示赞同 没错 可以说 我们小队能取得今天这个成绩 全都是叶辰哥哥的功劳 我们只是 尽到了微不足道的辅助作用罢了 陈雪也鼓足勇气 声音虽小却坚定地说道 我也是这个意思 小队四人说完 全场一片哗然 场面更加骚动 所有人都对这个结果 感到难以置信 看起来 他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叶辰 重新认识 这个曾经的吊车尾 最不敢相信的 自然是陈悠悠 他根本不相信叶辰会有这种实力 之前在他的队伍里的时候 他们小队面对一只魔化前虫 都熬战了很久 就是因为叶辰这个后排输出不给力 破不了魔化前虫的防御 这才仅仅只过了一天 叶辰就像换了个人似的 这让他如何相信 想到这里 陈悠悠还是不死心的 忽然高声道 校长 我有话说 陈校长文言 看向这个满脸不服的少女 再次问道 陈悠悠同学 你还想说什么 陈悠悠道 我想请求校长公布 三二六小队的具体数据表 考核视频是机密不能公开我知道 但至少数据表总可以告诉我们吧 不然真的很难服众 陈校长微微一笑 看向台下的学生 问道 你们大家也是这个意思吗 对 校长 我们也想知道具体数据 陈悠悠身后的李楠 赵刚 刘彻等人 纷纷起哄 那好 我就给你们念一念 陈校长摊开数据表 道 那就先念一念你们零一二小队的数据吧 击杀一分魔物76只 击杀二分魔物424只 击杀三分魔物211只 击杀二品魔物魔化刚以后一只 300分 总计1857分 陈悠悠与身边队友眼神交流一番 都没有任何意义 他们的成绩细节 早在魔窟里 就已经算好了的 紧接着 他们听到校长继续说道 下面是三二六小队成绩 击杀一分魔物49只 击杀二分魔物413只 击杀三分魔物587只 击杀二品魔化前 虫王一只 1000分 总计3636分 等到陈明武将最后的分数 说出来以后 一轮声轰然炸脸 我滴个乖乖 这也太猛了吧 原来 他们也击杀了一只二品魔物 而且是最强二品魔物 魔化前虫王 难道分数这么高 这么一对比 陈悠悠他们对输的 是真不愿啊 也就杀的小卡拉米比 夜晨他们多 精英级别的怪夜晨他们完胜 这数据说明什么 说明曹状他们的话都是真的 夜晨的输出能力 的确爆表 小怪根本不屑击杀 而是专门找精英魔物杀啊 可直到此时 陈悠悠还是不愿相信 这是事实 在他身边的好剑 也是疯狂摇头 眼睛血红地嘶吼道 这不可能 就连我这个金牌射手 都只杀了200多的三分魔物 他夜晨这个 连魔化前虫的防御 都破不了的家伙 凭什么能杀将近600只 陈明武淡淡开口道 好剑同学 你有所不知 这将近600个三分魔物 全都是魔化前虫 他还想再说些什么 却是被一旁的夜晨打断 直接开口道 我这个人不太会说话 那就在这里 给大家表演一个百步穿扬吧 说完 他张弓搭建 瞄准远处操场上的 一座工学生练武的同志甲人 那足足有150步的剧脸 他呼吸平缓 全身的力量 都集中在了那一瞬间 然后猛地放开弓弦 这一剑 快如闪电 急如流星 瞬间便击中了假人 爆发出当的一声脆响 音波在操场上不断回荡 不仅震得所有人哑口无言 更震碎了某些人脆弱的玻璃心 第十八章 各方拉拢 150步开外 一剑命中 同志假人 而且剑身 直接没入假人内部 我滴个乖乖 这力量 也太恐怖了吧 这就是曾经那个 被踢出小队的吊车尾吗 之前还有人说他是废物 说他输出太低 现在看来 那些人眼睛 是不是瞎了 这一剑的威力 已经堪比二品无者了吧 难怪能击杀魔化前冲王 现在我完全相信 他有这个实力 不知道 程悠悠现在是什么心情 如果我是他的话 现在怕是长子 都毁清了 叶辰射完这一剑 便是带着队员们走下台来 这一次 面前的所有人 都主动地给他们让路 满脸的崇拜和敬畏 当叶辰再次走过 好见身边 只是淡淡地扫过对方 后者便不自然地 将眼神移开 仿佛不敢与其对视 这让叶辰轻蔑一笑 等好见反应过来 暗骂自己软弱 想要对视回去的时候 却发现 叶辰早已走远 王八蛋 我要废了你 好见双拳紧握 浑身发抖 叶辰不仅抢夺了 本该属于他的荣誉 而且还让他遭受了 奇耻大辱 这个仇他一定要报 此时程悠悠的心情 也不比他好到哪去 他发现 曾经那个舔狗 现在竟然连看都不看他一眼 竟然直接被对方无视了 他的骄傲和自尊 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 就在他恼怒之际 忽然看见 陈冰再次站在他的面前 带着一脸天真无邪的 甜美笑容道 悠悠姐姐 谢谢你把叶辰哥哥 忍痛割爱给我们 不然我们 还真的拿不到这个第一名吗 你 陈悠悠刚要发作 却听见不远处 叶辰的声音 悠悠传来 走了冰冰 多余的话不要说 陈冰连忙乖巧地跟上叶辰 小声嘀咕道 谁让他之前 挖苦叶辰哥哥的 叶辰微微点头 道 谢谢你刚才替我出头 陈冰小手一倍 挺着胸脯骄傲道 希希 这是我应该做的 陈雪跟在身边 用手捂着小嘴偷笑 曹壮和姚文也对视一眼 都看到对方眼中 难以掩饰的笑意 相互捶了捶胸口 今天可以说是 他们有生以来 最为风光的一天了 看着几人 嬉笑着离开的背影 呈悠悠气的脸色发紫 也不跟队友招呼一声 一转身便 只朝着宿舍方向跑去 气死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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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悠悠回到宿舍以后 便是发了风势的 撕扯起床上的布娃娃 锋利的指甲 深深嵌入布料 用力猛扯 露出了里面 洁白的棉絮 直到那组 有艺人高的布娃娃 被撕扯的支离破碎 布料棉絮 飞了一地 陈悠悠 这才穿着粗气的停手 她刚才已经将布娃娃 想象成了夜晨 恨不能彻底将其撕碎 就在此时 门外走进来一名女同学 没穿校服 身上竟是名牌衣裙和包包 她似乎早有预料 看到眼前这狼藉的景象 也不惊讶 只是笑道 姐妹怎么又发这么大的火气啊 陈悠悠一见 是闺蜜于情 火气稍缓道 你不去陪你的大款男朋友 怎么有时间 跑我这来了 于情也不客气 直接坐在了她的床上 笑道 这不是听说我们成大小姐 被人惹生气了吗 所以才专程跑来 安慰你的 老娘 倒是要看看 究竟是谁吃了雄心豹子 胆敢惹我的姐妹 还不是那个叶晨 叶晨 你之前跟我说的那个舔狗 对 就是她 于情文言 疑惑道 你之前不是告诉我 已经把她踢出小队了吗 还跟我电话里 开心地说 终于甩掉了那个垃圾 这怎么又生上她的气了呢 程悠悠表情一垮 抱怨道 还不是因为那个死男人 不知怎的忽然变强了 站了一下 跃升好几个档次 把我们队的第一 都给抢了 什么 竟然会发生这种事情 你之前不是还跟我说 她软弱无力 根本不算的男人吗 于情说完 见程悠悠面色难看 连忙又哄道 嗷嗷 姐妹不气 都怪那个死男人不好 要是早点变强 不就没这回事了吗 程悠悠白了一眼 又狠狠地说道 我一定要让这个 死男人付出代价 还有陈冰那个臭婊子 竟然敢羞辱我 看老娘 不扒了她的皮 对对 得罪我们程大小姐的人 都不会有好下场的 说完 于情眼睛转了转 然后道 悠悠 你何不把那个田狗 再叫回到你身边来 凭我们程大美女的条件 只要随手一招 那个田狗 夜晨不就得乖乖 回到你的身边 到时候 你们还是最强小队 你还是那个女王 程悠悠 顿时眼前一亮 抓住于情的手臂 激动道 对呀 我都快被这个死男人气死了 怎么就没想到这一点呢 只要我稍微 给他一点甜头 那只田狗 还得乖乖 回到我的身边 这就对了 于情也欣喜一笑 这才是我的好姐妹 程悠悠女王吗 程悠悠听完 自信又再度出现在她的俏脸上 道 好 等过两天找个适合的机会 想逃出本女王的手掌心 哼哼 做梦 悠悠 人家专程过来看你 又给你出主意 你待会 可要好好款待我一顿大餐哦 没问题 本女王今天心情不错 一会请你 去米其林搓一顿 与此同时 严主任办公室内 满脸颓废的好剑座 在严主任对面 刚才大绑出来以后 击碎了她的所有骄傲 严程悠悠悠的 喝了口茶水 这才道 好剑啊 你怎么不说话 只不过是一次普通考试而已 又不是五颗大考 你沮丧了什么劲呢 严主任 都是那个叶辰 抢走了我的一切 我要杀了他 严程一听完一愣 连茶杯都放下了 沉声道 你说什么 我说 我要杀了叶辰那个杂主 好剑立声道 我已经安排了一个社会 闲散舞者去收拾叶辰 不要他的小命 也要把他打残 你疯了 严程一一拍桌子 怒喝道 我就是这么教你做事的 可是舅舅 好剑刚刚开口 便被严程一打断 别喊我舅舅 跟你说过多少次 在学校里要喊我职务 对不起严主任 是我一时糊涂 见对方发火 好剑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 我只是太想要那个第一了 太想要那个保送名额了 就算这次没拿到第一 没得到保送名额 又能怎样 严程一冷哼一声道 你能拿到省状元 不是更好 嗯 好剑目光一亮 严主任 难道你有办法 严程一再次喝了口茶水 笑道 小子 学着点吧 这次我教教你什么教 不诈屈人之兵 第十九章 大夏未来 您快说说 究竟有什么办法 能让我考取省状元 一听严程一有办法 能让他考取省状元 好剑立刻就来了精神 省状元的含金量 可要比一个保送名额可高多了 只要他能拿到省状元 在五大都能拿到奖学金 介约更高等级的功法秘籍 获得更多的修炼资源 甚至还能聆听高品 强者的一对一指导 未来的前途不可限量 你看 又急 严程一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模样 冷哼一声 这才慢悠悠地开口道 你总是想着 如何干到对手 却没想过 把对手转化成自己的助力 转化成助力 好剑眉头微皱 想了想到 严主任的意思是 把夜晨拉到我们队里来 但我心里咽不下这口气 你有什么咽不下的 省状元你不想要 可夜晨是从这个队出去的 按照规定来说 是不可以再换回来了 死脑机 严程一微微摇头 规矩是死的 人是活的嘛 小队的人员分配有我主管 我说合规 那就是合规 严主任英明 好剑竖了个大拇指 旋即又皱眉道 如果我真跟夜晨一队 恐怕还真能争一争这全省状元 可最终按照小队贡献 排个人名次的时候 又怎么确保 我能占到第一贡献值呢 很简单 软硬兼施 严主任微微一笑 他一个普通家庭出身的孩子 随便给他点钱打发了 也就是了 他如果不同意 那就发动我们严家 和你们好家两大家族的力量 对他施压 他不考虑自己 也要考虑考虑父母亲人吧 不怕他不把第一的位置让给你 他喝了口茶水 又道 只要他跟你一对 就必须任你摆布 等事成之后 你要是还咽不下这口气 你再找他麻烦不迟 这叫物尽其用 妙啊 好剑一拍大腿 但又转念一想到 可这小子 现在对我也有敌意 我担心 他不肯来我们小队 真是朽木 严主任满脸嫌弃 又道 刚告诉你要物尽其用 难道非得你去找叶晨 就不能让别人去找 你是说 成悠悠 严主任满意点头道 你小子终于是有点开窍了 叶晨不是喜欢成悠悠吗 那我们就来个美人计 还怕他不同意吗 给成悠悠打个电话 就说 我要见他 校长办公室内 叶晨呢 来坐 校长陈明武 笑呵呵地指了指对面的沙发 邀请道 谢谢校长 叶晨微微点头 端坐在了椅子上 刚才散场后 他就被陈明武叫到了办公室来 虽然不太明白对方的用意 但应该也没什么坏事 虽然他这三年来 跟这位校长见面的次数屈指可数 但对这位校长的行事风格 还是略有耳闻 据说这位校长是真正下过魔窟 上过战场的狠人 死在他手下的魔窟舞者和魔物 没有十万 也有七 八万 五年前 以眼影为首的霓虹忍者范边时 他同样赶往前线 还跟一名七品精英上 忍恶战了十多个回合 要不是后来大夏援军赶到 他都想与之同归于尽了 这些精力 也造就了他雷厉风行 处世果敢的做事风格 自从他从抗魔军退伍转业后 凭着战功和自身实力 就来到松江高中当了校长 松江高中在他的领导下 武考的成绩年年攀升 今年马上就要平级成为 是重点武科高中了 呵呵 不用那么拘谨 陈明武摆了摆手 示意夜城放松 然后又接着说道 我已经看过你的考试视频 表现得非常不错 虽然我不会去追问你 究竟如何从默默无闻 一跃成为全校的最强射手 毕竟每个人都有属于 自己的武道之路 一鸣惊人的以前有 以后也不会少 不过通过我的分析 你在后排射手这个位置上 埋没了你最大的才能 我还是建议你 转型前排肉盾角色 更加的适合你的发展 说到这里 陈明武抬了抬头 透过老花镜看向夜城 怎么样 你考虑一下 夜城连忙摇头 校长 谢谢你的好业 但我还是 想当一名后排射手 因为我从小的梦想 就是成为世界最强射手 陈明武无奈一笑 既然夜城不想更换职业 他也不能强求 该说的他说了 至于夜城未来能走到什么地步 也唯有看他自己的造化了 这个时候 电视里的新闻报道 近日 霓虹国再度排放和污水 这已经是其297次排污 给周边邻国和世界生态 带来了难以估量的灾难后果 我们对此严重抗议 这条新闻报道完 陈明武应陈道 霓虹国最近又在搞肮脏的小动作 甚至利用河污水 培育了一批生化忍者 并且 他们打算派遣这些生化忍者 潜入我们大厦 刺激暗杀我们的年轻精英 并且将身上的细菌病毒 和核污染传播给我们 齐心可诛 若是未来 我们大厦与霓虹再次开战 老子还要上战场 就算舍掉性命 也要拉几个霓虹忍者陪葬 这些狗东西 我以后见一个杀一个 见两个杀一双 叶辰握了握拳头 无论前世今生 他最恨的就是这些 桑尽天良的畜生 如果今后在战场上遇到 他绝对不会手软 陈明武反问道 以后也许还会有霓虹国的间谍 来拉拢你归顺他们 许你大量的资源 助你成就高品 难道你就不心动 叶辰淡淡道 我只听说过狗臣服于人 从来没听说人要臣服于狗 不愧是我大夏的传人 陈明武爽朗一笑 希望你未来能帮大夏 铲出这颗毒瘤 说着 他从身后的柜子中 取出一个木匣 推给叶辰道 这个送给你就当是见面礼 第二十章 组织考验 这是 叶辰打开木匣 里面竟是装着 一把乌黑的金属长弓 长约五尺 弓身厚重 阳光照射之下 竟是绽放出一丝金光 这弓一看就不是反品 叶辰当即道 校长 这礼物太贵重了 我不能收 他和校长非亲非故 怎么好意思白拿人家的东西 如果是普通货色也就罢了 这弓明显价值不菲 市面上那些卖十多万的弓 都不一定有这把好 陈明武没有回答 而是自顾自地拿起长弓 看向他的眼神 就好像在看自己的爱人 南南道 此弓名为乌铁弓 是当年我的老师 找专人替我打造 曾经跟随我南征北战 是我最喜爱的老伙计 他呵呵一笑 拿着吧 反正老头子 我现在也用不上了 送给你上阵杀敌 总比在牧匣里蒙尘要好 这把弓 经过我多年酝养 任性十足 你用到中品 没有一点问题 可校长 这弓我真的不能要 见叶辰一再推辞 陈明武眉头一皱 低喝道 让你拿着你就拿着 拿那么多废话 还是不是个老爷们 你的弓不是坏了吗 没有一把衬手的长弓 怎么当你的世界 第一射手 那就谢谢校长了 叶辰剑拗不过 只得把弓接了过来 入手沉重 弓体冰寒 当真是把好弓 跟他之前使用的那把复合弓 完全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这就对了 陈明武健壮 再度浮现笑脸 我陈明武想送的东西 就没有人敢不收的 不想送的 也没有人能抢走 叶辰心中苦笑 没想到校长是这么执拗的性格 这大概跟他的军旅生涯 密不可分 好了 我就先不留你了 等过两天 我会联系春城武大的校长 来本校考察你的情况 你到时候要好好表现 如果被他看中 你就能保送春城武大了 这可是我们省府最好的武大 叶辰点头 我一定好好表现 陈明武满意地拍了拍叶辰的肩膀 亲自把他送到了办公室的门口 临走之前 他又对叶辰道 叶辰啊 虽然你心向大下 待人真诚 但有些时候 能为自己考虑 还是要为自己考虑 毕竟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吗 嗯 叶辰眉头微皱 不知道校长最后跟自己说这番话 是什么意思 一开始让自己转职 后来又忽然跟自己 聊起霓虹国的事情 然后又将他的配工送给了自己 这一系列的做法 让叶辰认为 校长是在对自己做爱国教育 可他最后对自己说的话 又是什么意思 带着疑惑 叶辰已经下意识地 走出了校长办公室 迎面撞上了王长志 这是主管他们普通班的主任 某种意义上来说 也是叶辰的班主任 王老师好 叶辰打了声招呼 就想直接走过来 毕竟王主任三年来 就没给过自己什么好脸色 而且之前在考核前 因为自己乱射箭 惹他生气 要扣自己的分 本以为王主任会像往常一样 当做耳旁风 没想到这次 却直接叫住了叶辰 满脸对笑地道 叶辰同学 这次考得不错呀 不愧是我王长志带出来的学生 都是王老师平时教导有方 叶辰小拍了一记马屁 仿佛忽然想到什么 又道 学生有个不情之请 还请您能批准 什么事 你说 之前我违反了纪律 王主任说是要扣我们小队的分数 但这件事跟我的队友无关 希望您能高抬贵手 放过他们 只扣我一个人的分数 嗨 王主任一摆手 大度地道 我当时什么事呢 我早就忘了 王老师我不记仇 说完 两人相互对视一眼 然后发出一阵嘎笑 与叶辰分别后 王长志来到了校长办公室 人走了 陈明武看向窗外 出神地问道 走了 我交代你办的事都办好了吗 校长 我办事 您放心 王长志说完 陈英片刻厚道 不过我们这么做 是不是有点太过了 不过 陈明武淡淡道 从考核视频来看 他的确是一个好苗子 更难能可贵的 是他能把分数评分给队友 但严格的选拔程序 也是必要的 这是组织的一贯规定 叶辰没有经历过战场的洗礼 和严酷的考验 那就只能人为地制造一些麻烦了 其实也可以等他自由成长 等实际成熟的时候 我们在 陈明武直接打断道 那样太久了 而且风险极大 我相信 叶辰是一块蒲玉 我相信自己的眼光 而这样的天才 值得我去重视和培养 现在的环境太热烈了 内忧外患 大厦需要这样的栋梁之才 他转身 看向王长志 所以我们更要提早防护 确保他能平安地成长起来 不是亚苗助长 也不是温室养花 而是做必要的干预 曾经有多少大厦的天才人物 还没来得及长成 就被外部势力有预谋的渗透和暗杀掉了 这是前车之剑 我们不得不防 王长志郑重地点点头 认真的道 我明白了 但我说句不好听的话 这仅仅只是一场普通的考试 您就那么认定 叶辰能达到假上等学员的水平 陈明武转身夺不到 若单论攻击力 还有待商榷 但再加上那无与伦比的防御能力 假上等无疑 多少年了 我们江城终于要出一个假上等的学员了 而且还是在我们学校出来的 你不高兴吗 如果真是假上等那自然高兴 可万一最后闹了个乌龙 那您火急火燎地向组织汇报 就不怕组织惩罚你胡乱举荐的罪名 陈明武瞥了王长志一眼 严肃道 你忘了 组织最看重的是什么 是一个人的三观和人品 就算叶辰最终测评结果不是假上等 我相信他的人品也符合组织的要求 愿意将胜利的果实与队友分享的人 他能有多坏 而且我这不是还在考验叶辰吗 但记得下手要有分寸 王长志沉默一阵 然后说道 我明白了 校长 你放心我下手有分寸 这件事你要亲自负责 最好不要再让第三个人知道 陈明武话音一转 笑道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将这个信息卖给霓虹奸细 没准能得到一份丰厚报酬 校长 您又来 王长志无奈 我好歹也算您的弟子 连我你也要试探 呵呵 你小子不惊斗 开个玩笑罢了 第21章 女神来了 叶辰与王长志分开后 正在思考着校长话中含义 便是听见有人喊自己 叶辰哥哥 我们在这里 他抬眼一看 陈兵在不远处正挥着手 一脸喜气地看着自己 在他旁边 陈雪 曹壮 姚文都在 本以为他们已经回去了 没想到都在这里等着自己 叶辰笑了笑 便是朝着他们走去 走上前去 叶辰笑问 不是说了 让你们先走吗 怎么还在这里 姚文无奈地摊了摊手道 我们本来是想先回去洗洗澡的 可陈兵他拉着我们不肯走 非说要等你出来一起回去 这会儿功夫 就听他叶辰哥哥长 叶辰哥哥短的 真是片刻不见 都万分想念忧 陈兵疼得战红了小脸 大骂道 蚊子 你要死啊 明明是姐姐不肯走 非要拉我一起 嗯 他话说到一半 就被另一张大红脸 沉雪捂住了嘴巴 小手掐在陈兵的细肉上 好了 大家都不要闹了 笑闹了一阵 曹壮拍了拍手 然后看向叶辰道 陈哥 其实我们等你 是有一件正经事要告诉你 说到这里 陈兵等人也都安静下来 静静地听着 哦 你说 叶辰也很好奇 到底什么是让他们这么认真 我们几个刚才讨论了一下 学校发的 那笔第一名奖学金 决定全部给你 我们一分不要 见叶辰想要开口 曹壮立刻又说道 陈哥你不用再说了 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如果没有你 我们今天也不可能这么风光 刚才王主任告诉我们 凭着这次考试的成绩 我们也可能保送五大 虽然不是重点五大 但对我们来说 已经是天大的恩赐了 所以 这份奖学金 我们无论如何 都不能再要了 姚文也道 老大你就收下吧 你要是真拿我们当朋友 当队友 那就不要再推辞了 我们今天得到的好处 已经够多了 再贪心 会天打雷劈的 他俩说完 陈兵开口道 叶辰哥哥 你以后去了重点五大 无论是学习还是修炼 肯定都花费巨大 你未来发展得好 我们还能跟着沾光呀 陈学也点点头 虽然没有说话 但脸上的表情 却极为认真 感受到几人的决心 叶辰也就不再推辞 当即点头道 好吧 那我收下 算是我欠大家一个人情 他现在的确是需要钱 毕竟穷文富武 没有大量的资源砸下去 自己不可能快速提升修为 虽然他有系统傍身 但五道还是要修的 修为是根基 也是门槛 想获得升迁的机会 需要修为 想进入某些高危魔窟 还是需要修为 想获取或者借阅高级功法 同样需要修为 可以说修为是一个舞者的门面 想出人头地 这个是绕不开的 另外 提升修为 也能大幅度地提升身体机能 舞感会变得更加灵敏 身体也会更加迅捷 五脏六腑也会随之强化 甚至修到高品 还能觉醒精神力量 这都是低品舞者难以企及的 系统给予的能力 都是与自身实力加算 甚至是在此基础上成算的 自身修为越高 力量也就越强 再加上乾坤一击所积累的力量 那招式自然能爆发出 更为恐怖的杀伤力 同样的 修为越高 身体的速度和敏捷性也越高 在暗影及时的加持下 才能获得更恐怖的爆发力 最为关键的 随着修为的增长 兽缘也会随之提升 中品舞者 就已经至少能活到一百岁了 七品舞者 更是能达到一百二十岁以上 至于更高品叶晨也不知道 总之修为越高 兽缘提升的也多 不仅能延年一寿 还能延缓衰老 听叶晨这么说 陈斌等人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曹庄憨笑道 陈哥你说的哪里话 什么人情不人情的 只要你心里记得我们几个 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你在说什么 老曹 姚文表情夸张地道 我老大是那种 见力忘义的人吗 实在不行 那就让陈斌陈雪 出卖一下色相好了 陈斌笑嘻嘻地道 我和姐姐 倒是没什么意见呢 只要叶晨哥哥愿意 听妹妹这么没羞没骚 陈雪这次 反倒出气的安静 你们少消遣我 拿我当什么人了 叶晨笑骂一声 却遭到姚文义正言辞的反驳 老大 现在都什么年代了 你还抱着几十年前的老思想 现在的强者 都有不止一个伴侣 传闻公布的柳春雪部长 拥有八个男伴 谁敢说他什么 像我老大这样的添娇 未来的成就肯定更高 有几个红颜知己 又怎么了 我还是算了 无福消受 娶一个老婆都够麻烦了 多来几个 不是麻烦死 见叶晨这么说 陈斌小脸一垮 似是有些气馁 几人正闲聊之间 迎面却是走来二人 叶晨等人抬头看去 竟是陈悠悠和于晴 看到两个美女 本该是开心的事情 但小队几人却心中一紧 说不出的不舒服 叶晨 现在看到我们悠悠 怎么连招呼都不打一个 你们的感情都这么生分了吗 叶晨没打算理他们 反倒是于晴率先开口 这倒是让叶晨 不得不应和一声 作为同学兼陈悠悠的闺蜜 叶晨自然是认识她的 甚至之前还讨好过她 送过小礼物 让她在陈悠悠面前帮忙做聊机 帮自己美言几句 于晴表面答应 但消息却石沉大海 根本就没掀起什么浪花 反倒是陈悠悠 似乎更加厌恶她了 找我有事 叶晨停下脚步 疑惑地看向于晴 哼 现在叶晨大天才筋飞昔比了 对我这个老同学的态度都这么僵硬 亏我当初还帮你追求悠悠呢 于晴故作委屈地道 怎么 现在想找你单独说说话 都不行了 叶晨眉头微皱道 有什么话现在就说 我还有事要忙 当着外人的面怎么说啊 于晴又黏着修长假睫毛的眼睛 扫了扫叶晨身后的曹壮几人 这次不是我找你 而是悠悠有话想对你说 难道你就不想听听 她可是你的女神哎 第二十二章 陈不要走 陈哥 那我们先走了 曹壮健壮 挤出一个僵硬的微笑 对方都这么说了 明显是在撵他们走嘛 陈冰火辣脾气上来 不满得道 叶晨哥哥都没说话 我们凭什么走 陈雪拽了拽妹妹衣角 示意她不要多说 姚文笑呵呵地道 这是老大自己的事情 我们就不要干涉了 说着 她便与陈雪一起拉着陈冰 一边走一边对叶晨道 老大 那我们就先回去了 忙活一天了 你也早点回去休息 等走出很远以后 陈冰这才正脱开姐姐和姚文的束缚 不满地嘟着小嘴道 你们干嘛这么急着走嘛 一看那俩妖精 就没安什么好心 八成是想勾叶晨哥哥的魂来了 姚文和陈雪文言都沉默不语 他们何尝不知道 陈悠悠和于晴是这个意思 只是 这是叶晨的选择 他们就算在那里 又有什么用吗 曹壮苦笑道 看你们一个个的 这么沮丧干什么 难道今天获得了第一 还不够你们臭屁的 可老大就要离开了呀 姚文无奈地摇了摇头 陈悠悠本来就是老大心中的女神 这是人尽皆知的事情 现在女神倒追 只要给点甜头 老大他肯定就倒个向陈悠悠了 曹壮拍了拍他的肩膀 旋即严肃道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自古英雄难过 美人观嘛 陈哥已经帮了我们太多了 就算他要离开 我们也不能埋怨什么 否则别怪我曹壮 第一个不答应 我只是担心叶晨哥哥 会再受伤害而已啊 陈冰促着好看的柳眉 担忧道 我是女人 所以了解女人 我总感觉 陈悠悠他们 没安什么好心 只是单纯地想利用 叶晨哥哥罢了 曹壮轻叹一声道 就算如此 那我们也做不了什么 这是陈哥自己的选择 现在我们说多了 反而会引起陈哥的不愉快 一切都只能靠他自己体会 我们能做的 就是做陈哥 最坚实的后盾 等陈哥能用到我们的时候 我们能一不容辞地挺身而出 队长说的对 姚文点点头 让我们祝福陈哥吧 祝他未来一切都好 陈冰用背齿 咬着红唇 小声道 但愿我的感觉 是错误的 如果陈悠悠他们 真的敢伤害叶晨哥哥 我和姐姐 是绝对不会放过他们的 即便是要动用 是吧姐姐 陈雪看向妹妹 坚定点头 另外一边 叶晨跟着陈悠悠 于晴二女 走到了教学楼旁边的 一处小树林里 你们有话 就直说 把我带到这种地方干什么 面对叶晨生冷的质问 于晴回头看他 一脸暧昧地眨了下左眼 道 你们男生不就是喜欢在这种地方 跟女孩子聊天吗 何况 现在是两位大美女陪你 还不满意 叶晨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小伙 对于这种挑逗 自然免不了热血上冲 何况此时四下昏暗寂静 没有旁人 眼前还有两个国色生香的大美女 只是理性却让他保持清醒 甚至对于情的做法 更加地厌恶 叶晨现在忽然明白了 讨厌一个人 即便对方千方百计地讨好 也会让你更加讨厌 而喜欢一个人 哪怕对方再无理取闹 你都会觉得 是娇满可爱 曾经的自己 不断地去舔成悠悠 后者应该也是这种感觉 自己越舔 对方反倒越是厌恶 而当叶晨找回自我 重回理性 这才发现 唯有改变自己 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 才能彻底改变 对方的看法 赢得别人的尊重 风水轮流转 现在被讨好的人 却变成自己了 这两人现在在他的眼中 就像是两个小丑一般 他倒是想看看 于晴和成悠悠 今天到底 想玩什么把戏 所以 当即配合着笑道 满意 我当然满意 能陪两位大美女聊天 是我叶晨的荣幸 见叶晨终于慢慢上钩 于晴给成悠悠 一个得意的眼神 表示一切按照计划 顺利进行 叶晨啊 听说 你又把我们悠悠惹生气了 听于晴这么说 叶晨微微一愣 不由辩解到 我哪有 你就有 于晴立刻反驳 不给叶晨任何辩解的机会 直接开口道 要不是你 抢了悠悠的第一名 他能生气吗 可明明是他主动 把我踢出小队的呀 那你当初 不会再坚持一下 求悠悠再挽留你一下 亏你还是个大男人里 连这点担当都没有吗 这番话 让叶晨听着 都气笑了 他现在终于明白 原来自己 一直就是这么 被他们扑 玩弄于鼓掌之间的 见叶晨不回话 于晴簇没暴毙到 叶晨 我的话 你听见莫呀 明白了对方的套路 叶晨也就没有耐心 跟他们玩一下去 当即冷声道 那你想让我怎么做 很简单 现在立刻 马上给悠悠道歉 于晴有些得意忘形 根本没发觉 叶晨的异常 他感觉已经胜券在握 对方 虽然实力变强了 但还是当初 那个傻小子 凭他多年 对付男人的套路 拿捏叶晨 还不是简简单单 当即再次催促道 还不快点道歉 这样悠悠 才会考虑重新接纳你 让你再次回到 他的身边 你不是 一直想追求悠悠吗 这是一个 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我拒绝 呃 你说什么 叶晨直接了当地回答 让于晴 以为自己听错了 我说我拒绝 说话间 叶晨转身 便朝树林外走去 现在跟这两个人 多待一秒都觉得恶心 他对于情道 收起你那套 玩弄人的把戏吧 你真觉得 你的套路很高明 那些愿意被你忽悠的有钱人 真以为一个个 都是傻子 他们只不过是将计就计 想得到你的身体罢了 一旦玩腻了 就会一脚把你踢掉 你一个拜金女想 加入豪门 一步登天 做梦 你 这番话 把于情气的不轻 谎言不会伤人 真相才是快刀 这些年 他调过的有钱人不少 每一个刚开始 都对他言听计从 可慢慢的 那些男人的 态度就会变得强硬 不再给他好脸色 也不再会轻易 给他花一分钱 想让对方娶自己 更是无从谈起 这些年来 金龟婿没调到 他的肌肤 却从粉嫩磨损的 渐渐发黑 青春早已不在 事到如今 他才幡然醒悟 他总以为自己 能掌控那些富豪男友 原来被玩弄的 一直都是他自己 眼看自己的闺蜜失利 叶尘快要走远 程悠悠顾不得 再装矜持轻高 连忙急跑上前 一把拉住叶尘的手 韩晴默默地注视着他道 陈 你真的要离我而去吗 第23章 我不会走 松手 感受到自己的手 被一双柔软的小手紧紧拉住 叶尘不由得眉头微皱 这双手 曾经是他朝思暮 想要牵到的手 可现在真的摸到 反而让他心里一阵恶心 我不松 程悠悠将叶尘窝得更紧 韩晴默默地说道 陈 之前让你受委屈了 如果早知道于晴他会惹你生气 我就不让他陪我来找你了 叶尘冷冷地看着他道 你到底想要说什么 这里可是学校 随时都有老师和同学经过 别跟我拉拉扯扯的 请你自重 学校又没规定不让谈恋爱 我跟我男朋友拉拉手怎么了 程悠悠理直气壮地说完 他又换上一副楚楚可怜的表情道 陈 我没经过你的同意 就说 你是我的男朋友 你 你不会生气吧 此时 路过树林边的几个学生 听到动静 纷纷朝这边看来 等他们发现 原来校园女神程悠悠 此刻竟是死死地 拉着叶尘的手 一脸楚楚动人地哀求着 不由地瞪大了眼睛 一颗八卦的心 瞬间蠢蠢欲动 我让你松手 你听见了吗 叶尘冰冷的声音 并没让程悠悠罢手 反倒是将身子 直接贴了上来 他一把抱住叶尘 交好的身段 几乎贴到了叶尘身上 蛮横道 我不松手 除非你真的忍心 把我狠狠推开 否则我就要这样 一辈子抱着你 这番话 听得不远处 几个看热闹的女生 发出尖叫 这简直是爆炸性的新闻啊 程悠悠竟然会 如此主动地追求叶尘 甚至已经到了 予取予求的地步了 他们甚至相信 只要叶尘想要 程悠悠今晚 就会是叶尘的女人 旁边几个男生 看得极度不已 这要换成自己 岂不是爽死了 被笑话倒追 这简直不要太爽 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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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渐渐地 有人开始起哄 有道是 男追女格作山 女追男格层沙 笑话都这么主动啊 哪个男人 能经得住这样的考验 程悠悠 也在这样的气氛 烘托之下 已经陶醉其中 自己都出麦色 像成这样了 你个傻小子 还不乖乖就范 他一定要榨干 叶尘身上的所有价值 不然都对不起 今天这么大的付出 死男人你等着吧 我早晚把你 驯化成我程悠悠身边的一条狗 然而 就在众人起哄 以及程悠悠已经想好 如何规训叶尘的时候 竟是一道巴掌 直接抽在了他的脸上 发出一道清脆的响声 啪 周围的起哄声 顿时戛然而止 所有人都不敢相信地 看着眼前这一幕 就在刚才 叶尘竟是 直接挣脱了程悠悠的怀抱 而且还回手狠狠地 给了程悠悠一嘴巴 程悠悠捂着硬狠的脸蛋 难以置信地看着叶尘道 你敢打我 叶尘冷冷地开口道 你以后再敢骚扰我 就不是一巴掌这么简单了 说完 便再次转身 朝大陆而去 程悠悠在身后不甘地大叫道 叶尘 你给我回来 你听见了吗 我现在命令你 给我回来 叶尘回头 轻蔑地看他一眼 撇嘴道 见不见啊 然后便扬长而去 只留下发疯的程悠悠 以及那些被雷的外交里嫩的看客们 很快的 程悠悠倒追逆西南 狂叶尘道骂见不见的精彩大戏 便在同学之间添油加醋般地传开了 不仅在同年级传开了 甚至连一年级的学弟学妹们 也都在津津乐道地谈论这件事 所有人都对叶尘的做法 万分震惊 有人说 叶尘比柳夏慧还柳夏慧 也有人说 好马不吃回头草 叶尘才是真男人 还有人展开丰富的联想 甚至怀疑 叶尘的兴趣向 是不是比较叛逆 总之众说纷纭 而且大家都还在 翘首以盼地等待着 事态的进一步发展 诚悠悠被打 他能就这么算了 即便他本人不找叶尘麻烦 他那一大批追求者 能放过叶尘 就在这件事疯狂传播的时候 始作俑者叶尘 却悠闲地 走在回宿舍的校园马路上 一抬头 便是看到不远处的 一座训练假人旁 却是站着四道熟悉的身影 竟是曹壮 姚文 以及陈家姐妹 叶尘走上前去 好奇笑道 你们怎么不回宿舍休息 在这里站着 我们在等老大你啊 姚文勉强挤出一个笑容 回答道 等我 叶尘疑惑地看着队友 察觉到大家的情绪 好像都有些失落 刚经历了一场大考 你们不回去好好休息 等我干什么 当然是想跟叶尘哥哥 你当面告别 陈冰咬着嘴唇 内心苦涩地开口 告别 叶尘眨了眨眼睛 我怎么听不懂 你们说的是啥意思 曹壮苦笑道 陈哥 你就不用再瞒我们了 我们已经猜到你要离队 所以大家自发地在这里等你 就想跟你当面道个别 哦 诚哥你别多想 他连忙又道 我们虽然舍不得你 但也不会挽留你 因为跟我们在一起 只会耽误你的才能 我相信 你在诚悠悠他们那队 有更好的队友 一定能在五课大考中 大放一彩 冲击省状元 这不仅仅是 我们学校的荣耀 也是我们江城的荣耀 我们也会为你骄傲的 嗯 陈雪重重地点头 美丽儿清纯 眸子中带着湿润 勇敢坚定地看向叶尘 似乎是在为叶尘加油打气 叶尘听完众人的慷慨陈词 心中却是哭笑不得 他翻了个白眼 但笑道 你们不要自己瞎猜好不好 我什么时候说过 要离队了 啊 什么 你说啥 曹壮四人齐齐一惊 叶尘无奈贪手 你们这是什么态度 难道真想念我走啊 摇你的脑袋 摇得跟波浪鼓似的 我们当然不希望老大你走啊 可我们这些人 在五课大考的时候 的确会拖你的后腿 这样 老大可能就与省状远势之交臂了 虽然老大 已经拿到了保送名额 但与省状远比起来 那真是不值一提了 对你未来的发展 也大有好处 区区一个省状远 能有多难 叶尘不屑一笑 又道 何况谁说 你们会拖累我 我之前不是说过吗 你们是我最信赖的队友 是我能放心 将背后交给你们的战友 有你们 在我才能放心输出 发挥出最大的能力 这是程悠悠 他们永远无法做到的 所以你们才是我叶尘的 最佳队友 姚文抽了抽鼻子 抬头望天 擦着眼睛道 老大 为什么听你说话 我总是想流泪 陈斌这时 才从震惊中缓过神来 他一跃跳到了叶尘身前 一张翘脸 开心的像朵花一样 他反复确认道 叶尘哥哥 你真的真的打算 跟我们一起参加大考吗 当然是真的 叶尘笑道 谁也不能把我们分开 好哎 陈斌兴兴奋的一跳 竟是直接双手环抱 搂住了叶尘的脖子 整个人如同树袋熊般 挂在了他的身上 妹妹 陈雪脸淡红红地训斥道 把腿拿下来 还有外人看着呢 也不害臊 陈斌笑嘻嘻地放下修长的大腿 就这么搂着叶尘的胳膊 开心道 叶尘哥哥 我请你们去吃海里捞 庆祝我们今天旗开得胜 说着便拉着叶尘朝校外走 姚文跟在身后道 你刚才不是还嚷嚷着累了 要回宿舍休息的吗 那是刚才 陈斌一撇嘴 我现在浑身充满力量 第24章 跪舔三哥 吃完饭从校外回来 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 与队友分别后 叶尘揉着吃饱的肚皮 满意地打着宝格 慢悠悠地朝宿舍走去 宿舍开门的老头李大爷看到他 都是一脸笑容地主动跟他打招呼 这让叶尘大为惊奇 要知道 他在这宿舍住了三年 就没见这老头笑过 整天就跟别人欠他三百万似的 没有学生不烦他 也没有学生不怕他的 毕竟这老头可是三品五者 别看他常年穿的跨栏背心 手里拿着蒲扇 脚踩拖鞋 但动起手来真不含糊 有一次两个寝室的五科学生打架 十几个人被他一只手全部干翻在地 从那以后 就再也没人敢在宿舍闹事了 等叶尘回到宿舍以后 这才发现 同寝室的同学都已经回来了 这宿舍是八人间 其中有六人是重点班的 只有叶尘和另外一个 室友是普通班的 那六人在宿舍就是一个小团体 拖地 换水 擦桌子这些劳动 基本都交给了他们两个普通班学生来干 往常宿舍里都十分热闹 但叶尘每次回到宿舍 基本都像透明人一样 没有人会多看他一眼 除非是想找乐子 在叶尘这里秀一秀优越感的时候 才会注意到他 可今天不一样 叶尘刚一回到宿舍 原本乱哄哄的宿舍 就彻底安静了 所有室友都盯着叶尘 那目光中都带着复杂的神色 好伴上 一个满脸青春痘的男生热情地道 呦 三哥回来了呀 他称呼叶尘三哥 只是因为叶尘睡在三号床而已 三哥累了吧 这有椅子 快坐 另外一个戴着黑矿眼镜的同学 连忙擦了擦椅子 铲笑着送了过来 对于两个人的热情 叶尘只是笑笑 简单道了生谢 就忙自己的去了 这两个重点班的学生 以前都是跟着其他人 以取笑叶尘为乐 他自然是懒得搭理 叶尘正将装着乌铁工的木匣 放入柜子 一个之前在角落里独处的男生 朝叶尘走了过来 兴奋地拍了拍叶尘的肩膀道 三哥 你啥时候变这么厉害了 也不告诉兄弟一声 真是一鸣惊人 以后可要带带兄弟我 六子 你少评了 你这次考的不是也挺好 都进年纪前五百了 保持下去 上个普通五大不成问题 叶尘一看是廖兵 请示另外一个普通班学生 平时跟他关系不错 就笑着回了一句 廖兵睡在六号床 所以外号六子 平时他也只跟六子能说说话 不是他高了 而是其他人根本就不屑 搭理他和六子 哈哈 再好也没成哥好啊 竟然直接考了个全校第一 打破校使记录一千多分 实在恐怖如斯 让小弟望尘莫及 六子刚说完 一鸣始终翘着二郎腿 手里夹着香烟 斜靠在被褥上 瘦高男生阴阳怪气道 看来以后咱们这个寝室 是三哥当家做主了 你们还愣着干啥 还不赶紧去舔舔三哥 最后那句话 他是朝着身边 其余几个室友说的 而那几人立刻笑道 老大你这是什么话 就算老三这次拿来的第一 那也比不上你啊 你可是常年保持在 年纪一百名左右的 只要正常发挥 那是肯定能进省重点五大的 就是啊 老三就这么一次爆发的成绩 能看出什么来 没准下次又原形毕露了 就算他真的拿到保送名额 以后去了五大 也不一定有老大混得好 依我看啊 校领导对老三的这次成绩 也持怀疑态度 没看连保送名额 都还没确定吗 而且还没给他换寝室的意思 还不是继续跟我们挤在这八人请脸 刚才朝叶诚献殷勤的两人听完 脸上的神色不断变换 最终又回到了老大身边 表明了立场 老大笑了笑 挑衅式的看了眼叶诚 然后又对刚才最后说话的老八卖弄道 你懂什么 请示那是随便换的 需要连续三次重要考核 保持在年纪前一百 才能更换到四人请 如果能保持在前三十 那就能住双人请 而且四人请和双人请 比咱们这八人请 还要大上不少 别提有多舒服了 还是咱们老大有水平 不愧是睡过四人请的牛人 如果老大不说 我们乃知道还有这些门道 老大吸了口烟 吞云土雾一番后又道 现在不行了 老子还不是跟你们这些小卡拉米 挤在八人请里 老大瞧你这话说的 一旁老五笑道 俗话说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你再不计 也比咱们请示其他人要强啊 咱们请示也就你睡过四人请 其他人根本没这个本事 也没这个资格 说着 还朝叶诚看了一眼 这马屁拍得舒服 老大也笑了 哎呀 行了 看大家现在都这么努力 就连咱们请示 两个普通班的都小有进步 我这个做老大的 也得稍微认真一些了 今天抽着最后一根烟 从明天起见了 练武 说到这里 请示的门砰的一声 就被人狠狠地踹开了 然后便从门外走进来 四五个同年级的学生 各个长得五大三粗 榜大腰圆 一眼的煞气 请示的老大看到这个阵势 也并没惊慌 看清来人后才慢悠悠地道 耗子 你他娘都活腻了 赶来老子的寝室撒野 说话间 在他身边的几个室友 也狠狠地瞪着对方 气势上丝毫不落下风 大家都是练武的 而且 他们几个还都是重点班的学生 谁怕谁啊 感受到来自老大等人的威压 那个叫耗子的男生 以及跟他进来的学生 气势顿势宜弱 耗子 看向老大沉声道 维哥 这事儿不冲你 我今天是来找叶晨的 那个敢打女人的软蛋在哪 看老子今天不打死他 我在这呢 就你要打我 身后突然传出声音 把耗子吓得一蹦 连忙转过身来 这才发现 叶晨站在他身后 他怒道 今天就是你打了成悠悠吧 叶晨点头道 没错 但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是他什么人 我是他 耗子顿时语色 他跟成悠悠 只不过是一般同学 甚至平时成悠悠都懒得搭理他 可他 为了在美人面前表现一下 这才来找叶晨麻烦 他当即怒道 你别管我跟他什么关系 你敢打他 那就是 跟我长号作对 看老子今天打死你 说着 抬手便要朝叶晨山去 但就在这时 门外 一个穿着跨栏背心的黑脸老大也走了进来 冷冷开口道 我看谁说要打叶晨啊 第25章 暴力速馆 听到这个声音 除叶晨之外 请示所有人都浑身一哆嗦 就连老大 都一改懒散形象 一个李渔打挺 从床上坐起来 连手上还没抽完的烟头都掉在了地上 慌张道 李老师 您怎么来了 李大爷静止走到他身前 弯腰捡起烟头 黑着脸道 谢志远 你胆子不小啊 竟然还敢在寝室抽烟 看来上次给你的教训还不够啊 一想到之前的惩罚 后者腿肚子直哆嗦 老大谢志远 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道 老师 求您开恩 饶过我这一次 这不是考试成绩不好 心里难过吗 你小子还知道难过 李大爷似笑非笑道 你要真支持后勇 就不会再抽烟了 狗改不了吃屎的东西 给老子继续蹲着去 老 老师 这人多 给点面子 待会儿再罚吧 一看李老头那威胁的目光 谢志远把后面的话又全验了回去 他知道再磨蹭一会 这个发文的李老头 一定会让他更加难堪 如果是一般的文科学校 临近毕业前夕 大家都不会再惧怕看门大爷 甚至还敢顶撞对方 但这是五校 就连看门大爷 都是三品五折 去年就有一个 临近毕业的武科学生过于嚣张 直接就被李老头给打骨折了 连大考都没赶上 后来家长来学校闹 但最后 也没拿李老头怎么样 也只是不了了之 今年转到别的学校复读去了 谢志远哪敢在他面前嚣张 直接走到一旁 双手抬起一个板凳举过头顶 双脚岔开 扎起了马步 周围死一般的安静 那个来找叶晨麻烦的长浩 还想带着人悄悄溜走 可还没等他 捏手捏脚地走到门口 就被李老头叫住了 长浩 你 给我站住 长浩浑身一击灵 僵硬地转过身来道 李老师 我没抽烟 我知道你没抽 李老头瞪了他眼道 你来这寝室干嘛来了 我 我 长浩仗红了脸 憋了半天道 我没事 我溜达 你溜达个屁 李老头劈头盖脸上去 就是一巴掌 长浩被打得直发猛 三品五折 已经淬炼完全身骨骼 那力道哪是一般人 所能承受 他连忙双手抱头道 李老师我错了 你还知道你错了 你错哪了 李老头边说 又是反手一巴掌 扇了过去 长浩感觉自己 像是被卡车撞了一下 浑身火辣辣的疼 他连忙继续哀求道 李老师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不该来找叶辰麻烦 李老师冷笑道 就凭你还敢来打年纪第一 你脑子嗅痘了吗 叶辰是这次的五颗第一 真动起手来 你们这几个兔崽子绑一起 都不够人家揍的 老头子 我不是在惩罚你们 是在救你们 懂不懂啊 说着 又是一巴掌 不解气 又踹了旁边几人挤脚 董董董 谢谢李老师 我们都知道错了 几个跟长浩过来的学生 唯唯诺诺 听完李老头的话 他们才意识到 自己在干什么 竟然敢找五颗考核 第一人的麻烦 他们真是活腻了 难道自己的脑袋 还比魔化前虫王的假靠硬 见李老头打完人 叶晨这才笑呵呵地开口道 李老师算了 反正他们几个也没打到我 惩罚几下就行了 嗯 不愧是咱们全校同学的榜样 你看人家这气度 就是不凡 李老头瞬间变脸 笑呵呵地夸了一句 然后一拍脑门道 叶晨啊 你看老头子我这记性 都被这几个浑小子气糊涂了 差点忘了正事 你现在赶紧打包一下行李 今晚就给你换请示了 啊 众人一听 顿时惊了 老大谢志远举着凳子 扎着马步 开口问道 李老师 学校不是规定 三次考核全部进入前一百名 才会更换请示的吗 咋的 你有意见啊 李老头眉头一束 直接让谢志远连忙闭嘴摇头 然后李老头又道 这是校长特批的 你们有意见去找校长 众人文言不由面面相觑 叶晨竟然能让校长特批 这真是宠到天上去了 难道叶晨 这次考核的表现真有那么好 连校长都折服了 有人好奇问道 李老师 叶晨要换到哪个请示去 601 601 单人请 此言一出 众人看向叶晨的目光 顿时又不一样了 没想到 叶晨仅凭一次的考试成绩 就被校长分配到了 六楼的一号请示 要知道 整个六楼就只有五间请示 据说那已经根本不能称之为请示 比一般的民用住房 还要宽敞漂亮 每间都有独立位语 甚至还有私人练工房 但这些他们只是听说 因为六楼他们根本没资格上去 只有最顶级的天才学生 才有资格入住 平时都有专门的老师看守 不让其他学生 打扰到他们的生活和修炼 而601请示 更是六楼请示中最大的 即便是平时 也是根本没人入住的 除非是得到校长特批 才有资格 上一个入住601的 还是三年前率队打破 校史记录的学长颜文心 此刻 所有人看向叶晨的目光 都变得不一样了 尤其是同请示的室友 表情更是复杂到了极点 当看到叶晨 开始收拾行李的时候 都纷纷上前 争着抢着伸手帮忙 三哥 我来 你起来 这个我帮三哥吧 刚才我俩帮忙的时候 你们都在冷眼旁观 现在能耐了 都拿开你们的脏手 看着自己原来的一众小弟 全都争着抢着去帮叶晨 此刻依旧扎着马步的老大谢志远 心里不是个滋味 可叶晨却是婉拒了 其他人的帮助 只是让六子 帮自己收拾行李 六子自然十分欣喜 帮叶晨忙前忙后 把床铺备单 都打包得利利索索 忙完这一切 叶晨看了看周围的室友 又看向六子道 如果以后有事的话 随时上来找我 唉 六子重重点了点头 他知道这是叶晨不放心他 担心在寝室挨欺负 所以才会这么说 而这时 坐在一旁 扇着菩萨的李老头 却开口道 你叫什么名字 六子错愕点头道 报告李老师 我叫廖斌 李老头点点头 说道 我对你有点印象 为人挺老实的 楼上有件 四人倾空着一个床位 你就搬到那边去吧 能清静一些 唉 六子顿时大喜 谢谢李老师 说完 又看向叶晨 眼神中满是感激 他知道李老头这么安排 肯定是叶晨的关系 叶晨也笑道 那就多谢李老师了 小事一桩 李老头满不在乎的笑笑 在宿舍 这一亩三分地 老头子 我还是有些话语权的 众人见了 心中又不住的泛酸 又不住的后悔 如果当初要是对叶晨好点 可能今天自己 也能分到一个四人寝 那环境 可比这汗臭熏天的 八人寝强多了 第二十六章 情况不对 叶晨带着行李 走出寝室 在经过 常昊身边的时候 后者又叫住了他 叶晨 求你回到 成悠悠的身边吧 他不能没有你 只要你答应 以后我常昊 就是你叶晨和 成悠悠身边的一条狗 算我求你了 这番话 让所有人都愣住了 刚才还带人 要揍叶晨替成 悠悠出头 这会儿 却又要让叶晨 回到成悠悠身边 这是什么脑回路啊 叶晨驻足看着他道 兄弟 你这么做 到底图啥呀 常昊深情地道 只要悠悠他 能过得开心幸福 那我就心满意足了 众人听完 差点把隔夜饭吐出来 有病 叶晨无奈地摇了摇头 直接转身离开 身后常昊 还在大声地哀求 诚哥 算我求你了 悠悠他不能没有你 只要你能回头 我常昊愿意 为你当牛做马 就算是死我也愿意 叶晨没有说话 而是选择 快步离开 李老头扇着菩萨笑道 这种弱智烈爱恼老头子 我见得多了 他们狗屁不是 还天天自我感动 以为自己 对爱情 多么的纯真无私 实际就是懦弱无能 别搭理这种人 等长大毕业以后 经历几年社会的毒打 他们才会发现自己 当年有多傻X 叶晨也好奇道 这些人 最后都能醒悟吗 那倒也不是 李老头笑呵呵道 有些蠢货 就是无药可救 是怎么劝也没用的 我们只能尊重他人命运 说话之间 叶晨已经跟着李老头 来到了六楼 跟楼梯口的值班老师 沟通了一下 叶晨就很顺利地 入住到了601室 推开房间门 叶晨走了进去 这才发现 里面的空间 比想象中还要开阔 比他和父母所居住的房子 还要宽敞 就像是个大平层洋房似的 哇 这里真的好漂亮啊 帮叶晨搬行李的六子 看着眼前奢华的家具 光洁的地板 这简直就是总统套房啊 他不禁羡慕地看向叶晨 有实力就是好啊 跟其他人的待遇 都是天差地别 这让六子的心中 也是燃起了奋斗之火 哪怕不能达到叶晨的高度 但也要用尽全力 不留遗憾 送别了李老头和六子 叶晨再次回到房间 看着整节无暇宽敞明亮的大平层 在回想一下之前 睡得八人寝 就像从狗窝搬到了天宫 有实力就是好啊 叶晨不禁感慨 回想自己之前的境遇 再对比现在 让叶晨对提升实力的渴望 更加强烈 虽然他现在已经获得了 保送五大的名额 但他依然不打算放弃大口 如果自己能拿到省状元 甚至是全国状元 那他所能得到的福利 肯定不是一个保送升能比的 想要获得好名次 单单只依靠系统是不够的 还得提升自身修为才行 毕竟打铁还需自身硬 他想起系统中 还有一枚气血丹 现在倒是可以服用的好时机 想到这里 叶晨走进 位于房间东面的练功房 这个房间的灯是感应的 当叶晨刚刚踏入进去 整个房间便亮如白昼 这练功房的面积 都比他之前住的八人 寝要大得多 里面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气血 堪比一座小型健身馆 叶晨直接坐在 位于房间中央的蒲团上 看了眼手中血红色的丹药 深吸一口气 直接吞浮下去 他听人说过 气血丹中蕴含的能量 非常巨大 所以将其吃下 会遭受巨大的痛苦 强大的能量 在五脏六腑内四处乱撞 男人踢淡淡还要剧痛的过程 有很多人 第一次服用气血丹 都会直接腾晕过去 体质太弱的 根本不建议服用 哪怕想强行服用 也要有高频舞者在旁协助 叶晨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甚至将报警器 都放在了触手可及的地方 一旦感觉自己坚持不住 他就会按下报警器 这样一来楼下的 执勤老师就会赶来救援 当然 这报警器最好 还是不要按下 不然自己这气血丹的来历 可能还要费一番口舌 可就当叶晨做好万全的心理建设 将气血丹一口吞下之后 预想中的剧痛却并没有出现 除了感觉身体微微发热以外 根本就没有一丁点的痛感 这是怎么回事啊 难道还需要等待一段时间 药效才能发作 叶晨心里嘀咕一声 静静地盘膝坐着 没敢轻举妄动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叶晨看墙上的钟表 已经过去半个多小时了 可身体依旧没有什么反应 除了身体有一点微微发热 不仅不疼 而且还感觉很舒服 有一种做大保健的感觉 难道系统给我的是假货不成 叶晨眉头微皱 心中生起一丝不满 不然为什么 自己吃气血丹的感觉 跟其他人都不一样 之前他听不止一个同学说过 气血丹吃下去以后 立刻就会爆发出惊人的能量 剧痛就会不断袭来 难道他们说的都是假的吗 又过了半个小时以后 叶晨实在百无聊赖 就抓起了身边的手机 看到326小队的群消息 竟然提示达到99家 点进去才发现队友们聊得火热 甚至每个人都act了他一次 叶晨点了下99家按钮 消息就自动弹到他未读消息的最前端 看了足足好几分钟 叶晨这才浏览完这些人的全部聊天记录 原来他们也更换了寝室 而且还是双人寝 曹壮和姚文一个房间 陈斌和陈雪一个房间 聊天记录中 还掺杂着不少他们 搬到新宿舍后拍的短视频 给大家分享着自己的喜悦 叶晨笑了笑 用手机键盘扣字道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 一个个嘴跟机关枪似的 都不累了是吧 叶晨的这条信息 宛如在池塘中扔进了一块石子 群里原本已经减慢的信息更新速度 再次快速刷屏起来 姚文 卧槽 老大出现了 曹壮 陈哥 我们都换新寝室了 陈斌 叶晨哥哥 我感觉自己太幸福了 这三年高中生活 从来没像现在这么爽过 我甚至有点不想毕业了 陈雪 at at 第27章 购买丹药 姚文 还不是多亏了老大 不然 我们哪能享受到这么好的待遇 曹壮 陈哥 你换没换寝室 我们怎么没看到你呢 叶晨看到信息 回复道 我也换完了 在601 陈斌 601 天哪 那可是最好的寝室啊 而且还是单人寝室 陈雪 W O W 姚文 老大 快给我录一段视频看看 曹壮 陈哥我也想看 这传说中的601寝 到底是什么样的 陈斌 叶晨哥哥 快发快发 感受到队友们迫不及待的心情 叶晨无奈 只得拿着手机开启录制功能 简单地在房间里转了一圈 等叶晨将这段 足有三分钟的视频 发到群内 群里沉寂了几分钟后 又再度沸腾起来 姚文 卧槽 老大 你这房间光走一圈 就需要几分钟 这还是没拍拳呢 这也太大了吧 曹壮 我们这刚刚换的双人请 突然就感觉不香了 陈斌 怎么办 我好想去睡一晚 呜 叶晨哥哥求收留 陈雪 哦 星号星号 哦 随便跟队友们又闲扯一阵 叶晨便放下了手机 再次感受了下自己身体的状态 发现除了微微发热外 还是没有任何其他感觉 还是等明天找老师问一下吧 叶晨一边想着 一边走进了浴室 脱掉衣服 开始冲洗身体 洗完澡后 叶晨便一头扎进床上 在宽大的床上沉沉睡去 第二天 一觉醒来 叶晨感觉自己睡得极为舒爽 虽然五月的天气还很凉爽 可他却发现自己昨晚把被子全都剃掉了 就这么光着睡了一晚 但他自己却没感觉着凉 反而体内依旧暖哄哄的 他直接起身下床 刚站到地上 差点一个裂浅没站稳 怎么感觉身体变轻了 叶晨嘀咕一声 目光看向窗外 发现自己的视力都比之前清明的许多 他尝试着打出一拳与空气摩擦 发出刷的声音 难道是 昨晚吃的那枚气血丹的缘故 从自己身体的种种变化说明 昨天吃下的那枚气血丹 的确是很有效果 一夜之间 自己的身体机能发生了明显的提升 可为什么 自己没有一丝的疼痛感 从之前在别人那里获得的经验来看 这显然是不正常的 这要么跟丹药本身有关 要么就跟自己的身体有关 等等 身体 难道是因为自己的防御力 有一点点高 丹药的副作用 也算成了对自身的一种攻击 所以才会免疫了 也就是说 系统的防御力加成 不仅仅止停留在身体表面 甚至五脏六腑 或者说身体内的每一个细胞 都拥有这种防御加成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可就太变态了 那以后自己岂不是可以疯狂吃药 根本不需要考虑副作用 当然 这个前提是 自己要有足够的资源去购买丹药 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 夜晨立刻穿好衣服 直接下楼走出校门 朝附近的一家丹药店铺走去 在学校附近 这种丹药店铺有好几家 各个品牌都有 有国际大品牌 也有国内大品牌 当然也有地区品牌 夜晨也没挑选 直接走进了一家 名叫树瑞丹药的店门 里面一名身穿黑色职业装的美女导购 立刻上前接待她 先生你好 请问您是来购买丹药的吗 看着导购美女甜美的笑容 夜晨点头道 我想买一枚气血丹 麻烦帮我推荐一下 好的 您跟我这边来 导购将夜晨带到一处货柜旁 指着下方一枚放在丹荷内的红色丹药道 这是我们公司新推出的一款清明型气血丹 售价只需29998元 您看这款适合吗 夜晨眉头微皱 导购立刻再次开口道 先生 现在我们店铺还有促销活动 如果你选择购买这款 我这边可以给您打个95折 有没有比这款更好一些的 导购听了一愣 不过立刻又微笑道 先生 这边还有49998的增强款 还有69998的豪华款 以及89998的顶配旗舰款 这次没等夜晨说话 导购又道 当然 如果您对这些丹药都不满意的话 本店还能定制丹药大师 亲手练制的气血丹 不过这种丹药需要预定 价格方面也要略贵一些 夜晨看了一圈 发现导购介绍的这几款丹药 没有一款橙色 能比得上自己昨天吃的那一枚 就连顶配旗舰款 也感觉丹丸内有不少杂志 完全不如系统发放的那枚金银剔透 但为了检验一下自己的猜测 他现在也只能买一枚试验一下 看看到底是丹药的问题 还是自己身体的问题 那就给我来一枚清明款吧 好的 我这就给您打包 打完折后 是28498元 导购干脆利落地 将装着丹药的丹药放入袋子 双手交给夜晨 然后夜晨掏出存放100万奖金的储蓄卡 递了过去 递 夜晨输入密码后 便付费成功 美女导购脸上的效益更浓了 亲切道 我叫程思雨 不知先生贵性 我叫夜晨 是旁边这所高中的学生 哦 夜先生方便加个非信吗 今后 您要是有关于丹药的问题 随时都可以联系我 夜晨想了想 点头道 行吧 这个导购业务能力还挺干练的 给夜晨的印象不错 一身黑色职业装 包臀裙 黑色丝袜 高跟凉鞋 配上那漂亮的脸蛋 以及甜美的微笑 的确很难让人拒绝 何况 以后自己没准 真有这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 有备无患 加完以后 夜晨便走出了店门 再次回到了自己的宿舍 今天虽然有课 但他出门前 就跟楼下的值班老师说过了 今天他打算自己在寝室锻炼 不去上课了 值班老师很爽快地就同意了 学校的课室安排 是给那些普通学生制定的 尖子生一般都有自己的修炼习惯和套路 过度干涉 对他们的发展 反而适得其反 夜晨回到房间后 便是迫不及待地进入练功房 坐于蒲团上 直接将刚买的那枚气血丹 送入口中 又是一刻钟的时间过去了 夜晨还是没感觉 自己身体有任何异样 只感觉体内有股暖流不断流动 十分地舒服 他现在基本可以确定 自己可以无伤吃药 是因为有防御力加持的缘故 这么看来 我岂不是可以一口气 吃下大量气血丹 想到这里 夜晨甚至想立刻去丹药铺 把手上的九十多万 全部换成气血丹 第28章 自毁前程 不过 这个念头 仅仅只是在夜晨的脑海中 停留了片刻 便被他的理智冲散了 一是现在还不清楚自己的身体 到底有没有极限 如果自己一下子吃了太多的气血丹 导致自己的身体出现不可逆的副作用 那就得不偿失了 二是自己刚刚才买了气血丹 现在再去购买 自然会引人注意 虽然他可以换一家丹药铺购买 但那些做生意的人 都眼观六路而听八方 自己的长相 估计他们早就记下了 做事仅剩一点总没坏处 夜晨决定 今天就在练功房修炼 消化一下两枚气血丹 带来的能量 普通人吃上一枚气血丹 都已经承受不住 那股庞大的能量 差不多需要一个月左右 才能将能量彻底吸收 而他现在连吃两枚气血丹 身体却没有任何异样 依旧是生龙活虎 夜晨开始在练功房内 练习老师 传授的五道基本功 拉伸 踢腿 俯卧撑 倒立 蹲起 扎马步 轮番练了一遍 每一个动作 他都练习半小时 等一组动作练完 往常他已经是大汗淋漓 今天却发现 只是微微冒汗 就像视材热身一样 我的体能进步这么大 连夜晨自己 都感觉十分惊讶 这意味着自己的气血值 有着巨大的提升 之前他的气血值 在120左右浮动 不知道现在能有多少了 不过 学校只有一台气血测量仪 十分珍贵 平时是不会开启的 全校学生每半年 才会测试一次 管他呢 等下次测试气血的时候 就知道了 夜晨也不去多想 而是再次投入到 身体的锻炼中去 这样不仅能让身体 更好地吸收气血丹的能量 而且还能更好地 掌控身体 行动更加灵活 而与此同时 郝剑和陈悠悠 则是站在 严主任的办公室门外 二人脸上的表情 都有些阴沉 一言不发 不多时 严主任开完早会 端着茶杯 摇摇晃晃地 从走廊那边走来 头上的发丝 朝后 输得一丝不苟 油光赠亮 颇有领导风范 他走到门口 扫了两人一眼 笑道 怎么不进去等我呀 郝剑和陈悠悠 两人沉默不语 严主任奇怪道 你们两个是怎么回事 都哑巴了 进来给我汇报一下 昨天是什么情况 说完之后 他推门而入 舒舒服服地 坐在靠背椅子上 可等了半天 也没见郝剑和陈悠悠 开口 不由一愣 陈生道 你们两个是怎么回事 没按照我昨天说的计划去做 做了 陈悠悠有气无力地回答道 做了就好 想必叶辰 现在已经答应你回队了吧 自古英雄难过美人观 何况他一个穷小子 还不是被你轻松拿捏 严主任志得意满地笑笑 端起茶杯喝茶 却听对面陈悠悠开口道 他拒绝我了 扑 严主任刚喝的一口茶水 喷了出来 难以置信地 看向陈悠悠道 你说什么 再说一遍 叶辰他拒绝归队 陈悠悠窃窃回答 甚至不敢擦拭 沾在身上的水渍 他不仅拒绝了我 而且还在大庭广众之下 扇了我一个耳光 骂我是贱人 呜呜 严主任 您可要替我做主啊 看到承悠悠哭的梨花带雨 脸上还印着那位 完全消退的红色掌印 严主任的面色越发阴沉 问道 这件事 为什么昨天没告诉我 承悠悠哭着道 我一开始来找您了 可您没在办公室 加上这件事 很快在学校传开了 同学们都对我指指点点 我没脸再出来见人 就一直躲在寝室里哭 真是岂有此理 竟敢在学校当众打人 这件事 我待会就上报校长 给他处分 开除学籍 不允许他参加武科大考 严主任背着手 在房间内来回踱步 又听旁边好剑说道 主任 我昨天晚上略施小记 怂恿纯爱战士长号带人 去找叶辰的麻烦 哪知最后 却被宿管李老头打回来了 你说什么 严诚一文言怒火中烧 上去劈头盖脸 删了好剑一个嘴巴 知道 你吃饱了撑的 一天天耍这种小聪明 以为自己很有智慧 这如果被人发现 背后是你指使 你就等着挨学校处分吧 那 那现在该怎么办 舅舅 好剑顿时慌了神 如果真背了处分 那他的前途可就全毁了 跟你说过多少次 在学校要称呼我职务 严主任恨铁不成钢地骂道 一遇到点事你就急 真是没继承我们老严家 一丁点的风范 说到这 他叹了口气道 既然如此 那这件事情就不能上报校长了 闹大了都没好处 承悠悠小心翼翼地问道 严主任 为什么不能上报 好剑做得很隐秘 应该不会被别人发现的 严承意讥讽一笑 道 你们以为校长是吃干饭的 学校里的一举一动 有什么能瞒得过他 别说校长 就是王长志那个老王八蛋 都不好对付 真要调查起来 好剑能拖得了干系 也许在威逼的诱之下 那个长浩 就算不是被你指使的 他也能说是你挑唆的 到时候 你们两个没准都得把我拖下水 当下这段时间 他绝对不允许 自己有任何污点 否则会影响他晋升副校长 好剑和诚悠悠 听完面面相去 他俩只是高中生 哪里能想到这些弯弯绕 算了 这件事算夜晨那个小王八蛋 赢了 以后就不要再提了 听严主任这么说 诚悠悠当时不干了 急道 严主任 难道我这一巴掌白挨了吗 好剑也急道 主任 那我怎么去征省状元啊 看看你们两个 又急 严主任气定神闲地端起茶杯 又喝了一口茶水 道 你们两个先回去吧 我自有办法 哦 好剑和诚悠悠对视一眼 这才不情不愿地起身走了 看着两人离去的背影 严主任目光微密 男男道 夜晨那夜晨 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你 非要闯进来 我严主任 这回就给你点厉害瞧瞧 让你知道知道 马王爷到底有几只眼 第二十九章 离他远点 第二天 夜晨一觉睡到大天亮 然后伸了懒腰 一个鲤鱼打挺站了起来 他感觉自己的身体机能 比之昨天又提升了许多 武感更加敏锐 身体也更加灵活 身体之中的那股暖流 不断游走 酥酥麻麻 很是舒服 夜晨没有洗漱 而是先去练功房里 热身了半个多小时 这才走进浴室冲了的凉 而后换上一身新衣服 精神抖擞地走下楼来 宿管李老头见到他 上下打量一番 眼中露出一抹惊奇 笑呵呵地道 不错呀小家伙 两天不见 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夜晨笑笑道 用奖金买了一枚气血丹 感觉效果不错 岂止是不错 那是相当不错呀 李老头又埋怨道 你服用气血丹 怎么没有提前跟我说一声 这东西蕴含的能量巨大 普通人第一次 还是有危险性的 谢谢李老师牵挂 我服下丹药的时候 手边放了报警器 如果感觉不对劲 会第一时间求救的 只是侥幸扛了下来 就没麻烦你了 听夜晨说完 李老头赞叹道 你小子倒是好样的 是块练武的材料 不过下次可别再这么鲁莽了 记得提前通知我一声 知道吗 好的 李老师 下次一定 又寒暄了几句 夜晨便来到食堂吃早餐 虽然已经过了学生吃早饭的时间 但食堂的打饭阿姨 似乎认出了她 没有过于刁难 就帮她从教室员工餐中 打了四个肉包 一份米粥 以及一枚茶叶蛋 在夜晨吃饭期间 又有两个起来晚的同学想买早餐 却直接被食堂阿姨臭骂了一顿 灰溜溜地走了 按照以往的食量 夜晨吃完这些早就饱了 可今天却不知怎店 感觉肚子只是垫了个底 阿姨 麻烦再给我来一份 夜晨端着空盘 乖巧地向那位中年妇女说道 好好 年轻人就应该多吃点 这样才有力气 食堂阿姨满脸堆笑 又给她打了四个肉包 满满一碗粥 外加两个茶叶蛋 谢谢阿姨 夜晨端过盘子 给吃起来 再次将盘子一扫而空 吃完以后 夜晨这才满足地打了个宝格 朝着食堂门外走去 就在夜晨刚要走出门口的时候 据对面刚要走进来吃饭的 严诚意遇见了 严主任好 夜晨象征性地打了个招呼 便准备从其身旁过去 毕竟这个严主任 可是个眼高于鼎的人物 平时根本不把他们 普通班的学生放在眼里 也不屑于跟普通班的学生说话 甚至普通班的学生跟他打招呼 他也就当没听见一样 在校三年 严主任膀胱都没扫他眼 而就在这时 严诚意却直接叫住了夜晨道 夜晨同学 你等一下 严主任 您叫我 夜晨疑惑地看向对方 哼 夜晨哪 我倒是正好想找你这个新科状元聊聊 过去三年来我从来没接触过你 是我这个教导主任的失职 要不你先到那边的餐桌等我 我打完饭过来边吃边聊 看似问询的话语中 却蕴含着不容反驳的味道 夜晨眉头微皱 从对方看似低姿态中 感受到了一丝不寻常 有道是 无视献殷勤 非一间疾到 所以他的心也提了起来 表面点头道 好的严主任 我在那边等您 等严诚意打饭回来 咬了一口肉包 又喝了一口热粥 这才一边用手包着鸡蛋壳 一边慢悠悠地说道 夜晨哪 最近修炼得怎么样 有没有遇到瓶颈 或是不懂的地方 说出来 老是帮你解惑 夜晨心里冷笑 自己碌碌无为的时候 你不来关心自己 这个时候反倒假惺惺的故作姿态 真让人恶心 当即他开口道 多谢严主任关心 学生自从开悟以后 一通百通 现在没什么不懂的地方 他这番话 既是表明自己冷漠的态度 也是在为自己 突然暴增的实力找借口 很好 这样老师 我就放心了 严诚意见夜晨不配合 也不再绕弯子 当即说道 夜晨哪 之前你在诚悠悠的 零一二小队时 我就觉得 你一表人才 绝非持终之物 那时候就有心 把你提到重点班来 只是后来因为一些事情耽搁了 这才没有来得及办理 最近我打算跟校长 正式汇报这件事 另外再追加一笔十万元奖学金 不知你怎么看 见夜晨的表情没有变化 他又道 你要知道 有多少学生和家长 弯门倒洞地找到我 想进入重点班学习 我可是都没同意哦 你该不会拒绝吧 夜晨不嫌不淡地道 严主任 说实话 我还真不在意 毕竟还有不到一个月 就是五科大考了 马上毕业了 我去重点班 还有什么意义 此言诧异 严诚异笑了笑 眼神直勾勾地盯着夜晨 只要你进了重点班 那以后就是我严诚异的弟子 这对你以后走上社会 或是参加抗魔军 都大有弊意 年轻人不能只光顾眼前 眼光还是要放长远一些优 可他话音刚落 却听夜晨直截了当地道 多谢严主任好意 但我还是不想转班 我相信在普通班 一样能有出息 严诚异听完 脸色一下就阴沉了下来 鱼调带着一丝冰冷的道 夜晨 你不为你自己着想 难道还不为父母着想 只要能得到我严诚异的照拂 未来你就能在战场上放开手脚 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 此言一出 夜晨目光中立马闪过 对方这话分明是暗藏威胁 逼他就范 而就在夜晨刚要开口的时候 一个宽大的手掌 却拍在了他的肩膀上 夜晨回头一看 不知何时 王主任竟是站在了他的身后 王老师 夜晨一愣 王长之不满地看着他道 都到上课时间了 怎么还在食堂磨磨蹭蹭的 不像话 还不快滚回去修炼 哦 夜晨自然知道 这是王主任在帮他解围 而且对方本就是自己的班主任 所以自然选择听令 直接起身离去 等夜晨走后 王长之坐在了夜晨刚刚的位置 将手中的餐盘轻轻 往桌子上一放 铁板材质的餐桌上 竟是直接凹陷下去 半寸有余 他平静地盯着对面的严诚义说道 以后 离我的学生远一点 第三十章再次买单 长之啊 我觉得这些年 你总是对我有偏见的 我只不过是关心一下学生的 修炼情况 你可不要多想 严诚意还没说完 王长之就打断到 狗屁的偏见 你那点花花肠子 还能瞒过老子 你看看你 说话总是乌言晦语 哪里有半点教导主任的样子 呵呵 那也总比你人前装的人母狗样 实则一肚子坏水强 我实话告诉你 你想让好剑踩着夜晨上位 门都没有 长之啊 夜晨到底是你什么人 你这么护着他 他是我学生 我是他老师 就这么简单 你不会也想当副校长吧 严诚意冷冷一笑 如果夜晨这次 在武科大考真的能位列三甲 你倒是也有资格 跟我争一争这个位置了 废话 副校长谁不想当 王长之翻了个白眼 有道 但君子爱采取之有道 我要争 也会正大光明地去争 而不会像你干一些 偷鸡摸狗的事情 严诚意呵呵一笑道 自古成王败寇 只要功成名就 谁还会在乎你过往的经历 少扯 王长之敲着桌子 总之我不管你怎么去争 但别把主意打到夜晨的身上 他是个有天赋的学生 未来的前途不可限量 严诚意冷笑道 再有天赋 不能为我所用 又有什么用 王长之听完 沉默了半上 才道 严诚意 严诚意笑咪咪回答 我在呢 你不是老师 那我是什么 你是恶魔 没有人性的恶魔 多谢夸奖 看着一脸无所谓的严诚意 王主任勾了勾手指 等对方靠近 这才道 你知道当年 小方为什么会选择我吗 为什么 说到这一话题 严主任的脸上 终于露出了一丝惊慌 就是因为 你没有人性 看着对方 越来越难看的表情 王主任笑着继续说道 前两天 小方还依偎在 我怀里对我说 哪怕再重来一万次 他依然会选择我 因为他感觉 你这个人阴险狡诈 自私自利 跟你在一起 没有安全感 说不定哪天 就被你卖了 严诚意脸上 虽无表情 但颤抖的手掌 却表明 他内心并不平静 小方真这么说的 王主任斩钉截铁的一点头 又道 小方还说啊 说你人前一套 背后一套 表面看着和和气气 素质挺高 但总喜欢干一些阴损的事 有一次他亲眼看见 你把自家的污水 泼到了邻居家的门口 顿了顿 他恍然道 哎 我怎么感觉 你这种品质 倒是有点像霓虹人 你不会是 你妈当年 出去脱欢生下来的杂种吧 哈哈 在王长志的笑声中 严诚意豁然起身 战红着连指着前者 王长志自顾自地 吃着早餐 表情惬意地道 怎么 想打架呀 你又打不过我 我们走着瞧 严诚意放下一句狠话 连剩下的食物和餐盘 也不管不顾 直接怒气冲冲地走了 等严诚意走了之后 王长志这才双手合十 嘴里碎碎念叨 老婆对不起 我不该借你的名义 撒谎气老言 我回去就跪搓一板 叶诚回到自己的宿舍 便是静止走进了练功房 他刚才被严诚意的话 刺激到了 无论哪个世界 哪个时代 都是弱肉强食的法则 想不受人威胁 不受人摆布 那就只能不断地强化自身 提升实力 现在 他进入不了魔窟 不能使用乾坤一击 来刷怪提升力量 那就只能将目标 放在提升修为和气血上了 在练功房练了一阵 叶诚停下动作 感觉按照这样的进度 自己的实力 提升的还是太慢了 他不由再次想到了丹药 既然他吃两枚气血丹都没问题 那再吃几颗想来问题也不大 只不过身体都有耐药性 同一种丹药吃得多了 效果也会递减 也许 我也可以尝试一下 更高级的丹药 这个想法 在夜沉脑海中一出现 便是让他越越欲试 一般人肯定无法跨境界服用丹药 像他这种准武者 只能吃不入品的气血丹 若是擅自服用一品丹药 会被丹药庞大的能量 冲破五脏六腑 以及全身经脉 轻者全身残废 重者直接与命 但自己有很高的防御力 而且已经证实 这种防御力对丹药能量的冲击 也同样有效 那何不尝试服用一颗试试呢 想到这里 他直接拿起手机 打开飞信 找到程思雨一身职业装的头像 点进去给程思雨发了一条信息 在吗 很快的 那边就传来了消息 程思雨 在的叶先生 请问您找我需要咨询什么 叶晨 我想问一下 你这里有没有更高级的丹药出售 程思雨 您是说比气血丹 更高级的入品丹药 叶晨 是的 这条信息发过去 过了片刻 信息才回过来 程思雨 有是有的 只不过入品级的丹药限制 比较严格 只有星级店铺 才有资格销售 而且只有真正的舞者 才有资格购买 这个规则 叶晨当然知道 要不然也不会找他了 叶晨 我想买一枚一品丹药增血丸 你能搞定吗 程思雨 叶先生 冒昧地提醒一下 您应该是准舞者吧 以您现在的修为 服用这种丹药 是十分危险的 对您的修炼 没有任何益处 叶晨 你放心 这点常识我还是懂的 程思雨 好吧叶先生 那我这边动用人脉 给您安排一下 一会回复您 叶晨 好的 麻烦了 放下手机 叶晨便再次投入到训练之中 大概只过了半个小时 叶晨就听见 自己手机飞行的 提示音响了 他拿起手机 再次点开消息 程思雨 叶先生 我这边脱关系 给您调来了一枚增血丸 品质上等 只是价格方面不能给您优惠了 叶晨 多少钱 程思雨 39万8 叶晨看了 暗暗扎舌 好家伙 这入品丹药 真不是一般人能吃得起的 价格已经能抵得上一套房了 但他让自己保持淡定 没有表露太多 叶晨 好的 我今天就要货 程思雨 可以的叶先生 等晚上下班后 我亲自将丹药 送到您学校门口 我们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 看到信息 叶晨暗暗握拳 成功与失败 就看今晚了 第31章 负面效果 晚上7点多 在叶晨焦急的等待中 终于等到了程思雨的来信 他说自己现在已经到楼下 让叶晨下楼取药 叶晨没有犹豫 穿戴整齐 便禁止下楼 校门外的不远处 一辆黑色的Benz轿车 停在路边 打着双闪 右前车窗摇下 露出了主驾驶 程思雨精致的容颜 只不过他此时 戴着大大的墨镜 将自己大半张脸全部折挡 他朝叶晨招招手 叶晨便走到近前 他并没有急着上车 而是先观察了下四周 又扫了眼空空的后排座椅 这才开门上车 程思雨笑道 叶先生好谨慎 连我这个小女子 都要提防吗 叶晨也笑了笑道 你不是也一样 把左手握着的防狼喷雾松开吧 程思雨一愣 没想到对方观察这么细致 连自己的小动作都能发现 不由尴尬笑道 抱歉李先生 毕竟我一个女人 又带着这么贵重的丹药 不得不小心一些 可以理解 叶晨点了点头道 现在可以交易了吗 两人一番推心致富 程思雨也放下戒备 将放在侧面的一个包裹 递给叶晨 而在此之前 程思雨反锁了车门 叶晨知道这是程思雨 担心他携货前逃走的小防备 可这对他一名准武者 又有什么用了 如果他真是坏人 那他的这种做法 反而会让自己陷入危险境地 不过察觉到对方如此谨慎的反应 也侧面证明 程思雨没动歪心思 的确是来跟他交易的 叶晨打开包裹 拿出里面的浴瓶 将瓶塞打开 便是立刻闻到了一股浓烈的药香 味道比气血丹 不知强了多少倍 不愧是一瓶丹药 叶晨赞叹一声 叶先生满意就好 现金还是刷卡 刷卡 叶晨再次拿出那张卡 在程思雨递来的 POS机上支付了398000元 他心中不由一阵肉痛 这才两天的功夫 百万奖金快花出去一半了 不过 为了提升实力 这些钱是必须要花的 顺利完成了这笔交易 程思雨也显得很是开心 当即邀请到 叶先生 您吃晚饭了吗 我知道这附近一家炒菜不错 我请您去尝尝 叶晨文言 下意识地扫了眼程思雨浑渊的大腿 在黑丝的包裹下 更添诱惑 改日吧 这么重要的时刻 他没功夫想男女之事 在程思雨打开车门的反锁后 叶晨便直接下车而去 叶先生 有什么需要 随时联系我 听程思雨说完 叶晨招了招手 在校门口几个同学 惊奇的目光中 返回了宿舍 不多时 一些关于叶晨与豪车美女的闲言碎语 便在校园内传播开来 叶晨自然不知道这些 他也懒得理会 一回到宿舍 他便再次来到练功房 这一次 他再三确认 报警器和手机都放在身边 这才再次打开浴屏 将其中的曾雪丸倒了出来 打亮着眼前这枚血红色的丹药 闻着那浓烈的丹香 叶晨都感觉自己体内的 血液流动的快乐几分 他确信 如果没得到系统之前 他要是贸然吃下这枚丹药 那必定是蹊跷流血 食死无生的结局 这强大的药力 对于他这个级别的舞者来说 实在太恐怖了 根本承受不住 但现在 叶晨没有太多犹豫 直接一仰博 将这枚增血丸吞入腹中 吞下去后 他心里不由地紧张起来 甚至手心都庆出一丝汗眼 如果真的出事 那他今天估计真的小命难保 即便是摁下 紧抱气呼救 就算执勤老师及时赶到 也于事无补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这段时间对于叶晨来说 真的是度日如年 不过好在疼痛感并没出现 只是感觉浑身有些燥热 呼吸都比以往更加急促 连带着小腹处 都生腾起一股热意 坚硬如铁 叶晨起身 脱掉上衣 来到跑步机 开到16的配速 开始不停地奔跑 又将配速提到了20 继续狂奔 紧接着 他又将配速提到了 24 28 32 超高速的摩擦 甚至让履带 都发出刺耳的嗡鸣 一连跑了两个多小时 叶晨才从跑步机上下来 紧接着又来到沙带旁 摆出格斗姿态 双拳左右开弓 朝着沙带迅猛地冲拳 砰砰砰砰砰 连续密集的撞击声 不断地回荡在练功房内 甚至让整个房间 都发生轻微的颤抖 就连坐在下方的执勤老师 都察觉到了一丝异样 不禁抬头朝楼上看去 不过 他并没有前去打扰 只是微微点头道 不愧是打破校史记录的天才少年的确实力非凡 看来我们江城 终于是要出现一名假上等的学员了 叶晨连续冲拳了足足三个多小时 直到深夜 这才渐渐停歇 他剧烈地喘着粗气 这才发现自己现在肌肤通红 浑身散发着热气 仿佛刚被蒸熟的螃蟹一般 这一通发泄之后 他这才感觉自己体内的那股燥热 减轻少许 不过体内那股热流 比之前还要壮大数倍 散发着一股股雄浑的力量 他现在也是确认 自己的身体 的确能跨境界服用丹药 虽然药力不会对自己的身体造成损伤 但却会让他浑身躁动 十分想将力量发泄出去 看着自己肌肉线条更为明显的身体 以及那强劲有力的血液脉搏 叶晨十分确信 自己的气血有着巨大的飞跃 如果他愿意 现在就可以服用聚灵丹 晋升一品 成为一名真正的舞者 但叶晨当然不会选择这么做 因为五颗大考 要求必须是准舞者才能参加 另外 舞者的根基相当重要 就像树木想要长高 根须必须扎得更深一样 想要在修炼意图走得更远 在准舞者时期 就要积累更强大的气血 气血提升越多 根基也就越牢 第二天 叶晨依旧选择在宿舍内疯狂训练 消化着自身多余的力量 因为明天就是周末 可以离校回家 所以今天叶晨训练的格外卖力 而就在这时 叶晨手机铃响 拿起一看 却发现 打来电话的 竟是校长陈明武 上次见面以后 他就跟校长互留了联系方式 没想到 真的会给自己打来 电话接通 陈明武没有过多废话 而是开门见山的道 叶晨 明天上午春晨五大的校长 就会来到咱们学校 是专程来对你进行面试的 你准备一下 明天好好表现 第32章 导送面试 我说老陈啊 你火急火燎的 把我找来干什么 你要知道 我这个重点五大的校长是很忙的 现在临近五科大考 要提前对那些顶级学员开展工作 我们与其他重点五大的竞争很激烈 你又不是不知道 第二天上午10点左右 一辆黑色SUV停在操场上 一位看起来40多岁 面容威严 身穿中山装 身板笔直的中年男子 还未走下车来 便开始朝迎接他的陈明武 不断抱怨 陈明武笑哈哈地走上前 亲切地拉住对方的手道 老胡啊 我知道兄弟你难 所以才只给你打了电话 让你抢占先机 得到一个好苗子 被称作老胡的五大校长 极为嫌弃地抽回了手 目光又朝校园扫了一圈 不满道 要不是看在老战友的情分上 我都懒得理你 你要知道 放眼整个东北行省 春城五大 也是排名前二的顶级五大 放眼整个大厦 也能排进前二十的存在 别说你这个小小的松江一中 就是整个江城 也出不了一个 能获得我春城五大 保送名额的天才 我看你老陈真是越来越糊涂了 想捞功绩 也不能这么地捞法 你这是再给我们五大浪费资源 胡万里 你狗热地瞧不起谁 陈明武听完 脸色瞬间就阴沉下来 怒声骂道 我们松江一中怎么了 我们江城又怎么了 难道一百年 就不能出一个假上等的学员 要不是 看在老战友的情分上 老子才不会给你打电话呢 你以为谁 稀罕你们学校 那破保送名额 等五科大考结束 有的是大夏名校 挤破头的上门来求着要人 京师五大 清北五大 魔独五大 西南五大 哪一个不比你这狗屁 春城五大响亮 资源不比你们雄厚 到时候 你能争得过他们 你狗日的狗眼看人爹 活该你春城五大 抢不到好苗子 去年全国五大比五大会上 无缘十六强 然后明年 就得止步三十二强 后年连选拔赛估计都进不去 你这校长就等着贝路吧 你现在就算想要老子的学生 老子还不给了呢 滚吧 哪来滚回哪去 滚 一番犀利的言语 听得春城五大校长胡万里 脸色阴沉地快滴出黑水来 可偏偏对方所说的都是事实 让他无从反驳 就在场面僵硬 二人不发一言的时候 一旁陪陈明武前来迎接的何老师 打圆场道 两位校长不愧是老战友 一见面就是一通嬉笑怒骂 胡校长远道而来 就先请到会客室休息一下吧 待会夜晨就会过来 行语不行 好歹见上一面 别让孩子白的 哼 胡万里冷哼一声 便带着两名随行导师 朝教学楼走去 陈明武也被何老师拉着 跟随前者而去 走进教学楼 胡万里看向何老师道 小何啊 我看也别到会客室了 就直接去有气血测量医的练功室吧 等那个学生来了 先让他测测气血指示多少 何老师先看了陈明武一眼 这才点头道 也好 那请胡校长和两位导师 跟我这边来 几人到了练功房 胡万里直接看向不远处 一台陈旧的大型设备 不由无奈摇头道 老陈 你们学校怎么还使用 十几年前的老式机器 这种型号 我们早在七八年前就淘汰了 还不赶紧换台新的 陈明武冷哼一声道 我们这小城市的小学校 比不了你们全国前二十的五大 资源雄厚 要不你给我们学校捐献几台新的 我立马就换 胡万里没接他的话查 而是对一旁的何老师道 有没有那名学生的资料 给我们拿一份看看 有的 已经为您准备好了 何老师将手中的资料 分发给胡校长和两名导师 胡校长看了一眼之后 不由眉头一皱 气血值怎么这么低啊 上次测量数值 只有121卡 这甚至不如我们春城 普通高中的学生 身后一名带着金丝眼镜的女导师道 上次小比的考核成绩的确不错 甚至可以 跟我们春城最顶级的天才媲美 只是这种成绩 水分太大 单凭一次考核的数据看不出什么 更何况 这位学生以往的成绩太过糟糕 甚至连普通五大都考不上 另外一名头发 有些自然卷的男老师也道 我们大家都是舞者 其实心里都很清楚 气血值的高低 就能看出一个准舞者的潜能 如果待会测试这位学生的气血值 低于160卡的话 我觉得 真没有继续测评的必要了 胡校长看向陈明武 陈生道 老陈 别怪我没给你机会 但即便是我们春城高中 尖子班的天才 半年内提升40卡的 也是凤毛麟角 你推荐的这位学员 恐怕很难达标 陈明武怒道 老胡 我求你半点事 怎么就这么难呢 你说我老陈这些年来求过你吗 这可是我们松江一中 有史以来最好的学生 胡校长站的笔直 表情肃穆 仿佛一名铁面无私的判官 对前者道 老陈啊 国有国法 家有家规 虽然我们是老战友 但也不能迅思舞弊走后门 这是对其他学员的不尊重 也不公平 我们五大的资源就那么多 要充分利用在有潜力 有前途的好苗子上 这样我们春城五大的招牌 才能更想 吸引更多的人才 才能不断地壮大 要是我们五大 收的全是向你推荐的这种学员 春城五大还开不开了 那还如何坐镇魔窟 如何防备霓虹国的狼子野心 陈明武点了点头 叹了口气道 我算是看明白了 你老胡压根 就没把我们学校的学生放在眼里 胡万里语重心长地道 老陈 你也要理解我的苦衷 我不能让春城五大 在我的手中衰败下去 我今天能来 就已经是给你这个老战友 最大的情面了 我天天日理万机 没时间在这里干好 下午就得赶回去 你可不能怪我啊 两人说话之间 门外响起了敲门声 请进 只见一名长相俊朗 皮肤白净的少年 推门而静 他步态沉稳 身体比之如松 从容自信的眼神 看向众人道 学生叶辰 前来报道 第三十三章 设备坏了 你就是叶辰 胡万里眉头一挑 上下打亮了一番眼前的少年 他感觉眼前这少年 比资料照片中 看起来精神百倍 面对他 这位欺品舞者 都毫不露切 身边两位导师 都相互对视一眼 不禁暗暗点头 又不禁惋惜 如果叶辰能再强一些 他们倒是可以考虑收下他 可惜资料数据骗不了人 即便眼前少年表面 看起来不错 也无法改变他 潜力不足的事实 那位中年女导师开口道 你好叶辰 我是春城武大的导师徐静 我们不要耽误时间 你现在上一期测一下 目前气血值是多少 叶辰点点头 实际上 刚才他在门外 已经听到了一些双方的交谈 知道春城武大 并不想要自己 那他自然也不会上去硬贴 不过他倒是很好奇 自己现在的气血值 到底提升了多少 所以才没有拒绝 叶辰直接走上测量仪 双脚踩在下方的固定位置 手掌也握紧侧方的把手 随着机器的一阵轰鸣 继而发生了剧烈的抖动 还有大量的白烟飘起 然后一期最上方的红灯闪烁 发出了滴滴滴的警报声 而在显示 气血值测量结果的屏幕上 没有显示出数字 却是显示出了一排字母 Full 众人不由一愣 那位女导师徐静咳嗽了两声 用手扇了扇周围的烟尘 皱眉道 这设备 怎么在这个时候出问题 另外 那名男导师笑道 老古董 自然愿意换 一旁和老师 立刻拿出气血测量衣的说明说 仔细看了一阵后 才对众人道 说明书上说 出现这行字母 要么是设备出现故障 要么是测量数值 超出最大范围 胡万里问道 这台老师设备最大测量值是多少 200卡 何老师回答 旁边那位男导师道 那肯定是坏了 抓紧时间找人修理吧 修好了 我们再重新测试 有没有可能 何老师没说完 女导师打断道 今年整个大厦 也没几个超过200卡的学员 我看 还是不要天方夜谈了吧 胡万里点了点头 算是认同他的看法 一般来说 能达到180卡的学生 就已经是万中无一的存在了 是重点培养的好苗子 超过190卡的 那更是重点五大争夺的焦点 超过200卡的 已经是全国状元的竞争者 即便是诸如清北五大 魔度五大这类全国最顶级的院校 都会主动抛出橄榄枝 许诺诸多好处 给予资源倾斜 作为东北新省最大城市之一的春城 今年都没出现一个 气血值超过200卡的爵士天才 一座资源平级的小小江城 又怎么可能出现这种妖念 见几位高校领导都这么说 何老师妥协道 我现在立刻找人过来修理 他匆忙地拿出手机 按照说明书上的维修号码 拨了过去 他多希望是第二种情况 可理智告诉他 不可能半年提升80卡气血 简直闻所未闻 经过一番沟通 何老师对众人道 我给厂家打电话了 他们说 需要从春城调人来维修 最快也得下午才能赶到这里 胡万里看向陈明武道 老陈 这是天意 我看面试到此为止吧 陈明武没有开口 何老师却连忙道 胡校长 要不我带您去看看 叶辰最后一次考核的实战录像 我想 您对这位学生会有更深的了解 胡万里摆了摆手 单笑道 何老师 我看就没这个必要了吧 何况观看录像 至少需要花费一两个小时 我们没那么多时间啊 一旁的女导师徐静也道 我们主要还是 要看一名学员的潜能 气血值 就是最方便直接的衡量标准 高中时期的实战录像 是没有太多参考价值的 除非是那种顶级学员 我们才会详细考察 何老师还想继续说些什么 结果被陈明武打断道 行了小何 既然胡大校长和两位大导师 看不上咱的学生 那也就不必勉强了 我相信是金子迟早会发光的 还是老战友的觉悟告 胡万里笑道 全省那么多的武大 保送也没必要 非得保送我们春城武大吗 也要给其他武大一个机会 陈明武点点头 平静地看着他道 你说得对 这时 一直保持沉默的叶晨开口问道 校长 各位老师 那我现在能回家了吗 他自然能听出 春城武大校方 没有保送自己的意思 那自然没有继续留下来的必要 倒不如早点回家 还能吃上老妈亲手做的午饭 可以 辛苦了同学 徐静点点头 很是客气 但始终没正视他一眼 胡万里勉励道 小同学不要气馁 一次的失利 并不能代表什么 就算你不能获得 我们春城武大的保送名额 但还是有其他次一级的 武大可以选择 当然 如果你实在想来 我们春城武大 那期待 你在五科大考中出色发挥 用实力 考入春城武大 我的确是要参加大考的 叶晨开口 但我的目标 不是春城武大 而是全国排名前三的院校 胡万里一愣 玄机笑道 那祝你能如愿以偿 话虽如此 但他并没将叶晨所说放在心上 两位大学导师也相识一笑 只当是眼前少年受挫折后 不甘失败地大放厥词罢了 等叶晨走后 胡万里看了看手表 然后看向陈明武道 老陈 这都已经中午了 你不请我这老站有吃顿午饭 吃 当然得吃 陈明武点了点头 然后便是带着众人去吃饭了 几分钟后 胡万里站在学校食堂门口 错愕道 老陈 我大老远地跑来一趟 你就安排我吃这个 有这个吃就不错了 陈明武一边打饭 一边说道 你刚才也说了 钱和资源得花在刀刃上 本来我们学校就穷 自然更得节省一点 这样才能给全国五大 输送更多优秀的学生啊 好好好 胡万里气笑了 然后对身边两名导师道 既然人家不愿意招待我们 那我们现在就回去好了 省得留在这里碍眼 老陈 我这就走 以后没事 也别给我打电话了 我一天天真的很忙 可没空再来你这部学校 他最后一句话 朝陈明武说完 冷哼一声 带着两名导师扬长而去 第34章 一条真龙 下午一点多 陈明武在办公室内操作着电脑 筛选着省内其他的重点五大 想为夜晨谋一个好出路 就在这时 何老师火急火燎地闯入进来 跑得竟是满头大汗 笑 校长 小何啊 发生了什么事 给你集成这个样子 是魔窟暴动 还是霓虹国忍者登陆了 陈明武一边划拉着鼠标 一边气定神弦的教育道 身为一名武者 最重要的是 要有一颗气定神弦 处遍不惊的心 这样方才能在武道之路上 走得更远 何老师没空听他吹牛 直接打断道 校长 刚才维修气血测量仪的专家赶来了 哦 是设备修不好了 陈明武一边敲着键盘 一边平静地道 修不好就修不好吧 也是该报废了 赶明武向交易府申请一个新的 省得那帮狗日的狗眼看人低 不是 何老师严肃地道 是维修专家说了 我们的设备没有换 你说什么 陈明武豁然起身 因为情绪波动 而瞬间爆发出的强大气静 甚至直接让身前的 红木方桌彻底断裂 显示器飞出树米 狠狠地撞在墙上 摔得粉碎 好在何老师早有防备 闪身躲开 这才幸免于难 校长 我看您这心态修得还不到家啊 这样怎么能踏入欺骗 没有理会 何老师反唇相机 陈明武颤声道 小何 你刚才说什么 再说一遍 何老师也收起玩笑之心 政策道 校长 经过维修专家的再三确认 我们学校的气血 测量仪并没损坏 还能正常工作 我刚才 还特意找来一名没有离校的 武科声测试了一下 结果一切正常 陈明武闻言 宽大的手掌都微微颤抖 双目之中都浮现出了血丝 他太知道这结果意味着什么了 这意味着 夜晨的气血 现在已经达到了200卡以上 设备根本不是坏了 而是超出了测量上限 他们学校 终于出笼了 见陈明武情绪激动 何老师提醒道 校长 胡校长他们现在应该 还在反程的途中 您看 是不是给他们 打个电话告诉一声 打个屁 陈明武副手而立 腰板笔直 一脸傲然 他算是什么东西 也配教我的学生 好 那我就先出去了 慢着 就在何老师打算离开的时候 陈明武记贼一笑 然后看向何老师道 小何啊 去给胡校长他们打个电话 毕竟发生这么大的事 不告诉他们一声 也不太好 否则别人还以为我陈明武 是心胸狭窄之人呢 何老师瞄懂 眼嘴笑道 好的校长 我这就去办 陈明武又道 另外 你去写个简历交给我 今年的优秀教师人选 就定你了 哎 多谢校长栽培 别谢我 我还得谢你呢 谢谢你帮学校发掘出一条真笼 几分钟后 一辆黑色SUV 在即将到达春城的高速公路上 突然一个大飘移 来了个180度大转弯 险些酿成后车追尾 在周围刺耳的鸣笛声中 SUV像火烧屁股一般 不断地左冲右突 一路火花带闪电的 朝来时的路飞奔而去 话分两头 虽然叶辰的家里学校不算近 公交要坐十多站才能到 但叶辰却并没选择坐车 在校门口 几个学妹崇拜的目光注视下 叶辰一路慢跑着 就回到了自家所在的小区 他自己觉得是慢跑 不过路上的行人 却感觉叶辰是在全速飞奔 全程下来 叶辰只觉得自己刚刚热身 浑身依然有使不完的力气 体内的暖流依然壮大 不断地在体内游走 只是没有像之前那般燥热了 回到小区内 由于人流变多 叶辰便改跑为走 慢悠悠地 朝自己家所在的单元走去 他嘴里哼着小曲 关于刚才测评的事情 早就抛之脑后 事到如今 一个保送名额 他还真不在乎 他现在的目标 就是参加五课大考 用自己的实力 考入理想学府 他也很想知道 以他现在的实力 到底能在全国的所有考生中 排名几何 就快到家时 他忽然听见前方拐角处 传来熟悉的声音 抬头看去 原来是自己的老妈 正跟隔壁的胖婶闲聊 在胖婶身边 还站着一个 比叶辰小两岁的小胖子 正是胖婶的儿子庞飞 之所以叫他胖婶 自然是因为他体型肥胖 而且胖婶特别喜欢显摆 家里有点什么好事 都会左邻右舍地炫耀一番 尤其是他的宝贝儿子 但凡在学校有点成绩 就会满世界地宣扬 这会儿 他正巧带到 从市场买鱼回来的叶母 劳道个没完 叶家嫂子 你买了这么大一条鲤鱼回来啊 啊 这不是小陈 今天要回来了吗 马上就要大考了 给他补补身体 挺好挺好 哎对了 你们家小陈 也是学武的 现在多少气血了 上次听他说 好像是120多吧 胖婶立刻神气道 我们家庞飞啊 今年才上高一 最近一次测试 气血值已经达到 115卡了 大概明年气血 就能到120卡 毕业之前 有希望达到130卡 就连他们班主任 都夸他有天赋 说明年 有机会 要给他转到重点班去呢 叶母尴尬一笑 凤银道 那真不错 比我家小陈强 这时 小胖子庞飞忽然喊道 妈 我也要吃鱼 好 一会妈就给你去市场买 买个比你叶大娘 这条还大的 胖婶十分得意 炫耀完后 就要带着儿子离开 迎面去看见叶诚回来 哎哟 小陈回来了 刚才跟你妈 我们还说到你呢 胖婶一看到叶诚 眼光顿时放亮 似乎又找到了 新的炫耀对象 连忙迎了上来 小陈最近 修炼得怎么样 气血值有没有增长 你小弟庞飞 可是已经接近120卡了 你再不努力 他可就要超越你了 看着得意的一对母子 叶诚道 那可得 让小弟加油了 我最近刚测完气血值 现在已经超过160卡了 你说什么 胖婶脸上的笑容 戛然而止 难以置信道 多少 160卡 虽然 他自身不是舞者 但对于气血值 还是相当了解的 不然怎么跟别人炫耀呢 高中生160卡 那在重点班 也是尖子生 对比之下 自己儿子的那点成绩 根本就不算什么了 第35章 电台来访 妈 我想吃烤鱼 烤个屁 我看你像烤鱼 一天天就知道吃 看你胖成什么样了还吃 气血这么低 还好意思吃 看着胖婶拎着 庞飞的耳朵回了家 叶诚这才看向自己老妈 道 妈 我回来了 赶紧回家吧 你爸正炒菜呢 一会把鱼做完 咱们就吃饭 好嘞 叶诚笑着从老妈手里 结果鱼盒菜 朝家的方向走去 身后 叶母林彩霞不满道 你说你一天天不学好 现在撒起晃来 都脸不红心不跳的 我什么时候撒谎了 叶诚疑惑地问 说自己气血值 已经超过160了 这还不是撒谎 我是你妈 你什么样我心里没说 叶诚温言一笑道 我说我现在气血值160 您就不信 那我要是说我气血值超过200了 您还不得说我得了一症 你小子 现在还学会平嘴了 林彩霞用手指轻轻推了下儿子脑袋 等一会我就跟你爸说 看他揍不揍你 说完 母子二人沉默地对视一眼 都是笑出声来 一进家门 叶诚便是闻到浓郁的饭香 就是这个味道 让他流连忘返 这是家的味道 老叶 儿子回来了 你锅包肉做得咋样了 厨房里 传出叶诚老爸叶开成浑厚的声音 马上出锅 鱼买回来了吗 是现杀的吧 现杀的好吃 叶母将鱼送入厨房 叶诚自己则是轻车熟路地窝进沙发 一边看着电视里播放的狗血爱情剧 一边等待开饭 大概又过了半个钟头 叶爸端着一锅热气腾腾的红烧鲤鱼 从厨房里走了出来 儿子 来吃饭 听到老爸的呼唤 叶诚这才从软体状态恢复到人形 一屁股坐在了饭桌旁 老妈早就盛好了一碗米饭 和筷子一起送到叶诚面前 快尝尝你爸的手艺 特意下厨给你做的红烧鲤鱼 还有你最爱吃的锅包肉 叶诚先夹了一块鱼肉放在嘴里 细细咀嚼起来 味道怎么样 叶诚点头道 好吃 听到这句话 老爸紧张的表情这才舒缓下来 老妈笑着催促道 好吃你就多吃点 嗯嗯 叶诚狼吞虎咽地吃了一碗米饭 紧接着又成了满满一碗 叶爸见状不由问道 是我的厨艺见证 还是小陈的气血提高了 怎么今天饭量这么大 虽然他们两口子都不是舞者 但对于舞者的一些基础常识 还是了解的 气血值越高 身体的新陈代谢速度也就越快 吃得自然就越多 一提到这个话题 林彩霞才道 老燕 你儿子欠收拾了 他今天回来的时候 正好碰到庞飞母子 为了攀比 说自己气血160卡了 你快管管他吧 叶开诚眉头一皱道 叶诚 我是怎么教育你的 做人要实诚 乘一时口舌之快 毫无用处 下次不许这样了 听到了没 嗯嗯 叶诚正忙着干饭 哪有时间多说 父母的唠叨听着就是了 左耳听右耳帽 也少不了自己一块肉 因为气血再度暴涨 加上回来之前又热身了一会儿 今天是出奇的饿 一边听着父母的唠叨 一边再次起身去盛饭 而这个举动 可把林彩霞吓坏了 他连忙道 小陈你干嘛 吃不了别硬吃 别把自己撑坏了 我和你爸就是说你两句 没必要硬装自己 气血值提高的样子 叶开诚也道 你爹我不要求你 非得考五大 当舞者 毕业了踏踏实实地去工厂 找个稳定工作也挺好 不求你能成为人上人 能衣食无忧 平平安安也就可以了 你看我和你妈 一辈子默默无闻 平平无奇 生活得不是也挺好吗 知道了 爸妈 叶诚一边盛饭 一边终于把嘴咸出来说话 我没硬撑 我真的是饿了 而且 我真没撒谎 气血值真的提高了 此言一出 叶开诚夫妇对视一眼 一脸惊奇 自己儿子这三年来 才只提升了十几点气血 怎么一周不见 气血就暴涨了四十点 儿子 干脆你说 你现在气血值已经两百多了 老妈听了更开心 面对老妈的野鱼 叶诚倒是平静得到 我气血 好像真二百多了 只不过怕吓到你们 所以才说一百六以上 他没打算把这件事瞒着父母 毕竟早晚都要知道的 越说越没谱了 就在叶开诚要再次教育叶诚的时候 房门突然被人敲响 谁啊 叶开诚眉头微皱 开口询问道 他们就是一家三口住在这里 因为家里也不富裕 所以平时也没什么亲戚走动 所以对突如其来的敲门声很费解 以为是谁敲错了 请问 这里是叶诚的家吗 一道清脆的女声 从门外传了进来 叶开诚夫妇 不禁疑惑地看了叶诚一眼 那眼神仿佛在问 你小子在外面出对象了 叶诚也很疑惑 不舍地放下碗筷 走去开门 却发现 门外站着一名二十来岁的年轻女子 上身穿女士衬衫 下套一条黑色过膝 紧身长裙 配上她齐肩短发 显得特别干脸 尤其一笑 显出两个小酒窝 更添一丝妩媚 这名女子见识一少年开门 眼前顿时一亮 不由问询道 请问 您就是叶诚同学吧 你是 哦 我叫李染 是江城电视台的综合新闻记者 听说 您是今年松江一中五颗小笔的第一名 并且已超出一千多分的成绩 刷新校史记录 今天专程找您做一期专题采访 不知道您现在有没有时间 难怪叶诚觉得对方面熟 原来是之前在电视新闻里见过 也算是个小有名气的主持人了 但她却不答反问道 你们怎么知道 我住在这 李染保持着微笑 露出两个可爱的小酒窝 哦 是我们来之前 向您学校打听到的您的住址 因为时间紧迫 想在明天发布 所以冒昧来访 还请见谅 说到这里 叶诚的手机铃声响了 她拿起手机一看 打来电话的竟然是校长陈明武 叶诚将电话接通 耳机里直接传来陈明武粗犷的声音 好你个臭小子 真没想到 你给老子弄了一个这么大的惊喜 气血值不声不响的 竟然突破了两百 你看娘的 还真是个天才 第36章 早晨轰动 叶诚苦笑 看来校长这会儿正在信头上 频频爆粗口 哪有一点校长的样子 只听电话那边继续道 真不知道你他娘的是怎么修炼的 待会儿胡万里那个老王八蛋 要是知道了 恐怕都得火烧屁股的往回赶 叶诚沉默了一下 道 校长 我并不想保送春城武大 我想参加五科大考 用自己的实力 考入理想的武大 有志气 陈明武哈哈大笑道 这才是我陈明武带出来的弟子 就该有如此的眼界和气魄 顿了顿 陈明武又道 你放心 老胡那边我会替你摆平 你就专心备考就是 接下来的时间 你可以自由安排 全校的所有资源都随你调配 遇到任何问题 可以直接给我打电话 但你他娘的得争气 五科大考的时候 给老子拿个名次回来 全国名次老子不敢奢望 但省内前三甲 我觉得 你还是可以竞争一下 让大城市的那帮兔崽子看看 咱小城市的也不是脑肿 叶诚笑道 我尽力 嗯 好 那就先这样 哦对了 前两天我把你的资料和试剂 报送到了电视台 刚才电视台的人给我回电话 说要采访采访你 我已经把你家住址告诉他们了 一会就到 你好好配合一下 校长 我好不容易回家一天 就不能明天再采 你他娘的咋那么多废话 这可是我疏通关系 才弄到的机会 别人打着灯笼都难找 你还推三组四的 借着电视台的宣传 把你这心境天才的名气打出去 到时候在咱们江城 你也算是红人了 这对你未来的发展 有好处 叶晨无奈道 我知道了校长 他们已经来了 哼 你小子别不说好赖 嘟嘟嘟 叶晨放下手机 一旁的李依然 已经听出 是学校方面打来的 当即带着微笑道 叶晨同学 您看 那你们进来吧 谢谢 李依然朝后面一招手 一位身形壮瘦的大哥 扛着摄像机就走了过来 还有一位拿着长长的收音器 跟随着李依然 涌入了叶晨的家里 一下子多出三个人 不大的客厅 顿时显得有些拥挤 叶晨父母 刚才目瞪口呆地听了全过程 这会儿才从震惊中行转过来 一边给对方让座 一边端茶道水 手忙脚乱地招待着 他们这时才慢慢相信 自家儿子这是真的出息了 甚至连电视台的人 都来进行采访了 叔叔阿姨 你们不用忙活 随意一点就好 打扰你们吃饭 真是不好意思 李染温和的嗓音 加上他带着一对小酒窝的笑容 真是男女老少通吃 没事 不忙的不忙的 快来坐 你们吃饭了没 没吃饭先来吃点 叶开诚 林彩霞夫妇热情招待 平时电视上的人物 突然出现在了自己家 就像是看见明星一样 叔叔阿姨 真的不用客气 李染亲切地道 待会我们采访完叶晨之后 也想采访一下你们二位 想咨询一下有关育儿经验 给大家分享一下 你们是如何能培养出 一名这么优秀的孩子的 林彩霞局促地笑道 嗨 我们拿好意思上电视呀 反倒叶开诚显得跃跃欲试 拿出一家之主的气派 强装镇定地道 这倒也可以 你先采访小陈 我们待会儿再说 虽然不知道自家儿子 取得了什么成绩 才会让电视台到家里采访 但老叶同志 已经在心中打起了副狗 同时仔细聆听着 叶晨与李染说话的内容 找到一些方向 填充到一会自己的发言中 而叶晨家这边的动静 很快便引起了 左邻右舍的注意 尤其是门口停放的那辆 映着江城电视台字样的面包车 更是吸引了一众邻居的目光 今天本就是周日 很多人都休息在家 这会儿纷纷走出家门 围在叶晨家的楼道口看热闹 这电视台的人 怎么到咱们小区来了 听说是去了叶开成他们家 采访他们家的小子叶晨 采访叶晨 哼 我就说 这小子早晚有出息 果然被我言中 二大爷 你可别逗了 昨天你还说 人家这辈子 也成为不了舞者吗 外面的动静 也是引起了胖沈家的注意 此时 庞飞正吃着香喷喷的烤鱼 胖沈在旁边冷笑道 好你个叶晨 竟然敢戏耍你胖沈 如果没有一点舞学常识 还真被你给忽悠了 几个月就想提升四十卡 你以为你是天才啊 说着 他美滋滋地摸了摸自己儿子 那肥嘟嘟的脸蛋 又道 差点听信了那个小混蛋的鬼话 害得我家大宝没吃上烤鱼 多吃点 气血早点超过你成哥 嗯嗯 庞飞也喜笑颜开的大块朵鱼 这时窗外的动静 引起了他的注意 不禁疑惑地问道 妈 成哥他们家那儿 怎么这么热闹 胖沈一愣 旋即对庞飞道 你先吃着 妈出去看看 等胖沈出来时 正巧赶上电视台的众人 采访完从叶晨家走出来 不少男人看到李染 都惊呼出声 眼光放亮 这个美女主持人兼记者 可是将成不少男人心中的女神 而此时 李染却跟叶晨说着什么 时不时地还发出笑声 露出他招牌的小酒窝 让他周围不少人羡慕不已 有些人也想冲过去 跟女神近距离接触 可看见 他身后那两个凶神扼杀的保镖 顿时就却步了 李染作为将成电视台的台柱子 身份地位 岂是他们这些平民可比 而他此时在面对叶晨的时候 却显得极为友善 甚至带着一丝谦卑 这不禁让邻居们对叶晨更加好奇 他到底取得了什么成绩 等李染等人开着面包走后 邻居们赶忙围了上去 将叶家三口围在中间 七嘴八舌地询问道 老叶 这电视台怎么来你家了 叶开诚挺胸抬头 轻壳一声 这才说道 哦 是来采访我们家叶晨的 采访叶晨 小晨干什么了 叶开诚洋装淡定的道 也没什么 就是考了个全校第一罢了 顺便打破了校史记录 我的天老爷 这是老叶家祖坟冒清烟了 叶晨 以后发达了 可别忘了你王爷啊 你小时候 我还抱过你 胖婶在人群后听了一阵 便魂不守舍地默默回家去了 庞飞一边吃着烤鱼 一边好奇地问道 妈 你出去一趟 脸色怎么变得这么差 看着此时吃得满嘴流油的儿子 胖婶心中顿时升起无名夜火 怒气冲冲地走上前去 劈头盖脸 就是几巴掌 还吃还吃 看你胖成什么样了 气血值这么低 还好意思吃 第37章 不速之客 在一众邻居热情的攀谈中 叶晨一家好不容易才返回家里 一家三口都长出了一口气 妈 我还乐着呢 我要吃饭 林彩霞一听 当即说道 饭菜都有些凉了吧 妈再给你热一下 没事 还是温的 叶晨坐下来 继续狼吞虎咽 那妈把鱼给你重新热一下 说着 林彩霞端着吃剩下的半条鱼 走进厨房 而叶开成 则是站在客厅里 背着手来回地夺着布 脸上 还带着一股难掩的兴奋 行啊 没想到我儿子真的有出息了 咱们家也要出屋者了 叶晨又吃完一碗 起身成饭的功夫 也遇到 爸 我也不一定非得考五大 你刚才不是说 当个普通人也挺好吗 胡闹 叶开成瞪了自己儿子一眼 道 你爹你妈那是没本事 自然就只能当一个普通人 之前那么说 是看你天赋低 只是想安慰你罢了 如果有机会 又有谁不想出人头地呢 既然你现在有机会 那自然要好好把握 我们会全力支持你 说完 叶开成沉默了一下 又道 如果你真的不想 成为舞者 那我和你妈也不会强迫你 你现在也大了 想走什么路 自己选择吧 叶晨笑道 刚才是我跟你开玩笑呢 我当然要上五大 当舞者 这是我的梦想 他已经感受到 实力提升所带来的好处 自然没有放弃的理由 林彩霞端着热好的 鱼从厨房中出来 担忧道 小晨 当舞者虽然能出人头地 但也会面临 比一般人还要大的风险 当初你执一报舞科 妈觉得 你考不上五大 所以就没多想 现在你真的有机会要上五大了 妈这心里反而忐忑了 叶晨一边夹菜 一边安慰道 妈你放心 你儿子 现在是很强的 别的不敢说 保命是肯定没问题 林彩霞道 妈救你这么一个儿子 只要你能平安就好 对了妈 这次考试 我赢得了一百万奖学金 但已经被我花掉了一些 等一会把你们银行卡号告诉我 我给你们转三十万过去 改善一下家里的生活 多少 一百万 我的个乖乖 林彩霞一听 不由瞪大的眼睛 感慨道 儿子现在真有出息 你这一次考试赚的钱 够我跟你爸两个不吃不喝 攒好几年的了 叶晨笑道 我以后肯定还能赚更多 争取给你们换一套大房子 咱也去住住高档小区 你有这个心就好 叶开成抽了一口烟 开口道 这钱还是你留着吧 舞者的修炼是很费钱的 我们不能给你更多的助力 至少不能成为你的累赘 叶晨刚要开口 家里的房门再度被人敲响 又是谁 林彩霞打开门 却是发现外面站着一名 穿着米色风衣的矮小男子 他头顶戴着一顶黑色费多拉帽 帽颜足有四五公分长 将他的面容遮挡住了大半 林彩霞一正 记忆里并不认识这个人 不由问道 你找谁 只见那名男子抬起头 露出面容 颧骨高耸 看起来有些丑陋 鼻孔下边留着板刷弧 圆框眼镜下的三角眼中 绽放出一缕金光 他看见李彩霞 直接双手交叠放于身前 恭恭敬敬地行了一礼 道 伯母您好 我记来找叶晨桑的 叶 叶什么玩意儿 林彩霞疑惑之间 这名矮小的风衣男子 已经闪身进入屋内 并且再次攻身行李道 冒昧来访 打扰了 我想 这位就是叶晨桑了吧 最后一句话 他是看着坐在饭桌旁的叶晨说的 叶晨眉头微皱 放下碗筷 不知为何 从眼前这个人的身上 他感觉到了一种诡异的气息 从此人的面向打扮 以及那非常不标准的大下语发音 让叶晨基本能猜测出对方的身份 你是什么人 为什么会来找我 叶晨全神戒备 但表面却没有表露出来 叶晨桑 还请借一步说话 叶晨见那人用眼神示意自己去里屋说话 旋即起身朝着自己的小屋走去 等二人进屋以后 那人脱掉头上帽子 再次朝叶晨行李道 笔人山本纯一郎 久仰叶晨桑的大名 今日特来拜会 叶晨双目微眯 对方的身份 果然跟他猜测的一样 是个霓虹国人 这明显是黄鼠狼给击败年 没安好心 叶晨也不废话 直接问道 山本阁下 你就收起 你们霓虹国那套虚伪客套吧 说说你今天来此的目的吧 叶晨桑果然快人快语 山本纯一郎冷笑一声 道 笔人特来请叶晨桑 效忠我大霓虹天皇 叶晨笑道 你觉得可能吗 山本道 我也觉得 让叶晨桑不会这么快地答应 所以 我可以慢慢地等 慢慢地去 感化您的心 叶晨点头道 好啊 我今天想休息了 我们改天再聊 说着 叶晨便是做出了送客的手势 但山本纯一郎却并没有动 冷笑道 叶晨桑 你觉得我戏傻子吗 我可以走 但你也要跟我一起走 如果我说不能 哼哼 叶晨桑 吸吸物则为俊杰 山本冷冷地看着叶晨 笑道 笔人是三品忍者 而你只不过是一名准武者 你的父母 包括你这个小区的人 全部都是普通人 现在你的父母就在门外 你也不想你的父母会受到伤害吧 叶晨沉默了一下 眼神中闪过一丝力芒 看着山本点头道 好 我跟你走 叶晨桑果然是息息物则 比人佩服 说着便做出了让叶晨先走的手势 叶晨却转身 从柜子中取出了一把备用复合弓 并且背上剑袋 然后看向对方道 山本先生 我作为一名后排射手 随身携带弓箭 是很合理的吧 当然 山本纯一郎不屑一顾 只要您小心 别把自己弄伤就好 如果您企图用这把弓箭来杀洗我 那我劝您 还是最好放弃 三品武者的肉身是很强大的 我就算是站着不动 你的剑也休想刺入我肌肤分毫 第38章 角色互换 松江一中 半空中 一道人影快落闪电般 从外面朝着教学楼的方向踏空而来 这一景象惹得下方不少人驻足观看 甚至因此阻塞了交通 毕竟 欲空而行 这是唯有七品武者才能办到的事情 江城的城主也才六品巅峰 可以说 整个江城都没有一位高品强者 大家都纷纷猜测 这究竟是哪位大人物 而且 为何会如此匆匆 一般来说 即便是高品武者 为了颜面 也为了不引起轰动 都会在市区 选择乘坐交通工具 像这种欲空飞行的 却是很少发生 除非是发生战乱 亦或者出现十分紧急的事情 而这位欲空飞行的强者 不是别人 正是火急火燎赶回来的 春城武大校长胡万里 自从接到何老师的电话 告知刚才的测试 并不是机器损坏 而是叶辰的气血值 已经超过了200 超出了那台老师测量仪的上限之后 胡大校长就再也坐不住了 在路上多次催促司机 再开快点 甚至险些酿程车祸 胡校长一声长笑 从天窗飞跃而起 这才上演了凌空飞行的戏码 好像晚回去一秒钟 叶辰就会被别的学校抢走一样 若是情况属实 叶辰这可是本届学员中的最大黑马 即便是放眼全国 也是能够排得上名号的存在 这个消息一旦泄露出去 全国的武大都会倾巢而出 派人来游说叶辰选择本校 哪怕是像金师武大 魔度武大这种国内顶级武大 恐怕也坐不住了 一定会加入到叶辰的争夺战中 到时候 他春城武大将不再有任何优势 甚至根本没有跟那些顶级武大竞争的资格 这么一想 他胡万里心急如焚 倒嘴的鸭子飞了 他恨不能给自己两耳光 他甚至不走楼梯 神识扫过 直接找到陈明武的办公室 从窗口飞了进去 此时坐在沙发上 悠哉喝着茶水的陈明武 似是早就预料到这一点 对于突然从窗户飞进来的人影 眼皮的都抬一下 我说老胡啊 你像火烧屁股似的 又跑回来干什么 陈明武换了个更加舒服的坐姿 接着道 我知道你这个重点武大的校长很忙 现在临近武科大考 你要提前对那些顶级学员开展工作 我知道 你们重点武大之间声援竞争激烈 咱这小小江城的一个小小高中 可容不下您这僧大佛呀 胡碗里明知道陈明武在拿他之前所说的话恶心他 但却也无可奈何 还是挤出一个灿烂的笑容 热情地道 老陈啊 咱们可是老战友 那就跟亲兄弟一样 好不容易来一趟 我怎么可能说走就走啊 谁跟你亲兄弟 陈明武斜了他一眼 冷笑道 少跟老子套近乎 老子没你这么失利眼的兄弟 胡碗里坐一陪笑道 老陈啊 你这么说 可就有点绝情了 那打碎骨头还连着筋呢 咱们老战友的关系 怎么能说断就断了 陈明武摆了摆手 不耐烦道 你该忙啥忙啥去 别跟我在这扯淡 你没看 老子正忙着 给夜晨找其他五大的保送选择呢吗 你春晨五大不要人 老子不信 就没有其他五大想要 你春晨五大 不是排名前二十吗 哎 老子就找个比你春晨五大排名还靠前的 你看他们要不要 胡碗里一把抓住陈明武的手 哀求道 老陈 看在多年老战友的份上 你就别再给夜晨找其他五大了 就交给我春晨五大吧 这可不行 陈明武一脸严肃的道 老胡啊 你要知道 国有国法 家有家规 虽然我们是老战友 但也不能迅思舞弊走后门呀 这对其他五大也不公平 好苗子就这么多 气血超过二百的 更是凤毛麟角 咱可不放心 把好苗子 交给一个狗眼看人地的废物校长手里 那岂不是一朵鲜花 插在牛粪上了吗 全国那么多的五大 保送也没必要 非得保送你们春晨五大 也要给其他五大一个机会吗 胡碗里彻底怒了 气场爆开 整个房间顿时一片凌乱 他站起来深怒吼道 老陈 你个老王八蛋 你快告诉我 叶晨他现在在哪 油喝 陈明武冷笑道 软得不行 改名抢了 没有我的允许 你敢动一下叶晨试试 以为你是七平 老子就怕你 胡碗里站在原地 捏如半晌 气势顿时一松 愤懵地道 你要是不告诉我 叶晨在哪 我从今天起就住你这儿了 你还得管饭 陈明武呵呵一笑道 我们那小食堂的伙食 比不得你们五大的山珍海味 怕你吃不惯 胡碗里气得直哆嗦 但也拿陈明武没办法 虽然对方比自己的品级低 但陈明武可是素有陈三峰之称 真要是跟他打起来 不用尽全力 恐怕都逃不得半点好处 想到这里 胡碗里再度求道 老陈 是我有眼不识泰山 是我狗眼看人爹 您大人有大量 就原谅我这一次吧 我专程赶回来 你总得让我再见叶晨一面吧 你放心 我保证会全力培养 学校的导师任他挑选 每年至少五百万奖学金 藏功格不设限 甚至 他咬了咬牙 再度道 甚至未来 如果开放了神迹 我也会将这个名额 优先给叶晨 陈明武文言面色一动 看着胡碗里道 你说的是真的 骗你是狗 陈明武点了点头 道 行 那我就再信你一次 他自然知道 发下任何毒誓 都无济于事 主要还是看对方的态度 如果对方真的信守承诺 将进入神迹的名额 交给叶晨 那叶晨去春城五大 也不算太亏 想到这里 陈明武又道 我可以让你去见叶晨 但如果他不愿意 那你不能强迫他 这个自然 胡碗里傲然道 我大小也是个 重点五大的校长 地位堪比副省主 在整个东北行省 也是响当当的人物 怎么会坐那虎脚蛮缠 抢取豪夺之事 第39章 撒游那拉 等二人走下楼来 正好碰到徐静等两位导师 开着那辆黑色的 SUV风尘仆仆的等到 胡碗里二话不说 拉着陈明武钻入车内 在陈明武的导航下 往叶晨家开去 等到了叶晨家门口 胡碗里让其他人在车上等着 自己跟随陈明武下车 进入了叶晨家楼道 而且在楼道口 还驻足整理了一下衣衫 五六十岁的人了 小伙子娶媳妇似的 老陈 你看看 我这衣领歪没歪 没歪 老陈 你再帮我看看 发型乱没乱 没乱 老陈 我说你有完没完 陈明武瞪了一眼 吓得胡碗里立刻惊声 甚至屏住了呼吸 旋即 陈明武敲响了叶晨家的大门 而给他们开门的 却是叶晨的母亲林彩霞 陈明武和矮道 你好 我是松江义中的校长陈明武 这位是春城武大的校长胡碗里 我们是来进行家访 林彩霞一听 是儿子学校的校长 连忙热情地招呼对方进来 叶开诚也是连忙地上香烟 只是被陈明武婉拒了 胡碗里虽然也不抽烟 但却是恭敬结果 他们两口子 今天算是开了眼了 不仅见到电视台的当红一姐 甚至还见到了两位校长 这可都是通天的大人物 以前只能仰望的存在 现在 却极为热情地 跟他们落着家常 尤其是那位五大校长胡碗里 更是显得亲切无比 甚至还跟叶开诚称兄道弟 丝毫没有一位 欺品强者的架势 闲聊了一会 胡碗里终于是坐不住了 看向叶开诚 图穷笔现地问道 那个叶老弟 你儿子叶晨呢 叶开诚笑道 那小子刚才被人叫出去了 小晨说是他朋友 我们也就没有多问 我这就给他打个电话 让他回来 咦 电话怎么没接 可能是在忙没听见 嗯 胡碗里和陈明武对视一眼 都从对方的眼神中 看出一丝警觉 你们见过叶晨的这位朋友吗 陈明武显得极为随意地问道 没见过 林彩霞摇了摇头 这个人说话口音不像是本地人 但具体是哪个地方的口音 我倒也说不上来 叶开诚给两位端了杯茶 也道 小晨跟他出去的时候 还把家里备用的长工带走了 说是相约外出训练 陈明武听完以后 心里越发觉得不对劲了 今天是周末 叶晨好端端地不在家休息 非要出去训练干什么 何况学校也没有这个安排 想到这里 陈明武直接放下茶杯 起身道 既然叶晨不在家 那我们就先不打扰了 等过些日子再来拜访 见两位态度坚决 叶开诚夫妇也就没有挽留 一直将二人送出大门口 陈明武和胡万里一回到车上 整个人的气势瞬息突变 我感觉叶晨有危险 陈明武直接了当地道 以前我就听说过 一些天才学员 被胁迫诱拐失踪事件 很多至今下落不明 就算找到的也只是一具尸体 我们必须立刻找到叶晨 以及那个带他离开的神秘人 胡万里浑身爆发出强烈的战役 甚至让车窗都出现了细密的裂痕 你就交给我吧 该死的家伙 我不管他是邪教组织 那间 还是外国敌对势力的人 只要他敢动叶晨一根汗毛 我都会让他后悔来到这个世上 陈明武问道 你有办法快速找到叶晨的位置吗 废话 你当老子这个欺品 是摆上吗 胡万里怒气冲冲 刚才我故意接近 叶晨住过的房间 已经记下了叶晨的气息 现在我只需要将精神力外放 便能追踪到那缕气息的所在位置 说完 他直接腾空飞起 精神力朝着四面八方扩散开去 很快的 他便在郊区附近 跟踪到了那一缕熟悉的气息 而且 此时那缕气息还在高速移动 朝着江城外围而去 胡万里脚踏虚空 身形瞬间朝着那个方向飞掠而去 与此同时 一辆破旧的银白色轿车 正高速地行驶在城郊结合的公路上 叶晨坐在副驾 嚷嚷道 停车 我要尿尿 坐在主驾驶位置的山本纯一郎 却似乎没有停车的意思 冷笑道 叶晨桑 你还是忍一忍吧 待会到了跟组织交接的地方 你再方便不迟 可我现在就憋不住了 那就在车里解决吧 我不介意这种意味 见对方油盐不尽 叶晨便转移的话题 问道 你这是打算将我送到哪去 山本道 到了你就知道了 组织的人会想办法 将你运送出国 回到霓虹去 在那里 你将会得到全方位的培养 成为一名优秀的人者 叶晨冷笑道 你们就不怕我学成之后 再反叛你们 将你们全杀了 山本不屑一笑道 叶晨桑说笑了 我们自然有办法 让你完全听命于组织 到时候即便是让你杀死自己的父母 你也会毫不犹豫地下手的 你将成为一名 彻头彻尾的杀人机器 话音刚落 叶晨直接撞碎副驾车窗 身体顺势翻滚了出去 那你 山本纯一郎大吃一惊 要知道这台车 虽然看起来破旧 但却是精心改装的 即便是一品舞者 都无法使用蛮力破坏 现在 反而无法困住准舞者的叶晨 叶晨桑 你不愧是天才人物 但你觉得这就能逃得过我的手掌心吗 山本冷笑一声 也不慌乱 而是直接汽车朝着叶晨快速追去 此时已尽黄昏 光线渐渐昏暗下来 感觉到山本在身后穷追不舍 叶晨取下长弓 张弓搭剑 腰身一拧 对准山本射了过去 不过 射来的箭矢却被山本双指轻松夹住 山本不屑道 叶晨桑 我劝你最好立刻放弃无谓的抵抗 否则待会你会吃到更大的苦头的 前面的叶晨却不听 再度放箭射来 山本顾忌虫师再次双指夹住 叶晨桑 就你这区区立道 想射 杀我简直就是白日做梦 说完 急不上前 对准叶晨后心便是一脚踢来 立道之强 竟是直接将叶晨踢出树米 撞碎了前方不远处的土墙 碎土甚至直接将叶晨掩埋 这边的动静 也是引起了周围几个路人的注意 皆是惊慌逃离 不敢多待 这回知道你我之间的差距了吧 敬酒不吃吃罚酒 山本纯一郎冷笑地走上前去 打算跨过倒塌的土墙 去将重伤的叶晨拖出来带走 按照他的推算 他刚才那一脚 正好可以让叶晨丧失全部的抵抗 甚至直接昏死过去 此时他的行踪已经暴露 很快就会有大厦国安府的人赶来 所以他必须立刻带上叶晨撤离 然后 就在他跨过土墙 冷笑着打算将叶晨从土堆里拽出来时 却发现一枚锋利的箭矢正对准他的咽喉 旋即他的目光便迎上了叶晨锐利的眼眸 撒尤那辣 拉满弓弦的手指一松 鲜血瞬间飙射而出 第四十章 校长之威 嗯 山本纯一郎 双手捂住脖梗 企图阻止血液的不断流出 双眼难以置信地看向叶晨 你 你怎么 想知道我为什么能完好无损 又为什么能一箭射杀你 山本重重点头 就不告诉你 叶晨拍了拍身上的尘土 灿烂一笑道 我怎么可能让你死得瞑目 在车上的时候 叶晨便已经分析出了敌我差距 知道自己只有一次的出手机会 这才故意设下圈套 前两件 他是故意用堪比准武者的力道放箭 来让山本纯一郎麻痹大意 最后再抓住机会 近距离地对准他的要害 将其中创 山本纯一郎又气又恨 浑身颤抖 想骂人却发现自己声带破裂 根本发不出声音 他现在才意识到 眼前这个少年 竟是如此的狠辣 同样也有着超越年龄段的城府 看来 组织对眼前少年收集的情报 还是太少了 这才导致了这次劫持的失败 他恶狠狠地看了叶晨一眼 似乎要将对方的样子 彻底地硬刻在脑海里 三品武者的强化生命力 让他没有立刻殒命 他控制着脖梗的肌肉 夹住箭矢 尽量减缓血液的流失速度 旋即他用带血的手掌 不断结印 在地上一拍 烟尘散去 竟是召唤出了一条巨大的黑色人犬 他立刻俯身 趴在人犬背上 抱住人犬的驳岗 人犬似乎也感受到了主人此时的危险 似找翻飞 便是驮着山本纯一郎飞奔而去 速度之快 竟是不亚于汽车 然而 就在山本纯一郎 以为自己逃出生天时 却忽然发现 身下的人犬突然不动了 好像是被设下了定身术一般 人犬浑身发抖 兽童中带着难以言表的恐惧 仿佛看见了死神 山本纯一郎艰难抬头 却是发现一名 身穿中山装的老者 面容冷峻 不知何时站在了他的前面 他看不清此人的修为 但从身下的人犬反应来看 对方一定是大下的某位强者 在山本面如死灰的表情中 他直接被人掐住了命运的后搏梗 如小鸡仔一般提了起来 下方的人犬哀嚎一声 消失不见 叶辰 你没事吧 胡万里提着山本纯一郎 一跃来到叶辰身前 关心地问道 我没事 胡校长 你怎么来了 看叶辰气息平稳 淡然自若的样子 胡万里长松一口气 刚要开口 远处警笛大坐 三辆吉普车呼啸而来 紧接着 从车里冲下来十多名 身穿国安府制服的舞者 瞬间将胡万里和叶辰包围 胡万里见状 眉头微皱道 我是春城武大校长胡万里 叫你们的头上来说话 国安府众人面面相去 五大校长最低都是高品强者 副省主级别的人物 可不是他们这些大头兵 能招惹得起的 片刻后 一名身材壮硕 脸上带着伤疤的中年男子 走上前来 朝胡万里进了个礼 沉声道 国安府将成分府大队长于安 请首长出示证件 哼 什么狗屁证件 没带 胡万里冷哼一声 直接将身体悬浮于半空之中 这一下 彻底惊到了众人 能悬浮于半空中 也唯有七平以上的强者才能办到 虽然没有证件 但足以说明对方的身份 如果是敌人 他们现在已经是死人了 胡校长您好 国安府将成分府第三大队 向您敬礼 在于安的带领下 周围十多名国安府 舞者齐刷刷地 向胡万里敬礼 胡万里抬了抬手上的山本 道 于队长 此人乃是霓虹的间谍忍者 企图挟持我们大厦的天才叶臣 而后叶臣机智脱困 就在他与间谍搏斗之间 我闻讯感到将此人制服 说到这里 他用眼神扫了叶臣一眼 制止了想要说话的后者 然后 胡万里又看向约安道 还有没有问题 约安道 我们也是接到群众举报 说这里发生了战斗 这才立刻赶来查看 既然有胡校长的背书 那我们也可以顺利结案了 说着 他还好奇地扫了一眼叶臣 眼神中带着惊异之色 能和一名三品霓虹忍者 斡旋战斗一阵 而没有受伤 不愧是天才人物 那我就把这个间谍交给你们了 不过你们估计也审讯不出什么 有价值的信息了 你红人者一旦被带到 就会咬碎含在舌苔下的剧毒胶囊 这个人应该也活不多久了 说着 便是将山本纯一郎扔给了余安 余安将山本交给手下 再次朝胡万里进了一里 这才带着手下之人离开 等众人走后 叶臣这才问道 胡校长 你刚才为什么说是你杀死的间谍 明明是我 胡万里摆了摆手 看着叶臣认真道 我这是 在保护你 顿了顿 他补充道 你也看到了 大厦外部的敌对势力 如今已经盯上你了 如果这个时候 将你能斩杀三品的实力 公之于众 那形同于告诉敌人 你是个巨大的潜在威胁 他们一定会想方设法地 对你再度展开行动 也许会派出更多更强的间谍偷袭你 你的处境会更加危险 叶臣想了想后 又道 抓住一名间谍 应该会有奖金的吧 这样一来 我的奖励就没有了 你这个小脑袋瓜里到底 在想些什么 胡万里有些抓狂 玄机无奈道 这个奖励 我会不计你好吧 不过 不过什么 不过 你得加入我们春城武大 那不行 叶臣态度坚决 怎么不行 胡万里再度抓狂 他堂堂武大校长 七品强者 何时受过这等憋屈 不过他还是耐着性子 和蔼的道 叶臣啊 你抓个间谍 顶多也就能奖励个五十万到头了 只要你加入春城武大 我代表学校奖励你五百万 哪知叶臣再度摇头 之前那个叫徐静的导师 已经告知我不符合你们春城武大的保送要求了 我现在已经放弃保送名额 决定参加大考 用实力说话 你之前不是也这样鼓励我的吗 胡万里听完 恨不能给自己一巴掌 都怪自己之前多嘴 叶臣 那是徐静个人做出的错误判断 跟我春城武大无关 你放心 我待会就把他吵了 另外 只要你同意加入春城武大 我个人再追加五百万 直接给你一千万 第四十一章 破例一次 这可是一千万啊 叶臣 胡万里尊尊善诱 仿佛一只修行千年的老狐狸 你想想 只要你有了这笔钱 即便是步入武大之后 相比于其他学生 你的起步也会快上许多 而且 我还会给你安排最顶级的导师传道授业 藏宫阁里的功法武技任你挑选 另外 我还会给你配备最顶级的练功房 和最高级的宿舍 要知道 这些可都是需要学分的哦 但全都为你免费开放 叶臣想了想 却是不打反问 春城武大有魔窟吗 这次事件更加激起了他提升实力的渴望 在高中时期 对于魔窟的管控是相当严格的 除了一些重要考试以外 他很难再次进入魔窟 这就极大的限制了他的发育 只要有源源不断的魔物 凭借着乾坤一击 他就能让自己的力量不停增长 只要给他足够的时间和空间 以后他射出的每一件 伤害都会无比恐怖 别说一名三品忍者 就算是面对霓虹的影集忍者 也是一件秒杀 胡万里闻言一愣 不知道叶臣为什么会关心这个问题 不过他还是回答道 镇守魔窟 本就是武大的首要职责 所谓一笑镇一哭 春城武大当然也有魔窟 而且还是东北行省中最为巨大的魔窟之一 叶臣瞬间来了兴趣 不由问道 那我可以自由出入魔窟吗 这个恐怕不行 胡万里微微摇头 那魔窟属于高危魔窟 太过危险 即便是我进入其中都要加倍小心 甚至在魔窟深处 隐藏着比我更强大的存在 我们的目标主要是镇守 现在大下内忧外患 并不是与魔窟全面开战的时候 叶臣沉默地点了点头 见他兴致不高 胡万里不由问道 你非要进魔窟干什么 锤炼自己 我觉得实战才能真正地提升实力 叶臣回答 你有这个觉悟是极好的 有些天才就很惜命 平时修炼积极刻苦 但就是不敢实战 最终落得个碌碌无为的下场 胡万里感叹一声 玄机又道 如果你真的想实战 可以去春城五大的前辈强者们 开辟出的秘境 那里面也有不少魔物 而且危险相对可控 甚至还有机会得到机缘 不是比魔窟强多了 真的吗 叶臣顿时来了精神 胡万里摇头苦笑 真不知道你小小年纪 为何这般好战 等你真正成长起来以后 未来有的是战场等待着你 我们大下现在内忧外患 外部势力对我们虎视眈眈 跟阿美丽卡 霓虹等国迟早会有一战 那时才是你建功立业 守护大厦的时候 叶臣道 我是个牙字必报的人 今天这件事 未来我会在霓虹的本土 成百上千倍的偿还 胡万里文言 背后都隐隐发凉 他能感觉到 眼前少年并不是在说笑 不过他还是提醒道 你可不要小看了霓虹忍者 他们神出鬼没变化多端 极难对付 尤其是那几位影集忍者 所施展的忍术威力 极为恐怖 那位眼影 更是掌握着一种恐怖的火系忍术天照 被誉为永不熄灭的火焰 你今后若是在战场上遇到 一定多加小心 哦 是吗 叶臣颇有兴致地道 那就要看他的天照 能不能快过我的利剑了 胡万里微微摇头 苦笑道 我跟你说这些干什么 这些信息对你来说 还为时尚早 等你踏入高品的那一天 再了解也不迟 旋即 他又满怀信心地问道 小家伙 怎么样 决定加入我们春城五大了吧 没有 叶臣果断摇头 我还是决定参加大考 难道这么优厚的条件 你都不心动 胡万里难以置信 叶臣却道 你开出的这些条件 我相信其他五大同样能开得出来 我为什么非得选择春城五大 而不去更好的五大 一句话给胡万里干愣了 他万万没想到 自己竟然被一个孩子耍了 本以为叶臣在自己的诱导下 一点点上钩 没想到 人家只把他当作了解情报的工具 他刚要继续劝说 远处一辆黑色SUV急驰而来 直接急刹车停在了路边上 车门打开 陈明武冲下来 双手抓住叶臣 上下打亮道 伤到没有 叶臣摇了摇头 他没事 我心伤了 胡万里一旁麻木道 陈明武根本没理会对方的话茬 而是带着叶臣走向SUV 胡万里仰天长叹 也跟着上了车 回去的路上 叶臣将之前所发生的事情 一五一十地讲述了一遍 你的意思是 在老胡赶到之前 你就已经重创了那名霓虹间谍认者 叶臣微微点头 这件事情 他觉得有必要跟陈明武澄清 不然以后就说不清了 这份工具 他还是要的 你自己 干掉了一个三品 陈明武也难以置信 叶臣再次点头 不过又强调道 当然 也有偷袭的因素在 如果是正面硬碰的话 我应该也杀不死他 文婷此言 陈明武直接叫人停车 然后对徐静两位导师道 你们两个 下去 徐静文言一惊 然后看向胡万里 后者点了点头 道 你们两个下去吧 车我来看 你们自己打车回去 顿了顿 又严肃地强调道 刚才听到的话 记住要严格保密 若是泄露出去 你们知道是什么后果的 两名导师对视一眼 皆是点了点头 尤其是那名女导师徐静 下车之前 面色复杂地看了叶臣一眼 没想到自己教书多年 面试的天才无数 竟是在叶臣这里看走了眼 等二人走后 车厢里只剩陈明武 胡万里 叶臣三人 陈明武这才严肃地问道 叶臣 你想加入龙祖吗 还没等叶臣开口 开车的胡万里却严肃道 老臣 你糊涂了 叶臣才多大年纪 连真正的舞者都不算 怎么可能加入龙祖 陈明武道 我知道龙祖的审核极为严格 在此之前 最为年轻的龙祖成员 也要三十岁以上 四品修为 不过 我相信 组织会为了叶臣 破例子 第四十二章 大砍一刀 龙祖是什么 叶臣好奇地问道 陈明武道 龙祖是大厦最为神秘的组织 表面上 我们大厦分为五大行省 六个部门 而实际上 暗处还有一个名为龙祖的组织 龙祖的地位超然 不在以上任何机构的管辖范围内 可想而知 它有多么强大 叶臣也来了兴趣 又问道 那这龙祖的职责和任务是什么 陈明武道 明面上处理不了的事情 都是龙祖的事情 叶臣一愣 顿时感觉这龙祖有点牛逼 处理那种棘手的事情 也唯有强者才能办到 然后他又问道 陈校长 你是龙祖的人吗 是也不是 陈明武自嘲一笑 道 我也只能算是龙祖的外围成员 负责为核心成员输送情报 推荐人才 后勤保障等基础工作 就算是他 陈明武一指前面开始的胡万里 别看老胡是七品武者 也跟我一样 同样都是外围成员 叶臣吃惊道 难道连七品强者 也无法成为核心成员吗 陈明武笑了笑 道 有机会成为龙祖核心成员的 都是精英中的精英 不单单只看修为 还必须至少 有一项超乎常人的能力 能够胜任复杂多变的任务环境 可我好像没有那种能力吧 怎么没有 陈明武瞪了他一眼 你这变态的防御力 就是一项超乎常人的能力 校长 可我只是一名后排射手 我的梦想 停停停 见叶臣又要开始鬼扯 陈明武连忙制止 不管怎么说 我都已经把你的材料提交上去了 过些日子 审核结果就会下来 叶臣又问道 加入龙祖 有什么好处吗 我说你小子怎么跟个商人似的 干什么事都想要好处 陈明武又瞪了叶臣一眼 叶臣理所应当地回答道 没办法 谁让咱家抵薄呢 如果不想着捞好处 我这实力怎么提升 实话告诉你 加入龙祖 就是最大的好处 陈明武冷亨道 如果你真成了龙祖核心成员 每完成一个任务 都能获得不少功勋点 你要知道 功勋点可比任何货币都有价值 在黑市上 一功勋点甚至可以卖到一百万 就这还是有价无市 功勋点还能交易 当然呢 陈明武道 大家辛苦地完成任务 不光是为了自己 也为了父母和亲人 功勋点如果不能交易 那肯定会打击大家的积极性 叶晨又问道 那这功勋点都能干什么 只要你有足够的功勋点 那就只有你想不到的 没有功勋点做不到的 陈明武认真道 无论你想得到什么 或者完成什么事 只要你能付出足够多的功勋点 就一定能在龙祖内办到 就算你要龙肝奉随 也能交易得到 另外 如果你真成了龙祖核心成员 那些世俗的规定 你都可以无视 甚至是当街杀人 刑部也无权制裁你 叶晨听完以后 心思越发活络 特权都是次要的 他对功勋点很感兴趣 自己以后 一定会需要大量的高级丹药辅助修炼 一般渠道很难满足他的需求 唯有龙祖才能办到 想到这 叶晨又问道 校长 如果我加入龙祖以后 就不能再上武大了吗 这并不冲突 陈明武道 龙祖只是一个身份 甚至平时 你还要刻意隐瞒自己的身份 没有任务的时候 你就跟普通人是一样的 这也是 为了保护自己的安全 毕竟敌对势力 对我们龙祖成员 可是恨之入骨 破坏了他们不少行动和计划 叶晨点点头 没再多问 如果自己多了这样一重身份 自然是好处多多 虽然这样一来 自己也将承担更多的风险 不过对于他这个防御力 拉满的射手来说 问题不大 等回到学校以后 陈明武和叶晨下车 随后 胡万里也跟着走下车来 陈明武问道 老胡 你怎么也下来了 你现在不是应该急着赶回春城武大去吗 胡万里就当没听见他说的话 而是看向叶晨道 叶晨 跟我一起回春城吧 之前跟你开出的条件 我一定都会照办 叶晨摇头道 多谢胡校长的好意 但我还是想参加大考 胡万里顿时急了 如果叶晨参加大考 那时候锋芒毕露 全国的武大都会像蚂蚁闻刀蜜一样 一股脑地朝他扑来 那时候 他春城武大就再没有任何优势 叶晨 我的小祖宗 你可别再犹豫了 我发誓 春城武大一定是你最好的选择 然而 无论他怎么劝说 叶晨就是不松口 这个时候 刚才一直在接电话的陈明武道 刚才国安府的人打来电话 说是叶晨协助抓捕间谍 要给叶晨嘉奖 评选他为江城杰出青年 胡万里道 可喜可贺 看来要不了多久 叶晨就是江城小有名气的人物了 陈明武却叹息道 随着锋芒不断展露 虽然能获得更多的机遇 但也会遇到更大的危机 我听国安府那边说 这段时间 全国各地 已经有不下十例天才学员失踪的案件了 目前只有叶晨这一例脱险 其他至今下落不明 胡万里看向叶晨 唏嘘道 现在越来越感觉 这小子强得离谱 叶晨却朝陈明武问道 那个杰出青年 有奖金吗 你小子 真是掉进前窟窿里了 我之前怎么没发现 你这么财免 陈明武笑骂一声 玄机又道 有是有 但应该不多 大概十万块钱的样子 叶晨点点头 蚊子腿也是肉 当然 这也跟胡万里 隐瞒了他的战绩有关 如果之前 说是他杀死的间谍 那这个奖金数 最起码能翻十倍 他现在急需钱 来购买丹药 没办法 一枚一品丹药 就几十万 没有钱 就没法提升气血 霓虹国的邪恶组织 已经盯上他了 他必须提升战力自保 而且 他现在的目标 是参加武科大考 拿到全国状元 只有拿到全国武科状元 他才能获得更多的收益 而要想获得状元 就必须尽可能地提升气血 总之 他需要钱 很多钱 回到宿舍后 叶晨直接再次联系了程思宇 说明了自己想 再次购买一品丹药的来意 叶先生 您前两天 不是刚买过一枚吗 怎么这么快又要买 怎么 这需要理由吗 是我冒昧了 那还是老规矩 今天晚上下班后 我给您送过去 可以 但我这次想买两枚 两枚 程思宇显然吓一跳 是的 作为你的大客户 能不能打个折 第43章 龙祖物龙 叶先生 您是知道的 我也是冒了很大的风险 才搞到的货源 而且单药本身成本就很高 利润已经很薄了 你就说能不能打折 给我一个最低价 如果我觉得不合适 那我只能找其他人了 叶先生 您干嘛这么无情呢 听叶晨这么说 程思宇显然着急了 几天就消费上百万 这显然是大客户 如果真让他跑了 那他才是真的肉疼 见叶晨不回话 他也只得继续回复道 叶晨先生 我给您报价一枚单药35万 比上次便宜了将近5万 两枚70万 您看可以吗 叶晨嘴角一扯 程思宇显然销售经验 也不丰富 他这么说 一定还有空间 叶晨直接回复道 两枚50万 叶先生 干脆您直接要我的命算了 哪有像您这么砍价的 这连成本都够不到 那就60万 不能再多了 如果不行 我只能去别家看看 飞信那边 沉默了许久 叶晨也不着急 静静地等待着对方的回复 果然 程思宇的飞信头像 再度跳跃 好吧 叶先生 你赢了 两枚一品增血丸 60万 今晚就可以送到 叶晨继续输入道 可以 但我只能先给你50万 剩下的10万 你告诉我一个银行卡号 我会尽快打给你 程思宇再度沉默 不过这次没用多久 他就回复道 好吧 余下的部分 我先帮您垫付 叶先生是舞者 今后收入不菲 自然不会赖小女子 这10万块的账 看到回复 叶晨也是长舒一口气 他也不想赦账 可现在身上只有50多万了 甚至连结出青年的奖金 都提前预支出去了 如果一枚一枚地买 一个是麻烦 而且还砍不了多少价格 恋舞真的是 花钱如流水 不过 叶晨也知道 高投入就有高回报 只要吃下这两枚一品丹药 他的气血又能再度飙升 晚上 在程思宇忧怨的眼神中 叶晨取走了丹药 实际上 这两枚丹药他 甚至倒贴了一些钱 他也在赌 赌叶晨未来 能扬名利万 如此一来 他现在的投资 就会得到成百上千倍的回报 叶晨回到宿舍后 便是直接将其中一枚增血丸 吃了下去 有了之前的经验 这次 他根本没有什么负担 他知道这个药效比较猛 所以吃下单药后 没有静静打坐 而是在跑步机上 慢跑起来 三天之后 叶晨又吃掉了第二枚 他明显地感觉到 自己的气血值 又提升了不少 只是不知道 具体提升到了什么程度 而且他也知道 作为一名准武者 这么提升气血值 是否有上限 不过 至少现在看来 他的气血 还是能继续提升的 只是提升的幅度 远没有一开始那么明显 又过了一天 这天上午 叶晨便是接到了 陈明武的电话 让他立刻赶往气血 测试练功室 叶晨一听 也没多问 便穿衣下楼 他正好也想看看 自己现在的气血 达到什么程度了 等叶晨来到测试室 看到房间内站着三人 校长 你找我 叶晨走上前去 却发现 胡千里也在 不由疑惑到 疑 胡校长也在 你还没回春城去吗 陈明武也遇到 就是啊 自从那天回来以后 这家伙还赖在这儿不走了 我们这穷乡僻壤的小地方 可容不下你这顿大佛 胡万里抬头看天 一副老子 带定了的样子 然后 叶晨又看向另外一边 站着一名陌生男子 叶晨想仔细辨认 然而无论他如何努力 都无法看清 此人的面容 甚至 他身上穿着什么衣服 都无法辨认 给叶晨的感觉 就好像 此人全身打了马赛克 叶晨顿觉神奇 这时 陈明武开口介绍道 叶晨 这位就是龙祖的核心成员之一 代号乌龙 简短的介绍 却是让叶晨明白了 对方的身份 同时 也对龙祖 这个神秘组织更加好奇 看来这里面 的确是藏龙卧虎 就在叶晨思索之间 陈明武又说道 叶晨 这回你在上 测量仪测试一下气血吧 这次我们 更换了一台 新型气血测量仪 测量上限达到了300 哼 这可是咱们胡校长 代表春城五大 赞助给我们的 好 那我上去了 看着面前 这台崭新的测量仪 叶晨心里也有期待 想看看 自己目前的气血 到底是多少 当然 不仅是他 胡校长更加期待 他也想看看 叶晨的气血 到底能达到200几 如果是刚过200 他能争取到 叶晨的概率还很大 如果叶晨的气血 达到了220 那可真就要跟全国五大 打破头的竞争了 他几乎没有半点胜算 也就趁早回去得了 这时候 一直沉默的乌龙也开口了 陈校长 感觉这个小家伙的天赋 似乎很是平庸 我从他的身上 没察觉出任何一场 陈明武刚要开口 一旁胡万里道 乌龙兄弟 我劝你最好不要太早下定论 一个能独自击杀 三平人者的准武者 天赋又能差到哪里去 哦 乌龙顿时来了兴致 那我倒是要拭目以待了 陈明武也看向 走上设备的夜晨 心中也有忐忑 无论之前夜晨 有多少表现 总是要有一个准确的测量结果 才更有说服力 夜晨轻车熟路地站稳 机器顿时发出 巨大的轰鸣声 紧接着 机器顶部的红光 不停地闪烁 并且发出了刺耳的警报声 众人目光 潮数值窗口看去 四个字母再次映入眼帘 Full 我操 这一回 就连胡万里 都忍不住抱了句粗口 这他妈到底是什么情况 又来 这可是我新买的设备啊 陈明武看到这个结果 也是一愣 劲狂喜 这种高精尖设备 在出厂之前 是经过诸多测试的工序的 根本不可能是坏的 那么现在就只有一个结果 夜晨的气血值 已经超出了这台 新设备的测量上限 气血值超越300 太逆天了 第44章 一云重重 夜晨走下设备 扭头看了眼屏幕上的字母 当即不满得道 校长 你就不能买一台 测量上限高一点的设备 陈明武和胡万里文言 两个人都骂了 你说的是什么虎狼之词 这种型号的设备 在大学里测量大义学生 都绰绰有余了 是你太变态了好吗 就连一旁的乌龙又激动到 陈校长 我这就回去向组织报告 要求组织尽快批准夜晨 加入龙组的程序 你推荐人才有功 组织应该会奖励你 至少十点功勋点 说完 乌龙的身体 好似真的化成了一团烟雾 直接飘散而去 等他走后 胡万里激动地拉住陈明武的手 声味俱下地恳求道 老陈啊 看在我们多年老战友的情分上 你一定要帮我劝劝夜晨来春城武大 原本他还想着 如果夜晨气血太高 他就放弃 可看到这样逆天的结果 他已经无法自拔了 纵观大厦历史 甚至是整个世界 他也没听说 有气血超过三百的高中生 都说进水楼台先得月 如果这样还被人抢走 他真的会悔恨终身 陈明武嫌弃地抽回手 道 就你们那个破壁五大 还能容得下夜晨这尊真龙 想什么呢 我会把他当作接班人来培养 胡万里信誓旦旦地道 等我退休以后 他就是春城武大的校长 哼 你这些话跟我说没用 还是自己跟他说吧 陈明武似笑非笑地回答 能让这老家伙吃瘪 他心中别提多舒服了 前几天憋在胸中的闷气 总算是吐出来了 夜晨 你别走 哎 你别走啊 我有话对你讲 夜晨丝毫没有理会对方的意思 跟陈明武说了声 校长 我继续回去修炼了 然后就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里 他体内的药力 现在还有很多 他要尽快将这些药效 全部吸收 到那时 他的气血值 一定还有提升 他想要看看 自己的气血值 究竟能提升到什么程度 此时的外景 随着夜晨采访的播出 以及国安部发布的 评选夜晨为 是杰出青年称号的消息 夜晨的名声 也是不断提升 大家都对这个突然冒出来的黑马 感到好奇 有大批的自媒体 网红 围堵在校门口 开启直播 想要当面一睹夜晨的风采 甚至有些网红 还想翻越栏杆 开着直播冲进校园 企图找到夜晨 获得第一手讯息 结果却是被宿管李老头 带着几名保安座的鼻青脸肿 丢出了学校之外 大家这时才意识到 这是一所武科高中 可不是文科高中 可比 你若是敢乱来 人家是真的会揍你 夜晨自然不知道这些事情 这些天 他一直沉浸在修炼之中 身体仿佛有着使不完的力气 同时 饭量也大增 把食堂阿姨都吓了一跳 可能是校长陈明武的特意安排 夜晨现在的饭食 都是单独的小灶 每餐都配备上好的肉食 蔬菜 而且不限量 还免费 食补加上药补 再加上夜晨的消化训练 他感觉自己的气血值 已经到达了一个巅峰 这种感觉很奇妙 但夜晨就是能清晰地感觉到 自己的气血 已经达到上限了 再想继续提升 那就只能晋升一品 而这个时候 距离全国武科大口 也只有一周的时间 这天 夜晨再次接到了陈明武的电话 夜晨 你被劫视那件事 国安府已经基本调查清楚了 是霓虹眼忍一脉的 暗部组织干的 暗部 对 类似于我们大厦的龙祖 顿了顿 陈明武又道 此事已经上报了龙祖 龙祖已经派人清理残余分子 你的父母 也被国安部重点保护了起来 你大可放心 好 我知道了 夜晨语气淡然 心中却有一股怒火燃烧 他知道 如果不彻底将霓虹邪恶势力 连根拔起 他今后是不会消停的 既然如此 那就别怪他心狠手辣了 以后见一个 他杀一个 他要让这群败类闻风丧胆 看见他就如同狗一样 夹不住屎尿 夜晨忽然又想到一个问题 问道 陈校长 霓虹的间谍 是怎么知道我家地址的 这个我们也在调查 陈明武叹息道 目前来看 有两个可能 第一种可能是电视台 第二种可能就是学校 你是说 电视台或者学校 有霓虹暗部的眼线 很有可能 夜晨沉默不语 仔细想来 也只有通过这两个渠道 对方才能知道自己的基本信息 虽然不想承认 但这就是事实 有些人 一旦给予足够大的利益 是没有任何底线的 就算是爹妈儿女都能出卖 更别说 是同胞 他的一些个人情报 很有可能 已经被某些有心之人 拿去跟霓虹换取利益了 陈明武道 之前的事情 已经无法控制了 不过你最近的测试结果 也只有我 胡万里 以及龙祖的乌龙知道 这几个人都是可靠的 你大可放心 夜晨点点头 明白 对方是什么意思 不过这些信息瞒得了一时 也瞒不了一时 况且 他也没打算刻意隐瞒 他甚至想利用自己为耳 钓到更多的大鱼 将它们一网打尽 而现在他最大的软肋 便是自己的父母 在自己锋芒毕露的同时 一定要将父母保护好才行 而这就需要自己 做出更大的成绩 让龙祖和国家看到自己 更大的价值 那使自己的话语权 自然更重 挂断电话后 夜晨穿好衣服 准备下楼吃饭 走到楼梯口的时候 却是发现之前的执勤老师 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 则是春城武大校长胡万里 夜晨笑着问道 胡校长 您怎么在这 胡万里如深归怨妇一样 忧愿地看着夜晨 道 只要你一天不答应我 我就一直坐在这等 夜晨无奈摇头 准备从他身边过去 这时 胡万里却将一本小册子 递给夜晨 五颗大考竟止入评舞者参加 但却不禁止修炼一瓶武技 你器械值已经超过三百 应该可以修炼真正的武技了 这本武技 就当我送给你的小礼物 说完便转身离去 夜晨低头看向秘籍 上面写着三个字 爆裂剑 第四十五章 终生难忘 据夜晨所知 一瓶武技 至少价值十几万 而且还是有价无市 没想到胡校长出手这么阔绰 直接就送给自己一本 武技密集 可不允许私自印制 交易 这可是严重的违法行为 如果被抓住 刑期至少十年起步 只有武大 军队 以及个别武馆 才有存本 所以 普通人想修炼一图 只有以上三个途径 有天赋的去武大 能吃苦的去军队 两种都没有 还想练武的 那就只能去武馆拜师 第一 监测到武技包裂剑 是否立刻学习 叶辰的脑海中 突然想起了 久违的系统提示音 学习 叶辰下意识地开口 紧接着 这部密集化成一缕金光 融入到了他的身体之中 他瞬间就感觉自己 已经掌握了 爆裂剑的基本用法 无非就是将力量 灌注到剑身之中 在将剑射出以后 当碰撞到目标后 发生爆炸 威力大小取决于 灌注的力量多少 而在系统面板中 叶辰也看到了 关于爆裂剑的介绍 爆裂剑LV1 射出能够爆炸的箭矢 造成技能等级星号力量 星号120百分号的威力 爆炸范围 与威力成正比 叶辰看完介绍 确认这属于是AOE范围 伤害技能 正好弥补了 他的短板 当叶辰再次抬头看去 却发现 胡万里的身影 已经彻底消失 不知道去哪了 叶辰摇头苦笑 所谓吃人嘴短 拿人手短 自己学了这个武技 也算是成了胡校长 一个人情 这个人情 只能等以后 有机会再还了 叶辰来到食堂 刚打完饭坐下来开吃 却发现一个人影 鬼魅般地 坐在了自己对面 严承意 严主任 叶辰眉头微皱 不过还是开口 打了声招呼 严主任好 严承意笑着点了点头 指着叶辰面前 如小山般的饭菜 不由问道 拿了这么多啊 能吃完吗 我不会浪费的 叶辰淡默地回答一句 便是开始加菜吃饭 能吃是好事 说明气血增长了 严承意再次一笑 说道 今天老师来找你 还是之前那个话题 想让你再回到 零一二小队去 叶辰道 多谢严主任关心 可我还不想换队 严承意却道 我看这队啊 还是换了吧 你现在的队友太烂了 去零一二小队 跟好剑组成双射手阵容 你们在大考上 一定能取得好成绩 叶辰微微摇头 不再说话 而是自顾自地吃饭 严承意眼底 闪过一丝力芒 语气变得冰冷下来 叶辰 实话告诉你 这对你想换的换 不想换 也得换 叶辰眉头一挑 抬头看向对方 如果我执意不换呢 严承意的脸上 再度浮现一抹笑容 那笑容看起来 多了几分阴险 叶辰啊 你不为自己着想 也要为你的父母着想吧 你爸爸 是单药厂商下游原料 供货公司的职员 你母亲 则是是政务中心的一名文员 你现在年纪还小 不知道 社会的险恶和残酷 说不定什么时候 他们两个 就全下岗了 温饱都成了问题 叶辰没想到 对方的能量 有这么大 竟能把手伸到 单药厂商和政府部门 不过他 还是不动声色地说道 以后我可以养活爸妈 不需要他们 再工作 严承意文言 笑容更加冷酷 道 如果有一天 你爸在公司 误服毒草 你的妈妈 在下班途中 被卡车撞到 你应该 也是可以理解的吧 听闻此言 叶辰瞳孔微缩 旋即再次抬头 看向严承意 他感觉 坐在自己面前的 不是老师 而是一个恶魔 从这一刻起 他已经起了杀心 不过 他并没有露出声色 而是脸上 带着惧怕 严 严主任 你这么做是犯法的 严承意仿佛听到了 天底下最大的笑话 笑道 犯法 我犯了什么法 我只不过是 打个比方罢了 而且 他不屑一笑道 就算我犯法了 又能把我怎样 法律 是约束普通人的 跟我无品无者 有什么关系 你之前只是普通人 应该没听说过 江城的两大地头蛇 严家和好家吧 而你现在 有资格知道了 叶承点点头道 这么说 我现在已经触犯到了 你们的利益了 严承意 拍了拍叶承的脸蛋 和矮笑道 真聪明 老师我真是越来越 喜欢你了 摆在你面前的 只有两条路 要么跪下 给我两家当狗 要么 就让你们全家消失 叶承惊慌失措地点点头 道 好的 严主任 我知道了 这就对了 严承意满意地点点头 道 后天就去012小队报道 你来顶替赵刚的位置 那赵刚呢 叶承问 马上就要大考了 正常情况 是不可以再更换队员的了 总有意外发生 严承意叹息道 赵刚的腿 很快就断了 参加不了 今年的高口 只能遗憾出局 根据紧急措施规定 这种情况下 队伍可以纳入一名新队员 只要那名新队员 同意即可 叶承道 那我现在的小队怎么办 严承意冷笑道 这我就管不着了 有招使去 没招死去 优胜劣汰 这是自然法则 也是无考的一部分 叶承面如土色 显得心灰意冷道 好 我知道了 严承意满意起身 副手缓缓朝叶承走来 拍了拍他的肩膀 叶承啊 大考上 千万不要让我失望 我期待你的精彩表现 这样我的外甥好剑 才能稳稳地拿到全省状元啊 说完 便呵呵笑着离开了 在其身后 叶承平静地坐在椅子上 手里拿着筷子 嘴角掀起一抹不易察觉的冷笑 严主任 您放心吧 我一定好好表现 我的表现 一定会让您 终生难忘 第46章 我来晚了 两天后 今天是大考前 队伍的最后一次合练 再过两天 便是一年一度的全国武科大考 等叶承来到操场上时 操场上人流涌动 大部分人 已经按照小队序列站好了位置 叶承先是下意识地朝三二六小队那边走去 然后才意识到 自己现在要去的 应该是零一二小队了 昨天严承意已经通知自己 说一切都办理妥当 明天让他 直接去零一二小队报道 当他来到零一二小队的集合点 发现四人早等候在那里 程悠悠 郝剑 李楠 刘彻 四个熟悉的人 只不过却给叶承一种陌生和厌恶感 这时 他们四人也看到了叶承 程悠悠的眼神中 充满了怨恨 肯定还在为叶承当众打他那一巴掌而记恨 李楠和刘彻 则神色复杂 之前叶承离队的时候 他们还出言嘲讽过 现在又重新当回队友 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叶承 反观郝剑 却是神色如常 而且脸上带着喜色 热情地招呼道 欢迎我们的老朋友 也是我们的新队友 说着 便是带头夸张地鼓起了掌 李楠和刘彻 也附和着拍了拍 脸上 却写满了不自然 而郝剑 急为热情地道 叶承笑一个重回老队友 远离那群垃圾队友 难道不是一件开心的事情吗 叶承看着他 平静地笑了下 然后道 好剑 你好像很开心啊 好剑一愣 玄机挑衅地反问道 难道我不应该开心吗 有你这强力助手在 我的什么状元 是十拿九稳啊 然后 他看向李楠和刘彻 问道 你们说是不是 李楠和刘彻连忙复合 是是 好哥说得对 我们会全力辅佐好哥 拿到省状元的 好剑满意地点了点头 道 这就对了 事成之后 你们每个人都能分到五万块奖金 而叶承你 则是能分到十万 怎么样 好哥够意思吧 李楠和刘彻对视苦笑 但表现上 还是频频点头 每年那种专职助考的复读生 能让老板进全省前一千 所得到的报酬 都五十万起步 而他们帮好剑冲击省状元 报酬才这么一点 这是在吸他们的血啊 但即便如此 他们也是敢怒不敢言 严主任已经找他们谈过话了 如果他们不同意 后果可能比赵刚还惨 那就不是断一条腿的事了 叶承不置可否 道 好哥 我看我们也没有合练的必要了 后天考试的早上见吧 好剑哈哈一笑道 我觉得也是 我们这个队这么强烈 拥有你我两个顶级射手 大考还不是随便乱杀 叶承点点头 旋即便是打算转身离开 而他刚转身 便是看到四个熟悉的身影 站在不远处 正表情复杂地看着他 正是曹壮 姚文 以及陈家姐妹 姚文尴尬一笑 开口道 老大 要走怎么不提前通知一声 也好让兄弟们有个准备 曹壮瞪了他一眼 道 陈哥有他的苦衷 别让陈哥难做 平时像百灵鸟一样 喜欢叽叽喳喳 说个不停的陈兵 此时却安静得无比 即便是姐姐陈雪邋遢 他也故意不看夜晨 一张小嘴 翘着能挂油瓶 眉眸中带着雾气 打湿了长长的睫毛 还没等夜晨说话 在其身后 一道巨傲的声音响起 我好见 想要的队友 还要提前通知你们一声 你们算老几啊 曹壮见到此人 沉声道 好见 你不要太过分 好见哈哈大笑 双手张开 嚣张道 我就过分了怎么样 你还打我呀 我操你 一旁的姚文 抬手就要冲过去 却被曹壮直接拦下 蚊子 你冷静一下 难道不想大考了吗 他知道 如果姚文此刻动手 绝对会被严主任 拿来大做文章 取消他们的大考资格 姚文怒道 他大考之前 抢走了老大 我们缺一个人 还怎么大考啊 那也不能动手 曹壮死死地拦住姚文 好见背后的势力太庞大了 根本不是他们这种 平民子弟能对抗的 如果他们今天出手 严主任和好见 能想出一万种办法折磨他们 就在这时 程悠悠悠走上来 一脸挑衅地看向陈彬 他还没有忘记 当初考试结束的时候 陈彬是怎么羞辱他的 陈彬妹妹 真是风水轮流转啊 现在你的夜城哥哥 又属于我了 不到最后一刻 永远不知道 谁才是真正的赢家 你高兴得实在太早了 说完 轻蔑地看了一眼 满脸悲愤的陈彬 以胜利者的姿态 跟着好见等人离开了 剩下夜城走在最后 对失落的四人小声说道 这两天好好练习 等我消息 说完这句话 也不看四人诧异的表情 静止离开 看着夜城离去的背影 四人的心中 都是掀起惊涛骇浪 老大这话是什么意思 姚文难眼激动 看着另外三人问道 是不是老大他 噓 曹壮用眼神示意他 不要多嘴 周围还有好多人 另外三人顿时净声 但没烧眼角尖 难言喜意 他们知道夜城一定另有用意 只不过猜不出 他到底在下什么大棋 转眼间 两天时间悄然而过 今天便是五科大考的正日 也是决定 一届考生命运的日子 三年的付出与努力 成功与失败 都将在这一刻揭开谜底 三二六小队的四人 早早地便来到了操场 路过的同学几乎都要朝他们四个扫上眼 眼神中有不解 轻蔑 讥讽 幸灾乐祸 夜城被调离的事情 已经在学生中传得沸沸扬扬 原本抱伤大腿的四人 此时却连一个整队都难以凑齐 这还如何能参加大考呢 小队四人的心中也很是忐忑 面对周遭时不时发出的嘲笑和讥讽 他们内心的压力可想而知 就在他们坠坠不安的时候 一道熟悉的声音在他们身后响起 抱歉 我来晚了 第47章 颜面尽失 陈哥 老大 夜城哥哥 曹壮三人惊喜地开口 就连一向腼腆内向的陈雪 此刻胸部也是剧烈地起伏着 显然情绪都很激动 夜城笑着走到大家面前 先是用手刮了下陈冰挺翘的鼻头 问道 你不是不跟我说话的吗 陈冰不一地摇了摇身子 旋即竟是不好意思地躲进姐姐的怀里 姚文连忙问道 老大 你怎么回来了 你不是去零一二小队了吗 夜城道 腿长在我自己身上 我想去哪就去呢 曹壮担忧道 陈哥 我知道 你放不下我们 可你这么一来 就彻底得罪了好剑和颜主任 我们 我们是斗不过他们的 姚文也重重点头 目光湿润道 老大 你有这个心 我们就满足了 证明我姚文没看错人 没白叫一声老大 可是 老大 你还是走吧 你好不容易翻身逆袭 没必要 在这个时候跟他们硬碰 陈冰从姐姐怀里钻出来 又扑到夜城怀里 双手死死地抱住夜城的腰 将小脑袋埋在他的胸膛 夜城哥哥你走吧 是人家错怪你了 夜城文言却 无奈摇头道 你们真是笨啊 我选择妥协加入他们 不是因为我怕他们 而是我将计就计罢了 啊 曹壮四人都傻眼了 夜城没有理会四人的表情 继续道 他们敢威胁我和我的家人 那我自然要报复他们 曹壮担忧道 可是诚哥 你这么做的话 颜主任一定恨死你了 他和他背后的势力 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夜城笑道 就算他们肯放过我 我也并不打算轻易放过他们 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 得罪我夜城的都得死 夜城笑得温和 却让曹壮等人感觉到 一阵毛骨悚然 他们忽然发现 曾经那个单纯的少年 已经逐渐成熟起来 展露出心计和手段 陈冰抬起头 认真道 夜城哥哥 需要我帮忙吗 我可以 莫等他说完 夜城便摇了摇头 他感觉到 陈家姐妹的家世 似乎并不像看起来这么普通 但他并不打算 让对方插手 什么都不要说 什么都不要问 你们只管专注考试 一切由我 听夜城笃定的口吻 众人也暂时放下心来 陈冰和姐姐对视一眼 也没再多说 姐妹两人心意相通 先走一步看一步吧 若是严城义和郝健 胆敢伤害夜城哥哥 即便是要违背祖训 他们也要让对方付出代价 就在这时 郝健带着郑悠等人 却是气急败坏地走了过来 这一举动 引得周围一众同学的围观 夜城 你竟敢耍老子 郝健恶狠狠地盯着夜城 恨不能将他吃掉 就在刚刚 他已经从何老师那里听说 夜城已经再次回到 三二六小队了 也就是说 现在是 他们缺少一人 郝健和郝悠悠 当时就猛了 大考就在眼前 前往大考的大巴 马上就到 在这种时刻 让他们去拿找替补 我耍的就是你 你想怎样 要打我吗 夜城逼近对方 挑衅地盯着郝健 他就是在故意逼郝健出手 这样一来 便可以名正言顺地 不让对方参加大考 不过 郝健显然也不是草包 紧要关头 并没有丧失理智 他马上打电话 联系自己的舅舅严成义 跟他讲明了 目前的事情经过 很快的 严成义大不留心地赶来 看向夜城的目光 满是怨毒和威胁 面对一名无品舞者的压力 夜城却显得从容自若 严主任 抱歉了 虽然你一再地逼迫我 但我想来想去 还是觉得 三二六小队更适合我 所以我不打算换队了 夜城 你这是在找死 严主任恨得咬牙切齿 哦 是吗 夜城淡然地看向对方 我就站在这里 有种杀了我 我倒是想领教一下 无品强者的战力 有多么强大 听夜城这么说 严主任反而冷静下来 现在最要紧的是 说服夜城 跟随零一二小队参加大考 考试之后 再想其他 既然夜城不吃硬的 那只能先来软的 想到这 严诚意的表情一松 和矮笑道 夜城呢 只要你跟随零一二小队 参加大考 我严诚意 还有严 好两大家族 是不会亏待你的 等考试结束之后 五百万现金 亲手奉上 你看怎么样 夜城微微摇头 我对钱不感兴趣 这句话不是吹牛 他越是修炼 越是发现钱 并不是最重要的 修炼所需的资源 才重要 越高级的资源 越是稀有 根本不是用钱 可以得到的 唯有强大自身 去争取抢 才是修武之道 严诚意一听 咬了咬牙 又道 可大考名册上 你所属的小队 可是零一二小队 这是我在两天前 亲自更改的 现在已经更改不了 你现在 要是执意跟随 三二六小队 那我作为教导主任 只能取消 你的大考资格 他话音刚落 旁边一个 故意抬高声调的声音传来 谁说他的大考名册上 陆入的是 零一二小队的 众人转头看去 却是王主任 摇头晃脑地走了过来 王长志 严诚意死死地盯着前者 原来是你在背后 替他撑腰 王主任 吊耳郎当地走了过来 站在他面前 道 怎么 不让啊 我早说过 别打我学生的主意 你把我的话当放屁 是怎么办到底啊 实话告诉你 在你改完名册以后 我就又把名册恢复了回去 叶晨现在还属于三二六小队 说到这 他忽然想起了什么 又道 喂 我是不是说过 以后你见到 我要管我叫爸爸 不然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 快叫声 爸爸来听听 严诚意气地直哆嗦 王长志 你别给脸不要 还真以为我严诚意怕了你 他刚说到这 王长志直接抬手 啪 严诚意被扇得一列前 左脸上出现一道红肿的掌印 这突如其来的一下 给周围的学生都震住了 这一下 也让严诚意颜面尽失 严诚意血贯同人 一脸阴森 将自己歪斜的眼镜 摘下放入口袋 卸下了全部的伪装 他从在场中人的脸上 一一扫过 竟是什么也没说 转头朝着学校大门去 第四十八章 蛇鼠一窝 叫叫 叫叫 好剑看着严诚意的背影 焦急的大喊 喊什么喊 王长志训斥道 你跟他能学出什么好来 这个后果 全都是你自己做的 准备准备来年复读吧 程悠悠 李楠 刘彻三人 也是焦急万分 纷纷看向好剑 好哥 现在我们怎么办啊 好剑想了想 严诚意一定不会坐视不理 后续应该 还会有大动作 他们言 好两家 可不是吃素的 玄机他对三人道 稍安勿躁 好戏才刚刚开始 很快的 专送大巴车 一辆接一辆的赶来 将应届声全部接上 朝着考场出发 考场设置在了市中心 这是由大下强者 所开辟的特殊秘境 专门供五颗大考所用 别看从外观来看 这秘境就是一个 火柴和斑大小的黑洞 实际上 里面别有洞天 甚至能容纳全市的考生 同时进入 而且会根据考生的选择 生成数量强度不等的魔物 最终的排名 则是根据小队击杀的 总得分决定 全省乃至全国的五颗大考 都是同一种规格 所以考试之后 很容易便能将排名算出 此时 考场外围 已经是人山人海 每年都会有数以万计的群众 来围观五颗大考 这里面有学生家长 也有单纯是来凑热闹的 毕竟 未来在这群少年中 一定会有人崛起 成为大下的栋梁 有人就是喜欢预测 以此来彰显自己眼光的卓越 等夜晨下车的时候 围观之人顿时一阵骚动 快看 那不就是夜晨吗 松江义中的黑马 协助国安府 抓获霓虹间谍的是杰出青年 我前几天在电视上看过 乖乖 这回算是见到真人了 今年我们江城 应该能出一位省状元了吧 立刻有人反驳道 算了吧 咱们小城市的孩子 哪有那些大城市天才的底蕴 冰城的无星 春城的甘宏伟 气血已经超过了二百 还有阳城的聂蕾更变态 据说气血已经超过二百二了 甚至是全国状元的有力竞争者 咱们没戏 周围人竖起耳朵 听这位董哥滔滔不绝 都露出敬佩的目光 感觉对方懂得争夺 看台上 江城武科高中的四位校长 齐聚一堂 每年这个时候 都是他们四人摩拳擦掌 互相较劲的时候 都想自己学校的考生成绩 能力压其余三人一头 老陈 听说你们学校今年出了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我也听说了 就是那个叶晨 据说是一匹黑马 不知道这次大考 他能不能一黑到底 陈明武不屑道 我陈明武带出来的弟子 还能有孬种 今年咱们的省状元就是他 你们就瞧好吧 一直没出声的 试试验武高校长苏建国开口道 我说老陈 你的话可别说得太满 每年你都说 你们学校能出省状元 每年你们学校 都是我们四人中的垫底 今年你要是在垫底 你校长的位置 怕是要不保了 陈明武挟了他一眼 冷笑道 老苏啊 你是怕我抢了你的风头吧 不信咱俩打个赌 赌什么 就赌五百万 你敢不敢 苏建国赤笑道 我当时多大的赌注 原来只是赌钱 我跟了 不过 我可事先声明啊 不许赖账 老子吐口唾沫是个钉 管好 你自己就行了 说着 陈明武又看向旁边两位 你们两个得做个见证 苏建国微微摇头道 钱对于我们这些六品舞者来说 算得了什么 无非是能买一些繁俗之物罢了 与此同时 叶辰已经随着同学排起了长队 准备依次进入秘境 秘境是以小队的形式 进入的 小队和小队之间 会分配到不同考场 类似于某些游戏里的副本 而每个小队的击杀积分 也会在考核之后 由秘境自身激发能量上传系统 这些规则 叶辰他们都已经听老师 讲过无数遍了 早已耳熟能详 然而 就在大考即将开始之际 一列豪华车流 涌入到了考试会场 为首的那辆车牌 赫然显示着00001 有明白的人 顿时反应过来 这可是城主的专车 专车停下 一名颇具上位者气息的中年人 走下车来 正是城主正渊 在其旁边 秘书于福走上前来 对准备接引学生入场的 主考老师道 大考暂停 城主接到群众举报 说 本次大考 存在训私舞弊现象 特来查验 此言一出 全场一片寂静 这事都惊动了城主 显然不会善了 众人纷纷猜测 到底是谁训私舞弊 玄机 于秘书直接喊道 谁是松江义中 教导主任王长志 王长志闻言 离开人群向前一步道 我是 给我拿下 于福二话不说 一声令下 国安府的特别行动队 应声而出 直接将王长志团团围住 就在双方剑拔弩张之时 远处一声低鹤响起 且慢 众人一看 原来是松江义中校长陈明武 谁给你们的狗胆 敢抓我陈明武的人 他刚说完 城主正冤威严开口 我给的 如何 陈明武双目微眯 知道这事故意针对 不过对方毕竟是自己的上级 他暂时压住怒火 问道 敢问城主 王长志到底犯了什么罪 你要现在缉拿他 有人举报 王长志滥用职权 在大考前擅自更改小队数据 难道这不该抓 陈明武听完 呵呵一笑道 我还以为是什么呢 那数据是我让王长志修改的 你要抓应该来抓我 是你 城主正冤一阵错愕 下意识看向后面的一辆车内 没错 就是我 陈明武冷笑道 我身为一校职长 总该有权力修改小队信息吧 一旁的于秘书开口道 刑审规定 大考前三天不允许再更改小队信息 陈校长 你应该不会不知道吧 我当然知道 陈明武立声道 可我更改信息 是因为我们学校的一位教导主任 训私舞弊 利用职权和势力 强制逼迫一位学生转移小队 我只不过是在恢复数据 不让对方得逞罢了 这个训私舞弊的人不是王长志 而是严诚意 说着他目光看向郑渊坐驾后面的 那辆黑色轿车 大骂道 事到临头 你还不滚下来见我 你个吃里爬外的狗东西 严诚意硬着头皮走下车来 站在郑渊身边 狡辩道 他们撒谎 明明是陈明武和王长志打压我 他们两个在学校一手遮天 为了铲除我这个一己 所以才颠倒黑白 往我身上泼脏水 还请城主大人做主 城主郑渊文言 看向郑渊道 既然如此 本城主只好先将你也押回去 慢慢调查 你敢 我看哪个狗日的敢动我 郑渊冷笑道 陈明武 我劝你好自为之 你是六品 而我已经半只脚踏入七品 你不是我的对手 十项的乖乖束手就擒 免受皮肉之苦 陈明武哈哈大笑 老子当年在魔窟十万大军之中 都杀了个七进七出 还能怕了 你这个狗东西 放肆 说话之间 郑渊便要暴怒出手 然后就在此时 却是听见半空中传来一道冷哼 郑渊 连我的老战友都敢动 你也太不把我胡万里放在眼里了吧 第49章 恶鬼冰凉 胡万里 你怎么会在这里 城主正冤差一万分 对方可是春城五大的校长 更是真正的七品强者 不得不让他谨慎面对 胡万里却没理他的话茬 而是陈生道 郑城主真是好大的官威啊 一言不合 就要抓六品强者 严诚意究竟给了你什么好处 能让你罔顾事实 颠倒黑白 胡万里 你不要血口喷燃 周围有不下几万群众看着 郑渊脸色极为难看的反驳道 本城主这是秉公执法 不会放过一个坏人 也绝对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如果调查之后 陈明武和王长志没有问题 本官自然会放了他们 你身边的严诚意 也是嫌疑人 为什么不把他也一并带走审讯 却单单 只抓他们两个 胡万里冷笑着问 郑渊恼惩怒 赤道 胡万里 我才是一城之主 如何办案 还轮不到你来说三道四 他冷哼一声 又道 实相地速速离开 你若再敢胡脚蛮缠 我定上报省主 置你个语举之罪 你要是这么说 今天这事 老子还管定了 胡万里一步踏出 直接来到场地中央 刚气外放 竟是将一众国安府队员 逼退出十几米 众人面面相去 七品强者果然恐怖 仅用气息便能压制众人 可以说 单单指他一人 便能将一城直接镇压 郑渊没想到 胡万里如此执拗 一时之间 也是骑虎难下 不禁将目光 看向严诚意 严诚意却是在人群中 一眼看到了夜尘 眼神之中 竟是怨毒之色 他知道 造成今天这个局面 幕后的始作俑者 就是夜尘 在此之前 他万万没想到 这个少年竟是有如此诚服 不声不响地 给他设下了这么大的一个局 所拥有的能量之强 竟是连七品强者 都愿意为他出头 现在都如此厉害 假以时日 等他羽翼丰满 后果不堪设想 今天 必须你死我亡 想到这里 严诚意先是对城主证冤道 大人 我们家主说了 事成之后 您踏入七品之前 修炼所需的丹药 我们严加一力承担 另外 他压低声音 在其耳边低语道 霓虹暗部的松下队长 让我给您带个话 只要您协助霓虹暗部忍者 将今天在场的天才全部抓获 霓虹暗部会给您提供一枚七品破账单 助您踏入七品 破账单 郑渊听闻此单 浑身都是一阵 眼下他卡在瓶颈 若是有七品破账单相助 定然能顺利突破 那时 他也将踏入高品 也是站在大厦最顶端的人物了 想到这 他看向严诚意 微微点头 严诚意大喜 直接吹了一个口哨 从周围十来辆车上 涌出数十名全身黑衣的舞者 他们面部被黑金包裹 手里握着武士刀 在阳光照射下 反射出刺眼寒芒 霓虹忍者 众人顿时一惊 人群都开始骚乱起来 所有人都没有想到 在今天这个大考的重要日子 竟是有一批霓虹忍者 混进了市中心 原本站在看台上的三位中学校长 此时也是站在了陈明武的身旁 全神戒备 随时准备出手 陈明武双目微眯 看向城主道 郑渊 你好大的胆子 竟然勾结霓虹暗部 你这是死罪啊 郑渊冷笑道 今天把你们全杀了 就没人会知道这件事了 黑衣忍者中 领头一名忍者狂妄大笑 拽下面巾 露出了一张难看的脸 有道是识时误者为俊杰 你们现在若是有人真诚地 加入我们大霓虹帝国 我随时欢迎 若是迟一片刻 我和我手下的忍者们的刀刃 可不长眼睛 陈明武闻言 哈哈大笑 朗声道 我大下吃里爬外的狗东西不少 但有骨气有底线 有气节的人更多 岂是你们这群到处认主 当狗的窝寇可比 养我大下威 杀光霓虹狗 养我大下威 一传十 十传百 百传千 千传万 数万人齐齐呐喊 声震穷雨 巴嘎 松下队长大怒 一举手中刀刃 命令道 杀光他们 一个不留 胡万里一步踏出 七品强者的气势 瞬间展开 冷傲道 区区几个六品忍者 外加几十个四五品的喽啰 就想在我大下土地上 兴风作浪 你未免有点高看了自己 松下队长阴森一笑 讥讽道 你以为我们 霓虹忍者像 你们大下猪那么傻吗 没有必胜的把握 我绝不会轻易出手 说完 在他带头之下 与他身后另外两名忍者 一同服下一枚红色小药丸 胡万里不由一惊 恶鬼冰凉碗 什么是恶鬼冰凉碗 陈明武连忙问 是霓虹的这些变态家伙 从死事中提炼出来的物质 加上不少凶药 在与和废水搅拌炼制 而成的邪恶之物 自身潜能达到短时间超越境界的效果 松下队长阴测测一笑 看来你对我们霓虹的高科技武道产品 很有了解吗 这种药丸吃下之后 会有极强的副作用 轻则残废 重则直接暴毙 这真的值得 嘿嘿 只要能将你们身后的那些大夏天 才劫持回国 那我们三人的牺牲 就是值得的 霓虹全国都会认我们为大英雄 以纠战雀巢 祸害邻国为荣 你们霓虹真是无药可救 松下队长不屑道 胜者为王败者扣 现在我们这边有三个欺品 不想死的话 立刻乖乖投降 哈哈 我怕大夏的列祖列宗戳我几两骨 既然如此 那就死吧 松下队长暴喝一声 周身竟是被血蒸气笼罩 武士刀上 血红刀芒击射而出 朝着胡万里头顶猛批而下 与此同时 其左右两名吃了恶鬼冰凉丸的人者 同样一左一右 朝着胡万里杀去 胡万里第一次露出凝重之色 身体凌厉激发之间 头顶一柄虚无长剑 缓缓升腾而去 他用手一握 将虚无之剑拔出 与三柄鬼刀重重的硬汉在了一起 在他们激战之时 其余忍者 郑渊 严成义等人 也是瞬间发难 与大夏一众武者捉对激战 霓虹忍者的数量占据优势 竟是将刀朝着周围的平民挥砍而去 平民顿时四散奔逃 哼哼 今天你们一个都别想跑 松下队长冷笑一声 手掌结印 一股股黑恶之气从其体内汹涌而出 若是仔细观桥 竟是有无数冤魂困在其中 大夜迷天 伴随着一声低吼 广场周围方圆数百米内 原本阵舞阳光明媚的天空 瞬间变得昏暗下来 风中甚至有鬼哭之音 人群无论如何逃窜 都无法逃脱这片区域的束缚 有些胆小者 甚至已经吓哭 本就是来看个热闹 没想到现在竟是要把小命搭上 哈哈 我说了 今天你们一个都别想跑 松下队长面目猙獰 大吼大叫道 给我杀杀杀 杀光这些大下猪 今晚我要喝他们的血 嗨 一众忍者闻言变得更加残暴 嗜血的基因被彻底激发出来 严诚意见状也是越发猖狂 看向夜沉立声道 小畜生 这就是你得罪我的下场 然而 就在松下队长和严诚 一洋洋自得之际 原本昏暗的天空 竟是出现片片浓雾 浓雾越来越密 竟是让所有人伸手不见五指 而在这浓雾之中 仿佛有一道身影 完全不受影响 宛如游龙般靠近松下 轻轻一触便立即远离 松下队长的头颅 竟是直接被削掉 从颈部喷射出数米血液 随风飘落 沾染到不少人的脸上 破 破 又是沉闷的两声 另外两道血柱 再次冲天而起 与此同时 迷雾缓缓散去 黑夜也不再继续 众人清晰地看到 原本围攻湖湾里的松下队长 以及两名吃了冰凉丸的手下 此刻竟是全部化 为了无头尸 尸体沉重的杂地声 震得全场所有人心神俱颤 尤其是原本是血杀戮的人者们 此刻却是心生绝望 喧闹的广场 顿时寂静无声 广场半空 一道看不清身形的人影 凌空而立 从那附体的迷雾中 传出一道声音 响彻天地 龙祖半叉 闲人回避 第五十章 拭目以待 龙祖 竟然是龙祖的人 余下的霓虹忍者面面相去 眼神中带着胆怯之色 大下龙祖的威名 他们自然是如雷贯耳 就跟老鼠和猫一般 是他们的天敌 面对龙祖 他们甚至生不起 丝毫反抗之心 都说他们 霓虹忍者不怕死 可面对无法抗衡的对手时 骨头顿时软了下来 哗啦啦 霓虹忍者直接跪倒一片 双手将武士刀举过头顶 而就在此时 一道身影疯狂地朝着外围 逃窜去 郑城主 现在想逃 是不是有点太晚了 乌龙吃笑一声 只见一道雾气击尸而出 在半空中 化成一条龙形 直接将郑渊牢牢捆住 放开我 放开我 我是大下城主 你没资格捆我 乌龙闻言 声音变得愈发冰冷 再多说一句废话 我便立刻处死你 郑渊立刻惊声 汗水从额头流下 他知道 乌龙说到做到 别说是他一个小小城主 哪怕是一位省主 龙族 也可以先斩后奏 就在此时 远处大批城防军杀来 将这片区域 围得水泄不通 众人再度慌乱 不知道 这是什么意思 乌龙站在半空 闭目不语 仿佛根本没将这些人 放在眼里 江城副城主柳志安 拜见乌龙大人 城防军中 一名精淡的中年男子 披挂整齐 朝着半空中的乌龙 抱拳行礼 柳志安 你来得真是时候 不理会陈明武的话语 柳志安继续向乌龙解释道 在夏天文考场这边异常情况后 便立刻召集城外的城防军 赶来救援 好在有乌龙大人出手相助 让江城的学子 和父老乡亲 没有受到多大伤亡 乌龙直接问道 柳志安 你现在打算怎么处理 柳志安道 城主沟连外敌 收受贿赂 证据确凿 即刻缉拿 送往省城审判 严氏家族和好氏家族蛇属一窝 表面药商 实则为黑恶势力 控制丹药市场 操控武科 大考生员分数 网络社会闲散无者 罪大恶极 我已奋兵前往两家 现在应该已经将两家主要人员 全部抓获 哦 这里还漏了一个 说着 柳志安 看向面如土色的严诚义 招呼周围城防军 给我拿下 几名城防军高手 瞬间便是 将严诚义摁在地上 五花大绑 严诚义死死地盯着不远处 一个默默站在那里的少年身影 少年也在看他 眼神带着难以言喻的淡漠 夜沉 严诚义声音喃喃 仿佛丢了魂魄一般 被人压上卡车 他纵横多年 从没料到 自己有一天会栽在一个少年手里 这一灾 竟是连自己整个家族都搭进去了 叫叫 叫叫 好剑哭喊着冲了过来 企图抓住严诚义 却直接被城防军不客气地一脚踹飞 疼得他宛如虾米般全浮在地上 而在此时 城幽幽 李楠 刘彻三人 竟是没有一个人上来扶他 甚至在三人眼中 还有幸灾乐祸的神色 等城防军压着严诚义 一大批霓虹人者走了以后 众人这才惊魂未定的议论纷纷 乌龙也从半空中落下 来到了叶辰身边 从今以后 你也是我龙组的一员了 恭喜你 叶辰但笑摇头 没什么好恭喜的 不过是身上多了一项任务和责任罢了 不过 你小子的确是块好材料 步步为营 引蛇出洞 最后一网打尽 还真有你的 乌龙赞叹地竖起大拇指 叶辰耸耸肩道 我只不过是 借事而为罢了 没有你和陈校长他们的帮助 我这计谋也成功不了 小小年纪不焦不燥 不愧是我乌龙看上的人 说着 他话音一转 又问道 你看傅城主柳志安 此人如何 不怎么样 墙头草罢了 叶辰微微摇头 谁赢他帮谁 透彻 乌龙看向叶辰的眼神 更加欣赏 旋即 他拍了拍叶辰肩膀 指了指考场道 大考马上就要开始了 这才是你今天的重头戏 好好表现 别给咱们龙祖丢脸 这还用说 全国状元 我是拿定了 你话还是别说那么满 虽说你 气血的确强大 但中部行省 西南行省 东南行省这次大考 也有天骄诞生 据说还都修炼了一瓶武技 可以说是最近十年 含金量最高 状元竞争 最为激烈的一年 谁若是能脱颖而出 对于今后的发展 有着莫大的好处 顿了顿 他又道 如果你真能拿下全国状元 龙祖核心精英的名额 到时候你也会像我一样 拥有一个 属于自己的专属代号 这样你在龙祖内的权限 将会提升不少 甚至一些稀有资源 你也有资格 参与内部拍卖 比如那个 让郑渊都垂涎不已的破账单 你只需要积攒功勋点 就能获得 听起来倒是不错 叶辰转身挥挥手 边朝队友走去边道 接下来看我的 乌龙点头 好 我拭目以待 第51章 冠军秘境 叶辰从程悠悠 李南 刘彻身边走过 对于自己的这些老队友 叶辰没有任何留恋 连看都没看一眼 李南和刘彻 自残行贿 低头不语 如今的他们 早已经跟叶辰是两个世界的人 只不过 跟他们之前 预想的恰恰相反 叶辰是龙 他们是虫 程悠悠心中 更是五味杂陈 心灰意冷 原本明亮的毛子 也是黯淡下来 曾经有一份真挚的爱情 摆在他面前 他没有珍惜 等到失去以后 才追悔莫及 如果再给他一次 重新来过的机会 他一定抱紧叶辰的大腿 绝不会让他离开自己 看着叶辰走向 程家姐妹的时候 程悠悠的心都碎了 一份天大的机缘 就这样被他浪费了 他有心再贴上去 但想到之前 那响亮的一巴掌 他的脸上 再次火辣辣的痛 叶辰哥哥 程冰甜甜地叫了一声 一双心眸 完全都在叶辰身上 根本无暇顾及 此时落寞的程悠悠 叶辰摸了摸 陈冰并边秀法 又看向陈雪 陈雪小脸通红地 立刻低下头去 接着又看向曹壮和姚文 陈哥 老大 面对众人蹊跡的目光 叶辰笑着开口道 三年寒窗 我们等的就是现在这一刻 出发 出发 曹壮等人也是热血沸腾 是啊 拼搏了三年 奋斗的三年 他们为的 就是在这一刻 鹤里鸡群 这关乎到每一个 武科学子的命运 在叶辰的带领下 三二六小队 朝着秘境传送点走去 所有人看到叶辰走来 几乎都是下意识地 给其让路 让他一路畅通无阻 能跟龙组的核心精英 私下聊天的人 那自然是他们惹不起的存在 这时 其中一位兼考老师 朗生开口道 考试秘境 将分为四个难度 普通 困难 精英 冠军 难度越高 魔物越强 积分自然也多 请大家根据自己 小队的实力 酌情选择 大家一定要量力而行 每年都有大量的队伍 因为选题过难 而名落孙山 身为舞者 要对自身的实力 有着充分的认知 这也是武科大考的一部分 没有认知的舞者 未来在战场上 死亡的概率极大 所以 没有太大的培养价值 周围考生一听 顿时都沉默了 不过紧接着 便开始议论纷纷 曹壮和姚文等人 不由看向叶辰 老大 我们选择什么 冠军 叶辰斩钉截铁的回答 曹壮四人 没有任何犹豫 重重点头 好 没过多久 便是轮到叶辰他们 准备进入考试秘境 主考官看到叶辰 表情都明显缓和了下来 小家伙们 你们选什么难度 冠军 曹壮身为队长 率先开口 主考官一愣 没有像其他队友一样 直接放行 而是看向叶辰 开口道 我觉得 你们小队选择冠军 还是太过勉强 根据资料显示 你们小队 只有后排射手 达到了冠军水准 其他位置 述我直言 在普通难度的秘境 都有巨大压力 曹壮和姚文对视一眼 皆是面露尴尬 然而叶辰却回答道 多谢老师提醒 但我们还是坚持 选择冠军难度 冠军难度中的魔物非常强 而且密度极大 仅凭你一人 根本无法清理过来 你们的前排 根本不可能抵挡得住 那些魔物的攻击 没有了前排的保护 你就算输出再高 也根本无法生存 只能隐恨离场 面对主考官的苦口婆心 叶辰却坚持道 这些我都了解的 我坚持选择这个难度 好吧 主考官无奈摇头 年轻人唯有亲身经历 才会长些教训 你们在战斗过程中 如果感觉无法抵挡 一定要迅速在心里默念离 这样就会被密境传送出来 当你们中的最后一人传送出来 或是死亡时 考试才算结束 死 死亡 众人倒吸一口气 主考官点了点头 郑重道 没错 密境中是真实的世界 如果你们在密境中被怪物杀死 那么就是真正的死亡 尸体会被密境传送出来 他叹了口气 又道 每年都有不自量力 或者冲动上头的孩子 死于大口 普通和困难难度还好 精英和冠军死亡率极高 尤其是冠军密境 哎 死的可都是未来大下的精英啊 叶辰 看向曹壮他们 问道 怕吗 不怕 四人一口同声 就连陈雪都喊得异常坚决 叶辰笑了笑 再次看向主考官 不言自明 主考官无奈摇头 指了指身后最大的一道传送门 门框之上 镶嵌着一个巨大的金色皇冠 记住我说的话 如果感觉吃力 一定要立刻传送出来 别白白葬送了性命 谢谢老师 叶辰等人朝对方行了一礼 旋即朝着只有他们一人进入的冠军密境而去 而这一举动 也是引来了周围所有人的关注 哪怕是即将要进入副本的考生们 都是频频侧目 普通和困难难度的副本入口前 人满为患 排起了厚厚的长队 精英难度副本的人也不少 毕竟少年总是热血的 总是充满幻想和憧憬的 他们想放手一搏 唯有冠军密境 只有三二六小队一支队伍 走 叶辰轻贺一声 率先踏入密境 曹壮 瑶文 陈雪 陈冰跟随着他鱼贯而入 这几个小家伙 还真敢选择冠军副本啊 这不是在作死吗 老陈妮 怎么也不提前劝诫一下 呵呵 看来这次的赌局 是我赢定了 处理完突发事件后 几位校长再次回到高台 观望着雪子们的动态 你们懂个屁 这叫一高人胆大 陈明武瞪了三人一眼 你们就等着看我的弟子 如何大发神威吧 这番话 没有得到认同 却惹得其他三位高中校长 大校出声 胡万里和乌龙也站在旁边 但两人默契地没有说话 而是目光灼灼地 看向冠军秘境入口 如果这次叶辰 真的带着这样的阵容 都能拿到省状元 只要他肯加入我们春城武大 老子一定立排众议 把神纪的名额 交到叶辰的手上 听前者信誓旦旦的话语 乌龙倾笑摇头 难忧 你要知道 整个东北行省 就只有一个名额 兵城的吴家 春城的丹家 阳城的孽家 以及各个学院 包括镇魔君的精英等等 可都盯着呢 毕竟 这可是前所未有的大机缘 第52章 血污魔宫 在外界议论纷纷之际 叶辰已经带着小队 走入了秘境之中 已进入秘境 他们便发现自己 身处于一片沙漠之中 头顶之上 甚至有一颗 巨大的太阳 灼烈的阳光 在光洁的沙土反射下 刺的人 眼睛生疼 这是什么鬼环境 曹壮开口抱怨 他健壮的身体 现在已经开始发汗 估计要不了多久 末等开始战斗 就已经汗流加倍了 姚文和陈家姐妹 也好不了多少 这还是他们第一次 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下 进行战斗 这才刚一进入 冠军秘境 就给了他们一个下马威 叶辰保持着镇定 而且他的确 没受到环境的影响 当即开口道 大家听我说 见叶辰发话 所有人立刻看了过去 如果一挥的怪物攻击 太过猛烈 你们一定不要勉强 该撤离的时候 要果断撤离 老大 这怎么行 如果我们撤离了 你怎么办 是啊 陈哥 你不是要拿省状元的吗 今天就算我拼掉半条命 也要努力帮你完成心愿 陈冰握紧小拳头 咬着银牙道 只要叶辰哥哥不退 那我也不退 陈雪文言 也是认真点头 叶辰微微摇头 陈生道 这是命令 所有人都必须服从 叶辰哥哥 嗯 在叶辰锐利的目光下 陈冰缩了缩小脑袋 不敢继续开口 曹壮沉默片刻后 又道 陈哥 我知道你是为我们好 不过这场大考考验的 就是团队协作能力 未来到了战场上 也基本是这样的配置 就算是在强大的后排输出 没有前排的保护 就没有输出环境 不仅无法杀敌 反而会 相信我 叶辰看向队友 认真道 我没有在逞能 如果我感觉到了危险 也一定会传送出去 所以你们放心 待会我 让你们离开的时候 一定要果断撤离 否则别怪我叶辰翻脸 曹壮等人对视一眼 顿时沉默下来 刘叶辰一人 在这环境艰难的秘境 他们怎么放心得下 虽然知道 叶辰的防御力 比一般的后排要强一些 但这并不代表 就是无敌的 叶辰哥 待会你让大家撤离的时候 请把我留到最后一个 我是水系魔法师 可以给自身加持水盾 而且我是辅助 怪物不会优先攻击我 我可以帮你加持状态 缓解疲劳 叶辰寻声看去 竟然是 一直沉默寡言 容易害羞的陈雪说话了 他知道 这小妮子 平时寡言少语 却是几人中 意志最坚定的一个 他决定的事情 一般也很难更改 思考了片刻 叶辰点头同意 一个是陈雪分析的有道理 还有就是陈雪的状态加持 竟然真的能帮队友恢复体能 这可是太过稀有的天赋了 难怪自己上次怎么射都不累 陈雪见状 对着叶辰腼腆一笑 别有一番风情 就在这时 秘境上方 突然传来阵笼发聩的声音 冠军秘境考核 现在正式开始 共计三个小时 伴随着声音的落下 整个沙漠竟是开始微微颤动 仿佛地震一般 曹壮等人迅速调整平衡 这才勉强站稳 紧接着 一头头魔化前虫 从沙漠之中不断钻出 从四面八方朝着 叶辰他们不断靠近 卧槽 一开始就是魔化前虫 这他妈足有上百只了吧 曹壮和姚文骂骂咧咧 立刻打起精神 准备迎敌 叶辰手卧乌铁弓 手掌凭空一抹 便是奇迹般的 出现一根箭矢 若是仔细观瞧 那箭矢似是 从他手中戴着的一枚 古朴白色戒指中变出来的 那正是一枚那箭 里面有大约一立方米的空间 这枚那箭 是考试之前 胡万里送给他的 一开始他也不打算要 可以想到 有了这枚那箭 就相当于 有一个超大容量的箭短 叶辰也就欣然接受了 只是这人情 却是越前越多了 当然 此时的叶辰 可没时间想这些 他全神贯注 一箭射出 朝着距离自己最近的 一头魔化前虫射去 顷刻之间 一连串的魔化 前虫倒飞出去 流出不少绿叶 生机尽失 紧接着 一道由能量组成的水流 便是浇灌 在叶辰头顶 那是陈雪的水疗术 陈冰也适时地 将风铃 祝福套在叶辰身上 在陈家姐妹的加持下 叶辰的射速飞快 一根又一根 渐渐穿星 莫过多久 上百只魔化前虫 就这样被叶辰消灭 在此期间 叶辰也没有忘记 使用乾坤一击 叠加力量 只要冷却好了 他便使用 哈哈 冠军秘境 也不过如此 姚文扛着大剑 意气风发地 站在叶辰身前 在叶辰强大的输出之下 魔物根本就没有 能靠近他们十米之内的 然而 不出意外的 出现意外了 广袤的沙漠 开始更为剧烈地颤抖 顷客之间 足有上千只魔化前虫 同时从地底爬出 其中甚至还掺杂着 三头魔化前虫王 锋利的大鳄 宛如两柄大刀 泛着森森寒光 蚊子 以后闭上你的乌鸦嘴 曹壮立刻摆开架势 准备抵挡魔物的进攻 对准最近的一头魔化前虫王 乌铁弓翁名声中 箭矢宛如一道流星 穿过魔化前虫王的头颅 一箭爆头 伴随着冬的一声 绿叶标射出十几迷远 那头魔化前虫王嘶吼一声 巨大的身躯 直接无力地砸在地上 竟是直接压死了 三四只路过的魔化前虫 太牛逼了 老大 你就是我心中永远低神 曹壮和姚文齐声赞叹 他们哪里知道 如今的夜晨 已经今非昔比 虽然这段时间 无法击杀魔物提升力量 但自身的气血 可是涨了足足接近两倍 气血的暴涨 力量自然也是随之增加 在气血和技能的双重加持下 夜晨如今的普通一箭 已经堪比三平五折 再次面对魔化前虫王 根本不需要对准要害 一箭一个 三箭便让三头BOSS殒命 夜晨甚至细节地 用乾坤一击收割他们 能多提升一些力量属性 然而 就在众人欣喜若狂的时候 沙漠的震动频率陡然提升 密密麻麻的红色蜈蚣 从地底钻出 速度极快地 朝夜晨他们扑来 放眼望去 竟然不下上万条 曹状和摇纹 心脏顿时 咯噔一声 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完了 第五十三章 天罗地网 血污魔宫 竟然是血污魔宫 此时外界的广场之上 半空投影着一块 巨大的灵力影像 影像的内容 正是三二六小队所在的冠军秘境 每年的大考 这一投影 都是在各个秘境之间切换展示 来让等在外面的家长和观众 对考场内的情况有所了解 而今年则不同 这块投影 直接成为了三二六小队的专属投影 因为大多数人都想看看 这只选择进入冠军秘境的小队 究竟能有怎样的表现 在此之前 所有人都在赞叹于叶晨的表现 无愧是本届大考的最大黑马 可当众人看到 数以万计的血污魔宫出现后 不少董行之人面色骤变 要知道 血污魔宫已经算是一品魔物中最顶端的存在 其综合战力已经丝毫不亚于一些二品魔物 而且 血污魔宫总是成群结队的出现 它们体积小 爬行速度极快 比魔化前虫可要难缠得多 最为要命的是 血污魔宫的身体内 还存有大量毒素 毒素威力之强 普通人被其咬上一口 五分钟内没有得到有效救治 那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腐烂而死 哪怕是有一定抵抗能力的准武者 被咬上一口 也要了半条命 这还仅仅只是一只的效果 眼下这可是上万之重 真若是被这种剧毒之物包围 恐怕整个三二六小队 就只能剩下一堆白骨了吧 就连高台上的五位校长 也是紧张起来 这种情况可不是开玩笑的 这是真的会出人命的 凭血污魔宫的速度 队员只要稍微吃一片刻 就是全部与命的下场 面对此景 乌龙在一旁暴毙沉默而立 只是右手食指不断敲击着手臂 预示着他内心并不平静 他现在有些后悔 在考试前为了激励叶成说的那番话了 如果叶成性格执拗拗一点 那今天恐怕真的无法从冠军秘境中活着出来 撤 叶成看到汹涌的魔巢的瞬间 便是立刻命令众人撤离 可是成哥 老大 也许我们能坚持一下 就是说话的功夫 血污魔宫已经扑到了小队的进前 曹壮立刻立起大盾 大吼着抵抗着血污魔宫的冲击 姚文挥舞着手中大剑 直接砍在了一头血污魔宫 覆满鳞片的身体上 当 他手中长剑瞬间被震飞 妈的 撤退啊 叶成再次一声怒吼 一剑将那头企图袭击姚文的血污魔宫 钉在地上 姚文咬了咬牙 知道自己在流下去 只能拖后腿 金光一闪 直接消失在了原地 他本以为 凭着这些天的特训 自己的实力增强了不少 能给叶成更多的帮助 可事实证明 他想多了 与此同时 曹壮的战吼 吸引了更多血污魔宫的注意 他的大顿请客之间 就爬上了不下十只血污魔宫 甚至有更多的血污魔宫 从侧面绕过来 直接爬上他的身体 即便有厚重的铠甲保护 血污魔宫前端的一对恶族 竟是直接刺穿进去 呃啊 曹壮吃痛嘀吼 又有更多的血污魔宫 爬上了他的身体 快撤 听到叶成的命令 感受到毒素已经在体内蔓延 身体越发僵硬 曹壮也不甘地默念了一声梨 身体化为金光 消失而去 失去目标的血污魔宫 与后面数量更加庞大的魔物大军 朝着剩下的叶成 以及陈家姐妹扑了过去 你们两个 快撤出去 叶成朝着两个妹子低吼 但陈雪却坚定地摇头 玉手清晖 一条由水流做成的彩带扑展开去 一头牵在自己手中 另外一头 则是缠绕在了叶成腰间 而在这条水流彩带的作用下 陈雪的身体 竟是神奇般的飘飞而去 在叶成的头顶不再飘荡 宛如九天仙子下凡尘 另外一边 陈冰诸唇微张 宛如春风般轻轻低吟 风啊 我的伙伴 请将我拖起 请客之间 陈冰脚下风速暴涨 形成一道龙卷 让他旋转漂浮而起 看不出 你们各个身怀绝技 叶成哈哈大笑 意气风发 他也没想到 陈家姐妹 真的可以给自己带来助力 让我们站得痛快 叶成拉公如满月 对准迎面来的一群血污魔弓 便是一剑 这一次 他对准的是怪群中间 哄 一声巨响 在怪群中炸开 数十条血污魔弓 瞬间被炸得断成竖节 离中心近的 竟是直接化为积分 武技 之前还在想 他凭什么来面对这么多的魔物 原来已经学会了一瓶武技 而且那俩丫头也不简单 施展出的招式也很精妙 老陈 原来你还藏着这一手 真有你的啊 面对三位高中校长的夸奖 陈明武也仗二合上 摸不着头脑 叶成的武技是怎么来的 他不由疑惑地看向胡万里 发现后者嘴角止不住地上扬 脸上的得意都快溢出来了 胡万里察觉到陈明武在看他 给了老搭档一个飞眼 下方众人看着投影 也是如痴如醉 这就是天才的实力吗 如果换作旁人 恐怕现在的下场 比刚出来的那俩男队员 强不了多少 此时 已经有大批医护人员围住曹状 输液的输液 人工呼吸的人工呼吸 姚文还保持着清醒 但此刻也一阵后怕 浑身颤抖 已经有心理疏导老师上前安慰 秘境内 叶成的爆裂剑 在怪群中不断炸裂 他发现 陈雪的水流丝带 不光只是单纯地 缠在自己身上 而且还在源源不断地 给自己输送着能量 正是有着这种补给 叶成才敢肆无忌惮地 施展爆裂剑 陈冰在半空中 一边为叶成 保持着风铃祝福 一边用锋刃 协助叶成捕刀 那些半死不活的魔物 正当大家都以为 局势会就此稳住 叶成会带着陈家姐妹 成为江城有史以来 第一个通关冠军 秘境的小队时 秘境内的整个天空 竟是瞬间昏暗下来 叶成眉头一挑 看向天空 心中顿时一紧 不知从何处 飞来了无数拳头大小的 黑色魔风 遮天蔽日 黑压压地 朝他们压了下来 看到这一场面 陈冰陈雪 都是面色一变 冰冰 小雪 你们立刻撤离 叶成哥哥 那你呢 不要管我 放心我没事 那好吧 叶成哥哥你 也不要勉强 我等你回来 陈冰咬了咬阴牙 知道自己再待下去 也毫无意义 直接选择离开 小雪 你也快走 叶成抬头 看向飘荡在自己上方的陈雪 陈雪咬着朱唇 如果我走了 就没人给叶成哥 恢复体力了 你一个人 对付这些魔物 小雪 你的贡献 已经够多了 接下来交给我就好 叶成轻声安慰着这个 外柔内纲女孩子 事实证明 我叶成没有看错人 你们就是 我的最佳拍档 最佳拍档吗 陈雪心眸流转 在风群落下之前 似是决定了什么 旋即轻扭腰身 从半空道里飞落 一双玉手轻轻辅助叶成脸颊 轻声道 叶成哥 带着我全部的力量 去拿下冠军吧 紧接着 在叶成错愕的表情中 陈雪再次轻轻下落 朱唇轻起 印在了叶成的嘴唇之上 落神之吻 第五十四章 人间大炮 嗯 一吻之后 陈雪同样化作金光 消失而去 叶成舔了舔嘴唇 有点香甜 更为重要的是 他发现自己的体力 在源源不断地恢复 甚至浑身的力量 也是暴涨了一截 这也是一种增益技能吗 叶成也是没有想到 陈雪竟然还拥有着 这等强大的辅助能力 面对不断逼近自己的那密密麻麻的怪群 叶成手中 乌铁弓嗡嗡作响 连续释放了三只爆裂剑 轰 轰 轰 周围三个区域 三米直径范围内 魔物进阶被炸死 蚕身断肢四处横飞 宛如进入绞肉机一般 刚刚走出秘境的陈雪 看到投影中的这一幕 脸上浮现出一抹甜蜜的笑意 可这时候 陈冰却是气鼓鼓地跑来 不满道 姐姐 你好鸡贼哦 竟然背着人家偷亲叶成哥哥 陈雪顿时错愕 不知道妹妹是怎么发现的 旋即 她发现周围数千双眼睛 都齐刷刷地盯着自己 忽然想到上方的巨幅投影 这才意识到 刚才自己亲吻叶成的画面 已经现场高清直播出去了 陈雪光洁白皙的小脸 疼得一下就变得飞红 甚至连耳根都涂上了一层粉色 陈雪多了跺脚 再也承受不起那无数暧昧的目光 直接眼面跑出了人群 好在这个时候 众人的注意力 又被秘境中叶成的战斗所吸 众人原本以为 三二六小队目前只剩叶成一个苦苦支撑 恐怕很快就要遗憾出局 可万万没想到的是 叶成竟然在秘境中越战越勇 密密麻麻成群结队的一品顶级魔舞 竟然没有一个能进得了她的身体 这一幕不禁让众人一阵感叹 这哪是射手啊 这是大炮台啊 真的太猛了 第一次看到这么猛的射手 他真的好帅啊 与此同时 看台上的几位校长也看得如痴如醉 就连一向苛刻的事实验五高校长苏建国 都微微点头 被叶成这强大的输出能力所折服 此子的确是一块不可多得的普遇 有资格挑战冠军副本 只是他所在的小队前排队员实在太弱了 无法给他有效的协助 说到这 他不禁微微摇头 遗憾得道 可惜 可惜了呀 另外两位校长赞同地点了点头 这个叫叶成的小家伙 的确很猛 可惜独目难知啊 是啊 他只是个准武者 体力难以支撑他 如此高强度的施展范围武技 一旦体力下降 射速变慢 那也就是他出局的时候了 陈明武和胡万里文言 都是沉默不语 他俩知道 叶成的防御不俗 甚至不输前排肉盾 只是防御再高 终究是有限度的 在海量魔物的疯狂进攻之下 叶成能不能扛住 都是个问题 而且 血污魔弓 和黑玉毒蜂的体内 都含有剧毒 纵然叶成能抵挡的 诸物力伤害 恐怕也得在剧毒 侵蚀之下云命 而就在众人 各怀心思的时候 投影中的叶成 射速果然开始下降了 而怪群 似乎也察觉到了这一点 更加疯狂地朝叶成冲去 最前方的魔物 已经冲到了 叶成三米范围之内 两米 一米 死 在血污魔弓兴奋的尖叫中 数十只血污魔弓 顺着叶成 脚面爬上了他的身体 不仅如此 半空之中 黑玉毒蜂也蜂拥而至 覆盖了叶成表面 每一寸肌肤 场外 姚文看到这一幕 不经歇斯底里的大吼 老大 快回来啊 陈哥 不 不要 刚刚恢复意识的曹壮 都不顾医生 反对艰难爬起 满脸恐惧地看着投影 他太知道这些魔物的厉害了 他仅仅只是 被咬了一口 就已经在鬼门关 走一遭了 此时 叶成身上覆满了 这些剧毒魔物 那岂能还有生机 陈斌绝望地看着这一幕 大口大口地喘息着 自己都感觉快窒息了 苏建国一锤栏杆 怒声赤道 这个叶成在干什么 为什么还不选择撤离 所有人前一刻 还在津津乐道地 夸赞叶成的表现 而现在 偌大的广场 瞬间鸦雀无声 铺天盖地的怪海 前赴后继地铺向叶成 将他团团围住 仿佛是个粽子一般 有些胆小者 都不敢继续看下去了 生怕待会魔物退散 只留下一堆白骨 此时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考生 坚持不住 从秘境中 垂头丧气地走了出来 不过 很快他们便被那半空中的 巨大投影所吸引 投影中的魔物之多 等级之高 让他们 看得顿时毛骨悚然 如果将他们投送到 那个场面下 恐怕他们早就被吓得尿裤子了 估计一只魔物都杀不死 可即便叶成 比他们强又如何 现在还不是 被怪海彻底吞没 对比之下 他们内心中 又再次生起小小的窃喜 冲散了他们 考试失利的沮丧情绪 程悠悠和李南 刘彻他们 也在考场之外 他们虽然 心灰意冷地 没进入考场 但也不甘心 就此离去 始终都在看着 巨大投影 此时看到夜晨 陷入必死境地 皆是有所动容 李南和刘彻的脸上 还有一丝不忍 程悠悠 却是浮上喜色 而不远处 一只失魂落魄的好剑 看到这一幕 却是放声大笑 那笑声中 带着大愁得报的 激动和狂喜 然而 他的大笑 只开怀到了前半段 后半段 却仿佛是被一双 无形的大手 捏住脖梗 硬生生地卡住了 爆裂剑 只见投影之中 那密密麻麻 离三层外三层 死死裹住夜晨的怪海 竟是在内部 瞬间炸开 轰的一声 怪海翻飞 似是在平静的水面 掀起惊涛骇浪 那些原本裹在夜晨身上的众多魔物 竟是在一瞬间碎裂成了渣子 顷刻之间 以夜晨为原型的三米半径内 空空如也 惊味分明 广场之上 所有人看着 此刻完好无损 手持乌铁弓笔直而立的少年 进阶目瞪口呆 全场陷入一片死寂 第55章 提前结束 啊 实验高中校长苏建国 看到这一幕 老成持重的他 也是张大了嘴巴 夜晨的这番操作 已经超出了他的认知 反观陈明武 却是哈哈大笑 暗暗抹了把额头上的冷汗 指着半空中的投影 得意大笑道 看到没 这就是老子带出来的弟子 另外两位高中校长 也是叹为官职 心中只有羡慕二字 这种妖孽 怎么就他妈的 没来我们学校呢 与此同时 台下的观众 更是一片骚动 一些人甚至双手 揪着自己的头发 不知道该怎样发泄 自己心中的震撼 那些走出场外的 肉盾职业考生 也是一脸的不可思议 这是后排射手 马勒戈壁 怎么比我专制肉盾还硬啊 换作是他们 被这么多血污魔宫 和黑玉毒风裹住 现在怕是连骨头渣子 都不剩了 而夜晨的战斗 还在继续 地面上 又一波血污魔宫 踏着同伴们的断肢残骸 以及满地的绿叶 再度朝着夜晨猛扑而去 半空中 无数体积更小 密度更大的黑玉毒风 勾起伪针 对准夜晨迅猛扎去 请客之间 更大的怪堆肉粽 以夜晨为核心 包裹而成 三秒钟后 哄 肉粽炸开 再度掀起一片海浪 所有人看到这一幕 全身都感觉一阵酥麻 这好像 是往牛粪里 插一根鞭炮啊 人群中 一位中年大叔的发言 顿时惹得周围 无数双眼睛的凝视 大叔没想到 自己的无心之语 竟引来这么多关注 被吓得直接噤声 不过这个概念 却是深入人心 当众人再度看向投影后 不由对大叔的话 产生了认可 那些被炸飞出去的 魔物碎屑 可不就如同牛粪一般 建设的满地都是 随着时间的推移 夜晨周围 半近十几米的沙漠内 早已被染成了 墨绿之色 无数魔物的片片残骸 宛如败絮般 散落满地 但这却无法阻挡 怪海的前赴后继 一轮又一轮地 朝着夜晨猛扑过去 无数的恶族和风筝 企图刺入夜晨的身体 却只换来了坑坑之音 等待他们的 将是又一轮地爆炸 不知不觉中 考试已经过去了 将近两个小时 越来越多的考生 从秘境中走出 虽然考试时间为三个小时 不过却很少会有队伍 能坚持到时间耗尽 大考秘境 可不像平时练习的低级魔窟 怪物的密度和强度 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这也是为了拉开差距 选拔人才之举 每当新一批考生 从秘境走出 看到秘境中的夜晨 被怪海包裹 都会吓上一跳 接着又看到 鞭炮炸牛粪般的 清理掉一圈魔物 皆是露出状态不一的 惊骇表情 慢慢的 观众的注意力 竟是从观看夜晨闯关 转变成了看那些 新出来的考生的表情变化 每每有考生 从考场中走出 还回味于刚才考场画面 而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时 周围的人就会提醒他 去看投影 当那个懵懂的考生 像他们之前一样 展现出从惊吓 再到惊骇的表情后 所有人顿时心满意足地 舒心一笑 舒服了 然后便开始寻找 下一个目标 如此反复 乐此不疲 而刚才的表演者 也成为观众 善意地提醒着 每一位新走出 秘境的考生们 就在这一轮 又一轮的玩耍中 夜晨不知道 已经爆开了多少牛粪 他明显已经感觉到 自己的体力 已经快要耗尽 如果不是沉雪 最后给他那 强力的状态加持 现在还一直缓慢地 帮他恢复着体力 他恐怕早就力竭了 所以 他开始刻意减缓射速 力求效率 反正这些虫子 除了能恶心自己以外 对自己造不成任何伤害 他有的是时间 跟它们慢慢好 而魔物们 似乎也陷入了 最后的疯狂 成千上万只魔物 从四面八方 不断涌来 更为狂暴地 朝夜晨扑去 远远望去 仿佛在夜晨身上 堆叠出了一座怪山 然而 无论有多少魔物堆叠 最终都在一声巨响之后 化成了断枝残骸 苏建国看向陈明武 难以理解地问道 你确定这小子是后排 是啊 陈明武理直气壮地点点头 一指投影道 你看他的输出多猛啊 哪个后排输出能比得过他 苏建国文言 咋吧咋吧嘴 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脑瓜子嗡嗡的 他当了半辈子的校长 还头一次看到这种怪胎 玄机苦笑着叹了口气 道 看来我这五百万 是输定了 另外一边 胡万里激动地握住陈明武的手 哀求道 老陈啊 咱们可是老战友 过命的交情 少来 陈明武冷哼道 又想让我帮你游说夜晨啊 没门 这种天骄 去你们春城武大 那岂不是一朵鲜花 插在牛粪上了 胡万里气得抓耳挠腮 但却没有任何办法 旁边的乌龙 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 同情地道 我很能理解你现在的心情 我现在也暗自庆幸 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 没有轻易地妄下结论 否则我们龙祖 也需要与一位顶级天骄 擦肩而过了 而就在此时 广场之上的人群 再度骚动起来 因为他们发现 半空的巨大投影 突然画面切换到了其他秘境 这瞬间 引起了大批观众的不满 看过夜晨的战斗后 他们已经无法再看得下去 其他考生的战斗画面了 这就好比吃完了山珍海味 突然又给你端上来一盘粗糠野菜 根本难以下咽 所有人瞬间怒视向主考官 吓得主考官直接一击灵 但却无奈地耸了耸肩 表示并不是自己切换的频道 而且 无论他如何努力 都无法再度切换回 夜晨所在的冠军秘境 这是怎么回事 人群中再度骚动起来 议论之声此起彼伏 就在几位校长 也要按耐不住地 走上前来探查时 冠军秘境前面 金光闪烁 出现了夜晨的身影 终于是到达极限了吗 看来即便强如夜晨 也无法一直承受 高强度的怪海攻击啊 能活着出来就好 活着出来就好啊 而就在此时 秘境之内 竟是传出低沉的声音 冠军秘境魔物全部死亡 考试提前结束 冠军秘境魔物全部死亡 考试提前结束 实验中学校长 苏建国一个列解 差点闪着了老妖 第56章 最终分数 这番广播 让全体观众的大脑 再度当机 收看了这么多年的五颗大口 他们还是头一次 遇见这种情况 提前结束考试 他们见得多了 但因为杀光了怪物 而提前结束的 仅此一例 而且还是把最难的 冠军秘境给杀光了 这简直离谱他妈 给离谱开门 离谱到家了 此时此刻 所有人的目光 都毫无悬念地 聚焦在了夜晨的身上 此刻的夜晨 就仿佛这片天空 最耀眼的星 他手握无铁弓 身穿残破不堪的 轻型软甲 沾满了刺鼻的魔物血液 仿佛一个凯旋 而来的勇者 承受着众人的朝拜 陈冰 陈雪一左一右 猛扑到了夜晨的怀中 泪水打湿了衣精 那是激动喜悦的泪水 陈雪心疼地 不断释放着水疗术 夜晨看着这个脸上 毫无血色的女孩 知道最后 给她加持的增益状态 对她消耗不朽 但笑道 没关系的 我没受伤 倒是你要好好休息 哼 夜晨哥哥好偏心 只关心姐姐 人家也在给你 拼命地加装她哦 陈冰绝了 绝红润的小嘴 不满道 难道就是因为 姐姐把初吻给了你 你就如此偏心吗 既然这样 那我也可以给啊 一番话给陈雪又闹了的大红脸 夜晨倾咳一声 连忙打圆场道 冰妹妹也很棒 真是有你们的帮助 才能让我站到了最后 这个时候 姚文扶着勉强走路的曹壮 也走上前来 陈哥 老大 两人的脸上 或多或少 都有些尴尬和惭愧 夜晨邦邦 给了两人胸口一拳 故作严肃地道 干嘛呢 咱们通关了 难道不开心 可我们两个 曹壮欲言又止 觉得自己贡献太小 夜晨无奈摇头 我倒是觉得 你们每个人都不可或缺 实力可以慢慢提升 但战意和态度 才是最不可或缺的珍贵品质 你们面对险境的时候没有退缩 拼死守护我到了最后一刻 你们身上的伤疤 和绝境中的 拼死反击 就是你们配得上 这个冠军的最好证明 姚文再次抬头看天 身体微微颤抖 用力地抿着嘴唇 但还是没能让泪水 留在眼眶 老大 谢谢你 遇见你 是我这辈子最大的福分 说着 他看向 站在不远处 一对衣着朴素的中年夫妇 喊道 爸 妈 你们看到了吗 你们的儿子 是冠军了 那对中年夫妇 激动得泪流满面 频频点头 夜晨 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 然后也在人群中 看到了自己的父母 老夜同志身体僵硬 像领导一般朝他招了招手 看到夜晨 也摆了摆手后 这才故作沉稳地 对周围的人说道 这是我儿子 周围众人顿时肃然起敬 紧接着 主考官开始公布成绩 松江一中 三五二小队 两千三百九十六分 江北高中 二一零小队 三千一百十八分 市实验高中 一五三小队 一万两千五百三十四分 江南一中 三零一小队 九十六分 此时考试已经接近了尾声 往年到了这个时候 大家都会对最后走出秘境的小队报 以热烈掌声和极大关注 因为能在秘境中坚持越久 证明这只小队的实力越强 所获得的分数也就越高 但今年不同 几乎没人关注剩余的队伍 一些刚刚走出 摆好了胜利者POSE的队员 却发现 无人关注自己 顿觉无比尴尬 市实验高中 一三四小队 两万一千五百四十二分 江南一中 一一七小队 一万七千八百二十四分 松江一中 三三九小队 一百八十五分 江北高中 二二九小队 六千五百四十三分 小队之间的成绩 分差拉得极大 评分的概率极低 但这些小队的分数 都不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无论出现了多高的分数 他们也依旧 在静静地等待着 因为所有人都知道 会有一个更高的分数 会从主考官的口中 宣布而出 众人足足等待了 将近一个小时 终于 主考官在念完市实验高中 一零五小队 五万一千八百五十六分之后 播报 便暂时停了下来 试实验高中的一零五小队 曾经被誉为 是本次江城 五科大考的头号种子 而最终的考试结果 也不出意料的是个 难得的高分 这个分数 已经足以考上 全国排名前二十的 五大名校 可即便如此 所有人 也并没有多少关注 那只一零五小队的队员们 也信信地摸了摸鼻子 尴尬地站在原地 只是他们刚才 也听别人说了 今年出现了一个怪物 这让他们不得不忍气吞声 终于的 在无数双眼睛的 焦急注视中 主考官深吸一口气 终于爆出了 那七代已久的小队编号 松江一中 三二六小队的 最终得分身 五十万分 哗 全场顿时沸腾 结果 没有让任何人觉得 辜负了七代 反而是极大的 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 五十万分 比原来的一号种子 是实验高中的王牌小队 高了整整十倍 这丝毫不夸张 虽然分数上 还差一些 但从实际情况来看 有过之而无不及 因为夜灵五小队 之所以能得 五万一千八百五十六分 是因为他们的上限 就只能到这里 而三二六小队 之所以得到五十万分 是因为怪物就这么多 而且夜晨 还是提前离场 众人唏嘘 这个分数放出去 不知道其他城市 和行省的考生 会怎么想 真就平地精雷 冠军秘境中的魔物 一直是三分 BOSS是一千分 也就是说 整场考试 夜晨一人 就击杀了十万多只魔物 这也给他带来了 三千多力量的增幅 没办法 乾坤一击 有九秒的技能冷却时间 即便夜晨 掐着冷却时间使用 也最多释放一千多次 而且他还提前半小时 结束了考试 早知道魔物这么不经刷 他就再慢一点了 就在分数公布出来后不久 夜晨的脑海中 竟是响起了 久违的系统提示音 丁 完美达成隐藏成就 随机抽取三种奖励 丁 获得A级奖励乾坤一击等级加1 丁 获得S级奖励迎眼 丁 获得SSS级奖励 神级宝图残叶 第57章 后翼射日 夜晨依次朝着三个奖励看去 第一个不用多说 乾坤一击又提升了一击 不出所料的 冷却时间又缩减了一秒 现在冷却只有8秒 滚雪球的速度更快了 第二个 则又是一个技能 迎眼LV1 被动技能大幅度的提升视野 命中敌人要害 提升50%伤害 夜晨看后很满意 看来以后自己有成为狙击手的前置 在超远距离就能击杀敌人 想想就很酷炫 紧接着 他便又将目光转移到最后一个奖励 SSS奖励 夜晨看着系统空间中 那张金光闪闪的泛黄图纸 心中有些期待 这宝图所指的宝物究竟是什么东西 难道是神器吗 他仔细端瞧 发现这宝图的背景乃是一个赤膊壮汉 手腕长弓 对准天上的一轮红日正带射击的画面 虽然这宝图残缺不全 画面中的天空上只有两个半太阳 但夜晨一眼就看出 这是后翼射日 而在这张宝图的前景上 则是绘画着某个像宫殿的图案 在这个宫殿的西南角 则是用红线画了一个城 从这张图上 夜晨目前只能搜集到这些信息 至于这座宫殿的具体位置 以及周围还有什么事物 由于宝图的缺失而不得而知 不过夜晨可以推断出一点 只要找到这座宫殿 便能从中得到这位神明的传承 想想就很激动 后翼本就是以射数而闻名天下的大下神明 他的传承正适合同样是射手的夜晨 要是能得到他的某些传承 那自己的战力必将暴涨 尤其是那张后翼弓 通体火红造型酷炫 自己若是能拿上 今后可能也有射日的能力 不过现在天上也只有一个太阳 夜晨自然不会真的取舍 但他对朝着霓虹本土 设上成百上千发 还是很感兴趣的 既然这些狗东西敢招惹自己 那就做好被复仇的觉悟 他夜晨不喜欢记仇 只喜欢报仇 就在这时 夜晨看到陈明武等人朝自己走来 哈哈哈哈 不愧是我陈明武的得意门生 就是他娘的牛 一上来 陈明武就给了夜晨一个熊抱 扯着大嗓门呼喊 声音几乎传遍了广场 恭喜小友 三位高中校长也是上前道喜 他们的姿态放得很低 不敢拖大 甚至以朋友相称 这倒也难怪 以夜晨如今的逆天表现 未来必是大厦的又一巨拨 他们自然要提前交好 不过 还没等他们跟夜晨攀谈 一道人影就野蛮地将他们撞开 一把拉住了夜晨的手 夜晨啊 你可一定要报考春城武大 众人一看 原来是春城武大校长胡万里 那卑躬屈膝的模样 好像差点就要给夜晨跪下了 面对此景 夜晨也唯有苦笑 毕竟人家之前又是送武技 又是送娜姐的 现在一口回绝 倒是有点张不开嘴了 毕竟拿人手短 一部一瓶武技倒没什么 但那没娜姐却是价值不菲 至少不是现在的夜晨 所能买得起的 而且 这东西十分稀有 普通人有钱也是买不到的 好在有陈明武在场 直接将胡万里踹飞出去 一边待着去 咱们大厦的武科状元 哪能去你那个破地方 可我能帮夜晨 争取进入神迹的名额啊 胡万里不甘地回答道 陈明武文言冷哼一声 夜晨去哪个武大 想必都能拿到那份名额 我看就不用你来操心了吧 老陈 我劝你再好好想想 你真觉得 夜晨去了其他行省 其他武大 有人真的会帮夜晨 争取这个名额 胡万里不客气地道 大厦武大行省 每个行省只有一个名额 你觉得夜晨 去哪能竞争得过其他人 夜晨是武科状元不假 但只是一个没有背景和底蕴的学生 就连我们东北行省 都有不少名门贵族 高品后代 其他行省只会更多 如果夜晨去了清北武大 或是魔都武大 你觉得 那些大厦的老牌权贵 高品世家 会将宝压在一个陌生的少年身上 谁不想让自家子弟 得到神迹传承 我们都是大厦人 但大厦之中 还有许许多多的家族 面对利益 也会去争取抢 这是我们大厦武运昌盛之道 也是每个家族的生存之道 这番话 让在场众人都沉默了 陈明武也知道 老胡所言非虚 大厦是一个整体 但大厦内部也存在竞争 这是人之常情 否则那些高品 为什么会守护大厦 一个是身体中流淌着大厦的血 还有一个 就是为了自己的家族能够延续 自己的子孙后代 能出现更多的高品 开支散叶长盛不衰 夜晨听完两人的对话 也明白了 当初陈明武 为什么会对自己说那番话 每个人都是自私的 都想为自己争取利益 而且身为武者 也的确该争 要争 只有竞争 大厦的武道 才能长胜不衰 可有一个底线 那就是 不能背叛大厦 不能舍本忘足 在这个底线之上 该争的就要争 至于如何能争到自己想要的 那就看自己的本事了 想到这 夜晨好奇地问道 你们所说的神迹是什么 陈明武道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找个方便的时间再告诉你 阳城 武科大考的冠军秘境出口 一支四男一女五人小队 从秘境中疲惫走出 虽然他们已经筋疲力尽 但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兴奋之色 因为他们终于挑战成功了冠军副本 在里面整整坚持了三个小时 台下早已翘首以盼的十数万观众 顿时报以热烈欢呼 都喊他们是阳城之光 这话的确不假 因为他们是阳城有史以来 第一支在冠军秘境待满三个小时的队伍 他们的分数也突破了十万大关 整整十一万八千分 按照往年来看 这个分数已经足以让他们傲视东北行胜 可以说大厦的五大任他们随意挑选 为首一人 正是阳城城主的儿子聂磊 考前测试气血高达二百二以上的恐怖存在 他从背包中掏出一个墨镜 戴在了自己脸上 并且极为酷炫地朝观众比了个大拇指 台下观众顿时再度陷入疯狂 甚至有些追星女孩子 因为太过激动而昏倒 互动了一阵 聂磊终于走上了他父亲 为他准备的家常林肯汽车 里面早有两位穿着性感的猫女仆贴了上来 用娇嫩的小手帮他放松身体 他舒服地靠在柔软的座椅上闭目养神 一边双手抚摸着黑丝长腿 一边享受着女仆的按摩 就在这时 管家火急火燎地跑来找他 焦急道 少爷不好了 有什么事不能待会再说 没看本公子正忙着吗 聂磊极为不满 一边拿起果汁 一边道 本公子这次可是破了阳城记录 傲视东北 已不去准备本少爷的庆功宴 非要跑来这里扫本公子的雅兴 管家道 最新消息 江城有个小队 考出了五十万分 扑 聂磊一口果汁 全喷在了女仆胸口 墨镜都掉到了鼻梁之下 他抓住管家博领立声道 你说什么 再说一遍 第五十八章 纷纷上门 与之类似的场面 在东北行省的各个天礁身上 不断地重放着 这个消息不禁而走 宛如温一般快速蔓延 并且 这个趋势愈演愈烈 朝着省外方向迅速扩散开去 几乎没过几天 五大行省都传遍了这个传说 甚至让整个大厦都为之震动 不少人都在打探 这个夜城到底是何许人也 竟然能带队 考出这等逆天成绩 而且可以说 是以一己之力完成了这个看似不可思议的神话 甚至还有一些专家质疑 东北江城的大考秘境 是不是出现故障了 许多考生出来抗议 要求重赛 可一份数值报告 彻底让那些质疑之人闭上了嘴 上面只有一段话 夜城体侧 气血值 四百 这份报告 无疑再次引起了轩然大波 而且 他们不得不相信这份报告 因为这上面有江城高中四位校长 春城五大校长 甚至还有龙祖的担保 众人这才是然 难怪夜城能获得这种逆天成绩 这个气血值都已经堪比二品巅峰舞者了 所有人又再次将话题 聚焦到了夜城 怎么能拥有如此之高的气血值上 经过专家教授们的一同分析 最终得出的结论是 要么天赋一饼 要么吃了某种秘药 听君一席话 如听一席话 而在舆论发酵的同时 全国各地飞往东北形成的飞机 斑斑爆满 春城的买不到 就买阳城和槟城的 或者附近有机场城市的 反正最终就只有一个目的 到达江城 请客之间 江城的游客比肩皆种 尤其是三大景点 夜城所在的高中 夜城所在的考场 以及夜城故居 尤其是夜城故居 更是人满为患 每天都是人山人海 热闹非凡 周围的百姓不紧不恼 反而喜出望外 纷纷搞起了网红经济 尤其是熟悉夜城的 街坊邻居们 那更是赚得盆满钵满 每天都有记者和自媒体 前来采访 出场费都有不菲的收入 胖婶更是其中的佼佼者 在这件事上 她充分地发挥出了 显摆这个特长 将夜城夸的是 天上少有 地上绝无 我小时候就抱过她 她管我叫胖婶 嗯啊 夜城这孩子从小就聪明 我早就知道 这孩子一定有出现 啥 她有女朋友 绝对的绝闻 胖神我这儿 就是绝对权威 想了解夜城的 找我就对了 而这场风波的始作俑者 夜城和她的父母 早已经在事件发酵前 就搬离了原来的住处 他们现在住在位于市中心的 一座高档明亮的小区内 这是全江城最豪华的小区之一 只有中品以上的舞者 以及他们的家属 才能入住其中 小区中的保安都是舞者 保安队长更是四品舞者 戒备森严 普通人根本休想进入其中一步 按照规定 夜城一家本来是不够资格入住的 但富城主柳志安 却提前就安排得明明白白 考试当天就打点好了一切 这套占地面积200多平的别墅 就这么送到了夜城手里 这几天 老夜同志已经在别墅里里外外 转悠了百八十遍 老妈林彩霞 一天天笑得合不拢嘴 她做梦都没想过 自己有一天 能住上这么奢华的大房子 这天 夜城正躺在摇椅上 坐在落地窗前 享受着下午暖洋洋的日光 这时大门铃声响起 夜城朝门外看去 原来是柳志安来了 这位富城主对自己可是殷切至极 通过遥控打开大门 很快的 柳志安便来到了夜城面前 丝毫没有1.6品强者的架子 笑着问道 夜先生对这里是否满意 如果不满意 我可以再帮您换一趟 多谢柳城主的好意 这里已经很好了 不用麻烦了 伸手不打笑面人 夜城也是淡笑回答 夜先生满意就好 柳志安搓了搓手 继续道 毕竟夜先生如今一鸣惊人 未来前途不可限量 我这个家乡父母官 自然要为夜先生做好后勤工作 这样你以后才能没有后顾之忧 安心修炼 守护大家 夜城点点头道 柳城主你有心了 他没说太多 知道柳志安此次前来 还有别的目的 果然 柳志安顿了顿 又道 夜先生应该也听说了 原城主郑渊 以及严 好两家的不法分子 已经全部捉拿归案 等待审判 只是还有好家笛子好剑 因为大考的关系 还未采取强制措施 不知夜先生 您怎么看 夜城闭目成音片刻后 淡淡道 国有国法 家有家规 该怎么处置 怎么处置吧 上梁不正下梁歪 是需要好好教育教育 在下明白 柳志安心中一震 这显然是 夜城要斩草除根 不留后患 没想到眼前这个 未及若观的少年 竟是如此杀法果断 他暗暗告诫自己 以后面对夜城的时候 要加倍小心 否则一定会给自己和家人 带来灭顶之灾 想到这里 他擦了擦冷汗 不由道 那卑职就先告退了 有任何吩咐 您随时叫我 有劳了 夜城微微点头 甚至没有起身 他知道 面对这种人 越是强硬 他就越是忌惮 若是给他点好脸色 反而会顺竿往上爬 等柳志安走后 夜城便开始思索起 胡校长和陈校长 所说的神迹来 因为这让他联想到了 自己的神级宝图 也许 这宝图中所描绘的地方 就在那神迹之中 正想着 夜城的手机响起 拿起来一看 原来是陈思宇发来非信 夜先生 请问您在吗 有时间我想拜访您 万万回复 夜城忽然想到 自己还欠着人家十万块钱呢 自己现在身上又多了五百万 是陈校长送给自己的 说是赌局所赢 想到这里 夜城回复道 在 我马上把十万块打给你 哪知 陈思宇立刻回复道 不不不 夜先生您误会了 我找您不是要钱 而是要给您送钱的 送钱 夜城稍加思索 就知道 陈思宇是什么意思了 这段时间 已经有几家品牌单药企业 来找自己洽谈合作 代言事宜 自己目前还在考虑 还没最终确认 这会儿看来 又找上门来一家 陈思宇 毕竟是熟人 而且还帮过自己 自然要给他这个面子 当即发消息道 那你来吧 我在五级小区 第八号别墅 到大门口报 我的名字就行 多谢夜先生 仅仅过了几分钟 陈思宇便来到了夜城面前 同样的黑色 职业装包屯裙 看上去既干脸又性感 跟随他一起来的 还有一个地中海中年男子 陈思宇介绍道 夜先生 这是我们的要企 东北大区主管周田 他身后的中年人 立刻点头哈腰的地上名片 不过夜城 却并没有接 而是开门见山的道 你们是来找我谈代言的吗 夜先生果然英明神武 聪明智慧 一开始我们费尽心思 都见不到您 思宇说他跟您认识 这才能得见您遵面 周田不愧是大区主管 口才相当了得 笑了笑又道 我们数瑞丹药 想请您当代言人 每年将给您五千万的代言费 不知您意下如何 夜城笑了笑 这些天他通过 跟多家丹药企业接触 也了解到了一些行情 当即开口道 周主管 您觉得 我像三岁孩子吗 周田顿时慌了 连忙看向一旁的程思宇 程思宇天天一笑 问道 还是请叶先生 自己开价吧 只要价格合理 我们一定全力满足 叶辰微微点头 然后伸出三根手指 三 三亿 周田怯怯地问 叶辰摇了摇头 我要你们要骑 每年的三成利润 啊 周田和程思宇面色大变 他们数瑞丹药 虽说不是一线品牌 但每年净利润也有 一百亿上下 叶辰这一口气 就要了三十个亿啊 周主管连忙摆手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第五十九章 天价代言 叶辰的报价 却是让周田连连摆手 叶先生 您这个报价 未免有点狮子大开口了 往年的大考状元 代言费 可都没有超过一个亿的 毕竟这只是一个 升学考试 还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 周田道 我们最多能给叶先生提供 每年三个亿的签约费 若是叶先生不同意 那我们只能 另请高明了 今年东北行省 考出好成绩的也不少 哦 叶辰眉头一挑 做出送课的手势 道 叶先生 您看我们能不能 再商量商量 一旁的程思雨见状 连忙恳切地哀求 不过 却被周田打断道 小成 不用求他 三亿代言费 已经是天价了 有他后悔的时候 我们走 说完 周田便拉着程思雨往外走 程思雨眼神歉意地 看向叶辰 来到外面 周田看向叶辰方向 稳横道 不过是一件大考状元 还真把自己当武道名人了 刚说完 他就接到了 顶头上司销售部经理 打来的电话 经理喜悦地道 老田 你和小雨 已经见过叶先生了 代言的事情 谈妥了吗 只要你能拿下这个项目 那就是大功一件 来年销售部副总经理的位置 就是你的了 可他却听周田道 经理 叶辰这小子狮子大开口 一口气竟要我们公司 三成利润 我已经一口回绝了 现在已经带着小雨出来了 反正大考状元年年头 也不差今年这一个 你说什么 周田本以为 会得到经理夸奖 乃至后者顿时变脸 劈头盖脸的大骂道 你个狗东西脑子 是不是秀逗了 往年的状元 能跟今年的相提并论 难道你这段时间 没有关注新闻吗 你作为一个大区主管 竟然连这种敏锐嗅觉都没有 你太让我失望了 周田文言 当时背后冷汗 就冒出来了 他结结巴巴地道 经理 就是一个全国状元 至于吗 没想到你 直到现在还在嘴硬 亏我还把你当街班人培养 我对你太失望了 经理恨铁不成钢地叹了口气 然后道 你先停止反省一段时间吧 这个项目 先由程思雨全权带领 你把电话给小雨 程思雨接过手机 就听对面严肃说道 记住 你要不惜一切代价 拿夏业先生的独家代言合同 好的经理 我尽力而为 不是尽力 而是一定 经理严肃道 你要不惜一切代价 必要的话 你要付出你的一切 毕竟人不封流亡少年吗 程思雨郊躯一阵 他自然知道经理这话 是什么意思 他用手捂住饱满的胸口 背驰咬着红唇 艰难地道 我明白了经理 萧月 咱们公司能不能翻身 就全在你身上了 经理语重心长地道 只要你能拿下这个项目 你就是新的大区主管 说完之后 就直接挂断了电话 程思雨整理了下自己的情绪 打开飞行 再次恳请叶晨见自己一面 经过同意后 又返回到了叶晨的家中 叶晨很是奇怪 程思雨回来以后 目光怎么躲躲闪闪的 丝毫不敢与自己对视 美丽的鹅蛋脸上 带着一抹红润 程小姐专程回来找我 还有事 程思雨连忙调整了一下自己 将胸口的手放下 摆出一个落落大方的姿势 道 叶先生 先前我们主管 多有得罪还请您见谅 现在公司 已经将这件事 全权交给我处理 您可否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们愿意付出 三成利润 来请您成为我们的 独家代言人 哪知叶晨这次 却直接伸出四根手指 不 我现在要四成利润 叶先生 嗯 程思雨咬了咬牙 只是叶晨道 好 好吧 叶先生 四成利润 我同意了 叶晨也没想到 程思雨有如此气魄 他本就是想给对方一个下马威 没想到他竟然一口答应了 很好 叶晨笑着起身 走到程思雨面前 主动伸手道 纳住我们合作愉快 程思雨如同受到某种惊吓 身子退缩了一下 这才小手发抖地 跟叶晨握了我 见叶晨没有后续动作后 心中松了口气 又道 叶先生 待会我就让你好合同来签字 为期一年 不过代言费 我们需要分期按月支付 没问题 叶晨忽然想到什么 哦对了 我需要你们给我 提供一枚最好的聚齐单 费用就从代言费里扣 叶先生 要晋升舞者了 程思雨自己 虽然不是舞者 但毕竟 再是单药公司的销售员 这点常识 还是有的 准舞者想要晋升舞者 就必须要服用聚齐单 而聚齐单的价格十分昂贵 最便宜的也要一百万一枚 不过 考入舞大的学生不用担心 开学会直接送一枚 但舞大 也只提供最低档的聚齐单 想要选择更好的 那就只能自费购买 叶晨这个级别的舞者 自然不可能选择低级的 毕竟 聚齐单品质的好坏 也决定着舞者的根基 最好的聚齐单 你能搞定吗 叶晨不答反问 看向程思雨 程思雨拍着胸脯保证道 叶先生的事就是我程思雨的事 我一定为叶先生弄到最顶级的聚齐单 只不过价格方面 价格不是问题 只要货好就行 叶晨大手一挥 满不在乎的道 毕竟他现在也算是个亿万富豪了 最后 程思雨离开前跟叶晨互换了电话号码 如果有事可以随时打电话找他 24小时随叫随到 叶晨现在就是他的摇钱术 他自然不敢怠慢 程思雨刚走 没想到陈明武又找了来 叶晨笑道 校长 你来之前怎么不说一声 我好去接你 跟老子客气个屁 陈明武瞪了叶晨一眼 旋即又到 他的老不死的胡万里 这几天可把我给馋屁了 好不容易把他给甩掉 找个时间单独来见你 校长是打算跟我谈一谈择校的问题 没错 陈明武点了点头 这些天全国的五大 几乎都派代表来到咱们学校 甚至有的学校连校长 副校长一块来了 争着吵着要见你 但都被我给拦下了 我想让你自己先好好想想 再做决定 您觉得我该怎么选择 叶晨不由反问道 可陈明武却摆了摆手道 决定权还是在你自己 我只是想问你一句话 你究竟想不想去神迹 第六十章 肥羊来了 面对这个问题 叶晨不禁想到了 自己那张神级宝图残液 他总有一种预感 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 想到这 叶晨不由问道 校长 神迹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简单点说 神迹就是我们大夏的上古先贤 和神明所留下的传承秘境 陈明武继续解释道 我们大夏文明传承几千年 传承众多 只是寻找到 并且解开封印的 却少之又少 若是能从中获得 先贤神明的一丝传承 也能受用无穷 实力暴涨 神迹开启 还会限制进入人数 当然 陈明武点了点头 进去的人太多也没用 反而会引起不必要的牺牲 当年注荣神迹开启的时候 哎 算了 不提也罢 校长 知道这次的神迹 是哪位先贤神明的吗 陈明武摇了摇头 道 在开启之前 没有人会知道的 只能进去以后才能知晓 加上为了避免历史悲剧重演 大夏高层商量决定 今后每次神迹开启 只能由24岁以下的天才精英进入 这样既能培养人才 又不会造成大夏顶尖战力的损失 五大行省各有一个名额 也就是说 只有五个人能进去 为什么不再多一些名额 陈明武轻叹一声 道 还不是因为 有国外势力的横加干涉 阿美利卡 霓虹 南邦 以及西方联盟的诸多国家 都想从中奋一杯羹 联合起来逼迫大夏 我们高层迫于压力 只得妥协 奋出名额来让他们也能进入其中 叶辰咬牙道 如果我们先贤神明的传承 被这些家伙夺夺了去 那简直就是奇耻大辱 的确如此 陈明武道 所以这名额的分配才尤为关键 即便是有背景的后背 没有实力 也得靠边站 那些既有背景 又有实力的天才 才有机会获得一张门票 可即便如此 让这些狗东西 来自己家里奋一杯羹 也让我很不爽 叶辰愤恨地握了握拳头 陈明武道 这的确不爽 但在如今的局势下 我们却不得不妥协 不过我们也有交换 按照规定 如果今后其他国家的神迹传承开启 我们也同样 有资格派代表参加 我们也有机会 抢夺他们的神迹传承 叶辰眉头一挑 所以还是很不爽 想了想 叶辰问道 在神迹中 相互之间是可以厮杀的吧 陈明武笑道 当然可以 即便是不可以 又有谁会真的遵守呢 在巨大的宝藏诱惑面前 谁也不可能退让一步 即便是杀人了 也没人知道 究竟是谁干的 叶辰文言 脸上不禁浮现出 一抹残忍的笑容 既然你们这么愿意 来抢我们的宝藏 那就别怪老子大开杀戒了 旋即 叶辰看向陈明武道 校长 我决定了 这个神迹 我一定要去 陈明武笑道 我就知道 你小子肯定不愿意吃亏 只不过你想进入神迹 那就最好选择进入 东北行省 或是西南行省的武大 这两个行省的实力相对较弱 也没有根深蒂固的强大家族 获得神迹名额的概率 要大上许多 叶辰点头道 校长 麻烦你回去以后 转告一声胡校长 说 我决定去春城武大了 其实选择什么武大 对于他而言 差距不大 毕竟自己最大的倚仗是系统 迟早是无敌的存在 甚至提升修为都是为了障眼法 以免让自己看上去 太过匪夷所思 追求名校 只不过是自己前世的小小心愿 而这种心愿 显然不可与获得神器相提并论 更何况是自己 大下先贤神明的传承之物 这若是真的落入外国佬的手里 那岂不是让人觉得 我大下无人 软弱可欺 这显然是叶辰无法接受的 既然选择神迹优先 那去拿所武大 对叶辰来说都一样了 胡校长都求贤若可到这种程度了 而且自己还收了人家不少好处 若是不去 就太不尽人情了 最重要的是 他之前向自己保证过 只要去了春城武大 就一力推荐自己拿到名额 两个月后 在家快要躺化了的叶辰 终于是起身前往春城 他没有让胡万里等自己 一校之长不能将心思全放在自己身上 他选择自己去学校报到 而且经过两个月的发酵 他全国状元的热点早过去了 大家又去追逐新的时髦话题了 经过两个小时的路程 叶辰提着老妈给准备的大包小包 终于是来到了春城武大的校门外 而此时 校门口不远处 站着几名身穿武大校服的青年男子 目光鬼鬼祟祟的 在一众报道心声中徘徊 过了一会 其中一人对中间那个寸头青年迟疑道 老大 咱们这么干行吗 如果被导员知道了 非扒了咱们一层皮不渴 怕什么 寸头青年斜了他一眼 你忘了去年你刚入学的时候 老生是怎么对待你的了 老子以为碰到好心学长了 又是帮我提行李 又是送我水喝 又是给我带路到报道处 结果那几个狗东西 竟然让老子给他们一百贡献点 当做劳务费 不给就要揍我 你知道我这一年 是怎么熬过来的吗 那可是足足一百点贡献点啊 老子辛辛苦苦做了一年的任务 都没攒够一百贡献点 现在新的肥羊来了 你不从他们身上捞回来 以后拿什么翻身 可是 听说这些新生很猛啊 里面还有一个全国状元 怕什么 就算他是世界状元 也不过是个新生炖韭菜 我们三个二品 还打不过他 寸头说完 另外那个麻子脸附和道 赖子 你要是不愿意 现在就回去 我跟老大去干一票 只要你别到时候 看我俩吃香喝辣的 你后悔眼馋就行 赖子吃一片刻后 把心意横道 干 反正韭菜不割 也会有别人割 哎 这就对了 寸头满意一笑 然后却听见 麻子指着一个提着大包小包的帅气少年 激动地说道 老大老大 肥羊来了 那还等什么 上啊 寸头大喜过望 带着两个兄弟 就热情地冲了上去 第61章 江城夜晨 哎 这位同学 新来的吧 欢迎加入春城武大 寸头朝走来 脸上洋溢着热情的笑容 夜晨看到 来人穿着武大校服 应该是武大的学长 连忙道 我是大义新生 学长好 寸头跟另外两人对了的眼色 眼神中带着止不住的激动 的确是个懵懂的小肥羊 麻子热情地走上来 伸手要拿夜晨的包裹 道 来来来 学长帮你拿 赖子也跟了上来 同样伸手要接夜晨另外那个包裹 可几人的格外热情 却让夜晨心里产生警觉 周围的大义新生这么多 甚至有人比自己带的行李还多 也没见他们去帮忙 为什么偏偏就要帮我 想到这里 夜晨轻描淡写地躲过了两人抢夺包裹的手掌 笑道 多谢三位学长的好意 可我的包裹不沉的 自己还拿得动 就不劳烦学长了 嗨 以后大家都是校友 你跟我们客气啥 麻子说着 又要上前来拿包裹 结果又被夜晨躲开了 寸头见状 给两人使了个眼色 不要操之过急 避免这头肥羊产生警惕 A方案不成 那就执行B方案 旋即 寸头笑道 既然如此 那学长们带你去报道处吧 你人生地不熟的 学长们帮你带路 夜晨想了想 既然人家这么热情 又是校友 一直拒绝也不好 所以就到 那谢谢学长 有劳了 不客气 不客气 应该的 应该的 寸头哈哈一笑 三人簇拥着夜晨走入校园 几人有说有笑 夜晨从寸头三人那里 得到了一些关于五大的信息情报 比如专业选择 领取任务和贡献点 修炼日常 以及某些花边新闻等等 快到报道处的时候 寸头拿出一瓶水来 递给夜晨道 师弟 聊了这么多 应该口渴了吧 这瓶水拿着喝吧 夜晨却摇头道 多谢学长 我还不渴 拿着吧 学长让你拿着你就拿着 真不用 我背包里还带着水 还没喝完 多谢学长 师弟 那这里有份学校地图 你刚来人生地不熟的 肯定是非常需要的 你拿着吧 多谢学长 但我看学校内部引路标识挺方便的 我看这些 就能找到位置了 寸头文言 脸色顿时有点不爽了 想不到这小子是油盐不尽 根本不上套 这顿时让他想起一年前的自己 怎么就那么傻 学长给什么他就拿什么 结果就是 刚进校门 就背负上了一百贡献点的巨额外债 不过 他现在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他打算 软得不行 就来硬的 收一百贡献点的带路费 虽说有些牵强 但羊毛出在羊身上 嚎就得嚎彻底 而就在寸头给另外两人使个眼色 打算强行敲诈叶辰一笔的时候 旁边一道蕴寒怒气的女生 打断了三人的动作 马杰 张帅 下床 你们三个在打什么鬼主意 寸头三人寻声看去 心中一惊 暗呼坏了 这个母夜叉怎么来了 叶辰也转头看去 却是一个扎着马尾辫的女孩子 迎面走来 她身穿白体绪牛仔裤 配上那精巧的大眼睛 瓜子脸 显得既青春美丽 又洒爽干脸 秦文姐 你怎么来了 马杰看着对方产笑问道 秦文根本没理他 而是用黑白分明的大眼睛 看向叶辰 关心地问道 他们没管你要贡献点吧 叶辰看他打扮 应该也是春城武大的老生 还跟自己身边这三人认识 而在此之前 三个学长跟他绘声绘色地 说起花边新闻时 重点提到过笑花榜 他记得就听过秦文这个名字 想到这 叶辰笑道 谢谢学姐关心 学长们人挺好的 热情地给我带路 还要送我地图和水利 你看 秦文姐 你误会我们了 就是 我们就是乐于助人 秦文瞪了三人一眼 然后便拉着叶辰 朝新生报到处走去 学弟 你出来乍到 一定要谨慎一些 别被某些不良学生坑了 你的贡献点很宝贵 千万不要轻易送出去 不然以后 你一定会后悔的 说话之间 他还有意无意地 用大眼睛挑向寸头 叶辰自然不傻 明天他话有所指 如果今天不是遇到秦文的话 今天这个事情 恐怕无法善了 一脸麻子的张帅看向马杰 巧声问道 老大 现在怎么办 马杰沉声道 秦文可不好对付 他还是校学生会的组织委员 先不要声张 他总不可能24小时 陪着这只肥羊 改天我们再收他的劳务费 我们等得起 赖子下闯迟一道 如果这小子事后不认账怎么办 不认账 马杰音策策一笑 那我们这些做学长的 只能用拳头教一教学弟 在咱们学校里是什么规矩了 说话之间 秦文已经带着叶辰来到了新生报道处 学弟 这里就是报道处 你去跟工作人员报一下自己的姓名 机关 证件号 然后领取一下寝室钥匙和学生证件 好的 谢谢学姐 叶辰礼貌地笑了笑 然后便朝着其中一个工作人员走去 姓名 叶辰 哦 来自哪里 不过还没等叶辰回话 那位工作人员顿时抬头 看向叶辰问道 等等 你说 你叫什么 这个时候 不仅是这位工作人员 就连秦文 马杰三人 以及周围正在报名的新生 都停下了动作 齐刷刷地朝叶辰看来 叶辰一愣 又重复了一遍 我叫叶辰 江城来的叶辰 是的 此言一出 全场顿时哗然 那位工作人员直接站了起来 一改刚刚的傲慢态度 连忙问道 叶辰同学 你就是今天的五科大考状元 在得到叶辰的肯定答复后 周围众人看向叶辰的目光 顿时变得不同 秦文也睁大了眼睛 看向叶辰 没想到自己遇见的新生 竟然就是今天的五科状元 张帅 下床的脸色瞬间大变 没想到 自己真的碰到硬茬子了 怕什么 状元了不起啊 不还是新人吗 马杰冷笑道 咱们比他多练一年五 那他在咱们面前 就永远是弟弟 就在这时 那位工作人员 热情地邀请叶辰 走到一个巨大的设备前 笑道 叶辰同学 这是入学前的一个简单测验 数据会记录存档 请用你最擅长的战斗方式 攻击这个设备的中间部位 叶辰点了点头 玄机从大戒中 取出乌铁弓和箭矢 众人见了 眼睛瞬间亮了 脸上尽是羡慕之色 他们大学四年不吃不喝 省吃俭用 恐怕攒出来的贡献点 也不够换一枚最低等级的那戒 相比而言 叶辰简直遥遥领先 马杰看到这一幕 脸上的贪婪之色难以掩盖 这那戒迟早是我马杰的 就在他信誓旦旦地夸下海口时 叶辰随意地张弓搭箭 一箭射出 第62章 天子别墅 动 设备顿时爆发出一声巨响 就连整个地面都震颤了一下 紧接着 设备上的显示屏数字一阵跳动 当马杰看到设备上显示出的最终数字后 吓得双腿一软 差点跪在地上 心里的念头顿时烟消云散 12654 周围众人差点惊掉下巴 这个数值 已经堪比一些四品五者了 要知道 上一个刚刚检测完的新生 打出的成绩是2143 连叶晨的临头都没到 可这已经是入学新生中测试排名的佼佼者了 这个数字 代表着一名学员的力量 或者说是攻击力 虽说攻击力并不能代表一个舞者的全部站立 但所谓一力降实惠 在绝对的力量面前 所有的技巧都是浮云 叶 叶晨同学 你现在的气血 已经有一千多了吗 工作人员磕磕巴巴地问道 普通人大概有100气血 大概能打出800力上下 而经过训练的舞者 这一比例则是提升一些 一气血大概能打出实力的效果 那些极为优秀的天才 能打出1.12分到1.15分的效果 没有 我现在 气血是600出头 一品舞者 所有人再次震撼 也就是说 叶晨打出了1.20分开外的恐怖增幅数据 而且两个月前 新闻里还说 叶晨的气血是400 现在竟然已经超过600了 修炼速度比大多数学生苦练一年都快 就连秦文都瞪大了眼睛 一顺不顺地盯着叶晨 学姐 学姐 啊 哦 叶晨连叫了数声 秦文这才回过神来 俏脸上浮上一抹飞红 叶晨学弟果然名不虚传 学姐真的很佩服 我也是射手 哪天能不能向学弟请教一下发力的方法 叶晨拿理会什么精妙的技巧 只不过是乾坤一击叠加了6000多的力量罢了 不过叶晨为了不露出端倪 还是点头道 改日一定 马杰现在吓得是面如土色 把他们三个加一起 能打出的数值都没叶晨高 如果刚才真的对叶晨出手 恐怕他们三个现在不死也得中残了 想到自己之前还跟叶晨吹牛 说以后在学校被人欺负了 可以直接报他的名字 现在想想都觉得可笑 叶晨同学 这是你的宿舍钥匙 天字一号别墅 工作人员双手将一把金色的钥匙 交到了叶晨的手中 这一幕不仅是新生 就连老生都投来了羡慕的目光 天字号别墅 整个学校只有十栋 每一栋都奢华无比 唯有实力强大 资源雄厚的顶级天才方能有资格入住 据说这天字号别墅 一年的租金就要1000贡献点 而且 你还需要有实力才能守住 因为其他学生随时都可以找你挑战 挑战成功 那你的剩余使用时间 就全成对方的了 所以 能住在天字号别墅的 基本都是全校排名前十的最强者 秦文在二年级学生中 算是混得不错的了 但现在也只能住在 第四号大型公寓里 天字号别墅 那更是遥不可及的存在 秦文羡慕地 看着叶晨手中的钥匙 说道 学弟可能不认识路 我带你去吧 马杰三人也立刻上前献阴请道 我们来帮学弟搬行李 放心绝不收你的贡献点 那就有劳学长和学姐了 说完 叶晨拿上学生卡 便跟着秦文和马杰等人 离开了此地 等叶晨走后 那位工作人员呵斥众人道 看什么看 这是校长亲自安排的 你们要是有意见 就去找校长 或者去天字一号别墅 找叶晨挑战去 众人顿时都收回了目光 只能说 天才就是天才 不是他们这些普通人可以比拟的 一行人在校园内七拐八拐 最终却是来到了一片远离教学区域 环境优美 景色宜人的所在 这片区域外 种满了树木 以及花花草草 将外界于这里一分为二 进入其中 有一种进入世外桃源的既视感 这里真漂亮啊 要是老子 也能在这住几天就好了 听完张帅的话 马杰冷笑道 你就别吃心妄想了 这种地方 根本不是我们这些凡夫俗子配享受的 只有叶晨学弟这种天之骄子 才有资格住在这里 他说完以后 秦文却有些担心地看向叶晨 说道 学弟今后住在这里 可要小心一些 可能会大三大四的学长 来找你的麻烦 哦 为什么 叶晨好奇地问 秦文解释道 学弟你出来乍到 就住进了天字号别墅 而且还是最顶尖的一号别墅 这势必会引起一些 有实力的学长不满 顿了顿 他接着说道 学校是允许学生之间互相挑战的 只要不伤及性命 就可以挑战失败 那你的这栋别墅 就得让给对方 这也是学校的规定 为的是激发学生们练武的热情 原来 还有这样的规矩 叶晨笑了笑 满不在乎的道 谁想挑战 就让他们来好了 我接着便是 马杰道 师弟的战力的确不俗 但那些大三大四的天才也很强 尤其是在第四号前十公寓住着的学长 都已经踏入了武品 而且还掌握着至少一门四品以上的武技 你跟他们对战 可能会吃亏 哪知夜晨听完 却更加来了兴致 如果那些学长真的来挑战 他倒是不介意领教领教 毕竟 他来到这里最重要的目的 就是拿到那张神迹的名额 那他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立位 第六十三章 再次突破 下午 在一起去食堂吃过午饭 跟秦文约定 有时间教他设计技巧后 叶臣独自一人回到了别墅 他朝着另外几栋别墅扫了扫 根本没看见什么人影 也许就像秦文师姐说的那样 这些实力强劲的大四学长 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外出做任务 或者是加入了阵魔军等组织 叶臣半躺在沙发上 思考着接下来的事情 以自己目前的实力 恐怕还不足以碾压所有竞争对手 就连第四号的学长都有武品 那些排名前十的强者 岂不是要有踏入六品的存在 所以 现在继续提升自己的实力 才是当务之急 自己有两种途径 一种是前往秘境刷怪 一种是继续提升修为 当然 这两种自然可以同时进行 叶臣打算明天就去找胡万里 让他给自己一个 随意进出秘境的特权 而现在 他直接拿出手机 拨通了程思雨的电话 告诉他 自己现在就要突破二品 让他准备最好的凝骨粉 凝骨粉乃是由魔物精血 以及魔物骨粉 加上其他辅料链制而成的丹药 是武者突破二品的必备之物 当然 这个东西 也有好坏之分 用品级越高的魔物 链成的骨粉 其要用价值 也就越强 最好的凝骨粉 是使用五品魔物的 精血骨骼 链制而成 一份 就要上亿的价格 叶臣现在财大气粗 上个月 就从数瑞丹 要分红了五个多亿的代言费 所以 自然是选择用最好的 而成思雨 接到叶臣的任务后 自然是不敢怠慢 立刻就将命令 传达下去 为了能更好地服务于叶臣 作为公司 东北大区主管 他现在 也将自己的办公室 搬到了春城分部 并且在春城五大附近 买了一套线房 叶臣现在 不仅是他的摇钱术 更是整个公司的摇钱术 代言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 让公司的净利润 翻了将近一倍 而且还有 继续上涨的趋势 原本抱怨成思雨 给的价码 太高的股东们 彻底闭嘴 甚至对成思雨 毕恭毕敬 生怕他跳槽离去 这会让公司损失惨重 毕竟 现在树瑞丹药上上下下 都流传着这样一则小道消息 叶臣之所以选择 树瑞丹药 完全是因为 成思雨的关系 他们两个人的关系 自然不言而喻 而公司内流传的谣言 成思雨 不仅没有做出解释 反而顺水推舟 让这个消息 显得更加真实 他知道 自己跟叶臣绑定的越紧密 他的事业 才能更加蒸蒸日上 对于叶臣的要求 他自然有求必应 成思雨 顺便邀请叶臣 到自己的新家做作 尝尝自己的做饭手艺 叶臣想了想 反正现在没什么事 路程也不远 索性就同意了下来 穿着一身便装 叶臣根据地址 来到了成思雨家的楼下 这是一处高档平层小区 已经算是普通人 能住的最顶级的房子了 坐电梯上楼敲门 成思雨穿着一身 黑色连衣短裙 将他傲人的身材净显出来 他今天没穿黑丝 将浑圆饱满的大腿 暴露在空气中 尤其在黑裙的硬衬下 白得很是耀眼 叶先生快进 成思雨见叶臣来了 眉梢眼角尖带着喜气 并且拿出拖鞋 亲自附身 准备为叶臣换鞋 叶臣余光下扫 欲风扇乱一扫无鱼 他咽了口唾沫 连忙说自己来 成思雨哥哥一笑 也不坚持 起身再次回到厨房 并说道 叶先生稍后 饭菜马上就好 另外您要的顶级宁骨粉 也已经在送往这里的路上了 叶臣满意地点了点头 忽然想到了什么 又道 再给我带五枚三品脆体丸 也要最顶级的 成思雨一正 不又问道 叶先生 您突破二品 要三品单要干什么 他话音刚落 忽然面色一变 歉意地道 对不起叶先生 是我多嘴了 他只不过是跟叶臣熟络了 所以才会口无遮拦地 随口一问 但马上他就意识到 自己的唐突 如果因此让叶先生心生嫌隙 那他就全完了 无妨 叶臣满不在乎地笑了笑 解释道 我的体质有些特别 可以承受住 高品单要的冲击 这件事情 他不可能全部隐瞒 而且以后 还需要成思雨 不断地帮他提供单要 所以还是要让成思雨 了解一些自己的秘密 同时 也能拉近自己 跟成思雨的距离 让他觉得自己 把他当作自己人 更好地为自己做事 这件事 可不要轻易外传哦 果然 听完叶臣的告诫 成思雨 连忙跑到叶臣身边 竟是直接跪了下去 郑重地道 叶先生请放心 思雨今天的一切 都是叶先生给的 叶先生这么信任我 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 叶臣微微点头 将成思雨拉了起来 成思雨 在站起来的过程中 似是脚下一软 一个猎切 摔到了叶臣怀里 叶臣只觉软玉在怀 鼻尖嗅到一股 成熟女人的忧香 对不起叶先生 成思雨慌忙起身 惊慌失措地 跑回到厨房里 经过这尴尬的一闹 房间里顿时 没了声息 无比地尴尬 好在下属很快 将丹药送了过来 成思雨 让下属离开后 这才将丹药 亲手送到叶臣手中 叶臣打开 存放凝固粉的玉瓶 闻了闻 果然药香浓烈 的确是极品之物 你做得很好 多谢叶先生夸奖 成思雨脸蛋飞红 似是涂抹着一层胭脂 叶臣没有将玉瓶 再次盖进 而是索性直接服下 这一幕 倒是让成思雨 大惊失色 叶先生 这样有危险 他知道舞者的突破 都伴随着极大的风险 一般都需要有 强大的舞者 在旁守护 自己一个普通人 如果叶臣 真的出现点 什么意外 他根本无从帮助 哪知叶臣吃完 凝固粉后 却跟没事人似的 随道 饭菜做好了吧 我们吃饭 啊 成思雨错愕之间 叶臣已经走上饭桌 已经端起饭碗 狼吞虎咽起来 一顿饭吃完 在成思雨 难以置信地注视下 叶臣拍了拍肚皮道 吃饱了 境界似乎也已经突破了 叶先生果然是神人啊 成思雨由衷赞叹 心中对叶臣更加敬佩 这算什么 叶臣哈哈一笑 看着成思雨 那崇拜的眼神 美人当前 年少之星 总有展现自己的想法 他又将一枚三瓶 脆体碗打开 直接服用而下 请客之间 他陡然感觉自己 全身火热异常 甚至连脸上 都一阵阵发烫 叶臣心里顿时暗叹一声 糟了 他万万没想到 三瓶顶级丹药 会有如此强大的药力 虽然这药力 对自己的身体 依然够不成什么伤害 可却让自己浑身燥热难耐 今夜干涸 小腹之下似有一团烈火燃烧 承思雨见叶臣如此变化 顿时也紧张起来 连忙走到叶臣身边 扶下身子关切地问道 叶先生 您怎么了 油香扑鼻 扇软引线 叶臣只觉自己的身体 更加火热 他用尽全身力气 发出沙哑的吼声 我没事 你走 快走 承思雨心下大吉 他又怎么可能在这时候 丢下叶臣 他连忙扶着叶臣 关切道 叶先生 要不要我叫人 或者去床上 躺着休息一会 呼 下一刻 承思雨惊呼一声 只觉得自己被大力拖起 一步步地走向卧室 第六十四章 各自归处 午夜时分 承思雨艰难地将夜晨推下 自己慢慢起身下地 结果双腿一软 跪坐在了地板之上 他强忍疼痛 扶着桌子再次起身 眼角闪烁着晶莹的泪花 之前的几个小时里 他只觉自己是一夜小粥 在狂风暴雨的大海上 不断被抛飞坠落 他再次看了眼熟睡的夜晨 将薄被盖在了他的身上 自己这才扶着腰身 走出房间 轻轻关门 第二天 天光大亮 夜晨从梦中悠悠转醒 只觉这一觉睡得神清气爽 通透无比 酣畅淋漓 他明显地感觉到 自己体内的气血更加旺盛 伴随着境界的突破 他的气血也再度迎来了飙升 然而 就在夜晨高兴之余 这才隐约想起 昨天晚上 自己似乎做了某些不该做的事情 他环顾四周 这才记起 自己是在程思雨的家里 坏了 夜晨推门从房间走出 找了一圈 也没发现程思雨的身影 只是在饭桌上 留下了丰盛的早餐 还有一张字条 夜先生 我先去公司了 洗漱用品在洗手间 早餐在桌上 您吃完以后再去上学吧 碗筷放着就好 我下班回来以后收拾 夜晨看完字条后 长书一口气 心里既温暖又歉意 看来 以后自己不能再逞强了 至于程思雨 这份亏欠 只能慢慢弥补 用程思雨 早就为自己准备好的 毛巾牙刷洗漱完毕 都把早餐进行光盘行动 把剩余的丹药放进那届 夜晨这才离开返校 他没有回别墅 而是直接去找胡万里 提前打电话通知了一声 胡校长正好在办公室 所以 便直接去那里找他 刚要进去 办公室的房门 便是被人打开 夜晨差点与对方撞个满怀 夜晨定睛一看 心头不由一震 美女她见得多了 可长得这么美的 还是头一次遇见 她身披重铠 戴着自然卷的长发 直到腰际 脸上不湿粉带 却又十分惊艳 尤其是一双眼睛 乌黑发亮 深邃无比 只是这女子的气质 实在是太冷了 是那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严寒 夜晨看到她 都下意识地朝后退了一步 这女子的眼神 也是触之极离 根本没在夜晨身上 有一丝停留 就仿佛是看空气一般 浑身假片有规律地发出脆响 甩动着长发 渐行渐远 夜晨却是目送女子走远 在门口驻足了许久 快到楼梯拐角处 那女子似是察觉到了夜晨的目光 擒手微转 眼神犀利地看了过来 夜晨顿觉自己体内冰寒彻骨 下意识地一开目光 连忙走进了屋内 进入办公室后 她这长舒一口气 感觉自己心脏砰砰直跳 此时 却从办公桌内 传来胡腕里的戏血的声音 臭小子 再多看一眼 她要是冲回来用枪刺你 我可拦不住啊 校长 她是谁 呵呵 你很快就会知道了 胡腕里不打反问道 怎么样 我给你安排的宿舍 住着还满意吗 还好 夜晨摸了摸鼻子 含糊气词地答道 她怎么知道舒不舒服 昨天甚至都没在别墅待满一个小时 你急匆匆地找我有什么事 听胡腕里问起 夜晨这才收起心中疑你 正色道 校长 我想经历境 越快越好 你小子这么着急 这才刚入学一天 胡腕里无奈地摇了摇头 你怎么跟她一模一样 难道我们学校 不会又要多一个舞痴了吧 舞痴 她是谁 夜晨一正 旋即又道 反正您帮我尽快安排 这对我很重要 这次的神迹的名额 我志在必得 胡腕里道 好吧 我会尽快给你安排的 并且给你配备一名私人导师 既能辅助你的舞蹈修炼 又能在秘境中保护你的安全 夜晨不在乎的道 导师就不用了吧 我自己没问题的 只要给我开放 秘境就行 不行 胡腕里态度很坚决 你可是我的心头肉 是重振我春城五大的希望 而且 我之前答应过老陈 一定会保护你的安全 你若是有个三长两短 那老家伙肯定找我拼命 好吧 夜晨无奈摇头 见夜晨情绪不高 胡腕里冷哼道 你小子别身在福中不知福了 我给你找的 可是全校最好的导师 而且还是我花了大代价 才求他带你 你别不舍好歹 最好的导师 是谁 夜晨也来了兴致 呵呵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胡腕里神秘一笑 然后插开话题又道 你刚来不久 人生地不熟的 肯定觉得比较陌生 不过 你倒是可以找曹壮 摇闻他们两个去玩玩 夜晨一震 旋即喜悼 他们两个也来春城舞搭了 胡腕里微微点头 笑道 这样你以后就不会太寂寞了 谢谢你校长 夜晨真诚得道 谢我干什么 他们两个也是状元小队中的一员 虽然贡献小了点 修炼资质差了点 但他们两个也各有所长 曹壮一直是队长 有着丰富的带队经验 可以学习战场指挥专业 而姚文人很聪明 可以朝着舞蹈研究员的方向发展 虽然胡腕里这么说 但夜晨还是明白对方的用意 想了下 他不禁又问 校长 陈雪和陈冰也来了吗 那两位 千金我哪里敢请 胡腕里摇头一笑 你可能有所不知 他们两个可是 京师五大校长陈如山的亲孙女 是京都四大家族陈家的掌上明珠 妥妥的名门之后 那他们怎么会来小小的江城上学读书 这我就不知道了 可能另有隐情 我也一直蒙在鼓里 前段时间才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 你有空倒是可以亲自问问他们 夜晨文言沉默下来 陈家姐妹已经很久没跟她联系过了 飞姓也一直都没有回消息 她相信 陈冰陈雪一定有自己的苦衷 不然是不会一直不联系的 她相信 他们的友情不会就此中断 就在这时 胡腕里打断了夜晨的思绪 认真的道 夜晨 还有一件你关心的事情 我要告诉你 夜晨抬头看去 胡腕里继续说道 神迹开启的时间 已经确定下来了 第65章 射数陪练 什么时候 夜晨一听 顿时来了兴趣 大概在三个月后 胡腕里微微摇头 担忧的道 我本以为这次神迹开启 至少还需要一年的时间 现在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期 我怕你 怕我实力跟不上吗 夜晨笑问 胡腕里点了点头 我也不藏着掖着 就跟你直说了 这次进入秘境的限制是24岁七品以下 也就是说 你的对手 至少都是六品强者 可能还有六品巅峰 甚至是半只脚 已经踏入七品的恐怖妖孽 我怕你无法跟他们相抗衡 三个月吗 夜晨微微一笑 足够了 嗯 胡腕里目光一宁 夜晨 现在可不是开玩笑的时候 也不是逞能的时候 校长 我心里有数 三个月的时间 我有信心与这些家伙一较高下 胡腕里闻言 死死地盯着夜晨 发现后者并不像是开玩笑后 这才道 既然这样 那我一定会将你推荐出去 不过我们接下来 可能还会有一个内部选拔 只有在选拔中获得优胜 方才有拿到名额的资格 夜晨忽然问道 校长 刚才从你办公室 走出去的那个姐姐 也是参加这次名额竞争吗 她不会 胡腕里摇了摇头 她已经不符合要求了 她的年龄 已经超过24岁了 夜晨惊讶 看着很年轻啊 比我大不了多少 是修为不符合要求 她欺品了 胡腕里淡淡的话语 让得夜晨心头一震 如此年轻的欺品 她还是第一次遇到 这位姐姐这么厉害 呵呵 你以后慢慢了解吧 胡腕里似笑非笑地看着她 问道 你好像对她很感兴趣的样子 哪有 夜晨老脸一红 识口否认 可她的确是第一次遇见这么漂亮 却又如此有个性的女孩子 陈冰开朗热情 陈雪沉稳内敛 诚思雨很会照顾人 而这个女子 比她们三个的性格 还要尖锐突出 她冷得就像冰山一般 巨人于千里之外 看她的感觉 就像是看一座冰山 冰冷无比 坚硬无比 且又高不可攀 哼 爱美之心人皆有知 人不风流亡少年 这些我都理解 只不过 胡万里话音一转 我劝你 还是死了这份心吧 她有男朋友 没有 那为什么 因为没有人能走进她的内心了 胡万里轻叹 这是为什么 这不是你现在要考虑的问题 还是想想 怎么尽快提升实力 把神迹名额拿到手才是关键 我们东北行省 虽说整体比较落后 但精英也不在少数 你要是在选拔赛上无法突围 那也别怪老夫不帮你了 胡万里的话 让夜晨从花边新闻中行转过来 认真的 校长 给我开放秘境 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胡万里点点头 道 秘境可以开放给你 但每周只能开放一次 一次八个小时 校长 这时间也太少了吧 夜晨直接抗议 胡万里却摆了摆手道 别跟我讨价还价 就这么说定了 而且每次进入秘境 都要跟随导师一起进入 这周你打算什么时候进去 自然是越快越好 那就明天 我现在就去安排一下 明天早上 你去校图书馆门口 我会让导师在那里接你 见夜晨走了 胡万里这才抓起电话 拨通了一个号码 喂 我是胡万里 从明天开始 每周定时开启秘境一次 一次八个小时 听明白了吗 什么零食不够用 哪那么多废话 老子让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 不足的零食 从我的津贴里扣 你别管我自己用什么 就这么说定了 挂了 夜晨刚走到楼下 就听自己的手机响了 拿起来一看 原来是秦文打来的 昨天临走之前 互相留了电话号码 方便以后联系 没想到 秦文这么快就打来了 他接起电话 原来是秦文 邀请他去校学生会的建树社团 这个社团的成员都是射手 定期会有活动 在一起交流 社数心得 夜晨 秦文拗不过学姐的热情 只得同意过去 等根据学姐给的地址到了地方 夜晨这才发现 建树社团的场馆 还真不小 里面已经有二三十号人 或聚在一起聊天 或是在对准远处的 靶心练习射箭 学弟 这脸 夜晨刚刚踏入场馆 就听见秦文在不远处热情的招手 喊自己过去 等他走近 秦文这才对夜晨介绍到 这位是陶营 是建树社团的副会长 夜晨看向秦文身边的 一个漂亮女孩子 脸蛋有点婴儿肥 看起来十分可爱 学姐好 夜晨礼貌招呼 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夜晨学弟吗 真是文明不如见面 果然一表人才 陶营笑着主动伸出手 跟夜晨握了握 小手软弱无骨 丝毫不像是一名射手的手 秦文笑嘻嘻地道 夜晨学弟 今天可是有两位美女 请你当老师 你可不能藏桌哦 我一定知无不言 在得到夜晨的保证后 两个女孩子都笑出了声 陶营道 学弟别紧张嘛 放松一些 学姐又不会吃了你 夜晨值得苦笑 他也没想到 自己现在这么招风 看来人一旦变强了 人缘也会变好 说笑间 三人来到了靶场 夜晨取出乌铁弓 瞬间再次吸引了 秦文和陶营的眼球 哇 这把弓好帅哦 真的好漂亮 要是我也能拥有 这样一把弓就好了 夜晨也没说什么 而是抬手张弓搭剑 瞄准靶心 自从有了鹰眼技能之后 他发现自己每次射箭 视线内都会有一条 剑到辅助线 很清晰的就知道 自己这一剑射出后 落点在哪 自己只要根据 辅助线稍加调整 便能很轻易地 做到百发百中 一剑射出 啪的一声 正中百米开外的靶心 这顿时引来了 周围两个女孩子的喝彩 而这一幕 也是让得周围 不少社团成员聚焦过来 夜晨自己射完之后 便手把手的 焦情文和陶营 两人如何射箭 他有辅助线的帮助 自然知道 怎么射才更准 只是辅助起来 有点费劲 两人的身体 会靠得很近 虽然夜晨 已经很努力地保持距离 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专注度地提高 难免会贴在一起 尤其是夜晨双手 帮忙辅助攻身的时候 秦文站在内侧 外人看来 就仿佛是夜晨 将秦文直接抱住似的 适中的两人 都没什么感觉 这却让刚刚进入场馆的一名 深背长弓的长发男子 眉头一皱 社长 见到来人 周围不少社员 都起起开口 那男子却直接问道 秦文身边那个男的是谁 他们两个是在干嘛 有人答道 好像是个大义新生 是秦文姐找来的 大义新生 那男子冷哼一声 静止朝着夜晨三人走去 周围社员见状 顿时都跟了过来 剑术社团谁不知道 社长喜欢秦文 一直在苦苦追求 眼看心上人 被人这般暧昧地搂抱 任谁都受不了 第66章 竟然是他 秦文 秦文听见呼喊 这才从专注中恢复过来 然后才意识到 自己跟夜晨距离这么近 根本就是贴在了一起 夜晨帮自己扶着弓 就像是热恋中的男朋友 抱着自己似的 想到这里 秦文瞬间翘脸扶上红侠 他挣脱出来后 整理了下自己小路乱撞的心情 看向来人道 明克 你来了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咱们的大义学弟夜晨 也是今年的全国状元 然后又看向夜晨 介绍道 学弟 这位是咱们社团的社长明克 大三的学长 去年曾经代表 咱们五大 去参加东北新省青年社数大赛 拿到了第三名的好成绩 夜晨文言 直接伸出手对明克道 学长好 然而 明克连手都没伸 直接将其无视 然后看到秦文道 文文 你要是想提升剑术 我可以亲自教你啊 一个大义新来的毛头小子 能教你什么东西 只会让你误入歧途 秦文一听就不乐意了 脸色顿时沉了下来 明克 夜晨学弟是我叫来的 你身为社长是什么态度 而且 我想找谁教 还轮不到你来说三到四吧 夜晨学弟 刚才只教了我和陶瓶几分钟 我就觉得自己的剑术有了长进 陶瓶你说呢 我也觉得夜晨学弟教得挺好 以后 我想多向他请教请教 陶瓶也频频点头 明克 见两人都偏袒夜晨 加上周围人都在窃窃私语 议论纷纷 感觉自己这个社长的面子都丢光了 当即他看向夜晨 似笑非笑道 学弟 敢不敢跟学长赌一把 赌什么 夜晨不禁眉头微皱 他这是无妄之灾 就赌 咱们俩谁设得更远更准 你说了 从此滚出剑术社团 我输了 我滚 我这个社长你来当 夜晨文言却微微摇头 这个没必要 既然这里不欢迎我 我走就是了 说着 夜晨便转身离开 自己跟对方无冤无仇 夜晨真的懒得跟这种愣头青斤斤计较 然而还没等夜晨走远 明克却在背后讥笑道 怎么 怕了 就着还是全国状元呢 根本就是个窝囊废 这番话 引得周围不少社员哄堂大笑 夜晨眉头微皱 尼菩萨还有三分火气 更何况是他 他直接转身问道 怎么个笔法 明克冷笑道 我说了 就比谁设得更远 设得更准 这里的靶子太近了 后山有更远的靶子 咱们去那边 乐意奉陪 说着 夜晨便率先走出场馆 秦温连忙追了上来 歉意道 学弟 实在不好意思 我不知道会给你带来这么大的麻烦 都怪我 夜晨摇头道 没关系的学姐 就算没有今天这件事 也早晚有人要挑战我 既然如此 那我只好先拿他立威了 学弟你要小心 明克的剑术很厉害 而且他的眼力很好 远舍正是他的专长 哦 是吗 夜晨笑了笑 人的眼力再好 能有阴眼墙 一众人跟随着明克和夜晨 来到了后山的半山腰处 甚至路过的不少学生 打听到这个消息 也都纷纷跟了过来凑热闹 大家都想看看 这场比试 究竟花落谁家 明克站在空地最前 指着隔壁那座山峰上 隐隐约约游近几远 依次排列的几个靶子 说道 对面山上 有四座靶子 距离我们这里 依次是200米 300米 400米 500米 谁射得更远 射得距离把心越近 就算谁赢 如果你觉得能力不行 现在就可以直接认输 免得一会拖把丢人 夜晨却微微摇头道 我当时多远的靶子 原来最远 只有500米 明克一正 玄机冷笑道 你在跟我开玩笑吗 你能从这里 射中200米外的靶子 都算你厉害 废话少说 开始吧 好 让你先来 夜晨却道 还是你先吧 我出手你就没机会了 明克都气笑了 直接张弓搭剑 摆出一个后翼射日的架势 那等酷炫的造型 顿时惹得周围 一众同学叫好 明克左眼微闭 大喊一声 这便是一箭射出 箭矢在两山之间 划出一条优美的弧线 正中200米开外的靶子 有人拿望远镜看后 大喊道 明克社长牛逼 九环 顿时又是一阵欢呼 明克却摇了摇头 一脸惋惜道 发挥有点失常 不然能实环的 道你了状元 夜晨却道 你可以再射一箭 免得留有遗憾 哼 这一箭对付你足够了 我给过你机会了 是你自己不知道把握 说完 夜晨取出乌铁弓 直接对准500米开外的靶子 周围人见了 顿时惊呼 他这是在干什么 要射500米的靶子 开玩笑的吧 这怎么可能射得到 就在此时 弓弦响触 箭矢在空中 划出一条更长的弧线 正中靶子 清脆的响声 在两山之间来回游荡 五 五百米 重了 卧槽 还是把心 此言一出 众人不禁惊呼 秦文那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里 满是不可思议之色 陶银双手捧着小脸 已经完全成了夜晨的迷妹 夜晨二话不说 直接收起乌铁弓 走下山去 只留下如遭雷击的鸣客 默默发呆 没理会这件事 在校园中广为流传 夜晨直接回到了别墅内 扶下了第二枚脆体丸 可能已经有了之前的经验 加上气血再度飙升 这次夜晨没有出现 昨晚那种控制不住的情况 一夜无话 第二天一早 夜晨便是来到了校图书馆门口 由于时间尚早 图书馆还没有同学到来 然而 夜晨却是在门口 看到了一个极为熟悉的倩影 一身仲凯 乌黑戴着自然卷的极臀长发 以及 那冷若冰霜 生人物尽的独特气质 夜晨不经一证 原来校长给自己安排的导师 竟然是他 第67章 誓九诗简 请 请问 你是在等我吗 夜晨硬着头皮走上前去 不确定地问道 眼前这个女子 气场实在太强大了 就只是 站在她的面前 夜晨 都感觉莫名的压力 那不是某种攻击手段 只是她单纯地从那外散发出的特质 面对夜晨的提问 对方没有开口 只是轻点擒手 美丽的眸子中 却不带一点色彩 导师好 夜晨乖巧行李 想给对方留一个好印象 虽然对方看起来根本没比自己大几岁 但她还是展现出了十足的尊敬 叫我大师姐就行 他们都这么叫 冷烈的声音 让夜晨心里发寒 甚至没敢开口问为什么 那女子说完便直接转身 带起秀发甩动 朝着另外一个方向走去 仿佛示意夜晨跟上 大师姐 有事 女子停下脚步 余光看向夜晨 这里临近藏宫阁 我想先去那里挑选基本武技 夜晨倾笑开口 尽量让自己放松下来 毕竟自己现在已经突破二品 已经可以学习更高级的武技了 你现在学那种东西 没什么用处 只会浪费你的时间 啊 为什么 你以后自然会知道 说着 那女子便再度朝前方走去 夜晨无奈 只得跟了上去 不多时 夜晨便是跟随着她 来到了一座 住立在校园核心地带的传送镇 只不过 现在这个传送镇 暗淡无光 显然并没有开启 传送镇旁 站着一位女导师 不是别人 正是曾经跟随胡万里 前往松江义中 面试她的徐靖 此时徐靖也看到了夜晨 脸色顿时不自然起来 不过尴尬了一阵 她还是率先笑着开口道 欢迎夜晨同学 加入春城武大 夜晨也笑了笑 没有多说什么 伸手不打笑脸人 既然现在大家都属同一阵营 也就没必要斤斤计较抓着不放 随后 徐靖又看向那女子道 宁霜妹妹 校长已经跟我打好招呼了 你现在就带着夜晨进入秘境吗 被换作宁霜的女子没有开口 只是微微点头 她似乎跟谁都是同样的态度 拒人于千里之外 夜晨这时也想起来 之前马杰跟自己说起笑花榜的时候 说起过排行榜第一的名字 当之无愧的花魁 江宁霜 只是马杰提起她的时候 脸上都带着十足的谨慎 并没有像说起其他笑花那般 口若悬河滔滔不绝 而是谨小慎微地跳过了 现在看来 夜晨倒是明白几分原因了 徐靖似乎很了解江宁霜的性格 当下也不再多说 从自己的那界中 取出了十几块散发着淡淡荧光的石头 这些石头就像是宝石一般 晶莹剔透 十分好看 不仅如此 夜晨还从其中感受到了浓郁的能量波动 这种浓度 即便连最顶级的三品丹药 都根本无法比拟 灵石 这个名字 在夜晨脑海中浮现出来 她之前进入魔窟中 周围的墙壁内就储藏着这种石头 只不过 纯度没有这么高 夜晨在想 如果自己要是搞来几块高纯度的零食吸收一下 不知道会是怎样的结果 只要自己的身体能承受得住 想来 气血肯定会成倍暴涨 但一想到自己前两天吸收三品丹药 都已经疯狂成了那个样子 夜晨便又暂时打消了这个念头 江宁霜可不是成思雨 刚才一路走来 见到她的老生 没有不绕着走她 自己真要是对她发疯 谁知道她会不会杀了自己 而且 夜晨也不想失去理智 那样根本不是自己 也会对别人造成伤害 夜晨思索之间 徐静已经将这些零食 全部倒入了传送门旁边的凹槽之中 紧接着 传送门爆发出一阵嗡鸣 忠心开始泛起五颜六色的光泽 传送门已经开启 你们可以进去了 记得一定要在八小时内回来 江宁霜没有多说 甩动长发 率先一步踏入传送门中 夜晨紧跟其后 同样进入门内 眼前一花 再度看清的时候 夜晨发现自己 已经站在了一片密林之中 湿热的风从林间缝隙拂过 让他嗅到一抹甘甜 不要进入深处 也不要离我超过十米 只说了这么一句话 江宁霜便不再多言 夜晨余光扫去 发现不知何时 对方的手上 已经握着一柄 足有两米开外的乌黑长枪 枪杆似有蛟龙盘踞 枪阴白如雪 枪尖力如剑 随手挥舞间 仿佛有龙银影线 知道了大事件 夜晨回应一声 便是朝着前方不远处树上 盘踞的一头巨蟒射去 箭矢瞬间刺入蟒蛇腹部 巨蟒吃痛的嘶吼一声 竟是扭动的身体 快若闪电般地朝夜晨袭来 夜晨大吃一惊 没想到这巨蟒竟然这么柔 在巨蟒袭来之前 连忙再射出一箭 这一箭 竟是直接从巨蟒的口中射入 从背后穿出 伴随着一道血溅喷出 巨蟒瞬间毙命 瘫软的庞大身躯 夜晨长舒一口气 看向身后抱签立的江宁霜道 大师姐 这巨蟒至少四平 刚才那么危险 你都没出手帮我 真不怕我出事吗 哪知江宁霜淡淡说道 你的实力我自然了解一二 如果连一条巨蟒都对付不了 那也别去争什么神纪名额了 大师姐了解我 夜晨好奇问道 自己之前好像没见过他 可江宁霜却并未回答 而是靠在了一旁的大树旁 拿出一个酒葫芦痛引起来 夜晨没想到 这么一个外表娇滴滴的大美人 竟是个酒萌子 在使用乾坤一击收集力量期间 用余光观察着他的一举一动 只见他喝完一瓶 竟是不知又从哪取出一瓶 继续狂饮 酒夜顺着他光洁的下巴 流到修长的寓景 流进了耸立的御风 近视了他的衣襟 他仿佛不知道醉一般 拼命地灌酒 一会儿的功夫 身边就已经扔满了七八个酒葫芦 而此时 江宁霜如玉般的翘脸上 冰霜逐渐融化 取而代之的 却是害怕 无助和惊恐 那美丽的眸子中 禽着泪水 瞳孔震动 仿佛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事物一般 不远处的夜晨 顿时感觉不对劲 他连忙收起乌铁弓 朝着蜷缩在树下 紧紧抱着臂膀 剧烈颤抖地将宁霜 快步走去 大师姐 你怎么了 第六十八章 心有所悟 夜晨快步走上前去 看到此时 将宁霜翘脸上毫无血色 原本粉红的珠唇 也在此时苍白如指 大师姐 夜晨心中大惊 关心地朝他靠近 伸手朝他的香肩抚去 然而 还没等夜晨触碰到他 江宁霜仿佛一只受惊的野猫般 立合道 不要碰我 与此同时 御守画长 毫不留情地拍在了夜晨胸口 碰 夜晨直接倒飞了出去 在半空中 撞断了三根粗壮的树干 这才摔在了地上 而下一刻 江宁霜的翘脸顿时一变 仿佛从梦眼中行转 惶恐之色如潮水般隐去 取而代之的是紧张和惊恶 他狱足一蹬地面 瞬间便是来到了夜晨身前 关心地问道 你怎么样 这一刻 夜晨第一次感受到 眼前这个角色美女的烟火气息 冰山融化 美得让人窒息 嗨嗨 我没事 还死不了 夜晨拍了拍胸前的掌印 便是打算起身 然而 下一刻 一杆长枪舞动 散发着锋利寒芒的枪尖 却是直接顶在了她的鼻尖 一道冰冷的声音质问道 刚才为什么要靠近我 我看你情况不对 试过去关心你啊 大姐 夜晨也恼了 自己好心好意地关心 竟然话来了一掌不说 现在还来质问我 长得漂亮就了不起啊 真的 不是真的 还能是啥呀 大姐 夜晨的脸色也沉了下来 不再理她 自顾自地再次寻找魔物 开始猎杀 她现在越来越明白 马杰为什么不想提她了 这种神经质的性格 谁受得了 就在这时 夜晨听见身后 传来一个迟疑的声音 你的伤 怎么样 需不需要带你去看医生 谢谢你关心了大姐 我好得很 夜晨不耐烦地道 可江宁霜依然坚持道 要不还是先去看一下医生吧 我刚才那一下力道不轻 怕你 夜晨翻了个白眼 直接转身 敞开自己的衣巾 露出胸膛 道 多谢了大姐 我一点事都没有 江宁霜下意识地 用手臂遮住脸颊 然后窃窃地从手臂间看去 发现夜晨真的没事后 这才放下心来 然后再次回到了冷冰冰的状态 道 你把衣服穿好 不过心里却暗自惊讶 夜晨一个小小的二品舞者 竟能承受自己这个七品的一击 当真不可思议 哼 夜晨合起一惊 再次卡着冷却时间 用乾坤一击 收割着魔物的生命 这秘境中 有不少四品魔物 所以他始终对准魔物的要害 力求一击毙命 在技能冷却的空荡 夜晨还是下意识地观察起了 江宁霜的举动 毕竟这里就他们两个 除了看他 也没什么可看 夜晨发现 江宁霜似乎是在练习这五技招式 可他使用的五技 都是最最简单的招式 拦 拿 扎 批 崩 云 拨 脚 抛 可动作虽然简单 每一招每一式 都让夜晨感觉力重千钧 那动作看似缓慢 实则快如奔雷 夜晨看着看着 似心有所悟 再次拉动弓弦 并没有之前那么迅速 反而是缓缓而为 感受着身体与长弓的联系 So 再次一发箭矢射出 远处一头在丛林中穿梭的巨猿应声飞起 巨大的身体 在半空中倒飞出四五米 这才落回地面 夜晨心中惊诧 自己的一剑 似乎威力比之前更强了 这虽然有力量叠加的效果 但夜晨明显感觉自己的感悟 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夜晨如法炮制 再次缓慢拉弓 这一次 他拉紧弓弦的速度 比上一次还慢 直到他再次找到 那种人工合一的感觉 这才再度将剑射出 哇 剑矢在空气中摩擦出一阵阴暴 将另外一头巨猛 直接拦腰炸断 这一幕 惹得江宁霜动作一致 朝他这边看来 美眸中有一丝惊讶闪动 就在这时 夜晨脑海中 响起系统提示音 叮 恭喜宿主 领悟建议 夜晨打开系统面板 建议LVE 被动技能 剑数伤害增幅为1.2倍 看到简介 夜晨心中一喜 没想到自己误打误撞之间 竟是领悟了建议 而且这个被动技能 还是增幅效果 相当于直接提升了 自己20%的伤害 难怪江宁霜之前说 现在学武技没用 原来把最简单的招式练到极致 就会有致的飞跃 八个小时的时间 很快就过去了 如果不是江宁霜提醒 夜晨都不知道 已经过去这么久了 他看了看面板 自己的力量 竟然加了将近一万八 加上之前积累的力量 现在乾坤一击 已经为他积累了 两万四千五百五十八 他现在的攻击力 恐怕已经不比一般的无品差了 还是刷怪爽啊 下周 再往秘境深处走一走 里面的魔物 肯定品级更高 夜晨在心中打定主意 乾坤一击射死的魔物品级越高 所积累的力量也越高 秘境外围最高 也就是四品魔物 而且还不秘籍 很多时候 夜晨只能拿低品 魔物凑数 虽然击杀低品魔物 积累力量少点 但总比技能冷却好了 不用强 就在夜晨正暗爽着 哪知刚刚走出秘境传送门 迎面便看见明克 带着一群人走了过来 大部分都是剑术社的社员 秦文和陶银也在 似乎在劝说着什么 明克看到自己 对着身边一个 身材高大的青年道 罗峰哥 就是他 旋即 罗峰一马当先 便是来到夜晨面前 你是夜晨 夜晨抬头看着 比自己还高出半个头的罗峰 不由咒眉道 我是 你是来给明克找场子的 我没那么幼稚 罗峰冷哼道 明克输给你 那只能怪他自己 学艺不精 那你来找我干什么 罗峰不打反问道 听说你想竞争神纪的名额 没错 那就对了 我也正有此意 罗峰傲然道 我之前 一直都在外面做任务 刚刚回来就听说 你要争夺名额 咱们两个位置重叠 只能有一个人 代表学校参加行程选拔 不如我们私下做个了断 谁赢了谁上 输了就滚一边去 夜晨 别怪我这个大肆老生欺负你 机缘竞争 只讲实力 不会因为你 年纪小修为低 而迁就你 你几品 夜晨问 六品 怕了 怕了就老实地放弃 罗峰刚说到这里 却看见一道 身披仲凯的绝美倩影 从传送门中走出 立刻惊慌失措的行李道 大师姐 将宁霜连看 都没看对方一眼 抬起修长的大腿 便要离开 大姐 他要揍我 你不保护我一下 夜晨指着罗峰 朝江宁霜喊道 却听江宁霜清冷的声音 从远处传来 如果你连这种庸才都打不过 那还是趁早放弃 争夺名额的好 第69章 师兄师弟 江宁霜的话音 在周围不断回荡 这让罗峰尴尬无比 毕竟五道一图 谁也不想被认为是庸才 如果这话 出自其他人之口 哪怕是春城五大的导师 他罗峰都赶上去理论一番 毕竟他不仅自身是六品出段 而且他的父亲 还是春城的城房长 即便放眼整个东北行省 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但面对江宁霜 他连个屁都不敢放 高品之下 接楼椅 这是五道一图 不可逾越的鸿沟 踏入高品 你就是万人敬仰的五道宗师 超脱了繁俗世界的束缚 普通人胆敢冒犯 即便是出手 杀了也就杀了 别看他父亲 同样是七品 但如果江宁霜 真的动手杀了他 他父亲 恐怕也不敢 拿江宁霜怎么样 所以 罗峰 只得将心中怨气 发泄到叶辰的身上 臭小子 说话 敢不敢接受挑战 不敢的话 以后就低调一点 给我夹着尾巴做人 而就在叶辰 准备开口时 从旁边又有一道 男生想起 我当时谁在这耀武扬威 原来是你这个家伙 一个大四老生 像一个刚入学 没几天的新生挑战 你还真是出息啊 众人 朝那边看去 发现不知从哪 又来了五个人 说话的正是为首的 那名青年男子 长相阳光 身材匀称 身后背着一柄 带血的大剑 似乎刚刚经历过一场战斗 罗峰见了此人 不禁面色微变 言文心 你非要跟我过不去是吧 不就是之前 抢了你几个贡献的吗 我跟这个臭小子的事情 又与你何干 当然跟我有关 言文心走上前来 看了叶辰一眼 笑道 我这个做师兄的 当然要关照一下 叶辰听到这话 终于也是想起来 看这个人为什么眼熟了 原来他就是三年前 率队打破松江义中 校室记录的学长言文心 只不过这个记录 在三年后 被自己又打破了 原来这位学长 也考到了春城武大 两人本就是老乡 加上又是同校 感情自然不一样 学长好 叶辰笑着打了声招呼 言文心点了点头 玄机再度看向罗峰道 怎么说罗峰 要不陪你上位台练练 罗峰嘴角一抽 脸色更加难看 言文心是六品中段 比他还要高一个小境界 加上他走的是 敏捷性战士路线 攻高 甲后 速度快 对他这个射手 有着天生的克制属性 上了擂台 那是必败无疑 罗峰沉声道 言文心 你少胡搅蛮缠 你我的位置 又不重叠 可以一起上选拔赛 可这个小子 跟我只有一个 能参加选拔赛 自然要在选拔赛之前 比试一场 那也不急于这一时片刻 选拔赛至少一个月以后 才开始 你现在 挑战叶晨 是什么意思 难道是 怕他超越你 我怕他 罗峰文言冷笑道 再给他三年时间 他也不可能超越我 他想了想又道 既然如此 那就把单人对决改到 一个月后 选拔赛之前 这下你总没话说了吧 还没等言文心开口 叶晨却道 不用等一个月那么久 对付你一周时间足够了 叶晨 颜文心眉头微皱 想不到 自己这个小师弟 这么鲁莽 罗峰哈哈一笑 看向颜文心道 你也看到了 是他自己说的 不过 我可以再宽限一周 免得别人说 我这个学长太可薄 咱们就定在半个月后 你我谁赢了 选拔赛谁上 说完 不给颜文心开口的机会 直接带着人 转身离去 等罗峰等人走后 颜文心严肃道 叶晨 你我师叔同门 都是陈校长的学生 所以我称你一声师弟 可师弟你实在太莽撞了 罗峰可是六品出段射手 你有把握赢他 叶晨笑道 如果是一周后 他可能还有点挣扎的机会 但他非作死 改到半个月后 那他就一点机会都没有了 真的 颜文心满脸狐疑 之前陈校长亲自给他打电话 说让自己一定要照顾一下 这个小师弟 说小师弟是他生平见过 最有天赋的学生 未来的前途不可限量 只是他现在看来 这小师弟为人处事 有点轻浮啊 这样的性格 真的能成为强者吗 师兄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看着叶晨自信的表情 颜文心只得微微点头 道 我还想在选拔赛上 跟师弟你并肩作战呢 你可不要掉链子 走吧 先去我那里坐坐 一路上 颜文心这才知道 叶晨一来就住在了 天字一号别墅 这让他都未知一惊 看来胡校长 对你也很重视啊 连我这个做师兄的 都嫉妒起来了 他感叹道 你要知道 师兄可是今年才杀入前十 住上了第四号别墅 说着 他忽然问道 师弟 你现在能负担得起 别墅的费用吗 住别墅还有费用 叶晨好奇地问 当然 光入住费一年 就需要一千贡献点 保洁费 物业费 以及设施折旧费等等 还要另算 加在一起 一年至少也得 一千五百贡献点 叶晨道 我不知道这些 开学报道的时候 那个工作人员 给我一把钥匙 我就直接收了 也没跟我提费用的问题 这么说 校长动用特权 将你的这些费用全免了 言文心看向叶晨 眼神中 甚至带着极度之色 他也是天才 但也辛辛苦苦 奋斗了四年 才住上了别墅 可叶晨 却刚来 就已经享受到了这一切 人比人真是气死人啊 想到这 他轻叹一声 又道 师弟 虽然这些全免 但你还是要努力地赚取贡献点 不然你以后 是绝对会后悔的 师兄 贡献点都有什么用 那用处可多了 尤其等到 你升到四品以后 没有贡献点 可以说是寸步难行 言文心笑道 别看你现在代言 赚了不少钱 可这些钱 只会在低品的时候有助力 等你踏入了中品 就需要零食 来辅助修炼 这是钱 几乎买不到的稀缺资源 你要是有贡献点 就可以在学校 兑换到零食 这才是修炼的硬通货 叶成文言想到了进入秘境前 导师徐靖手里 拿着的那些闪闪发光的石头 如果自己要是有足够的零食的话 那岂不是可以一直在秘境里抛着了 他之前问过江宁霜 如果零食力量耗尽 他们还没从秘境中出来会怎样 得到的答复是 会被秘境空间排斥到益次元中 甚至最终可能会被传送到某个异事件 所以 想要在秘境中刷怪 那就只能不断地消耗零食 想到这 叶成问道 师兄 多少贡献点 能换一块零食 100贡献点一块 严文心接着道 想获得贡献点 除了未效获得荣誉外 最常规的手段 就是做任务 任务难度分C B A S4的等级 只有B级以上难度的任务 才有贡献点 S级任务 能得100贡献点 最难的任务 才能换一块零食 当然 零食可是稀缺资源 我们蓝星本就储备不多 更多还是在魔窟内获得的 可魔窟的大型零食矿脉 全掌握在魔人势力手中 我们根本无法染指 叶晨听完 无奈摇头 如果自己仅凭做任务 换取零食 那得攒多久 才能进入一次秘境 这还不算修炼所用 想到今天进入秘境 徐静王里 添加了不知多少块零食 看来胡校长 显然是帮自己贡献了 太多太多 自己若是不拿出点成绩出来 还真对不起 他下血本的栽培 想到这 叶晨又问道 师兄 那获得荣誉 能获得多少贡献点 严文心回答道 那要看你获得多大的荣誉了 如果是行省级别 或者是全国级别 能提升我校排名的荣誉 一次就能获得几千上万的贡献点 如果是世界赛 那更是天文数字 但这种方式 比做任务 还要难上成百上千倍 反正师兄 我至今还没获得过 这一类的荣誉奖励 叶晨点了点头 他是不打算做任务 赚取零食了 那样实在是太累 而且效率低下 还是获取荣誉 这条路径适合自己 可前提得 有那个实力 说到底 还是要将自己的战力 尽快提升上去才行 至少先达到七品的强度 修为方面 自己现在是二品 还能花钱吃单药 迅速提升 而秘境的话 就只能先吸一吸老胡的血 等以后自己发达了 再成为的补偿 他也就是了 又与颜文心聊了一阵 叶晨便与之分别回到宿舍 眼下自己的气血 已经快要破千 还有继续增长的趋势 所以 他便再吃下一枚脆体丸 一般的二品舞者 气血差不多四百就到头了 而他气血破千 都还没到极限 已经堪比普通的 四品出断舞者的气血 这就是根基雄厚的好处 接下来的几天 叶晨都在修炼中度过 很快 五枚脆体丸 就全吃完了 而他也感觉自己的气血 也已经到达了极限 于是 叶晨便再次联系了程思雨 让他帮自己 准备突破三品的合身单 这种单药更是昂贵 一枚便是售价三亿以上 买这种单药 几乎耗光了他的全部积蓄 虽然也有便宜的 但叶晨并不打算将就 反正根据严文心师兄说的 踏入中品之后 钱财已经很难买到 所需的修炼资源了 而事实也的确如此 叶晨问程思雨 能否给自己搞到四品单药 得到的答复是很困难 一般的单药厂家 基本都是只生产一到三品单药 再高等级的单药 一个是无法批量生产 还有就是 所需的原材料 太过稀有昂贵 制作四品单药所需的原料 无疑不是在灵气浓郁之处 才能生长而出的灵宝 在蓝芯这种环境下 根本无法人工繁育 只有秘境或是魔窟中 方才有机会见到 而且这种灵宝 一般都是需要用临时购买 很少会有用金钱结算的 就在叶晨刚刚突破三品的第二天 自己别墅的大门 被人敲响 叶晨从监控中看到 有三名青年站在自己门外 其中一个正是罗锋 叶晨打开房门 问道 你们找我有事 然后他看向罗锋 不是说好半个月后才对决吗 这还有一周多呢 罗锋没开口 三人中 围首那个身材魁梧 脸上带着刀疤的男子 却露出笑容 能否请我们进去再说 叶晨眉头微皱 此人虽脸上带笑 却给他一种十分阴险的感觉 不过叶晨还是让他们进来了 想看看 他们葫芦里卖的什么样 来到屋里 那个刀疤脸壮汉 坐在了沙发上 罗锋和另外那名青年 则分离左右 俨然一副 为他马首是瞻的样子 叶晨开口问道 敢问阁下高姓大名 不敢当 在下假然 刀疤脸壮汉 又露出一个笑容 又道 你出来春城有所不知 家父是东北行省 省主贾政 叶晨眉头一挑 整个华夏只有五大省主 可以说 每一位都是封疆大力 跺一跺脚 大夏都要阵战的强者 对方直接自爆家门 看来根本没想 跟自己绕圈子 玄机 叶晨坐在对面沙发中 看向前者道 贾兄 什么来意 你就直说吧 叶晨老弟快人快语 痛快 贾人笑呵呵地道 其实也没什么 就是想让叶晨老弟 你能自己退出 选拔赛的争夺 把这个机会让给罗锋 来年他就都毕业了 未来是老弟你的 抱歉贾兄 这个树南从命 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 我并不想错过 四世早就知道 叶晨会如此回答 贾人脸上笑意不减 继续劝道 别这么绝情叶晨老弟 武道不光 只有打打杀杀 也有人情世故 这次 你把机会让给罗锋 我们绝对不会亏待你 说着 他指向旁边两人 罗锋你知道 他父亲是春城的城坊长 这位叫柯宇 是春城城主之子 能结交到我们三人 未来叶晨老弟 在东北行省 这一带 还不是横着走 说话之间 贾人的脸上 始终带着自信从容的笑容 一副运筹帷幄 吃定叶晨的样子 但叶晨的回答 却是让贾人的脸色 顿时阴沉下来 抱歉 我性子比较直 玩不来人情世故 武道的事 还是用武道的方式解决吧 贾人冷冷地道 这么说 叶晨老弟 不肯给我这个面子了 第七十一章 一言为定 叶晨贪了贪手道 我无意冒犯 但如果你执意这么想 我也没有办法 贾人点了点头 冷笑道 那好 我们走着瞧 当我走出这个门以后 你今后再想结交我 可就不是这个态度了 说完 便是带着罗峰和柯宇离去 走出别墅后 柯宇看向假人 沉声道 老大 没想到这个从小成时来的臭小子这么倔 竟然真敢跟咱们春城太子党作对 既然如此 那我们也就不用客气了 这叫先礼后兵 假人瞇了瞇眼 看向两人道 动用关系 先把这小子的财路断掉 是 我这就是去办 柯宇拿出手机 拨通了一个号码 两天后 叶晨再次从秘境中走了出去 这次秘境之旅 让他积累了足足两万点力量 如果不是江宁霜 不让他太过深入 他能积累得更多 现在叶晨积累的力量点数 已经接近四万五 加上他吃了合身单后 突破到三品的境界 气血达到了一千五百卡 综合战力 已经不弱于六品 初段舞者了 现在距离跟罗峰的比试 还有一周的时间 他还能再下一趟秘境 并且 他还已经让程思雨 帮自己准备至少十枚脆体碗 既然四品丹药搞不到 那就只能吃三品丹药量大馆宝了 就在这时 叶晨的手机响起 拿起一看 原来是程思雨打来的 叶晨本以为是程思雨 准备好了丹药 让他去取 没想到电话那边 程思雨呼吸急促 声音慌张地道 叶 叶先生 不好了 怎么了 你别着急 慢慢说 听了叶晨的安慰 程思雨喘了几口气 强行让自己平静下来 这才继续道 公司准备跟你终止代言合同 你说什么 叶晨眉头微皱 如果单方面强行终止合同 是要支付十亿违约金的 如果没有紧迫的缘由 数瑞丹药绝不会这么做 程思雨接着道 我也是刚刚接到总部销售经理的电话 通知了我这个消息 而且还告诉我从明天起 不用再到公司上班了 我也被辞退了 说着说着 电话那边传来程思雨的啜气声 你先别哭 叶晨沉声道 你们公司的销售经理 有没有告诉你是什么原因 我问了 他没直说 只是委婉地解释了一下 他的意思是 您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 好 我知道了 这件事我会处理 你等着我的消息吧 说完之后 叶晨便挂断了电话 不用猜 叶晨也知道 这是假人他们 那帮公子哥的杰作 以他们在行省内的能量 想找一家丹药公司的麻烦 那简直太轻松了 肯定是数瑞丹药 在他们的威逼力右下 不得不出此下策 叶晨倒不恨数瑞丹药 毕竟胳膊拧不过大腿 这笔账 自然要算在假人和罗锋等人的头上 你怎么了 脸色这么难看 就在这时 叶晨听见身边江宁霜的询问 没想到 对方竟然没走 还发现了自己的异常 没什么 遇到一些小事而已 叶晨摆了摆手 江宁霜微微点头 没再多问 迈着修长的玉腿 直接走远 等江宁霜走后 手机又响了起来 叶晨一看 还是程思雨 他接起后 便听程思雨急切地道 叶先生 有位春城的公子想见你 说有要事相伤 是谁 他自己说是副省主何宇华之子 叶晨沉默了下 然后道 约他一会在你的住处见面吧 好 那我现在就联系他 挂断电话 叶晨便直接朝校外而去 他之所以没有选择在校内见面 是因为校园内耳目众多 他不想让自己的敌人 知道自己太多底细 叶晨走出学校后 并没有直接前往程思雨家中 而是在周围的街道七弯八管 确定自己没有被人跟踪后 这才走进程思雨所在的楼洞 等他到达程思雨家以后 却是发现 一名身穿白色西服的年轻人 坐在客厅内 这人看见叶晨 连忙走上前来 伸出双手笑道 在下何爽 久仰叶公子大名 叶晨与智握了握手 两人一左一右坐在了圆桌前 程思雨为两人沏好茶后 便默默地离开了 等周围安静下来 叶晨率先开口道 我不喜欢绕弯子 何先生找我有什么事 还请直言 何爽点了点头 笑道 我这次专程来找叶公子 是为了跟你结盟的 结盟 叶晨眉头一挑 没错 何爽抿了一口茶 道 叶公子与我 以及家父一样 目前都面临着 强大对手的打压和排挤 正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只有我们联合在一起 才能有更大的翻盘希望 看来 对方是知道自己现在的处境了 想到这 叶晨道 我只不过是一名刚刚步入大一的五大新生 何先生就这么肯定 跟我合作 能得到好处 面对叶晨的提问 何爽笑道 所谓用人不宜 宜人不用 我相信自己的眼光 叶公子精灵启事迟中物 一遇风云变化龙 我相信 你未来一定能一飞冲天 叶晨沉默了一下 玄机又问道 何先生 我跟你合作 能得到什么好处 我会让父亲一力推举你 拿到神迹的名额 何爽道 可能你有所不知 胡校长已经在行省内的研讨会上 主张过很多次了 但阻力很大 而且没有得到其他大人物的支持 尤其是省主贾政和他的党羽 更是直接反对胡校长的提议 叶晨也想到了这一点 自己是小城市出来的 没有什么背景 还是新人 自然不会有人支持 加上现在有贾人 罗锋等人的推波助澜 自己更加不会得到支持 跟何爽合作 不失为一个办法 不过 叶晨并没有直接答应 而是看向何爽 反问道 何先生和何副省主 给予在下这么大的支持 那我又需要为二位做什么呢 何爽一正 玄疾哈哈大笑 我果然没看错人 叶公子真是神谋远虑 他知道叶晨有所顾忌 玄疾道 你放心 我绝不会狮子大开口 只求叶公子 今后能在 我和家父势单力薄的时候 给予一份量力而行的帮助即可 那好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两人商谈之后 何爽率先离开了程思雨的家 坐上了一辆不起眼的面包车 何爽对司机管家道 我们回去吧 管家迟疑道 少爷 这个叶晨 真的值得你如此投资吗 你懂什么 何爽笑了笑 眼神中闪动着智慧的光芒 未来我和家若想破局 变数恐怕全在他的身上 能被拢阻 呵 假人哪假人 我倒是真该感谢感谢你 若不是你 我也不可能这般轻易地 就拉拢到这条乾隆 第七十二章 采集灵果 何爽走后 叶晨在程思雨家中吃了晚饭 这才选择起身离去 叶先生这就要走了 不再 多留一会儿吗 看着程思雨 含羞待气的小女生模样 叶晨倾壳一声 老脸一红 正色道 不了 还有一周 就是我与罗峰的决斗之日 这几天必须全力以赴 哦 那好吧 程思雨失落地低下了头 摆弄着自己的裙脚 就在叶晨转身开门的时候 忽然又想到了什么 再次转身看向程思雨 叶先生是改变主意了吗 叶晨摇了摇头 在程思雨失落的眼神中 叮嘱道 那十个亿的违约金 你先帮我保管就好 另外这些日子 你尽量减少外出 有任何异常随时联系我 等这次危机过去以后 我会帮你安排出路 好的叶先生 思雨全听您的安排 程思雨闻言 转杯为喜 叶先生肯将大笔资金交给他 而且还担心他的安全 分明是 把他当成自己人看待 这让他无比欣喜 交代完以后 叶晨便是回到了宿舍 继续闭关修炼 他的体内 还残留着大量药效 还没有完全吸收 虽然现在没有了单药供给 但若是 能将这些药效全部吸收 他的气血 还能再提升一节 转眼之间 一周的时间又是过去 叶晨早早地来到秘境入口 却发现 江宁霜比他还早 已经等待了那里 一头微微卷曲的长发 配上那绝美的身姿 无论谁路过 都想看上两眼 叶晨本想打个招呼 却没想到 江宁霜率先进入了传送阵 他耸了耸肩 索性也不去用热脸贴冷屁股 自顾自地开始刷灌 只是这一次 叶晨已经不满足于 只在外围徘徊 他要进入秘境深处 射杀更高级的魔物 这样力量 才会积累得更快 不能再往前走了 见叶晨始终在持续深入 身后的江宁霜终于开口 但叶晨却充耳不闻 继续朝着深处前行 而且 速度越来越快 我让你停下 没听见吗 江宁霜带眉微醋 没想到叶晨突然叛逆起来 可叶晨趁此时机 已经踏入了这片密林的腹底 映入眼帘的是一片开阔的草地 草地之上 开着不少叶晨叫不上名字 来的紫色花朵 而在不少花朵中央 接触了一颗颗紫色的果实 闪烁着淡淡的荧光 叶晨指向前方 问道 大师姐 那是什么东西 是紫莓果 紫莓果 这好像是灵宝啊 被灵气孕育所生长而成的宝物 被称之为灵宝 灵宝种类繁多 有动物类 有植物类 也有矿物类等等 叶晨还是第一次见到真实的灵宝 我看书上说 这种紫莓果可以入药 即便是中品舞者吃了 对气血提升都很有效 叶晨两眼放光 看向江宁霜道 大师姐 这是不是真的 这不是你现在该考虑的问题 立刻撤裂 江宁霜命令道 为什么 叶晨不解 机缘在前 怎能不取 这片腹地内存在七品魔物 每个七品魔物都有自己的领地 这些灵宝 必然属于其中一头七品魔物 如果你擅自采摘 一定会引来他愤怒的袭击 放心 我可以自保 何况有大师姐在 我怕什么 说着 叶晨一个剑步 便是朝那边紫莓果冲去 混蛋 江宁霜没想到叶晨这般轻狂 都给他说 附近有七品魔物 还敢闯入其中 这万一真的遇见七品魔物 他如何能护得了他的周全 但就在此时 叶晨已经闯入 那片果田当中 一颗颗的开始采摘起来 然而 还没等叶晨采集几颗 周围地面便是陡然震颤起来 紧接着 一头长相枯似甲龙的魔物 从地底抱起钻出 只见这头甲龙 全长可达七八米 周身布满鳞片 而在鳞片之上 竟是还冒着深蓝色火焰 看着正采集果实的叶晨 便是张开满是獠牙的大嘴 愤怒的咆哮 仅仅只是气浪 便差点把叶晨先飞出去 不好 是七品魔物 火灵甲龙王 江宁霜面色一变 握紧龙蚊长枪 瞬间闪身到叶晨身前 我来挡住他 你快撤 说着 江宁霜轻斥一声 与火灵甲龙王站在一起 他手中长枪一戳 却只是在火灵甲龙王身上 戳出一道白点 心中暗叹 不愧是以防御著称的七品魔物 火灵甲龙王再度咆哮间 尾巴如重锤般扫出 江宁霜不敢大意 直接闪身而退 而在他后退时 却是发现叶晨竟然还撅着屁股 在那采摘着紫眉果 这让他恨不能一枪刺入他的屁股 反观火灵甲龙王 击退那个碍眼的女人类后 愤怒的兽童 便是盯上了忙得不亦乐乎的叶晨 他万万没想到 眼前这个人类竟然敢藐视自己 还敢在他面前继续采摘他的灵宝 当即巨大的尾巴一甩 直接将叶晨如打保龄球般打飞出去 叶晨 将凝霜用枪插入地面 将身体的惯性抵消之后 便是速度极快地 朝叶晨飞出的方向飞掠而去 不过还没等他到近前 却发现叶晨风尘仆仆地又跑了回来 大师姐别慌 我好着呢 说完 便是与僵硬战里的江宁霜擦肩而过 继续跑向那片灵田 好 火灵甲龙王目火中烧 他万万没想到 眼前这个渺小的男性人类还敢再回来 就当着他的面 撅起屁股 再次采摘起了紫眉果 愤怒的火灵甲龙王抬起宽厚的前掌 猛烈地朝叶晨拍去 暗影急迟 叶晨冷哼一声 身形瞬间引入黑暗 火灵甲龙王又扑了个空 等他摇头晃脑地寻找半天后 这才发现叶晨竟是站在他腹部下面 继续采集着果实 火灵甲龙王彻底狂暴了 也不管会不会毁坏灵田 整个身躯旋转 来了个死亡翻滚 轰隆隆 煞时间 身下的整片土地 直接便是凹陷下去 火灵甲龙王似乎还不解气 在那片地面上不断地踩踏 越起落下 越起 再落下 直到身下的土地已经成为了一片沟壑 他这才停下身形 发泄一通后 他喘着粗气 受童中的怒火 这才削减几分 不过 还没等他消停多久 便是看到一个灰秃秃的身影 从土坑里爬了出来 当着他的面 继续撅着屁股 开始采集剩下的紫莓果 第73章 主打叛逆 吼 一声裹挟着满腔怒火的咆哮 从火灵甲龙王的巨口中 喷泊而出 那咆哮中的烈焰 将所到之处的树木 全部烧焦 然而 夜晨就在这片烈焰的制烤下 依然兴高采烈地 采集着地上的灵果 嘴里还喃喃道 不愧是灵气孕育而出的宝贝 竟然连高温都不怕 不然我可要心疼了 烈焰咆哮 持续了足足好几分钟 夜晨走到哪里 甲龙的烈焰 我捡我的 到最后 那头火灵甲龙王满嘴冒着黑烟 呼吱呼吱地喘着粗气 也不知道是气的还是累的 终于 他再也受不了夜晨的冷暴力 竟然一溜烟 顿地走了 大世界你看 我捡了多少子莓果 足有上百克 这一趟真是没白来 那头大甲龙还怪好嘞 给我准备了这么厚的一分大脸 看着全身乌气漠黑 只露出一口白牙的夜晨 江宁霜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此时的心情 这小子 真的是一个后排射手 可即便是七品肉盾 被火灵甲龙王这般炙烤 也早就烧焦成炭了 他竟然一点事都没有 江宁霜不懂 但大受震撼 你先把衣服穿上 江宁霜撇过头去 不去看他 夜晨这才发现 自己身上的衣服 已经在刚才被大火烧没了 还好他现在全身包裹着黑灰 不然真的走光了 等夜晨穿好衣服 这才发现江宁霜已经走远 他连忙喊道 大师姐 你去哪 江宁霜没有停下脚步 而是渐行渐远 你已经不需要 我保护了 自己在这练吧 我走了 说完 江宁霜的倩影 便是彻底消失在了夜晨视线之内 校长办公室 你说什么 你把夜晨一个人留在秘境了 胡万里疼得一下就站起来了 怒声道 你这不是胡闹吗 江宁霜站在他的面前 等对方说完后 这才开口道 师父 他根本不需要我的保护 这临时我受之有愧 接下来就让夜晨自己进入秘境就好 我就不去了 你等等 胡万里连忙叫住打算离开的江宁霜 追问道 你说夜晨不需要保护 是什么意思 江宁霜驻足 勤手微策 一个把七平火灵甲龙王的攻击 视若无睹的怪人 还需要我保护吗 看着说完这句话 就直接离去的江宁霜 胡万里正立在了原地 他不懂 但大受震撼 当天晚上 胡万里便将从秘境中满载而归的夜晨 叫到了自己办公室 他严肃地问道 夜晨 你到底怎么回事 怎么把宁霜气跑了 夜晨一愣 旋即道 我没气他 是他自己要走的 你跟我说说 今天都发生了什么事 其实也没什么 说着 夜晨便将今天的事情 一五一十地跟胡万里讲了一遍 听得胡万里一愣一愣的 等等 他打断夜晨道 你说 你们遇到了火灵甲龙王 还遭到了他的攻击 夜晨点了点头 笑道 不过那头老甲龙的伤害 属实不太行 喷出的火焰 只烧掉了我身上的衣服 好在我把他守护的紫莓果全采光了 不然就亏大了 胡万里 见胡万里一直盯着自己 久久不开口 好像犯了义症一般 夜晨不由己道 校长 校长你倒是说话 胡万里这才回过神来 他甚至想用手掐一掐自己的人中 努力平静下来后 胡万里看向夜晨 认真的道 小晨啊 我真心觉得 你应该转职成前排肉盾 我相信 你一定能成为世界第一前排 然而 夜晨确实摇头 道 校长 您不知道 我从小的梦想 就是当一名出色的后排射手 肉盾是不可能的 这辈子都不可能当肉盾 胡万里感觉心好嘞 这家伙明明是前排肉盾的 矿骨奇才 却偏偏要当一个后排射手 这样的防御天赋 后有没有 来者不知道 但绝对是前无古人 这么好的资质 得不到充分发挥 简直就是爆点天物 胡万里又道 小晨 你回去好好想想吧 选择一个自己擅长的职业 非常重要 你现在可能还感觉 不出什么 等你真正走上战场 与队友并肩作战 你才会真正地理解我说的话 但那个时候 再想转职已经晚了 你的战斗模式和习惯已经养成 很难更改 如果你未来也能踏入七品 踏入真正的职业途径 那你想改也改不了了 校长 职业途径是什么 叶辰好奇地问 但胡万里却摆摆手 道 你现在了解这些还太早 等你真的有机会 踏入七品再说吧 总之你先听我的 把职业定位 先改成前排肉盾 乖 我不 叶辰连忙摆手 校长 我当后排射手挺好的 我从小的梦想 就是 出去吧 胡万里直接打断 有些心累地摆了摆手 好嘞 叶辰拔腿就跑 看着他离去的背影 胡万里轻叹一声道 多好的肉盾苗子啊 咋就不听劝呢 忽然 胡万里又想起什么 对着叶辰离去的方向 气韵丹田道 喂 那些灵果不要乱吃 要找炼药大师制成丹药 方才能够服用 否则其中的能量太过霸道 你的身体承受不住 知道了 叶辰一回到宿舍 立刻打开了那戒 看着静静存放在里面的 一百多颗紫莓果 舔了舔嘴唇 他立刻取出一颗 放在手上 南南道 校长说 这果子蕴含的能量很霸道 吃了容易出事 我尝尝是怎么个事 说着 他直接将那颗紫莓果 抛上半空 待其下落 直接吞入口中 咕噜 紫莓果吞咽下肚 叶辰顿时感觉自己 身体开始发热 哦吼 不愧是灵果 这笔三品丹药有劲多了 灵果下肚 他感受到 自己的气血再度暴涨 明天就是跟罗峰单挑的日子 他现在倒是已经有些迫不及待 想要看看自己这段时间以来 有多少的成长 第七十四章 好像不对 一日 叶辰一觉睡到了快中午 这才悠悠转醒 昨天晚上 为了消化体内灵果的能量 他在训练室折腾到凌晨三点多 这才休息 紫莓果的力量 的确非常强大 这也让他知道 为什么不能直接服用了 若是换做普通舞者吃下去 别说是三品 哪怕是四品舞者 恐怕都要蹊跷流血而死 但叶辰倒是没啥感觉 只是体内有一股燥热 这让他很想发泄出去 叶辰看了看表 这才意识到 自己快要迟到了 立刻从床上爬起 穿了衣服 便朝阎武场冲去 此时在阎武场周围 已经围满了学生 他们都是听说了 今天叶辰与罗峰之间的对决 都想过来看看 两人之间 到底会有多大的差距 是的 几乎没有人觉得 叶辰能战胜罗峰 毕竟 罗峰可是大四的老生 六品强者 这显然不可能是 叶辰这个刚刚入学 还不满一个月的心声 所能比拟的 他们只是想看看 叶辰究竟能在 罗峰的手中 坚持几个回合 看看这位新晋全国状元 究竟能有怎样的表现 擂台东侧 罗峰早已经等候在了那里 站在他身边的 还有甲人 柯宇 以及其他春城太子帮的成员 这些人的父辈 在东北行省 都是政商两届的大人物 可以说能量巨大 在东北行省呼风唤雨 柯宇看向罗峰道 阿峰别紧张 我们已经断了这小子的财路 叶辰现在 就是没有牙的老虎 就算他天赋再高 没有资源的加持 他的实力也提升不了多少 我会怕他 罗峰嗤之以鼻 不屑道 看哥们一会上台 直接秒杀他 假人淡淡道 别掉以轻心 这小子 毕竟是全国状元 见老大发话了 罗峰顿时老实起来 道 老大我没轻敌 只是我一个堂堂六品强者 要是连一个大义心声 都打不过 那干脆找块豆腐撞死算了 哼 这都快中午了 这小子还没来 八成是不敢来了吧 柯宇说完 跟着周围一众富家子弟 哈哈大笑起来 不过就在这时 人群中顿时传来一阵骚动 有人大喊道 叶辰来了 紧接着 所有人的目光 便是朝着远处 那徐徐走来 斜跨长弓的白衣少年看去 叶辰一路走到擂台下方 所过之处 所有人进阶给他让开一条道路 罗峰见了 直接跳上擂台 笑道 叶辰 没想到你还真有胆过来 做好丢人的打算了吗 叶辰根本懒得理他 直接走到了擂台的另外一边 这时 他忽然听见 台下传来两道熟悉的声音 陈哥加油 一定要赢啊 老大加油 干掉他 叶辰回头看去 正是曹壮和姚文 开学以来 两人一直都忙于学业 他们武科理论专业的学生 不比实战专业 课程相当繁重 所以一直都没机会聚上一句 没想到自己上擂台的时候 这俩家伙 竟然是翘课跑来了 而他们两个 也成为了台下为数不多 给叶辰加油的人 周围不少人看向他们两个 都投去异样的目光 像是看弱智一样 这场擂台赛 明摆着是一边倒的形式 也不知道这俩家伙是反串 还是真的 在为叶辰加油 叶辰朝两人笑了笑 比了个大拇指 旋即便是将乌铁弓取下 握在手中 看向罗锋问道 我们直接开始 台下顿时传来一阵嬉笑声 直接开始 你懂不懂规矩啊 哈哈 这小子胆也太大了 不要命了吗 罗锋也冷笑道 身为学长 我就好心好意地告诉你 学校规定 擂台赛要穿特制的防护铠甲 还要请高于参赛 双方选手修为的高手 作为裁判 你连这都不懂 还敢跟我斗 管他什么规则 能赢你就行 叶辰左右看了看 问道 裁判是谁 是我 说话间 一道身影 从半空中斜刺里扎下 咚得一声 落于擂台中央 他身上仲凯 哗啦啦响动 身体前倾 右腿弯曲 左腿比直 左手撑地 右手握枪 配上飘逸的长发 以及那精致的容颜 简直是力量和美的完美结合 大师姐 人群再度骚动 没想到这场擂台赛的裁判 竟然是大师姐 大师姐一直不问世事 形单影之 孤傲绝伦 几乎对所有的事都默不关心 今天却来当裁判了 简直天下之大棋 如果早知道 今天的裁判是大师姐 恐怕到场的观众会多出好几倍 毕竟能看到 这位五大第一美人的机会 可并不常有 假人看着台上那道英姿飒爽的倩影 嘴中喃喃道 若有如此美人为伴 方不负英雄本色 可与等一众小弟面面相去 谁不知道 这位带刺的玫瑰可不好得手 接触他就要做好浑身 被刺伤的准备 将凝霜缓缓起来 没有多话 直接从那戒中取出两套 特制铠甲丢给两人 穿上他 七平以下的攻击 不会造成伤害 而且某个部位 受到一定程度的伤害 相应部位就会亮起红灯 红灯先亮者为父 罗锋接过铠甲 便是轻车熟路地 套在身上全副武装 不过叶辰却并没动 看向江宁霜道 这铠甲我就不穿了吧 没什么必要 此言一出 台下顿时响起更大的骚动 不穿铠甲 这是找死吗 罗锋冷笑道 叶辰 如果你不穿上他 小心老子射爆你 哦 是吗 叶辰笑了笑道 那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不过看你软弱无力的样子 怕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优 罗锋直接看向江宁霜道 大师姐 您是裁判 这件事该如何处理 如果叶辰执意不穿铠甲 我待会儿 若是一不小心杀了他 哪知江宁霜 却淡淡道 杀 我保你无罪 听闻此言 人群顿时 一片哗然 不知道大师姐 怎么会说出这种话 大 大师姐 你认真的 罗锋也方了 学校允许学员之间的比斗 但却严格限制 故意伤害 为者会直接开除学籍 甚至追究法律责任 可现在是什么情况 没错 你只要能伤到他 或者杀死他 这场比试 我就判你获胜 江宁霜又道 啊 这 罗锋听闻此言 心里却丝毫开心不起来 反而觉得事情变得 越来越诡异了 总感觉 好像哪里出了问题 第75章 轮到我了 难道是这个夜尘 得罪过大师姐 不然 为什么会允许自己 杀了夜尘 罗锋正立在原地 看着大师姐 不知道 如何是后 看我干什么 难道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 江宁霜冰冷的语气 让得罗锋 瞬间回过神来 他又向台下的假人看去 用眼神 征讯着对方的意见 说实话 他虽然也恨夜尘 但也不到 要杀人的地步 而且 大厦的法律 是很严明的 他若是真的杀了夜尘 倘若这件事情 闹大了 即便是他的父亲 也很难保他 虽然不至于 以命抵命 但也要去刑部 蹲几年大牢 既然有江姑娘 为你做宝 你还怕什么 何况我们 在场这么多人 大家都能为你作证 说着 假人看向周围道 你们说 对不对 对 没错 我们都听见江姑娘 说要担保 你即便是杀了对手 也不用负责 周围一众春城太子帮的人 自然理解假人的意思 纷纷响应 而罗锋看到 假人给自己的眼色 也明白 对方不想 让自己留下活口 夜尘的确是天才 但天才不能为我所用 还是尽快除掉的好 罗锋暗暗点头 再次转身 看向夜尘的目光中 带着十足的狠辣 你们两个 都准备好了吗 伴随着江宁霜 再度开口 两人同时点头 他轻贺道 开始 煞事之间 擂台升起一圈防护罩 隔绝内外 在防护罩升起的同时 罗锋与夜尘同时 张弓搭剑 剑矢朝着 对方击射而去 死吧 罗锋自信这一剑 便是能直接贯穿 夜尘心脏 一击毙命 不过他的剑矢 在射出的前一刹那 夜尘竟然诡异地 消失在了 他的视野中 与此同时 一根锋利的剑矢 朝着他的面门块 若闪电般急迟而来 吓得他直接滚地躲避 这才闲闲地避开 动 动 两人的剑矢 几乎是在同一时间 轰击到了防护罩上 看着自己身后 那防御罩 因为强大的力量冲击 而如同波浪般律动 罗锋只觉后背一阵发凉 然而 还莫等他从后帕中 回过神来 一道鬼魅的身影 已经出现在了 他的身后 小心身后 场外科语地大喊 让罗锋感受到了 强大的危机 再度一个狼狈地滚地 他原本所在的位置 瞬间插上了一根羽箭 罗锋甚至不知道 夜尘是如何靠近自己 又是什么时候 绕到自己身后的 连续地吃瘪 让他的心中倍感屈辱 自己堂堂六品强者 竟被一名大义心声 耍得团团转 这若是传扬出去 他罗锋也就没脸 在春城的上流圈层里混了 意识到此 罗锋满脸猙獰 热血不断上涌 他现在才真正地动了杀机 夺命三连射 罗锋原地后空翻 同时抽出三根羽箭 接连挂在弓弦之上 手速快的 只看到一片虚影 嗡嗡嗡三声肩不容发的响动 三剑几乎是齐齐地 朝着夜尘身上头 胸 腹 三大要害而去 胜负一分 假人看见罗锋认真起来 脸上终于露出笑容 悬着的心也稳稳落下 虽然对方似乎掌握着 一门诡异的身法武技 但在绝对的硬实力面前 也是徒劳 然而 假人的笑容 还没完全绽放 便是看到擂台之上 夜尘竟是硬扛三根羽箭 三根羽箭 接连轰击在夜尘的身上 竟是只让夜尘的身体 微微晃动了一下 旋即三根羽箭 便是无力的折断摔落在地 啊 柯宇张大了嘴巴 眼珠子都差点要瞪出眼眶 不仅是他 在场的几乎所有人 都被这一幕 深深地震撼了心灵 本以为夜尘会在这三根之下 直接丧命 却没想到 夜尘却是毫发无损 这种结果 简直让他们难以接受 最难接受的 自然要数此时场上的罗锋 他太知道自己刚才那三根的威力了 自己足足四千多卡的气血 加上三瓶武技 爆发出来的伤害不下五万里 这种攻击力 别说是同级别射手 哪怕是同级别的肉盾职业 也根本无法做到 不开防御武技 就能完全抵挡的程度 夜尘这逼是有多肉 罗锋顿时就明白了 大师姐刚才 为何如此淡定从容 即便夜尘选择不穿保护铠甲 也完全没有任何意义 看来他早就知道 夜尘拥有这种逆天的防御力 也早已算到 自己破不了夜尘的防御 原本他还以为是夜尘得罪了大师姐 所以要借自己的手干掉夜尘 可万万没想到 原来是他妈的 压根没看得起自己啊 罗锋越想越憋屈 他怒吼一声 周身凌厉顿时暴涌而出 鼓动的一昧灵灵作响 他手掌一番 手指瞬间夹住五根羽箭 在攻弦之前依次排开 夜尘 我就不信 这一招还破不了你的防御 闪电五连射 罗锋站姿射出一箭 瞬间转身 再度射出一箭 紧接着 后空翻又是一箭 落地之后 俯下身体 射出第四箭 紧接着 跟随惯性后撤一步 马步大开 将弓弦拉如满月 射出最后一箭 尤其是最后一根羽箭 宛如流星般 拖着长长的会尾 直插夜尘心脏 前四箭射中夜尘 却是让得夜尘连退三步 最后一箭轰击到夜尘身上 狂猛地冲击力量 竟是将夜尘直接先飞出去 狠狠地撞击在了保护罩上 使出浑身气力 此时已经激进虚脱的罗锋 艰难起身 双腿都在剧烈地打战 凭他的修为 使出这招还十分勉强 但为了保住颜面 热血上涌之下 他还是选择使用出来 看着此时趴在地上的夜尘 他放声大笑 面容猙獰 他得意地朝春城太子帮的众人看去 大家都在为他欢呼鼓掌 就连假人 都为他投来赞许的目光 罗锋心满意足地收回眼神 看向一旁 依然静静站立的江宁双道 大师姐 该宣布比赛结束了吧 夜尘已死 是我赢了 却丝毫不做理会 美谋威逼 不声不语 大师姐 你 就在罗锋刚想上前理论之际 夜尘却又拍了拍身上的尘土 安然无恙地再次站了起来 一脸细血地看着目瞪口呆的罗锋 笑道 你的进攻结束了 那么 下面该轮到我了 第76章 残暴夜尘 这这 看着一脸不怀好意的夜尘 上一刻还意气风发的罗锋 此时却是惊慌失措 他现在已经筋疲力竭 根本不可能再施展出什么 强力手段 何况 他一直隐藏至今的底牌闪电五连射 都拿了出来 对夜尘也造不成任何伤害 其他攻击还有什么用处 大 大师姐 他作弊 老大 救我 他起怜地看向江宁霜 又焦急地看着假人 此时像一个即将溺水的人 企图抓住一根救命稻草 他不想就这么认输 一旦认输 他不仅失去了争夺神纪名额的资格 更会沦为所有人的笑柄 永远地抬不起头来 大四老生 被大义心生顽虐的这一标签 将永远印刻在他的身上 成为他一辈子挥之不去的梦魇 此刻 夜尘的弓弦已经拉满 死死地锁定罗峰的身体 就在这时 台下的假人终于忍不住发话了 夜尘兄弟 还请手下留情 今天这场比试到此为止 算作平局如何 我春城太子帮 一定会记下你的这份恩情 然而 还没等他话音落下 夜尘手指一松 箭矢瞬间射出 爆裂箭 轰隆 强烈的爆炸声 自擂台上扩散开去 整个擂台都枝嘎作响 保护罩更是滚水般波动 罗峰直接被炸飞到防护罩上 又从防护罩上 反弹回擂台上 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虽有防护铠甲的保护 罗峰还是遭受到了 强烈的反振之力 宛如一柄大锤 轰击在他的胸口 让他直接喷出一口鲜血 他身上红灯 瞬间亮起一大片 这说明 若是没有保护 他现在恐怕已经被炸得支离破碎 但夜晨却并不打算 就这么停手 既然对方已经下了死手 那他自然也不会客气 又是一发爆裂箭射出 轰隆一声 罗峰的身体 宛如断了线的风筝般 再度被掀飞出去 凄厉的惨叫声 响彻周围 让周围众人听得毛骨悚然 所有人这才意识到 夜晨不仅防御超强 连攻击力 也比罗峰只强不弱 那恐怖的爆炸力量 竟是让防护罩抖动得如同开水一般 大有要彻底崩溃的意思 吓得周围众人连连后退 将擂台空出十几米的真空地带 这种破坏力 就连一旁的江宁霜都睁开威闭的眸子 眸中泛着异彩 轰隆 又是一剑 罗峰在防护罩上回弹了两次 这才再度衰落在地上 宛如一条死狗般 再也没有了动静 竟是直接昏死过去了 就在夜晨再度举弓要射时 一只御手却拦在了他的身上 夜晨看去 正是江宁霜 够了 再射就死了 江宁霜淡淡开口 夜晨无所谓地耸了耸肩 将弓箭再度放下 本场比赛 夜晨 胜 伴随着江宁霜的开口 所有人这才长出一口气 不少人这才意识到 原来自己的手掌 甚至额头 都已经渗出了不少冷汗 刚才的夜晨 简直太恐怖了 就跟杀神一样 真怕他杀的兴起 连他们一块做掉 这哪里是什么全国状元 分明是一头凶兽 太残暴了 赛前所有人都没想到 会是这样的结果 夜晨不仅战胜了 大四的六品强者罗锋 而且还是以碾压的姿态 轻松取胜 他们都能感受到 罗锋已经山穷水尽了 但夜晨还有很多余力 这一刻 他们对夜晨代表学校 争夺神纪名额 已经毫无意义 同时 他们已经开始期待起来 夜晨在与东北武大争夺 最终出现全时 将会是怎样的表现 在东北行省 他们春城武大 已经被东北武大压制了许多年 今年真的可以翻身吗 老大我就知道 你一定行 辰哥真猛啊 把大四老生一顿抱锤 刚走下擂台 姚文和曹壮两人就围了上来 围着夜晨 兴奋地说个不停 打赢一个六品出段罢了 没什么值得炫耀的 夜晨笑了笑 他的目光很长远 志向自然不会拘泥于 五大之内 老大就是老大 格局不是我这个俗人 所能比你的 唉 我们也就只能看着辰哥 不断腾飞 能近距离瞻仰 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夜晨文言摆了摆手 笑道 别在这吹捧了 以后你们学业有成 也能在自己的领域 发挥所长 今天我们 好不容易重聚一次 我请你们去吃大餐 姚文 曹壮两人顿时兴奋起来 好哎 老大请客 那我今天 一定得多吃点 嘿嘿 辰哥现在 可是亿万富豪 咱们吃定他了 夜晨笑了笑 率先带着两人 朝外围走去 就在夜晨准备离开时 身后却传来 假人的声音 夜晨老弟 怎么了 假人大哥 夜晨回头看向对方 假人带着一众 太子帮人马 缓缓走来 站在了夜晨面前 巨大的压迫感 让姚文 曹壮被感压力 周围众人 看到此情此景 连忙四散去 生怕殃及吃鱼 假人平静地道 你能叫我一声人歌 人歌很满意 但你今天的做法 人歌不开心 夜晨同样平静地 看着对方 淡淡问道 那你想怎样 我不想怎样 假人微微一笑 眼底带着一抹凶狠 但却和颜悦色地道 我只是想告诉你 人歌现在很生气 后果很严重 说完之后 假人便是让几人 抬着昏死的罗锋 带着众人 猝身而去 每一个太子帮的人 在经过夜晨的时候 都投来凶狠的目光 仿佛要将夜晨撕碎 等众人离去以后 曹壮担忧地道 诚哥 你得罪了这些权贵之后 他们一定会找机会 报复你的 夜晨却无所谓地 微微摇头 当然道 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罢了 只要我足够强大 他们能奈我何 走了 吃饭去 享受了一顿美味的大餐 曹壮和瑶文 因为学业繁重 所以没有多待 等跟两人告别后 夜晨先是去测试了一下 1826 看着数值 夜晨感叹 紫莓果的强大功效 仅仅只吃了一颗 就让他的气血 暴涨了300左右 不愧是吸收灵气 孕育而生的灵果 夜晨果断 又吞下了第二颗 当晚 夜晨又在自己的健身房 折腾了一宿 直到清晨 他才满头大汗的从练 攻防走出 同时 他也感受到自己的气血 似乎再度达到了上限 可以晋升品级了 但问题来了 自己现在 该如何晋升四品呢 第77章 最好回报 想晋升四品 那就要 有相应的丹药 只是他现在就只有 十亿的资金 怕是根本无法购买 哪怕自己 现在还有更多的钱 应该也买不到 这种四品丹药了 之前就听程思雨 和师兄严文心说过 到了四品这等层次的修炼资源 已经不是只花金钱 所能换取得到的了 思来想去 他现在也只有 找胡校长帮忙了 毕竟 境界一直卡着 也不是个办法 大不了先赦账 以后加倍奉还就是了 想到这 叶辰也顾不上睡觉 洗了个澡 换了身干净的衣服 就出门了 等到了校长室门口 叶辰便是听见 胡万里不知道 在对谁怒声大吼 凭什么卡我们五大的资源供给 我们五大就算再不计 那也是全国排名前二十的高等学府 岂是你们说砍就砍的 老子倒想知道 你们有什么理由 难道你让我们五大上千名师生 喝西北风吗 什么 薛俭的资源 要集中攻击东北五大 确保他们在这次神迹中 能挣到更多资源 他骂的 选拔赛还没比呢 你怎么就知道 那个名额会落到东北五大的头上 省主是觉得 在东北行省 东北五大 已经是一家独大 我们春城五大 就永远会被他们压一头是吗 得得得 少他妈给老子讲大道理 急眼了 老子直接带人下魔窟 自己搞资源去 不受你们这帮狗娘养的鸟气 夜晨听胡万里说完这句话 房间内便是传来一声啪的脆响 以及零件稀里哗啦的弹落声 他赶忙推门而入 就看见胡万里气呼呼的掐腰 站在书桌旁 地上满是手机的零件 夜晨笑着问道 校长 一大早上 怎么就发这么大的脾气 哼 省里那帮狗东西 是真混蛋 见夜晨来了 胡万里怒气消减了几分 喝了口茶水问道 不说这个了 你小子又来找我干什么 奶的话 没事就不能来看看你 夜晨呵呵一笑 抓起桌上一把瓜子磕了起来 少平嘴 我还不知道你 如果没事的话 你怕是一辈子都不带踏进这个门的 胡万里靠在沙发上 闭目仰神道 说吧 什么事 是这么回事 夜晨轻咳一声 也不再绕弯子 我想让您帮我弄一枚 晋升四品的丹药 你三品巅峰了 胡万里瞬间睁开眼睛 直勾勾地看向夜晨 在看到夜晨点头后 脸上终于露出一丝笑容 不错不错 你是我见过没有世家传承的舞者中 修炼进度最快的了 夜晨文言不由一愣 问道 什么是世家传承 胡万里解释道 一些大家族传承久远 家族内部有着一些不外传的 培养后代的办法 再加上财力雄厚 资源丰富 可以在短短几个月到一年时间内 就培养出一个六品舞者来 这么厉害 夜晨很是惊讶 这些大家族 远比他想象的还要强大 你也无需妄自菲薄 胡万里摆了摆手 那些大家族 虽然可以迅速培养出六品 但也无法批量培养 毕竟那所需要耗费的资源十分昂贵 代价非常大 而且也只能培养到六品 想踏入七品 要么是天赋悟性十分妖孽的爵士天骄 要么也只能靠传承和机缘 所以 大多数的六品 终其一生也无法突破到七品 二十多岁 踏入六品巅峰 到死都没能突破高品的比比皆是 夜晨文言 好奇地问道 七品那么难吗 呵呵 说难也难 说简单也简单 你以后就知道了 胡万里笑了笑 拉回话题道 既然你都来找我了 我这四品银血丹的事情 我自然会替你办了 你先回去吧 等会儿我让人 把单药送到你宿舍去 那就多谢校长了 夜晨话音一转 又问道 校长 我还有一件事 说 我想找一本 闪电五联社的五技秘籍 胡万里一愣 不由笑道 你是看罗锋用了 你也想学 夜晨点了点头 虽然罗锋没能给自己造成伤害 但他能感觉得出 这套五技 杀伤力还是很大的 所以也想学来用 胡万里笑道 等你踏入六品的时候 再学不迟 为什么 胡万里挟了夜晨一眼 道 难道你也想像罗锋一样 战场上迅速耗尽体能 任对手宰割 说到这 胡万里想到了 夜晨那逆天的防御力 又道 即便你防御比较强 但这挨打没有体力还手 还是徒劳 记住 战场上能杀敌的 就是好五技 不能杀敌 反而让自己陷入被动 即便那五技品级再高 也是废物 如果之前罗锋跟你对战时 不使用那种大消耗五技的话 也不至于落败的那么快 如果在真正的战场上 他发现打不过你 还有体力可以跑掉 不至于丧命 夜晨点了点头 心中了然 选择五技要量力而行 高频五技 虽然威力惊人 但体力消耗也是巨大 如果不能一击杀敌 等待自己的 就只能是被敌人顽虐 虽然他防御高了那么一点点 也最好别犯这种低级错误 之前大师姐 也跟自己说过类似的话 加上校长的解释 现在算是明白 究竟是怎么回事了 如果你想学新五技 我这里正好有一本三品五技 夺命三连射 你拿去学吧 说着 胡万里从那戒中 取出一本小册子 扔了过去 夜晨拿在手中 问道 校长 这五技的名字 都是谁起的 怎么感觉这么中二 一个中低品的五技 你还想要什么好名字 胡万里瞪了他一眼 想学真正的五技 那你就尽快踏入七品 七品之前 你没资格挑挑拣拣 夜晨点了点头 临走之前又问道 校长 那没银血丹 是什么价值 你问这个干嘛 等以后 我好还你这个人情啊 总不能白拿你的东西 胡万里文言 指着夜晨严肃道 你他娘的 能在选拔赛上 抱走东北五大代表队一顿 让省里那帮狗眼 看人低的家伙知道 咱春城五大 也不是你捏的 就是对我最好的回报 第七十八章 踏入四品 从胡校长的办公室出来 正往自己宿舍走的路上 夜晨的手机忽然响起 他拿起来一看 原来是自己老妈打来的 自从他离家求学以来 家里隔三差五 就会给自己打个电话问问 吃得好不好 睡得好不好 修炼不要太辛苦等等 夜晨直接将电话接起来 喊了声 妈 今天怎么这么早就给我打电话 电话那边 林彩霞的声音传来 哦 这不是想你了吗 你最近在学校修炼得怎么样 还行 夜晨边走边问道 你和老爸都还好吧 我们 我们都挺好 你不用惦解 你自己在外地上学 我们不在身边 可一定要多加小心 性子该收敛就收敛一下 听老妈又开始叮嘱 夜晨心里有点不耐烦道 妈我知道了 你放心好了 电话那边又道 跟同学啥的相处融洽一些 收收你那句脾气 不要轻易得罪人 嗯 夜晨听到这里 不禁眉头一皱 之前老妈叮嘱自己 也不会如此三番五次地重复 他心里顿时有种不好的预感 直接问道 妈 到底怎么了 家里有什么事吗 就在这时 电话那边传来了 夜开诚不耐烦的声音 你跟儿子说 这些干啥他都那么大了 知道该怎么处理问题 说话之间 似乎电话转到了夜开诚的手里 只听夜开诚道 儿子 在五大好好用功 你是咱家第一个五大生 你可要争气 我们这边你不用操心 家里一切都好 就先这样 不耽误你修炼了 挂了吧 嗯好 我知道了吧 说着 电话那边就挂断了电话 但夜晨的心情 却无法平静下来 他总感觉不太对劲 他直接将电话 打到了陈明武那里 电话刚接通 陈明武便道 小陈啊 事情 你都已经知道了 知道了 夜晨顺着他话回答道 听到这话 陈明武气愤道 柳志安那个王八蛋 昨晚竟敢派人 要将你父母二人强制管制 真塌娘的 你说什么 夜晨听到这话 顿时就不淡定了 心中顿时生起一股无名热火 陈明武一正 这才意识到 自己被夜晨套话了 可是到如今 他也没必要隐瞒 直接道 小陈你别着急 还好我一直 派人暗中监护着你父母 接到消息后 我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将你的父母保了下来 现在安置在我自己家中 你就放心吧 我父母犯什么错了 凭什么抓他们 陈明武却不打反问道 小陈 你最近在春城 得罪了什么人吗 夜晨闻言 沉默许久 慢慢地 一张面带和蔼微笑的脸 浮现在他的脑海里 假人 想到此人 夜晨便将这段时间 以来的事情 跟陈明武简单地叙述了一遍 陈明武听完 说道 那必是这个假人没跑了 我之前也听说过 春城太子帮呼风唤雨 没想到手伸得这么长 竟然能让一位父城主 为其卖命 准是这个假人 以他父亲假省主的名义 许下了一些好处 才让柳志安 这个墙头草甘院 做他的马前卒 夜晨点了点头道 郑渊入狱以后 城主的位置一直空着 假人怕是许诺 他这个位置 才让他如此卖力 他的心中 已经将柳志安画 为了假人的帮凶 这是一条养不熟的狗 谁给骨头 他就会跟谁走 之前还百般奉承自己 一转头 就对自己露出了獠牙 等自己从神迹回来 便先拿他开刀 当然 他更不会忘记 始作俑者假人 想必春城五大 被缩减资源 背后也是 他在搞鬼 小陈你放心 家里的事你不用操心 只要有我陈明武在 你的父母 就不会有任何问题 听闻陈明武的一番话 夜晨心中意暖 说道 谢谢你老校长 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挂断电话 夜晨深吸一口气 隐去眼中锋芒 他现在要做的 就是努力提升自己 拿到名额 进入神迹 去争夺传承 只要传承到手 即便是省主那等八品强者 他也不拒 到时候区区一个假人 他随手就可拈死 打定主意 他便是回到宿舍 没过多久 徐静便是亲自 将饮血丹送了过来 徐静还笑着问道 夜同学 这是要突破中品了吗 需不需要老师替你护法 不会收取你的贡献点 夜晨自然知道 这是对方在讨好自己 一般学生需要突破的时候 都会请导师来为自己护法 突破的品级越高 所需要的费用也就越多 突破四品 一般需要一百点的贡献点 跟一次S级任务相当 不过夜晨还是婉拒了 他并不是不想领徐静的人情 只是真的没必要 等徐静走后 夜晨直接便是 将那枚饮血丹吞入腹中 不到片刻 夜晨便是感觉自己的血液 似乎变得异常沉重 每一次脉搏跳动 血液宛如水银般蹦出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种感觉也越来越强烈 夜晨甚至能感觉到 浑身上下每一处血液的流动 这就是四品镜吗 夜晨缓缓地抬起双手 看着毛细血管中 奔流的血液喃喃自语 他感觉自己的力量 在迅速地增长 如果此时的自己 在与罗锋对决 即便对方穿了防护铠甲 怕是随手三剑 就能将对方震死 踏入四品镜后 夜晨一刻都没闲着 直接便是两颗紫霉果下毒 开始了新一轮的气血 提升修炼 转眼之间 一周便悄然过去 今天又是进入 秘境刷怪的日子 夜晨一大早便是进入秘境 这次没有了江宁霜在旁 他直接便是朝着 秘境腹地而去 一路上 遇见的各种魔物 都被夜晨一箭带走 毫无意外 而他现在 也已经不再满足于 单纯的刷怪 秘境中灵气浓郁 想必孕育的灵宝 肯定不止紫霉果一份 定然在某个地方 还有其他灵宝存在 若是能找到其中一二箭 那自己岂不是又发财了 可要去哪找呢 就在夜晨思考之间 一转身便是发现了不远处 一头庞然大物 正吞噬着一头鹿类魔物 夜晨一看 这不正是之前那头火 灵甲龙王吗 与此同时 刚吞下食物的火灵甲龙王 也看见了夜晨 一双龙眼 顿时瞪得宛如墨盘 一人一龙 就这么静静地注视着彼此 第79章 在于老龙 很难想象 这座秘境的王者 雄霸一方的霸主 残暴凶狠的火灵甲龙王 此时看着一个渺小的人类 竟是僵硬地站在原地 甚至他的后腿微微抬起 大有一副想要逃跑的样子 老龙 夜晨面带微笑 脚步倾抬 缓慢地靠了过去 都说龙族有收藏宝物的习惯 这头火灵甲龙王 虽说算不上是纯种龙族 但体内应该也有着龙族的血脉 想来也会有这种习惯的吧 加上之前从他那里搞到了紫莓果 夜晨就更加确定自己的判断 既然如此 他不相信 这条火灵甲龙王 没有收藏其他的宝物 只要自己跟着他 那自然会找到他的宝藏 咕咕 随着夜晨的慢慢向前 火灵甲龙王却是在慢慢后退 眼前人类的那张和善的笑脸 在他眼中却是无比的猙獰可怖 拥有不弱于人类灵智的他 似乎已经猜到夜晨的邪恶想法 自己只是出来吃个早餐 怎么就碰上这么个倒霉催的 一人一龙僵持了片刻 火灵甲龙王终于承受不住内心的煎熬 彻底崩溃 他大吼一声 四提翻飞 朝着远处狂奔去 一路撞断了不知多少棵树 惊得周围一片鸟兽哀嚎四散 老龙 别走啊 老龙 夜晨在后面紧追不舍 甚至施展起了暗影急迟 朝着火灵甲龙王不断逼近 看着越来越近的梦魇 火灵甲龙王咆哮一声 巨大的身体一跃 竟是选择朝着地底钻去 企图以此来摆脱对方 然而 夜晨却是在他钻入地面的那一刻 及时赶上 一把抓住了他带火的尾肩 紧接着 夜晨便是感觉自己的身体 在地底迅速移动 丝毫不比在地面漫上多少 夜晨用双手死死地拽住他的龙尾 看看他到底能带自己去往哪里 没过多久 夜晨便是感觉周围开始变得开阔起来 好像进入了一个地底洞穴 很快的 火灵甲龙王飞身一跃 似乎是进入了一片更加开阔的区域 此时 夜晨的眼睛也已经适应了地底的阴暗 尤其是周围 还存在了许多亮晶晶散发着微光的东西 让他能更加清晰地看清楚周围的一切 卧槽 这里是老龙的巢穴 夜晨惊喜地四下打量 发现这片空间竟是无比的宽敞 仿佛一座地下广场一般 仔细观瞧 镶嵌在四周墙壁上那些亮晶晶 散发着柔光的石头 赫然便是纯度极高的灵石 放眼看去 整个龙穴之中不下数百克 发达了呀 夜晨兴奋地朝石壁跑去 将那一颗颗灵石抠出 装入自己的纳结之中 与此同时 火灵甲龙王 原本以为彻底地甩掉了那个恐怖的存在 正准备回到自己的窝里小气 可就在他已经舒舒服服地 躺在由各种树枝 动物皮毛构成的软床上 打算在睡前再次欣赏一下 自己构建的美丽巢穴时 突然 火灵甲龙王发现远处墙壁旁边 有一道人类的身影 正不断地从墙壁中 抠下他心爱的宝石 像变戏法一样 让这些宝石消失 他的困意顿时全消 暴怒的火灵甲龙王瞬间爬起 直接朝着夜城就冲了过来 老龙你干嘛 夜城全力闪身 肩不容发地躲过火灵甲龙王的撞击 强大的撞击力 让整个洞穴都一阵晃动 大量的石子从岩壁落下 老龙 我不就是拿你几块石头吗 至于发这么大脾气吗 说话之间 夜城顺手再次将另一块灵石抠下 收入那截之中 好 火灵甲龙王 愤怒地甩起他如重锤般的尾巴 直接将夜城扫飞出去 狠狠地砸进了对面的墙壁之中 导致墙壁一大片岩壁碎裂掉落 上面的灵石也跟着脱落下来 夜城从岩壁中轻盈地爬了出来 撅起屁股 一颗颗的将这些灵石收入那截 好 火灵甲龙王暴怒地不断跺脚 有更多的岩壁碎裂不断地掉落下来 他也预感到 如果自己再用蛮力攻击夜城 自己辛辛苦苦建成的美丽家园 就要彻底崩塌了 火灵甲龙王大嘴一张 再度喷射出火焰龙溪 企图将夜城彻底融化 可他喷塌的 夜城却是自顾自地 继续剪着一颗颗灵石 这也太爽了 以后我就可以自己花费灵石 进入秘境了 看着满满一空间 足有上百颗的灵石 夜城十分欣喜 想不到这次进来 还有意外收获 他看墙壁上 还有不下半数的灵石 无奈自己的那些空间 实在太小了 装不下更多 只得下次再来收取 做完这些 夜城却没有急着出去 因为他嗅到了不远处的 阵阵药香 借着龙溪的火光 看到巢穴中央的某块小地方 长着一些稀奇古怪的植物 这些植物 同样散发着柔和的白光 似乎比紫莓果还要浓郁 夜城好奇地走了过去 然而还没等他靠近 火灵甲龙王便是飞跃过来 仿佛一头护独子的母鸡 将灵田护在身后 挡住了夜城的去路 老龙别那么小气嘛 我就看看 吼 火灵甲龙王 用一声怒吼回应了他 老子信你个鬼 老龙 你要是再这样 我可生气了 把你藏的这些宝贝全带走 夜城这番话 再次刺激了火灵甲龙王 此时脆弱的神经 他直接张开血盆大口 对准夜城便是咬了下去 企图用锋利的牙齿 将眼前这个人类 碾成碎末 扫尾杀不死你 喷火杀不死你 他不信 自己全身最坚硬 最锋利的龙牙 还杀不死眼前这个渺小的人类 嘎嘣 巨大的龙嘴咬合之间 两根粗壮尖锐的龙牙 带着飞溅的血丝 从他的口中静止飞出 哦 哦 哦 两颗牙齿蹦飞 疼得火灵甲龙王 在地上来回打滚 哀嚎连连 夜城趁此机会 连忙走到灵田旁 看到一片绿油油的灵草 虽然不知道这片灵草的名字 但从那浓郁的香气中 也能猜出是彼此莓果 更加高级的灵宝 尤其是在这片灵草中央 盛开着一朵奇异的花朵 这花朵竟是燃烧着赤色的火焰 静静地绽放在那里 原本在地上打滚的火灵甲龙王 看到这一幕 也顾不得嘴巴的剧痛 再度发了风势地朝夜城撞来 似乎这朵火焰之花 是他的命根子一样 第八十章 龙学夺宝 夜城这次早有防备 加上火灵甲龙王此时情绪崩溃 准头太差 再次成功闪躲开去 他趁此机会 双手刨地 直接将那朵火焰之花 连带护根土 整个挖出 收进了自己的那间 虽然不知道 这株灵草是什么级别 有什么效用 但从老龙的反应来看 定然是个品级不低的宝贝 将这朵火焰之花放入那间后 就再也装不下任何东西了 夜城想来想去 还是决定先回去一趟 把零食这些 先放在自己宿舍里 清空那间 再来一趟 这座龙学 他还没完全搜刮干净 没准还有其他宝物 还没发现 他担心拖得太久 老龙带着宝物搬家 夜城立刻朝着洞口飞奔 手脚并用 很快便顺着老龙 挖过的松软土壤 再次回到了地面 紧接着 他便再度发动了 已经冷却完毕的暗影吉池 朝着秘境 出口狂奔而去 这是一场时间 与速度的考验 他必须赶在老龙搬家之前 再次返回 夜城狂奔回自己的宿舍 将那界里的东西 全部倒了出来 但他想了想 还是将那朵火焰之花 带在了身上 最珍贵的东西 还是随身携带比较好 他背起了许久不用的箭带 用箭矢将其装满 看来 自己是该换一个大一些的那戒了 如果发现了巨大的宝藏 因为那戒太小 却无法完全带走 简直心痛 当然 这些都以后在意 现在最紧要的 自然是再次回到老龙巢穴之中 没过多久 夜城便是再度回到了秘境 轻车熟路地找到了隧道 很快便是再次回到了龙穴之中 哈喽老龙 我又回来了 惊不惊喜 开不开心 看着此时 正在整理着凌乱洞穴的老龙 夜城露出了一个 人畜无害的笑容 然而 火灵甲龙王看到他以后 却是浑身一震 沉默了几秒钟后 墨盘大的龙眼中 竟是流淌出 晶莹的泪滴 他竟然哭了 夜城麻了 他第一次见到一头龙哭 心中不由一软 安慰道 你挺大的一条龙 哭什么呀 我就是先借用你一些宝贝 以后加倍还你就是了 火灵甲龙王听完 竟是哭得更加伤心 甚至都哽咽了起来 夜城走上前去 拍了拍他的大脑袋 和矮道 你别哭啊 我夜城说到做到 今天我从你这里拿走多少 以后一定加倍奉还给你 火灵甲龙王一扭身 直接挖开了旁边的岩壁 巨大的身躯很快便是消失不见 他竟是直接走掉了 夜城叹了口气道 看来我是伤透了他的心 不过叹气归叹气 两只手可一直没闲着 这些灵石和这些灵草 正是他目前迫切需要的 自然不可能一时心软 而放弃拿去 五道一图本就是弱肉强食 自己放他一马 已经是网开一面了 七品魔物浑身上下 可都是宝贝 这要是把他杀了卖掉 那价值可比今天获得的宝物 加起来还要高得多 他一次将墙壁上的灵石取下 然后又将灵天里的灵草 全部摘光 最后 他又将目光 看向了老龙之前睡的那个软床 再将灵石全部放入那界后 光线彻底昏暗下来 他发现老龙睡觉的位置 似乎也散发着隐隐的光泽 叶辰走近 将上面的杂草树叉 全部扒拉到两边 露出了下方一块 巴掌大小的金属块 这金属跟他之前 见过的所有金属都不一样 摸上去并不是很硬 但却很有韧性 触感冰凉 光滑无比 尤其是从其内部散发出的 某种奇异力量 似乎有着提神醒脑的作用 靠近他让叶辰 感觉自己的头脑 变得十分清明 叶辰知道他 这是又捡到宝了 直接不客气地收入那界 具体是什么 等待回去问问胡校长就是了 叶辰今天是真开心啊 终于体会了 一把搜刮宝藏的感觉 就跟一个穷光蛋 瞬间中了十个亿一样 一个小小的龙穴 都有这么多宝贝 那神迹之中 蕴藏的宝物 岂不是更多 想到这 叶辰都已经迫不及待地 想进入神迹了 也不知道 自己抽到的那个 SSS奖励神迹宝图残叶 到底是不是 在这座神迹之中 临走之前 叶辰再度回顾了下 整个龙穴 确认下是不是还有什么宝贝 自己落下了 忽然 他一拍脑门 怎么把那两颗龙牙忘记了 叶辰连忙 屁颠屁颠地跑过去 将那两颗 足有半人多高的龙牙 抱了起来 那就是放不下了 只能扛着走 这玩意 实在太大了 即便是那界中 没有其他东西 恐怕也放不下 这两颗龙牙 这回 叶辰终于是心满意足地 从龙穴中爬了出来 有龙牙 在身前开路 在岩石中 行走就仿佛如履平地一般 可见这对龙牙的锋利程度 用这个材料 做一把长刀 或者长剑 那估计都是神兵力气 即便是七品强者 都得退避三射 叶辰回到地面后 这回没有急着再回去 毕竟距离密境关闭 还有几个小时呢 可以继续刷怪提升力量 虽然刚刚小发一笔 但也不能铺张浪费啊 资源 还是得充分利用 这几个小时里 叶辰又是增长了 一万五千多的力量 目前的力量 已经积累到了八万两千多 算上自身目前 接近四千卡的 气血力量加成 单纯比较一般攻击力而言 他已经堪比一名七品强者了 当然 真正的七品强者 定然有着 自己还不知道的攻击手段 和战斗方式 七品之下接楼椅 可不是随便说说的 但至少现在的自己 在面对七品之下的舞者时 怕是有点无敌真寂寞的感觉了 想到这 叶辰哼着小曲 走在回去的路上 经过这段时间的 不断洗礼 他明显感觉 这座秘境中的魔物 明显变少了 寻找魔物的时间 变得越来越长 估计再来几次 他就得先停一停了 让这里的魔物 繁衍一下 不能何则而鱼 何况 如果真把这里面的 魔物全杀光 那头老龙 岂不是要饿死 唉 没办法 都怪自己太善良 想到这 叶辰乐呵呵地走出秘境 徐静站在外面 第一时间就看到叶辰肩上 扛着的巨大獠牙 他之前就看叶辰火急火燎地 从秘境中 跑进跑出 但因为对方动作 实在太快 让他根本没来得及 问是怎么回事 徐静音 引从那巨大的獠牙中 感受到一种 莫名的心境 不由问道 叶辰 你肩上扛的是什么东西啊 叶辰边走边回答道 没什么 就是两根龙牙而已 哦 原来是两根龙牙呀 徐静点了点头 不过下一刻 他就瞪圆了双眼 狮声惊叫 龙牙 第八十一章 质宝品鉴 看着少年 迈着轻盈的脚步离去的背影 徐静的内心 掀起滔天巨浪 他毫不怀疑 叶辰所言的真实性 毕竟能让他这个六品舞者 都感觉心计的东西 定然不可能是 平凡之物 而让他更加震撼的是 这种让他都垂涎三尺的宝贝 竟是在一名入学 刚满一个月的少年手中 也就是说 叶辰在秘境中 杀了一条龙 这座秘境中存在龙族 虽然不是纯种巨龙 但也蕴含着龙族血脉 这是他很早之前 就听胡校长提起过的 所以才会将整个秘境管制起来 不允许学生随意进入 当初胡校长还亲自深入秘境 企图将这头龙制服 结果却是无功而返 毕竟那头龙是一头地龙 防御力高的下人不说 还能打动钻地 即便是八品强者来了 怕是也不容易抓取 难道说 叶辰现在的战力 已经堪比高品强者不成 徐静越想越是心惊 尤其是一想到自己当初还轻视了对方 就更加的无地自容 这真是三十年河西 三十年河东 末期少年穷啊 徐静心中感叹 又喃喃自语道 看来我也要加倍努力才行 不然看着一个个后背超越自己 落差实在太大 愧对导师这个名头了 不说徐静暗自神伤 只说叶辰扛着龙牙 踹门进入到校长办公室内 此时正坐在电脑前 聚精会神地看着屏幕 露出一脸老不正经笑容的 胡万里猛的一惊 左手立刻娴熟的奥特加Kab 回头看到叶辰进来 不由破口大骂 你个小王八蛋越来越没礼貌了 不知道进来之前要先敲门吗 不好意思 我手上拿着东西 所以只能直接进来了 叶辰心中暗骂一声老色批 他现在气血充盈 加上有阴眼的加持 眼力可是相当的好 刚才那电脑屏幕上 根本不是材料叫暗 而是一张张风韵犹存的半老徐娘 既然校长在忙 那我就先走了 说着 便是扛着龙牙转身离去 你等等 胡万里立刻叫住了他 眼神直勾勾地看向龙牙 当即激动起身道 我的乖乖弟子 你从哪里搞来的这种高级货 就是秘境的那头老龙的牙齿而已 叶辰随口答道 胡万里一惊 连忙问道 你把那头七瓶魔物给杀了 没有 只是他非要咬我 绷断了两颗牙齿 我就顺手带了回来 胡万里 那头七瓶火灵甲龙王 跟他交过手 自己根本拿那个家伙 没有一点办法 他很难想象 叶辰到底是怎么办到的 胡万里连忙继续追问道 你能不能说得具体一点 见他好奇 叶辰便将秘境中发生的事情 一五一十地跟胡万里说了一遍 胡万里听完 整个人彻底抹了 你说 你闯入了那个老龙的巢穴 并且把他收藏的宝物全抢过来了 对啊 胡万里沉默良久 唏嘘道 我现在甚至怀疑 你身上是不是隐藏着 某种防御类神器 不然我真的无法理解 你究竟为什么会有如此强大的防御力 甚至连七品龙兽身上 最锋利坚韧的獠牙 都无法对你造成任何伤害 叶辰摊了摊手掌道 可能这就是天赋吧 唉 胡万里长叹一口气 盯着叶辰又问道 这么说来 就算是我这个七品强者 现在也奈何不了你了 也许吧 叶辰模棱两可地回答 毕竟他还没跟真正的七品人类强者交手过 七品人类强者 跟七品魔物 可完全不同 魔物的强大 主要在于体质的强大 攻击方式却较为单一 而人类强者 却是有着多种多样的攻击手段 甚至七品开始觉醒了精神力 从而演变出了种类繁多的攻击方式 跟一般的攻击属性截然不同 也不知道 自己系统增加的防御力 对那种特殊攻击 会不会起到效果 臭小子 这两根龙牙 分给为是一根不过分吧 我正缺一种主要材料来炼制武器 这龙牙正合适 也不白要你的 你晋升七品以下的突破弹 我包了 剑虎万里两眼放光 盯着自己手里的龙牙 比看半老徐娘还痴迷 索性便将两根龙牙都递给了他 其中一根送你了 另外一根帮我也炼制一柄短刀 你一个射手 要短刀干什么 砍人啊 叶辰理所当然的道 对手要是近身的话 再使用弓箭就有点不方便了 还是用刀砍更合适 拿龙牙来做副武器 臭小子你 真够奢侈的 这要是被陈明武知道了 还不得跳脚 叶辰笑道 那没办法 谁让咱有这个条件 胡万里点点头道 行 反正是你的材料你说了算 还有没有事 没事的话 我就要去炼制武器了 每个高品武者 都是无师自通的锻造师 胡万里自然也不例外 不过叶辰却拉住胡万里道 校长你先别急 我还有东西 想让你帮忙品鉴一下 说着 他直接取出了一根绿色的灵草 问道 这是什么 胡万里眉头一挑 答道 翡翠魔藤 五品灵草 一株大概价值50贡献点 是制作五品丹药的主要灵财之一 你小子可以啊 这趟收获不小 叶辰点了点头 一株价值半块零食 自己那戒里有上百株 也算是不小的收获了 然后他又拿出了那朵火焰之花 当看到这朵花以后 胡万里不由倒吸一口凉气 赤言灵慧 胡万里难以置信道 你竟然连七品灵草都搞到了 这东西对火属性修炼者有奇效 不仅能大幅度地提升气血 甚至还能提升火焰的精纯度 价值难以估量 甚至比那两根龙牙 还要昂贵得多 叶辰问道 校长 那我是什么属性的舞者 现在看不出来 等你踏入七品的时候 精神力大成 才能觉醒自身属性 胡万里解释道 叶辰点点头 那自己就先把这赤言灵慧留着 如果以后自己觉醒了火属性 那吃下去就正正好好 胡万里感叹道 真没想到啊 你去了一趟秘境 竟能捞到这么多好东西 让老夫都嫉妒得眼红啊 如果你不是我的弟子 我现在都想杀人夺宝了 你伤不到我的校长 还是省省力气吧 一句话把胡万里噎得够呛 不过想想也是 连火灵甲龙王都崩断了牙齿 即便他对叶辰出手 怕是也占不到半点便宜 胡万里有些恍惚 没想到这么快 就要把叶辰当作同级别的强者 来看待了 心中感慨了一阵 胡万里便恢复了平静 叶辰毕竟是他的弟子 他强大了 自己也能跟着沾光 没什么不平衡的 更何况 这么快就得到了实打实的回报 行了臭小子 滚回去修炼吧 三天后就是选拔赛了 到时候看你表现 我抓紧时间 尽量在选拔赛前 把你的副武器做出来 让你带着他上阵 说着 他就又要朝外走 可谁知 又被叶辰叫住了 老师你别急啊 还有一样东西没给你看呢 说着 他把那块奇异的金属 快取了出来 眼睛顿时瞪得像同龄一般 第82章 针锋相对 胡万里双手抓住叶辰双肩 激动地摇晃道 臭小子 快告诉我 这个东西 你是在哪搞到的 看着此时喘着粗气 面色潮红的校长 叶辰嫌弃地甩开了对方的手 道 就是在龙穴啊 玄机他又追问道 校长 这个东西 他很好吗 胡万里哀叹一声 满脸悔恨的道 我他娘的 咋就这么猴急呢 非要这个垃圾龙牙干什么 说着 连续扇了自己好几个响亮的耳光 校长 不至于校长 叶辰连忙制止 等胡万里心情稍显平复 叶辰这才又试探地问道 校长 这究竟是什么东西啊 胡万里把玩着那块金属 仿佛抚摸着半老徐娘的大腿 甚至那眼神都已经拉丝了 两久之后 他轻叹一口气 仿佛下了好大的决心和毅力 才将那块金属 再次交还给了叶辰 然后郑重其事地道 叶辰 记住这个东西千万不要随意试人 也许会招来杀身之祸 叶辰文言心中一惊 不由追问道 校长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很珍贵吗 岂止是珍贵 胡万里呵呵一笑 如果把你拥有这个东西的消息传出去 就连八品 九品的超级强者 都会来威逼利诱 让你交出这个东西 叶辰不由倒吸一口凉气 再次追问道 校长 这到底是什么 神异金铁 神异金铁 这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叶辰将它拿在手中 前后左右地看了看 胡万里道 难道你没发现 你靠近这块金铁的时候 就会感觉自己的精力十分充沛吗 的确有这种感觉 叶辰点了点头 但仅凭这一点 就能让八品 九品的超级强者心动 胡万里解释道 这种金铁乃是天生自带精神力的稀有灵石 它是制作本命灵器最为关键的宝物 本命灵器 没错 胡万里点了点头 继续道 你应该见过我精神力画形凝聚而成的精神剑了吧 叶辰点了点头 在武科大考当天 他亲眼目睹 胡万里从体内凝聚出一柄半透明宝剑 仗着这柄宝剑以一敌三不落下风 胡万里接着道 到达七品之后便可凝聚出精神武器 而将精神武器与实质器皿相融合后 便能锻造出自己的本命灵器 如果当天我若是拥有本命灵器 那三个吃了恶鬼冰凉丸的霓虹忍者 根本不需要等乌龙出手 我便能全部斩杀殆尽 本命灵器就是这么的霸道 而且还具有成长性 会随着你的酝养越来越强 我若是拥有本命灵器 甚至可以做到跨境界挑战 八品强者我都敢与之一战 说话间 胡万里再次看向叶辰手中的神异金铁 痴迷得道 而你手中的这块金铁 就是能够与精神武器融合的器皿之一 通常管这种东西叫做灵质 校长 这种宝贝是如何生成的 叶辰好奇地问 我哪知道 胡万里翻了个白眼道 如果知道这东西是怎么生成的 哪会这么稀有 不过最大的可能是 自然生成的神异之物 非造化不可得 这东西 目前全世界也没有几块 咱们力部张尚书 当年倒是偶然得到一块 炼成本命灵器后 正巧遇到施破国九品大祭司 来我大下疆域挑衅 他出手一剑 便是将其左臂斩断 若不是为了以大局为重 不想打破地区稳定 那位大祭司 必然直接生死盗销 叶辰听得心中神网 若是自己有这种实力 又聚谁来 想到这 他便是在胡万里眼禅的目光中 将神异金铁收回那截 虽然暂时使用不了 但他相信自己 很快就能踏入七品 到时候 自己的战力 又将会提升到一个新高度 然后 叶辰又看向胡万里道 校长 你之前给我的这没 那戒空间太小了 不够用 有没有更大的 你以为那戒是地上的野鼠 说有就有 制作那戒所用的材料 虽然没有神异金铁那般稀有 但也算得上是刺激灵质 价值同样昂贵 而且空间越大 价格也就越是离谱 胡万里冷哼一声 道 若是你这次能带队击败东北五大 我倒是可以考虑奖励你一个 那还不是轻轻松松 我现在七品之下根本没有对手 叶辰歪了歪嘴 你小子别太嚣张 胡万里告诫道 东北五大能常年占据全国五大前十末席 傲视整个东北行省 实力根本不容小觑 我听说他们今年派出了最强阵容 几乎清一色的六品巅峰舞者 尤其是他们的绝对核心 主力输出许文东 可是名门之后 更是被誉为东北五大近十年来最强学员 他跟你一样 同样是射手位 以强大的力量 恐怖的射数而闻名全国 而且省里有很多大佬 都支持许文东获得名额 代表东北行省进入神纪 他是势在必得 据说 如果不是为了进入神纪 许文东现在已经踏入七品 成为有史以来为数不多 还为毕业 便踏入高品的顶级添交 哦 是吗 叶辰文言也顿时来了兴致 不由笑道 我倒是希望他能在赛场上给力一点 别让我失望 虽然你的防御力还不错 但许文东也绝对不是吃素的 听说他的手中 也拥有着用七品魔物炼制而成的力气 没准能破得了你的防御 胡万里一脸严肃 此战非常关键 只有你表现得非常出色 我才能在后面的研讨会上 据理力争 尽最大努力帮你争取到这个名额 第83章 技能升级 从胡万里那里回到宿舍 叶辰第一时间便是检查了一下 零食是否还在 当确认零食完好无缺之后 这才松了一口气 叶辰数了数 这两趟加起来 足足收获了256克零食 这无疑是一笔巨额财富 相当于2万多贡献点 之前听马杰说过 他们一年都赚不到100贡献点 也就是说 自己这一趟单单只算零食 都抵得过一个普通五大学生 200多年的努力了 这么一换算 叶辰才深刻地感受到 机缘和宝藏 为什么会让人疯狂 即便是有着生命危险 也要拼了命地去争抢 这的确是舞者逆袭的唯一捷径 就在叶辰感叹之时 脑海中忽然响起了系统提示音 第一 监测到宿主拥有零食 是否进行技能升级 嗯 叶辰眉头一挑 连忙打开了系统面板 看向了技能菜单 乾坤一击LV3 如果敌方目标死于此技能之下 则宿主永久获得力量加3 冷却8秒 击杀的敌人越强 力量增加越多 暗影击持LV1 开启技能可使自身进入暗影 提升自身速度和敏捷50% 持续10秒 冷却1800秒 爆裂剑 LV1射出能够爆炸的箭矢 造成技能等级星号力量 星号120%的威力 爆炸范围与威力成正比 夺命三连射LV1 同时射出三根箭矢 每根箭矢造成技能等级 星号力量星号60%的威力 鹰眼LV1被动技能 大幅度地提升视野 命中敌人要害 提升50%伤害 叶辰先是点向乾坤一击 毫无疑问 这个技能是自己的发育神技 自然要优先升级 是否确认升级乾坤一击 确认 叶 升级成功 消耗100克灵石 乾坤一击 LV4如果敌方目标 死于此技能之下 则宿主永久获得力量加三 冷却七秒 击杀的敌人越强 力量增加越多 升到五级将进化 我 叶辰听完 差点想要爆粗口 乾坤一击升一击 竟然需要100克灵石 怎么不去抢啊 这次升级后 冷却时间又减少了一秒 而且后面还多了一行小字 下一级将会进化 不知道会进化出什么结果 可叶辰发现 再升一级 竟然需要1000克灵石 卧槽 惹不起 叶辰只得再看向其他技能 他发现 升级其他技能 只需要一颗灵石 叶辰尝试着 将暗影集池升一级 叶 升级成功 暗影集池LV2 开启技能 可使自身进入暗影 提升自身速度 和敏捷60% 持续25秒 冷却1620秒 叶辰尝试着 再次点击暗影集池 发现继续升级需要100克灵石 经过测试 叶辰终于明白了 这玩意每升一级 所需灵石数量翻10倍 实在是太烧资源了 叶辰想了想 先把其他技能技能 各升两级 然后咬咬牙 又将暗影集池 再升两级 他觉得 虽然自己防御力很高 但身法和速度 还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追击敌人 或者是特殊情况下 还是非常有用 至于其他技能 雨露均粘 是叶辰觉得 以后完成系统任务 或者成就的时候 还会抽到提升技能等级的奖励 这样一来 他能将奖励收益最大化 谁知道那个奖励 是不是随机的 万一选中的是一级技能 提升一次 相当于自己只赚了一颗灵石 那岂不是亏大了 一番操作下来 叶辰再次看向技能彩单 乾坤一击 LV4 如果敌方目标死于此技能之下 则宿主永久获得力量加3 冷却7秒 击杀的敌人越强 力量增加越多 声道5级将进化 暗影疾持LV4 开启技能 可使自身进入暗影 提升自身速度和敏捷100% 持续70秒 冷却1260秒 声道5级将进化 爆裂剑 LV3 射出能够爆炸的箭矢 造成技能等级 星号力量 星号145分号的威力 爆炸范围与威力成正比 夺命三连射 LV3 同时射出三根箭矢 每根箭矢 造成技能等级 星号力量 星号95分号的威力 鹰眼LV3 被动技能 大幅度地提升视野 命中敌人要害 提升100%伤害 这波提升属实不小 尤其是身法方面 不仅持续时间提升了6倍 冷却时间也大大降低了 战力方面自然不用多说 升级之后的主动技能 配合上阴眼的要害伤害增幅 就算是秘境里的那头老龙 怕是也承受不住自己三件 实力提升固然爽快 但也是 真特么烧资源啊 这么一会儿的功夫 临时几乎消耗一空 又变成穷光弹了 还是得想办法 获得更多资源才行 夜沉难难自语 可常规手段获取资源 还是太难了 而且很缓慢 目前有两条路可选 要么是下魔窟 要么是争夺传承 魔窟现在有五大和阵魔军的封锁 一般是不会让学员轻易进入的 毕竟现在魔窟还算稳定 冲突都还在可控范围之内 若是来点风吹草动 怕是要引起暴动 若是真的暴动起来 大厦周边的霓虹 南棒等敌对势力 一定会肆无忌惮地成虚而入 到时候 大厦将会陷入被动 想来想去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目前也为有争夺传承 这条路可走 只要自己发育起来了 那自然不会 再怕霓虹这些狗日的 上蹿下跳 想到这里 夜沉取出一株翡翠魔藤 直接塞进嘴里 绝大多数灵草 人类舞者是绝对不敢 直接服用的 必须要炼制成丹药中和药性 方才能让人体承受的主要力 也只有体质强大的魔物 才会生吞灵草 不过也要承受极大的痛苦 而且 若是服用过多 也会有暴体而亡的风险 这个世界能无伤吃药的 怕是也只有夜沉一个 三天的时间悄然过去 夜沉感觉自己的气血 再次达到了上限 如果测试的话 估计自己的气血 现在已经有4000卡以上了 而今天便是选拔赛的日子 夜沉早早地收拾妥当 精神饱满地走出别墅 自从有了那块神异金铁之后 他发现 只要将其放在身边 自己的精力 就能很快地被补充 但还是需要用睡眠 补充身体的疲累 只是睡眠的时间 大大的减少了 夜沉来到约定好的广场 迎着昭阳 看到了自己此行的四名队友 其中三个比较陌生 一个自己认识 正是师兄颜文兴 第84章 绝对核心 夜沉 这里 颜文兴看到夜沉 连忙朝他挥手示意 夜沉也招了招手 快步走了过去 学弟 你入学时间短 而且这三位学长 经常在外面做任务 你可能不熟悉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说着 颜文兴指向离他最近的一位 道 这位是韩蒙 职业骑士 定位前排肉盾 也是我们春城五大的第一肉盾 三号别墅拥有者 夜沉见此人身材魁梧 身高足有一米九以上 身穿青色重铠 腰配长剑 尤其是背后那面大盾 足有一人多高 一掌多厚 像个门板一样 估计至少得有一千斤往上 他当即主动打招呼道 韩蒙学长好 可韩蒙却只是用余光扫了夜沉一眼 竟是连话都没说一声 在那暴毙战里 态度巨傲 颜文兴哈哈一笑 缓解了下尴尬 又介绍韩蒙身边一名青年道 这位是汪燕 职业火系法师 跟你一样是后排输出 而且一直都是我们这届的领军人物 二号别墅拥有者 汪燕学长好 夜沉又打了个招呼 这位汪燕倒是一表人才 尤其配上他一身华丽的符纹法袍 以及那柄镶嵌着一颗拳头大小的红宝石法杖 看起来的确拉风得很 汪燕倒是没像韩蒙那样沉默 直接看向夜沉冷冷地道 一号别墅本就是最强者的象征 想必夜沉同学 一定比我汪某的实力还要强大吧 夜沉知道这是对方在业于自己 所以也就不客气地回答道 你要是不服 我们可以比划比划 见气氛有点不对 站在汪燕身边 一直没有说话的年轻女子道 好了 大家现在是队友 不要起内哄 夜沉看向前者 是个长相甜美的女孩子 手里拿着一根洁白的法杖 应该是牧师一类的辅助职业 杜欢欢 不是我含蒙有意见 这小子进步速度的确不慢 但也只不过是四品五者 我们相当于四打五 这怎么赢 言文新闻言解释道 你们一直在外面做任务 可能有所不知 夜沉虽然境界不高 但战力却是不俗 跟罗锋的一对一决斗中完胜对手 这才取代罗锋参赛的 能赢罗锋算个屁 汪燕不屑道 那是因为我们五大的射手人才凋零 矮个子里拔大个 才只能让罗锋上场 现在换这小子上来 也改变不了任何结局 东北五大的许文东 实在太强了 我们在这个位置上 根本没办法跟人家比 七品之下 最强输出就是射手 缺少射手就缺少输出 我们怎么赢 韩蒙呵呵一笑 在旁复喝道 所以说 学校火急火了的 将我们全部召集 回来干什么 干脆弃全算了 反正也赢不了 还要被对面暴打一顿 还没开打 就说这么丧气的话 颜文星有些生气了 他们东北五大 又不是金师五大 魔独五大那种无敌队伍 只有许文东一支独秀 只要我们敢打敢拼 配合得当 就有机会获得胜利 哪怕不胜 也要啃下他们一块肉 让所有人都知道 我们春城五大 也不是好惹的 汪燕冷哼一声道 我之前就跟校长提过建议 把我们春城五大的 最强刺客潘星带上 替换掉射手位 这样我们开局可以满一波 尝试拼掉许文东 这样还有一丝赢的希望 结果你猜 校长怎么说 怎么说 杜欢欢问 校长说不用换人 我们现在这个阵容 就是最强阵容 让我们重新拿回 遗失十八年的省级冠军 汪燕看向众人 冷笑道 你们觉得这可能吗 然而 还没等其他人开口 半空中便是传来 胡万里的声音 没什么不可能 众人一惊 看向缓缓飞落的胡万里 连忙恭敬行礼道 校长好 胡万里看向汪燕和韩猛道 你们这些家伙 现在是翅膀硬了 都敢质疑我说的话了 韩猛道 校长 我们也只是实话实说罢了 东北五大的射手 跟我们学校的射手 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 就算我再能抗 没有输出又有什么用 韩猛 有 见校长面色沉了下来 韩猛连忙挺着腰板 你小子才杀过几个敌人 见过多少世面 就敢质疑老子 老子当年进入魔窟杀敌的时候 你还穿开装裤呢 胡万里指着众人的鼻子道 我告诉你们 老子让你们怎么打 你们就怎么打 失败了算我的 如果要是赢了 我赏你们每人两千贡献点 众人文言 不由道西一口凉气 两千贡献点 那可是完成20次S级任务的奖励 所谓众赏之下必有勇夫 见众人提起了斗志 胡万里这才满意地点了点头道 这就对了 你们记住 这场比赛要以夜城为绝对核心 你们四个要积极地牵制敌人 给夜城创造足够的输出空间 听明白了没有 明白了 韩蒙和汪燕对视一眼 都是从对方的眼神中 看出一丝不屑 校长这是摆明了 要给夜城做秀 让他们四个当绿叶 衬托夜城的强大 毕竟这场比赛 还关乎着 进入神迹名额的归属问题 只要个人表现突出 哪怕输掉比赛 也可以说是队友太菜 在赛后的研讨会上 同样有提名的资格 韩蒙低声对汪燕道 难道这夜城 是咱们校长的干儿子不成 竟然要这么帮他 说话之间 他们看到胡校长 从那界中取出一柄短刀 递给夜城 虽然那柄短刀 外面套了刀桥 但他们 还是从这柄刀中 感受到了一丝威亚 好厉害的刀啊 韩蒙和颜文心满眼可望 没有任何战士系职业 不想拥有一把强大的近战武器 只听胡校长道 刀做好了 你带着吧 夜城点了点头 直接将那柄刀配在腰间 看得众人一阵眼热 卧槽 韩蒙极度地再次对汪燕道 这夜城不是胡校长干儿子 这他妈是亲儿子啊 第85章 比赛开始 校长 为什么你制给夜城武器 却不给我们 这实在太偏心了吧 沉默了片刻 韩蒙终于还是没忍住 向胡万里开口抱怨道 你们要是 也能搞来龙牙 我也可以帮你们制作武器 什么 众人面面相去 妄言难以置信道 校长 您的意思是 制作这把武器用的龙牙 是夜城自己搞到的 没错 众人闻言 不禁道西一口凉气 龙族最低都是七品 而且肉身强悍无比 连同品人类舞者 都很难伤到他们 夜城又怎么可能 打得过一条龙 难道这个夜城 有什么强大的背景不成 听韩蒙小声询问 汪燕摇了摇头道 不应该啊 太子帮已经调查过了 他就是小城市 普通家庭出身 这小子绝对 跟胡校长有什么关系 你们两个 在哪里嘀嘀咕咕什么呢 等韩蒙和汪燕闭嘴后 胡万里冷哼一声 又道宝物和机缘 可不是靠别人 施舍得来的 你有那个实力 就自己去争取抢 没有实力就只能看着 没有贡献就想索取 门都没有 韩蒙不甘道 那夜城又有什么贡献 有什么贡献 胡万里四笑非笑道 等今天的比赛结束 你就知道了 说着便是率先 朝着不远处一辆 SUV汽车走去 汪燕在后面道 校长放心 我们待会一定会 好好配合夜城学弟 说着给韩蒙使了一个眼色 后着也道 没错 我一定会护好学弟周全 说完 两人的脸上 都露出一抹诡异笑容 他们两人早已被太子帮买通 反正也拿不到第一 倒不如卖假人一个面子 很快的 一行人便是到达了春城体育场 此时 体育场的高台 已经坐满了人 这也算得上是一年一度的盛会 是普通人为数不多 能看到中高品 舞者战斗场面的平台 尤其今年 还有人气舞者许文东的出场 更是让本次选拔赛的关注度 更上一个高度 现场来了不少许文东的粉丝和后援团 比赛还未开始 许文东 许文东 的那喊声已经不绝于耳 整个赛场 俨然成为了许文东的个人秀 今天除了东北五大和春城五大外 还有14支其他五大代表队 但所有人都知道 另外那14支五大代表队 就是陪衬 根本无法给前两号种子带来威胁 最终的决赛 一定是东北五大和春城五大的对决 而在以往的交手中 东北五大已经连续18年蝉联冠军 今年 所有人都坚定不移地相信 拥有许文东的东北五大 将会续写传奇 蝉联他们的第19次冠军 此时 在体育场东侧 那最大的休息区内 东北五大的参赛选手 和带队老师 集中在此处 听着四周不断呼喊的观众呐喊声 其中一个战士打扮的青年 撇了撇嘴道 真没意思 今年我们又是冠军 一点挑战都没有 他刚说完 一个身穿软甲的挨个青年道 我们东北五大 可是全国前十 如果在东北行省这一亩三分地 还不能称王称霸 岂不是太丢人了 两人的这番话语 倒是听得坐在中央位置的 一名短发青年 皱了皱眉头 他的脸上带着伤疤 罗路的手臂上 同样带着疤痕 有心有救 显然是经历过不少实战的舞者 在其身边 还有两名专业按摩市政 一左一右地帮他拉筋 松弛肌肉 林孝 谢威 你们两个别说大话 再也没真正杀死 最后一个敌人之前 都不能掉以轻心 到了真正的战场上 稍有疏忽 就会万劫不复 见许文东发话了 之前闲聊的林孝 谢威顿时缩了缩脖子 东哥 我们没有轻敌 并且已经高估了他们 可今年有你坐镇 哪个队伍能在我们手中撑过一分钟 是啊东哥 你可是为数不多 还没毕业 便特许加入抗魔军的绝世天才 是经过实战洗礼和考验的 其他五大的嫩厨们拿什么笔 许文东微微摇头 不过 他们两人说的也有道理 毕竟没上过战场 和上过战场 可是两个概念 战斗技巧和经验 以及练就的胆破 和遇到危机时的沉着冷静 都不是一般人可比 想到这 他轻叹一口气 看来在东北行省 是无法找到对手了 也唯有接下来的全国五大争霸赛 方能让他感受到挑战 如果不是为了报答母校 更是为了夺取神技名额 他已经根本不屑于参加这种比赛 但既然参加了 那自然要将那个名额争夺到手 并且率队在接下来的 全国五大争霸赛上 拿到一个更高的名次 让东北五大 在全国五大榜单上提升几名 与此同时 春城五大一行人 也已经进入了会场 作为二号种子 同样受到了不少的关注和喝彩 不知道是不是有意为之 春城五大的休息区 就设在东北五大的对面 两支队伍遥遥相望 对抗味道甚浓 此时 当胡万里走上主席台的时候 已经有包括省主在内的许多大佬 坐在这里 东北五大校长张淑林看向对方 也遇到 老胡怎么才来 我还以为你们春城五大弃权了呢 这话惹得周围 不少人笑出了声 胡万里自顾自地 坐在写有自己名牌的椅子上 淡淡道 好饭不怕晚 又不是说谁来得最早 谁就是冠军 周围人都听出了 两人话语里的火药味 坐于假省主旁边的城主客荣道 这次比赛 不仅是省内五大排位战 还涉及到我们省省这次进入神纪名额的归属问题 非常关键啊 这结果已经一目了然了吧 除了许文东之外 又有谁有资格获得这个名额 众人看去 说话的是城防长罗飞 话也不能这么说 比赛还没开始 结果还未可知 胡万里淡淡道 我们东北省省虽然资源疲蔽 人才凋零 但也不是没有黑马出现 罗飞文言 直接打断道 胡校长的意思是 你之前极力推选的新任叶晨 比许文东还要强 比不比许文东强我不知道 反正比你的儿子罗锋强 你 胡万里的一句话 噎得罗飞面红耳赤 虽然春城五大打不过东北五大 但能得行省第二 也是一份巨大的荣誉 对未来的前途发展 有着莫大的好处 本来春城五大的出战人员 是有他的儿子罗锋的 结果却被叶晨顶掉了 他自然怀恨在心 他刚要继续说些什么 却被省主贾正打断道 好了 先看比赛 等比赛结束以后 我们再商讨不迟 第86章 各显神通 比赛分为A B两组 东北五大和春城五大 各自分在不同组别之内 这是作为种子队伍的待遇 避免两支队伍在决赛前相遇 作为A组的一号 东北五大率先登场 顿时引起了全场了热烈欢呼 许文东 许文东 的呐喊声 再次响彻整个场馆 而他们的对手 则是阳城五大 阳城五大的实力 在整个东北形省中 也并不算弱 只是运气不好 第一轮就要面对东北五大 五名选手脸色都很难看 看着大踏步走上擂台的对手 紧张的身体都很是僵硬 兄弟们 拼了 伴随着裁判一声哨响 比赛正式开始 阳城五大这边为首的 一名刺客猛的朝东北五大 还为站稳的阵型冲去 几乎同一时间 再起两翼的队友 也爆发出惊人的速度 从三个方向直插过去 在他们身后 阳城五大的辅助 立刻为前方三人 套上增益状态 而最后那名射手 则是飞速地射出一箭 那箭矢的方向 没有对准 东北五大的任何一人 竟是朝着擂台中央射去 箭矢后发先制 在接触地面的刹那 竟是爆发出 强烈的烟雾 很快便是将擂台 一多半面积覆盖 主席台一众大佬见词 顿时来了兴致 想不到阳城五大一开始 竟是故意露窃 实际上竟是有备而来 竟然派出了三次客 真够猛的 的确 而且场上的 唯一后排输出射手 竟然也该打掩护 这支烟雾建设的 真是精妙 强如东北五大 恐怕在这一骑招下 也有阴沟翻船的可能吧 听众人不住夸赞 坐在其中的 杨成五大校长 也很得意 这可是他的得意之作 东北五大的绝对核心 是许文东 只要开局全力 将许文东干掉 形成五达四的优势局面 那他杨成五大 也不是没有胜算 然而 还默等他脸上的笑容 浮现多久 便是彻底凝固而去 只见此时 场地烟雾散去 东北五大的五人 却是完好无损 冲入迷雾的三名刺客 正在倒地身影 每一个人的要害部位 都亮起了鲜红的光芒 代表着他们已经阵亡 如果不是有专用 防护铠甲的保护 恐怕他们三人 现在已经真正的殒命了 顿时间 全场爆发出 雷鸣般的欢呼声 杨成五大胜于的两人健壮 直接举手示意投降 裁判当即宣布东北五大胜出 哼 虽然这套战术不错 但却用错了对象 许文东可是经历过 实战生死考验的强者 这种程度的偷袭 对于他来说 根本就是小儿科 东北五大校长 张淑林看向一脸阴郁的 杨成五大校长 笑着道 承让了 接下来 便是B组的一号和二号登场 本场比赛 由春城五大 对阵槟城五大 槟城五大 与杨成五大实力相当 同样是东北新省前五的五大 谁也没料到 比赛刚一开始 就是两场强强碰撞 双方十位选手登场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 其中一名选手 竟是选择放弃穿保护服 这一举动 顿时引起了众人的热议 按理来说 如果不是对自己的实力 有着充分的自信 绝对不会这么选择的 自从举办这类大赛以来 选择主动弃穿保护服的 不超过一手之数 毕竟这只是比赛 若是因此受伤 甚至丧命 那实在太不值得 如果弃穿的话 还要签订生死状 表示 无论发生任何后果 由本人自行承担 尤其是大家看到 这个不穿防护铠甲的 竟然还是一名后排射手 这就更加让人 对此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有人说他勇气可嘉 有人说他不自量力 褒贬不一 主席台中的很多大佬 都对此议论纷纷 张淑林看向胡万里道 老胡 这个人就是你推荐的叶晨 他的确颇有胆量 但也太过莽撞了 你也不管管 这可不是秀场 是真刀真枪的战场 胡万里但莫道 管好你自己的人就行了 我的人 我心里有数 说话之间 下方的比赛已经开打 槟城五大这边 率先集中火力 朝着叶晨猛攻而去 在他们眼里 不穿防护铠甲 就是对他们最大的挑衅 这分明是 没把他们放在眼里 那他们自然要让对手付出代价 槟城五大选择的是 两前排 肉盾 盾斧 三后排 双输出 一辅助 的常规阵容 两大前排 壮汉镜直变 是朝着叶晨猛冲过去 后排法师 射手的攻击后发先制 在辅助的加持下 冰球 鉴于铺天盖地地 朝叶晨砸去 然而 就在所有攻击落下的前一刻 叶晨竟是诡异般地消失在了赛场上 顿时引起一片哗然 理想 他在你后面 高台上 冰城武大校长 焦急大吼 背台上的那名冰城武大射手 面色一紧 刚想转身 便是感觉自己身中一股大力 宛如重锤般让他扑飞出去 几乎是在同一时间 冰城武大的 另外两个后排 也相继倒地 身上红光亮起 代表淘汰出局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 让全场观众 直接傻眼 他们刚才看到 春城武大的那位 没穿防护服的射手 竟是比刺客 还要鬼魅的身法 穿插到了对方的大后方 突失三发冷剑 瞬间将对方后排 全部带走 那行云流水的攻势 让所有人叹为观止 冰城武大冲入敌阵的两个前排 眼看后排全面 只得无奈地举手 示意投降 全场再度爆发出 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 热烈程度 还远胜上一场 两场比赛 都是一边倒的快速结束战斗 可春城武大 这边的观赏性明显更强 自然让普通观众更加喜欢 尤其是春城武大的那名射手 更是让所有人 直接记住了他的名字 叶辰 有点意思 台下的许文东看完这场比赛 眼中顿时升起了战役 这次的比赛 至少不会那么无聊了 胡万里 看向槟城武大校长 抱了抱拳 同样说了句 承让了 在场各位大佬的神色各有不同 思维情绪明显受到了刚才那场比赛的影响 他们也逐渐意识到 这届的春城武大 似乎比往年更加强势 叶辰直接走下场 身后颜文心 激动地抱住他的肩膀 哈哈大笑道 师弟 干得漂亮 身后 韩蒙 汪燕 杜欢欢的表情也各有不同 想不到 自己都还没怎么行动 比赛就已经在夜城的雷霆攻势下结束了 他们这些大四老生 竟然被一名大义新生带着躺赢一局 接下来的比赛 却没有前面两场那么精彩 看得观众们昏昏欲睡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角逐 东北五大和春城五大 毫无悬念地从自己的小组中杀出 此刻 观众们顿时都振作了起来 高台上的大佬们也都正惊危坐 因为期待已久的决战终于要开始了 下一场比赛 东北五大vs春城五大 第87章 陷入危局 各位来宾 女士们 先生们 本届东北行省五大选拔赛的决赛即将开始 依然是在东北五大和他们的老对手春城五大之间展开较量 究竟是东北五大蝉联十九连贯独孤求败 还是春城五大打破神话强势崛起 让我们拭目以待 伴随着解说员的声音 台下数万名观众齐齐呐喊 他们最期待的 自然就是这场比赛 从前几场比赛可以看出 今年东北五大这个王者之师 因为有着许文东的加入 比往年更加的生猛 而春城五大的表现也相当不错 尤其是他们的射手叶辰 给所有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所有人都想看看 这个后起之秀叶辰 能给许文东造成多大的麻烦 主席台上 胡万里和张淑林互相凝视 仿佛中间有一道无形的电光连接彼此 就在众人都以为 两人快要打起来的时候 胡万里和张淑林相视一笑 伸手与对方握了握道 请指教 然而 就在众人刚刚松了一口气时 却发现 两人紧握的手掌 迟迟没有松开 而且有越握越紧的趋势 片刻后 两人的身体 都在止不住地微微颤抖 咔嚓一声 两人身下的椅子同时爆裂 这才让两人松开了彼此手掌 哼哼 一年不见 万里兄的实力有所增长啊 哼 老张你也不差 周围不少人 都暗暗擦了把冷汗 两大七品间的明争暗斗 让他们喘不过气 还是省主贾正最后开口道 愿意打等比赛结束了再打 现在好好看比赛 两人这才作罢 从工作人员手中接过新的椅子 开始观看比赛 此时 东北五大和春城五大的各五位选手 已经悉数登场 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 东北五大的许文东 竟然也没穿防护服 双方两大核心 输出针尖对脉盲 让得周围观众更加兴奋 感受到许文东投来的目光 叶辰也朝着对手看去 那眼神中的战役 让叶辰体内的热血 也沸腾起来 他握了握手中的乌铁弓 既然如此 那便站吧 此时 会场中也响彻起了主持人的解说声音 经过前面几轮的角逐 我们已经十分熟悉 双方的出场阵容 春城五大方面是一套双前排 双后排输出 一辅助的常规阵容 而东北五大方面 则是一肉盾 一刺客 一射手 双辅助的非常规阵容 这套阵容 对于射手输出位的要求极高 也体现了 他们对许文东这名选手的绝对信任 伴随着主持人的声音 东北五大的肉盾战士林孝 站在队伍的最前面 他人高马大 甚至比韩蒙 还要高出半个头 林孝捂住嘴巴 扭头对身后的谢薇道 你给我死死地盯住对面的射手 争取速战速决 谢薇摸着自己腰间的两柄匕首 阴侧侧地笑道 你放心吧 开场五秒钟内 我就让他躺在地上 在我小身心太保谢薇面前 还敢不穿防护服 简直找死 在其身后 许文东道 让他丧失战斗力就行了 别闹出人命 明白东哥 我心里有数 谢薇黑黑一笑 瘦小的身体 直接隐没在了林孝身后 让对面猜不出他的意图 这场比赛 是一位七品担任裁判 随着比赛的一声哨响 谢薇俯下身体 从林孝身后骤然窜出 身形快的几乎化成一道虚影 静止朝着夜尘扑去 看到这一幕 不少观众都惊呼出声 所有人都知道 刺客乃是后排射手的天敌 若是让刺客近身 那几乎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 寒冷 严文心 快挡住他 辅助杜欢欢 一边给众人加持增益状态 一边焦急呐喊 严文心甚至没等前者开口 便是一马当先 举起大剑 便朝谢薇拦腰砍去 而韩蒙隐藏在防护头盔的脸上 却是露出了诡异的笑容 他怒吼一声 看似想要举顿挡在谢薇的必经之路上 脚步却是故意慢了半拍 原本应该与严文心关门的配合 露出了一道窄窄的缝隙 谢薇就利用这个机会 肩不容发地突破了前排防线 该死 严文心怒骂一声 来不及指责韩蒙 立刻转身回原而去 汪燕 用火环术 眼看谢薇急速冲来 杜欢欢翘脸微宁 朝不远处的汪燕喊道 火系魔法师的火环术 可以延缓一下对方的攻势 逼迫对方短时间内不能近身 这样一来 他们三个后排 就能等到韩蒙和严文心回原了 然而 汪燕此时念出的咒语 却是火球术 火球生成 直接朝着谢薇砸去 不过谢薇却却直接一个加速 不仅将火球甩在了身后 而且还顺利地逼近叶尘 锋利的短笔 反射着森然的寒光 朝着叶尘腰间刺去 然而 就在谢薇以为自己已经得手之际 叶尘却是直接从原地消失无踪 又来这招 谢薇冷笑一声 双耳不断快速抖动 刺客技能听声便为发动 他根据叶尘脚步声的方位 在其身后紧追不舍 我就不信 你能一直保持隐身状态 与此同时 由于谢薇的冲震 导致春城五大阵型大乱 趁此机会 被两名辅助 加持满增益状态的许文东 开始发难 他高高跃起 连续射出三箭 每一箭都速度极快 角度刁钻的 潮度欢欢 严文心 汪艳三人射出 严文心勉强举箭挡住 箭矢与箭体 碰撞出激烈的火花 身体也因为巨大的惯性 倒退四 五步 这才勉强止住身形 他的背后 顿时惊出一身冷汗 想不到许文东随手一剑的威力 竟然恐怖如斯 汪艳则是再度施展起火球术 与飞速射来的箭矢 狠狠对撞 焚烧殆尽 可杜欢欢就惨了 娇小的身体 直接被箭矢带的飞骑 狠狠地撞击在了后面的防护罩上 最后摔落在地 昏死了过去 许文东再度射出三根箭矢 头衔尾朝着汪艳暴射而去 汪艳仓促之间 只能施展出火环术应对 可只阻挡了两根箭矢 第三根箭矢却突破火浪 射中汪艳胸口 红光大亮 淘汰出局 可躺在地上的汪艳 脸上露出一抹鬼笑 却是朝着侧面 VIP观众席看去 那里坐着的正是假人 见汪艳看来微微点头 以示鼓励 也就在汪艳出局的下一刻 韩猛举手示意自己投降 请客间 春城五大连折三人 第88章 最终胜者 主持人激动的声音 也在此时响起 想不到东北五大的进攻 竟然这么犀利 开场仅仅不到半分钟的时间 就已经让对面淘汰三人 看起来 他们距离蝉联十九连贯 只差一步之遥 东北五大校长张树林的脸上 也是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万里兄 看来今年这冠军 还是被我们东北五大校纳了 胡万里冷冷道 比赛还没结束 你庆祝的 未免有点太早了 哼哼 二打五 你觉得还有什么转接 一切皆有可能 天真 周围的一些大佬 精神也已经松懈下来 只当是胡万里不服输的嘴硬罢了 实际上 大多数人的心中 早已将这场比赛 盖棺定论 而就在同一时间 场上的叶辰 忽然献出身形 大不留心地 朝颜文心的方向 飞奔而去 他想救人 灵孝阻止他 原本正与颜文心 缠斗的灵孝 怒吼一声 扛着大盾 便是朝着叶辰紧逼而来 然而 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 叶辰竟然180度转身 手中两根箭矢 对准的 竟是东北武大后排的两个辅助 卧槽 叶辰的这一手 瞬间让林孝和谢威 惊出一身冷汗 他们只顾着拦截叶辰 不让他去救队友 却让自己后排辅助空门大开 弓弦响触 两根箭矢闪电般射出 将那两名辅助 直接推飞到了防护罩上 两人瞬间淘汰 而与此同时 颜文心也承受不住 许文东的猛烈攻势 身中竖剑 含横而退 想不到春城武大的叶辰选手 在绝境之中 竟是沉着冷静 来了招生东击西 干脆利落地淘汰掉 东北武大方面的双辅助 不过东北武大的许文东 也立刻还以颜色 将春城武大的第四名选手淘汰 场上现在依然有三名 东北武大的选手 而春城武大这边 却只剩叶辰选手一人 他还能创造奇迹吗 虽然这位叶辰选手的表现颇为亮眼 但理智地说 春城武大现在获胜的概率 几乎为零 随着主持人的解说 现场观众也是发出惊叹和惋惜之声 甚至已经有人开始收拾东西 准备离开场馆 以免待会人多 交通拥挤 而此时的场上 东北武大的三人 已经成品自行 将叶辰围在核心 叶辰 三打一你没希望的 举手投降吧 还能免受皮肉之苦 林孝冷笑开口 对叶辰采取了攻心策略 然而叶辰却道 为什么要投降 一打三 目前优势在我 好小子 这种劣势局面下 还敢装逼 谢威握紧双臂 再次朝着叶辰猛冲过来 林孝举顿向前推进 许文东同样射箭封锁叶辰退路 企图让谢威一击必杀 面对三人夹击 叶辰四世被两人锁组 频频后退 谢威宁笑一声 双臂并举 静止朝着叶辰腰间捅去 这若是捅中 叶辰双肾都得被捅成血窟窿 然而 就在此时 叶辰瞬间拧身 腰间寒芒一闪 谢威的身体 竟是直接飙出血溅 在半空中旋转了两圈 这才狼狈地摔落在了地上 这始料未及的一幕 让所有人发出震震惊呼 甚至连高台上的不少大佬 都直接站起了身子 双眼死死地朝下方看去 东北五大的刺客谢威 竟是在近距离交战中 被一名射手反杀 甚至连保护铠甲都直接被割裂 伤到了体表 难以想象 如果刚才那一幕 发生在真正的战场上 此时的谢威 恐怕已经被拦腰斩断了 这是何等恐怖的杀伤力 许文东看向叶辰手握的 那把血淋淋的短刀 眉头不由微微一皱 七品力气 林孝文言 惊讶到 东哥你说什么 这小子手上的那把短刀 是七品力气 许文东微微点头 郑重道 你小心 我来对付他 明白 我来帮你防御 林孝忌惮 看了叶辰一眼 便是朝着许文东靠拢 本场比赛真是精彩 想不到春城五大仅剩的选手叶辰 竟是再次淘汰掉东北五大一人 目前场上的局势 似乎发生了改变 东北五大代表队 放弃了猛攻 似乎要打阵地战 他们此时还剩下一顿 一说出 这的确是最正确的选择 也是最稳的 能拿下比赛的方式 随着主持人的解说 很多打算离开的观众 本以为三打一的局面 比赛立刻就会结束 没想到春城五大仅剩的那名选手 还能再反杀一人 目前已经有三名东北五大选手 被他一人淘汰 所有人都想看看 春城五大的这位选手 到底还能坚持多久 场上 许文东站在林孝身后 不断朝着叶辰突失冷剑 但却被叶辰林乔走位躲过 投降吧叶辰 虽然你实力不错 不过我比你还多了个肉盾 你是无论如何都赢不了的 许文东站在林孝身后劝说道 哦 是吗 叶辰淡淡一笑 你以为躲在肉盾之后就安全了吗 说话之间 他竟是加速朝着林孝二人冲去 屈膝弹起 在半空中拉弓如满月 对准林孝身后的许文东 没用的 林孝怒吼一声 将门板样的大盾举过头顶 企图抵挡叶辰从上方射来的箭矢 然而 叶辰的箭矢瞄准的却是林孝身前地面 爆裂箭 许文东瞳孔一缩 不好 哄 猛烈的爆炸声在整座体育场内回响 林孝的身体 直接被巨大的冲击力轰飞出数米开外 浑身红光亮起 而许文东凭借着战场拼杀出来的危机意识 堪堪躲过了爆炸的核心地带 煞时之间 场上仅剩许文东与叶辰两人 一对一 突如其来的转变 让得全场包括主持人在内都呆若目击 所有人都没想到 原本东北五大的大优局面 竟会被叶辰一人硬生生地搬了回来 打成平局 你很强 有资格 让我全力以赴 说话之间 许文东将手中的长弓扔到一边 从那界中取出了一把 不知有什么魔物的骨骼打造而成的长弓 这把弓上 同样散发着阵阵威压 让近距离的观众 都感受到了强大的压迫感 许文东手握长弓 看向叶辰冷酷地道 我能感受到 你的身法持续时间快要结束 如果不想死的话 就立刻投降 然而 叶辰却摇头道 不可能的 这个冠军我要定了 既然如此 那就别怪我手下无情 许文东说话之间 抬手便朝着叶辰一剑射出 叶辰肩不容发地侧身躲过 身后防护罩顿时传来轰隆巨响 整个能量防护罩都在剧烈地颤抖 与此同时 叶辰也毫不示弱 爆裂剑宛如不要钱一样朝对方射去 他知道对方同样灵活 普通招式根本无法命中对方 只能用这种大范围招式 双方瞬间展开了激烈的对轰大战 看得周围观众都张大了嘴巴 许文东见远射无法奏效 加上叶辰爆裂剑的威力实在恐怖 他竟是刻意地朝叶辰靠去 只要我跟你的距离足够近 你的爆裂剑就没用了吧 许文东打定主意 毕竟爆裂剑属于大范围 无差别伤害技能 就像手雷 你不可能朝贴近你的敌人扔 这样虽然能炸到敌人 却也炸到了自己 只要我跟你保持两米以外的距离 既不在你的短刀攻击范围内 又能让你无法施展爆裂剑 还能让你避无可避 我赢定了 许文东自信一笑 飞速靠近叶辰 拉弓如满月 一只与剑筷弱闪电般 射向叶辰右肩 这一剑 足以让叶辰彻底丧失战斗力 动 剑矢轰击在叶辰身上 竟是只让叶辰身体微微摇晃 什么 许文东难以置信地瞪大双眼 他难以理解 叶辰为何能扛得住 自己七品力气的权力一击 这可是连七品强者 都不敢正面应接的一剑 爆裂剑 与此同时 叶辰朝着两人中间射出一剑 轰隆隆 随着这道爆炸声 赛场上再无声息 四周看台 也是死记无声 真落可闻 片刻后 烟尘散去 众人看到许文东和叶辰两人 相视而立 你 你为什么没事 嗨嗨 许文东刚一开口 便是咳出大口鲜血 然后双眼一闭 身体软倒下去 唯有叶辰奥利赛场中央 看到这一幕 体育场四周 顿时响起狠狠的抽气之音 第89章 正确选择 整个体育场内 足足五六万名观众 此时竟是静若寒蝉 仿佛时间定格了一般 他们刚才看到了什么 春城武大的那名射手 竟是在其余四位队友 全部淘汰的绝境条件下 硬生生地将比赛搬了回来 他先是声东击西 双杀东北武大的双辅助 然后又用隐藏的七品力气 干脆利落的进战 收割了刺客的人头 而后再度骗过对方肉盾的防御方向 用爆裂剑送其出局 最后又是在许文东全力以赴 同样掏出七品力气的情况下 诱敌深入 凭着匪夷所思的变态防御 完成了对东北武大代表队的武杀 这样逆天大翻盘 谁看了不迷惑 即便比赛已经结束了数分钟 东北武大代表队的武人 已经被急救队送往医院 绝大多数观众 依然没能从那种震撼中走出来 看着上方大屏幕 一遍遍地重播着 刚才比赛的画面 他们有的双手无嘴 有的紧抓头发 有的张大嘴巴 有的面色潮红 几乎没有人着急离开 都在不断回味着 刚才赛场上发生的一切 似乎要将这传奇的一战 牢牢地硬刻在心里 碰 假人的拳头 重重地砸在沙发扶手上 脸上的表情难看到了几点 老 老大 我们现在怎么办 柯瑜胆怯地看了假人一眼 谁知道这个叶晨竟然这么猛 在买通了他们对那两名主力的情况下 还能力挽狂澜 将东北五大掀翻 他现在心里已经有些后悔 跟着假人对付叶晨了 只不过已经上了假人这条船 无法脱身了 还能怎么办 假人音策策地道 他以为获得了冠军 就能拿到神迹名额 白日做梦 东北行省 可不是他叶晨说了算 说着 便是带人离开了 VIP包间 赛场内 叶晨缓缓走下擂台 颜文心和已经苏醒的杜欢欢 直勾勾地看着他 仿佛不认识他一般 为什么都这么看着我 难道我长得太帅了 你的确太帅了 学姐我已经无法自拔地爱上你了 杜欢欢瞪大美眸 满是痴迷之色 他之前被许文东射晕的前一刻 就觉得 这次输定了 没想到苏醒之后 第一时间就看到 叶晨和许文东相对而立 最终却是许文东吐血倒地 就在那一刻 他看着叶晨的侧影 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他好帅哦 天底下怎么会有这么帅的男人 就在这时 一旁的颜文心也道 学弟 你的确是太帅了 都快把师兄我掰弯了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靠 叶晨笑骂一声 赶忙离他远点 而后 他就看见了 满脸尴尬 站在不远处的韩蒙和汪燕 见叶晨朝他们两人这边走来 韩蒙和汪燕目光闪烁 不敢与其对视 叶晨学弟真是厉害 学长真是配 啪 还没等韩蒙说完 叶晨一个大嘴巴扇了上去 叶晨 你怎么打人 啪啪 汪燕见韩蒙被打 刚要理论 却是收获了两个巴掌 顿时感觉眼貌惊心 双腮肿起 我打你们 你们可有意见 叶晨笑眯眯地看向两人 和善地问道 没 没意见 汪燕和韩蒙彻底牙火 面对一个能以一己之力 掀翻东北武大的狠人 他们怎敢说一个不字 这回他们总算理解 开赛之前 胡校长为什么那么自信 为什么要以叶晨 为绝对核心 为什么要送他七瓶力气 原来他们两个 才是井底之蛙 这时 胡万里也走了过来 狠狠地瞪了二人一眼 沉声道 我以校长的名义宣布 对于你二人的消极比赛行为 给予开除学籍处分 并且没收本次比赛的全部奖励 笑 校长 我们错了 我们知错了 求您饶过我们这次吧 韩蒙和汪燕彻底慌了 这个处分 将会成为他们一辈子的污点 连抗魔军都不会录取他们 哪怕今后想做个舞蹈导师都不行 今天你们敢受人蛊惑消极比赛 明天就赶在战场上 畏惧不前背叛大侠 我们五大流你们这种人 还有什么用 给老子滚 说话之间 胡万里直接将他们先飞出去 然后 他这才看向夜晨三人 和颜月色的道 清除了两个败类 他们两个的贡献点 由你们三人平分 颜文星连忙摆手道 不不不 还是给夜晨失地吧 杜欢欢也点头道 是夜晨学弟力挽狂澜 一亿敌武 才赢得了比赛的胜利 我们拿胆贪功 胡万里文言 看向夜晨 夜晨却道 颜文星师兄 和杜欢欢学姐 也做出了贡献 我支持平分 这样吧 胡万里摆了摆手 看向三人道 颜文星和杜欢欢 一人三千贡献点 夜晨得四千 可有意义 夜晨微微摇头 颜文星和杜欢欢对视一眼 心中欢喜 在此之前 他们做梦也不是想到 自己竟然能获得 三千贡献点的奖励 这可是足足 三十次S级任务的奖励啊 有了这笔奖励 他们也有机会 在毕业前 踏入六品巅峰了 夜晨 待会就要召开 名额分配研讨会了 你跟我一起去吧 这次你拿了冠军 获得神纪名额 应该是板上钉钉了 说着 胡万里便带着夜晨上了二楼 此时 二楼的会议大厅内 已经坐满了人 大多数都是春城 乃至整个东北行省 有头有脸的大人物 见夜晨进来 有不少人都起身 朝他围拢过来 想与之攀一攀交情 不过一道冷亨 却从主位上响起 众人看去 竟是省主贾政 此刻脸上满是不悦 所有人连忙回到了座位坐好 春城省主柯荣率先道 既然大家都到齐了 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研讨下 神纪名额归属权的问题 这件事 对于我们行省来说非常重要 也关乎到我们大下的国运 所以 选人一定要慎重 据了解 其他行省已经选出了辅助和肉盾 为了队伍的整体搭配 我们行省最好是出输出职业 下面大家发表下 各自的意见和看法吧 他话音刚落 胡万里直接道 我看就不用选了吧 我们春城武大士 这届选拔赛的冠军 核心射手叶晨 在比赛中的表现有目共睹 他获得这个名额 实至名归 胡万里说完 下方有不少人频频点头 以示认同 然而就在此时 传来一道不同意见的声音 我看 也未必非要在冠军队伍里选吧 众人文言 齐齐看去 说话的竟是城防长罗飞 顿了顿 罗飞解释道 虽然春城武大 今天暴冷夺冠 但东北武大在此之前 已经是十八连冠 整体实力 还是稍胜一筹 而且我觉得 春城武大今年夺冠 有一种取巧的感觉 如果两队再行比过 不见得谁输谁赢 许文东成名已久 又一直在抗魔军中历练 我觉得 选择许文东 才是最正确的决定 第九十章 青龙之名 胡万里看向罗飞 陈生道 罗大人 难道你没看到 夜晨最后一对一 战胜了许文东 胡校长你别急嘛 我又没说夜晨不厉害 我只是 说许文东更合适罢了 罗飞笑了笑 又道 从场面来看 夜晨之所以会赢 那是因为 他的防御能力 胜出许文东一筹 只是谁又知道 他的这种防御力 是怎么来的 又能持续多久 万一是 他在比赛之前 吃了某种灵药 才让防御 有了大幅度提升 谁又知道 他进入神迹后 还能不能保持 这种逆天防御力 我们选人的首要条件 是看输出 排除防御不看 拥有七品力功的许文东 明显比夜晨的 远程输出能力 强上不少 所以 我才认为 许文东更加合适 原本如丧考比的 东北武大校长张书林 一听有大佬 支持许文东 立刻来了精神 也道 罗大人此言有理 我们这场比赛 输得不明不白 我现在怀疑 春城武大方面 存在作弊嫌疑 我要向组委会 提出抗议重赛 胡万里当时就不乐意了 指着张书林骂道 你个老王八蛋 赢了你就什么也不说 输了 就说我们作弊 真是不要你个老脸 怎么不是作弊 张书林不甘示弱道 在此之前 你见过哪个武大的学生 能正面扛得住准 七品武者 用七品力气射出的意见 别说是武大学生 怕是连我们这些老骨头 都不敢硬抗许文东的一击吧 所以他就是作弊了 周围不少人 顿时议论纷纷 觉得张书林说的 有一定道理 如果叶辰真的是 服用了某种灵药 才达到的这种效果 那自然就算是作弊 取消成绩也不为过 放你娘的屁 老子是叶辰的校长 他作没作弊 难道我不知道 胡万里彻底火了 怒声道 今天我胡万里 用人格担保 叶辰赛前 并未服用任何灵药 若有确凿的证据证明 叶辰作弊 那我这个武大校长 立刻引就辞职 城主柯荣开口道 老胡你先消消气 此事 我们可以慢慢调查 如果真没作弊 自然会还叶辰清白 调查 你想怎么调查 胡万里双眼微眯 沉声道 如果开启调查 这是不是意味着 在没调查清楚之前 叶辰就没有获得 神迹名额的资格了 柯荣一脸遗憾道 老胡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毕竟神迹太过重要 我们要谨慎为上 否则出了问题 谁也担不起这个责任啊 见两位大佬都这么说 周围不少人都议论纷纷 频频点头附和 而就在此时 上手一人缓缓开口道 其实我倒是觉得 这件事有点小题大做了 如果叶辰真的是作弊的话 不可能没有任何的蛛丝马迹 大家可不要忘了 他可是今年的全国大考状元 众人寻声看去 说话的竟然是副省主何宇华 叶辰也是看向这位大佬 他记得之前 有个叫何爽地找过自己 自称是何宇华的儿子 想要与自己结盟 现在看来 当初何爽所言非虚 这位副省主的确在关键时刻站出来 为自己说话了 何宇华笑了笑 然后又道 如果你们非要说叶辰作弊 难道他获得五颗大考状元 也是作弊 什么灵丹妙药 能持续这么长时间 如果叶辰可以一直维持这种状态 那即便是他真的作弊了 跟没作弊又有什么区别 此言一出 刚才副和城主和城防长的那些人 都是频频点头 觉得副省主说话在里 柯荣和罗飞脸色顿时 变得十分难看 没想到此前一直不问世事 不发表意见的副省主会为叶辰站台 何宇华毕竟是两人的上司 他们自然不好出言反对 两人不禁朝着贾政看去 贾政眉头一皱 没想到对方会在这个时候 跟自己唱反调 何宇华明明知道 柯荣和罗飞是自己的人 还要出言反对 这分明是冲着自己来的 当即 贾政清了清嗓子开口道 我看还是调查一下的好 否则万一在神迹中出了问题 让其他国家的队伍抢占先机 夺取了我大下神明的传承 谁也担待 不起这个责任 说话之间 他便是要直接拍板盖棺定论 然而就在此时 整个会议大厅凭空声出道道迷雾 将视线全部遮蔽 顿时引起一阵骚动 紧接着 一个爽朗的声音 从迷雾中传来 这个责任 由我来担 贾政坐在正手 听到这个声音 眉头不经一皱 乌龙 话音刚落 满屋的烟雾逐渐汇聚 现出了乌龙的身影 在他身旁 还站着一个 看起来八九岁的孩童 这个小男孩 一身休闲打扮 双手插兜 眼神淡漠 丝毫没有属于 这个年纪的灵动 乌龙现身后 看向贾政道 贾省主 我来替夜城担保 你看如何 众人顿时一阵骚动 没想到 就连龙组的人 都来插上一个 贾政也始料未及 不禁皱眉道 乌龙 为何你堂堂龙组成员 会替一个普通的 五大学生担保 因为他也是龙组成员 不知道这个理由够不够 此言一出 众人哗然 纷纷看向夜城 这么年轻的龙组成员 他们还是第一次知道 贾政感觉自己 行省之主的威严 受到了挑衅 陈生道 据我所知 许文东也已经通过了 龙组的考核 马上也会成为龙组成员 你为什么不为他说话 偏偏站向夜城 乌龙哈哈一笑 啊 我龙组外围成员 遍布整个大厦 但龙组核心成员 却少之又少 你的意思是 贾政心中 顿时升起不好的预感 龙组外围成员 仅仅只是在龙组挂名而已 为组织搜集情报 和推荐人才 而龙组核心成员却是不同 能进入其中的 无意不是精英中的精英 而且核心成员 只受龙组首领青龙的 直接领导 六部上书都无权干涉 和限制行动 没错 我已得到首领青龙的首肯 现正是吸纳夜城 为我龙组第十六位 核心成员 说着 将一份硬刻着龙首的金色卷轴取出 看向贾政道 贾省主 你要不要打开看看 确认一下真伪 贾政连忙摇头 脸上现出慌乱之色 开玩笑 青龙的首预谁敢乱动 不想要命了吗 这位龙组首领 是整个大厦最为神秘的一位九品强者 是真正的神龙剑 手不见尾 而且 实力更是深不可测 五年前 一位大厦在东北新省边境附近 发现了一座大型零石矿脉 阿美丽卡联和霓虹 南方诸多强者范边企图强抢 三方联军更是派出了三位九品助阵 打得大厦抗魔军节节败退 就在即将权限溃败之际 青龙直接杀出 与三大九品大战 以一敌三 最终三大九品一死 一伤 一逃 从此青龙名扬天下 有人说他已踏入九品巅峰 也有人说他已经超越了九品 踏入了更高的境界 说他是大厦五道第一人 也毫不为过 正是有青龙的存在 才让大厦这些年能稳步发展 周遭诸国不敢正面强攻 别说他贾政一个小小的省主 就算是六部之首 也不敢不给青龙面子 乌龙见贾政额头冒汗 但笑道 实话告诉你 让叶臣进入神迹 不是我的意思 而是我们青龙大人的上语 此言一出 众人顿时如遭雷击 第九十一章 在于老友 会议大厅内顿时炸了锅 所有人都没想到 叶臣竟然得到了龙祖首领的重视 未来的前途不可限量啊 心中纷纷暗自后悔 刚才怎么没跟副省主 一起为叶臣说话 要不然 自己现在 也能搭上关系了 既然有青龙大人背书 那下官自然毫无意义 东北新省的这份名额 那就交给叶臣吧 说着 他看向众人 你们说呢 我等自然没意见 下方 就连罗飞和柯荣 都连连摇头 就算他们再蠢 也不可能在这个时候畅反调 青龙之威 是你跟你开玩笑的 东北五大校长张淑林 欲言又止 他咬了咬牙 看向贾政道 贾省主 难道这件事 许家可给您送了 住口 贾政立刻打断 冷眼沉声道 许文东既不如人 这有什么办法 许大帅若是有意见 让他去找青龙大人说去吧 说完 贾政看向叶臣 如翻书般 换了一张和蔼的笑脸 叶臣 若是在神迹中得到传承 以后可不要忘记 我们这些培育你的父母官啊 叶臣没有说话 一旁乌龙看向众人道 刚才我所说的话 都是高级机密 切不可外转 若是有人走漏了风声 你们知道后果的 不敢 不敢 众人连连摇头 只要他们敢泄露机密 以龙祖的手段 一定能很快找到源头 几条命都不够赔的 叶臣 我们出去 乌龙说了一声 便是与身边的孩童 一起走出会议室 叶臣知道对方 还有话跟自己说 所以直接跟了上去 叶臣 你龙祖核心成员的身份 已经通过了 组织给你命名的代号 叫贾龙 贾龙 叶臣心中 顿时有一万头草泥马奔过 这是 谁给自己起的代号 土调扎了好吧 我当然有意见 而且意见非常大 乌龙闻言不解道 说来听听 这代号也太逊了 叶臣不满得道 我要换一个 没等乌龙开口 一旁那个孩童 看向叶臣问道 你想要什么代号 说来听听 他是谁 叶臣问向乌龙 在此之前 他还以为 这是乌龙的儿子 他 乌龙倾咳一声 道 也是我们龙组的一名成员 这么笑 叶臣哑然 之前不是说 龙组的年龄都很大得哟 这不重要 那孩童又道 你想要什么代号 叶臣想了想 开口道 就叫 就叫真龙吧 真龙 乌龙和那个孩童对视一眼 然后道 你不觉得这个代号太大了吗 你能镇得住 要知道 咱们老大的代号 才是青龙 叶臣道 我觉得我没问题 乌龙还要说些什么 一旁的那个孩童却抢先道 行 那就这么定了 啊 好吧 乌龙摸了摸鼻子 脸色很是怪异 叶臣也有些错 自己的代号就这么定了 他也只是随便说说罢了 看来乌龙旁边的这个孩童 在龙组中的地位也不低 不然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话语权 感受到叶臣的目光 孩童看向他道 既然起了这么屌的代号 那就要负起相应的责任 展现出相应的实力 这次的神迹之行 不容有失 这个自然 叶臣此时也不拿对方当小孩子看待 就算你不说 我也会全力以赴的 孩童点了点头 道 虽然你很有信心 不过 我还是要提醒你 神迹内十分危险 机关陷阱无数 这是比跟你一同进入的竞争对手 还要棘手的存在 稍不留意 就会直接丧命 乌龙也道 我记得上次注农神迹开启 就是因为机关太强 所以才没能走到最深处 拿到最珍贵的传承宝藏 实在是遗憾至极 这次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我会将这座神迹的宝藏全拿回来 叶臣自信道 先别把话说太满 那孩童面色严肃 像个小大人盘 那些神迹中的机关 一定要思考出破解之法 否则就算是酒品 硬床也要被轰成渣 而神迹开启 都是有时间限制的 所以 对你们个人和团队的考验 都十分艰巨 叶臣点点头 没说什么 只是心中对神迹更加期待 叶臣 你回去收拾下行李 准备出发吧 去哪 当然是去杨城 跟队伍其他人会合 这次的神迹位置 就在杨城附近 你们要抓紧时间熟悉彼此 这样才能在神迹里 有更好的配合 其他国家的队伍 也会陆陆续续地感到 物龙道 一天之后 叶臣跟随杨城武大代表队 来到了杨城武大的校区 集合点就设在了杨城武大校内 叶臣根据指示路牌 来到了一个封闭的训练场馆内 一进入其中 叶臣便是听到一阵朗朗的读书声 人声得意虚尽欢 莫使金尊空对乐 天声我才必有用 千金散尽还复来 叶臣寻声看去 却是一个古代书生打扮的青年 一手赋于身后 一手拿着书卷 一边在场地内来回走动 一边摇头晃脑地朗诵着诗篇 紧接着 叶臣又被一连串呼哈声吸引 朝场地东北角看去 只见一位火红爆炸长发 身披仲凯的年轻女子 正在不断地轰击着面前的假人 每一下的力道都相当巨大 让整个场馆都回荡起 砰砰撞击之音 尤其是她的一双手肘处 还佩戴着一对 如同椭圆形盾牌般的武器 看起来很是奇特 就在叶臣出神之间 身后忽然传来 一道怯懦的娃娃音 您好 请问您看见过我的小容吗 叶臣惊讶回头 却发现一名个子不高 长着娃娃脸 身穿蓬蓬裙的女生 微低着头 大眼睛稍稍抬起 怯怯地看着自己 小容 小容是谁 嗯 她抬起右手 食指靠近嘴唇 小声道 小容是一只非常可爱的小兔鸡 是我的好伙伴 你看到过她吗 对不起 我没见过 好吧 那我再去其他地方找找 说着 女孩东张西望地走远了 而就在这个娃娃脸女孩走后 叶臣又看到 不远处站着一名 身穿法师长袍的女子 这女子好美 标准的东方美人 在叶臣认识的女子当中 也唯有江宁霜 能与之媲美 尤其配上那一身 珠光璀璨的高级法师袍 更是给人圣洁典雅之感 只见那女子 看到她露出腼腆的笑容 不知为何 却让叶臣有一种熟悉的感觉 叶臣也礼貌地 朝她抱以微笑 然后艰难地移开了视线 没办法 总不能一直盯着人家看 还以为自己是个大色狼呢 而就在叶臣打算 朝场馆内部转转时 只听那个美女 却开口喊道 叶臣哥 你要干嘛去 听着这道熟悉的音色 叶臣立刻回头 难以置信地看着对方 你 你认识我 你是 那美女眼嘴一笑 带起万种风情 我是陈雪啊 陈雪 第九十二章 问题队友 叶臣上下打量着眼前人 无论如何 也无法和她认识中的陈雪 合在一起 陈家双胞胎姐妹 两人长得几乎一模一样 姐姐沉稳 妹妹俏皮 都是她最为心爱的队友和伙伴 她对姐妹两个 是再熟悉不过了 虽说陈冰 陈雪长得不丑 但也并不能算是大美女 只能称之为清秀 单从相貌上来说 跟眼前这个美人 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听对方说出自己的身份后 叶臣这才仔细辨认 方才从对方身上 看出几分陈雪的影子 你 你真是小雪 对呀 叶臣哥 没想到你这么快就给人再忘了 也许附近只有他们两人 陈雪也放开了不手 俏皮的道 叶臣惊了 都说女大十八变 但也没有这么恐怖的变法 这简直就像是换了个人一般 似乎看出了叶臣的困惑 陈雪解释道 之前我和妹妹 都是以易容的面貌示人 这是爷爷定下的规矩 以免我和妹妹受到过多干扰 原来是这样 叶臣心中了然 然后又追问道 你们的出身这么好 为什么会来江城上学呢 我们陈家有祖训 嫡系子女在高中毕业前 不允许得到家族的任何照顾 为的是锻炼后辈的星星 陈雪又道 我妈妈是江城人 所以我和妹妹就来江城上学了 叶臣点点头 忽然意识到了什么 问道 你也是神迹小队的一员 陈雪用手将并肩绣发别致而后 不好意思地微微点头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爷爷叫我来 我就来了 叶臣 这就是名门之后的待遇吗 他好不容易才从东北行省中突围杀出 想不到陈雪竟是直接指派过来的 而且还是在中部行省那种 名门望族遍地的环境之下 这就更显得陈家的实力和名望是多么恐怖 小雪 你现在几品了 六品 叶臣深吸一口气 果然啊 虽然早有预感 但他还是被惊到了 自己这么努力 也才刚刚踏入五品而已 真是人比人得死 或比或得扔 他之前就听胡万里说过 那些大家族都有着秘传的方法 来让嫡系子孙能够快速地攀到六品 之前从来没见过 今天算是见到了 小雪只是利用了家族优势 才踏入了六品 叶臣哥却是依靠自身努力 就获得了进入神迹的机会 你比我厉害多了 叶臣笑了笑 陈雪总是这么善解人意 不过他倒不觉得什么 更不会因此而产生嫉妒 那些名门望族 也是通过一代代的积累 才会有这种抵御 他相信 凭着自己的努力 未来一定会闯出属于自己的天地 到时候他的后代 也能像小雪这样 直通六品 想到这里 叶臣看向四周再度被不远处的念诗声音 和拳头撞击器材的声音吸引 看向陈雪问道 他们几个应该也是神迹小队的成员吧 陈雪轻点禽手道 是的 包括那边那个还在寻找他的小兔子的女孩 叶臣再次无语 自己的这些队友都是些什么人啊 除了陈雪之外 好像没有一个靠谱的 这个时候 从门外传来一道倾壳声 声音不大 却让所有人清晰可闻 叶臣朝声员看去 来人是个矮胖的中年男子 不远处 那个念诗男和暴力女 也纷纷走了过来 陈雪说 陈雪乖巧地打了个招呼 然后小声地对叶臣道 这位是兵部侍郎陆大勇 八品巅峰强者 是我们这次的领队 叶臣点了点头 有陈雪这个懂事的丫头在 她倒是轻松不少 都过来集合吧 陆大勇招呼一声 然后看向还在不远处寻找着什么的女孩道 齐明月过来 你的小龙在这里 说着 从背后揪出一只毛茸茸的兔子 啊 小龙你跑哪去了 害得我好找呀 齐明月跑了过来 将小兔子温柔地抱在怀里 然后对陆大勇行礼道 谢谢陆叔叔 陆大勇看着乖巧女孩 似乎有些无奈和疲惫 挥了挥手道 去排队吧 然后 她朝队伍扫了一圈 叹了一口气道 真是一群问题少年 你 叫叶臣是吧 陆大勇看向叶臣道 我看你算是这里最正常的一个了 就由你来当队长吧 凭什么 其他人没有说话 暴力女不愿意了 不懈地上下打亮了叶臣一眼 道 队长不是应该由最有实力的人来当吗 凭什么让这个若姬来当队长 我不服啊 不服的话 我们可以来比一比 叶臣看向对方 她也想知道 自己这些队友都是什么实力 好啊 只要你能躲过老娘三拳 老娘就认你这个队长 说着 暴力女怒吼一声 又全静是陡然燃起熊熊烈火 静止便是朝着叶臣轰击而去 叶臣哥小心 在沉雪的惊呼声中 火焰拳风结结实实地打在了叶臣身上 但却仅仅只是让叶臣身体微微晃动了一下 你没吃饭吗 叶臣居高临下 看着暴力女的眼睛 淡淡问道 啊 暴力女再次怒吼 又是一记火拳轰击在叶臣脸上 只听叶臣的声音从拳头下传出 速度还行 但力量还差点 哼 暴力女额头轻轻抱起 满腰一拧 身体在原地迅速转了360度 一记势大力尘的摆拳 轰击在了叶臣的太阳穴上 叶臣歪着脖子 微微点头道 这次力量倒是马马虎虎 但还是不够 暴力女终于色变 问道 你 你也是前排肉盾 不 我是后排输出 叶臣笑道 作为一名射手 有一点点防御力 也是很合理的吧 第93章 天造地射 你是后排输出 暴力女瞪大眼睛 难以置信地道 怎么比我这个肉盾防御还高 就连一旁的念尸男 都朝叶臣投来了好奇的目光 陆大勇则是在旁无奈叹气 男男道 没想到这小子 才是最怪异的那一个 旋即看向众人道 距离神迹开启 还有半个多月的时间 你们就在这个场地 好好磨合练习 对了 你们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彼此熟悉一下 叶臣 位置后排输出 职业射手 来自春城武大 陈雪 位置后排辅助 职业法师 来自京师武大 陈雪说完 暴力女开口道 万力 位置前排肉盾 职业全师 来自川宇武大 但我想成为输出 我老是非让我转肉盾 李牧 位置前排输出 职业剑师 来自闪干武大 念尸男介绍完 众人便是看向 最后那个抱着兔子的小女孩 见众人齐刷刷地看来 那小女孩怯怯地道 齐明月 位置后排输出 职业照 召唤师 来自魔独武大 叶臣文言 这个女孩更加好奇 作为整个大厦前三的 顶级武大 能从里面杀出 就已经证明 他实力的恐怖 而且这个小女孩 竟然还是 极为稀少的召唤师 只是看她的样子 感觉一个同龄普通男孩 都能欺负她一下 不知道她到底 有什么强大的能力 这时 陆大勇看向众人道 你们现在都彼此认识了吧 那就开始训练吧 还有什么问题吗 叶臣举手 说 陆大勇无奈 这小子的确不是个省油的灯 不知道杨成武大 有没有秘境 我想去那里训练 陆大勇文言 皱眉道 你去秘境做什么 难道这座场馆 还不够大吗 叶臣摇了摇头道 我们这次进入神迹是实战 所以 自然要先提升实战能力 在这个场馆没有敌人 根本提升不了实战能力 而魔窟比较危险 秘境自然是最佳地点 陆大勇想了想 感觉叶臣说的 也有几分道理 当即点头道 你的要求 我会向杨成武大校长提 让他早日 将秘境开放给你们练习 还有别的事吗 叶臣再次举手 陆大勇妈了 有气无力地道 还有什么事 能不能给我们每个人 发一枚空间大一点的那剑 这样我们 也要在神迹中 带更多宝物回来 陆大勇指着叶臣手上的 两枚那剑道 你手上都带两枚了 还不够你用的 叶臣摸了摸自己手上的那剑 这第二枚是他临行前 胡万里奖励给他的 里面的空间 足足比第一枚那剑 大了五倍不止 不过他还是道 这两枚那剑哪构 空间实在太小了 根本装不了多少东西 叶臣 你们要去的地方是神界 不是仓库 你以为你是去进货的吗 陆大勇太阳穴突突地跳 显然是被气得不轻 可叶臣却道 陆大人 我们好不容易一趟神界 总得满载而归吧 如果进去以后 因为空间不够 拿不了太多宝物 那岂不是太亏了 叶臣说完 陈雪附和道 我赞同叶臣哥的看法 有备无患吗 陆大勇见陈雪都这么说 不禁叹了口气 点头道 好吧 这件事 我会尽快去办 在你们进入神界之前 把高级那剑 交到你们手上 说到这里 他扫尸向众人 最后停留在叶臣的脸上 本官答应了你们的条件 但你们 要是从神界出来的时候 那剑还是空空如也 那本官绝不会轻饶了你 说完 那矮胖的身躯 化成一团水雾 直接消失在了众人视线之中 等陆大勇走后 万力继续回到假山前 开始不断地出拳训练 而李牧 则是继续摇头晃脑地 朗诵起了诗词 齐明月的小兔子 又从她的怀里蹦出 朝着外面的草地 蹦蹦跳跳地去了 小柔 等等我啊 齐明月在她身后喊着 也跑了出去 最后 就只剩下的叶臣和陈雪 叶臣哥 我们出去走走吧 陈雪��腆得到 也好 反正刚来到这里 四处转转熟悉下环境也是不错 而且 也有好几个月没见到陈雪 老有重逢 自然有说不完的话 叶臣和陈雪 走在杨成武大校内的马路上 过往的学生 都要朝他们这边看上几眼 纷纷议论着 这对俊男靓女到底是谁 之前怎么没见过 尤其是陈雪 她本就肤白貌美 加上一身高贵典雅 不惹仙臣的法师袍 宛如女神将士一般 陈雪抬手收拢了下 被风吹乱的发丝 然后小手在下落的过程中 停顿了片刻 然后好似鼓足了勇气 将小手慢慢伸过叶臣臂弯 搭在了她的手臂上 叶臣一愣 看向轻轻贴在自己手臂上的 绝美女孩 只见她伸埋着禽手 吹弹可破的脸蛋 宛如一颗红苹果 叶臣笑了笑 没有抗拒和抽离 任由这个娇羞的女孩 拉着自己 这一刻 周围不少男生 仿佛都发出了心碎的声音 而就在此时 从对面走来了一行 浑身带着煞气的五人组 这几人普遍身材不高 螺圈腿 走路大摇大摆 游戏 花姑娘低咬 此时 这支队伍的四个男人看到沉雪 眼神中瞬间涌起贪婪和欲望之光 叶臣闻言 不禁皱了皱眉头 这别角的大下雨 让她听得很不舒服 不过她并不打算节外生枝 不想破坏此时的美好氛围 然而 天不遂人怨 为首的那名矮兽男子 却是直接挡在了叶臣面前 叶臣准备绕路过去 却又被另外两个同伙阻拦 挡我路 叶臣停下脚步 眉头微皱地 看向眼前几人 只听为首那个青年道 本人熊平健太 来是大霓虹帝国来访大厦的高贵忍者 不知可否认识一下 这位美丽的小姐 第94章 必须道歉 熊平健太 直接将叶臣无视 眼神直勾勾地看向沉雪 我不想认识你 沉雪看向叶臣道 叶臣哥 我们走 说着 便是拉着叶臣躲开熊平健太 然而 却被旁边另一个霓虹忍者 伸手拦住去路 他冷笑道 我们霓虹忍者远道而来 这位美丽的小姐 不陪我们喝上几杯 难道这就是你们大厦的待客之道吗 你在这逼逼你马呢 说话之间 叶臣抽出龙牙刀 自下而上闪电般挥出 拦在前方的手臂 顷刻截断 血流飞溅 那名霓虹忍者 顿时传出杀猪般的惨叫之音 巴嘎 其余四名霓虹忍者 顿时色变 手掌结印就要出手 叶臣挡在沉雪前面 看向四人仿佛看着死具尸体 森冷的声音 从叶臣口中传出 谁冻谁死 周围顿时聚集起了 不少路过的五大学生 在简单地跟旁边知情人 了解完前因后果以后 纷纷对着霓虹忍者破口大骂 狗逼霓虹杂种 竟敢在大厦领土上撒野 你们是活腻了吧 草你妈 在座的都是你们霓虹的老子 你敢对你爹不尽 一群不要脸的狗东西 喝污水喝多了 把脑子喝没了是吧 今天再敢动一下试试 老子把你们剁成肉泥 而就在群情激愤之时 一道黑色的火焰凭空出现 温度之高 竟是让空间都发生了扭曲 那黑火刚一出现 仿佛有生命一般 朝着夜沉猛扑过去 然而就在此时 有无尽的水浪 从半空中激荡而下 结结实实地 与那团黑炎撞击在一起 水火交击 顿时爆发出猛烈的爆炸 让得众人立刻飞退 树西后 水雾和黑炎尽数消散 在霓虹忍者面前出现一道人影 他身穿和服 头戴一顶斗笠的红色帽子 帽子上还印刻着一个炎字 而在此时出现后 半空中落下一大团水流 水流凝聚 出现了陆大勇的模样 那名头戴炎帽的中年男子 眼神凶利 看向陆大勇沉声道 陆大人 贵国之前答应过 会保证参赛小队的安全 难道你们要食言不成 我们当然会保证大家的安全 但是 陆大勇直视对方 冷冷道 这是建立在 你们守规矩不作乱的前提下 若是有作奸犯科者 那自然要按照我大下的制度办 我们这名忍者 又犯了大下的哪一条规矩 就被你们这位少年 砍断了手臂 陆大勇文言呵呵一笑 眼影先生 我不信你刚才没看见 到底发生了什么 调戏我大下女子 就该受到惩罚 很好 眼影微微点头 应是向夜晨 看你的身手 应该也是这次进入神迹的 舞者之一吧 等进入神迹后 我霓虹忍者 在领教阁下的高招 熊平坚太恶狠狠地看着夜晨 力声道 我记住你了 希望你不要在神迹中遇到我们 我倒是很希望 在神迹中遇到你 夜晨同样看着对方 玩味一笑 我们走 眼影挥了挥手 便是带着众人离去 他并不想忍气吞声 只是他能感受到 天空中有一道似有似无的目光 正死死地盯着自己 让他毛骨悚然 如果这预感是真的 那至少是一位大下酒品 他若是贸然出手 难保那位大下酒品 不会对自己出手 他必死无疑 所以 目前最好的办法 就是暂避锋芒 等进入神迹中 他的霓虹忍者们 才能大展身手 让对方知道 得罪他们霓虹的下场 而就在他们即将离开时 身后却再次传来夜晨的声音 慢着 眼影眉头微皱 待人停下脚步 却见夜晨正张攻搭剑 对着那名断臂忍者 我让你走了吗 眼影沉声问道 你什么意思 夜晨却死死地 盯着熊平剑太和那名断臂忍者 冷冷道 给陈雪道歉 熊平剑太力声道 你别太过分 刚才调戏陈雪的时候 你们怎么不觉得过分 夜晨沉声道 现在 立刻 道歉 如果我不能 那老子 就直接射爆你的头 此言一出 熊平剑太顿时愣住了 他从夜晨的目光中 感受到对方所言非虚 如果自己不照做 对方的利剑 绝对会射过来 他连忙看向眼影 而眼影却看了眼 站在一旁不言不语的陆大勇 旋即咬了咬牙 给了熊平剑太一个眼色 熊平剑太 脸色阴晴不定 他堂堂大霓虹 年轻一代 最为杰出的人者 未来眼影的接班人 竟然要在大庭广众之下 给大厦人道歉 这简直比杀了 他还难受 不过 连眼影都发话了 他自然只能照做 对不起 斯米马赛 熊平剑太和断臂 忍者齐齐鞠躬 叶晨收回弓箭 淡淡道 你们的歉意并不够真诚 不过不用着急 我以后会慢慢教你们 如何尊重大厦的 眼影看了一眼叶晨 然后又看向陆大勇道 陆大人 风水轮流转 神机并不是只有你大厦才有 我期待未来 你们来霓虹做客时 我们一定好胜招待 说完 便是带着一众 忍者走了 等你红众人离开后 陆大勇这才术落起叶晨 虽然你今天的做法 让我很欣赏 但你小子锋芒太盛 小心遭到报复 不要小瞧了任何对手 尤其是 这些霓虹的忍者 牙字必报 今天你惹了他们 今后他们必找机会报复你 叶晨笑道 我还担心他们不来呢 而且 就算他们不来 他也会去 给这些小日子过得不错的霓虹人 献上一份爆炸大礼包 接着 他看了看自己手中一枚 带血的那件 这是刚才 他从那名霓虹忍者的残肢上取下的 小巴嘎的东西 那必须笑哪 叶晨意念一动 监测到 里面空间并不大 存放的 都是些杂七杂八的破烂东西 一看就是个穷鬼 里面存放最多的 就是诸如清热天堂 一幕到 素人写真集 桃色俱乐部等等杂志DVD 夜晨皱了皱眉 准备闲暇时 批判的观看一下 然后他从这堆东西里 翻出一本忍术秘籍 分身术 这大概是霓虹忍者 最为普遍和常用的人术了 基本是个忍者 都会 叮 是否学习分身术 是 那本秘籍 顿时化为金光 涌入夜晨体内 分身术LV1 可使用小部分灵力 创造出一具幻象分身 持续60秒 第95章 听清楚了 夜晨直接用11颗灵石 给分身术 提升了两级 分身术LV3 可使用小部分灵力 创造出四具幻象分身 持续180秒 学了这个技能 他就又多了一种 迷惑敌人的手段 而且自己的系统 还有进化功能 不知道这个技能 升级到5级以后 能不能进化到 类似于影分身的状态 也就是将分身实体化 拥有了攻击能力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自己 可就赚大了 到时候 分出几百个自己 同时射箭 一轮骑射 就是剑如雨下 只是那样的话 需要准备 相当多的语剑 不过这也仅仅只是 自己的一个构想 以后再说吧 经过这么一段插曲 夜晨也没兴致 跟陈雪继续闲逛 跟陈雪吃了一顿饭后 便直接回到了宿舍 阳城武大 很是大气 为他们准备了五套别墅 夜晨回去之后 便是一口气吃下了 三猪翡翠磨腾 现如今 他踏入无品以后 吃这种无品灵草 跟搅野菜 也没什么区别 这种事情 若是让别人知道 估计又要引起轩然大波 一般舞者 若是敢这么吃灵草 早就已经爆体亡了 而夜晨吃下去以后 现在只是感觉身体微微发热 旋即他脱掉了上衣 进入训练室 开始活动起来 也不知过了多久 直到陈雪 来敲门喊他去吃晚饭 夜晨这才从修炼状态中 脱离出来 他现在的身材 早已经不再像几个月前那样 如细狗一般 肌肉线条 清晰可见 浑身都充满了爆炸性的力量 比电视上的那些男明星身材 不知道好了多少 刚刚训练完毕 夜晨浑身都散发着热气 索性也就不穿衣服 直接去打开了房门 陈雪见到夜晨那完美的 如同艺术品般的身材 美欲无瑕的翘脸上 疼得又火红如潮 旋即用细弱文音的声音道 夜晨哥 该吃饭了 刻苦修炼 也不能忘记补充能量呀 嗯好 你既然稍等我一下 我浑身是汗 先洗个澡 说着 让陈雪坐在沙发上 看看书玩玩游戏 自己则是进入了浴室之中 等夜晨洗完澡出来后 发现门口 已经放着一套干净的新衣服 而且那些 自己脱下来的脏衣服 不见了踪影 不用猜 一定是陈雪干的 等她走到外面 却发现 陈雪竟是 亲手帮她洗着衣服 小雪 不用手洗的 我用洗衣机 就搞定了 陈雪 一边用白嫩的小手 搓着衣服 一边道 用洗衣机 洗不干净 而且容易损伤衣料 还是用手好些 那种姿态 宛如一个刚过门的小媳妇 如果让京师的那些 富家大少知道 名动京师的陈家千金 竟是帮一个男人 亲手洗衣服 不知道 又要咬碎多少颗牙齿了 等陈雪帮叶晨洗完衣服 又晾晒妥当后 两人这才出门 现如今 叶晨的饭量很大 所以两人 点了很多东西 吃完后 陈雪 主动结账 叶晨也没拦着 毕竟这点钱 对于陈雪来说不算什么 不过这让旁边 同一时间结账的 三个哥们羡慕坏了 纷纷朝叶晨投来 大哥牛逼的眼神 他们跟妹子约会 每次都是自己掏钱 而且妹子 还一副理所应当对的样子 你看人家这女朋友 不仅长得美若天仙 甚至还主动买单 同样是男人 怎么差距就这么大呢 吃完饭回到学校 叶晨正带着陈雪饭后 消失散步 却看到前面 出现一道熟悉的人影 正是齐明月 只见她沿着草地 不断走动 眼神焦急地寻找着什么 陈雪无奈道 这个妹妹 每天不是在寻找小龙 就是在寻找小龙的路上 叶晨文言一笑 道 看她那么着急 我们帮她一起找吧 三人合力 很快便是在一处 茂密的草丛中 发现了正啃食草叶的小龙 齐明月连忙将她抱起 娃娃脸上 终于露出了开心的神色 然后对叶晨和陈雪道 谢谢你们 不然我自己又要找好酒 小龙实在太调皮了 稍不留神 就会走丢 你这个小兔子 走丢这么多次 没被其他人 捡了去烤了吃掉 也是幸运 说着 她还恶趣味地小声道 你要小心万力 他们西南行省 可愿意吃兔头 没准她哪天嘴馋 把小龙给吃了 然而齐明月却道 小龙是很厉害的 万力解吃不掉她 哦 叶晨文言 再次好奇地看向女孩 怀里的小兔子 红红的眼睛 雪白的皮毛 倒是没感觉有什么特别 这个时候 万力和李牧朝他们这边走来 边走 万力还抱怨道 好饿 训练完真的太饿了 咦 你们也在啊 明月的小龙 找到了 说着 她还想伸手去摸一摸小龙 结果却被齐明月 扭身躲过 我就看一哈马 真小气 看到这一幕 叶晨与陈雪不禁对视一眼 玩耳一笑 虽然齐明月嘴上这么说 心里还是起了界点 而就在这时 他们五人同时收到了 陆大勇的传音 我已经和校长打了招呼 他会让人明天早上开启秘境 你们可以去那里训练 叶晨文言 顿时兴奋起来 这样一来 自己又可以继续积累力量了 陆大勇又道 阳城五大的秘境十分凶险 里面的高级魔物 要比其他五大的秘境数量更多 所以你们一定要加倍加小心 五个人一定要集体行动 不要裸单分开 听清楚了吗 听清楚了 叶晨五人齐声回答 第二天一大早 叶晨便是带着其余四位队友 踏入了秘境 这里是一片热带雨林 刚进入秘境 小龙便从齐明月的怀里跳出 蹦蹦跳跳地朝秘林钻去 小龙你去啊 别跑呀 齐明月在身后追了过去 很快就消失在了众人视野中 而万利则是看到远处树上 攀爬着一头大星星 不禁兴奋地大叫道 这铁憨憨 有点壮哈 我去会会他 紧接着 便是听见树林间 传来猛烈的打斗声 声音游近到远 很快就听不见了 而后 李牧生吸了一口气 一边朝另外一个方向走 一边抒情地道 白日放歌须纵酒 青春做伴好还乡 几乎只是眨眼的功夫 小队五人已经消失了三个 此时夜晨心中只有一个字 曹 第九十六章 问题少年 正如陆大勇所言 这的确是一群问题少年 把老师的话当放屁 你们是怎么做到的呀 不过夜晨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毕竟这些人都是行省内 最为出类拔萃的年轻舞者 若是没点自保能力 肯定是不可能的 既然他们愿意放任自由 那就随他们去好了 夜晨指了一个方向道 我们去那边 好的 夜晨哥 陈雪乖巧点头 也不知道 是前面那三人 惊扰了秘境中的魔物 还是说 这个秘境的魔物 本来就洗手 夜晨带着陈雪走了好一会 也没发现几只魔物 小雪 我们再深入一些 嗯 全听夜晨歌的 旋即 两人便是消失在了 茂密的雨林之中 而在另外一个方向 万力追踪着 那头大猩猩 来到了一处空旷地带 在这里 他发现 周围全都是大猩猩 原来竟是被勾引到了大猩猩的聚集地 其中有好几只大猩猩 站起来 高达两米开外 对着万力咆哮 露出了锋利的獠牙 紧接着 他们不断靠近 将万力包围在了核心内 老子数到三 不滚就死 见大猩猩 越来越近 万力怒吼一声 眼中战意燃烧 身形矫健的 朝最近的一头大猩猩 爆射而出 一记火拳 便是轰击在了 那头大猩猩的脸上 动 一拳竟是直接将那头大猩猩 左脸轰得变形 獠牙都碎了半根 其余大猩猩健壮 抬起巨大的手掌 便是朝万力身上拍来 砰砰砰 大猩猩的手掌遮天蔽日 不断地轰击在万力所在的位置 甚至将那个位置的土地 都拍得深陷下去 好一阵后 大猩猩们才停止攻击 然而却是发现 万力竟是举起手肘 用那两面圆盾 抵挡住了所有攻击 即便它此刻深陷泥土 却依然保持着野性的微笑 那微笑 在周围大猩猩的眼中 却是毛骨悚然 万力再度怒吼一声 身体直接拔地而起 又是一拳轰飞了一头大猩猩 其余的大猩猩 终于是四散奔逃 这些金刚大猩猩 身为六品顶级魔物 又是群聚在一起 甚至连七品魔物 都敢对峙一二 但在万力的面前 却是直接吓得落荒而逃 别跑 可万力却觉得 还不够过瘾 再次朝着大猩猩们追去 一边欣赏着四周的景致 一边口若悬河 滔滔不绝地念出一首首诗词 他不像万力 沿途上的魔物 他就当看不见 只要对方不来袭击他 那他就把这些魔物 也当作风景的一部分 此时此刻 他就好像是一名 真正的古代诗人 游山玩水 纵情享受沿途的美好时光 根本没有一点无褶的样子 然而 就在他路过一条长长的河流时 河水中的缓缓地露出几个 如枯木般的头颅 一双双小而犀利的兽童 死死地盯着此时的李牧 那正是六瓶顶级水生魔物 铁甲鳄 这种魔物的咬合力相当地惊人 七瓶之下的舞者 只要被其咬到 也只有筋骨碎裂的下场 不过 李牧似乎根本没发现 这些鳄鱼一般 依旧我行我素地 摇头晃脑朗诵诗词 就在他即将脱鞋 准备从前滩走过时 水中的铁甲鳄 终于是朝他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直下 三千尺 铁甲鳄的速度很快 然而李牧的动作看似缓慢 却是比前者还要快上一线 手中不知何时 多出了一柄藏青色的宝剑 一试银河落九天 李牧身形飘逸得高高跃起 直接让一群铁甲鳄的攻击落空 旋即在半空中倒旋身体 一道道剑芒快若闪电般击事而出 熟悉之后 李牧再次落回地面 在铁甲鳄丛中 悠闲地将鞋子袜子脱下 一边继续淫湿一边走过了小河 而在李牧离开许久以后 这片空间才响起了一道道重物落地的声音 那些原本一动不动的铁甲鳄们 顿时分裂成了无数碎块 摔落到了河边 鲜红的血液瞬间染红河面 宛如冥界血河一般 小荣 小荣你在哪 齐明月胆怯地走在雨林之中 大眼睛四处张望 寻找着小荣的身影 她的眼睛里满是雾气 仿佛再不找到小荣 就会直接哭出来 不过 她的呼唤并没有换来小荣的现身 而是出现了一道道忧虑尖锐的铜光 齐明月深吸一口气 顿时吓了一跳 站在原地一动都不敢动 紧接着 一头即将踏入七品的飞云豹 从密林中低吼地缓缓走出 不断地朝起 明月挤压着空间 看着这头不断靠近自己的生猛魔物 齐明月吓得顿时嘚瑟起来 大眼睛里满是水雾 紧张地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飞云豹的口中 甚至已经分泌出大量唾液 滴落在脚下的地面上 吼 她终于是不再忍耐 怒吼一声 便是要朝齐明月扑去 齐明月紧闭双眼 大喊道 小荣救命 也就在她刚刚喊完的刹那 那头飞云豹 叙事待发的姿势 瞬间凝固 一种难以名状的恐惧 出现在她的兽童之中 一道巨大的黑影 笼罩在她的头顶 遮挡住了上方的所有光线 此时 在齐明月的身后 竟是趴着一头足有几十米 身长上百米的恐怖巨兔 那巨兔的一双瞳孔 宛如两轮血远 让飞云豹 连凝视的勇气都没有 飞云豹 把腿就跑 根本不敢有半颗的停留 不过 即便她的速度再快 也是抬不过被锋利的兔牙 碾碎身体 咯吱咯吱地吞入腹中 吃掉飞云豹后 那头恐怖绝伦的巨大兔子 竟是凭空消失 再次变回 一头巴掌大小的小白兔 出现在齐明月的脚边 小柔 你跑哪去了 真是害得我好找呀 齐明月抱起小兔子 咯咯笑着 再次遭雨林深处跑去 第97章 大战骄莽 秘境深处 树木茂盛 河流环绕 如果不是有品级不低的魔物环绕 这里的确是个风景一人的所在 不过对于夜城来说 这里魔物的品级的确不低 但数量比这春城五大的秘境 要少多了 这种情况 也许是因为这座秘境中 存在着许多六品魔物 捕食其他低级魔物为生的缘故 所以低品魔物才没有多少 对于一般武者历练的确更佳 但对于夜城来说 倒是限制了力量的积累速度 不过也算是 聊胜于无了 不远处的一根树干上 盘踞着一条碗口粗细 长达十几米的巨蟒 看到夜城到来 张开了血盆大口 夜城毫不迟疑 张弓搭建暴射而去 巨蟒直接暴头与命 丁 使用乾坤一击击杀六品魔物 永久获得力量加八 陈雪随手为夜城师 加了一个水疗术 然后感叹道 夜城哥真是厉害 竟然连六品吞雷猛 都能直接秒杀 据说这种六品魔物的头颅 防御极高 就连七品强者都伤不了 你现在的伤害 竟然比七品无者还要强了吗 小丫头 你知道的太多了 夜城阴侧侧地看着陈雪 小心我杀人灭口 陈雪故作惊慌地道 夜城哥好可怕呢 不过这里四下无人 小雪无依无靠 还不是被你为所欲为 夜城彻底无语 本想跟陈雪开个玩笑 没想到却被对方调戏了 这个小妮子 在单独面对自己的时候 越发地调皮和大胆了 若是换作旁人 在现在这种环境下 身边还有陈雪这样的大美人 这个美人还暗示挑逗 当真会激发起原始欲望 这要是换个时间和环境 没准夜城真的会把持不住 只是现在神迹即将开启 夜城满脑袋 想的都是提升力量 而秘境也是有实现的 它需要抓紧时间 不能浪费 想到这 夜城带着陈雪 又是再度朝着 秘境深处走去 这里的灌木树丛 更加茂盛 有些地方 甚至只能一人通过 陈雪见状 再次施展出 水摇针 用一根水流 做成的彩带 绑在夜城身上 自己则轻飘飘地飞了起来 夜城发现 越往里走 蟒蛇魔物的数量 也就越多 这倒是让夜城很是欣喜 反正有陈雪这个充电宝加持着 夜城 真是想射 多少就射多少 一点都不会觉得累 然而 就在夜城 已经不知将多少头蟒蛇 一击毙命后 从远方的树干上 顿时传来了一道恐怖的嘶吼 威力之强 甚至将周围不少树木吹断 不亚于一场 强烈风暴 夜城目光看去 远处树棺上方 竟是盘踞着 一头浑身带有五种颜色花纹的 超级巨蟒 它的身子 足有大型卡车 轮毂粗细 长达数十米 连接着五六颗巨大树木 尤其是它那巨大的额头上 皮下有着一个凸起 仿佛是即将破开皮肤的龙脚 大有要莽化蛟龙的意思 夜城哥小心 是七品魔物 五彩吞雷蟒 陈雪脸色凝重的道 而且这头五彩吞雷蟒的境界不低 甚至有要进化成 八品吞雷胶的迹象 夜城听了 顿时眼光放亮 问道 小雪 那这头五彩吞雷蟒 我们可是 一定要带回去啊 陈雪文言一阵错愕 一般来说 遇到这种顶级魔物 不应该是想怎么逃走的吗 想到这里 陈雪笑道 夜城哥 我想他并不打算 被你带回去啊 那咱们 就只好给他宰了 再带回去 这家伙的身上 应该浑身是宝 咱们把他带回去 就发达了吧 可他都快要晋升 八品了呀 那不更好吗 在陈雪与色之间 夜城已经一箭射出 轰隆一声 箭矢恐怖的力量 直接将五彩吞雷蟒 打得上身一晃 虽然没造成 什么实质性的伤害 但却让他陷入 彻底的狂暴 他万万没想到 眼前这个小小的人类 竟然胆敢在 太岁头上冻土 当即怒吼一声 头顶凝聚出 恐怖的电弧 一道电光 瞬间朝着机势而出 所过之处 周围树木 瞬间便是 被烧焦融化 夜城哥小心 陈雪惊慌大叫 这种强悍魔物的暴怒一击 哪怕是人类七品强者 被击中 都只有当场鼓猎而亡的下场 伴随着陈雪的呼喊 五彩吞雷蟒的电光 接接实实地 砸在了夜城的身上 强大的冲击力 直接让夜城倒飞了出去 甚至撞断了十几棵树木 这才彻底地缓下身形 夜城哥 陈雪连忙将自己的力量 通过水丝带传导人 夜城体内 然而 通过丝带相连 他惊奇地发现 夜城虽然表面 看起来十分狼狈 身上的衣服都被烧焦 浑身有黑一片 但体内的生机 却依然蓬勃 仿佛刚才承受 七品巅峰魔物五彩 吞雷蟒一击的不是踏实的 这长宠 倒是有几分力气 在陈雪错愕之间 夜城却是跟没事人一样 再度站起 也唯有身上 那破烂和焦黑 能够证明 刚才的恐怖一击 并不是假象 陈雪难以置信地问道 夜城哥 没事 当然没事 这点区区伤害算什么 陈雪再次语塞 他发现自己对夜城了解的 还是太少了 可这实在是太反常理了 刚才那一下 哪怕是七品肉盾硬扛 也要承受不轻的伤害 然而夜城这个五品射手 竟然毫发无伤 简直匪夷所思 看来这次需要进战了 夜城说话之间 不退反进 竟是直接朝着 五彩吞雷蟒冲去 以他现在的修为和力量 乌铁弓已经不足以 支撑他力量的发挥了 如果他使用权力的话 乌铁弓避坏无疑 所以他这段时间 一直都是收着力量再射 根本不是他的权力一击 弄到一把更为强大的弓 已经是迫在眉睫的事情了 否则 就算自己拥有再强的力量 也无济于事 夜城师展出暗影及尺 迅速地接近五彩吞雷蟒 而后者也是没有想到 眼前这个渺小的人类 在承受自己愤怒一击后 还能活蹦乱跳 甚至还敢朝自己靠近 五彩吞雷蟒顿时 再度一声怒吼 巨大的身体猛地向前一窗 张开大口就要 将夜城直接吞入腹中 然而 就在夜城即将进入舌嘴之际 用尽全身力气一挥 从夜城腰间 画出一抹耀眼的白光 仿佛将空间 多画出了一道细小的裂痕 咔 下一刻 蟒蛇的上颚和下颚 竟是瞬间分离 迸发出了一片血污 第九十八章 小发一笔 巨大的蟒身 开始疯狂地摆动 无数的鲜血 宛如血雨般从半空中飘落而下 夜城见状 对陈雪道 小雪你退后 这家伙发疯了 放心夜城哥 我没事的 说话之间 连接在他跟夜城之间的水丝带 竟是直接拉长 陈雪瞬间便是 飞到了百米高空 远程帮助夜城恢复体力 看到这一幕 夜城也忽然意识到陈雪 能以辅助的身份 加入神迹小队 可不仅仅只是因为家族的关系 他本身的辅助能力 无庸置疑 假以时日 他若是能踏入高屏 没准会成为整个大厦的最强辅助 死 来不及多想 身受重创的五彩吞雷蟒 爆发出了强大的能量 整个周身都围绕了电弧 在身躯的扭动下 将周围的热带雨林 都尽数烧焦摧毁 远远望去 下方成片的土地 原本绿意盎然 此时却成为了一片焦黑 对于眼前的这个伤害到自己的人类 五彩吞雷蟒恨之入骨 几乎是用上了自己的所有手段 夜晨几乎是上下翻飞 宛如一个乒乓球般 被巨蟒轰来撞去 不过在折腾了一阵之后 五彩吞雷蟒似乎也发现 眼前这个渺小的人类 抗击打能力 简直变态 无论他如何攻击 对方始终都是生龙活虎 只要他的攻击停歇 对方就会展开反击 他此刻已经是遍体鳞伤 眼前人类手中的那把短刀 竟是能对他坚硬的表皮造成伤害 五彩吞雷蟒 终于是承受不住这种打击 竟是施展出了 身为蟒蛇的看家本领 缠绕 他直接用巨大的身躯 将夜晨一圈圈地裹住 并且不断地收紧 用力再收紧 这种原始的攻击方式 甚至能发挥出 几十上百倍的力量 别说是人类八品 就算是以肉身血脉 著称的八品魔物 在他的缠绕之下 骨头都能被挤压粉碎 咔 咔 咔 五彩吞雷蟒 封了一般的用力缠绕 整个巨大的蛇身都盘踞成一团 然而 当他发力缠绕到某个灵界点时 整个身躯顿时一阵 旋即便是一阵哀嚎 汹涌的血液 从蟒蛇的体表流出 染透了整片土地 蛇身松开 却是发现他的身体上 有着一条触目惊心的伤口 而被他缠绕了多时的那个人类 此刻竟然依旧完好无损地站在那里 手中拿着一柄带血的短刀 一步步地朝他走来 看到这一幕 五彩吞雷蟒的蛇童中 终于是露出了恐慌之色 不断嘶吼着朝远处爬去 想要远离眼前这个怪物 然而 叶辰却是再次开启暗影急迟 直接跃到了他的头颅之上 死死地抓住他的肉脚 然后用利刃不断地刺入他的大脑 死死死 巨蟒不断翻滚咆哮 但却依然没能逃过 被烘碎脑壳的命运 一时之间 红的白的 不断从五彩吞雷蟒 那巨大的头颅中流出 而五彩吞雷蟒的行动 也越发缓慢艰难 最终不动 感受到下方巨蟒彻底死了 叶辰这才大口大口地 喘起粗气 为了杀这头巨蟒 可花费了他不少气力 如果没有沉学辅助的话 没准真的会让这头巨蟒跑掉 毕竟身为一头 即将踏入八平的准蛟龙 生命力那是相当的顽强 甚至自己手上 这把由龙牙打造而成的短刀 都已经有点卷刃了 不过好在这头巨蟒 被自己拿下了 这一下可是赚大了 这头巨蟒 全身可都是宝贝 这可是 一头即将化胶的巨蟒 它的皮能做成防御灵器 蛇骨合金能做成武器 蛇血也是大补 而且 叶辰从它头颅中 流出的红白之物中 竟是发现了一枚 散发着紫色雷光的宝石 这应该就是内丹吧 传说高品魔物 有一定概率 能凝聚出内丹 那是比魔盒 还要稀有百倍的宝贝 无论是当高级丹药的药影子 还是打造成高级法杖的核心 都是极品中的极品 此时 陈雪也从半空中飘落下来 看到叶辰手中拿着的那枚内丹 不禁面色微变 叶辰哥 你竟然真把这头准胶给杀了 竟然还收获了一枚准八品内丹 这枚内丹若是被人知道 恐怕大厦的八品大佬们 都要来疯狂求单了 叶辰笑道 我才不给他们 还是留给小雪 你做法杖用吧 陈雪连忙摆手道 叶辰哥这个实在太贵重了 小雪承受不起 你还是自己留着用吧 什么承受不承受的 我打出来的内丹 当然想送谁送谁 何况击杀这个准八品魔物 也有你的功劳 我怎能独吞 陈雪文言 美眸中闪动着星光 神情道 小雪不要回报 只要叶辰哥开心 我就很开心了 但叶辰却蛮横地将那内丹 送到陈雪的小手中 笑道 只要小雪开心 我就开心 握着那枚内丹 陈雪感动得无以复加 这可比那些庸俗的钻石珠宝 要好无数倍 两者之间根本就没有可比性 内丹可不单单有实际价值 而且还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比奢侈品还奢侈品 哥哥 陈雪终于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 直接扑到了叶辰怀中 美眸微闭 羞涩且勇敢地朝叶辰稳了上去 美人在怀 叶辰也是异动 情不自禁地回应着 而就在两人渐入家境 陈雪交喘吁吁的时候 这道传音却落入两人耳中 时间已到 大家速速回归 叶辰心中暗骂 这个王八蛋陆大勇 早不喊晚不喊 偏偏这个时候喊 等老子从神迹归来实力大涨之后 一定要给你点小鞋穿穿 不过骂归骂 叶辰也知道不能耽搁 对怀里的陈雪道 小雪 我们先回去吧 来日方长 嗯 陈雪乖巧地点点头 脸蛋红红地整理了下自己凌乱的衣服 这才跟着叶辰一起朝原路而去 半个多小时候 万力 齐明月 李牧三人都回到了传送门处 万力不满得道 叶辰和陈雪怎么还没回来 不会是太过深入遇到高级魔物被杀了吧 万力 不要瞎说 陆大勇瞪了对方一眼 在进入秘境之前 他给每个人都发了一道遇检 若是感受到生死危机 就捏碎遇检 他会立刻感到救援 在这座秘境中 除非他们遇到八品魔物 否则应该都来得及传递消息 而就在众人焦急等待之际 密林深处忽然传来一阵 强烈的摩擦地面声音 所过之处 有不少树木都被刮到 这声音游远极尽 似乎相当的庞大 注意 可能有敌情 就在陆大勇等人 准备出手之际 密林中走出浑身焦黑的夜晨 而在他肩上 还扛着一条粗壮的尾巴 随着他的拖动 他扛着的那头魔物 形态也逐渐地显现出来 看得所有人顿时目瞪口呆 就连陆大勇都吃了一惊 我的天 这是那头雷焦吗 第99章 阿美丽卡 之前陆大勇听杨成武大校长提起过 在这座秘境的深处 存在着一头即将化胶的准八品 魔物五彩吞雷芒 而在夜晨这些小家伙 进入秘境之前 他就叮嘱五个人要在一起 不要分开行动 这样即便遇到危险 凭着他们五人的实力和配合 也能应付一阵 等待他的救援 可没想到 他还是低估了 这些家伙的随意性 竟然都是单独行动 没有一个省心的 但更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夜晨竟然将那头骄猛给打死了 他不理解 但大受震撼 那可是即将踏入八品的恐怖魔物 纵观整个大厦 也唯有他们这些站在巅峰的强者 才有实力将其击杀 而就是这样一头顶级魔物 如今却惨死在一名大义心生的手中 这简直就是匪夷所思 一旁的万利等人 也满脸惊寒 他们几个在行省内 都可以称得上是七品之下 最强武者 被誉为是恐怖妖孽的存在 可如今跟夜晨一比 似乎有点小巫见大巫了 即便他们三人合力 估计也只能做到 从这头骄猛的身边勉强脱身 甚至他们的攻击 都不一定能破得了 这头骄猛的防御 齐明月看向怀中 警惕异常的小荣 仿佛感受到了强敌一般 轻声道 我以前从没见小荣这么紧张过 万利和李牧文言 不禁对视一眼 他们对小荣 可是有着一定的了解 单论战力的话 单挑 谁也不是小荣的对手 可现在小荣 在看到那头骄猛尸体 都十分警惕 甚至有一丝 畏惧之感 可见这头骄猛生前 是有多么强悍 不愧是队长 我服了 万利十分真诚地道 我也服了 李牧也收起诗词 一脸严肃地道 一旁的齐明月 也连连点头 她还是第一次遇见 比她还强悍的同龄人 陆大勇见状 哈哈大笑道 看来我们大厦 真是未来可期啊 现如今的大厦 面临着来自 敌对国家 和魔窟等多重压力 加上人才轻狂不接 老一辈强者 逐渐凋零 大厦急需年轻一代中 出现一位钢顶人物 现在看来 叶辰便有这方面的趋势 他决定回去之后 就立刻向兵部尚书 推荐叶辰 为以重任 想到这里 陆大勇道 秘境的开启时间 马上就要结束了 我们先出去再说 叶辰点了点头 扛着娇芒的尾巴 便是走入传送阵中 此时 已经有大批的外国队伍 抵达阳城五大 形形色色的人种 在五大内流动着 而这些队伍中 最为醒目的自然便是 阿美利卡代表队 他们队伍 是由两黑 两白 一黄种人组成 这五人身材魁梧 肌肉十分发达 甚至要称爆外衣 其中那个黑人女性 甚至比其余四名男队友的肌肉 还要夸张 是像两颗保龄球一般 而其中一名白人男子 却又十分阴柔 穿着女士抹胸 套着鱼网袜 穿着超短牛仔短裤 腰间还露出粉色内衬 他们一进入广场 便是成为了所有人的焦点 尤其是众人 从他们身上 感受到了强大的压迫感 感受到四周 那种敬畏的目光 阿美利卡代表队的 五人更加的嚣张和张扬 甚至朝着四面八方 做起了终止的手势 而就在此时 广场中央的传送阵 李牧 齐明月从中相继走出 阿美利卡小队几人 不禁讥笑道 哦 卖高的 你看看这些家伙 是多么瘦弱 看起来简直不堪一击 我们就是要跟这样的人竞争 天哪 我真怕自己控制不住 自己的力量 把他们全杀了 大夏一向古板顽固 根本不像我们这样自由 也只有自由的我们 才能创造出 更加强悍的武道 他们真的已经落伍了 哼 看来这次的神迹之争 毫无悬念是 我们赢定了 大夏拿什么 跟我们别 紧接着 他们便是看到叶晨 从传送门内 缓缓走出 他每向前一步 便是有更长的蟒身 被他拽出 渐渐地 原本喧闹的广场 逐渐安静下来 变得寂静无声 只有骄芒那庞大沉重的身躯 与地面摩擦的声音 回荡在偌大的广场之上 而当骄芒那长达数十米的身躯 完整地出现在广场之后 众人不禁奇奇惊呼 就连刚才极为嚣张的 阿美利卡代表队五人 都是眼珠子瞪得溜圆 一脸的难以置信 仿佛是看到了上帝 What the fuck 那个保龄球肌肉女 用手抱住了自己的光头 眼神中带着浓浓的不可置信 他旁边 涂着口红穿雨网袜的男子 用手捂着嘴道 Oh my god 我们就是要跟这些家伙战斗 哦 我想我妈咪了 我要回家 大下小队的实力也太强了 竟然能击杀一头七品 顶级魔物 这件事 我们一定要尽快通知 麦克瑟将军 说着 他们也没有兴致继续调侃旁人 很快便消失在了原地 叶辰 你打算怎么处理这头浇蟒 陆大勇来到叶辰身边 低声问道 叶辰文言 停下动作 看向对方道 你什么意思 他知道对方这么问 一定是有事要说 陆大勇也不藏着掖着 直接道 既然是你杀的浇蟒 那这头魔物的归属权自然归你 不过 你也可以选择 将这头浇蟒的某些部位 交给国家 不过 国家也不会白要你的 会给你零食 作为补偿 陆大勇继续解释道 若是你自己有渠道走黑市交易 赚取的零食会更多 但你交给国家的话 还会获得额外的功勋点 并且会提升 你在国家层面的好感度 对你未来的发展 很有好处 叶辰想了想 然后问道 这头浇蟒会 给我多少零食 陆大勇道 这要看浇蟒体内 能取出多少宝物了 一般来说 应该不会低于一千零食 如果要是在浇蟒体内 又发现内单这种 罕见极拼宝物 那又会额外加价 顿了顿 陆大勇又道 当然 你若是自己 将这头浇蟒拿到交易行 或者黑市中卖 收益应该会高出一半 到一倍之间 至于如何抉择 就看你自己了 叶辰文言点了点头 直接道 我选择上交国家 衡量再三 他还是觉得 这么做才是双赢的最佳决定 虽然 收益会减少一些 但自己在大下的声望 会提升不少 何况自己这次能进入神迹 也是借助了高层的力量 给一些回馈 也是很正常的 即便没有这些理由 只单单自己是大下子孙 这一条就足够了 没准这条交蟒 流入黑市之后 会被外国敌对势力买下 从而让对手提升实力 以后再来对付大下 那他宁可 把这交蟒烧了 不赚一颗零食 也绝不会让对手 得到哪怕一块零片 第100章 秘密合谋 阳城五大 阿美利卡代表队的下榻处 此时的客厅之内 坐满了来自霓虹 南棒 师婆 代鼠代表队的队员 以及他们的领队 此时的气氛 显然并不是那么热烈 甚至空气中 还弥漫着冰冷的气息 盟友们 我想你们也都看见了 大下代表队的实力 似乎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坐在中央 一名身穿上将军服的中年白人 表情严肃地对众人说道 当然 事态还在我们的可控范围内 我们阿美利卡代表队 拼尽全力的话 也能干掉一只七品魔物 不过 也许是我们多虑了 可能他们是在领队陆大勇 出手协助之下 才完成的击杀 他们这么做的目的 只是为了给我们 投放了一枚烟雾弹 让我们对大下的实力 心生忌惮 坐在一旁的师婆长老 开口道 麦克瑟将军有话直说 是让我们联手在神迹里 干掉大下代表队吗 哦 我亲爱的阿米尔长老 您何必明知顾问呢 麦克瑟冷笑道 在大下代表队展示过实力之后 难道你们师婆代表队 有把握在神迹中 独自干掉他们 阿米尔长老顿时沉默了 麦克瑟又看向众人道 今天看到大下代表队 从秘境中 拉出一条七品巨猛 给我的小鼻鼻们都吓傻了 我想 你们其他人 应该也是同样感受吧 既然如此 那我们只能联合起来 在神迹中 将大下代表队成员逐个击破 这样我们才能稳稳地拿到 大下神迹中的传承 他话音刚落 霓虹代表队的熊平剑 太面色争名道 如果我们五个队 每个队负责干掉一人的话 那一定要把大下代表队的 叶辰留给我们 之前他当众羞辱我们霓虹忍者 我要亲手把他双手双脚全部砍掉 然后再慢慢地折磨死他 麦克瑟点了点头 道 这个自然没问题我的朋友 那我们就负责对付 大下代表队的陈雪了 麦克瑟将军 你们阿美丽卡 未免有点太鸡贼了 阿米尔冷笑一声 让我们来帮忙 你们自己却挑了个辅助下手 难道是想保存实力 争夺神迹传承吗 阿米尔主教有所不知 这位大下代表队的辅助 背景可是相当恐怖 甚至他的家族 跟大下吏部尚书张云举 有着密切的关系 麦克瑟笑眯眯地看向前者道 只要你们师婆不担心被报复 我可以将陈雪的人头让给你 阿米尔顿时面色一变 当年他们大祭司 配合阿美丽卡挑衅大下 虽说后来通过灵丹妙药 以及九品的强大生命力 长出新的手臂 但张尚书的威名 却永远应刻在了 师婆强者的心里 现在再次听到张尚书之名 自然是胆战心惊 但他还是强装镇定道 我们师婆五蕴昌龙 强者如云 又怎么会惧怕大下舞者 不过 既然你们已经选了陈雪 那我们师婆拒杀其名月便是了 麦克瑟点了点头 然后看向代鼠国统帅 那我们就负责那个万里好了 代鼠国统帅刚说完 南邦总管道 那我们就负责剩下的那个礼物吧 很好 麦克瑟举起面前酒杯 看向众人道 那就预祝我们凯旋而归 有意天长地久 凯旋 合作愉快 就在阿美利卡等国 举行五方会谈的时候 叶琛已经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之中 虽然今天在秘境刷怪不是很多 但盛在所杀的魔物都比较高级 所以也累积了将近两万的力量 他看向系统面板 力量累计十万零一千四百四十三 看着力量已经突破十万大关 叶琛很是满意 现如今 即便不算自身气血所附加的力量 都已经能跟七品出断相媲美了 现在他的目标是在进入神技前 将修为提升到六品 这样一来 自己的总力量将达到接近二十万的水准 已经能够比肩七品中断强者了 若是再加上技能和龙牙刀 以及自己那稍微有点夸张的防御力 怕是连八品出断都能被自己耗死 想到这 叶琛很是舒爽 他很享受这种实力突飞猛进的感觉 而且相信不久之后 他就能有着比肩九品的力量 到那时 蓝星江再也没有人能对他构成威胁 叶琛抛开杂念 从那戒中再次取出了五株翡翠魔藤 直接吞入腹中 体内再次升起那熟悉的燥热 叶琛脱掉上衣 再度走入练功房 不知不觉间半个月悄然而过 在这段时间里 随着叶琛的刻苦修炼 在将翡翠魔藤全部消耗 一空的代价之下 终于是将自己的修为 提升到了六品层次 而他的气血 也已经突破到了一万大关 已经堪比一般的七品出断强者 这就是基础深厚的好处 当然 基础太深的结果 就是 修炼比一般人要缓慢 毕竟 气血比普通 五者要高出一大截 所需要的资源 自然也就更多 好在叶琛收获了不少机缘 加上那逆天的身体天赋 这才让他能这般快速地提升修为 而今天 也到了神迹开启的日子 他的心中满是期待 一方面是想看看 自己能在神迹中收获多少好处 另一方面 就是确认下那张 SSS神迹宝图残叶所指向的位置 到底是不是这座神迹 他打开房门 陈雪正俏立在外 清风拂面 吹动佳人发丝 更添一丝妩媚 陈雪见他凝视自己 不禁羞涩低头 含羞待怯地换到 夜晨歌 夜晨心情大好 一把拉住陈雪小手 走 可今天带你去寻宝 第101章 进入神迹 等夜晨和陈雪来到广场的时候 发现这里 已经聚集着上百支队伍 这些人都是不同肤色 不同装扮 来自世界不同国家的舞者 每个人的脸上 几乎都透露出激动之色 幻想着 他们能在接下来的神迹中 获得某种机缘 能够大幅地提升自己的战力 夜晨很轻易地 就找到了自己的小队 因为他们穿着以红色和金色 为主要色调的统一队服 陆大勇见人员到齐 直接从那戒中取出五件软甲 这软甲覆盖着密密麻麻的鳞片 倒是让夜晨感觉十分熟悉 陆大勇道 这是由那头胶蟒皮炼制而成的软甲 防御力很是不俗 你们每人穿一件吧 必要时也许会保住你们一命 几人点点头 直接将软甲穿在了自己的外套下面 夜晨却道 这个我就不穿了 没那个必要 倒也是 陆大勇点了点头 这头胶蟒就是夜晨所杀 而且还完好无损 也就是说 夜晨的防御能力比胶蟒软甲还高 能伤害到夜晨的攻击 即便穿了软甲也没用 不过陆大勇倒是没把软甲收回 反而是又拿出四件 还有十个玉瓶 道 这是国家额外奖励你的 一共五件软甲 外加十瓶胶蟒精血 你拿着吧 顿了顿 他又道 临时奖励还在筹备中 等你从神迹回来以后再给你 夜晨点点头 也没客气 在万力等人羡慕的目光中 将这些东西收入了自己那间 万力看着娇莽精血 眼睛都直了 娇声道 队长帅哥 能不能把精血送妖妹一瓶 我也想尝尝那是撒子味道 你可得了吧 李木笑道 那可是准八品魔物的精血 就连七品强者都要打破头的争抢 把你卖了 你都合不起 李木 你什么意思 是在嘲笑老子 万力顿时不乐意了 老子数到三 立刻向我道歉 对不起 李木立刻认怂 谁知道这个疯婆娘数到三以后 能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来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夜晨笑笑 便是将手中的精血 每人分了一瓶 李木当时就惊呆了 拿着玉瓶的手 都忍不住地颤抖 难以置信地问道 不是大哥 你还真的呀 有什么问题吗 夜晨看向前者 这这这 李木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准八品精血说送就送 这也太有气魄了 万力的脸上 也第一次露出了柔情 娇声细语地道 之前我心里还嘲笑 陈雪总黏着你 现在我才发现 是自己肤浅了 夜哥哥真是有男人魅力 让妖妹子 我都忍不住喜欢上了呢 这番话 让夜晨心里一阵发寒 说实话 万力长得的确没清目秀 肌肤白皙 是典型的串于美女 只是性子实在太凶了 天天跟你数到三谁受得了 他之所以将精血分出去一点 是因为想提升一些队友的实力 毕竟 只有涌现出更多的强者 大夏才能变得更加强大 况且他的那戒里 还有足足三大桶浇芒血 这是他在上浇之前 从浇芒身上搜集而来的 而对于夜晨的这一做法 陆大勇虽然看见了 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毕竟这浇芒是夜晨杀死的 他自然有权利选择如何支配 规矩若是那么死板的话 以后还有谁会愿意 把宝物上浇国家 当然 夜晨所留下的那些浇芒血 是没有经过提炼的 常人根本无法直接服用 这一点 陆大勇跟夜晨强调了许多次 不过夜晨却将这些话 当作了耳边风 因为夜晨赠送惊血的行为 小队内部的气氛 变得更加活络亲切起来 就在大家说说笑笑之际 十几辆大巴车缓缓驶来 广场顿时安静下来 众人有序地进入车内 而陆大勇则带着夜晨等人 走上一台高档SUV汽车 朝着神迹方向先行离去 我们竟然有专车座 真是巴士 万力半躺在柔软的座椅内 懒洋洋地道 陆大勇笑道 那还叫什么主场优势 说着 他表情变得严肃起来 看向众人道 另外 我还想跟你们说一些秘密情报 秘密情报 几人连忙作证 就连夜晨都在认真聆听 陆大勇道 这几天在那神迹的入口上方 偶尔会出现金屋虚影 这大概预示着 这座神迹的神明与金屋有关 万力 礼目面面相去 显然这种情报 对于他们来说意义不大 不过却让夜晨心中一跳 在神话传说中 金屋就是太阳的化身 而当年后裔设下了九只金屋 留下了一只 变成了现在的太阳 既然在那座神迹上方 发现了金屋的虚影 这此处是后裔神迹的概率 自然不小 陆大勇见夜晨若有所思 不由问道 夜晨 你有什么想法 我在想 这座神迹 是不是设下九日的后裔所留 陆大勇文言点点头 认真道 这很有可能 如果真是后裔神迹 那其中必然存在着高超的摄数传承 你可要加油了 夜晨微微点头 没有多说什么 居然陆大勇不说 他也会尽力而为 如果这真是后裔神迹 那拥有神级宝图残业的自己 必然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正思索间 汽车缓缓停下 夜晨走下车来 一眼便是看到 远处一片开阔的空地上 有着一座闪闪发光的法阵 而在法阵的正三角位置 依次盘坐着一位大下强者 悬浮于半空之中 从那无可匹敌的气势上来看 显然是大下的三位酒品 这还是夜晨第一次 见到传说中的酒品强者 这每一位 都是站在蓝星巅峰的存在 每一位都是大下的掌舵人 据说 大下一共有七位酒品 而单单在这里 便是看到了三位 为了开启这座神迹 竟是要用上大下 接近一半的力量 可见 神迹是有多么的强悍 伴随着世界各国队伍纷赶到 掌控阵法的三位酒品中 一位留着美然的长须老者开口道 时辰一道 起阵 伴随着他的声音 三人同时一指点出 瞬间将能量灌注到阵法之上 轰隆隆 顷客之间 地动山摇 不少人顿时大惊失色 连战都站立不稳 磅礴的能量 从阵法中不断散溢 宛如荷豹般 朝四面八方冲击而去 此时在场的所有人 都以小队为单位 使出浑身解数 才堪堪抵挡住了 这强烈的能量冲击 一些实力低下的小国队伍 直接便是被吹飞了出去 砸落到了数十米之外 原本远处矗立着的不少房屋 都直接被移为平地 好在在此之前 兵部早已派遣抗魔军 将方圆十里戒严封锁 疏散了附近的所有百姓 否则一定会有人员伤亡 而就在这等恐怖能量的散意之下 一座金色的石门 从地底拔地而起 石门之内 散发着火红色的光芒 一眼望不到尽头 玄机 那位美然老者再度开口 传送已开可维持三昼夜 七品之下准入 七品之上杀无赦 众人听闻此言 有大胆的队伍 率先朝着石门冲去 越来越多的小队 冲入石门 冲 叶辰低贺一声 同样带着四名队友 朝石门飞奔而去 第102章 后裔宫殿 而就在叶辰带着队友 进入石门的时候 身后阿美丽卡 霓虹 南棒 师婆 代鼠五国代表队 则是相互给了对方一个眼色 旋即便是跟随着 大下代表队 蜂拥而入 雄平剑太 死死凝视着叶辰的背影 脸上带着争鸣的笑意 叶辰桑 我等这一刻已经很久了 我一定要亲手斩掉你的头颅 并且带回霓虹 来作为我此番来大下的纪念 看着所有队员 都进入到石门之内 麦克瑟笑眯眯地对陆大勇道 陆士郎 你觉得 这次谁能获得最终的神迹传承 这还用问 自然是我大下 陆大勇淡淡回答 哦 看来陆士郎很自信 麦克瑟继续笑道 可若是实际结果并不是如此 而且大下代表队在神迹中全部覆灭 不知陆士郎和大下能否接受 陆大勇闻言 双目中爆发出一缕寒芒 你什么意思 陆士郎不要那么激动 在下也只是随便说说 麦克瑟的脸上一直挂着微笑 他自然不怕陆大勇 或者大下九品对他出手 毕竟在他们踏入之前 就在大下国境之外 驻守着各国的九品强者 倘若他们这里发生变故 那些九品一定会联合出手 进攻大下 这是大下承受不起的 这也是为什么 他们敢踏入大下的原因 玄机 麦克瑟又继续道 我当然希望我们的小宝宝们 都能平安归来 可传承之争 怎么可能没有死伤 想必陆士郎应该清楚的吧 他这番话的目的 就是在为屠杀大下 进入神迹的那五位天才做铺垫 如此一来 事后陆大勇和大下九品 也就没有理由发作了 麦克瑟将军 应该也有这种觉悟吧 陆大勇不打反问道 正如将军所言 争夺机缘无可避免会发生死伤 如果你们的五位天才 全部葬送在这里 相信将军和整个阿梅利卡 都不会因此怨恨大下吧 这是自然 麦克瑟自信微笑 不过我的小宝宝们 一个个都实力超群 能杀死他们的同级别武者 还没诞生 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 陆大勇目光微眯 看向神迹方向 刷 叶晨从石门进入之后 便是发现自己已然来到了 一处断壁残垣的所在 周围温度颇高 火浪侵袭 放眼望去 四周一片荒凉 偶尔有几片枯草 而在目光所及的位置 依稀可见一座古市破败宫殿 那种样式 与自己宝图上所描绘的一模一样 不仅如此 叶晨抬头看去 在天空之上 还盘旋着九只金屋 不停地发出难听的叫声 一双双金色的瞳孔 死死地盯着地面某处 仿佛是在搜寻着猎物 叶晨双拳一握 知道自己猜对了 可眼下他却与小队 其余四人全都走散了 不知道陈雪 万利 李牧 齐明月都在何方 想了一下 叶晨还是决定 朝着远处宫殿的方向前进 如果在外围寻找 简直如大海捞针 十分耽误时间 想来他们几个 也一定会被远处那座宫殿吸引 赶往那里 自己正好可以 与队友在那里会合 而就在叶晨向前 飞奔出几百米的距离后 忽然发现 左前方的地面上 似乎有什么东西 散发着光芒 叶晨走近一看 沙土之中 竟是有几块零食掩埋其中 他也是没有想到 这刚进神迹不久 就能有这些收获 虽然不是很多 但蚊子腿也是肉 不过 就在叶晨将这些零食挖出 放入内戒 准备继续赶路的时候 一个不知某个小国的 完整五人队伍 直接将其包围 从他们贪婪的表情中 叶晨自然明白 对方是看自己落单 打算杀人越祸 叶晨没有任何废话 抬手便是朝着 距离自己最近的一人砍去 扑呲一声 那名舞者 直接被叶晨自左胯 到右肩一分为二 丁 使用乾坤一击击杀六品敌人 永久获得力量加八 鲜血的喷剑 也让另外四人知道 眼前之人的实力 而且他们也没想到 叶晨只有一人 竟敢向他们五人 主动发起攻击 几里咕噜 也不知其中的人说了什么 四人瞬间掏出武器 朝着叶晨杀来 咚咚咚咚 四种兵任齐齐砍在叶晨身上 却是连他的表皮都没伤到 反倒是让叶晨反手一刀 直接带走了三人的性命 最后一人面色大变 直接朝着远处 狂奔而去 却被叶晨张弓搭剑 一箭射爆了头颅 短短数息之间 叶晨便是斩杀了五人 杀人的感觉 和杀魔物 还是不太一样的 这让叶晨有点不适 不过他 还是很快镇定下来 这就是弱肉强食的世界 他需要立刻适应 叶晨继续一路狂奔 直接来到了宫殿下方 似乎感受到了 生灵的气息 宫殿下方的大门 缓缓打开 露出了其中一条 通往内部的涌道 涌道内黑漆漆的 什么都看不清 不知道 其中究竟隐藏着什么 与此同时 已经有几支小队 同样来到了宫殿外围 不过他们都没敢 第一个抢先上去 虽然所有人都知道 传承宝藏就在这其中 但谁也不会认为 如此轻易地 就能获得神明的传承 与周围迟疑不定的 众人不同 叶晨却是直接迈步 朝着涌道之内 一步步走去 所有人的目光 也瞬间聚集到了他的身上 就在叶晨一只脚 踏入涌道中时 漠然从四周墙壁内 喷射出数十道火柱 将叶晨的身体 彻底淹没 然而 叶晨仅仅只是顿了顿 便是顺畅的大踏步 继续前行 很快消失在了火海之中 外面众人看得目瞪口呆 面面相去 其中有个骑士 肉盾不信邪 周身爆发出 金色护体圣光 大吼一声 身披仲凯举盾 也朝着涌道冲去 然而 他刚冲入火浪 便是发出凄厉的惨叫 甚至都来不及回头 便是被恐怖的高温 烧成了灰烬 哪怕他的盔甲 和大盾 都融化成了铁水 看到这一幕 众人表情奇奇色变 第103章 技能进化 刚才那个 好像是西方联盟的肉盾骑士 开着护体圣光 竟然都直接被烧成灰了 那在他之前的那名射手 为什么能走入火海 还安然无恙 他一定是吃了某种火炕药水 或者是穿了某种火属性高品 魔物炼制的那甲 就在众说纷纭之际 又有一人站出 口中念着某种符咒 身上开始浮现火红色的符文 有知道者惊呼道 这位炼体师 为了锤炼自己的身体 好像常年在火山口内修炼 将自己浸泡在岩浆之中 火属性抗性以真化尽 众人闻言肃然起敬 能身处岩浆 那必然是很角色 若是他也能顺利进入 那倒是可以 和刚才那个射手争夺一番 不至于让一家独大 所以 众人都没有任何的阻拦 那位炼体师靠近涌道 周身明文光芒大盛 看得众人惊呼连连 紧接着 他便是一脚踏入了涌道之中 煞时之间 火浪再度清晰 炼体师身体微微晃动 但却依然稳稳地站住了脚跟 身后队有一阵欢呼 为他加油打气 脸上十分得意 那位炼体师再度迈出一步 身体三分之二 全部进入火海 他周身的符文之光 顿时暗淡了不少 身体颤抖得越发剧烈 不过他咬了咬牙 还是踏出了第三步 将自己 完全置身于火海之中 而就在所有人都以为 这位炼体师 已经成功的时候 火海中的他 竟是飞速转身 以数倍的速度 从火海中跑了出来 一边跑一边淒厉尖叫 浑身都冒着火焰 其余队友见状 想要扑上去 帮他雾里灭火 然而那种高温 哪怕靠近都不可能 所有人就这么眼睁睁地 看着这个炼体师 活活被烧死 即便是火炕拉满的身体 也是被烧成了木炭 众人无不惊恐 连这种炼体师 都无法通过 那他们自己 自然更加白给 Fuck 让我来 沉默良久 一位西方大法师 走了出来 神迹传承 就在眼前 就这么放弃他 实在心有不甘 之前那个黄种人射手 都能进去 他们高贵的白种人大法师 没道理进不去 这位水系大法师 给自己加上了水神祝福 水盾 并且不断地朝自己身上 释放水疗术 义无反顾地 朝涌道走了进去 哗 一瞬间 他周身的所有水系魔法 全部蒸发 啊 紧接着还默等他 来得及转身 火焰便是 将其烧成了灰烬 静 周围死一般的寂静 看到这一幕 在场大部分小队 都立刻放弃了争夺神祭 准备就在外围寻宝 与神祭相比 保住性命更加重要 而还有几个别的队伍 准备就守在这条 涌道的入口处 准备等夜晨拿到神祭 传承出来的时候 直接出手抢夺过来 与此同时 夜晨在涌道中慢慢前行 随着深入 周围火焰的温度 更加炽热 甚至有无数的箭矢 从四面八方不断地射来 虽然这些箭矢 对夜晨造不成伤害 不过射在身上也很烦 不过夜晨转念一想 在如此恐怖的高温之下 这些箭矢 竟然都没有被融化 显然不是反品 所以他竟是直接将这些箭矢 收集了起来 放入到了自己的那截之内 只等到墙壁内 不再有新的箭矢射出来 夜晨这才心满意足地走出涌道 通过涌道之后 夜晨便是发现自己 已经置身于一座巨大的宫殿中 墙壁之上 有着金屋画 向作为点缀 他取出了系统送的那张 神级藏宝图 沿着上面标注的方向走去 而在沿途之中 每隔一段 就会出现一个巨大的宝箱 夜晨直接打开 发现每个宝箱中 都储存着几十上百克零食 而放眼望去 这座宫殿内 有着不下一百个宝箱 这么来看 只要是进入这里 即便没有找到神纪传承 也能收获小一万的零食 不愧是神纪 夜晨心中感叹 以外界的资源来看 哪怕是举国之力 恐怕都无法在短时间内 搜集出这么多的零食 所以他没有急于 去寻找宝图标注的位置 而是先将所过之处的零食 全部搜刮一空 几乎只用了一刻钟的时间 他的那界内便装好了三四千颗零食 这已经占据了他那界的大部分空间 这样看来 自己的那界空间还是太小了 哪怕是这里的零食都装不完 夜晨想了想 索性直接用零食升级技能 就地将零食转化为占领 这样就能将这里的零食全部带走 丁 是否确认升级乾坤一击 确认 丁 升级成功 消耗一千颗零食 乾坤一击LV5 如果敌方目标死于此技能之下 则宿主永久 获得力量加三 敏捷加三 冷却六秒 击杀的敌人越强 力量和敏捷增加越多 夜晨看了看技能的变化 不由一愣 没想到乾坤一击升到五级之后 竟然多出了一条 杀敌加敏捷的属性 这就是进化后的效果吗 夜晨心中心喜 这样一来 自己以后杀敌 不仅能提升力量 还能提升敏捷 以后岂不是比刺客戏 职业动作还快 比刺客 还灵活的后排 暴力输出 就问你怕不怕 升级完乾坤一击后 夜晨又将目光 放在了暗影吉尺上 因为暗影吉尺现在是四级 在后面也同样显示 折升到五级后会进化 他想看看 暗影吉尺进化后 会是什么效果 丁 是否确认升级暗影吉尺 确认 丁 升级成功 消耗1000克零石 暗影吉尺LV5 开启技能 可使自身进入暗影 进入暗影形态时 可向前方小范围 跨越一段空间 提升自身速度 和敏捷120% 持续100秒 冷却1080秒 看到升级后的技能介绍 夜晨都清晰一口凉气 这技能不仅数值全面提升 而且还增加了一条 云跨越空间 这不就相当于 拥有了一个 闪现技能吗 以后 在面对比较强大的敌人时 自己突然开启 暗影吉尺 用闪现来调整方位 能更容易地杀伤对方要害 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 连续升完两个技能后 兴奋起来的夜晨 终于是等不及 想看看那神技的 最终传承是什么 旋即 他对照着藏宝图 一步步地朝那个方向 缓缓走去 第104章 神技传承 夜晨来到宝图中 显示的X面前 抬头看去 面前是一面墙壁 这墙壁上 同样绘制着一头金屋 栩栩如生 跟其他的墙壁 没什么两样 夜晨抬手敲了敲墙面 墙壁毫无反应 到底该怎么将它弄开 夜晨站在原地思考 如果不是有着宝图的指引 他绝对不会想到 面前这墙壁后面 隐藏着某些宝物 沉思片刻 他抬头看向那金屋的眼睛 试探着用手指去按压 但墙面依然是纹丝不动 而后 他又尝试了各种方法 甚至包括 对着墙面念芝麻开门 但墙壁依然毫无动静 如果不是他反复确认 藏宝图上就是这个位置 他绝对会立刻放弃 旋即夜晨取出弓箭 站在稍远一点的位置 一箭射出 轰隆一声 整个宫殿都不断地晃动 然而 那面墙壁 却依旧纹丝不动 甚至没有任何裂痕 夜晨有些无语 这玩意 到底是怎么打开的 难道这里面存在着 某种隐蔽的机关 可他已经将这面墙壁 尝试了个遍 根本就没有找到 触发机关的部位 难道这机关 不在墙壁本身 夜晨朝着四周看去 却发现在这座 广乎的宫殿内 如果一点点的排查 别说是三天三夜 哪怕是十天十夜 也根本不可能 将此处完全查找一遍 唉 夜晨仰头叹息 没想到 自己与神迹只差一墙之隔 却又仿佛远在天边 而就在此时 抬头仰望高悬的垫顶的夜晨 却是发现在大殿顶部西南角 却是残缺了一块 天空中久之金屋散发的光热 就从那道缺口洒乱下 形成一道细细的光柱 而在那光柱的下方 正好有着一面古老的铜镜 在那面铜镜的反射下 那铝光柱照射在了一面墙壁之上 见此 夜晨灵机一动 脑海中似有一道闪电划过 他立刻朝着那边的铜镜走去 铜镜下方有可能旋转的座台 夜晨用力将那座台旋转 随着一阵嘎吱声响 夜晨将铜镜的角度 调整到照射藏宝图指定的那面墙壁上 可就在夜晨信心满满地以为会成功的时候 却是发现墙壁依然毫无动静 我 夜晨差点忍不住抱粗口 可他依旧没有放弃 脑海中回想着刚才的细节 似乎之前这束光柱 是照射在金屋的眼睛上的 一念至此 夜晨再次小心调整铜镜 缓缓地将那光柱 对准那面墙壁上的金屋瞳孔 咔嚓 那面墙壁内部 突然发出一道机关响动 这让夜晨听起来是那么的悦耳 紧接着 在一阵阵剧烈的响动之中 那面墙壁 竟是直接缓缓打开 露出了里面一道暗室 暗室之内 正前方的墙壁上 悬挂着一把精美绝伦的红色长弓 弓身晶莹剔透 宛如红宝石一般 夜晨走到近前 尝试着将这把弓拿起 煞事之间 整个弓身燃起熊熊烈焰 不过这却伤不到夜晨 他直接将火弓握在手中 拉动弓弦 想不到这柄弓 却是出奇的硬 夜晨使用全身的力量 才将弓弦勉强拉开 好弓 夜晨兴奋低吼 他自然是能够感觉得出 这把弓之中 蕴含着多么强横的力量 有此弓在手 他甚至有自信与八品一战 也就是说 他现在已经能与霓虹的眼影 阿美丽卡的麦克瑟 等一众超级强者比肩 如果再给他一些发育时间 将力量和敏捷 积累到更高的数值 怕是九品之下再无对手 夜晨对这把弓 真是爱不释手 陈校长之前送他的那把乌铁弓 已经无法让他施展出全部的力量 每次射击都不敢用尽全力 而拥有了这把弓就不一样了 他想怎么射就怎么射 把玩了一阵 夜晨发现在那长弓的下面 还放着一本古朴的秘笈 上书两个大字 落日 夜晨将这本秘笈拿在手中 旋即化成一缕金光 融入到了体内 落日 神迹 仅仅只有这简短的介绍 而神迹二字 却又重若千金 想必当年 后裔就是用这把弓 配合着落日神迹 才将天空中的九只金屋一仪设下 夜晨确认了 下岸室内没有其他宝物 这才从中走出 在迅速地搜刮掉 外面大殿的所有灵石后 便是心满意足地走回涌道 他要去跟陈雪他们会合了 此时的宫殿之外 一片肃杀气息 几乎所有小队 都远离了这片区域 远远地朝这边观望 只见阿美丽卡 霓虹 南棒 师婆 代鼠五国代表队 全部在此 而他们此时 却将陈雪 齐明月 李牧 万里团团包围 那个夜晨呢 熊平剑太站在 霓虹代表队的最前方 因为没见到夜晨 而十分恼火 阿美丽卡那个肌肉女道 剑太兄不要着急 我刚才听其他人说 之前进入宫殿内部的 就是大厦的夜晨 我们只要在此等候 夜晨一定会从里面出来的 一名投包白布的师婆队员问道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是等那个夜晨出来一起动手 还是先杀掉这四个 随你们开心 反正今天大下的一个都跑不掉 闲着也是闲着 那就动手吧 我们负责万里 说话之间 代鼠代表队的五人 朝着万里靠近 莫挨老子 万里双拳紧握 先发制人 一记火拳 朝着最前面的一人轰去 不过 却被代鼠那人躲闪开去 并且指挥队友 将万里团团围住 李牧想要去救援 却遭到南棒代表队的阻拦 李牧 你的对手 是我们无敌的南棒代表队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斯密达 与此同时 师婆代表队 也将齐明月包围起来 师婆队长 上下打量着齐明月 不怀好意地笑道 如此水灵的小女孩 倒是可以抓回去 做圣女 见三大盟友齐齐出手 阿美丽卡代表队的目光 齐齐地锁定在陈雪身上 那个肌肉女 看着陈雪轻笑道 美丽的陈雪小姐 如果夜晨先生出来的时候 看到了你的尸体 她应该会十分难过吧 第105章 全体死战 听闻对方所言 陈雪紧咬银牙 玉手紧紧地握住法杖 一副准备于死网破的架势 呵呵 美丽的陈雪小姐 你要是聪明的话 就不要反抗了 在我们强大的阿美丽卡 和四大盟友面前 任何的反抗 都是徒劳的 你现在唯有 乖乖投降这一条路 这样还能减轻一点痛苦 陈雪文言 翘脸之上一片冰寒 我是大夏子孙 绝不会向外敌投降 阿美丽卡几人听了哈哈大笑 真是幼稚的坚持 任何的信念 在绝对的力量面前 都将土崩瓦解 那个肌肉女上前一步 冷笑道 美丽的陈雪小姐 既然你不愿意配合 那我们也只好出手杀了你了 陈雪法杖光芒大盛 一道倒水波浮现而出 表情坚毅道 我不怕 叶辰哥一定会为我报仇的 哼哼 就怕他没那个本事 一旁熊凭剑太轻轻 擦拭着手中的武士刀 冷笑道 你放心的去吧 我会用此刀斩下叶陈桑的头颅 让你们在九泉之下重逢 而就在这时 从旁边传来一道小女孩的声音 小容保护大家 声音刚落 所有人便是感觉 天色顿时暗淡下来 抬头看去 竟然是一头长达百米的兔子 宛如一颗陨石般震压下来 阿美丽卡等对七七色变 直接朝着外围飞掠而去 轰隆一声 兔子落下 尘土飞扬 那一双血红的巨大眼睛 宛如天空中的两轮血月 任何人看到这双兽童 都感觉莫名的心惊 根本不敢与其对视 这是什么魔物 好可怕 跟七品魔物 没什么两样 竟然有人 能驾驭如此恐怖的魔物 大夏的实力 果然深不可测 不过就算如此 也敌不过阿美丽卡 霓虹等国的联手攻击吧 人数差距 实在太大 何况大夏 还尚缺一人没有归队 缺少的就是进入宫殿的那个吧 也许这宫殿内 隐藏着致命机关 恐怕现在已经死在里面了 在远处围观众人的 窃窃私语之中 阿美丽卡那名肌肉女朝蒙有道 这头兔子 顶多也只是七品水准 我们人多是众 击杀一头七品魔物 还不是轻轻松松 不要怕 跟我冲 说话之间 他本就发达的肌肉 再度膨胀起来 身形也提升到了两米开外 其余四名阿美丽卡队员 同样身材膨胀 五个肌肉人 瞬间爆发出强悍的冲击力 朝着那庞大的巨兔 轰击而去 与此同时 狮婆 袋鼠 南棒也是朝大夏几人冲去 面对四面八方的强敌 小龙一双兔眼中 鸿芒大圣 两只巨大的耳朵 宛如两根参天巨柱 朝着狮婆等队 凶狠抡起 狮婆队和袋鼠队 最前方的两人 直接被扇飞出去 在半空中 就吐出大量鲜血 不过与此同时 阿美丽卡 则是趁着这一间隙 贴近小龙身体 周身肌肉涌动之间 一拳朝着小龙身体砸来 砰砰砰 那强悍的爆发力 竟是直接将小龙的身体 轰击的失去平衡 露出了原本躲避 在小龙下方的万丽等人 跟这些瓜娃子拼了 万丽怒吼一声 一双拳头燃起熊熊烈焰 静止朝着 袋鼠国一名队员 一拳砸去 小心 这名大厦女子 竟然能驾驭元素之力 不过 纵然对方有所防范 直接将双手双脚并拢 护于胸前 万丽的火拳 还是如雨点般砸下 狂风暴雨般的轰击 让那名袋鼠国队员苦不堪言 尤其是那灼热的火焰 更是将他四肢皮肤 彻底烧伤 一起上 袋鼠国另外四人 顿时摆出搏击造型 宛如一只只真正的袋鼠 朝着万丽猛踢过去 万丽双拳南地四手 虽然有着两面圆盾的防护 但身上 还是被踢中两脚 直接倒飞了出去 白日一山剑 李牧健壮 便是提剑一步踏出 打算支援万丽 但却在半路 遭到了南棒舞人的阻击 你的对手 是我们斯密达 没有跟南棒舞人过多废话 李牧调整剑身 朝着其中一名南棒舞者赐去 黄河入海溜 剑影闪动 速度快到了极致 仅仅只是一个照面 便是直接砍断了 对方一条手臂 那人捂住手臂 哀嚎后悔 余下四人 却是将李牧团团围住 不让他有任何的空间 施展剑招 而在同一时间 师婆四人 已经逼近了齐明月 小容血月般的瞳孔 看向这群舞者 巨大的兔角 直接踩下 轰隆一声 将地面都踩出一片大坑 不过 师婆五人早有准备 皆是躲过了 小容的重击 然而 小容却并没打算放过他们 巨大的头颅腹下 张开三半嘴 直接咬住了一名 师婆队员的身体 在凄厉的哀嚎声中 直接被小容锋利的兔牙 碾碎吞入腹中 不过当他准备去吞噬第二人时 却是再度遭到了 阿美利卡五个肌肉人的狂猛进攻 那般恐怖的力量 直接将小容逼退十数步 师婆胜于四人趁此机会 迅速靠近其明月 手中的尖刀骤然刺出 明月 原本在为万利和礼目不停 施加增益状态和水疗术的陈雪 见到这一幕 立刻帮其明月施加了一道水盾 以求能抵挡的助师婆的进攻 然而 师婆四人最少都是六品后期舞者 还有两人是六品巅峰舞者 两名六品后期舞者的刀刃 没有砍穿水盾 不过也削弱了大半 另外两名六品巅峰舞者的刀刃 却是一前一后 深深地刺入了其明月娇小的身躯 明月 陈雪翘脸惨白 一遍遍地帮其明月 加持着水疗术 可大量的血液 还是顺着刀刃上的血槽 不断从其明月体内流毯下 一张娃娃脸 缓缓地无力垂下 哈哈哈哈 捕杀成功 师婆几人争宁大笑 很是为自己等人 第一个朱砂大下添娇 而自豪和开心 而这一幕 也是让得万里彻底暴走 他满头的红发 无风自动 竟是直接幻化成了红色烈焰 黄霸的火焰全风 甚至让空间都发生轻微扭曲 让得周围近战仓皇逃窜 李牧的眼球上也布满了血丝 身发大开大合 周身一惊 灵灵作响 在陈雪的状态加持下 他变得更加灵动 每一次出剑 都能带起一片血花 阿美丽卡那名肌肉女健壮 双目微眯道 那个红发女人用远程攻击她 另外那个身发不错的男子 用人海战术压缩她的空间 他话音刚落 五大联盟中的射手法师 便是齐齐出手 一时之间 剑雨 冰雷火焰将万力打得平平后退 霓虹也加入战团 配合着男棒舞者 再度将李牧团团包围 再度祭出灵力杀招 而阿美丽卡那个肌肉女 此时却将目光看向 躲在宫殿墙边的陈雪 一边将手指捏的嘎吱作响 一边朝着陈雪慢慢靠近 笑眯眯地道 陈雪小姐 我现在就送你去见上帝 然而 就在此时 一道年轻男子的身影 却是从宫殿涌到走出 全场所有人似乎有所预感 打斗之声也是渐渐停歇 目光齐刷刷地朝那个方向看去 叶辰 你终于出来了 熊平剑太手握钢刀 死死地盯着叶辰 然而叶辰 却直接将其无视 看了看四周的情况后 脸上顿时一片肃杀 他一个个地扫尸过 在场每一个五大联盟的舞者 一字一顿地道 今天 你们都得死 第106章 一个不留 你在说什么 阿美丽凯的肌肉女 显然还没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 她摆出一副夸张的表情 看向四周众多盟友 兴奋道 你们听见了吗 叶辰先生要把我们都杀掉 哈哈 我好怕怕呀 其他舞者纷纷附和 捧腹大笑 笑了一阵 那个肌肉女看向叶辰道 叶辰先生 只要你将神迹传承交给我 我可以考虑给你留个权势 这话却让一旁的熊平坚太不愿意了 他不满地看向对方道 叶辰是属于我大霓虹武士的 你们可不要越界插手 熊平坚太你什么意思 叶辰的命交给你 难道你们霓虹 还想独吞神迹不成 听完一名男棒舞者的发言 肌肉女感觉 再这样下去 要内讧 直接开口道 先杀光大厦所有人 然后我们再考虑神迹的归属问题 神迹传承 不一定只有一个 没准我们都能分到一部分 说的也是 那就先这么办 然而叶辰此时 却直接无视了这些垃圾们的对话 而是仔细地看了一遍队友们的状态 此刻陈雪翘脸惨白 不过更多是紧张和惊吓 身上并没受到什么伤害 万利和李牧的身上 或多或少都有伤痕 甚至有几处已经被鲜血浸透 而当叶辰看到齐明月时 瞳孔却是狠狠一缩 此时的他小脸垂下 宛如一个布偶般僵立在那里 双脚站立的地面上 已经被鲜血染成烟红之色 不远处的小戎拼了命地想靠近齐明月 然而却被三名阿美丽卡 肌肉人拦住了去路 叶辰沉默着 一步步朝齐明月走去 可有个不开眼的霓虹忍者 拦住了叶辰的去路 这正是之前 那个被叶辰斩断手臂的家伙 不知眼影用了什么秘法 将他的胳膊再次接上 此时一脸挑衅地看向叶辰 巴嘎呀 他的脏话还没完全出口 便是被一片雪白的刀芒覆盖 等叶辰从他身边走过之后 他的上身连同脖梗头颅 才从身体滑落而下 摔落在了地上 眼神带着难以置信的惊恐 根本没想到 明白自己是怎么死的 雄平健太怒吼一声 大叫道 吃冰凉丸 剩余的四名忍者 直接将恶鬼冰凉丸吞入口中 周身气息瞬间暴涨 紧接着 两名忍者一左一右 朝着叶辰猛扑过去 身影之快 几乎化成了一道虚影 然而他们的速度快 叶辰出刀的速度则更快 潇洒而华丽的转身之中 两名气息堪比欺品的忍者 直接被拦腰斩断 大量的鲜血在半空中飘荡 让周围所有人心中一紧 巴嘎 一起上 雄平健太队剩下的那名忍者 大吼一声 便是手握钢刀冲了上来 而且在飞奔之中 双手不断结印 直接分化出了两个字笔 分身术 三个雄平健太齐齐挥刀 朝着叶辰砍来 只是在他刚刚举刀的同时 却是发现身前的叶辰 竟是一分为五 雄平健太和另外那名忍者 顿时梦了 你怎么会我霓虹忍者的分身术 叶辰冷笑道 这都是你们大厦老祖宗们 玩剩下的把戏 竟敢在祖师爷面前 搬门弄斧 简直可笑 巴嘎 雄平健太怒不可遏 手中钢刀泛起阵阵雷光 鞋子里朝叶辰刺来 不过他的刀芒味道 其中一个叶辰 却是瞬间消失 老大 他在你身后 雄平健太瞬间心惊 然而下一刻 他的心就不会再受惊了 因为一柄尖刀 从后方刺穿了他的心脏 雄平健太难以置信地 低头看着胸口刀刃 根本想不明白 叶辰的速度 为何会如此之快 可他已经没有机会再想明白了 叶辰毫不拖泥带水地 抽出龙牙刀 回首一削 一颗硕大的人头 便是抛飞到半空之中 伴随着一道重物落地的声音 在场众人不禁倒吸一口凉气 他们现在才意识到 原来叶辰的战力 竟然已经达到了如此恐怖的程度 说是超越七平也毫不为过 就好像羊圈里突然跳进一头猛虎 他们唯有任人宰割一条路 仅剩的那名霓虹忍者 率先扛不住了 亲眼看着一个个同伴惨死 他的内心已经接近了崩溃的边缘 他失声惊叫着 朝出口方向狂奔去 甚至使出了吃奶的力气 想要尽快逃离这座梦魇 他的第六感告诉自己 只要再在此地多待一秒 都将葬送在叶辰的刀下 然而 虽然身为忍者的他 速度够快 但却比不过叶辰的剑快 下一刻 一只利剑从眉心透体而出 直接让他如同沙袋般向前扑倒 跌落尘埃再也没了声息 看着寝刻间死去的霓虹五人 剩余四大联盟所有人 顿绝如坠冰枯 第107章 恐怖叶辰 几乎是几个呼吸之间 叶辰便是将霓虹五大天才忍者 全部击杀 这等恐怖的实力 使得刚刚还叫嚣着 要让大夏全军覆没的众人心生畏惧 鸡肉女上前一步 但笑开口 叶辰先生 刚才只是一个误会 我们阿美丽卡从来没想到 与您和大夏为敌 并且愿意拿出诚意来合作 不知您意下如何 什么诚意 叶辰似乎很有兴趣 不禁反问 我们与你们大夏合作 将其余的人全杀了 然后平分战利品 哦 原来是这么合作呀 叶辰恍然大悟 鸡肉女问道 这么说 叶辰先生同意了 同意 当然同意 叶辰连连点头 一指旁边的南棒 袋鼠 师婆代表队道 你们把这三队杀了 我就跟你合作 此言一出 南棒等三国代表队顿时急了 看向阿美丽卡鸡肉女 连声道 戴安娜 你难道要抛弃盟友 你难道没看出来 大夏的叶辰是在骗你吗 把我们都杀了 你们也绝对跑不了 你清醒一点啊戴安娜 我们才是你忠实的盟友 然而 鸡肉女戴安娜 却冷酷一笑 看向对方道 有旗鼠相当的实力 才叫盟友 而你们只不过是我们的三条狗 难道不是吗 戴安娜 没想到 竟然是这种人 你会下地狱的 听着众人的谩骂 戴安娜却不屑地道 只有弱者才会下地狱 强者会受到上帝眷顾 进入天堂 说着 她看向四名队友 低喝道 动手 话音刚落 周围便是传来一阵凄厉的惨叫 南棒等国虽然全力抵挡 但却根本不是阿美丽卡这些肌肉人的对手 甚至身体都被撕得粉碎 看到这一幕 原本躲在远处看热闹的舞者们 哪里还敢多待 直接四散奔逃开去 戴安娜掰断最后一个南棒舞者的脖梗 舔了舔拳头上喷溅的血迹 旋即看向叶晨道 怎么样 叶晨先生 我们的表现 您还满意吗 啪 啪 啪 叶晨拍了拍手掌 点头道 十分满意 真是精彩 戴安娜笑道 那我们现在可以评分战利品了吗 当然可以 叶晨理所应当地点了点头 又道 不过前提是 你们能活着 戴安娜文言 瞳孔顿时一缩 叶晨先生 我不明白 你什么意思 叶晨冷笑道 连什么意思都不懂 你真是个棒拳 这么说 叶晨先生要背信弃义 对我阿美丽卡动手 戴安娜的面容 也瞬间冷了下来 你刚才也说了 只有旗鼓相当的实力 才能算得上盟友 蛮棒 你红 在你眼里只是狗 而你们阿美丽卡 在我眼中 同样是畜生罢了 戴安娜额头轻轻抱起 力声道 叶晨先生 你未免太高看自己了 我既然敢杀了这些人 就说明 我有抗衡大厦的自信 哦 是吗 叶晨笑笑 旋即凶猛毕露 我之前说过 你们今天 都得死 话音刚落 叶晨取出后翼弓 张弓搭剑 对准戴安娜 注射药剂 兰博守护我 戴安娜立刻嘀吼 她能够感受到 叶晨手中那把火焰 长弓的强大威压 那一定就是 这座神迹的传承之一 面对拥有神器的对手 她不敢有丝毫的大意 随着她的命令 阿美丽卡五人 分别从那界中 取出一个粗大的针管 里面装满了 绿色的荧光液体 毫不犹豫地 往自己的心口扎去 啊 伴随着不明液体的注射 阿美丽卡五人的体型 竟是再度膨大 而且都有不同程度的变异 那个肌肉女戴安娜 此刻就宛如女版绿巨人 嘴中甚至长出了獠牙 而她口中的兰博 则是直接掏出了一面 带着星星图案的圆盾 那圆盾 同样散发着淡淡的威压 显然不是反品 迎着夜沉射来的火箭 兰博爆吼一声 举盾挡在了戴安娜的身前 当 火箭轰击在圆盾的正中心 纵使兰博双手举盾 浑身肌肉轻轻爆起 但也依然无法完全抵御 那根火箭的冲击力 双脚在地面不断摩擦 戴安娜剑撞 抬手用力抵在兰博后背 然而即便如此 也依然无法抵消 那恐怖的力量 另外三名队员剑撞 同样飞身上前帮忙 这才堪堪抵挡住了夜沉的一击 然而他们却震惊地发现 兰博的圆盾上 已经凹陷下去一个大坑 还没容他们多想 又一支箭矢射来 这一次 那面圆盾终于不堪重负 中间直接碎裂 箭矢余力不减 直接贯穿了兰博的胸口 戴安娜立刻闪避 虽然躲开了要害 但依然被箭矢贯穿了左肩 这一刻 阿美利卡几人终于意识到夜沉的可怕 仅仅两箭 就让他们一死一伤 即便他们注射了最新科技药水 将身体开发到了极限 也无济于事 而且连他们中防御最为强悍 拥有着防御半神器的兰博都死了 倘若再让夜沉多射几箭 他们怕是根本没有任何活路 不能让他再射了 射手的弱点是近战 给我上 其余三人也意识到 现在逃跑 只能被夜沉逐一击毙 唯有拼命一条路可走 想到这 四名阿美利卡舞者 从各个方向朝夜沉猛扑过去 其中一人手握锯锤 速度极快 第一个冲到夜沉身前 他手中锯锤 瞬间爆发出无穷的雷霆之力 猛烈地朝夜沉砸去 本以为夜沉会闪避 戴安娜和另外两人 已经预判了夜沉的落点 准备给予致命一击 然而 夜沉也仿佛根本没看见 那恐怖的雷霆锯锤 竟是再度张弓搭箭 骤然射出 碰 碰 肩不容发的两道重击声音响起 夜沉直接被那雷霆锯锤 砸入地底 方圆十几米的地面 都寸寸军裂 而对方的脑袋 也正中夜沉一箭 直接如同西瓜般宝开 凯撒 被称作凯撒的无头男子 尸身无力地摔落在地 虽然我们付出了两名超级战士的生命 但能将大下的天才舞者一网打尽 也是值得的 从此我们依旧称霸蓝星 说着 戴安娜面色不善地 看向万历三人 夜沉已死 你们也可以去陪葬了 不过她话音未落 却是猛然听见 那片深坑之下 传来一阵声响 紧接着 她便是看见 夜沉竟是毫发无损地 从深坑中爬出 戴安娜顿时崩溃大叫 Oh No 第108章 打扫战场 你不是人 戴安娜难以置信地瞪大双眼 你一定是从地狱而来的恶魔 她实在太清楚 凯撒的杀伤力了 拥有半神气雷霆战锤的她 在激发极限潜力的形态下 即便是七品肉盾强者 都承受不住她的一击 可夜沉连从表皮都没破损 在她的认知里 也唯有将夜沉比作恶魔 别说是戴安娜等人 就连队友万历和李牧 都震惊地哑口无言 万历知道 夜沉的防御易易于常人 但却没想到这么拟天 怕是比她这个职业肉盾的防御 还要高出几倍 李牧就更不用说 她心里已经假想了一百种 自己单挑夜沉的方式 但推演的结果 却是无懈可击 这点伤害就想伤我 你未免太高看自己了吧 夜沉甩了甩头上的灰尘 再次瞄准阿梅丽卡其中一人 那人身高巨大 手中握着幻化出一劫雷霆 奋力朝着夜沉对射而去 哄 雷霆与火箭在半空中相遇 爆发出猛烈的能量波动 而在这巨大的爆炸声中 火箭却是威力不减 直接贯穿了对方的身体 强大的惯性 将那高达数米的身躯 带飞十数米才轰然落地 而另外那名穿着粉色内裤的男子 手握光剑 奋力朝夜沉劈来 哼 剑体抵在夜沉额头 却无法有半点寸进 还不等他反应过来 夜沉手中龙牙刀 带起一片刀芒 人头瞬间抛飞而去 旋即 夜沉收刀 看向谨慎的戴安娜 夜沉先生 你如此凶残是血 杀光了我们所有的年轻精英 难道就不怕我们阿美利卡联合盟友 向大厦全面开战吗 戴安娜此时已毫无战意 声音颤抖地质问道 全面开战又如何 夜沉缓缓迈步 朝对方走去 淡淡说道 如果阿美利卡打算灭国王种的话 我倒不介意帮你们一把 夜沉先生 我想你有些高估自己的实力了 世界强者排行榜前十位 我阿美利卡独占七席 而你们大厦只有三席 加上师婆 霓虹 南棒等盟友的协助 我们能组成一支 至少拥有二十位酒品的豪华阵容 试问你大厦如何应对 戴安娜越说越是自信 她拥有强大的阿美利卡做后盾 她相信只要把实力摆出来 即便是夜沉也要畏惧 毕竟酒品的威慑力 可是比核武器才高 而就在她打算继续朝夜沉施压的时候 却是忽然发现夜沉在眼前消失 转眼间竟是顺移到自己面前 锋利的刀锋划过她的脖梗 在她感觉自己伸手一触的同时 却是听到夜沉的声音淡淡传来 区区九品强者 也配威胁我 戴安娜的头颅跌落在地 至死还保持着难以置信的表情 目睹了刚才全过程的万力和礼目 不禁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贫富着此时颤抖的心 两人相互对视一眼 皆是从对方的目光中 看到了那浓浓的震惊 他们难以相信 凭借一己之力 让五大国联盟全军覆没的夜沉 竟是他们的队友 也好在这个恐怖的家伙 是自己队友 那可是世界前世强国 培养出来的顶级精英啊 阿美丽卡更是排在世界第一 然而却是被夜沉单方面的屠杀 没错 就是屠杀 这真的是跟他们同境界的舞者干出来的吗 哪怕换成一个八品来 也未必有夜沉这般从容吧 这时 陈雪忽然问道 诶 明月妹妹呢 众人齐齐看去 原本的位置只剩下一滩血迹 紧接着 众人便是看到一旁的小荣 嘴里不断地咀嚼着什么 片刻后 齐明月竟是从小荣嘴中被吐了出来 众人连忙上前抱起她 却发现她浑身湿漉漉的以外 原本的伤口竟是完全消失不见了 齐明月艰难地睁开了眼睛 疑惑地看向大家道 你们都在这里 敌人呢 已经被咱们的队长全部干掉了 万力回答 啊 齐明月睁着大大的眼睛看向夜沉 小脑袋里全都是问号 剑全员无视 夜沉这才开始收拾战利品 她先是将五大国舞者的那剑 一个不落地收入怀中 然后她捡起地上的光剑 看向李牧道 你是用剑的吧 这把剑给你吧 啊 这 李牧慌慌张张地接过夜沉抛过来的光剑 眼中透露着对这把剑难以掩饰的喜爱 她自然是能够感受到这把剑的不凡 即便达不到神器的程度 但至少是一剑半神器 这可是连一些酒品都无法拥有的质宝啊 李牧看向夜沉 诚恳地道 谢谢队长 我爱你 滚蛋 我不喜欢男人 夜沉笑骂一句 又拿起地上破损的圆盾 看向万利道 这盾牌被我打坏了 你还想要吗 想想想 我要我要我要 话一出口 万利才发现自己表现得太心急了 可这是半神器啊 哪怕坏掉了 也是半神器 大不了将地上的碎片收集起来 回去找爷爷修理一下 兴许还能修复 他爷爷可是大下数一数二的顶级锻造师 接过夜沉抛过来的盾牌 万利爱不释手地妈撒着 仿佛这是他生命中 最为珍贵的东西 夜沉又拿起地上的重锤 看向齐明月和陈雪道 剩下的东西 不太适合你们两个 等以后 找到适合的宝物 再分配给你们吧 陈雪只是舔笑着微微摇头 他并不在乎这些 只要夜沉心里有他就可以了 而齐明月则撅着小嘴 道 以后队长若是猎杀到高品魔物的磨合的话 一定要想着明月哦 小荣最爱吃那个了 好 我会的 夜沉点了点头 又反问道 明月 你怎么会死而复生 是你的能力吗 齐明月文言微微点头 旋即看向怀里的小荣道 准确地说 我和小荣是共生关系 只要小荣不死 那我就不会死 夜沉文言一愣 真是世界之大 无奇不有 齐明月的这种能力 还真是罕见 队长 传承已经拿到了吧 那我们现在出去 万力已经有点迫不及待了 他想快点回家找爷爷 帮他修复盾牌 好 那我们 嗯 夜沉话说到一半 心中似乎有着某种感应般 看向天空 手中的后翼弓 没用他催动 便是激发出熊熊烈焰 难道 意念一动 夜沉晚弓搭建 侧身而立 他后腿弯曲 前腿蹬直 用尽全力 拉起满弓 摆出一副后翼射热的姿态 这 伴随着一声低贺 一只火箭划破苍穹 直插金屋 第109章 完美收官 冥冥之中 夜沉感觉这座神迹 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就像门口的那恐怖火浪 以及遍地的箭矢 如果没有破解之法的话 恐怕除了自己之外 没有任何人能过去 而破解这些机关的关键 应该就在天空上 这九大金屋身上 虽然他已经拿到传承 但严格来说 他还并没有将这座神迹 完美通关 那些金屋身上 说不定还隐藏着某些传承 也说不定 一念至此 夜沉松开弓弦 一记落日 对准空中 一只金屋射去 哇 那只金屋哀鸣着 从空中坠落 最终竟是幻化成 一株金色羽毛 飘落到了夜沉身前 夜沉伸出手掌接住 感受到其中一抹温热 也许这就是 进入宫殿的钥匙吧 夜沉喃喃一声 然后又张弓搭剑 将第二只金屋射下 同样收获了一只金屋羽毛 夜沉如法炮制 将天空中的八只金屋 逐一射下 而当他准备对准 那最后第九只金屋时 却是直接收手了 后裔设计的故事里 后裔最终留下了一只金屋 来为大地带来阳光 既然如此 在这座神迹内 他也应该留下一只金屋照亮这里 想到这 夜沉缓缓收剑 仅仅过去十数息后 周围的温度便是开始逐渐降低 不再像之前那般滚烫难耐 而大地上也逐渐有着绿草钻出 枯木上也生出了嫩绿的叶芽 伴随着一阵阵清风吹拂 整个神迹内焕发生机 几乎只是短短半刻钟的时间 整座神迹就绿意盎然 鸟语花香 好美啊 陈雪看着眼前截然不同的世界 陶醉地感叹道 而就在此时 夜沉他们周围的地面不断震动 紧接着 一面石碑从地底破土而出 不断地生出地面 石碑之上刻着诸多文字 可夜沉却无法看懂其中的奥义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文字吗 夜沉看向众人 万利几人摇了摇头 李牧却暴毙皱眉道 这好像是神文 神文 李牧点点头 回答道 好像是 但并不太确定 我之前看我的老师研究这种文字 据说是上古时期神明所用的文字 你老师是什么人 夜沉继续追问道 我老师是大厦神文研究院的副院长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我可以介绍 你们认识 夜沉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然后看向眼前这块一人高的石碑 先把这石碑带回去再说 说着 夜沉直接将这石碑收入那届 也许这石碑上 记载着某些上古传承 若是研究出来 说不定会让现在的武道 突破到另一个次元 毕竟 有神迹的存在 说明在上古时期 的确存在着 比现在武者强大得多的神明 而现如今的蓝星最强的 也只是九品 也没听哪位九品 突破到了更高的境界 武道的传承 显然出现了断档 也就在夜沉将那石碑收起来不久 脑海中顿时响了系统提示音 丁 完美通关神迹 随机抽取三种奖励 丁 获得B级奖励七品灵草 青莲灵液 丁 获得A级奖励爆裂剑等级加1 丁 获得SSS级奖励 神迹三昧真火 夜沉心中一喜 看来自己是选对了 他没有急着离开神迹 而是将神迹内的隐藏设置完成 让他收获了更多传承的同时 也得到了完美评分 而这一次 他竟是又抽到了一个SSS级奖励 三昧真火 这个技能 夜沉自然并不陌生 在大下神话的所有神通中 也是能排进前十的存在 虽然他现在因为自身修为的限制 估计难以发挥出神迹的千分之一 不过这也能让战力再度暴涨 怕是九品之下再无对手 若是自己能将修为提升到七品以上 应该就能达到比肩九品的层次 想到这里 心满意足的夜沉 带着队友们朝着出口而去 这一次神迹之行 大下获得了完胜 神迹之外 各国的高品领队都在焦急地等待着 这次神迹争夺的结果 关乎着国运和世界格局的变化 所有人自然是万分关注 虽然大下规定 这次神迹之行只有九品以下 才允许踏入疆域之内 可实力雄厚的国家 还是派出了九品 坐镇于大下边境 以防出现类似别国抢到神迹 而大下出而反而的不守规矩行为 而且 世界各国可是全都派出了新生代的最强天才 每一个都是自己国家的未来和希望 保护他们的安全也是重中之重 可以说 此刻的世界聚焦于大下 聚焦于此地 而就在此时 原本徘徊在半空中的金屋虚影 竟是逐渐地消散而去 这一变化 几乎让所有人全部聚焦到了神迹入口的那座石门 看来神迹内有了变化 应该是已经有人拿到了传承 如果真是如此 我看神迹内马上就要爆发一场恶战 没错 愿主保佑他的子民能平安归来 在一阵窃窃私欲中 阿美丽卡的麦克瑟与霓虹眼影等人交换了一个眼神 那眼神都带着浓浓的狂喜之色 他们知道 不管这神迹中是谁拿到了传承 最终都会落到他们五国联盟的手中 因为有实力 就是可以为所欲为 意气风发的麦克瑟看向陆大勇道 陆大人 你们大厦的神迹传承 我们就笑纳了 感谢这些日子的盛情款待 麦克瑟将决 神迹还未结束 还是不要太早 下定论的好 陆大勇但莫道 哼哼 只希望你们大厦能言而有信 等我们将神迹传承带走的时候 不要阻拦我们就好 哼 陆大勇沉声道 若是你们真能夺到传承 那我大厦自然不会做那言而无信之事 倘若大厦小队全部葬送在神迹之中 想必你们大厦高层也不会怪罪我们吧 霓虹眼影缓缓走来 脸上带着阴侧侧的笑意 看向陆大勇 区区霓虹忍者 也配杀我大厦天骄 陆大勇冷笑 然而他话音刚落 师婆主教阿米尔的声音再度传来 如果是我们五国联手 纵然你们大厦天骄都生得三头六臂 也得死无葬身之地了吧 陆大勇闻言 瞳孔狠狠一缩 你说什么 第110章 结局逆转 事到如今 最强火焰 哈哈 能死在我霓虹的高级忍术之下 你是最大的福浅 笼罩在虚左铠甲之下 眼影猖狂大笑 他并没有因为 面对夜晨六品 而有丝毫松懈 反而是开场就全力以赴 这一战 他不仅要干掉夜晨 更是要将霓虹忍者的实力 展现在世人面前 彰显霓虹的强大实力 虚左之拳 眼影低吼一声 随着他轰出右拳 笼罩他的虚左 也跟着一拳轰出 强大的能量波动 甚至让空间发生了剧烈的扭曲 轰隆 伴随着一声巨响 不远处的小山 都被那恐怖的能量 轰出了半个缺口 而夜晨的身影 却是早已经消失不见 被打成击粉了吗 不少人纷纷猜测一轮 毕竟虚左铠甲 也是眼影的成名剂之一 那等威力足以毁天灭地 即便是他们这些七品 八品 正面挨上一下 都得逼命 更别说夜晨一个六品 陆大勇紧绷的心 也瞬间紧张起来 不过看远处三大九品 依然浮空静坐 他也只得暂时 按耐下内心的不安 如果夜晨真的有事 他相信 三大九品 一定不会坐视不理 而就在此时 从那残缺一角的小山处 猛然射来一道火焰箭矢 那箭矢当真宛若流星 划破空间 朝着眼影直插而去 动 伴随着一道沉闷的声音 所有人却是惊骇地发现 那被称之为 坚不可摧的须左铠甲 竟是被这一剑贯穿了外壳 啪 受到惊吓的眼影 连忙双手合十 运转力量将那箭矢接下 甚至向后退了十余步 方才堪堪止住身形 这一幕不仅震撼了周围众人 更是让眼影脸色巨变 后背冒出冷汗 他骇然看向 手握火弓 缓缓朝他走来的夜晨 满眼都是难以置信的神色 刚才自己的权力一击 明明结结实实地 砸在了夜晨身上 然而 夜晨不仅安然无恙 反而回首就是一剑 竟然还打穿了他引以为傲的虚左铠甲 这攻击力和防御力 怎么感觉比他这个八品巅峰还高 震惊和疑惑的 不仅是他 还有麦克瑟和阿米尔等一众强者 难怪能诛杀他们五大国联盟的所有精锐 这小子的实力实在太恐怖了 麦克瑟传言给眼影 绝不能让小子活着 否则后患无穷 眼影自然心知肚明 就算麦克瑟不说 他也绝不会留下活口 六品都已如此 若是让夜晨踏入高品 那还了得 一念至此 眼影扬起脖梗 张开大嘴 竟是从口中掏出一柄宝剑 这宝剑被他酝养多年 品阶已经不弱于半神器 虽然还远远不及传说中的神器草屉剑 但也绝对算得上是大杀器 他将此剑交于虚左 便是直接一剑劈下 力量之强 将空间都撕开一道裂缝 然而 面对此等刚猛的一剑 夜晨却是不退反进 手中凭空出现一柄锤 用力之下 锯锤上顿时爆发出强大的电弧 下一刻 雷霆锯锤与眼影之剑 结结实实地硬撼在了一起 哄 雷火交击 恐怖的力量 直接朝着四面八方宣泄开去 即便是一些比较弱的八品强者 都面色俱变 连忙飞退 大夏那位美然九品 眉头微皱 手指轻动之间 在外围布下一方结界 防止其他人被误伤 他也是没有想到 夜晨的实力 竟然会达到这等程度 而之前 那些进入秘境的各国武者们 此时更是猴头干涩 一阵后怕 还好他们之前在神迹里 没跟大夏的人起冲突 不然现在肯定是实死无生 跟八品巅峰硬刚 而且还不落下风 这也太猛了 垂剑交击 二人不断角力 眼影壮若疯狂 头上的炎字斗力 都不知飞到何处 发思狂舞 额头青筋爆起 不过 纵然他如何用力 他的剑始终都无法前进分喉 仿佛面前有着一座巍峨的高山 即便他使出浑身解数 也无法撼动分喉 反观夜晨手握重锤 目光却是格外的平静 那不断交机爆炸的雷火 竟是被他直接无视 这眼神映在眼影的瞳孔中 却是让眼影倍感羞辱 他堂堂八品巅峰强者 霓虹岩忍村的首领 竟然连大厦的一名少年都打不过 此等事实 比杀了他还要难受 给我去死 眼影心中低吼 双目竟是缓缓闭合而起 下一刻 双眼开启 流出大量血泪 一缕缕仿佛来自九幽的黑色火焰 铺天盖地地 从其瞳孔中汹涌冒出 朝着夜晨直扑过去 是天照 眼影的绝技 众人齐齐后退 生怕沾染到 哪怕一丝黑炎 就连陆大勇 都瞬间不淡定了 那等恐怖的黑炎 连他都难以应付 夜晨若是沾到黑炎 岂不是必被烧死 如果不是有着结界阻隔 他们此刻已经冲了上去 麦克瑟和阿米尔等人 对视一眼 嘴角扬起一丝冷笑 在眼影施展天照的瞬间 他们就知道 夜晨死定了 压在他们心中的那块巨石 终于是碎掉了 黑炎毫无阻碍地 便是覆盖到了夜晨全身 仿佛感受到了生命一般 瞬间开始熊熊燃烧 眼影健壮也是 忍不住的嘴角上扬 夜晨 不将你烧成灰烬 这黑炎 是绝对不会熄灭的 你就在这无尽的黑炎中死去吧 说完便 是放声大笑 开怀至极 然而就在他大笑了一阵 却是猛然听见周围 传来一道夜晨的声音 你笑够了吗 嘎 听到这道声音的瞬间 仿佛有一只无形的大手 直接掐住了眼影的脖子 让他的笑声戛然而止 他连忙朝那个方向看去 发现夜晨竟是 依旧站在原地 覆盖在他全身的黑炎 依然在熊熊燃烧 但仿佛仅仅只是 覆盖在夜晨表面 而无法对其造成任何伤害 看到这一幕 不仅仅是眼影 周围所有人都被震撼到了 那无坚不摧的黑炎 竟是对夜晨 没有丝毫效果 如果不是看到 下方被高温融化的地面 他们甚至都以为 那黑炎是假的 这怎么可能 眼影的瞳孔中 第一次出现了慌乱 在他越发胆怯的目光中 夜晨淡淡说道 这种垃圾你也好 意思拿出来丢人现眼 我来告诉你什么才叫 真正的火焰 说吧 夜晨深吸一口气 从口鼻中 瞬间喷出大量火焰 恐怖的高温 竟是将空间都烧成虚无 三妹真火 滚滚火浪 朝着眼影席卷去 顷刻间便将其禁术笼罩 须左铠甲 瞬间便被烧成虚无 啊 眼影凄厉的惨叫 在这片天地间不断回荡 第113章 身兼数值 眼影的惨叫没持续太久 便是再无一丝生息 仅仅只是片刻功夫 他的身体就化成了一片灰烬 一阵狂风吹过 灰尘飘荡 顷刻间再无一丝踪迹 而原本附着在夜晨身上的黑炎 在他吐出三妹真火的刹那 仿佛是感受到 来自上位者的威压一般 直接自动泯灭而去 夜晨手握重锤缓缓转头 朝着众人扫射而去 还有谁 见夜晨目光扫过 麦克瑟等人直接低头 无意敢与其对视 刚才那一幕 已经让他们汗流加倍了 哪还敢针锋相对 要知道 八品强者 已经速成金骨金身 非一般手段 可将其轰杀 而夜晨所吐出的火焰 竟是转眼间 让一名八品巅峰 灰飞烟灭 这实在是恐怖如斯 就连一旁的三大九品 都面面相去 他们也是万万没有想到 夜晨不仅赢了 而且还把阎影给杀了 甚至连骨灰都给扬了 此等手段 怕是连他们都有所不及 而就在此时 夜晨注意到 在阎影死亡的位置上 有着一枚金银剔透的宝石 悬浮于半空之中 是职业神格 同一时间 周围也有不少人看到此物 就仿佛吃汗看到绝世美女一般 脸上顿时露出贪婪之色 甚至在场的几名七品 争相朝着那个方向狂奔去 似乎下了很大决心 哪怕是豁出性命 也要将此物抢夺到手 碰 一道巨大的能量手掌 从天而降 直接轰击在了这些人的正前方 将整个地面都轰击地凹陷下去 那些七品 这才如梦方形 忌惮地 看向远处的大夏九品 那位美然老者淡淡开口 在老夫眼下 也敢抢夺 都不要命了吗 看如等远来是客 再有任何举动 直接就地正法 所有人连忙退后 静若寒蝉 夜晨看到刚才那一幕 知道眼前这个东西绝对不凡 否则不会让这些高品如此失态 当即便是将那美宝石 收入怀中 而一旁麦克瑟等人 互相使了一个眼色 便是快速地离开此地 他们要立刻回去 报告这里的情况 五大国联盟的所有未来之星 全部陨落 霓虹眼影生死 并且爆出了八品职业神格 以及最为关键的大夏 出现了一位强大到 令人发指的后起之秀 可以预见 这种种事件 定然会引起轩然大波 五大国一定会召开联盟紧急会议 讨论针对这些事件的应急方案 等所有人都走了之后 三大九品 这才来到叶晨面前 那位美然老者笑道 果然是英雄出少年 你今天的表现 让老夫都刮目相看 这位是吏部尚书张云举 陆大勇在旁事实提醒道 叶晨文言眉头一挑 他之前 就听胡校长提起过这位张尚书 曾经一剑斩断 师婆九品大祭司的一条手臂 名震穷雨 乃是大夏的守护神之一 张尚书好 叶晨朝对方恭敬行礼道 其实我需要学习的地方还有很多 还望各位前辈赐教 像你这种百年不出的绝世妖念 我们哪里还有资格教你 未来的成就 一定不在我等三人之下 张云举旁边一个矮胖的老者 但笑道 这位是礼部尚书周明 陆大勇介绍道 前辈好 叶晨同样行了一礼 教育府就在礼部的管辖之下 可以说周明就是大夏的大校长 还没等叶晨多说 最后那位看起来 孔无有力的壮硕老者开口道 叶晨 实不相瞒 老夫看上你了 怎么样 来我抗魔君任职吧 我封你为万夫长 这位是兵部尚书邹立强 陆大勇再次介绍道 不过叶晨文言一愣 不由道 我还只是个学生 可以在兵部任职 万夫长麾下不仅有上万之重 而且还能兼任大城市的城防长 从白身一跃成为万夫长 可以说是一步登天了 怎么不能 邹立强气场强大 带着一言九鼎的气势道 等你在抗魔君中历练一段时间 我直接提拔你为大帅 叶晨彻底无语 想不到这位兵部尚书 是这么雷厉风行的人 可还默等他回话 一旁的吏部尚书张云举便道 叶晨 抗魔君有什么好带的 都是一帮大头兵 你不是江城人吗 正好江城城主 这个位置还空缺着 就由你来接任吧 叶晨目瞪口呆 想不到吏部尚书 也要让自己平步清云 我说你们两个 当着老夫的面抢人 真没把我这个吏部尚书放在眼里 说着 周明看向叶晨道 从现在起 你就是春城五大的副校长了 明年我就让老胡提前退休 或者调到别处 把你扶正 叶晨 不仅叶晨哑口无言 就连一旁鹿大勇 听得都只砸舌 这哪里是提拔啊 这是火箭式的飙升啊 而且是六部中的 三部大佬集体抢人 大夏自古以来 好像都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 不过 想想也就释然了 以叶晨所展现出的实力和潜力 未来前途不可限量 自然是要拼命拉拢 叶晨 你还考虑什么 来当万副长 叶晨 抗魔军生活太苦 还是来当江城父母官吧 叶晨 你可是我礼部的人 你哪也不能去 安安稳稳地当你的校长 三部大佬你一言我一句 最后竟是直接吵了起来 甚至有要大打出手的趋势 就在这时 陆大勇小声嘀咕了一声 难道就不能三者坚韧吗 此言一出 三位九品大佬的目光 齐刷刷地看向陆大勇 那犀利的眼神 吓得这位兵部侍郎脖子一缩 然而沉默片刻后 三位大佬相视一笑 对啊 让叶晨身兼三职不就完了吗 还是年轻人思想前卫啊 呵呵 那就这么说定了 叶晨苦笑不已 想不到还默等自己开口说话 他现在就已经是江城城主 兼任抗魔军万夫长 以及春城武大副校长了 对于这种事情叶晨也并没推辞 反正也没什么坏处 何况他身上还有个龙祖核心成员的身份呢 敲定了这个事情 叶晨便是将注意力再次集中在了那枚宝石上 看向三位尚书道 三位前辈 敢问这个到底是什么宝贝 第114章 荣归故里 说到这个话题 三位尚书不禁都郑重起来 张云举道 这是职业神格 你还没踏入七品 不知道也很正常 职业神格 没错 只有拥有职业神格 你才能踏入高品 叶晨文言道 那这么说 我吸收了这个职业神格 就能晋升七品了 不行 邹立强摇了摇头 解释道 你是射手 需要使用射手体系的职业神格 才能晋升七品 而霓虹眼影视忍者 是刺客职业体系中的一个分支 也就是说 你手上的这枚八品忍者神格 让七品忍者 施下是最好的选择 当然 刺客系的七品前行者和暗杀者 也能转职使用 但战斗技能和战斗经验 可能要重新积累 叶晨额头 又问道 那射手体系 有哪些分支 有三个 分别是狙击射手 御兽猎人 以及陷阱大师 等你晋升七品的时候 可以选择其中一个分支晋升 张云菊解释道 这么说来 这个忍者神格 对我无用 虽然对你没用 但这个神格 却是可以交易出去 你从刚才那些七品的疯狂程度 就知道这个东西 是多么抢手了 可以说 只要你的气血和精神力 修炼到顶点 拥有尚未职业神格 就可以晋升品级 叶晨点了点头 基本明白了 这一修炼体系 难怪当初胡校长对自己说 踏入高品睡难也难 说简单也简单 原来是这么回事 只要拥有尚未职业神格 就能直接晋级 这的确简单 可尚未职业神格 哪有那么容易获得 每一位高品陨落 都是轰动一方的大事 何况即便有高品陨落 你也未必能抢夺 得到神格 想到这 叶晨又问道 那如果找不到神格怎么办 那就只能靠自己顿悟 天道法则 来凭空生成一枚 职业神格 张云菊解释道 只是这种方法实在太难 需要悟性 也需要契机 更需要运气 十年 怕是也出现不了一个 那七品生八品顿悟 岂不是更难 叶晨又问 张云菊摇了摇头道 踏入七品之后 靠顿悟根本不可能 再提升品级了 要么获得尚未职业神格 要么搜集晋升 神格的天才地宝 方可晋级 晋升神格 也需要天才地宝 没错 而且每种职业 所需要的天才地宝 都不一样 天才地宝中 蕴含法则力量 按照规定的配方 与神格相融合 便是能让神格晋升 只是可惜 这种配方早已失传 现如今的晋升配方 都是各国研究院 不断试错研究的成果 当然 更多的配方 是从神明石板中收录的 只是那等年代 距离现在太过遥远 大多数石板都失传了 实在可惜 叶晨文言一愣 从那界中 取出那块神迹中 带出的石板 拿给对方看 三位前辈 你们说的是不是这个东西 张云举 邹力强 周明 三位大佬 连忙拿过石板 端向了好一阵 叶晨发现 他们三个的身体 都在激动地颤抖 而且 随着时间的推移 颤抖得越来越剧烈 两久后 张云举看向叶晨 郑重地道 叶晨 你是我大下的英雄 叶晨笑道 我之前也不知道这是什么 李牧说 这是神文 我就把它带出来了 若是能将这块石板上的神文破解 我大下 又将会多出许多法则配方 实力定然会突飞猛进 我大下崛起指日可待啊 哈哈哈哈 张云举非常激动 他已经好久都没有这么开心过了 没有配方 就仿佛建造房子 没有图纸 即便你的工具和材料再多 也根本无从下手 不知道该如何拼答 有了配方以后 就可以按图所记 自然石板功倍 叶晨道 那这块石板 就留给三位前辈 去研究吧 叶晨 你有什么想要的奖赏吗 邹丽强开口问道 叶晨想了想道 我最想要的 应该就是职业神格吧 不知三位前辈 能否帮我弄到 这个虽然很难 但既然是你的需求 那老夫 就算踏破铁鞋 也要满足你 张文举大手一挥 豪气甘云地道 说吧 你想走三大支线中的哪一途径 狙击射手 擅长超远距离攻击 陷阱大师 则比较擅长近身作战 至于御兽猎人 则在两者之间 而且还能驯化魔物 为其战斗 叶晨思考了一下 说出了一个 让所有人意想不到的回答 难道就不能三系全修吗 小孩子才做选择题 他当然选择全都要 啊 这 三位大佬面面相去 想不到叶晨 选择了一条 他们从未设想的道路 沉默片刻 张文举道 叶晨 因为职业神格十分珍贵 而且同时修炼多系会 十分消耗精力和资源 即便同时修炼 两个分支的都少之又少 虽然修炼双系 要比修炼单系强上那么一些 但难度太大 付出和回报也不成比例 你真的打算修炼三个分支吗 叶晨点了点头 认真的道 我觉得我可以 好吧 那我们三人尽力而为 张文举又道 那你把手上的八瓶忍者神格 也交给我吧 这个东西 无法长时间放置 超过一定时间限制 他的法则之力 就会慢慢散移 直到完全解体 还有这个说法 叶晨一惊 索性将八瓶神格交了出去 反正自己也用不上 拿他换三个七瓶神格 也并不亏 好了小家伙 那我们三人 就先行离开了 等找到射手 分支神格以后 会直接给你送过去 说着 三大九瓶 直接顿入虚空 消失得无影无踪 见大佬走了 陆大勇 看向叶晨几人道 这次任务圆满结束 我们回去 吃个散伙饭 然后你们就各自返校吧 学校我就先不回了 我得先回一趟江城 处理点事情 说话之间 叶晨眼中有一道 立芒闪过 没过多久 江城副城主办公室 柳志安和刘家贝的 拨通了 省主贾政的电话 他刚刚已经接到上级 任命叶晨 为江城新任城主的消息 而且还听说叶晨此刻 正朝江城赶来 这可把柳志安吓坏了 所以 连忙求救于自己主子 电话接通 柳志安连忙道 省主救命啊 叶晨要回来了 他肯定要对付我 你慌什么 看你那点出现 电话那边 贾政不满的道 你是六品 他也是六品 而且你在江城 盘踞多年 根深蒂固 连一个小崽子都对付不了 可我听说 叶晨连霓虹眼影都杀了 呵呵 欺骗三岁小孩子的消息 你也信 贾政冷笑道 用你那猪脑子想一想 六品斩杀八品 可能吗 这不过是以鹅传鹅 制造声势罢了 即便盐影 真的死于叶晨之手 那也肯定是有 大夏九品的暗中帮助 柳志安文言心中稍安道 听您这么一说 属下心里舒服多了 呵呵 你是我亲手提拔 张尚书清风的朝廷命官 借他叶晨几个胆子 也不敢拿你怎么样 贾政傲然道 他若是敢给你穿小鞋 你就告诉我 看本省主 亲自收拾他 得嘞 柳志安喜笑言开 有您这句话 悲职就什么都不怕了 第115章 谁是成拙 几乎只用了半天时间 叶晨便是返回了江城 时隔半年多 再次回到故乡 他感慨良多 离开的时候 他还仅仅只是 一个不入品的准武者 回来的时候 已经踏入六品 而且他的身份 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之前只是个 普普通通的少年 现如今 他已经是一方诸侯 叶晨的专车 刚刚抵达松江义中 早有一名身穿职业装的 黑丝美女 上前开门 他目光看去 正是成思雨 多日不见 他显得轻瘦了一些 不过依旧难掩那傲然的身材 搭配上包臀裙 和黑丝高跟鞋 格外的妩媚迷人 叶先生 您回来了 再次看到叶晨 成思雨难掩激动之色 一双掠尸粉带的信念中 透着欣喜 以及一抹柔情 嗯 叶晨微微点头 没有多说什么 成思雨是他叫回来的 现在他手握一成之权 有很多工作需要处理 成思雨心思缜密 做事认真细致 对自己又死心塌地 正是担任他驻守的不二人选 叶晨朝成思雨左右看了看 问道 江城的其他官员在哪 为何没来见过 他是新上任的城主 按理说 这些官员知道 他要回到江城 一定会闻讯赶来 虽说叶晨并不讲究什么排场 但所有官员都没露面 这就透露出一丝诡异 难道这些深谙人情事故的人精 都瞬间变得误实起来了不成 听叶晨问起 成思雨的脸色微变 迟一片刻还是解释道 江城的主要官员我都通知了 可他们都说 傅城主柳志安 今天要召开重要会议 他们都要参会 抽不开身 我知道了 叶晨微微点头 表情极为平静 他两视为人 自然明白 这是柳志安和他的党羽们 给他的下马威 然后 他便是朝着老校长陈明武等 一众救世走去 陈明武上来就给了叶晨一拳 欣喜道 好小子 你的事迹我都听说了 真是好样的 竟然连小霓虹的八瓶 都被你干掉了 真他娘的 给老子长脸 说完便是开怀大笑起来 叶晨也是笑笑道 这都是老校长教导有方啊 你小子真他娘的会说话 陈明武的脸 笑得跟菊花似的 哦 我还以为你这次回来 当大城主了 翅膀硬了 就把老子给忘了 看来这倒是我多虑了 叶晨笑道 那哪能呢 你永远都是我的老校长 而是在我离开的这段时间 也多亏了老校长 才没让我父母含冤受屈 他刚说完 一旁的王长志 王老师连忙道 这还是我办事认真 发现了柳志安的异动 及时报告给了校长 嗨 我跟你说这些干嘛啊 老师我做好事不求回报 虽然对方这么说 叶晨还是郑重的道 谢谢你王老师 虽然两人之前 因为误会 产生了一点摩擦 但不可否认 王老师是位有失德的好老师 跟严诚意截然不同 现在该叫王副校长了 一旁的何老师 笑着补充道 叶晨一愣笑道 那恭喜王老师高升 这么看来 何老师也生教导主任了吧 还不是托了你这小家伙的福 何老师微微一笑 只是我们跟你比起来 可就有点小屋见大屋了 你这直接就是一城之主 起点就是 几乎所有人一辈子 难以企及的高度 连我们这些老家伙 都成了你的下属 叶晨笑道 就算我是省主 你们也是我的老师啊 师生几人其乐融融 陈明武还在世纪大饭店 订了一桌高档菜系 来给叶晨接风洗尘 吃饭之间 陈明武多喝了几杯 然后对叶晨道 叶晨 我知道你这次回来想干什么 但我还是觉得 你应该忍一忍 叶晨文言道 老小长 你的意思 是我不该动柳志安 柳志安这个家伙 只会鳄鱼奉承左右逢源 实事是一点不干 当初魔窟暴动 魔朝来袭 这老小子 却自己带着家属 躲在后方 还是我带着师生 和一众抗魔军战士 在外围阻击 没让魔朝 伤害到江城父老 可事后这老小子 又出来对上级邀功 说是他率不抗击 这才取得了大劫 正因为此他才被提拔 为了副城主 叶晨皱眉道 这种欺上瞒下的事情 老校长 你当初没上报吗 上报有什么用 陈明武冷笑道 有省主为他撑腰 谁敢管这些事情 我敢 叶晨淡淡开口 这次回来 这个柳志安我制定了 你可不要冲动啊 陈明武文言 酒醒了一半 那柳志安 在江城运营多年 尤其是在城主政渊 被抓走以后 几乎将所有官员 都换成了自己的亲信 你出来乍到 斗不过他的 叶晨笑道 一个小小的副城主 我都摆不平 那我这城主 也就别当了 你看今天没有一个官员 来迎接你 你就知道柳志安 现在在江城的权势 是有多么恐怖 可以说是只手遮天 就是江城的土皇帝 陈明武叹了口气 继续道 最主要 他还与省主关系密切 有省主保他 在东北行省 就没人敢动他 叶晨将杯中 酒一饮而尽 旋即起身 离席而去 陈明武见状 连忙喊道 叶晨你去哪 我去撒泡尿 一会就回来 看着叶晨离去的背影 陈明武等人面面相去 厕所在另外一边 那边是酒店大门 城委会议室 守卫上的柳志安 正镜头十足地滔滔不绝 大谈江城 未来规划云云 下方坐满了 江城大小级别的 各类官员 偌大的会议室 竟是坐无虚席 每个人都在认真聆听 拿笔在记事本上 奋笔集书 将柳志安所讲的话 全部记录下来 谈到精彩之处 所有人还纷纷鼓掌 奉承之声不断传出 柳城主才高八斗 师政有方 这才是真正的城主之选 不知道上级 为何偏偏空降一个毛孩子 接任城主 谁知道呢 我看这里面 一定有猫腻 真替柳城主名不平啊 哼 就算他是城主 又能怎么样 反正我们只听 柳城主一个人的命令 对 我们只认柳城主 说着说着 竟是群情激愤起来 而就在这时 会议室的大门 砰的一声被打开 第116章 直接拿下 众人听到声音 不禁朝着门口看去 只见会议室的大门处 正站着一位陌生的年轻人 你是谁 谁让你进来的 其中一个柳志安的嫡系官员 立刻朝对方呵斥一通 然后又朝着年轻人身后 站着的保安道 你是怎么做事的 没看柳城主 正在给我们开会吗 让一个陌生人随便进来 你工作不想要了 那保安满头大汗地解释道 大人 这 这位先生说 说 说什么 那官员不耐烦道 有什么屁块放 耽误了柳城主 讲话我让你全家失业 这位先生 说他是新上任的江城 城主夜城 保安连忙说道 江城城主 就他 那官员站起身来 走到夜城身前 上下打量着对方 冷笑道 什么狗屁城主 我们江城 没有姓业的城主 只有姓柳的城主 你给我滚出去 其实他心中 自然是知道 眼前这个年轻人 就是新任城主夜城 但他为了朝柳 治安表中心 所以才装疯卖傻 为的就是给这位 新城主一个下马威 事后还可以解释 就说是认错了 对方也不敢拿自己怎么样 看着眼前这个 自以为很聪明的蠢货官员 夜城淡淡道 你现在被开除了 滚吧 那官员一听就火了 当时就骂道 你他妈知道 我是谁 就敢开除 啪 还默等他说完 夜城反手 就是一个巴掌 抽了过去 直接将那人 抽得横飞出三四米 然后结结实实地 撞在了墙上 昏死了过去 然后对着一屋子的官员道 还有人有意见吗 全场顿时鸦雀无声 谁也没想到 这位新上任的 年轻城主手段 竟是这般狠辣 竟是直接出手 打残了一名官员 同时他们也对 这位城主的实力 有了清晰的认识 随手便是将一名 无品巅峰无者打晕 的确恐怖 哎呀呀 原来是夜城主走马上任 下官有失远迎 柳志安这时 才缓缓站起 面带微笑 继续说道 不过他只是无心之举 夜城主又何必一来 就大动干戈呢 他这番话 是在给夜城挖坑 让众人感觉夜城 残酷霸道 这样其他人 就会更加倾向于自己 然而 看着对方直接开口道 柳志安 有人向本城主举报 说你逊私舞弊 滥用职权 贪赃王法冒领功绩 解党营私排除异己 不知是否属实 你可否知罪 柳志安文言一愣 他知道夜城想对付自己 可没想到夜城 竟然这般雷厉风行 上来就直接起脸 年轻人不按套路出牌 不讲官场之道 城主 我冤枉啊 绝对是有人栽赃陷害 我柳志安做事 一向秉公执法 客气奉公 在场每一位同僚都可为我作证 哦 夜城眉头一挑 难道是我冤枉你了 说着 他目光扫向周围 一众官员 淡淡开口 你们谁愿为柳大人作证啊 此言一出 下方诸多官员面面相去 交头接耳 不多时 便有几个官员 站起来说自己愿意为柳城主作证 这些都是柳志安的死忠和嫡系 而剩下的大多数官员 则是坚口不语 默不作声 他们都看出来 这位新上任的城主 虽然年纪很轻 但城府颇深 实力又高深莫测 所以选择明哲保身 现在站出来的 无异于跟柳志安 绑定在了一条船上 同时也会成为夜城的眼中钉 沉默片刻 夜城又问道 那有没有人想举报柳志安的 现在站出来 此言一出 下面顿时嗡的一声 这位新上任的城主 真是不留一丝余地 这是誓要 与柳志安于死网破呀 柳志安文言顿时也慌了 他故作冷静危言的扫尸全场 沉声道 对 有想举报的现在站出来 我倒想看看 谁要举报我 话语之中 暗含威胁之意 会议室的空气 仿佛都凝固了 压得所有人都喘不过气 沉默良久 一位脸上带巴的中年男子 鼓足勇气 站了起来 大声道 我举报柳志安冒领功绩 将底层将士的战功 全部揽到自己一个人的头上 谁有怨言 就往死里弄他 什么危险的差事 都让他去干 我们有十多个战士 就是这么牺牲的 叶辰文言双目一宁 心中生起无名夜火 他看向夏冬道 你放心 这些战士不会白死 你叫什么名字 回城主 卑职城防军千户夏冬 那中年人大声回答 很好 我记住你了 叶辰说完 再次扫尸众人 还有谁要举报 叶大人 这是夏冬他愿告本官 您可不想能相信啊 柳志安连忙狡辩 但叶辰却直接将其无视 再次问道 还有谁要举报 我 又有一人站起来道 我是财务局刘墨 举报柳志安 擅自挪用公款 客扣矿卖零食 我也要举报 还有我 夏冬举报之后 有越来越多的人 站起来举报 仿佛大坝决堤般 一发不可收拾 够了 柳志安壮若疯狂 面容猙獰 冷冷地看着叶辰道 我是省主贾政 亲自提拔的副城主 就算要治我的罪 也得省主大人亲自批使 你能奈我何 这么说 刚才那些罪名 你都认了 对 没错 柳志安嚣张地 弹开双手 挑衅地看着叶辰道 你能拿我怎么样 叶辰点了点头道 夏冬 属下在 将他给我拿下 柳志安文言 立声道 我是朝廷命官 谁敢抓我 不怕死的救过来 说话之间 六品巅峰舞者气息散开 仿佛要与夏冬拼命 然而一只手掌 却直接抓住了他的喉咙 宛如抓小鸡般 将其直接提起 然后狠狠地砸向地面 咚的一声 会议是水泥地面 直接被轰出一个深坑 柳志安甚至跌落到了楼下 众人连忙 朝深坑下看去 却见柳志安 狼狈不堪地 躺在下一层地面 浑身是血 柳志安一边吐血 一边虚弱开口 你 你竟然 私自对我动手 难道你 不怕 省主惩治你吗 你说贾政 他算什么东西 叶晨淡淡道 收拾了你 下一个就轮到他 啊 柳志安 年轻女子坐在靠窗位置上 此刻频频望 向窗外 仿佛是在焦急地等待着什么 不多时 一名身穿职业装的黑丝美女 走了进来 正是程思雨 唐姐 我在这 之前那名短发美女 见到程思雨 连忙兴奋地招手 程思雨羞眉微醋 似乎有些反感 不过她还是走了过去 在对面坐下 哟哟 你这么急着找我 到底有什么事 唐姐 我好歹是你的远房堂妹 约你出来喝杯咖啡 还不行啊 看着面前的程悠悠 程思雨很是头疼 两人本就是远房亲切 好些年都不来往一次 以前程悠悠仗着武道天赋 每次看见 她这个唐姐都爱搭不理 现在反倒对自己这般亲切 说吧悠悠 你到底找我有什么事 我很忙 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程思雨开门见山 不想跟对方绕圈子 程悠悠索性不装了 可怜兮兮地道 唐姐 我知道你现在跟我老同学 叶晨的关系十分亲密 我希望你能在她面前 帮我说说好话 求她原谅我 再给我一次机会 第117章 一夜春风 悠悠 这件事恕我难以启齿 程思雨微微摇头 叶先生的意志 不是我这个下人 能左右和揣测的 我劝你 还是收了这份心吧 程悠悠当时就不愿意了 不满道 唐姐 你这个人 怎么这么小气啊 妹妹我求你这件事都不肯帮 我们可是有血缘关系的呀 悠悠 你不要任性了 这件事 我真的帮不了 我还有事 就先走了 说完 程思雨便直接起身 准备离去 程悠悠站起来 怒吼道 程思雨 你就是嫉妒我 长得比你好看 怕我抢了你的位置 你的风头 程思雨停下脚步 淡淡说道 悠悠 你什么时候 才能真正长大呢 我不用你来教育我 程悠悠气愤的道 你不知道 夜晨当初有多喜欢我 只要你跟她说一声 她一定会原谅我的 到时候 我们姐妹两个一起 服侍夜晨 难道不好吗 见程思雨没说话 以为对方有所异动 程悠悠走到她面前 兴奋道 只要我们两姐妹联合在一起 稍微使一些手段 把夜晨牢牢地控制住 让她沉醉在我们姐妹的温柔箱里 这整座江城都将是我们姐妹的天下 见程思雨还在沉默 程悠悠上前拉住她的手 急切道 姐 你倒是说句话 下一刻 程思雨甩开对方的手 抬起巴掌 对准程悠悠的脸 狠狠地扇了上去 啪 一声清脆的耳光 打在了程悠悠的脸上 也吸引了咖啡厅几个顾客 和店员的注意 你打我 程悠悠捂住红肿的脸颊 难以置信地看向程思雨 叶先生神仙一般的人物 岂如你一个臭丫头这般算计 真当自己是打击在世了吗 程思雨再次转身 余光冰冷地看向对方 看在血缘关系的情分上 我这次求先生饶了你 下次再敢有这种念想 别怪我不留情面 说完 便踏着高跟鞋 在一众惊恶的目光注视下 从容离去 夜晚 城主别墅内 叶晨坐在沙发上 看着跪在自己面前 哭得梨花带雨的程思雨 开口道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好了 你不要哭了 这件事我不怪你 你起来吧 程思雨执意不肯起身 腿上的黑丝都被地板磨破了 我只求先生不要生气 饶过我堂妹这一次 她毕竟是我的堂妹 然后 程思雨眼眶红红地看向夜晨 先生放心 思雨的心会永远都跟您在一起 您的意志思雨永远不敢违背 也绝对不会做出半点伤害先生的事 我相信你 你起来吧 夜晨淡淡开口 你是你 她是她 我分得清 多谢先生 多谢先生信任 程思雨破涕微笑 挪动大腿 跪爬到夜晨脚边 先生这些日子东奔西走 一定很辛苦 思雨帮您按按摩 给您放松一下 说着 她便用一双软弱无骨的小手揉捏起来 稍微揉捏了一阵 程思雨温柔地逆声道 先生 这个力道可以吗 舒服吗 嗯 不错 夜晨微闭双目 享受着美人的侍奉 得到夜晨的称赞 程思雨的心理愈发甜蜜 动作越来越熟练 行为也是越来越大胆 思雨在帮您揉一揉肩颈 说着 程思雨慢慢起身 让夜晨稍微往前挪了挪 自己则跪坐在她的身后 这个位置 两人几乎贴在了一起 加上程思雨本就疯乱傲人 就显得更加拥挤 一缕缕悠香 飘到夜晨鼻息 倒是有种说不清的感觉 与陈冰陈雪那样青春少女不同 程思雨像是一颗成熟的水蜜桃 无时无刻不在 散发着成熟的气息 又暗了一阵 程思雨的小手忽然下移 抱住了夜晨的身体 红润的小嘴在夜晨耳边喝气如蓝 思雨想让先生更舒服一些 说着 他便是将夜晨直接推倒 挪动末盘 坐在了夜晨的身上 此处省略一万字 第二天 天光放亮 夜晨这才从睡梦中醒来 只觉通体舒爽 精神饱满 他发现 程思雨还像小猫一样 蜷缩在自己壁弯 脸蛋红润 红唇微张 修长的睫毛 紧紧贴合在一起 睡得依然正香 夜晨没有打扰他 毕竟昨晚自己 一路攻城拔战 加上程思雨本 就是普通人 根本无法承受他的冲杀 一路丢盔弃甲 讨饶了十多次 看来得想办法 帮他提升一些修为了 夜晨心中琢磨 毕竟程思雨 也算是自己人了 自己有必要帮他一把 虽然他的天赋应该很普通 但以自己现在的能力 让程思雨提升到中品 还是绰绰有余的 这样他的精力和身体 都会有大幅度的提升 也能帮自己更好地做事 打定主意 夜晨便是轻轻地起身 走出房间 楼下 父母早已起来 帮他准备好了 丰盛的早餐 儿子 怎么没叫你的助理 一起下来吃饭 听老妈问起 夜晨老脸一红 看来父母是知道 程思雨昨晚没走 他轻壳一声 咬了口包子 含糊道 可能昨天忙碌太累 想多睡一会吧 哦 林彩霞似笑非笑地 看着自己儿子 一旁的夜开诚说道 你老问这些事干嘛 小辰已经长大了 他能处理好自己的事情 不需要你来操心 我操心什么了 林彩霞顿时就不乐意了 我自己的儿子 问问怎么了 我还想早点 抱孙子孙女呢 嗨嗨 夜晨差点呛道 连忙狼吞虎咽地吃完饭 抹了 把嘴就起身走人 爸 妈 我这几天很忙 可能会很少回家 记得注意安全额 夜晨来到门外 轻轻拍了拍手 十几个伸手矫健的战士 直接从各处隐蔽点现身 迅速来到夜晨身前 单膝跪地 城主大人 夜晨点了点头道 要保护好 我的父母和助理 有紧急情况 及时来城东魔窟 向我汇报 大人放心 夏东千副长 已经安排妥当 挑选的 都是抗魔军 最优秀的战士 保证完成任务 很好 以后你们就是 我夜晨的清兵 干得好我 不会亏待你们 誓死追随大人 十几个战士 都很激动 夜晨一来 就干掉了柳志安 也算是帮他们报了仇 他们又怎能不感激 而且现在夜晨的威名 在江城如日中天 传闻连霓虹八品强者 都死于他之手 这就让这些战士 更加崇拜 从家里出来 夜晨直接便进入了 城东魔窟 这里本是江城 高中武生的练习地 不过因为近年来 这片魔窟里的 魔物繁衍太过迅猛 对于高中生来说 有些危险 所以就弃之不用了 从陈明武口中 打听到这个地点后 夜晨便是决定 选择在这里修炼 里面的魔物 正好适合自己 迅速积累力量 现如今 他已经是城主 万夫长 所以进入魔窟 畅通无阻 想怎么练就怎么练 想练多久 就练多久 一进入魔窟 夜晨便是迫不及待地 取出后翼弓 朝着不远处的一只 魔化老鼠射去 定 使用乾坤一击击杀目标 永久获得力量加三 敏捷加三 第118章 联合出击 虽然这座魔窟 有着封印的缘故 基本都是一品魔物 击杀所给的力量 并不是很多 但剩在数量众多 它可以一直地射下去 只要技能冷却一好 便直接使用 为了提高效率 看着那界里的 一万多零食 一咬牙 直接使用一万零食 又将乾坤一击提升了一击 乾坤一击LV6 如果敌方目标 死于此技能之下 则宿主永久 获得力量加三 敏捷加三 冷却五秒 击杀的敌人越强 力量和敏捷增加越多 可不要小看了 这一秒的冷却减少 这技能可是越升级 收益就越高 而且呈几何倍数增长 如果冷却 从两秒降低到一秒 那效率 就相当于提升了100% 而且现在它不仅能累积力量 还能累积敏捷 射速也会更快 假以时日 一秒摆设不在话下 而且今后 哪怕是刺客系职业舞者 都没它跑得快 配合上自己 超远射程的恐怖剑术 任何敌人 都别想逃过它的击杀 为了在积累力量的同时 修为也不落下 叶辰果断地将 七品灵草 吃盐灵慧吃进毒中 在击杀魔物的同时 不仅气血 急速暴涨 甚至精神力 也在急速攀升 哪怕叶辰 在魔窟里 射了一天一夜 也没有感觉到 丝毫的疲累 看一眼积累的属性 力量 153454 敏捷 51465 只用了一天的时间 便是累积了 5万多的力量 和敏捷 一下子 将自己的总类积量 提升了50%之多 感受到自己暴涨的实力 叶辰更加的兴奋 直接趁热打铁 抓紧时间加油射 魔窟内 一片尸山血海 叮 使用乾坤一击击杀目标 永久获得力量加3 敏捷加3 叮 使用乾坤一击击杀目标 永久获得力量加3 敏捷加3 系统提示音不断地响起 叶辰却丝毫不觉得吵闹 有一种乐在其中的感觉 就在叶辰 在魔窟练的热火朝天的时候 春城省主办公室 一只拳头砰的 砸在了桌面上 直接将整个桌子 轰得粉碎 叶辰这小子 竟然连本省主的人都敢动 真是活腻了 说着 贾政看向一旁的罗飞道 去 给我带人 把叶辰抓回来 本省 主要让他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罗飞顿 石面露难色 迟迟没敢动作 贾政双目微眯 怎么 连我的话 你也不听了 不不不 您的话对下官来说就是圣旨 我哪怕不听啊 只是 罗飞咧了咧嘴道 只是那叶辰 实在是太厉害了 加上他又从神迹 获得了后裔传承 我这个七品 恐怕也不是他的对手 一旁柯荣也道 省主 罗大人说得不错 看来此事 也只有您亲自出手 才能力压叶辰 两个饭桶 贾政冷眼扫视两人后 道 也罢 那本省主就亲自出手 直接就地正法 让他知道得罪本官的下场 大人不可 柯荣连忙摆手道 叶辰现在身份特殊 跟吏部 礼部 兵部 甚至跟龙祖 都有牵连 若是您真的杀了他 跟这些部门的大人们 不好交代啊 你以为本省主会怕 贾政冷笑 他叶辰以为自己 有靠山就嚣张至极 为所欲为 殊不知 户部尚书 贾英 可是我的亲叔叔 就算我把叶辰杀了 那些大人们 能奈我何 他笑了笑 又道 这些大佬 就是看中了叶辰的潜力 所以才会向他 抛出橄榄枝 实际并没有多深的交情 而我和户部尚书 可是一家人 跟这些大人 也认识多年 孰亲孰众 他们自然分得亲 省主英明 下官还有一个万全之策 保证叶辰必死无疑 哦 说来听听 下官觉得 大家都说 叶辰能占八品 虽然这传闻并不可信 但也不能完全轻视了他 倒不如将许大帅 也邀请来 我们一并杀奔江城 叶辰必死无疑 说完 他还连忙补充道 省主 我不是说您打不过叶辰的意思 只是下官觉得 这样更保险一些 也能震慑住其他官员 以防今后 还有类似事件发生 贾政沉思片刻 微微点头 你说得很对 这次行动 我们必须要保证万无一失 如此有潜力的敌人 还是趁早消灭了 才能安心 贾政笑道 正好上次 叶辰抢了许文东的神迹名额 许大帅政在气头上 他一定不会拒绝 罗飞你赶紧去请大帅 他话音刚落 门外传来一道响亮的声音 不用麻烦 我自己来了 说话之间 从门外走进来一位 身披帅袍的白发老者 行走之间风声呼啸 目光如鹰般犀利 让人不敢与其对视 他便是东北行省 抗魔军大帅许雄 让我帮你可以 事成之后 我要那把后裔功作为报酬 许雄直接开口 贾政沉默片刻 最终一咬牙道 可以 但你许家 今后也要支持我 晋升礼部侍郎 一言为定 两人一击掌 皆是开怀大笑 罗飞激动道 有您二老出手 那个目无尊卑的臭小子 定是死无葬身之地 哼 许雄沉声道 老子不光要杀他 而且还要让他死得轰轰烈烈 说着 他看向门外站着的副官 立合道 传我命令 让我麾下三千禁卫军 即刻整装启程 随我前往江城 将夜城拿下 是 第119章 保卫城主 黑云压城 压一笼罩着整个江城 省主和许大帅 率领三千禁卫军 杀半而来的消息 传遍了整个城市 快跑吧 听说新来的城主 得罪了省主和许大帅 两位大佬震怒之怒 好像要屠城 屠城有点太夸张了吧 抗魔军是守护我们的 又怎么可能对我们下手 谁知道呢 现在满城风雨 各种消息传得厉害 反正我要先去我乡下的 四伯家的小舅子的姨妈家躲一躲 城委办公室 一个女秘书 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 城主理 快跑吧 省主和许大帅杀过来了 现在正在路上 再不跑就来不及了 城思雨柳眉微皱 问道 你这是听谁说的 女秘书道 这消息都已经传遍江城了 据说 他们不仅要杀了叶城主 而且还要屠城 现在外面人心惶惶的 连我们江城的官员 都跑了一大半了 真是胡闹 城思雨站起身来 冷冷地道 这分明是有人故意煽风点火 造谣声势 不管怎么说 大帅和省主来找城主 兴师问罪是真的 他们马上就要杀来了 女秘书焦急地道 城思雨闻言 看向女秘书道 你马上去通知电视台和新闻媒体 通过各种传媒手段安抚居民 我会通知城防军加强戒备 派人去魔窟报告城主 要去你自己去吧 我得走了 这个地方 我是一刻都不想多待 说着 那女秘书便慌慌张张地跑了出去 你 城思雨见状 咬了咬银牙 拍了拍自己的脸蛋 让自己镇定下来 叶先生对我有知遇之恩 我绝不能辜负他 八品强者 三千进卫军 这种力量 对于他这个普通人来说 简直就是降维打击 虽然城思雨的郊躯 忍不住地颤抖 不过 他依然有条不紊地 开始梳理各个部门 将城委中剩余的官员召集起来 一边安抚居民 一边通知夏东调配城防 江城 城防军总部 夏东紧急召集上万城防军 集合归队 无论是休假的 还是带病的 亦或是执行远程任务的 通通召回 一名通讯员 汇总各队信息后 直接跑到夏东面前 尽力站定 报告下副官 城防军一万三千九百零八人 全部归队 集合完毕 请指示 很好 夏东目光坚毅 扫射向下方每一名战士 你们都是好样的 没有给我们抗魔军丢脸 有消息说 许大帅率领三千进卫精锐 正朝我们沙伴来 你们怕不怕 不怕 怕不怕 不怕 声震九霄 夏东又道 这次敌我力量差距悬殊 而且又是兄弟部队 现在有想退出的 可以马上离开 我夏东绝不阻拦 也绝不会怪罪于你 夏方鸦雀无声 所有人战士都站得笔直 没有一个挪动半步 咱们敞开天窗说亮话 这一战 就是为了我们的城主战 夏东虎木圆凳 继续道 大家也都看到了 自从我们的城主 万副长叶辰上任以来 不仅铲除了大老鼠 而且将我们的薪资 提高了足足三倍 每年假期还多了半个月 俗话说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现在是该我们效力的时候了 保卫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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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江一中 校长办公室 陈明武看向周围三位武高校长 郑重道 我陈明武这辈子没求过什么人 今天我求三位 来帮帮我 别说了老陈 是实验武高校长苏建国道 既然我们三人来了 那就表明了我们的态度 叶辰是你的学生 也是我们的学生 我们怎么可能袖手旁观 老苏说的没错 另外 两名校长也道 叶辰不愧是我们江城培养的优秀人才 虽然他刚刚上任 但却是让整个江城的官场风气 焕然一新 是啊 之前层层刻扣到了 我们教育者的手中 几乎就没剩多少 现在我们每个学校的福利待遇 都比往常提高了不知多少 相信不久的将来 我们江城会涌现出更多的优秀学生 这样的城主 我们不支持 谁支持 陈明武沉默不语 郑重地朝三人居了一躬 等三人来到楼下 准备赶往前线的时候 刚一踏出门口 四位校长全都愣住了 只见偌大的操场上 乌鸦鸦地站满了人 有老师 有学生 有老人 有记者 他们带着旗帜 打着标语 上面写满了对夜城的敬意 以及对省主和大帅的痛斥 陈明武惊恶张了张嘴 问道 你 你们这是干什么 校长 我们陪你一起去前线 对 我看省主和大帅 能拿我们怎么样 虽然我打不过他们 但我还是要抗议 大不了就把我们全杀了 抗魔军是人民的军队 不是某些上位者 欺压弱者的工具 我们记者已经开启直播 要让所有人都看清 他们的丑恶嘴脸 从春城通往江城的 高速公路上 一辆辆卡车 头衔尾的飞奔着 车上坐满了抗魔军战士 为首的一辆高档轿车上 省主贾政和大帅许雄 端坐后排 前排副驾的罗飞 接了一个电话 回申请示道 省主 听说目前江城方面 有人不少人自发地组织起来 扬言对抗我们 而且还开启了网络直播 反了天了 贾政怒骂一声 命令道 让技术部门 掐断他们的直播信号 我要让江城 变成一座彻彻底底的孤城 胆敢反抗者 格杀勿论 是 罗飞连忙将这一命令 传达了出去 而一旁的许雄 不禁皱了皱眉 迟一道 这个夜城 为什么在江城 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谁知道呢 贾政冷笑道 无非是一些刁民起哄罢了 直接杀一批 也就震慑消停了 许雄闻言 眉头皱得更深 与其转冷道 贾省主 老夫跟你合作 是为了找夜城的麻烦 跟其他人无关 滥杀无辜 可不是我许某人的作风 第120章 接着奏乐 贾政文言一愣 脸上献出些许尴尬 玄疾哈哈一笑道 许大帅说的哪里话 身为东北行省的父母官 我自然比你更加爱名如子 只是在对待某些顽固分子的时候 你不给点厉害的 他们就不会消停 那也不能滥杀无辜 这是底线 许雄沉声道 贾省主如果不依从的话 那徐某也只能暂时打到回府了 好好好 就已老帅 贾政心中不悦 只是现如今 还要依靠许雄的力量 所以他也不得不暂时妥协 只有等到把夜城干掉以后 再扶持一个自己的心腹上台 再对这帮反抗者秋后算账了 就在贾政主意已定时 高速行驶的轿车 猛的急刹车 在滑出一条十几米的硬痕后 才勉强停了下来 罗飞朝前方看去 只见车头前方不到一米的距离 是胡万里 贾省主本来就在气头上 不禁勃然大怒 直接开门下车立刻道 胡万里 你想死吗 胡万里却没接话查 直接道 我胡某在此拦车 是想请省主和大帅反乘 将成之事 我们可以上报立步 相信尚书大人自有定论 那时在捉拿夜城不迟 胡万里 你在教我做事 贾政目光微眯 他刚刚在许雄面前吃扁 现在正在气头上 自然是要拿对方撒气 给你三秒钟的时间 赶紧在本省主面前消失 否则别怪本省主先拿你开刀 胡万里微然不动 继续道 还请省主三思 给我滚开 说话之间 贾政周身灵力暴涌而出 浑身竟是覆盖了一层金光 直接对着胡万里 一拳轰出 胡万里也是没有想到 对方竟是全力出手 加上对方又比他高尚整整一品 仓促之间根本来不及抵抗 直接便是被贾政一拳轰的 吐血倒飞出去 来人 给我压下去 绑在大车的木柱子上 让所有人都看到 这就是得罪我贾政的下场 是 立刻有几名下属 架起地上昏迷不醒的胡万里 用特制铁链 结结实实地 绑在了后车竖起的木桩子上 旋即 车队继续浩浩荡荡地 朝江城进发 江城 魔窟内 此时夜城正沉浸在愉快的修炼之中 随着一个个魔物的死亡 脑海中不断地响起系统提示音 定 使用乾坤一击击杀目标 永久获得力量加三 敏捷加三 使用乾坤一击击杀目标 永久获得力量加三 敏捷加三 这时 他的感应器开始微微震动 夜城眉头微皱 这代表有人进入魔窟来找自己 之前他已经通知相关人员 如无紧急事情 不要来打扰他 这显然是有大事发生 夜城直接大踏步朝着魔窟出口方向而去 有将近六万点的敏捷 以及五级暗影及时的加持下 他现在的速度可以说是风驰电撤 所过之处只留下一道虚影 什么事 仅仅是片刻时间 夜城便是来到了那名城防军战士身边 突如其来的声音 让那名战士吓了一跳 回头一看 却是城主不知何时出现在了自己身后 他暗自感叹 城主实力的高深莫测 说是瞬间一动 也差不多太多了 报告城主 根据可靠消息 省主和许大帅 正率领三千禁卫军 朝我将城进发 目标疑似是您 下副官已率领全体城防军 在边界沿阵以待 请城主定夺 夜城闻言目光一宁 冷声道 我知道了 那位战士又道 下副官已将您的双亲 转移到了安全地点 副官还说 您可见机行事 可暂避锋芒离开江城 我城防军全体战士 愿誓死保卫城主 拖住敌人 给您和家人 创造出尽可能多的离开时间 夜城一笑 拍了拍这名战士的肩膀 沉声道 回去告诉下副官 就说 本城主 万夫长 绝不会丢下自己的兄弟们 独自逃跑 老子不仅不跑 而且还要正面消灭来犯之敌 他敢来 老子就敢杀 传我的命令 所有城防军全体后撤 没我的命令 谁也不准出击 本大人要亲自为民除害 那战士迟疑道 城主 可那是省主和大帅 以及三千禁卫军啊 您独自对抗 是不是有点势单利孤 夜城面色异领 迪鹤道 去传命令吧 是 等传领兵走后 夜城便是从魔窟中走出 却是看到此时的魔窟外面 围满了黑压压的父老乡亲 不禁问道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我们要跟城主站在一起 要杀城主 就连我们一起杀了 狗日的贪官们 一个个不干人事 就喜欢陷害忠良 我们不答应 对 我们跟他们拼了 一时之间 群情激愤 夜城文言心中一暖 看来公道自在人心 自己为大家办事 老百姓都记在心里 想到这 他抬手向下压了压 人群顿时安静下来 大家的好意 我夜城心领了 夜城笑了笑 继续道 只是他们 只来了区区两个八品和三千人 就想要我夜城的命 未免有点太异想天开了 大家不用担心我的安全 回去该干嘛干嘛 没了贪官污吏 我们江城一定会越来越好 可大家却迟迟不肯散去 纷纷表示 大人 您就让我们跟你一起吧 不然我们放心不下 对 我们要跟大人一起去 见众人气势高涨 夜城微微点头道 那好吧 不过大家不要太严肃 都开心快乐一点 这真不是什么大事 那个谁 有没有会乐器演奏的 回去把乐器拿出来 让我们嗨起来 一番话倒是把大家逗笑了 有很多人立刻响应起来 纷纷跑回家拿家伙 然后跟着夜城 一路吹吹打打 伴着欢快的旋律 朝着前线而去 等到了前线 这里 已经弥漫着一片肃杀之气 一万余名城防军战士 手握武器严阵以待 公路上设下了层层路卡 和破胎器 阻止即将到达的车队 继续向前 夜城在人群中 看到了几位高中校长 以及一众武高老师 而且在这些人中 他忽然发现了一道 熟悉的倩影 江宁霜 大师姐 你怎么来了 夜城笑着走上前去 看着眼前这位 身披仲凯的冰霜美人 江宁霜的脸上 依旧不苟言笑 淡淡回答道 帮你杀人 夜城四处看了看 问道 胡校长呢 他让我先来 自己半路拦截车队去了 胡校长说 若是能将他们劝回去 自然省了不少麻烦 江宁霜话音刚落 远处便是传来了 一阵阵卡车轰鸣声 一辆辆军用卡车 正朝这边高速驶来 那弥漫的杀气 让周围不少人 都瞬间紧张起来 甚至连乐器都停了下来 大家别紧张 一切由我 夜城摆了摆手 示意到 接着奏乐 接着舞 第121章 金色烟花 乐手们闻言一阵迟疑 眼前三千进卫军已经杀到 那等窒息的氛围 任谁都会紧张 其中一个手握长笛的乐手 看着众人道 都愣着干什么 没听清城主的话 前方的指挥一咬牙 将手中的指挥棒 继续挥舞起来 一曲欢快的乐曲 龙飞凤舞 悠扬传开 夜城都忍不住 随着悠扬的乐声微微晃动 完全陶醉在了迷人的声乐之中 江宁霜古怪地看了夜城一眼 想不到这家伙 在大敌当前的时候 还有心情玩闹 随着一辆高档轿车 徐徐停稳 下动一招手 周围的城防军战士们 立刻进入战斗状态 只要一声令下 他们便会毫不犹豫地冲上去 陈明武等一众武者 也是神经紧绷 神色一片肃穆 与此同时 罗飞和柯荣走下车来 屁颠颠地拉开后车门 将贾正和许雄迎下了车 没等两位大佬开口 罗飞上前赤道 夜城 省主和大帅清灵 还不快来拜见 我夜城只拜天拜地拜父母 你们算是什么东西 也配我办 夜城 你 罗飞还想再说 贾正打断了他 自己开口道 夜城 你可知罪 夜城淡淡反问 我何罪之有 贾正冷笑道 你独断专权 残害同僚 还有脸跟本官说 何罪之有 夜城道 我杀的是贪官污吏 恶贯满盈之徒 他克扣军饷 欺压百姓 鱼肉香里 难道不该杀 他话音刚落 周围百姓大叫道 夜城主做得没错 我愿意为他作证 夜城主是为民作主的好官 你们才是欺压百姓的狗官 滚出江城 这里不欢迎你们 听着周围一片谩骂 贾正的脸色越发阴沉 他运转伶俐 怒吼道 够了 生振穷语 甚至让不少百姓脸色惨白 夜城继续道 贾省主 你说我独断专权 残害同僚 而你现在带着一众人马 杀伴来是什么意思 你闭塞严路 阻碍百姓发声 又是什么意思 你才是那个 真正独断专权 欺压百姓之人 夜城主说得没错 我们永远支持夜城主 狗官滚出去 这里不欢迎你们 抗魔军是保护百姓的 不是对付百姓的 你们为什么要助纣为虐 剑场面有失控的态势 连大帅许雄听闻此言 都沉默不语 贾正咬牙切齿 你们这些渔民 再敢胡搅蛮缠 阻拦本官办案 就以此人为例 说话之间 他一挥手 后面有几个舞者 抬着一个木桩走上前来 而在那木桩之上 赫然捆绑着一个 奄奄一息的老者 胡万里 陈明武见了 眼眶顿时充血 热血不断上涌 看到自己多年的 老友兼战友 堂堂七品舞者 竟然沦落至此 他快要控制不住自己了 他将手中的大刀 握得搁吱作响 整个身体死死的绷紧 宛如一根上弦利剑 校长 江宁霜看到这一幕 周身煞气涌动 手握龙闻枪 就要直接杀出 叶晨直接将其拦下 将宁霜翘脸寒霜 冷冷地道 你拦我干什么 看他架势 若是叶晨不能给出一个满意答复 他就要先将叶晨身上 捅几个窟窿 胡万里对他有救命之恩 还把他抚养长大 几乎就是他第二个父亲 现在父亲危在旦夕 他又怎肯善罢甘休 大师姐 这个杂碎交给我 江宁霜面色一宁 他从这番话语中 感受到了叶晨体内积压的怒火 仿佛是一座即将喷发的火山 好 若是就不回校长 我绝不会饶过你 放心 我若就不回 就让你捅一辈子 说完 他便是大踏步地朝贾政走去 许熊微微一动 却是发现 江宁霜已经拦在他的面前 大帅 你最好别动 否则我的枪可没长眼睛 听闻江宁霜冰冷的话语 许熊轻轻叹了一口气 哦 宁霜 我念你是故人之后 不想对你动手 你别逼我 要打便打 少废话 江宁霜低贺 许熊再次轻叹 虽然我也不相信 江永一将侍郎会背叛大侠 但事实就是事实 无法改变 你可不要学你父亲被祖望点 他话音未落 一道枪营裹挟着龙吟直接刺来 许熊微微偏头躲过枪间 又伸出两指 直接卡住枪头 使其无法再动 我不准 你诋毁我的父亲 许宁霜长发飘荡 周身凌厉暴涌而出 满腰一拧 摆脱许熊控制再度出击 许熊边退边躲 被一个小辈不断攻击 他的心中也是越发运怒 而就在他打算还击的时候 却猛地听见贾政那边传来轰隆巨响 以及贾政的一声哀嚎 他余光扫去 只见叶辰竟是沉默地走到贾政面前 直接便是轰出是大力辰的一拳 这一拳的威力 竟是连贾政这个八品战士 细武者都没能抗住 朝后不断裂解 而且叶辰的攻势 还仅仅是刚刚开始 紧接着又是轰的一拳 贾政只感觉自己耳边嗡鸣 狂猛的刚风让他感到阵阵窒息 他心中大怒 周身金光再度绽放 八品金身再现 然而 叶辰的第三拳却是更加沉重 他连忙用手臂去挡 哄 贾政只觉嘎巴一声 顿时一股钻心的剧痛传来 自己的左小臂竟然断了 他筋骨金身 竟然承受不住叶辰的普通攻击 这一惊非同小可 他本想立刻飞退 调整状态再战 但叶辰却并未给他机会 一拳快过一拳 一拳重过一拳 每一拳的出手 都让他感受恐怖 甚至让他感受到了死亡的气息 我去你妈的 叶辰跳起来 从上朝下砸去 竟是直接将贾政轰到了地底 紧接着 叶辰直接骑在了贾政的身上 拳头如同雨点般落下 如同捣算般不断轰击 打得大地都不断震战 周围众人都连连后退 众人骇然看去 八品金身镜的超级强者 竟是让叶辰打得粉身碎骨 金色的血液都流了一地 最后叶辰还不算完 他站起身来 抓住贾政的脖梗 直接将他不成人形的身体提了起来 此时的贾政 只能惊恐地张口 完全无法发出任何声音 你不配 死在大厦的土地上 叶辰说完 用尽全力 将贾政抛飞到九霄之上 玄机拿出后翼弓 张弓搭剑 对准半空 一气呵成 一道离弦之剑 宛如闪电般飞射而去 给我报 轰隆一声 天空中顿时盛开出一朵金色的烟花 升阵千里 久久无法平息 第122章 手下留情 金色的血液 漫天飘落 震撼人心 所有人都仰头看向这壮观奇景 八品金身镜的陨落 竟是这般绚烂 别说是普通人 哪怕是中品舞者 恐怕一辈子也没见过八品陨落 而且还是被炸得粉身碎骨 从天而降 看到这番情景 三千镜卫军都心神震动 虽然他们都是身经百战的战士 可再次看向叶辰 眼底不禁浮现一抹敬畏 以及崇拜 没想到 死子真能斩杀八品 传闻竟然是真的 许雄深吸一口气 虎目中也带着浓浓的震撼 他这一生 南征北战 见过的强者不计其数 见过的天才如过疆之际 然而 那些回忆家一起 都远远不及此刻的叶辰 所给他带来的强烈冲击 此刻的叶辰 自然没理会这些人的目光 看着即将飘落而下的金玉 叶辰抬手一招 漫天金玉 竟是朝着他的手掌汇聚而去 在魔窟修炼的时候 他便是把两株七品灵草 赤盐灵慧和青莲灵液 全都吃了 不仅气血不断暴涨 就连精神力也是愈发强悍 此时此刻 却是能够做到精神力外放 那种程度 已经跟一般的七品强者 相差无几 在精神力的牵引之下 金玉汇聚成一大团金叶 缓缓漂浮在叶辰面前 他直接从那界中取出一个个空瓶 将这些金血装了进去 足足装了十多瓶 这些金色的血液 不仅没有普通血液的腥臭 反而还散发着散散的芬芳 都说八品浑身是宝 果然名不虚传 毕竟八品武者可以说 已经脱胎换骨 全身筋骨 筋血 超凡脱俗 这些金血中所蕴含的能量 相比于八品灵草 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算起来 这已经是叶辰斩杀的第二个八品 只是第一个八品是小霓虹鬼子 下手太重 连骨灰都给扬了 金血自然也无法保存下来 这一次倒是收获颇丰 而最让叶辰关注的并不是金血 而是贾政爆出来的职业神格 看着半空中的那闪闪发光的宝石 叶辰手掌一招 直接将其握在手中 叶辰淡淡一笑 同样收入那界 叶辰 你竟敢击杀八品大猿 许雄虎木猿瞪 声音中蕴含着十足的愤怒 哪个八品强者 不是一国之根界 而在叶辰这里 却是说杀就杀 没有丝毫的顾忌 要知道 霓虹死了一个眼影 这段日子以来 不知已经用了多少手段 来给大厦施压 甚至联合阿美利卡等国 扬言要与大厦全面开战 而今 他却再度击杀了一位大厦八品 简直猖狂至极 我为何不敢杀 叶辰冷冷地道 别说一个八品 就算是九品 只要惹到了我 那也招杀不误 好猖狂的小子 许熊彻底暴怒 立刻道 那就让老夫 来领教一下你的高招 说话之间 一声宛如野兽的怒吼 从其口中发出 紧接着 他的身体不断膨胀 肌肉不断暴涨 周身竟是长出了棕色的瘦毛 整个面部 也是出现了惊人的变化 鼻子不断拉长 口中长出锋利獠牙 远远望去 仿佛一头直立行走的巨熊 而在许熊彻底变身之后 一股磅礴的气势也是从其体内爆发开来 威力之大 仅单靠气势便是将将宁霜弹飞出去 叶辰眼疾手快 飞身一跃 伸手揽过仙妖 戒势转了两圈 稳稳地将将宁霜送回地面 大师姐 这里交给我 将宁霜文言 笛声道 你小心 他是进化系德鲁伊 能力是兽化雄太 皮操肉厚 力大无穷 在战场上甚至与九品强者交过手 力战石鱼河 不落下风 这种实战派八品 远非贾政那种传承派可比 我知道了 叶辰点点头 表情依旧风轻云淡 让我跟这头笨雄比比谁的力气大 没等将宁霜再次开口 叶辰便已然冲了上去 直接一个冲拳 朝着许雄的雄脸轰去 许雄的瘦眼中 闪过一抹不屑 巨大的雄掌抬起 轻松接下了叶辰的一击 的确比贾政强多了 但这也仅仅只是 我三成的力道 叶辰低贺一声 宛如训练一般不断地冲拳 一拳快过一拳 一拳重过一拳 十一拳后 许雄终于是开始向后退去 好 似乎是受到了侮辱 许雄怒吼声中 周身金光大胜 紧接着 两个雄掌凝聚起绚烂金光 静止朝着夜晨拍击而下 大地中击 轰隆隆隆 大地顿时一阵剧烈的晃动 甚至让周围那些普通百姓 都站立不稳 跌倒一片 一道道手臂粗细的沟壑 宛如蜘蛛网般朝着四面八方 延展开去 狂猛的能量不断以大地 为媒介扩散开去 甚至传递到围观众人处 还有余威 陈明武和其余舞者健壮 立刻出手以利抵利 这才勘勘将许雄这一击全部化解 所有人快撤 其实不用他提醒 围观之人已经自发地逃离开去 而他们今天也终于见识到 八品强者的真正实力 哪怕是一丝余威 都能将普通人直接杀死 这还是许雄已经留有余地 否则一击之下 方圆一公里内的所有普通人 全部化为击粉 他这一击 就是要将周围人驱离开去 然后才好放心大胆地跟叶辰大战 紧接着 许雄转身 看到了此时站在身后不远处的叶辰 叶辰的速度让他心惊 甚至无法看透 他是怎么到自己身后的 现在大家都撤了 我也可以放心大胆地施展拳脚了 叶辰活动活动肩膀 扭了扭腰 朝着前面的大宗雄勾了勾手指 来吧笨雄 用出你最强的力量 我动一下算我说 好 这番话显然是将许雄彻底激怒 九品之下 还从来没人敢在他面前叫嚣力量 巨大的雄身一路狂奔 双掌对准头顶便是狠狠拍下 所过之处 空间都是被其雄爪撕开刀刀裂缝 面对此等泰山压顶般的攻势 叶辰双手举起 与那一对大上数倍的雄掌 重重地拍击在一起 动 沉闷的音波 宛如冲击波般朝着四面八方扩散开去 甚至将远处的几根树木连根拔起 仅仅只是一个接触 便是让方圆百米内的一切事物化为乌有 咔咔咔咔 一人一雄不断地角力 整个空间都在微微晃动 而僵持得越久 越是让许雄暗暗心惊 想不到这个世界上 九品之下 还有人能与自己正面硬刚 对方甚至不是以力量著称的战士 骑士以及德鲁伊 而是个射手 而接下来夜晨的声音 更是让许雄陷入狂暴 你就这点力量吗 好 许雄周身金光 再度明亮了几分 雄嘴之中 竟是口吐人言 雄的力量 咔咔咔咔 下方的大地 开始不断军裂 裂缝也是变得越来越粗 不断地朝着远处延伸开去 见夜晨依然纹丝不动 许雄咬碎獠牙 雄 雄的力量 轰轰轰轰 大地片片崩碎 整个地面都宛如八级地震般 不断翻滚 可即便如此 纵使许雄多么用力 那眼前这个渺小的人类 仿佛是一座巍峨的高山 根本无法使其撼动分毫 雄 雄 雄的 力量 许雄甚至已经汗流加倍 将吃奶的力气都用了出来 轰隆隆 轰隆隆隆 大地深处不断炸裂 一缕缕暗红色的岩浆 从宛如深渊般的裂缝间 喷泊而出 然而 此时的许雄 却是听到一道淡淡的声音 大本雄 本城主不想跟你继续玩下去了 不能让你把江城毁了 说话之间 许雄只觉自己浑身一清 竟是直接被夜晨甩得 飞出上百米远 紧接着 夜晨飞跃至半空 张弓搭剑 便是要给许雄最后一击 然而就在此时 远处苍穹上 传来一道疾呼 夜晨 手下留情 第123章 赠你八片 就在许雄绝望地闭上双眼 夜晨打算一箭射出的时候 苍穹之上传来的一道声音 却是让两人同时一致 这道声音听起来有点耳熟 夜晨回头看去 原来却是力部尚书张云举 只见对方撕破空间 几个跳跃便是从天边来到近前 夜晨 不可呀 徐大帅为大下征战一声 无论如何 看在我张某人的面上 饶过老帅一面 夜晨反问道 张尚书 你怎么来了 自然是听闻了 关于贾政前来讨伐你的消息 张云举微微摇头 本来是想过些十日再来找你 没成想会出现这档子时 我也便急匆匆地赶来了 张尚书不必为我求情 此时的许雄已经变回人形 头发胡须都十分凌乱 皮态净险 不过他依然虎目圆瞪 看向夜晨道 输了就是输了 我许雄荣马一生 绝不苟活 但你我只是私人恩怨 无关家人 老夫这条命交给你 道此恩怨和该一笔勾销 说完 他面朝夜晨 张开臂膀 缓缓闭上虎目 夜晨沉声道 念在你这些年 为大厦驻守边疆 有欣喜百姓 没有滥杀无辜的份上 我今日全且饶你一条老命 若是胆胆再来找我麻烦 就休怪本城主不客气了 说完便是转身离去 许雄缓缓睁眼 看着夜晨离去的背影 微微一声叹息 整个人瞬间苍老了几分 他今天败了 而且败得十分彻底 骄傲了一生的他 今天算是将这张老脸丢尽了 他看向张云举道 张尚书 烦请您转告周尚书一声 就说我许雄年事已高 不配在当东北行省抗魔军的大帅 主动辞去所有职务 余生甘心在抗魔军当一名小卒 直到战死沙场 说完之后 不等张云举再言 缓缓转身 脚步迈动 穿越三千禁卫军的大阵 在所有人的注目中 一步步踉跄地朝着远方走去 大帅何故言老 看着许雄逐渐远去的背影 张云举喃喃自语 只是他也明白 许雄今天打击甚大 肯定是听不进任何劝说的了 这件事 值得延后在意 此件事了 消息逐渐传开 尤其是夜城独占两大八品 击杀一人 重创一人的战绩 让所有人震撼不已 开战之前 所有人都没想到 竟是这样的结果 江城的这位新晋城主 实力果然恐怖如斯 消息在第一时间 就传回了城委办公室 一名始终坚守在岗位上的官员 急匆匆地推开办公室的大门 上气不接下气地道 成 成 成助理 成主 成助他 他 成思雨站起身来 纤细地手指 死死地攥住手中的笔 连忙问道 成主他怎么样了 他胜利了 那官员连忙喘云两口气 在翘脸苍白的成思雨 紧张地注视下 接着道 成主胜利了 成主打败了两大八品 大胜而归 成思雨听完这句话 紧绷的神经终于松开 竟是直接胶躯一软 晕了过去 来人啊 快来人啊 成助理昏倒了 等到成思雨再次睁开眼眸 却是发现自己 已经躺在医院的特护病床上 而在床边 却是坐着那道始终挂怀的身影 看到叶辰平安无事地坐在床边 成思雨的血塞 有道道泪珠细密地滑落 你刚醒 情绪不要那么激动 叶辰轻轻地握住了他的柔仪 笑道 傻瓜 我不是早告诉过你没事的吗 怎么还会紧张地晕倒 成思雨娇俏地白了他一眼 将翘脸转过去 用另一只手擦拭着泪水 你辛苦了 叶辰自然知道 他在背后帮自己做了多少事情 自己当了甩手掌柜 只把握大的方向 落实执行统筹规划的 全都是他 而在自己在前方战斗的时候 成思雨则默默地助手在大后方 帮他维稳和辅助 谁稀罕你的夸赞呢 成思雨宛如小女生撒娇般说道 脸上却不由地浮现心满意足的笑意 仿佛得到叶辰的认可 就是他最开心的事情 不过他马上又想起来一些事情 连忙道 叶先生 这次未战先逃的官员 我们绝不能留 整个江城官员的人事任免 你全权负责 不需要来问我 叶辰又道 还有 以后不需要再叫我叶先生 叫我叶辰就好 可人家就是喜欢 叫你叶先生吗 成思证懦懦地说着 一道倩吟走进了病房 惊得成思雨啊了一声 将半个小脑袋钻入被窝 只露出一双黑溜溜的眼睛 叶辰回头看去 原来是江宁霜 只听后者淡淡开口 语气中似乎不掺杂任何感情 没打扰到二位吧 叶辰老脸一红 轻壳一声道 大师姐 你怎么来了 白跟你辞行 绝美的翘脸上 没有一丝情绪波动 我送你 正好我有事要找你 叶辰跟成思雨说了一声 让他把身体养好再去上班 这才从病房中 与江宁霜一并走出 江宁霜那绝美的容颜 洒爽的英姿 以及那特有的冰冷气质 让得医院内经过的人 都忍不住看上两眼 满脸惊艳 两人走出医院 来到一个偏僻的角落 叶辰直接将那枚八品战士戏 神格拿了出来 江宁霜看到这枚神格 那宛如万年雪山般 不动声色的翘脸上 第一次出现了强烈的情绪波动 你 你这是什么意思 江宁霜显得有些惊慌失措 给你的 叶辰也没绕弯子 我听说 甲正式战士系的兵任大师职业 大师姐 你应该也是吧 正好能助你晋升八品 这样以后 若是有更大的人物要杀我 你也能更好地保护我 第124章 晋升七品 江宁霜当然知道 这是叶辰不让自己拒绝的说辞 叶辰现在都能杀八品 哪还用得着他来保护 江宁霜的美眸中 带着一丝渴望 然而沉默片刻后 他还是微微摇头道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但这件宝物实在太过贵重 虽然我的确很想要 但 但我 我怕还不起 大师姐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婆婆妈妈的了 一点都不像你 叶辰微微摇头 这个东西 我自己又用不了 而且还储存不了 过不了多久就会散亿 我还不想 将其卖掉便宜其他人 所以交给你是最合适的选择 与其将它外流 让其他人晋升八品 倒不如选择让自己信得过的人 提升实力 这样 自己的势力 也能更加壮大 哪怕自己不在身边 也有足够的防卫力量 现在的叶辰 还真不屑于将这种稀有资源 交换或者卖掉 自己手上的资源越多 敌对势力的资源 也就越少 他现在基本明白 有些家族的传承概念了 其实传承的就是 譬如神格 神兵等等这一类的东西 只要这些宝物不丢失 一个家族就能不断地昌盛下去 他现在要做的 就是收集这些 然后让自己的势力不断壮大 将宁霜文言 再度迟一了片刻 御守微微颤抖地 将那眉神格接了过来 他从来没想过 有朝一日会以这种形式 晋升八品 谢谢你叶辰 我的确是很需要他 如果 如果 嗯 将宁霜美眸中 闪过复杂之色 那里有仇恨 有悲伤 有决绝 有不舍 又是沉默片刻 将宁霜抬起美眸 看着叶辰认真的道 只要 只要我还活着 那我的这条命就是你的 无论你让我上刀山下活海 我将宁霜都不会皱一下眉头 说完 他认真凝视着叶辰的脸庞数秒 仿佛是要将叶辰 长相永久地印刻在心里 旋即陡然转身 迈着修长的大腿 快步而去 叶辰不明白大师姐 今天这是怎么了 不过他也来不及多想 因为张云举正在等着他 他来到张云举下榻的招待所 直接问道 张尚书 你还有什么其他事要找我吗 有两件事 张云举点点头 道 第一件是霓虹即将开启的神迹 我与几位尚书商议了一下 决定派你代表大厦去诸国竞争 就我一个 对 这次霓虹是东道主 一些规则也是由他们来定 顿了顿 张云举又道 我们感觉霓虹方面 一定是知道大厦会派你前往神迹 所以他们 故意将进入神迹的标准 提升到了九品之下 哦 叶辰笑了笑 他们以为 这样就能限制我 张云举微微摇头 他们没那么蠢 这次他们还联合的西方联盟的诸多国家 派出的都是最强八品 是将精神锻造至少七次以上的八品无敌强者 是真正能力占九品的存在 说到这里 张云举脸上都露出凝重之色 又道 而且据可靠消息说 他们这次都下了血本 甚至把郑国神器都要带去 比如西方联盟的泰坦之锤 霓虹的草制剑 师婆的师婆神像等等 就是要将你 诛杀在霓虹神迹之中 所以 我想问你 到底敢不敢去 我个人的建议 是直接放弃 对方明显是有备而来 专门布下了大杀阵 即便是九品进入 恐怕也要陨落其中 为什么不去 叶晨淡笑道 虽然那些人是敌人 但神器是无辜的呀 这么多神器 要是都弄来 人家这么客气 咱们也不能不要啊 张云举文言彻底无语 沉默片刻 张云举无奈道 都说 你小子很狂 没想到竟然这么狂 那么多无敌八品 而且还是霓虹主场 就算你拿到了那些神器 你以为外面镇守的九品 能让你把神器带走 然而叶晨只是淡淡回应 谁拦我 我杀谁 张云举文言双目威宁 看叶晨那样子 不似在开玩笑 他感觉 这次叶晨 是要把天捅个窟窿 看来自己回去 有必要跟其他几个老哥们 说一声了 这个小家伙 每次都能搞出点大动静 提前准备 也是有备无患 这要是叶晨万一 真的把天捅破了 他们也得有应对之法 毕竟 大厦隐忍得太久了 也被打压得太久了 叶晨的出现 兴许对整个大厦来说 都将是一场千载难逢的转机 一念至此 张云举也不再多说 而是从那界中 拿出了一枚射手系神格 和一枚破账单 这是之前答应你的射手系神格 这枚是预售猎人神格 另外两枚其他两位上书 正在想办法 相信要不要多久 就会送到你的手上 叶晨眼前一亮 这是他目前的急需之物 体内两大七品灵草的效果 还在发挥着 估计要不了几天 他便是能达到六品巅峰的状态 如此一来 他就能踏入七品了 张大人还有事吗 没事的话 我就要去修炼了 说着 叶晨便是直接起身 朝外走去 他还要赶着去魔窟杀小怪呢 此次前往霓虹 免不了要经历一场恶战 自然要准备得充分一些 啊 老夫帮你这么大的忙 连送都不送一下吗 看着叶晨离去的背影 张云举无奈苦笑 这个小家伙 还真是不招人稀罕 他堂堂九品 执掌六部之首的大下巨拨 多少天骄都想攀附 但叶晨却弃之如碧履 不过他心中自然清楚 那是因为 叶晨自身 有着绝对的实力和潜力 这个世界就是这么现实 有些妖孽 就是能超脱凡尘的束缚 今天若是换一个人杀了贾正 他一定会严加惩治 给贾家和户部上书 贾应一个交代 至少 也要将贾正的八品神格带回去 可这个人是叶晨 那不仅不能罚 反而还要联合兵部 礼部 给贾应施压 让他不要找叶晨的麻烦 几天之后 始终沉浸在刷怪之路上的叶晨 忽然感觉自己的气血和精神力 都已经达到了上限 而这也是他踏入七品的时候了 叶晨直接将御兽猎人神格 以及破账单取出 深吸一口气 将破账单吞入腹中 然后划破手指 让自己的鲜血滴在了 那枚神格之上 嗡名之间 那枚神格仿佛感受到了叶晨的召唤 竟是直接融入到了叶晨的眉心 丁 检测到宿主成为御兽猎人 可与一只魔物签订契约 使其成为宠物 并且激活属性共享能力 属性共享 宿主所累计的各项属性 50%可附加于签订契约的宠物之上 叶晨看到这个能力 不禁心中一震 这么说来 自己现在能抓一只魔物当宠物 而且这个魔物 还能被自己的属性所强化 这简直不要太爽 以后对付一些小喽啰 自己根本不需要亲力亲为 交给宠物就摆平了 而关于宠物的选择 叶晨心中倒是有着一个绝佳的选择 第125章 老龙龙捏 叶晨没有太过迟疑 直接便是从魔窟之中走出 他看了眼自己的面板 力量 371008 敏捷 269019 随着这几天没日没夜的刷怪 他现在的属性 比前几日又翻了一倍还多 这种飞跃式的成长 让叶晨感觉相当舒爽 之前因为自己实力和身份的限制 导致自己根本无法酣畅淋漓的刷魔物 从今以后 他真的可以说是直接起飞 而且 这还仅仅只是开始 等到自己将乾坤一击升到满级 那累积属性的速度 根本无法想象 叶晨开心一笑 在魔窟外镇守的抗魔军震撼的目光中 直接凌空而起 朝着松江义中的方向而去 此时 松江义中的校长办公室内 陈明武美滋滋的在电脑上 看着跳舞主播 搔手弄姿 现如今 随着叶晨的回归 江城上下一片繁荣复苏景象 学校师生的福利待遇 也空前提升 这让他这个校长肩膀上的担子 轻了许多 也有闲情搞一搞自己的小爱好 当然 校长的威严 还是要保持的 所以他的警惕性也很高 左手随时搭载切换键上 只要有人敲门 他就能立刻切换到工作页面 然而 就在此时 他猛然听到 背后传来一道声音 老校长真是饱到未老啊 陈明武顿时吓得一击灵 直接回头看去 却发现 竟然是叶晨站在窗口 你这个小王八蛋 吓老子一跳 叶晨却似笑非笑道 您老不会是跟胡校长 是老战友 连兴趣爱好 和作弊手段 都一模一样 小王八蛋 你怎么进来的 陈明武说到这 他忽然意识到了什么 你踏入七瓶了 叶晨微微点头 笑而不语 真不知道 你他娘的到底是怎么修炼的 陈明武苦笑摇头 眼前自己的这位弟子 不到一年的时间 修为竟然已经与自己弃平了 而且站立 更是比自己高出 不知道多少个档次 连他这个当校长的 心里都暗暗佩服 不过 校长的威严 还是不能丢 他瞪了叶晨一眼道 小王八蛋 你不好好去修炼 来学校 找我干什么 我看你在学校太闲了 本城主 决定给你加加担子 陈明武文言一愣 你什么意思 我之前已经跟力部张尚书 打过招呼了 任命你为江城副城主 啊 陈明武措手不及 他本以为自己这辈子 就在这个校长位置上定死了 没想到 还能继续升职 明天 就去城委报道吧 叶晨说着 缓缓转身 本城主要去春城一趟 这段日子江城的治理 就交给你和程思雨了 好好干 干好了本城主 重重有赏 说不定给你一个 晋升八品的机会 说完 便是凌空踏步 转眼便消失而去 副城主 晋升八 八品 陈明武彻底愣在原地 体内原本干涸的热血 也是在这一刻 被叶晨彻底点燃 春城 春城五大 一辆江城军牌轿车 缓缓地停在了一号别墅旁 主驾驶打开 夏冬小跑着来到副驾驶 恭敬地将车门打开 叶晨走下车来 对夏冬道 我父母还有程思雨的安全保障 就交给你了 有紧急事情 随时联系我 请城主放心 他们若是掉了一根汗毛 我把脑袋给您当球踢 叶晨点点头 转身进入别墅 好一阵子没回来 对这里倒是有几分想念 叶晨脱掉衣服 走到淋浴间洗了个澡 这段时间 一直在魔窟里摸爬滚打 身上都快发臭了 洗好了澡 换了一身崭新的衣服 叶晨便是直接出门 而在出门之前 他还提前联系了导师徐静 等叶晨走到秘境入口的时候 徐静已经等候在了那里 见到叶晨 徐静连忙上前行礼道 副校长 他现在内心五味杂陈 没想到 之前那个 自己瞧不上的高中少年 如今摇身一变 已经成了自己的顶头上司 我进一趟秘境 你在外面帮我看守一下 不要让其他人进来 我知道了 副校长 叶晨点点头 没有用徐静的零食 而是自己 随手扔了几十枚进去 传送门嗡嗡转动 再次开启 在进入之前 叶晨问道 胡校长怎么样了 胡校长还在住院 目前还处于昏迷状态 不过身体状态 已经稳定了 可能最近就能苏醒 叶晨点点头 又问道 大师姐呢 徐静一愣 道 我也有好几天没看到她了 叶晨文言眉头微皱 结合江宁霜 之前所说的话 不知为何 心中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只是 她也没有多想 大师姐 现在应该 已经踏入了八品 放眼整个大厦 能对她造成威胁的 也只有那寥寥无几的树人而已 她现在抓紧找到宠物 才是真的 想到这里 叶晨直接踏入秘境 一进入其中 她便是将自己的精神力 扩散开来 不断搜寻着附近的一切 叶晨在秘境中 闲听信步地走着 就仿佛是在逛自家的后花园 同时 她也没忘记 积累属性 目利所及的魔物 都是转化 为了自身的属性 龙龙 龙龙 我低小龙龙念 叶晨一边溜达 一边射着 一边嘴里 低声吟唱 她倒是没有太急 反正就这么一个秘境 迟早都能找到 哪怕是地下 她也没放过 用精神力覆盖 不断搜索 她想躲视 肯定躲不掉的 在找到她之前 叶晨就当是继续刷怪修炼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 叶晨朝着秘境的深处 不断地推进 皇天不负苦惜人 在一处茂密的丛林深处 终于是让叶晨找到了 正在享受 美味午餐的火灵甲龙王 然而 火灵甲龙王前一刻 还在美滋滋地 啃食着一头蛮牛魔物 可当她看到 叶晨的那一刻 龙眼顿时 瞪达到了极致 甚至连嘴里 啃食了一半的蛮牛 都从货牙的位置 掉了出去 不过 叶晨却是喜出望外 脸上 顿时浮现出兴奋的笑容 一边轻轻地靠近老龙 一边温柔地道 哦 我的老 baby 原来你在这里 可把我想死了呢 哦 秘境深处 顿时传出一阵凄厉的龙嚎 第126章 跟我走吧 此时的火灵甲龙王 只恨自己少伸了几条腿 似提翻飞 什么也顾不得了 仿佛是看到了天底下 最恐怖的存在 疯狂地朝远方逃窜 然而叶晨 哪里会给她这种机会 如今 她已然踏入七品 而且气血 还要比一般的七品 高出两倍开万 加上那高达 接近27万的敏捷加持 就算再给老龙 加上一对翅膀 也根本逃不出 叶晨的五指扇 甚至都不用开启 暗影吉尺 叶晨踏步之间 便是追上了火灵甲龙王 伸手直接抓住了 她的尾巴尖 任由火灵甲龙王 如何挣扎 四脚如何灯榻 都无济于事 即便是她张开 大嘴不断的哀嚎 眼泪都从惊恐的龙目中 不断飙射 也根本无法逃离 身后那个恶魔 半点距离 老龙 你听我解释啊 面对疯狂挣扎的 火灵甲龙王 叶晨也很无奈 自己这次来是收服他的 而不是来打劫他的 这整得好像自己 是要了他命似的 火灵甲龙王 哪里管那许多 庞大的身躯 不断地挣扎 根本听不进去 叶晨的任何话语 啪 叶晨 直接将五百克零石 扔到了火灵甲龙王的面前 后者顿时就不动了 旋即用那双巨大的龙目 疑惑地看向叶晨 见他终于肯停下来了 叶晨开始劝说道 老龙啊 我这次来不是打劫你的 而是来找你商量的事情 好事 火灵甲龙王一动不动 一双龙眼中 依旧充满警惕 叶晨继续道 我想跟你签订契约 让你成为我的宠物 好 此言一出 火灵甲龙王 再次疯狂地扭动起来 显然充满了抗拒 老龙 老龙你听我说啊 当我的宠物 绝对亏待不了你 不过 即便叶晨如何劝说 火灵甲龙王 就是不听 依然不断挣扎 啪 又是一千颗 灵石甩在了 火灵甲龙王的面前 后者顿时消停了 这回够不够 叶晨索性 直接放开了老龙的尾巴 似笑非笑道 当初我从你那里 拿走了一百多颗灵石 现在我给你十倍返还 怎么样够有诚意了吧 火灵甲龙王 终于是看向叶晨 龙眼中的暴力 也减少了许多 见状 叶晨又道 这些仅仅只是开始 只要你跟着我 从今以后 保你吃香的喝辣的 让你的龙血里堆满灵石 这不比你狗在这座 破密镜里强多了 文言 火灵甲龙王 终于一动 大脑袋微微点了点 算是同意了 叶晨微微一笑 走到火灵甲龙王的面前 伸手拍在他的鼻尖 念叨 以信念为影 打开你我之间的心灵通道 让你成为 我最忠实的伙伴 咒语念动之间 从叶晨的手掌中 浸出一滴鲜血 与此同时 从火灵甲龙王的体内 也凝聚出一滴血液 紧接着 双方的血液 交互到了对方的身体之中 叶晨顿时 感觉自己与老龙之间 拥有了一种 心灵上的感应 而此时 叶晨的脑海中 再度传出 系统提示音 丁 检测到宿主 收服宠物 是否立即激活属性 共享能力 是 丁 激活成功 一番操作之后 叶晨看着旁边的 火灵甲龙王道 从今以后 我就管你叫小颜吧 好 抗议无效 然后 叶晨又看向 满地的灵石 道 小颜你也没个那件 也没有个手啊 兜啊啥的 这些灵石 我先帮你保管着 以后再给你 说着 叶晨直接将这些灵石 又收回了那件 好 老龙顿时怒了 拉出的屎 还带坐回去的 前侄直接不满地 拍击了一下地面 轰隆一声 大地军裂 整个秘境 仿佛都在晃动 那等恐怖的力量 比之雄化状态下的许雄 还要强悍不少 就连火灵甲龙王 自己都惊了 难以置信自己的力量 怎么突然之间 变得如此强大 一双巨大的龙眼之中 满是震惊和疑惑 我都说了 跟着大哥魂 保准亏待不了你 叶晨笑了笑 旋即便是 朝着秘境出口方向走去 如果没事的时候 你就镇守学院 这一回 火灵甲龙王屁 颠辟颠地跟了上去 看着叶晨的龙目中 带着一抹温顺和崇拜之意 他有一种预感 只要跟着叶晨 他的实力 一定不会局限于此 等叶晨从秘境中出来 徐静连忙走上前去 他刚要开口 便是看到 在叶晨身后 一颗巨大的龙头 从秘境传送阵中 冒了出来 啊 徐静吓得连滚带爬 这尖叫声也是 让周围不少路过的学生 此处 当他们看见 一头接近十米长的庞然巨物 浑身冒火 从传送阵中 缓缓地挤出来之后 不经奇奇色变 胆小者立刻四散奔逃 叶晨立刻气晕丹田 开口道 不要慌 这是我收服的宠物 众人闻言 这才勉强止住了 奔逃的脚步 表情依然充满了警惕和惊慌 这这这不就是秘境中 传说中的七品魔物 火灵甲龙王吗 卧槽 竟然被叶晨收服了 小声一点 叶晨也是你教的 现在要教副校长 众人不断地窃窃私语 纷纷好奇地朝这边望去 这个消息也是 在校园内疯狂传播 人群几乎全都在往广场方向涌动 都想看看传说中的龙族 究竟是长得什么样子 徐靖此时也回过神来 强装镇定地站起身来 好在有叶晨提前说明 如果这头火灵甲龙王 是自己跑出来的 那他们 今天整座春城五大 都将化为一片废墟 徐靖忌惨地看了叶晨身后的老龙一眼 这才连忙对叶晨道 傅校长 刚刚医院方面打来电话 说胡校长已经醒了 而且在第一时间就要见你 哦 叶晨眉头微皱 问道 没说具体是什么事吗 徐靖摇了摇头 他们只说 胡校长刚醒的时候 就大喊宁霜的名字 等发现 将宁霜不在以后 他就很急切地让人找你 说是让你务必 立刻去见他 叶晨顿时感觉此事非同小可 当即二话不说 直接踏空而去 第127章 陈年往事 以叶晨的速度 没过多久 便是来到了春城第一医院 他从窗口飞进住院部 顿时惹得周围人惊声尖叫 我是春城五大副校长叶晨 请问 胡万里的病房在哪 叶晨朝着一名 惊魂未定的小护士问道 小护士一听 对方竟然是副校长 加上刚才叶晨那 神乎奇迹的飞行能力 知道这是位大人物 连忙自告奋涌道 我带您去 来到病房门口 叶晨朝小护士到了声线 就推门走了进去 门外 小护士的一帮同事围过来 叽叽喳喳地道 哇 原来他就是叶晨啊 好帅啊 好年轻的副校长 要是能当我男朋友就好了 你们就别犯花痴了 以人家的实力和地位 不是我们这些小丫头能高攀的 叶晨走进病房以后 发现胡万里坐在病床上 一名男导师在旁护理 校长 好些了吗 见叶晨来了 胡万里对旁边那名男导师道 小王 你先出去一下 我有事要单独对叶晨讲 等屋内就剩他们两人之后 叶晨问道 校长 你这么着急地找我有什么事 我先问你一个事 胡万里焦急地道 你是不是给了宁霜一枚八品神格 是啊 叶晨点了点头 又好奇道 不过这件事 你怎么会知道 据他了解 胡万里这些日子以来 一直在医院中昏迷疗养 又怎么会知道 期间发生的事情 胡万里轻轻叹息 双眼中浮现一抹忧伤 原来那不是梦 都是真的 校长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讲清楚啊 叶晨眉头微皱 他最痛恨迷语人 如果不是看在他刚刚苏醒的份上 真想上去给他两拳 胡万里再次哀声叹气道 叶晨啊 你给了宁霜一枚八品神格 助他踏入八品 本应是件好事 可这也许会害了他 这是为何 叶晨眉头皱得更紧 胡万里道 这一切 还要从宁霜的父亲 前兵部侍郎江永义说起 大概是在15年以前 因为与世界各国签署了 和平共处 及共同对抗魔窟入侵条例的存在 那时我们大厦 还在一门心思的对抗魔窟 而就在龙祖发现 祝容神迹 整个大厦集结力量 准备将其开启的时候 江永义却在关键时刻抱起出手 企图破坏这一最高行动 虽然江永义没有成功 祝容神迹 还是被顺利开启 但这件事的影响力 却十分远大 不仅高层震怒 大厦亿万百姓 也是群情激愤 纷纷要求彻查此事 这一查不要紧 拔出萝卜带出泥 竟是发现 我们大厦隐藏着 数量众多的内奸 以及阿美利卡 霓虹等国安插的内影 六大部门 几乎被渗透成了筛子 这件事 彻底让大厦警醒起来 发现危机不仅来自于魔窟 蓝星上的某些国家 更加的可怕 他们对大厦的狼子野心 从来没有一刻停歇 叶辰文言 不禁问道 那江永义呢 江侍郎情知事情暴露 便是直接逃顿而去 据说是往霓虹的方向去了 说到这 胡万里唏嘘不已 江侍郎为人仗义 体察下属 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好领导 当年就是他率领 我们一众抗魔军 打得魔窟节节败退 不敢正视我大厦军队 想不到 他竟是会做出这种事情 叶辰沉默片刻 又道 那这跟大师姐又有什么关系 我们大厦总不会还搞连坐吧 胡万里摇了摇头 此事并没连坐 只是这件事的舆论 却像一座大山 压在了江宁霜母女身上 叶辰再次沉默 他能够想象得出 当年周围的人 会如何对待叛徒内奸的妻子和女儿 叶辰问道 就是因为这件事 所以大师姐才会变得如此孤僻 不是 小宁霜远比你想象的坚强得多 他不仅没受影响 反而还经常鼓励自己的母亲 缓解母亲的压力 说到这 胡万里的脸上露出愤怒之色 小宁霜会变成今天这样 是因为他的禽兽大伯江永海 江永海 现在的户部是狼 没错 就是这个畜生 胡万里咬牙切齿地道 他在事情发生之后 以保护江宁霜母女为由 将他们二人接到了自己府上 后来他竟是抢逼宁霜的母亲发生关系 这成为了压倒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一个雷电交加的夜晚 宁霜的母亲终于承受不住内心的煎熬 自已而亡 叶辰听闻此言 脸色不禁阴沉了下来 这还没完 胡万里手掌紧握 继续道 江宁霜的母亲死后 江永海竟是把主意打到了十年 还不满十岁的小宁霜身上 大师姐他 夜沉深吸一口气 胡万里摇了摇头道 多亏小宁霜聪明机敏 这才没让江永海得逞 那时我 正巧去京都树职 顺路去看望母女二人 小宁霜知道 我是他父亲的老部下 抓准时机 将这些事情告诉了我 我立刻联系了在京师的所有老战友 结合所有力量将小宁霜 从江永海的手中夺了过来 被我带回了春城武大 夜沉深吸一口气 道 怪不得大师姐对你如父亲般看待 胡万里接着道 回来以后 小宁霜告诉我他一定要报仇 我担心他的安危 知道 他绝对不会是江永海的对手 去报仇 无异于扬入虎口 所以 我便与他定下了一个条件 八品之前 他只能待在学校 哪里也不能去 八品之后 我便不再限制他 谁承想 小宁霜心智如此坚定 不仅修炼刻苦 更是一个武道奇才 竟是只靠顿悟 便踏入了七品 夜沉轻轻一叹 他现在终于理解 大师姐为何会经常醉酒 父亲下落不明 自己又不能给母亲报仇 想必他的内心 一定非常痛苦吧 我前几日在昏迷之中 就梦见宁霜来我床头 对我说话 说自己如今已经踏入八品 决定即刻动身前往京师 找江永海报仇雪恨 我只能在心中焦急地呐喊 让他不要去 千万不要去 他还是走了 说到这 胡万里老泪纵横 看向夜沉道 夜沉 算为师求你 一定要帮我 把他找回来 我给你跪下了 夜沉一把将胡万里扶住 脸上的表情无比认真道 此事因我而起 大师姐又对我有恩 就算你不让我也一定会去 京师算什么 八品侍郎又算什么 谁若是敢伤到他一根头发 我便血洗了整个京师 第128章 前往京师 夜沉 我知道你有一定的实力 在东北行省 乃至整个大厦 你都算得上是年轻一代的翘楚 只是 你现在要去的地方 可是京师啊 是整个大厦最为核心的存在 胡万里告诫道 别说是京师四大家族 便是其他中等家族 也不乏有八品坐镇 七品更是数不胜数 所以此行你一定要小心为上 据说江永海长袖善武 跟京师的很多家族 乃至四大家族 都有密切的联系 势力甚大 稍有异动 江永海一定会联合这些豪门 将对手彻底撕碎 所以 你一定要赶在宁霜出手之前 将他拦下 否则后骨不堪设想 叶辰文言一笑 不置可否地道 胡校长 你就安心养伤吧 大师姐的事交给我 说完 叶辰便是打开了窗户 叶辰 我的话你一定要记住啊 否则你和宁霜 都得葬送在京师之中 胡万里心中着急 苦苦劝说道 你们切不可冲动行事 那样就正中江永海的下怀了 而就在他刚刚说到这里 忽然感觉整个房间骤然一案 外界顿时传来了阵阵惊呼 他定睛一看 竟然是有一头将近十米的庞然巨物 悬浮在了这栋楼的旁边 只见叶辰飞身一跃 便是坐在了龙头之上 朝着胡万里招了招手 巨龙咆哮之间 瞬间便是直冲云霄而去 看到刚才那一幕 胡万里顿时目瞪口呆 那不是秘境里的火灵甲龙王吗 怎么成了叶辰的作解 曾经不乏有御兽猎人 和自然系德鲁伊强者 想打那头老龙的主意 可结果却都是无功而返 叶辰竟然能将其降服成功 简直是匪夷所思 他忽然发现 自己只是昏迷了几天 便是又对叶辰的实力 无法产生清晰的认知了 飞翔在苍穹之上 叶辰舒服地坐于老龙头顶 思考着接下来的计划 他之前已经给大师姐打过电话了 电话始终无人接听 又多打了几次以后 听筒内便是提示对方已关机 紧接着 叶辰收到了一条大师姐发来的短信 不用找我 这是我的宿命 如果我死了 请帮我寻找父亲的下落 我相信他绝不是那种人 你的恩情 等我来生再报 叶辰眉头微皱 看来大师姐已经猜到 胡校长会将这些事告诉自己 也猜到了自己会去找他 这才避而不见 他的心中已经抱着必死的信念 而且可以看出 在他的心目中 父亲的分量也是很重的 即便是前去赴死 心中对江永逸 依旧念念不忘 从江宁霜和胡万里的态度来看 江永逸应该是一个极重感情 对待亲人朋友下属 都无微不至的好人 可这样的人 又为何会背叛大厦呢 叶辰想不明白 但却觉得 这里肯定暗藏玄机 只是这些事以后再想 现在最要紧的 还是要先找到大师姐 此去今师 人生地不熟的 如果没有信息的话 寻找一个人无异于大海捞针 他忽然想到了陈家姐妹 陈斌和陈雪就在京师 而且还是四大家族陈家的后人 想必在京师定然很有能量 自己倒是可以找他们帮忙 而且上次神迹一别 陈雪甚至想跟自己直接回家 被自己劝住 并且答应 今后一定去京师看他 这才勉强作罢 这次倒不失是个机会 想到这 叶辰打开飞信 在三二六小队的群里发了一条信息 并且at了陈斌和陈雪 陈斌在群里很快便回了消息 字里行间 心中的喜悦溢于言表 紧接着 陈斌的电话便是直接打来 叶辰接通后 电话那边顿时传来陈斌开心的声音 叶辰哥哥 你真的要来京师了吗 叶辰一笑道 是真的 我现在正在路上 傍晚应该就能到 哇 那太好了 陈斌嬉戏一笑道 今天正好是我和姐姐的生日 担心你太忙 所以就没敢告诉你 没想到叶辰哥哥既然真的来了 我太开心了 没想到 今天是 你跟小雪的生日啊 早知道我就给你俩准备一份生日礼物了 不用不用 只要叶辰哥哥能来 我就心满意足了 陈斌兴兴奋道 我把地址发给你 到时候 你报我的名字就好 可惜姐姐今晚回不来 她要是知道 估计长子都要毁清了 小雪去哪了 被爷爷抓去特训了 据说是要帮她踏入欺品 叶辰文言眉头一挑 她自然知道 陈斌陈雪的爷爷是金师五大的校长 看来这位老爷子对陈雪格外上心 想到这 叶辰不由问道 你姐姐被爷爷拉去开小灶 难道你不嫉妒 嘻嘻 本来是有一点点的了 不过叶辰哥哥来了 我心里就平衡了 这回姐姐要嫉妒我了 陈斌黑黑笑道 姐姐不在 今晚叶辰哥哥只属于我一个人的了 叶辰无奈一笑 又跟陈斌简单聊了两句 说好自己一定会准时赴约 这才挂断电话 等叶辰来到金师郊外 已经是下午五点多的时间 大厦规定 重镇城市都不允许舞者凌空飞行 为了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叶辰决定飞落下去 打车前往约定地点 老龙则是被他放在郊外 让他自己找个地方玩去 反正跟老龙有着心灵感应 无论相隔多远 都能联系到彼此 虽然老龙这个七品魔物 本身在金师不算什么 但附加上他一半的属性 可就不一样了 可以说九品之下几乎无敌 九品之上也就那么寥寥几人 目前因为外部局势紧张 几乎都镇守边疆和魔窟去了 所以根本不需要担心老龙的安全问题 他不大开杀戒就已经烧高香了 告诉老龙不要伤害大厦百姓以后 叶辰这才飞落而下 来到路边 而这里不愧是金师重地 一些行人看到这一幕 都见惯不怪了 根本没引起多少注意 叶辰招手上了一辆出租车 直奔目的地而去 司机一听地址 顿时对叶辰另眼相待 原来那正是四大家族之一的陈家所在 几乎整条街都是陈家的产业 叶辰下车以后 发现时间已经来不及去买礼物了 只得随便在路边找了家花店 买了一束鲜花 就急匆匆地赶往陈府 陈家不愧为金师四大家族之一 门脸相当的气派 珠七大门两边开启 门口还站着两名迎兵管事 叶辰走上前去 报了下自己的姓名 说是陈兵的朋友 那位管事似乎早就接到了陈兵的命令 对叶辰毕恭毕敬 将叶辰亲自带到了迎兵厅 这里富丽堂皇 周围摆满了珍贵菜肴 此时的大厅内 已经有数不清的上流人物 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闲聊着什么 其中大多数都是年轻人 衣着光鲜亮丽 显然都是非富即贵 跟这些人对比 叶辰一身T恤休闲裤 就显得十分普通 叶辰先生 请您先随便逛逛 小姐马上就会下来见您 有劳了 叶辰微笑点头 目送管事离去 自己随意从旁边 拿起一枚大号车梨子 就要扔进嘴里 而就在这时 忽然听见身后传来一道命令道 服务员 给我们这边拿两杯红酒 第129章 生日宴会 叶辰疑惑 转身看向对方 发现说话的是一位 二十多岁的青年男子 一身鼻挺的西装 头发用发胶打理的一丝不苟 脸上带着十足的傲气 我 见对方盯着自己 叶辰疑惑地问道 不是你是谁 难道这附近 还有别的服务员吗 那青年遗址气使得到 动作快一点 婆婆妈妈的 真是废物 当个服务员都不够格 他身边还站着两个 年轻貌美的姑娘 一身打扮光鲜亮丽 带着一身名牌奢侈品 显然也是大户人家出身 此时听见身边青年的训斥 不禁咯咯娇笑 看向叶辰的眼神 像是看一个小丑 不好意思 我不是服务员 也是来参加宴会的 叶辰不在意地解释了一句 就继续自顾自地吃起了水果 不是服务员 那青年与身边两名女伴对视一眼 不禁面露诧异之色 陈家作为金师顶级豪门之一 能进入这个大厅的 都是有勤俭的 跟陈家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既然对方这样说了 他自然不会傻缺到 继续刁难对方 想到这 他青年顿时收起傲气 和蔼笑道 对不起啊兄弟 认错了 请你不要介意 叶辰微笑摇头 表示自己并不介意 本人张川 家父金师总城防官张大和 不知兄弟怎么称呼 张川自爆家门 向叶辰问道 这已经是 身为金师顶级公子哥的习惯了 在重要的宴会场合 不认识的人都尽量结交一下 能进入这里的 说明大家都是一个圈层的存在 多个朋友多条路 我叫叶辰 家父 呃 没什么背景 既然人家如此热情 那叶辰自然也不好意思不回应 叶辰 张川与身边两位女伴对视一眼 不禁眉头微皱 他想破了头 也没想出在京师之中 有哪个信业的大家族 这位公子说笑了 能来参加今晚宴会的 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你怎么可能没有背景 张川身边 其中那位身穿一袭红色晚礼服 绣发高盘的年轻女子 笑着继续道 恐怕是叶公子 不屑与我们这些凡夫俗子交往 所以才如此一说 一定是这样的 另外 那名穿着黄色晚礼服 手拿LV包包 年龄稍长一些的女子笑道 叶公子穿着如此低调 想来出身定然不凡 不需要像我们这般 用衣着和饰品来打扮 就当三人正想套出 夜沉更多信息的时候 忽然门口传来一阵骚乱 目光看去 从门口走进来一位 穿着白色西装 长相帅气的 二十多岁男青年走了进来 尤其是他左胸处 别着一枚红色玫瑰 脚上又穿着一双红色皮鞋 相当惹眼 这位男青年一出现 便是瞬间成为了全场的焦点 吸引了大部分的目光 原来是李公子来了 李公子好 李公子别来无恙 都微笑着一一回应 显得谦卑有礼 举止大方 而张川看到这位李公子到来 不禁兴奋招手道 李哥 李公子也看到了张川 朝着这边走了过来 李哥 你今天实在太帅了 待会冰冰看到你 肯定会放心暗许 他话音刚落 一旁两位女伴笑着插嘴道 瞧你说的 李公子哪天不帅 天天都很帅呢 李公子 你不要那么专情嘛 也给我们姐妹一点机会啊 面对李公子 三人的话语中 都满是恭维之意 显然这个李公子的身份 要比他们三人都高上一筹 你们三个 真是越来越会说话了 李公子微微一笑 余光看向站在一旁的叶臣 不禁问道 有新朋友在场 怎么不给我介绍介绍 哦 瞧我这个记性 张川一拍脑门 显得极为懊恼 连忙道 这位兄弟叫叶臣 来 来自 呃 他顿了顿 又看向叶臣介绍李公子道 叶臣兄弟 这位是京师四大豪门的 李家大少李显 他的父亲乃是当今的公布侍郎李怀里大人 李显主动伸手示好 问叶臣道 叶臣兄弟来自哪里 我来自江城 是陈冰的同学 叶臣回答 为表礼貌 同样伸手打算与对方握一握 然而 就在此时 李显的态度却发生了巨大转变 竟是直接抽回了手掌 让叶臣递出的手 直接落空 东北江城 冰冰的同学 李显上下打量了下叶臣 不禁冷笑道 难怪这身打扮 我还以为是什么大人物 说完之后 便是冷眼转身去 他自然知道 陈冰和陈雪 因为祖训在江城上过一段时间的学 叶臣可能就是这个期间认识的同学 这种来自偏远小城的家伙 他自然无暇理会 一旁的张川和两名美女见状 也是瞬间变了脸色 还以为是什么大人物 原来只是 陈冰小姐的高中同学啊 费了老娘这么多的口水 真是扫兴 说话之间 两名美女白了叶臣一眼 手挽手地走了 张川看了叶臣一眼 但莫道 叶臣 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赶紧走吧 说完 他便是赶忙追上李显的脚步 又恢复了那种笑谈的模样 而就在此时 有侍者高声道 小姐 老爷夫人道 此言一出 弱大的迎宾厅顿时安静下来 片刻后 从旁边那巨大的螺旋式水晶楼梯处 走出一道惊艳夺目的倩影 只见他相貌绝美 略施粉带 身穿一袭 抹胸紧身白色长裙 裙摆处还镶嵌着数不清的大小钻石 反射出凤凰图案 简约而不简单的衣着 更显得家人那玲珑有致的身段 他不太优雅从容 竟显大家闺秀的气场 整个人看起来端庄 高雅 圣洁 高贵 不是陈冰还能是谁 他一出现 就吸引了全场所有人的目光 尤其是在场的那些贵族公子哥 几乎已经彻底沉醉 而在其身后 跟随着一位四十岁左右 身穿堂装的中年男子 那雍容的气度 一看便是久居高位之人 在其身旁 则是一位身穿旗袍的美妇人 陈冰跟他的眉眼有八分相似 虽然知道这是陈冰母亲 可他看起来却十分年轻 身材依旧宛如少女般玲珑 只是略微比陈冰峰满一些 这一家子走下楼来 顿时赢得满堂喝彩 陈父陈母频频向在场来宾招手 可陈冰却禽手四顾 翘脸上带着一抹期盼 和焦急地寻找着什么 美人就是美人 无论做出什么动作 都透着一股赏心悦目之态 也不知道这位陈家小姐 最后会花落谁家 这种美貌和家世 就算同位女人的 我都十分羡慕嫉妒呢 两个女人说完 一旁的张川 看到旁边 李显那痴迷的目光 不禁道 当然是我们李显大哥了 除了他以外 这天底下 还有谁有资格 做陈氏姐妹的夫君 他为了拍马屁 故意将这番话 说得极为暧昧 把陈雪也算了进去 这样便能想其人之福 李显自然很吃这一套 这番话 更是让他惺惺爆棚 当即不再忍耐 倾壳一声 将自己调整到最佳状态 旋即走了上去 陈伯父 陈伯母 李显有礼了 陈母没说什么 陈父却对李显十分满意 知道对方一直在追求自己女儿 李显同样是四大豪门的嫡系子弟 而且通过传承 现在已经踏入七品 做自己的女婿 正是优秀的人选 当即他笑道 贤之客气了 不用管我们 你跟小兵多交流交流吧 李显文言心中狂喜 自然是明白陈父的意思 当即看向陈冰 拿出早已准备好的一个精美礼盒 打开之后 里面竟是放着一串精美的血钻项链 顿时惹得周围人群一阵惊呼 自信道 冰冰 这是我送你的生日礼物 还请你能赏脸收下 然而 陈冰却连看都没看一眼 黑白分明的大眼睛 不断地扫视着全场 终于在一个角落中 看到了那个日思夜想的身影 夜晨哥哥 旋即陈冰 却是直接绕开李显 迫不及待地一溜 小跑朝着夜晨猛扑过去 第130章 羡煞旁人 看到眼前这一幕 在场所有人顿时目瞪口呆 尤其是李显 此时浑身麻木 不知所措 双手托着礼盒送出 尴尬的江丽原地 张川和旁边两位女伴 也是惊愕不已 想不到 一向圣洁高贵的陈家大小姐 此刻竟是 毫无淑女风度的一溜小跑 扑进了那个衣着 普通毫无背景的夜晨怀里 几人顿时三观尽碎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啊 堂堂陈家大小姐 竟然无视了 顶级公子哥李显的追求 却是对一个穷小子 头怀送抱 就连陈傅 陈母此刻 也是大吃一惊 两人对视一眼 连忙朝着那个角落走去 走到李显边上的时候 陈傅陈傲还拍了 李显一下肩膀 让后者顿时回过神来 李显自知失态 同时心中也明白 陈傲还是站在自己这边 顿时心中大定 再次恢复了刚才 从容淡定的状态 而其余众人见状 自然也是立刻围了上来 同时心中的八卦之心 蠢蠢欲动 都想知道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冰冰 你在干什么 如此重要的场合 简直胡闹 看着自己女儿紧紧地 抱着那个陌生小子的脖子 身子紧紧地 贴在人家的身上 陈傲不禁震怒 如果不是在场兵棚众多 要顾及自己身份 他都要破口大骂了 可陈冰却毫不在意 拉着叶辰的手臂 将他带来自己父母面前 一脸幸福地道 爸 妈 这就是我 经常跟你们提起的叶辰哥哥 叶辰 江城的那个小子 看着叶辰的普通打扮 陈傲不禁眉头微皱 自从女儿 从江城上学归来以后 就隔三差五地 就会提起这个叶辰哥哥 把他夸上天上 少有地上绝无 今日一见 这也太过普通了一些 相比理想 简直一个天上 一个地下 陈傲心中不喜 只是在场宾客都在 不好发作 只得暂且隐忍下来 而一旁的陈母 却对叶辰另眼相待 笑道 原来是冰冰和小雪的同学 我们还是同乡 欢迎你来我家做客 叶辰文言也笑道 多谢伯母 难怪冰冰和小雪这么漂亮 原来全都继承自宁的美貌 一番话斗的沉母开怀大笑 心中更是对叶辰产生好感 行了行了 菜都上齐了 我们吃饭吧 一旁陈傲连忙打住 再让他们聊下去 自己老婆怕事 先倒戈向叶辰了 然后又对叶辰道 那个叶辰啊 作为席次都已经定好了 不好随意更改 你就坐在最末一桌吧 说着 便是让管家带叶辰过去 叶辰也没说什么 直接便是跟管家走了过去 见状 陈傲顿时松了一口气 只要把叶辰支开 今天的宴会 也就不会有什么差错了 玄机他看向李显 和张川等人道 你们都是冰冰的好友 那么就随我 一起做主位吧 多谢伯父 众人齐齐笑道 能做在主位 显然是 极有面子的事情 而且还能更好的 攀附陈家的关系 陈傲走到主位的 最上手坐定 陈母坐于刺猬 陈冰的位置 自然在陈傲的另外一边 然后他又看向李显道 李显啊 你就挨着 冰冰坐吧 是 多谢伯父 李显心中狂喜 这就叫进水楼 抬仙得月 然而 等所有人落座之后 却发现坐席旁 唯独缺少了 最重要的一个人 陈冰 冰冰哪去了 周围人顿时四顾看去 却是发现 此时的陈冰 竟是陪着夜晨 坐在墨席 两人 有说有笑好不快活 陈奥顿时气 不打一出来 当时忍不住的气韵丹田 喊道 冰冰 你在干什么 快过来 我不 陈冰学紧一梗 翘脸上满是倔强 此时 在场中人全都尴尬住了 不知该如何示吼 气杀我了 我怎么生出 你这么个将种女儿 陈奥刚想在说什么 却是被一旁的陈母拉住 道 何不让冰冰 跟夜晨一起过来坐 你何必这个时候 大动肝火 陈奥文言指的作罢 叫侍从将小姐和夜晨叫过来 不一会 陈冰手挽着夜晨来到主位旁 看向端座席上的李显 但莫道 能不能麻烦你 让个位置 嗯 好 李显无法发作 连忙跟旁边的人 窜了一格 陈冰这才美滋滋地 带着夜晨落座 席间 陈冰不断地给夜晨的碗里夹菜 还亲手为夜晨拨虾皮 然后将雪白大哥的虾肉 送入夜晨嘴里 看得旁人一愣一愣的 这哪里是什么过生日的大家闺秀 倒更像是个 新婚艳尔疼爱夫君的小娇妻 尤其是坐在两人旁边的李显 心中更是五味杂陈 局促不安 抓耳挠腮 浑身仿佛有一万蚂蚁在爬 此时此刻 他觉得自己不应该坐在桌里 更应该蹲在桌底 陈奥见状倾咳一声 看向李显道 李显直给冰冰准备了什么生日礼物 拿出来给大家见识见识 李显文言 这才恍然大悟 自己今天真是方寸大乱 怎么连发挥优势都忘了 只要让陈奔知道 他跟叶辰谁更优秀 到时候自然就会 对自己放心暗许 当即 他整理了下情绪 从容淡定道 我给冰冰准备的是 一条定制的血钻项链 哇 这项链一定不少钱吧 张川在旁连忙附和道 李显呵呵一笑道 不贵 只有十多亿罢了 只有这种高贵项链 才能配得上冰冰的美貌 说着 便在周围 一众女人羡慕的目光中 将礼盒推给了陈奔 哦 谢谢 哪知陈奔 只是礼貌性地回答了一声 便是再次将李显晾在一边 专心给叶辰拨下 见李显的眼色 张川顿时心领神会 看向叶辰问道 不知 这位叶辰兄弟 给老同学准备了什么礼物 啊 叶辰错愕了一下 道 我来得匆忙 所以没有准备礼包 只带了一束花 众人一看 那只是普通的 不能再普通的花束 哪知陈奔 却两眼放光 特别开心道 哇 谢谢叶辰哥哥 然后 他从花束中 抽出一朵百合花 期盼地对叶辰道 叶辰哥哥 能帮我插在头上吗 叶辰淡笑点头 亲手帮美人 将花枝插在绣发上 煞时间 春装敷面 人比花椒 谢谢哥哥 说完 陈奔就在周围人 错愕的目光中 轻翘红唇 印在了叶辰的脸上 李显 几乎快石化了 不过他心底的怒火 也已经在熊熊燃烧 一个来自偏远小城的穷小子 何得何能敢跟他这 金师顶级大少强女人 既然无法从陈冰这里下手 那他只能采取 迂回策略了 旋即 他再度从那界中 取出一枚丹药 看向陈母道 伯母 只而没什么 拿得出手的东西 一枚养颜丹 送给您 祝伯母 永保青春 美丽长存 看到此丹 周围众人 再度一阵惊呼 光这一枚丹药 价格至少 也在五十亿开外 而且有价无市 相当奢侈 就连陈母 都露出笑容 啊 多谢贤侄 我收下了 李显剑有效果 直接再度取出一枚丹药 看向陈奥道 伯父 您在礼部日理万机 集号经历 这枚青神丸送给您 众人不禁倒吸一口凉气 这丹药比养颜丹还要奢侈 售价 至少在八十亿开外 一个宴会 就几乎送出了一个 中等企业一年的利润 财力之雄厚 令人扎舌 李贤侄的诚意 伯父感受到了 陈奥哈哈一笑 连忙叫人将此丹收了 叶辰健壮 看着依旧不断 为自己包下的甜美少女 心中觉得自己 也应该做点什么 陈斌自己可能不在乎 但自己总得帮他 找回点颜面 想到这 叶辰看向陈斌父母道 我这里也有一点小东西 想送给伯父伯母 还请笑纳 周围众人 不禁吃笑出声 你是什么身份 什么家事 也配跟李大少比拼财力 李显倒是心中一喜 这自然是他所想看到的 只见叶辰取出一个玉瓶 煞是一股醉人的芬芳 扑面而来 这种气味 仅仅只是闻上一闻 就让人顿觉神清气爽 武道修为 都隐隐有所增义 陈奥不禁大惊失色 指着那个玉瓶道 这 这里面装的 到底是什么东西 只听叶辰淡淡回答道 不过是一瓶八品筋血罢了 此言一出 周围一片筷子落地的声音 第131章 直接走人 张川淒淒哀哀哀的道 八 八品筋血 你说 这里面装的是八品筋血 它也算是名门之后 对于这种高品武道知识 也是有所涉猎 八品筋血 可是八品 精深镜强者淬炼而成的血液 八品筋的强弱 完全取决于自身精血的浓度和多少 这是八品强者 也要为之动容的顶级质宝啊 眼前这个衣着 普通毫无背景的穷小子 竟然拿出了一瓶八品筋血 比一个乞丐 随手掏出了和尸臂 更加震撼 如果说离贤所赠送的礼物 算是昂贵的话 那这八品筋血 就是真正的无价之宝 是千亿 万亿也买不来 哪怕一滴的存在 更别说 此刻 他还拿出了整整一瓶 在夜沉的礼物面前 离贤所送的丹药和项链 瞬间黯然失色 根本不值一提 而此时 在场众人心中都有一个疑问 这玉瓶中装的 难道是真的八品筋血吗 即便陈奥身为八品 此刻面对这等礼物 也是手掌微斗 将那瓶筋血拿到鼻尖 仔仔细细地闻了又闻 在众人忐忑的目光下 陈奥长舒一口气 微微点头道 这的确是八品筋血 死 周围顿时传来 倒吸凉气的声音 所有人再次看向夜沉的目光 瞬间变了 尤其是那两个年轻女子 心中更是懊恼不已 早知如此 刚才就不应该 对夜沉冷眼相像 一个金龟婿 就这么被他们给错过了 此刻的理解 自然更加无地自容 本以为能在财力方面 力压夜沉 在家人面前 展示自己的长处 并且让夜沉知难而退 可没想到 直接被夜沉玩爆 小丑竟是他自己 此时的陈奥 自然没有心思去关注前者 一门心思 完全放在了八品金血之上 这对他来说 实在是太重要了 淬炼金身所用的 正是八品金血 可以说金血越多 金身淬炼的次数也就越高 实力也就越强 没有哪位八品强者 愿意将自身金血抽出来 所以 一般来说 金血只能靠自身慢慢制造 除非将一名八品斩杀 否则根本得不到金血 一念至此 陈奥忽然浑身一震 看向夜沉道 原来你就是那个 斩杀了假神主的夜沉 没错 正是晚辈 夜沉淡淡开口 大大方方地承认了 此言一出 众人脸上的表情 顿时变得相当精彩 尤其是张川 以及那两名年轻女子 心中顿时掀起金韬骇浪 想不到他们刚才嫌弃之人 竟是能斩杀八品的绝世强者 此刻他们感觉自己的脖子凉嗖嗖的 还好夜沉根本没把他们放在眼里 否则他们现在早就已经人头落地了 李显更是心惊 本以为自己七品修为在年轻一代已经是翘楚 却不想又出现一个更加妖孽的存在 无论是实力还是财力 夜沉对他都是绝对的碾压 现在他也就仗着自己是金师四大豪门之后 所以这才勉强有胆量坐在夜沉身边 接下来的生日宴顿时显得无比沉闷 每个人的心中都各怀鬼态 只有夜沉和沉冰还嬉笑如常 时不时的沉母也会笑着插上两句 而陈奥则是沉默不语 剩下的人几乎是浑身紧绷地吃完了这顿饭 夜沉哪 陪我出去散散步 宴席即将结束的时候 陈奥邀请夜沉道 好的 伯父 夜沉能猜到对方是有话 想对自己单独说 所以也就欣然前往 来到外面 陈奥直接开门见山道 夜沉 你很优秀 是年轻一代的翘楚 但我并不会将女儿嫁给你 陈奥本以为夜沉会有很大反应 结果夜沉却是淡笑道 伯父你误会了 我和陈冰 陈雪 只是很好的朋友 并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 这样自然最好 陈奥赞赏地看了夜沉一眼 这个小家伙 还算实实物 没让他费太多口舌 玄机他又道 夜沉哪 看在你叫我一声伯父的份上 我便来教教你做人之道 伯父请讲 夜沉做了个请的手势 陈奥点点头 继续道 年轻人不要锋芒太盛 盛必蛇智 说着 他的语气中 开始带起责备之意 你不该杀了贾正 就算你实力再强 难道还能强得过尚书贾鹰 你知不知道 贾家何其庞大 那是连我们京师四大豪门 都无法忘记相悲的恐怖存在 你以为杀了一个贾正 你就天下无敌了 哼 夜沉哪 你实在是太年轻 等贾家的抱负 宛如泰山压顶般 砸到你头上时 你就会明白 我这番话的含义了 夜沉不置可否地但笑道 伯父 这就是你极力反对你女儿 跟我在一起的理由吗 这只是其一 既然把话说到这个份上 陈奥也就合盘托出道 相比于你这个毫无背景的后起之秀 我自然更愿意选择 与同为顶级豪门的李家联姻强强联手 在这个问题上 我不能祸心你 只能选边站 所以我只能选择李家 放弃你 希望你不要怪伯父 我身为一家之主 也要为整个家族的利益考虑啊 我不怪伯父 夜沉微微摇头 又道 伯父的建议很重肯 我本应欣然接受 只是我夜沉这一世 放荡不羁 我只有一个准则 谁惹我 我便灭了谁 仅此而已 贾家虽大 却还不配让我放在眼里 夜沉驻足 看向陈奥道 既然伯父担心会被牵连 那我夜沉从此以后 不再踏入陈家半步便是 还请伯父转告彬彬一声 就说 我先走了 伯父告辞 说完之后 夜沉陡然转身 朝着陈府门外大踏步而去 狂妄小二 看着夜沉离去的背影 陈奥一甩袍袖 转身回到大厅 此时 宾客已经全部走光 只有几个侍者在打扫卫生 陈奥正依偎着母亲 说着悄悄话 见陈奥回来 陈奥立刻起身 看向对方身后 疑惑地问道 爸爸 夜沉哥哥呢 他走了 陈奥美好气地瞪了女儿一眼 若不是今天是他生日 非要好好训斥他一番不可 走了 陈奥当时就炸毛了 追问道 夜沉哥哥 怎么会不辞而别 刚才还答应我会在咱家住下 一定是爸爸把他撵走了对不对 第132章 你干什么 哼 陈奥冷声道 你以后离你这个什么夜沉哥哥远一点 我不准 你再跟他有任何来往 无论你愿不愿意 你终究是要嫁给李显 做李家的儿媳妇 其他的人 你想都不要想 爸爸 你在说什么啊 我怎么听不懂 陈奥瞪大双眼 感觉自己的父亲是那么的陌生 难道女儿连喜欢谁的资格都没有了吗 你可以有喜欢的对象 但只能放在心里 作为我陈奥的女儿 你只能嫁给李显 陈奥说完 又将语气放得平缓 柔声道 女儿啊 爸爸不会害你 我活了四十多岁 见过形形色色的人和事 眼光绝对不会有错 听爸爸一句劝 那个夜沉绝非良配 你跟着他 只会害了你 害了我们整个陈家 陈冰文言郊躯微颤 苦笑道 说来说去 原来爸爸在乎的 只是家族的未来 却从没在乎过女儿的感受 胡说 陈奥语重心长地道 你是我陈奥的女儿 我怎么会不在乎你 爸爸 是怕你年轻不懂事 会走许多弯路 你嫁给李显 成为四大豪门的阔太太 不比跟着一个 来自偏远小城的 穷小子强多了 陈冰文言 一指旁边的母亲 问道 爸爸 你口口声声让我嫁进豪门 那你为什么偏偏娶了妈妈 妈妈也是江城人 她有什么背景 啊 这 陈奥一时语色 不过紧接着便恼羞成怒道 那个臭小子 怎么能和你妈比 你妈妈多漂亮 那臭小子很帅 当然帅 陈冰雪景微扬 宛如骄傲的白天鹅 在我心里 夜城哥哥 就是天下第一帅哥 陈奥一拍桌子 怒声道 你别跟老子胡搅蛮缠 我让你怎么做 你就给我怎么做 因为你是我陈奥的女儿 陈冰也是一拍桌子 大声道 无论你怎么说 我就是要去找夜城哥哥 什么李险 什么李家 通通都是狗屁 连给我的夜城哥哥提鞋都不配 啪 一声脆响 让整个大厅完全安静下来 旁边的侍者惊恐地看着老爷 不知道 老爷今天为何会发这么大脾气 竟然出手打了小姐一个耳光 这还是他们头一次看到 陈奥 你干什么 之前一直没有说话的陈母 拍桌起 怒视向自己丈夫 又心疼地去看女儿 陈奥删完以后 心中也是暗自懊悔 只是仗着一家之主的威严 没有作声 此时 陈冰雪白的右脸上 慢慢显现出一个粉红色长印 但他却没有喊疼 只是抿着小嘴 眼眶红红地 强忍泪水滑落 他面无表情地看着陈奥 单单开口道 打完了吗 还要继续打吗 如果不打的话 那我现在要找我的夜城哥哥去了 你 陈奥再度活起 却是看到自己老婆站在女儿身边 从来都是好脾气的妻子 此刻竟是翘脸寒霜 陈奥 你很有能耐啊 你不是想打人吗 好 我今天让你打个够 你想打女儿 就先把我打死 见妻子动了真火 陈奥再不敢言语 副手赌气站在原地 陈奥吸了吸鼻子 冷漠地看了父亲一眼 旋即转身大踏步 朝门外跑去 你走了就别回来 陈奥在后面大吼道 等陈奥走后 陈奥林婉清看着自己丈夫 冷冷地道 陈奥 你就是个窝囊废 只敢在家里冲着妻女发脾气 在外面却连个屁都不敢放 从今天起 你别进我的房间来 跟你睡一起 我觉得恶心 说完 林婉清便翘脸寒霜地走了 等老婆走远 陈奥这才拍桌子道 你个妇道人家 懂得个什么 而就在他话音刚落 从门外蹦蹦跳跳地 跑进来一道歉影 陈奥见了 顿时眼前一亮 开心道 哎哟 我的宝贝女儿小雪回来了 从小到大 他就对大女儿更加喜爱 因为陈雪的脾气秉性 更像妈妈 沉稳内敛 性格柔和 不像自己那个二女儿陈冰 从小就倔得跟个驴似的 也不知道随谁 没等陈雪开口 从门外又走进来一位 先锋倒鼓的老者 慈爱地看着面前 焦急模样的陈雪道 也不知道这小丫头 中了什么鞋 晚上看过手机后 非要立刻终止 特训回家来看看 老夫就陪她回来了 爸 您也来了 快请坐 陈家家教慎言 陈奥连忙亲自帮父亲 拉过一把椅子 这时 巡视了一周的陈雪 忽然问道 爸 妹妹和叶晨哥呢 一听陈雪提起这两个名字 陈奥就气不打一处来 冷哼道 别提他们了 小雪你不知道 你妹妹今天差点快把我气死 他要是有你一半乖巧听话 为父都烧高香了 陈雪连忙问道 爸爸 到底是怎么回事 陈奥拗不过 只得将刚才宴会上的事情 一五一十地讲了一遍 说完之后 还理直气壮地继续道 你说 为父这么做有错吗 为父只是想让你们两个 过上幸福的生活 别被那些油嘴滑舌的臭小子给骗了 难道有错吗 嗯 正说着 陈奥却是发现 陈雪的脸色也是越来越难看 只见此刻陈雪一双翘木 机遇喷火 冷声道 爸爸 你太过分了 说完 陈雪便是一转身 快步地出门而去 陈奥彻底猛了 怎么连一向乖巧懂事的大女儿 也跟自己这样 刚才那个眼神 饱含着失望和愤怒 这种情绪 他还是第一次从陈雪的眼中看到 他不知道 自己做错了什么 竟然让自己的两个小棉袄 在同一天都不翼而飞 陈奥看向父亲 尴尬笑道 爸爸 你看我这两个女儿 真是太不像话了 他想从父亲那里得到认可 哪知迎接他的 还是一副阴沉的面孔 陈如山恨铁不成钢地 看了一眼自己的儿子 微微摇头道 我怎么生出你这么个耸祸废物儿子 陈奥文言彻底慌了 在他的印象里 他一直都是陈如山的骄傲 是陈如山最信任的儿子 几乎早早地就将陈家的大权 交到了他的手里 现在竟然会这么说自己 陈奥脸色俱变 规规矩矩地站好低头 儿子愚钝 请父亲教诲 陈如山却反问道 陈奥啊陈奥 你年轻时候的冲劲呢 那种傲视天下 不顾一切 任由为父 无论如何反对打骂 都要把自己心爱的女人 娶回家来的冲劲呢 你怎么越活越窝囊了 第133章 醍醐灌顶 一番话宛如醍醐灌顶 瞬间让陈奥清醒了几分 陈如山看着自己的儿子 恨铁不成钢地道 你知道为父最欣赏你的是哪一点 还不是你身上那股 义无反顾的锐气 锋芒毕露的傲气 使我娶谁的霸气 我命有我不由天的胆怯 可你现在呢 越长大就越窝囊 什么也不敢争 什么也不敢抢 天天就想着 怎么能把这个家族维系下去 陈奥看着父亲 问道 爸 难道儿子这么想不对吗 对 但方法错误 陈如山冷冷地道 你以为单靠不犯错 就能让一个家族长胜不衰 如果真是这样 那我们大厦 现在会有数不清的豪门贵族 一个家族的崛起 靠的是拼搏和机遇 而维持一个家族同样如此 激流永静 不进则退 如果我陈家每一代的家族 都如你这般唯唯诺诺的饭桶 不仅无法成为京师四大豪门之一 甚至会被其他家族肢解得 连骨头渣子都不胜 说的陈奥这位八品强者 冷汗直流 后背都湿透了 机遇永远与风险共存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陈如山缓缓起身 走到门口副手而立 淡淡道 小雪和冰冰的选择 自然有他们的道理 也许有一天 你会庆幸自己 生了两个好女儿 说完之后 陈如山缓缓离开 热大的房间里 只留下陈奥一人 呆若木鸡的处在原地 话分两头 叶辰走出去没一会 便是接到了陈冰的电话 说要来找自己 他听出了陈冰的异样 所以没说什么 直接给对方发了个定位 不一会 陈冰就提着群居 朝着自己小跑来 冰冰 你的脸怎么了 看着陈冰撬脸上的红色掌印 叶辰不禁眉头微皱 然而 陈冰却是无所谓的笑了笑 勇敢地主动拉起叶辰的手道 不碍事的 只要叶辰哥哥不介意 我便丑了就好 傻丫头 叶辰无奈一笑 直接取出一瓶精血 用手指沾上一些 就去涂抹陈冰受伤的脸颊 叶辰哥哥 你干嘛 这个好贵的 陈冰现在自然知道 这精血的价值 那是连八品强者 都要疯狂争抢的精血 可叶辰却将这么贵重的宝贝 涂抹在了自己脸上 这又什么 他就算再贵重 难道还有我们冰冰的脸蛋重要 陈冰闻言 泪水再也止不住地夺矿而出 他伸出双臂 紧紧地抱住叶辰 仿佛一只孤舟 终于找到了梦的港湾 叶辰轻轻拍打着 怀中家人的背部 让他慢慢在自己的怀中 消解忧伤的情绪 两久之后 陈冰吸了吸鼻子 将擒手从叶辰肩膀上抬起 星星点点的眸子 看着叶辰问道 叶辰哥哥 你来金师 究竟是为了什么事 冰冰能帮你做些什么 叶辰也没隐瞒 直接将大师姐 将宁霜的事情 一五一十地讲了出来 陈冰听完 愤慨道 宁霜姐姐真的好可怜 这个江永海 实在太不是个东西了 你能帮我找到大师姐吗 陈冰闻言 抱歉地摇了摇头道 金师实在是太大了 想找一个人 如同大海捞针 不过 不过什么 叶辰追问 陈冰玩耳一笑 道 不过叶辰哥哥 为什么非要去找宁霜姐姐呢 我们只需要去找江永海不就好了 叶辰眼前一亮 对啊 大师姐要找江永海报仇 自己只需要盯住江永海 自然就能发现江宁霜的踪迹 一念至此 叶辰高兴地捏了捏陈冰 此时已经恢复如初的光洁翘脸道 冰冰 你真聪明啊 嘿嘿 得到叶辰夸奖 陈冰顿时开心起来 他又道 而且我们也不需要 非得一直盯着江永海 如果我是宁霜姐 一定会等一个合适的契机再出手 力求做到一击必杀 叶辰问道 那你觉得 什么时候才是合适的契机 陈冰一手抱胸 一手抚摸着自己光洁的下额 认真思考道 江家和户部都戒备森严 很难硬闯进去 最好找一个人数众多 身份复杂的场合 比如 生日宴会 说到这里 陈冰兴奋地一拍手 喜道 叶辰哥哥 我知道你在哪能找到宁霜姐姐了 在哪 叶辰连忙追问 就在三天后 江永海的五十岁大寿的生日宴会上 陈冰笃定道 这次江永海的五十大寿会举办得非常隆重 几乎满京市的贵族豪门达官显贵 都会派人到场 包括我的父亲都要亲自捧场 这件事 早在一个月前就已经传的人尽皆知 我想 宁霜姐姐一定也会知道这个信息 她一定会在当天的生日宴会上 趁着所有人给江永海诸授的空隙出手 这是她唯一的机会 听陈冰这么一说 叶辰瞬间就有了思路 只要到时候 自己也混进生日宴会 那自然就能找到大师姐江宁霜 找到了大师姐 后面的是自然迎刃而解 想到这里 心里的一颗大石头落了地 叶辰的心情也变得愉悦起来 看着眼前洋溢着笑脸的家人 叶辰不禁感慨道 冰冰 你可真是我的女诸葛呀 兮兮 这回知道人家的厉害了吧 陈冰得意的副手扭动着柔软的腰身 然后又问道 叶辰哥哥 距离生日宴会还有好几天 你这段时间打算去哪里啊 叶辰反问道 冰冰想去哪 陈冰摇了摇头 睁着心眸凝望叶辰道 叶辰哥哥去了 我就去了 我想去魔窟走走 适合高中生练习的那种就可以 你能帮我找一个吗 当然没问题 看我的 陈冰拉着叶辰的手 叫了一辆出租车往东郊而去 下车后 陈冰跟封锁魔窟的领头的中年人聊了两句 甚至还撒了个娇 结果就是 两人顺顺利利地走了进去 叶辰心中不禁感叹 还是美女的面子大 陈冰笑着解释道 那位李叔叔 是我爸爸的老部下 也知道我拥有六品修为 所以才肯让我们进来的 进入魔窟后 叶辰便是准备开设 他要抓紧一切时间提升实力 定 使用乾坤一击击杀目标 永久获得力量加三 敏捷加三 定 使用乾坤一击击杀目标 永久获得力量加三 敏捷加三 叶辰一边射 一边跟身旁美人闲聊道 冰冰 你为什么不喜欢理想他们啊 沉默片刻 陈冰撅嘴道 因为他们都太虚伪 他们喜欢的 只是我的外表 我的实力 以及我的家世罢了 一旦我失去了这些 他们连看都不会看我一眼 说着 陈冰看向叶辰 眼神都变得无比温柔 只有叶辰哥哥你不一样 你不屈颜覆势 而且为人真诚 你不会因为我和姐姐的美貌 家世而高攀 也不会因为我们的平庸无能而嫌弃 你认可我 只是因为我是陈冰 不会因其他任何条件发生改变 对吗 在家人欺许的目光中 叶辰点点头 但笑道 你永远都是我的好妹妹 我会保你 一世平安喜乐 陈冰抱住叶辰 翘脸微扬 在叶辰怀里寒情默默道 你就是天底下独一无二的叶辰哥哥 我最爱的叶辰哥哥 说话之间 陈冰心谋威逼 勇敢地将胶唇贴了上去 第134章 尤美陪练 叶辰也没想到 陈冰会这么热恋 这么勇敢 香蛇追逐之下 足足过了十多分钟 这才意犹未尽地放过自己 冰冰 你是打算把我吸死吗 叶辰笑着调侃道 哪知陈冰却胸扶一挺 争强好胜道 我知道 姐姐跟你一起去神迹的时候 肯定又吻你了 加上五考那次 他都已经亲过两次了 所以 我一定要一次性地补回来 叶辰苦笑摇头 又是一箭射出 叶 使用乾坤一击击杀目标 永久获得力量加三 敏捷加三 见状 陈冰却问道 叶辰哥哥 你为什么要射杀这些低等魔物呀 这是独属于我的修炼方式 叶辰回答道 只要一直射下去 我的实力就会不断增长 陈冰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聪明如他自然知道这是 独属于叶辰的秘密 他只要配合就好 叶辰带着陈冰 不断地朝魔窟深处走出 所过之处 尸横遍野 有陈冰在旁叽叽喳喳地跟自己聊天 原本比较枯燥的刷怪 都变得有趣起来 叶 使用乾坤一击击杀目标 永久获得力量加三 敏捷加三 叶 使用乾坤一击击杀目标 永久获得力量加三 敏捷加三 两人说说笑笑 时间过得飞快 一转眼 就已经在魔窟中待了二十多个小时 反正大街里有谁有吃的 想方便了 随便找个地方就可以了 甚至踏入七品之后 叶辰几乎可以做到几天不眠不休 几乎成为了一台涌动机 可陈冰却有点受不了 此时已经依偎在叶辰肩膀上 打起了瞌睡 冰冰 要不你先回去吧 我自己 在这里就好 叶辰劝说道 不过陈冰却梦意地撒娇道 不嘛 让人家陪着你嘛 叶辰无奈 索性席地而坐 让陈冰横坐在自己腿上 陈冰嘴角流露出一抹笑意 小手自然地抱紧叶辰后颈 依偎了两下 很快便舒服地睡了过去 叶辰抱着陈冰 催动精神力 从那界中取出一个装有精血的玉瓶 并且将瓶口直接打开 就放在不远处的位置 很快的 远处的小魔物 如同蜜蜂闻到花粉般 不断朝这边爬了过来 然后叶辰再将瓶口堵死 紧接着 一天半的时间 又是增加了8万多的属性 加上之前收服老龙石提升的属性 现在它的总力量 已经达到了47万多 敏捷也达到了37万 叶辰没有闲着 跟陈冰吃过早餐后 再次走上了刷怪之路 等到了第二天晚上 在陈冰的强烈要求下 二人终于选择 先从魔窟中走出 也幸好他们两个出来得及时 不然听外面那个理性军官说 都要下来寻找他们了 毕竟 选择在魔窟约会的 他还是头一遭遇到 而且一进去就是整整两天 那位理性军官 在叶辰身边小声道 小伙子玩得挺野啊 不过 你要知道这是礼部侍郎陈奥的女儿 小心玩火自焚 叶辰文言笑笑 也没多解释 他一生行事 何必在意别人的眼光 刚从魔窟走出 叶辰和陈冰的手机 便是同时响起 拿起一看 全都是陈雪发来的信息 言语之间满是担忧 问他们现在在哪云云 跟陈雪简单回复了下 让他不用担心 随后 陈冰便是带着叶辰 来到一家高档餐厅 美美地吃了一顿烛光晚餐 当然 这顿饭没花钱 因为是陈家产业 随后 陈冰又带着叶辰 来到了一家五星级宾馆 开了一间总统套房 陈冰一进屋 便是迫不及待地冲进浴室 美美地洗了个澡 出来的时候 身上的衣物已经全脱了 只裹着一层薄薄的浴巾 封顶之上 隐约显现出两颗樱头 它长得本就绝美 加上此时刚出浴的蒸汽 以及那吹弹可破的红润肌肤 更惹人狭想 加上那含羞待妾任君采摘的俏丽模样 叶辰使出了好大的定力 这才走进了浴室 叶辰哥哥 需要妹妹帮你搓背吗 不用不用 我自己来 门外顿时响起了银铃般的笑声 等叶辰洗完澡出来 发现陈雪竟然也来到了这里 两个长相一模一样的绝美少女 同样含情默默地看着自己 让叶辰都暗呼吃不消 而等叶辰出来以后 陈雪竟然也走进了浴室 出来的时候 玲珑有致的胶躯上 同样只裹了一层薄筋 他们两姐妹一左一右地坐在自己身边 叶辰忽然感觉自己口渴难耐 抓起旁边的水瓶一饮而尽 袖着左右的芬芳 叶辰干咳一声道 你们都累了一天了 两个妹妹还不去睡觉吗 陈冰明知故问 装傻冲愣道 啊 难道这么大的床 容不下我们三个人吗 噗 刚打开第二瓶水 开始喝的叶辰 直接喷了出来 我跟爷爷说过了 今晚不回去 陈雪鼓足勇气呢难道 翘脸红得 似是快要滴出血来 叶辰机械地躺在中间 陈冰 陈雪一左一右 紧紧地挨着靠了上来 他瞬间被柔软的触感包围 像是触电般舒爽 三人躺在床上 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天 可能是真的太累了 陈冰在魔窟 整整陪了叶辰两天 而陈雪这段时间 则一直在特训 所以 两个姑娘一前一后 都很快地进入了梦乡 看着他们两个小嘴 微张的酣睡模样 叶辰淡淡一笑 自己也进入了冥想状态 不断地恢复精神力 等第二天醒来 二女春光大谢 导致让叶辰大饱了一顿眼福 三人嬉笑打闹着穿好了衣服 在叶辰的要求下 再次来到了东郊魔窟 为首的还是那位理性军官 见叶辰这次 竟是带着陈家姐妹一起来的 不由暗呼 卧槽 这次二女陪着叶辰练了一上午 等到下午两点多的时候 才从魔窟中走了出来 叶辰再次看了一眼属性 力量 五十三万五千四百九十三 敏捷 四十三万三千五百零四 这一属性 比他来到京师之前 又长了将近一半 以现在的力量 想来再碰到如贾正那样的八品 怕是一拳就会被他打成飞灰 今天晚上 就是江永海五十岁大寿的喜宴的日子 在二女的强烈要求下 叶辰只得被他们拉着 买了一身高档男装 而陈斌和陈雪也是选了一套与叶辰极为搭配的碗礼服 一切准备妥当之后 叶辰带着陈家姐妹来到了寿宴现场的门口 三人一下车 顿时吸引了周围无数上流男女的目光 即便大家都身着盛装 可在叶辰和陈家姐妹的映衬下 都显得暗淡无光 叶辰双手插兜 陈斌 陈雪两个爵士美人 一左一右挽在她的身旁 大摇大摆地走进会场 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任谁也无法想到 今天晚上即将发生的事情 会让在场所有人都终生难忘 第135章 北有家人 三人的气场实在太强了 尤其叶辰一个人挽着两个大美女 而且二女还长得一模一样 把周围众人的眼睛都看直了 迎宾甚至都没敢问叶辰具体的个人信息 直接恭敬地邀请他们入内 这是京师最有名的酒店 唐王阁非达官显贵不能入内 今天江永海更是将这里全部包了下来 叶辰观察四周 只见这里内饰都设计的古色古香 有上下两层 上层中空 雕兰玉器 若是向下看去 几乎能一览全景 我们楼上坐 独一格格 随着昨晚大被同眠 陈雪也变得俏皮了不守 此时跟着陈冰宛如古代侍女般 朝叶辰行礼 骄俏回应 在周围一众男士 极度如火的目光注视下 叶辰无奈苦笑 率先顺着玉梯走上二楼 相比于一层 此时二层的人流相对稀少 叶辰带着陈家姐妹 挑选了一个事业最好的位置坐定 只等宴会开场 过不多时 楼下迎兵畅诺 吏部侍郎柳叔柳大人道 此言一出 几乎全场来宾进阶战起 同时从酒店休息包房中 走出一名气宇轩昂的中年男子 身穿大红 喜字堂装 朝着门口快步走去 见到此人 陈冰对叶辰道 他就是户部侍郎江永海 叶辰双目微眯 此人看起来倒是沉稳内敛 卓尔不群 若不是知道底细 任谁也不会将他与秦寿这个词 捆绑在一起 他甚至有心立刻出手将其击杀 只是想了一下 还是算了 以大师姐的性格 想来一定不会同意 自己干涉他的私事 既然如此 那他今天便再次静观其变 只要保证大师姐不被歹人所害 也就是了 这也是胡校长的所托之事 而就在叶辰思考之间 江永海已经热情地来到门口 亲自迎接柳叔 两人寒暄着朝内而去 坐在了正中央最大最豪华的红木桌旁 陈雪见叶辰看向柳叔 红唇凑到他的耳边小声道 这位吏部侍郎柳叔 出身于京师四大豪门之一的柳家 八品巅峰金身三段强者 与江永海关系十分密切 叶辰微微点头 表示了解 他自然知道 八品舞者在踏入巅峰后 便是可以使用金血来锤炼金身 周身全部锤炼完一次 称之为一段 最高可锤炼九次 可斩普通九品 只是纵观世界历史 能锤炼八次者都是凤毛麟角 锤炼到九次大圆满者 更是史书空缺 普通八品和锤炼金身的八品 在实力上简直天壤之别 未来踏入九品 也要比普通九品强上不知多少 只是锤炼金身所消耗的资源 实在太过巨大 就算是顶级豪门都难以承受 当然 锤炼金身最好的办法 自然还是收集金血 只是大家同为八品强者 身后又有着强大的势力和关系网 又怎么可能会被随意击杀 除非是爆发全面战争 才可能会有八品陨落 只是世界各国的八品强者们也不傻 若非面临生死危机或者绝佳机会 都不会彻底撕破脸大打出手 而就在此时 门外迎兵再次畅诺 刑部侍郎雍郭大人道 周围众人几乎是再次起身 行住墓里 江永海也是面带微笑地上前迎接 将这位郭大人请到柳叔旁边落座 这位同样出身于四大豪门之一的郭家 今生三段强者 陈斌小声介绍道 还没等叶辰开口 门外再次畅诺道 公部侍郎李怀李大人道 陈斌看到来人 翘脸上带着一抹厌恶之意 他就是李显的父亲 是李家当代家主 叶辰微微点头 看来这江永海的确长袖善武 今是四大家族以来其三 而且都是位高权重的大人物 紧接着 门外又道 吏部侍郎陈奥陈大人道 叶辰文言轻笑 这个不用介绍了 自然是小雪和彬彬的父亲 好吗 四大豪门都到齐了 江永海连忙招呼落座 江永海是今天的寿星 自然坐于守卫 四大豪门四位侍郎 分裂左右 依次排开 此时 金石九品权在外 镇守边疆和魔窟 执行政务的 都是六部侍郎 可以说 此时的唐王阁内 已经聚集了金石内的最高权贵 叶辰算了算 此时六部之中 已来了五部 唯独只有兵部无人前来 可就在此时 门外迎兵再次畅诺 兵部侍郎陆大勇 陆大勇道 除了叶辰和陈家姐妹外 周围众人全都是呼啦啦地站起身来 叶辰文言眉头一挑 想不到今天能看到的老熟人不少 江永海同样是面带微笑地迎接上去 只是陆大勇跟其他几位侍郎相比 脸上的笑容明显比较牵强 似乎逢场作戏的意味更加浓厚一些 可即便如此 他也还是捧场亲至 可见江永海在金石的能量之大 的确让人叹为观止 就在江永海与几位大人物相谈甚欢之际 从门外再次走进来一道熟悉的身影 陈斌见到此人都不禁柳眉微醋 正是李显 只见今天的李显打扮得由头粉面 比之几天前在陈府更加的精神 似是已经完全将几日前的阴霾一扫而空 难怪这家伙今天如此显伴 原来是结交到了一位这么美的姐姐 陈斌说完 一旁沉雪目光看去 也是感慨道 啊 那个姐姐真的好美啊 叶辰也是好奇看去 什么样的女人竟然能同时让陈家姐妹如此夸赞 只见在李显身边 陪伴着一位身着雪白旗袍的女伴 那傲人的风鸾 几乎要从衣精内呼之欲出 纤细的腰之下 却是幅度骤起的轮廓 那是真正的完美曲线 将一个女性的身体美感 展现得淋漓尽致 而那完美身材之上 却生得一张同样完美无瑕的俏脸 精致的五官 在淡淡粉黛的妆点下更加动人 尤其是配上那冷若冰霜的气质 宛如一朵盛开的雪莲般 让人生出 只可远观 不可泄完之感 叶辰看清来人之后 不禁瞳孔都是狠狠一缩 那不是大师姐 还能是谁 而江宁霜一出现 便是直接引起了楼上楼下 几乎所有人的注意 毕竟如此级别的大美女 而且还如此眼神 显然都生出极大的兴趣 大家纷纷猜测 此女到底是谁 就连坐于核心席位的大人物们 都纷纷朝那边看去 北方有家人 绝事独立 柳叔双目微眯 赞叹道 美 真美 其他人也纷纷附和 眼光放亮 公布侍郎李怀笑道 这是犬子 最近新结交的女友 待会酒席开启 我可让犬子他们 来为大人们敬酒 众人一听 纷纷恭维起来 令狼真的好福气啊 竟然能找到这样的角色 家人为伴 自古美女配英雄 她与令狼 真是天生一对啊 李怀笑得合不拢嘴 连道不敢当 不敢当 而与此同时 李显环顾四周 却是也发现了 夜晨和陈家姐妹所在的位置 嘴角不禁扯起 一抹龙王招牌微笑 与身边的美人说了一句什么 旋即便是带着江宁霜走了上来 第136章 不要乱动 所过之处 所有人都在杭注目里 只因此女指阴天上游 人间哪得几回闻 不出意外的 李显竟是带着江宁霜 静止朝着夜晨和陈家姐妹走了过来 来到桌边后 李显脸上带着极为绅士的微笑 问道 夜先生 两位美女 没打扰到三位吧 我和我的女伴 可以坐这里吗 当然没问题 夜晨淡笑点头 同时示意身边二女 不要多说 虽然知道这是李显 是前来炫耀装逼的 前台词就是 让你们看看 老子能找到更好的 可夜晨见了 不仅不生气 反而有点想笑 对面 江宁霜明显也是看见了夜晨 眼神仅仅只是一瞬的错愕 便又恢复到之前那种 淡然自若的状态中 亲爱的 请坐 李显非常丰度地 亲手帮江宁霜拉开座椅 待云美人坐稳后 自己这才坐在了旁边 虽然对李显十分厌恶 但陈冰和陈雪两个丫头 却是对江宁霜打心底里 喜欢的不得了 尤其是江宁霜那种 冷若冰霜的特质 更是让他们迷醉不已 陈冰忍不住开口问道 这位姐姐叫什么名字 你长得真的好漂亮 我叫求宝宝 江宁霜淡淡一笑 回应道 两位妹妹也长得很美 尤其是坐在一起 更是加倍的美丽 真不知道 以后会便宜了哪个魂小子 说到最后一句的时候 那眼神还似有若无地 朝夜晨飘来 求宝宝 陈雪文言威正 是愁啦姐姐 多音字 陈冰立刻纠正道 并且伸出鲜鲜玉指 用手在桌子上比划着 对不起姐姐 陈雪尴尬一笑 看向江宁霜道 我叫陈雪 这是我双胞胎妹妹陈冰 这位 嗯 是我们的男朋友叶晨 江宁霜带眉微调 看向叶晨 淡淡道 竟然能让两位 如此美丽的妹妹同时倾心 那你们的这位男友 一定很有魅力了 陈冰和陈雪 同时露出羞涩的笑容 那同频的美态 让一直关注这桌的 不少客人的心跳 都漏了一拍 哼哼 不过是个来自 东北小城市的小子罢了 见李显醋意大发 江宁霜对他淡淡一笑道 在我心中 自然是我家李显公子 最有魅力 那轻轻一笑 竟是让李显骨头 都轻了二两 他哈哈大笑 端起酒杯道 既然大家都是朋友 那我们今天 一定要不醉不归 自从前两天 在酒吧偶遇了 求宝宝后 他就茶不思饭不想 一心扑在了 这位角色美人的身上 今天正巧赶上寿宴 他打算趁此良机 将他灌醉 今晚就将生米煮成熟饭 如此角色在前 他真是抓心挠干 真不敢想象他的玉体 到底能有多香 叶晨自然也是配合的端起酒杯 将杯中酒一饮而尽 喝完之后 叶晨这才发现 这个唐王阁 不愧是京师第一酒店 今天提供的酒水 竟然都是零酒 这种用掺杂了零气酿造的酒 酒精极大 即便是高品舞者喝多了 也会有醉意 而且 价格极为不菲 产量也少得惊人 看来今天江永海 为了给自己庆祝五十大寿 还真是舍得下本钱 就在几人闲谈之间 楼下顿时传来一阵骚动 只听侍者高声道 即时已到 喜宴正式开始 首先有请我们今天的寿星宫 护部侍郎将大人讲话 此言一出 楼上楼下集体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 能来参加我将某人的生日宴会 再次表示衷心的感谢 江永海朗声开口 讲了几句场面话 随后端起酒杯道 大家今晚吃好喝好啊 嗯 好吃好啊 说着 便是江杯中酒一饮而尽 楼上楼下所有冰棚 同时举杯硬喝 两杯零酒下肚 陈冰 陈雪二女 脸蛋浮上一抹陀红 隐隐已经有了几分醉意 叶晨见状 暗暗伸手抓住两人一只柔仪 运转灵力 帮助他们排解酒气 二女对叶晨抱以甜甜微笑 水润的目光都要滴出蜜来 坐在对面的李显 也想如法炮制 却是被囚宝不着痕迹地躲了开去 她因为酒气脸上浮现淡淡的红润 对李显道 亲爱的 不需要你帮我 有些事情 我需要独自面对 也只能独自面对 嗯 好 我怕你喝多了 李显嘴上这么说 内心却更加狂喜 不让她帮着解酒 看来今晚求宝宝 是闭嘴无疑 她的脑海中 甚至已经联想到 眼前家人在自己身下 啜泣求饶 婉转成欢的模样了 只有此时的叶晨一人知道 实际上 刚才江宁霜那番话 是对自己说的 用暗语告诉叶晨 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 她自己会独自承担 不需要她来出手帮助 就在此时 李显得到了父亲的授意 显然是让她下楼 来敬诸位大人们一杯酒 李显心中狂喜 这种露脸的机会 她自然不会错过 而且 今天自己有美人相伴 自然更加的有面子 宝宝 父亲在招呼我了 陪我一起下去 敬一杯酒好吗 求宝宝闻言 翘脸上顿时露出一个 千娇百妹的笑容 那笑容是那般灿烂 仿佛冰山融化 雪莲盛开 美得不可芳物 我当然愿也 求宝宝缓缓起身 再次看向夜晨 和陈家姐妹道 几位稍后 我们去去就来 可不要乱跑哦 说完 便是端着酒杯 挽着李显走下楼去 夜晨沉默不语 目光微宁 夜晨哥哥 你怎么了 一旁的陈雪疑惑问道 夜晨死死地盯着 此刻缓缓走下楼梯的倩影 淡淡开口道 她就是大师姐 此言一出 二女不由一惊 他们两人在之前 就都已经知道了 大师姐的事 这么说来 陈冰花容失色 小手冰凉地握紧夜晨手掌 焦急地道 这么说来 大师姐这就要动手了 夜晨哥哥 你快去阻止啊 然而 夜晨却微微摇头 这是大师姐自己的事 她有自己的主张 我们要尊重大师姐的选择 只是 夜晨低头深吸口气 再次抬头时 双目中迸发出一抹冰寒 只是今晚谁 若是敢伤害到她 那就休怪我大开杀箭 让整个京师都知道 我夜晨的朋友碰不得 第137章 夜晨听话 李显带着囚宝宝走下楼来 来到了主位西旁 感受着周围 那无数羡慕极度的目光 李显只觉得自己 今天实在太有面子了 这时 恰巧寿星宫刚才离席解手后 从酒店后面走出 李怀看着自己的儿子 笑道 还不快去给你将伯伯敬酒 是 附近 李显精神一震 看了一眼身旁的家人 囚宝宝也露出一抹迷人微笑 主动伸出玉手 挽着她的胳膊 玄机李显走上前去 恭敬地双手举杯 道 小侄李显 贤女友囚宝宝 公祝江伯伯 扶如东海 授笔南山 然而 就在她的注词刚刚收到一半 江永海也微笑举杯 点头试一试 身旁的那道倩影微动 玉手 从旗袍下沿开插处抹去 骤然抽出一柄尖刀 快若闪电般 朝着江永海的心脏猛刺而去 那等速度 即便是连坐于身旁的诸多大楼 都来不及有任何的反应 扑呲 锋利的尖刀 直接起根没入江永海的左胸 求宝宝动作不断 直接将尖刀扯出 再次朝着江永海的脖梗 狠狠刺下 转身之间的两刀 直接便是让江永海 喷溅出大量血迹 整个大厅沉寂了一秒后 惊声尖叫声 顿时此起彼伏 原本齐了融融的宴会场 顿时乱作一团 许多人都是立刻离席 朝着墙边四散奔逃 更有胆小者 直接朝着门外飞奔而去 身处最近的离险此刻 都猛了 目瞪口呆地看向求宝宝道 宝宝 你 然而迎接他的就是一掌 直接让他吐血倒飞出去 谁是你的宝宝 江宁霜恢复到那种 冷若冰霜的状态 气韵丹田沉生道 罪人已死 与儿等无关 无须惊慌 此前发生的一切 核心席位内的诸多大佬 齐齐端坐 竟无一人慌乱惊恶 柳叔坐于席间 冷冷道 你竟然袭杀朝廷大员 你可知罪 我替母报仇 何罪之有 江宁霜冷冷回应 看着此时已经倒在血泊 死不瞑目的江永海 他翘目中浮现出一抹泪光 悲伤着喃喃自语道 妈妈 女儿已为您报仇雪恨 您若泉下有之 也该安息了 然而就在他话音刚落 从酒店内部 顿时传来一阵爽莽大笑 所有人目光看去 竟是又一个江永海 大摇大摆地走了出来 所有人再次一阵骚动 江宁霜瞳孔都是狠狠一缩 再看地上那个江永海的尸体 流出来的都是红色血液 那显然并非八品精血 也就是说 刚才他所杀的 乃是江永海不知 从哪里找来的替身报牌货 也是他报仇心切 仇人就在眼前乱了方寸 否则凭他的眼力 定然能够看出端倪 而周围一桌大佬没有轻动 那显然是早就知道 那不是真正的江永海 江永海大摇大摆地走到近前 冷笑道 别来无亚 我的乖侄女 你以为多年不见 我这个当大伯的认不出你 殊不知 你如今跟你那死去的娘亲 长得实在是太像了 你进来的第一眼 我就认出是你 认出又如何 江宁霜直接从那界中 取出龙温枪 看向江永海的一双翘木 机遇喷火 今天我定要为我惨死的娘亲 讨一个公道 公道 什么公道 江永海故作疑惑 继续沉声道 我本好心好意 收留你们母女 你娘那个荡妇 去来勾引本大人 事后被人知道以后 这才羞愧而死 你现在长大以后 却又怪罪起我这个大伯来了 我江家怎么会养出 你这么个不孝子孙 你这个禽兽不如的狗东西 死到临头还敢狡辩 江宁霜怒不可遏 抬起龙温枪 便是朝着江永海猛侧而去 江永海侧身避过 冷笑道 这就是你父亲 我那背叛大厦的弟弟江永义 传授给你的冤龙枪法 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也不过是指 练成了一丝皮毛吧 江宁霜紧咬银牙 刷刷刷便是三枪刺出 不过接连被江永海躲过 后者继续冷笑道 应该说 是我不屑提那个废物弟弟吧 一个内奸走狗 怎配做我江永海的弟弟 我杀了你 江宁霜发丝舞动 将手中长枪舞弱梨花 对准江永海周身要害 哼 区区一个八品出段 也敢在我八品巅峰面前叫嚣 谁给你的勇气 江永海周身金光大胜 抽出两柄大幅 朝着江宁霜大开大合的挥舞而去 砰砰砰砰 一连串密集的金属交集声 响彻整座会场 声音之强 甚至让不少普通人 无耳痛苦奔逃 哼 江永海翻身一记泰山压顶 直接从上方朝着江宁霜迅猛劈落 威力之强 竟是让得空间都微微波动 动 即便江宁霜横腔抵挡 也依然被一股巨力直接掀飞出去 甚至将一整片墙壁都直接撞碎 江宁霜亮亮呛呛地站起身来 两个虎口都开裂出血 嘴角也是有血液流出 显然是受到了不清的内伤 此时 叶辰带着陈家姐妹缓缓走来 江宁霜于光扫道 急切地立合道 不要过来 叶辰驻足站定 平静地凝视对方 一旁陆大勇见了不禁眉头微皱 问道 叶辰 你怎么在这里 叶辰 哪个叶辰 周围有大佬疑惑问道 陆大勇简单介绍道 就是之前代表我大夏进入神迹 并且后来斩杀霓虹眼影的那个叶辰 哦 原来就是慈子 刑部侍郎勇瞟了叶辰一眼 淡淡开口 叶辰 你与江宁霜同在春城五大 你们一定相识 此番前来今师应该就是 专程来帮江宁霜的吧 是又怎样 叶辰淡淡开口 甚至连看都没看对方一眼 哼 郭庸骤然冷笑 继续道 那本官劝你少管闲事 能斩杀八品巅峰又如何 你今天若是胆敢动一根手指 本刑部侍郎一定将你就地正法 绝不轻饶 记住 这里可是京师 容不得你来撒眼 叶辰副手而立 长长地深吸一口气 双目微微闭合而起 陈斌和陈雪在旁拉动叶辰衣精 翘脸上满是痛苦之色 他们有心想要邦邦将凝霜 可面对几位侍郎八品精身强者 显得是那么的有心无力 此刻他们既想让叶辰出手帮助 却又不愿看到叶辰陷入泥沼葬送于此 所以内心挣扎备受煎熬 此时 江凌霜守称龙文枪 颤颤巍微微地站起身来 一双翘目死死地盯着江永海 但却是对叶辰道 叶辰 听话 不要管我 第138章 双寒煞体 江凌霜知道 今天自己无论报仇是否成功 都将是死死无生的局面 周围有这么多的八品强者 都是江永海的亲信 而且都是至少精身淬炼了 三段的顶级八品 他根本没有任何逃生的可能 既然如此 他又何必要将叶辰牵连进来呢 反正这些年来 他都是估计的一个人生活 一个人默默地 承受着内心的煎熬和痛苦 现在 是该做个了断了 无论报仇与否 他都不想再继续活下去 因为 他已经找不到任何继续活下去的意义 一念至此 他再次打起精神 窍目中带着必死的信念 朝着江永海冲杀而去 然而 此时的江宁双本就身负重创 仅仅只是一盒交手 便是再度被江永海轰飞出去 一旁 公布侍郎李怀看着倒在地上 挣扎爬起的江宁双 不由怒骂道 竟敢利用我儿子的感情 还将他打伤 真是个贱火东西 快杀了他 叶辰文言双目开合 手掌微微握起 刑布侍郎郭荣见状 面向叶辰默然开口 叶辰 本官会死死地盯着你 你若是胆敢有半点动作 哪怕是有陆大人在场 也保不了你 然而 叶辰却连膀胱都没扫他一眼 一双目光完全聚焦于 江宁双的身上 宛如老僧入定一般 谁也不知道他此时 到底在想些什么 陈冰焦急地看向 自己的父亲陈奥 哀求道 爸爸 你快帮叶辰哥哥 说句话 陈雪也是一脸契机地 看向父亲 那眼神 终满是祈求之意 感受到两个女儿的目光 陈奥也感觉自己 浑身血液的流速 在不断加速 那种曾经舍我其谁的气势 似乎又再次回到自己身上 然而 当他看到柳叔 郭庸 江永海 李怀那锐利的目光后 刚刚握紧的手掌 却是又再度松开 他终究是 无法再回到从前 估计太多 难以想象自己 一旦出手 未来将会面临这四大同僚 怎样的打压和报复 此刻 他只能缓缓地低下头去 不忍去看两个女儿 无比失落的眼神 女儿啊 不要怪为父 两不相帮 是我最大的底线了 陈傲心中难难 那最后一丝骄傲的火苗 也在此刻完全熄灭 江宁霜 你现在束手就擒 作为你的亲伯父 我可以给你留一个全尸 江永海抬步向前 冷眼看着此时 再次挣扎爬起的江宁霜 束手就擒 江宁霜银牙紧咬 呵呵冷笑 今天我除了战死别无他选 好 那本伯父 就成全你 说话之间 江永海抱和一声 两柄巨斧运足 全力骤然披下 然而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 江宁霜会惨死于此招之际 一股无穷无尽的冰寒煞气 从江宁霜体内喷波而出 大幅地减缓了江永海的攻击速度 紧接着 江宁霜一声娇斥 龙温枪爆发出一道刚猛的龙银 快若闪电般朝江永海 狠狠刺去 破 龙温枪后发现痣 竟是直接捅穿了江永海的胸膛 呃 呃 江永海频频后退 双斧都直接丢弃 难以置信地看着自己胸前的一个透体血洞 金色的血液 缓缓地从这个伤口中不断流出 而等众人惊诧间 再度朝江宁霜看去 只见此时的江宁霜 周身不断散发着难以言喻的恐怖寒气 周身的伤口几乎全部愈合 不过 原本的三千级妖青丝 此刻却完全变成了雪白之色 雪白的发丝 在寒气的作用下 缓缓滤动 宛如一尊冰雪女王般 奥立于世间 双寒煞体 陆大勇瞳孔一缩 难难道 什么是双寒煞体 众人疑惑询问 陆大勇叹息道 这并非是什么先天体质 而是一种后天形成的特殊产物 相传内心极度孤僻 性格极度冰冷者 日积月累下会在体内存储大量的寒毒 凝聚承丹 潜伏在丹田之中 一旦因某种刺激 使寒毒爆发 战力便会成倍暴涨 然而生命力 也会随之数十倍的流失 直到生命的终结 几乎神仙难救 说到此处 她看向江宁霜 不禁再次叹气道 姑娘 你这是何苦呢 江宁霜此刻的状态 足以战胜八品巅峰 只是这也意味着 她的生命在泉涌般流逝 即便不受外力影响 也没有多少时日可活 江宁霜凄美一笑 淡淡开口道 能为母亲报仇血恨 我只觉甘之若疑 又怎会严苦 说吧 她龙蚊枪再度翁鸣 朝着不断后退的江永海 再度猛刺而去 茫茫枪影 竟是幻化成一条雪白长龙 似是要将之彻底吞噬 可就在白龙即将覆盖江永海之际 一道雄魂的力量 在她的身前爆发开来 将那白龙枪芒彻底击碎 众人看去 原来是利部侍郎柳叔 站在了江永海身前 他乃是三段精身强者 实力之强 更在江永海之上 狂妄之徒 竟敢当着诸位大人的面对 江大人痛下杀手 你真是豪大的胆子 可江宁霜此刻 却不管不顾 枪花在起 龙吟阵阵 一股股阴冷的寒气 不断从体内爆发开来 竟是连体表 都附上了一层淡淡的冰霜 面对此等攻势 就连柳叔 都不得不认真面对 一柄赤色宝剑在手 与那重重枪影 激站在了一处 而就在两人缠斗 僵持不下之际 又有一柄长枪 从鞋子里杀出 直奔江宁霜后心刺去 竟是公布侍郎李怀 以雷霆手段 偷袭而去 扑 即便江宁霜有所预感 然而同时面对 两大三段经 深境强者的夹击 也依然无法完全躲开 枪芒的袭击 枪奸 竟是直接从他的左肋 贯穿而出 柳叔趁势同样一件 刺穿江宁霜的小腹 煞事之间 江宁霜 那原本雪白的旗袍上 被鲜血彻底染透 与此同时 金血流转 早已恢复伤势的江永海 狂笑一声 抡起双腹 便是朝着江宁霜 驳梗砍去 企图给予其壁杀一击 不过 却被陆大勇 及时拦下 冷冷道 他已时日无多 你又何必痛下杀手 柳叔和李怀文言 同时撤回冰刃 毫无倚仗的江宁霜 无声地软道下去 一道身影鬼魅地 出现在了他的身边 及时将他冰冷的郊躯接住 夜晨半跪在地 让江宁霜的禽手 依靠在自己大腿上 看着大师姐此时的模样 夜晨虽面沉似水 但体内仿佛积压着 无穷的煞气 然而江宁霜 缓缓地睁开双眸 努力地使用着 最后的气力哀求道 夜晨 不要 不要 快 走 第139章 重获新生 大师姐 先不要说话 把这瓶金血喝下去 乖 夜晨取出一瓶金血 小心翼翼地慢慢倒入 江宁霜苍白的唇间 八品舞者 有着金血的缘故 本应生机无比强大 哪怕只剩一个头颅 都能缓慢生出躯体 但江宁霜刚刚突破不久 体内的血液还未完全转化 加上它又爆发了双寒煞体 若是不及时救治 即刻便会香消玉语 见夜晨竟是拿出金血救治江宁霜 行部侍郎郁冷冷到 夜晨 难道本官的话你忘了吗 你若胆敢插手此事 本官便让你与此女同等下场 你叫郭庸是吧 夜晨一边轻荣地为着金血 一边淡淡开口 再敢郭噪一句 我便让你永远失声 你 郭庸刚要发作 却被陆大勇直接拦下 旋即陆大勇看向夜晨 于众心长的道 夜晨啊 不要白费力气了 你就算是用金血 将他外伤全部治好 他也会因为双寒煞体的阴毒而亡 陆大人 夜晨依旧不紧不慢地 给江宁霜喂着金血 顿了顿 他继续道 多亏你刚才的善举 才勉强保住了六部的根基 你什么意思啊 江永海大摇大摆地走了上来 冷笑道 难道没有陆大人 你小子能将我们这些人 尽数屠落了不成 柳叔 李怀等人 闻言不屑一笑 夜晨依旧没做理会 只是专注于 给江宁霜补充金血 此时 陈冰 陈雪也跑了过来 跪在江宁霜的身旁 满脸担忧地轻轻呼唤着后者 由于金血的补充 江宁霜的心眸 再次缓缓睁开 只是那双 此刻却是一潭死水 空洞无比 夜晨 师弟听话 不要再 救我了 就让我 这样死掉吧 夜晨动作不停 温和道 师姐为何非要一心寻死 难道活着不好吗 我已经找不到活下去的意义了 江宁霜表情木讷道 自从父亲失踪 母亲死后 我的世界 我的生活里 就只剩下了我自己一个人 一个人吃饭 一个人练功 一个人思念父母 一个人在痛苦中挣扎 天下之大 没有我的容身之地 苍生众多 没有能与之倾诉之人 宁霜姐姐 你现在不再是一个人啊 你还有我啊 陈冰说完 陈雪也急切道 对 还有我 还有夜晨哥 我们都会陪在你的身边 你不会再孤独了 是 是吗 江宁霜文言 麻木的眼神中 闪过一抹光亮 但没过多久 却又暗淡了下去 可惜已经晚了 这京师 我们再也出不去了 夜晨伸手轻轻握住 他冰冷的柔仪 轻声道 大师姐 只要有我在 永远都不算晚 我只问你一句话 你想不想出去 想不想找到自己的父亲 提到父亲二字 江宁霜的翘目 明显明亮了许多 夜晨 我真的还能见到父亲吗 他嘴唇微颤 满脸七许地看向夜晨 大师姐 只要你想 夜晨郑重地道 上穷必落下黄泉 我也能帮你找到他 江宁霜的美眸 逐渐变得湿润 修长的睫毛 微微抖动 眼神中带着更多的神采 夜晨 我们 我们真的 还能活着出去吗 夜晨轻轻地 将江宁霜抱起 用尽最后的温柔道 大师姐 只要你愿意 就没有人能阻拦我们 江宁霜 瞬间泪流满面 失声痛哭 夜晨 带我走吧 夜晨文言微微一笑 将江宁霜 暂时交给陈家姐妹 来照顾 自己却缓站起 陡然转身 表情 变得冷酷无比 刑部侍郭庸 自然是明白 对方打算干什么 旋即直接上前阻拦 陈声道 夜晨 现在想走 是不是太晚了 京师重叠 可不是你说来就来 说走就走的地方 夜晨缓缓抬头 淡淡道 我刚才是不是跟你说过 让你闭嘴 郭庸感受到 夜晨那双瞳孔 聚焦到自己身上 瞬间感觉到毛骨悚然 让他这个三段经 深境强者 产生了强烈的危机 啊 夜晨嘀喝一声 朴实无华的一拳 直接挥出 霸道的力量 在此刻毫无保留地涌出 轰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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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狂猛的爆炸声 此起彼伏 游近极远 延展出近千米之外 煞时间 烟尘四起 以夜晨为原星 向前三十度角 延伸出去的 所有建筑房屋 汽车公路 直接被推成一片荒芜废墟 远远看去 宛如人间炼狱一般 与其余位置高楼伶俐 繁华都市对比 形成了一个诡异的反差 幸好在这里 发生高品战斗的同时 京师国安府 已经及时疏散了 周围上千米的百姓 否则不知道 又会有多少伤亡 而在这一击之下 郭庸却早已失去了踪印 甚至连一根汗毛 都没剩下 而此刻剩余的五部侍郎 以及其余的诸多大佬 全都像看怪物一样的 看向夜晨 不过夜晨 却没有给他们 太多喘息的机会 直接一个跨步 便是来到了江永海的面前 手掌一握 便是锁住后者咽喉 将其举起 江永海大吃一惊 使出浑身的力气 挥动双腹 朝着夜晨身体猛砍而去 当 江永海的双腹 被重重震飞 甚至连他的虎口 不直接崩裂开来 怎么可能 还没等江永海感到震惊 夜晨一拳 便是轰击在了 他的左胸之上 竟然直接将他 左胸打得凹陷下去 余微地尽力透体而出 甚至将其背后的墙面 直接击碎 又是一拳 右胸也是彻底凹陷 再一拳 小腹脊椎直接断裂 旋即夜晨低吼一声 抓着江永海 紧盛的上半身 狠狠地朝地面砸落而去 轰隆隆隆 大地震战 整个唐王阁的墙体 迅速军裂 棚顶开始摇摇欲坠 不好 这里要他了 快撤 不知是谁喊了一声 众人连忙朝着唐王阁外跑去 没过多久 整个建筑哀嚎一声 轰隆隆地彻底倒塌 京师第一酒店 就这样彻底做骨 第140章 谁敢阻我 夜晨站在废墟之上 手里握着江永海的头颅 以及下方那破破烂烂的残躯 冷酷的声音淡淡响起 说 当年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江宁霜的母亲勾引你 还是你霸王硬上弓 玷污了他的母亲 声音回荡四方 让周围所有人都能听得清清楚楚 但江永海只顾着不断哀嚎 却并没回答 夜晨道 你若是实话实说 我可以给你一个痛快 你若不说 或者是撒谎 那老子就把你当作精血生成器 让你承受无尽的痛苦 此言一出 江永海面色骤然俱变 他明白夜晨的意思 精深境强者的大部分精血 全都聚集于脑部 也生成于脑部 夜晨的意思 是将他再生的器官不断砍掉 一直让他保持头颅的状态 不断地生成 精血供夜晨使用 那简直是对强者的最高侮辱 简直活得比畜生还不如 不仅要承受肉体的折磨 还要承受精神的摧残 那是 真正的生不如死 江永海真的怕了 他慌张地用功力传音道 我说 我全说 当年的确是我用墙淀污了宁霜母亲 跟我一起的 还有柳叔和李怀二人 而且是在他们的怂恿下我才 你胡说 江永海还没说完 不远处的柳 李二人顿时面如土色 识口否认 他们两人此时恨不得江永海直接就死 没想到这家伙临死之前 还要拉他们垫背 自从夜晨的第一次出手后 他们便是彻底地清醒了过来 这哪里是什么外乡穷小子 这他妈简直就是人形暴龙兽啊 夜晨想要杀死他们 简直比碾死一只蚂蚁还简单 我没撒谎 江永海又道 正是因为我跟他们同流合污 他们才会借助家族的势力 保举我成为户部侍郎 以上所言句句属实 若有半句虚假 让我跌入十八层地狱 永世不得超生 很好 夜晨手掌一握 江永海的头颅瞬间被捏爆 就在夜晨随手将江永海的精血 和职业神格全部回收的时候 柳叔和李怀双腿发软 连连狡辩 夜晨 你千万不能相信 江永海这个狗贼的一面之词啊 对啊 凡是要讲证据啊 夜晨甩了甩手掌的碎屑 淡淡道 你们刚才连手杀我大师姐的时候 怎么不讲证据 这 柳叔顿时哑口无言 李怀急切地 看向一旁的陆大勇道 陆大人 念在同僚一场的情分上 帮我求求情吧 陆大勇文言苦笑 心中暗道 你们也太高看老子了 现在要是自己开口替你们求情 那真是受刑老痴批双弦自己命太长 恐怕还在暴怒状态下的夜晨 连他都得一块被宰 任谁也不会想到 夜晨的成长速度竟然是这般夸张 三段经深境强者 在他的面前 都跟同志没多大区别 近战伤害报表也就算了 作为一个射手 竟然连防御都夸张得离谱 江永海全力一击批在他的身上 不仅啥是没有 反倒江永海自己被镇成重伤 这他妈还是人 反正陆大勇自己现在 生不起半点对抗夜晨的念头 二者的实力差距 宛如天渊之别 根本没有任何可比性 见陆大勇抬头望天 李怀又转向始终沉默不语的陈傲 急切道 陈大人 您是陈冰 陈雪的父亲 而你的两个女儿 又与夜晨关系密切 能不能出言劝劝你的这位准女婿 事后我李怀必将铭记于心 勇敢大德 陈傲闻言 心中顿时五味杂陈 想不到这些年来 自己越来越薄面子 此刻却因为女儿和夜晨的关系 重新变得显贵起来 此刻他才深切地意识到 之前老父陈如山 是多么的高瞻远瞩 自己又是多么的井底之蛙 如果不是自己的两位女儿 极力维护夜晨 如果不是自己的父亲 及时点醒自己 那么现在他 以及他们陈家的现状 怕是笔流 李二人也好不到哪里去 而此刻羞愧难当的他 又怎敢对夜晨启齿 没想到 自己多年来的圆滑事故 两不相帮 最后却落得一个如此尴尬的境地 剑尘傲脸色阴晴不定 嘴巴如同封了胶条般 不言不语 柳叔顿感无比的绝望 看着不断朝二人逼近的夜晨 柳叔战战兢兢地道 夜晨 你可知我今师四大家族 都抵御雄厚 你连杀三门 难道就不怕我们几个家族 联合起来报复你吗 李怀文言也强壮胆气道 我们家族可都有五段精深 老祖坐镇 你实力虽强 却也未必是三位老祖联手的对手 这就不需要你们操心了 夜晨脚步加快 手掌微卧 我抓紧时间把你们送下去 这样兴许能赶上跟江永海一起喝孟婆汤 话音未落 夜晨再度报起 周围人根本看不清夜晨的动作 刘 李二人便是直接被爆成血污 见此情景 陆大勇不禁倒吸一口凉气 这回他总算是明白 之前夜晨所说多亏你刚才的善举 才勉强保住了六部的根基 原来夜晨原本打算把他们全杀了呀 一念至此 陆大勇只感觉自己背后都被汗水打湿 江柳 李二人的精血 神格 全部收集完毕后 夜晨傲视四周 问道 我现在就要离开 还有人想阻拦我的吗 全场死记 众人进阶低头 没有一人敢与其对视 生怕夜晨一言不合 顺手把他们也给宰了 偌大的京师重地 竟无一人敢来阻我 淡淡的话语 回荡天际 旋即夜晨放声大笑 将将宁双横抱起来 在陈冰 陈雪的左右陪同下 渐行渐远 等夜晨沿着废墟走出几百米外 却在瓦砾之中 看到了只剩头颅的刑部侍郎庸 此时的郎庸满脸惊恐 刚刚生长出的半截上 半身都止不住的剧烈颤抖 只见夜晨从其身旁走过 淡淡的话音飘进郎庸耳中 从今以后 我不准你再言一句 哪怕只是开口发出一个音简 只要让我知道 我便立时取你性命 郭庸骇然点头 用刚刚长出来的右手 伸入嘴中 狠狠一用力 将舌头连根拔下 而就在夜晨又走出五百米之后 竟是从四面八方飞奔来 无数京师豪门舞者将其团团包围 为首一人立合道 夜晨 你实在太狂妄了 竟将京师舞者视若无我 就算你实力再强 我不信能将我们全杀了 其他舞者同时亮出兵刃 朝着夜晨步步紧逼而来 看着这些青年舞者 夜晨眉头一挑 但笑道 想不到京师之内 还有你们这等富有血气之人 那我便陪你们玩上一玩 老龙 出来洗地了 他话音刚落 从远处苍穹上 骤然传来一道 汗天动地的龙吟声 仅仅只是眨眼功夫 一头足有十余米长的恐怖巨物 从天而降 糊入羊群般朝众人猛扑而去 第141章 老龙起飞 啊 这是什么东西 啊 我的腿断了 火灵甲龙王 凶狠地扑向众人 龙爪一挥 便是山倒一片 龙尾一扫 又飞了一大片 他在前方不断开路 伴随着此起彼伏的哀嚎声 冲上来的一众舞者 宛如浪潮般 被轰得倒飞出去 老龙啊 下手轻一点 毕竟只是一群愣头轻吧 老龙文言 大脑袋微微点了点 将身上的火焰 往回收了一收 只用物理攻击打击众人 不过这些精诗舞者 很快也学聪明了 开始组织起大量的远程职业 跑到高楼大厦的顶端 发射大量的箭矢 元素弹等诸多手段 朝着老龙和叶臣方向 狠狠地招呼 老龙一开始还有所克制 将叶臣一行人护在身下 硬扛着剑铃弹羽向前行去 可莫过多久 老龙身为龙族的骄傲 使得他再也无法忍受 这些小虫子的饶袭 吼 怒吼声中 老龙前爪抬起 后爪抓地 竟是直接站立而起 紧接着 他的身体不断地膨大 在所有人惊骇的目光注视下 竟是直接成长为 一头高达百米的恐怖巨兽 我的天 这到底是什么怪物啊 周围那些原本站在高楼上 俯卡尔下的远程舞者们 此时却是要仰视才能看到 老龙那巨大的头颅 原本密集的远程攻击 戛然而止 取而代之的是 胆怯地不断逃跑和后退 可老龙却没有给这些人 留下太多逃跑的时间 据找愤怒的挥机 周围接近百米的高大建筑 宛如积木般轰然崩碎 不少原本站在楼顶的舞者们 哀嚎坠落 惨不忍睹 老龙沙的兴起 周围的高楼大厦不断倒塌 原本奢华精致的大都市 变得一片狼藉 众多舞者见状 也是彻底地 失去了继续战斗的意志 这他妈根本就是碾压局 还怎么打 甚至有一些欺品强者 还打算负于顽抗 结果被老龙一爪子 拍飞出二里地后 一个个都是灰溜溜地撤离了 叶辰等人一路前行 当即将踏入郊外的时候 眼前却是出现了一只 抗魔军运阻拦在了面前 为首那人 正是之前镇守魔窟外面的 李姓军官 当那名军官看清叶辰 以及陪在叶辰身边的 陈雪和陈冰时 坚毅的脸庞 都没来由地抖动了几下 难怪 能让冰冰和小雪喜欢 果然有种 叶辰文言 淡淡道 李叔叔 你是打算放我们过去 先对方阵形摆开 进入到了战斗状态 军命在身 树李某不能放行 叶辰点点头 也明白 这是对方身不由己 半分钟后 挡在前方的抗魔军 被老龙全部放倒 当然在叶辰的授意下 并没出太重的手 只是让他们暂时丧失了战斗力 旋即 叶辰带着三女翼龙 踏出金狮 在金狮之外 叶辰看向陈冰 陈雪道 你们两个回去吧 有时间我再来看你们 不嘛不嘛 你让我跟你一起回去嘛 叶辰哥哥 陈冰摇晃着叶辰手臂 不停地撒娇 叶辰苦笑摇头 道 冰冰听话 你们现在今时好好上学 大师姐的身上 还有寒毒未清 我得先想个办法 控制一下才行 此言一出 陈冰和陈雪顿时沉默了 他们这才意识到 事态远没有他们想得那么简单 那寒毒仿佛复古之躯 附着在江宁霜的体内 让他每时每刻 都在损耗大量的生命力 如果不及时控制 相信要不了多久 大师姐就会香消玉语 而在此时 叶辰怀中的江宁霜 却是挣扎着下地 绝美地俏脸上 露出一抹淡淡的笑容 你们不用为我担心 生死有命 我今天能为母亲报仇 并且活着走出惊失 心里已经很满足了 叶辰文言 看着大师姐 此时一头雪白长发 虽然更显得他超尘气质 不过心中却隐隐 生起一抹挥之不去的心疼 大师姐 你放心 我是绝对不会让你死的 叶辰笃定的眼神 让江宁霜的心中 生起一丝暖意 他已经不知道 有多少年没体会过 这种感觉了 这种有人惦念 和记挂的感觉 让他有了活下去的 动力和勇气 傻子 江宁霜伸出修长的玉纸 轻轻戳了下叶辰的额头 明明都已经是 独当一面的超级强者了 说出的话 却依旧这么幼稚 可是 却让江宁霜心中更暖 想到这里 江宁霜似乎忽然想起了什么 眉眸朝着京师方向看了看 翘脸上似乎带着些许遗憾 大师姐 你怎么了 叶辰疑问道 江宁霜微微摇头道 没什么 还是算了 什么叫算了 叶辰也是看出 江宁霜此刻有着心事 不禁袍根问底的道 有什么事 你就跟我说 别总自己藏在心里 难道我不是你最亲近的人吗 江宁霜瞪了叶辰一眼 不过他还是开口道 我刚才忽然在想 也许在江永海的家中 还保留着一些母亲的遗物 我想把他们 拿回来留作纪念 可是 可是什么 叶辰打断道 既然想回去 那咱们就回去呗 多大点事啊 可我们好不容易 才从天罗帝王里逃出来 叶辰文言 一直身后那幅圆辽阔 人杰地灵的金石重地 淡淡笑道 我是这些顶级豪门 如土鸡娃狗 我想来便来 想走便走 谁敢当我 谁等待我和 说着 他还看向一旁的火灵甲龙王 问道 喂 老龙 你怕不怕 火灵甲龙王 极为人性地抱起前兆 高傲地仰起龙头 旋即 在江宁双错愕的表情中 叶辰直接拉起他的御手 带着陈冰 陈雪 跳上老龙后背 老龙起飞 回金石了 第142章 我的大雕 金石 唐王阁就指 此时不少金石豪门的强者 纷纷赶往这里 寻找查明这自家伤亡情况 尤其是贵为金石四大豪门之三的国家 李家 柳家 更是连已经隐退十数年的老祖 都焦急赶来 李家老祖看到地上残留的肉渣碎屑 浑身不禁颤抖地大叫道 我的孩子 柳家老祖虽然保持着克制 但也依然脸色铁青 浑身都散发着无穷的煞气 这是谁干的 柳家老祖直接一招手 便是抓来了旁边一名宴会参与者 愤怒的声音从钢牙之间缓缓起出 回 回禀老祖 是是是叶辰 叶辰 柳家老祖眉头一皱 叶辰是谁 另外那位郭家老祖一把将郭庸拉了过来 怒声问道 告诉我 叶辰是何方神圣 身体已经完全恢复的郭庸 紧张地连连白手 郭家老祖一愣 玄机怒道 你倒是说话啊 老夫问你呢 叶辰到底是谁 郭庸闻言更急 连忙伸出手来指了指自己的嘴 然后又平平白手 最后又伸出两根手指 模仿走路姿势 老夫让你开口说话 你他妈的哑巴了 郭家老祖不禁暴怒 一巴掌便是朝着郭庸脸上删去 他得弄明白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柳叔和李怀死了 郭庸却没死 以免柳 李两家把怒火烧到他家头上 可无论郭家老祖怎么逼问 怎么拷打 郭庸就是满脸焦急的不开口 只是用手语表达着什么 他妈的 你堂堂行部侍郎 八品经深境强者 竟然不敢开口说话 真是废物 谁能告诉老夫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就在这时 陆大勇却是走上前去 解释道 还请前辈息怒 这是因为叶臣说 郭侍郎再敢说 哪怕一个字 就要杀了他 所以郭侍郎才会如此 说着 他便是将刚才所发生的事情 简要概括地说了一遍 郭家老祖听完 不禁勃然大怒 赤道 一个乳嗅未干的小子 安敢如此 老夫还从未见过 如此嚣张跋扈之人 紧接着 他便是又给了郭庸一巴掌 怒道 那小子 不让你说话就不敢说话了 现在老夫让你开口 你怎还不开口 有我和另外两位老祖 三大五断经深境 给你撑腰 你还怕那叶臣作甚 然而 无论对方如何打骂 郭庸就是紧闭嘴巴 连连摇头 脸上惊恐万分 柳家老祖和李家老祖见状 也是怒不可遏 李家老祖 看向站在一旁的陈傲道 听说你的一双女儿 与那小子走得很近 可有此事 他话音刚落 柳家老祖又道 四大豪门唯独你 陈家豪发无伤 这件事 是不是你陈家跟那个姓业的小子早就串通谋划好的 陈傲闻言面色一变 看来柳 李两家是要将此事怪罪到他的头上 这些年来 他们三家就有联手打压陈家之事 此事若是处理不好 被三家借题发挥 那他陈家威仪 当即连忙解释道 三位前辈冤枉啊 这件事 的的确却与我陈家 没有半点关系 哼 口说无凭 柳家老祖臣声道 想必那个叶臣现在还走不远 待我三人立刻赶过去 将其抓回 那时在与你陈家来算总账 另外两家老祖也是周身煞气弥漫 咬牙切齿地道 老夫倒是要看看 此子是生了三头六臂不成 竟敢来我京师张狂作乱 若是就这么放他走了 外人还以为我京师四大豪门软弱可欺呢 然而 就在三位老祖即将动身之际 忽然从远处传来消息 老祖 大事不好了 叶 叶臣他 他又杀回来了 还莫等他们反应过来 却是看到远处一头龙形巨兽低空飞掠 朝着他们这边呼啸而来 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你闯进来 三大老祖热血上冲 脸上皆是露出争鸣笑意 玄机也不多说 纷纷亮出武器 展开气势 柳家老祖取出两柄 闪烁寒芒的短笔 身形一窜 竟是鬼魅般的消失不见 郭家老祖抽出一柄 戏长软剑 紧随其后地朝半空暴掠而去 而李家老祖则是取出一把通体雪白的长弓 后发先至 对准叶臣便是一道兵剑射去 老龙飞在半空 龙眼高傲地俯视下方的三个小虫子 他前找一握 便是将射来的兵剑一把抓住 稍一用力就将其直接折断 紧接着巨大的龙尾一扫 直接就将郭家老祖扫飞出去 唯有柳家老祖身形鬼魅地突出重围 靠近了站在老龙身上的叶臣 犯着寒忙的匕首静直朝着叶臣周身要害刺去 然而 叶臣却是随手一拍 像是拍苍蝇一般将柳家老祖直接拍飞出去 将地面砸出一个两米多深的大坑 紧接着 叶臣取出后翼弓 站在龙头上对准下方 还带继续射箭的李家老祖射出一箭 箭尸宛如长红罐日般飞射而出 竟是直接轰飞了李家老祖的半个身子 李家老祖惊骇之中 强忍剧痛大声召唤 雷雕救我 伴随着他的呼喊 从远处骤然飞过来一头巨大的金色大雕 周身羽毛上不断有电弧划过 此鸟一出 下方众人顿时激动不已 这乃是李家的守护神兽 是李家老祖多年前舍身忘死 才将其降服的八品飞行魔物 他的凶名在整个京师都十分响亮 也正是有他的存在 才让李家隐隐有四大家族之首的称号 然而 雷雕刚一亮相 老龙便是双眼放光地猛扑过去 伸出前爪死死地扣住了雷雕的双翅 任由对方如何挣扎发出闪电 也都无济于事 旋即老龙一口便是将其鸟头咬下 金色的血液顿时喷不而出 老龙一脸享受得细细咀嚼 嘴中不断发出骨骼崩碎的声音 嘎崩脆 鸡肉味 紧接着三下五除二的 便是将整个雷雕全都吃进肚子之中 没了还打了一个宝格 我的大雕啊 李家老祖亲眼目睹全程 不禁绝望哀嚎 痛苦的表情如丧烤饼 第143章 生命原业 战斗并没有持续太久 李家老祖 柳家老祖 郭家老祖 此时只剩下一个头颅 齐刷刷地放在地上 一脸惊恐地看着不远处的夜晨 如果上仓再给他们三个一次时光倒流的机会 他们绝对不会再出现在这个地方 哪怕是整个家族都被夜晨扬了 他们也绝不会再放一个屁 没想到我这次回来 还有意外收获 夜晨淡笑道 既然如此 你们的惊血和职业神格我便笑纳了 说着 夜晨便是要抬头 给这三人最后一击 且慢 而就在此时 夜晨忽然远处传来一道声音 夜晨回头看去 来人竟是一位先锋道鼓的白发老者 老者来到镜前 朝着夜晨恭敬一礼道 夜先生能够给老朽一个情面 今日暂且饶过这三位一面 夜晨闻言道 你是何人 没等老者开口 不远处的陈斌开口道 夜晨哥哥 他是我爷爷陈如山 哦 夜晨闻言一愣 旋即再次看向老者 既然是冰冰和小雪的爷爷 那里应受夜晨一拜 说着 便是朝对方回了一礼 周围众人见状 不禁面面相去 陈家这次 恐怕是要发达了呀 李 刘 郭三家老祖懊悔不已 没想到这次 却被陈如山捡了个大便宜 而且 他们还要道歉陈如山一个人情 既然是您老开口 那晚辈自当要给这个面子 不过就在三位老祖心中窃喜之时 却听夜晨诱导 不过死罪可免 活罪难逃 你们的精血我就收下了 说完 便是直接出手 将三人的精血抽出了十分之九 只留下一小部分 让他们苟延残喘 三大老祖倍感绝望 损失了大量精血 他们的功力再难寸进 甚至如果不及时补充 淬炼的精身 还有倒退的风险 不过即便如此 他们还是得不断地感谢 做完这一切 夜晨便是带着江宁霜 和陈家姐妹朝着江府而去 等夜晨走后 郭 李家众人才敢上前 将自家老祖的脑袋捧了起来 郭庸抱起郭家老祖的手机 四目相对 不禁相视苦笑 郭家老祖告诫道 以后你就别说话了 郭庸文言频频点头 表示理解 几人来到江府 这回无一人胆敢再次阻拦 畅通无阻的 便来到当年江宁霜 和他母亲生活的房间 看屋内陈设 这间屋子 已经好久没人住过了 毕竟江母就是在这间房内自艺 后面自然没有人赶进来住 江宁霜在房间内翻找 终于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 找到了一个小箱子 那里面竟是他母亲的衣物 在正中间 还放着一张江宁霜小时候 跟父母的全家符 爸爸 妈妈 江宁霜触景生情 眼眶湿润 而在这相框下面 江宁霜竟是又发现了 一封陈旧的信件 他打开一看 上面正是江永逸的字迹 五七 所谓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 大夏危在旦夕 魏夫必须挺身而出 望你念在多年夫妻情分上 照料爱女宁霜长大 如此 我便死而无憾了 夫 永逸静上 江宁霜看完这封信 不禁泪流满面 失声痛哭 叶辰拍了拍他的肩膀 目光扫过这封信的内容 沉默不语 看来江永逸的确没有背叛大夏 可是他为什么宁可背负上内间的骂名 也要隐忍至今不发言呢 叶辰想不明白 或许这件事情的真相 也唯有江永逸自己才会知晓 带着伤心的江宁霜走出江府 叶辰回身 看向陈冰 陈雪道 你们两个乖乖留在京市完成学业 我和大师姐 这就返回春城了 胡校长那边还等着消息 不能担得太久 陈冰 陈雪两人的俏脸上 顿时露出失望之色 叶辰见状笑道 又不是以后见不到了 这样吧 等你们两个踏入七品 我便带你们去我家玩 让你们见现我的父母 如何 此言一出 陈冰 陈雪顿时喜笑颜开 陈冰伸出小手指道 叶辰哥哥 一言为定哦 叶辰苦笑着跟他们拉了拉钩 就在叶辰转身之际 陈雪又道 叶辰哥 请你一定要救活大师姐 叶辰郑重点头 这才跃上老龙 带着江宁霜一飞冲天 在京师亿万人的注视下 离开此地 从此以后 叶辰的威名 便是硬刻在了京师所有人的心中 即便是小儿叶提 听闻叶辰之名 也不敢再哭再闹 叶辰回到春城之后 便是把自己 彻底关在了秘境内 每天除了刷怪 就是刷怪 一来想不出解决 大师姐问题的办法 而烦躁 二来 只有拥有更强的战力 才能在想到办法时 不受阻力地去执行 若是就这样下去 大师姐不出三个月 就将彻底流失所有生命力 而就在这种日复一日的刷怪中 度过了一个星期 叶辰终于是见到了一位老熟人 龙祖 乌龙 你怎么有空来找我 叶辰将乌龙请进自己别墅 递给了对方一瓶饮料 乌龙喝了一口 然后才道 你小子最近是不是有点太张扬了 不仅杀了贾政 甚至还在京师大闹一场 我们其他核心成员 都在外面执行秘密任务 你倒是要把整个大厦 都翻个底朝天 叶辰耸了耸肩道 没办法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 我必犯人 乌龙无奈道 你最近还是消停一点吧 前几天龙华宫在假鹰的串托下 都要对你进行审判了 龙华宫是什么地方 叶辰不禁问道 是大厦诸多顶级强者 共同开辟的秘境 只有九品和其家人 才有资格入住其中 拥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利 一般人甚至根本不知道他的存在 乌龙简单解释了一下 然后又道 这件事最终是青龙出面 帮你压了下来 青龙也是 让我转告你 眼下时局动荡 不是内讧的时候 让你稍微收敛一点 看来这位素未谋面的青龙大人 还挺关心咱 叶辰笑道 当然关心 你是我龙组的核心成员 青龙自然不会坐视不理 顿了顿 乌龙继续道 我这次来 正是青龙让我转达一项任务给你 让你过段时间前往霓虹的时候 顺便去拜访一位故人 叶辰文言忽然问道 咱们龙组核心成员 都经常执行特殊任务 走南闯北 你是否能帮我问问 有没有人知道双寒煞体如何根治 双寒煞体 乌龙文言脸色都微微变化 旋即摇头道 这种阴毒太过霸道 即便是青龙来了 都没有办法 难道我大师姐 真的没救了吗 叶辰表情十分痛苦 你要说救 倒是可以另辟蹊径缓解一二 乌龙的话 又再次给了叶辰希望 他连忙催促道 快说 什么办法 虽然无法去除寒毒 但我知道 有一种能够补充生命力的灵液 什么灵液 生命原液 说着 乌龙从那戒中取出一个玉瓶 里面装着小半瓶紫色液体 只要稍微闻上一闻 叶辰便是感觉自己身体充满了活力 刚拿出不久 乌龙便十分宝贝地 再次将其收回了那戒 然后遗憾道 只是可惜这种生命原液 实在太过珍贵了 只有魔库里的植物系酒品魔物 通过吸收大量的零食能量 再通过自身体内光合转化 方才能产出那么一小滴来 这种东西 即便是在资源无数的魔库人族眼中 都没资格拥有 唯有核心地带的王庭贵族才配享用 可叶辰却根本没听进去后面那些话 满脑袋里想的全都是生命原液四个字 第144章 等我回来 见叶辰那等迫不及待的表情 乌龙就知道他在想什么 叶辰 我劝你好自为之 乌龙严肃地道 你可知道那魔窟中是有多么凶险 尤其是魔窟中的城池更是固若金汤 若想得到生命原液 那就必须进入魔窟城池 壳里面至少有着一位九品城主 一位九品妖兽魔物 以及一位九品植物系魔物 九品之下的舞者更是数不胜数 目前我们蓝星所有国家 还从未有攻占魔窟城池的记录 甚至连进入的次数都屈之可数 所以也就不曾获取过生命原液 叶辰文言道 那你手中的生命原液是怎么来的 是我上次完成了一项绝密任务 青龙赏赐的 乌龙解释道 青龙当年闯入过一次 魔窟最外围的一座城池 夺取回来一些生命原液 可即便强如青龙 自从那次以后 也再没去过第二次 一是魔窟城池镇守的高品武者极多 而且其中的植物系九品魔物 始终扎登在城内的零食矿脉上 看护着自己生成出来的生命原液 寻常九品都难以靠近 二是魔窟强者对生命原液的执念很深 若是我们人族强者进去抢夺太多 恐怕会引起魔窟的大面积暴动 所以目前阶段 最好不要打生命原液的主意 叶辰文言若有所思 如果想不到其他的办法 那抢夺生命原液就势在必行 为了能让大师姐延续生命 就算是九幽炼狱 她也要去闯上一闯 大不了 自己尽量不暴露身份 也就是了 之前她听老师上课讲过 魔窟人类与蓝星人类的长相 没有太大的区别 唯有服饰的区别比较明显 自己完全可以伪装成一名魔窟人类 进入其中 然后再见机行事 想到这里 她朝乌龙问道 你那里有没有魔窟人类语言手册 借我看两天 你要干什么 乌龙警惕地问道 别紧张 我就是想多学习一门外语 叶晨笑了笑 魔窟语言早在多年前 就已经被语言学研究员破解了 她上高中的时候 还学过一些 现在踏入了七品 记忆力比之前强了不知多少倍 想学会一门语言 简直不要太简单 你那是想学习外语吗 我都不好意思点破你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小子的脑袋里 想的是什么 乌龙一边拿出书籍 一边道 但我可警告你 你可别把天捅出个窟窿 到时候恐怕连青龙都保不了你 行了 我明白 叶晨笑着接过书籍 多谢你告诉我这个信息 如果我能成功得手 肯定少不了你的好处 她自然知道 乌龙并非强制阻拦她 否则也就不会将这些告诉自己 乌龙点点头 又从那戒中 将那小半瓶生命原液拿了出来 递到了叶晨手中 旋即起身道 这一小瓶生命原液 你先留着用吧 怕叶晨推辞 又补充道 等你以后搞到多余的生命原液 多分我一些也就是了 算我投资入股 当然 她也就是这么一说 并没想过让叶晨真的还她 只是看叶晨救人心切 这才将其赠予 毕竟生命原液这种稀释之宝 哪里是那么容易获得的 否则早就有强者出手了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这东西比八品金血 还要珍贵稀有得多 那可是实打实能提升寿命的东西 无论放在什么时代 什么世界 都是最让人眼热的无价之宝 好的谢谢 你这个人情 我叶晨记下了 叶晨点了点头 收下了这一小瓶生命原液 青龙说过 龙祖的核心成员 应该以兄弟相称 互帮互助 乌龙笑着拍了拍叶晨肩膀 兄弟之间和谭言谢 叶晨也笑了笑 将他送出门去 临行前 乌龙又强调道 你可千万别忘了青龙的嘱托 这是你进入龙祖后的第一个任务 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任务 可别搞砸了 不就是去见一个人吗 我记得了 叶晨想了想 又问道 可我什么时间去什么地方见这个人 有没有这个人的照片和信息 乌龙摇了摇头 随手将一个玉佩 递到了叶晨手里 道 等你到了霓虹以后 将这个东西戴在身上 那人看到以后 自然会来找你 如果我戴在身上 还是没人来找我呢 那应该是对方觉得 眼下不是跟我们碰头的好时机 你从神迹出来以后 直接返回大厦也就是了 说完之后 乌龙再次化作一团云雾 直接消失得无影无踪 而叶晨则没有丝毫耽搁 直接便是跑到后山大师姐的住处去找她 见大师姐在喝下生命员夜后 原本憔悴的气色 瞬间好转了不少后 叶晨顿时下定决心 要下魔窟一趟 叶晨 你给我的是什么东西 你别管 先说感觉如何 很舒服 浑身暖洋洋的 好久都没有过这种感觉了 这就好 等我多弄一点 你就会更舒服了 将凝霜正色道 你快告诉我 那到底是什么东西 她现在身负寒毒 能让她感觉到舒服的东西可不多 那必是某种稀罕之物 没什么 生命员夜而已 叶晨无所谓地道 生命员夜 江凝霜吓了一跳 见状 叶晨问道 大师姐 你知道生命员夜 当然知道 那等魔窟特产的西式之宝 虽然没真的见过 但名字还是听过的 江凝霜严肃地道 叶晨 我不准 你为了我再去冒险 这实在太危险了 如果你有个三长两短 叶晨连忙打住 道 大师姐 你放心我没事的 我就是去借一点点回来 我想 魔窟的那些家伙 是不会借意的 可江凝霜还是坚决地摇头 他当然知道 那有多么凶险 无异于在太岁头上冻土 当即认真的道 叶晨 你不能去 你就算是真的弄回来 我也不喝 那可就由不得你了 叶晨因侧侧的一笑 看着那娇嫩的小嘴道 信不信你 要是不喝 我就嘴对嘴地给你喂下去 你敢 江凝霜信念原争 血塞都浮上一抹红霞 不过他还是执拗得道 叶晨听话 我已经亏欠你太多了 再这样下去 我就算是死了 也会良心不安 死什么死 叶晨面色一沉 只要有我在 你就必须 给我好好地活着 可是 没有什么可是 叶晨粗暴地打断道 我警告你 别给我耍花招 老老实实在这待着 等我回来 说完之后 没给江凝霜还口的机会 直接走了 你 江凝霜看着叶晨离去的背影 绝美地俏脸上 浮现出一抹错愕 叶晨竟然敢凶他 但更令他诧异的是 自己心中 对此 却丝毫不觉得恼火 反而涌起一股甘甜和暖意 是怎么回事 第145章 进入魔窟 春城五大一处隐蔽的高档练宫室 胡万里正在此处疯狂地练习基本功 一缕缕金光 从其体内不断透出 那显然是八品金身镜的征兆 胡校长 怎么样了 这时 叶晨从外面走了进来 但笑问道 见是叶晨来了 胡万里结束了修炼 脸上同样露出了笑意 还不错 马上就能适应 这副八品的身体了 自从叶晨从金师回来后 便是直接将一枚八品狂战士神格交给了他 这也使得刚刚痊愈的胡万里突破瓶颈 踏入到了八品境界 这段时间以来 他感觉自己过得是那么的梦幻 哪怕直到今天 胡万里也依然无法相信 自己现在竟然已经迈入八品 八品金身镜 是他曾经想都不敢去想的境界 虽然两者之间仅仅只相差一个境界 但那等距离却宛如天渊之别 说吧 你小子来找我 又有什么事 他知道 叶晨绝对不会无缘无故地来找自己 这小子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给我弄一张 进入魔窟的出入凭证 叶晨开门见山 表明了自己的来意 他懒得跟老胡绕弯子 胡万里一愣道 你要进魔窟 由于目前魔窟内 隐隐有着再次暴动的迹象 所以对出入魔窟 有着严格的限制 你别问 帮我搞定就是了 胡万里文言点点头 道 没问题 这个批条我就可以开 你就说是我派你到魔窟外围进行侦查工作 说着 他取出纸笔写了一张条子 而且加盖了自己的印章 他自然知道 叶晨现在的实力 已经达到能斩杀八平的地步 不然给他的那枚职业神格 是怎么来的 这种实力 在魔窟外围活动 只要不进入城池范围 是不会有什么危险的 他只当叶晨是小孩星星 想去魔窟外围转转 所以也就没有多问 叶晨拿过之后 二话不说 转身就走 此刻的魔窟洞穴外围 有着大量的抗魔军 再次镇守 叶晨将批条交给其中一个管事人员手中 那军官见识胡万里的字迹和印章 二话不说 便直接放行 眼下胡万里踏入八平的消息 已经在整个春城传开 他未来很有可能接替许雄 成为新的大帅 自然不敢怠慢 登记后 那军官道 回归实现24个小时 24小时未归 视为阵亡或叛逃 叶晨文言点了点头 便是一步踏入魔窟 这是进入魔窟的规矩 他自然理解 毕竟如果迟迟未归 要么就是被杀了 要么就是被魔窟俘获了 而有些被复活的人员 会被魔窟势力施展各种手段 成为自己人 然后再把他放回蓝星 成为内影 这在全世界已经屡见不鲜 叶晨进入魔窟后 朝四周看去 这里却是一望无际的荒漠 狂风不断席卷 所见最多的 就是沙浪和龙卷 叶晨从那界中取出一张地图 在这张地图上 标注着一些 之前侦察人员 已经探明的一些位置 当然 这张地图上的标注 肯定是不全的 一些细节部分 肯定有所缺失 但叶晨此行 最主要的目标 就是魔窟城池 而在这张地图上 则是标注着 三座远近不一的城池 这三座城池的位置 呈现一个三角形 根据地图的标注 距离此地最近的一座城池 足有五百公里之远 叶晨没有犹豫 直接便是朝着 那个方向飞奔而去 一边赶路 他一边温习了下魔窟雨 甚至还在百忙之中 将图中的所见魔物射死 积累属性 叶 使用乾坤一击击杀目标 永久获得力量加5 敏捷加5 叶 使用乾坤一击击杀目标 永久获得力量加6 敏捷加6 看着快速增长的属性 叶晨暗自感叹 真正的魔窟就是不一样 其中的魔物品级都相当的高 跟自己之前进入的废弃魔窟 以及秘境都不一样 看了看自己现在积累的属性 力量 835184 敏捷 733195 经过最近一周在秘境 以及刚刚在魔窟内的刷怪 属性已经再度暴涨了将近一倍 力量甚至已经接近100万大关 这么恐怖的属性 他自己看了都害怕 以自己目前的这个战力 恐怕连普通的酒品都能击杀 要知道战败和击杀是两个概念 有些强者能打败同级别对手 但却难以做到击杀对手 因为高品舞者 尤其是8品以上的舞者 生命力都极为顽强 如果没有一些特殊手段 或者是超强的攻击力 是根本难以做到击杀同级别对手的 甚至一些防御舰长的职业 连低等级的对手都难以击杀 可以想象 夜晨这个7品能击杀普九的消息传出去 会是多么恐怖的事情 估计都会引起全球范围的大地震 即便是最普通的酒品 放到诸如阿美利卡 大夏 毛雄这等超级强国之中 都是定海神针般的存在 更别说是其他诸国 这个消息若是传出去 怎么可能不让那些普九恐慌 可夜晨对此却并不满意 这还不够 还远远不够 酒品和酒品之间 同样存在着相当巨大的差距 比如酒品决颠 斩杀普通酒品也跟晚一样 而且在酒品决颠之上 是不是还有更强大的境界 这一切都未曾可知 不过从种种迹象表明 酒品决颠 绝不是五道境界的最顶峰 甚至远远不是 而在这神秘莫测的魔窟之中 是否隐藏着更为强大的敌人 这也尤为可知 经历过曾经的人生低谷 夜晨感觉自己 现在得了一种叫做 火力不足恐惧症的病 唯有变得更强方 能让自己心中烧安 所以他给自己暂时定了一个小目标 力量和敏捷 先及其一个亿 而就在夜晨思考之间 忽然发现 左前方的一个山坳里 出现了一大批魔窟人类 他们在一个个洞中 进进出出 似乎正在搬运着什么 夜晨双目微眯 身形矫健地 直接靠了过去 第146章 混入城中 夜晨没让自己的行踪暴露 屏息凝神地靠近那里 这些魔窟人类 普遍穿着破烂 身上扛着一个个的大麻袋 在一对全副武装的 魔窟武者监督下 将那些麻袋 不断地从洞穴 运送到木车上 等装满一车后 前方的牛型魔物用力 拉着木车朝远处而去 观察了一阵 夜晨发现 这些魔窟人类 从洞穴中搬运而出的 竟是一麻袋一麻袋的零食 意识到 眼前都是大量大量的零食后 夜晨不禁舔了舔嘴唇 在蓝星上 即便是最大的零食矿脉 也出产不了这么多高纯度零食 那还得是重兵看守 甚至需要派出九品坐镇 防止其他势力前来抢夺 可在魔窟之中 眼前这么大一座零食矿脉 竟然仅仅只是有一只 不足二十人的小队看守 最强那人也不过是六品巅峰 只要夜晨想 随手都能拍死 不过他却并没有这样做 而是选择翘无声息地绕道走 因为这不是自己此行的主要目的 为了不打草惊蛇 他便是选择暂时放弃 至于这座零食矿脉 反正也不会跑 迟早都是他的 没错 老子看上的 就是老子的 夜晨在荒漠中 再次奔袭了 足有二百多公里 此时已经能从漫天的风沙中 看到远处魔窟城池的轮廓了 夜晨没有停留 而是选择继续前行 而就在他前行不多时候 却是看到不远处的土坑之中 搭建着一座破旧的小木屋 木屋内 传来一道道女子惊恐的呼救声 以及一名男子迎邪的大笑声 夜晨此时已经掌握不少魔窟语 听那男子道 小贱人 这里没人经过 你叫破喉咙 也不会有人来救你 夜晨慢慢靠近 却是发现 里面一名身穿魔窟军服的汉子 正撕扯了眼前一名魔窟女子的内衣 伴随着动作 女人已经是春光乍蟹 苦苦挣扎 就在那大汉 已经突破对方最后一道防线 正在入港之际 却忽然感觉 身后传来一股大力 直接昏死过去 紧接着 夜晨看向那女子 用魔窟语壳问道 岛下的这个人叫什么名字 啊 阿琪娜 那女子惊恐地回答 夜晨闻言 又问道 旁边这座城叫什么名字 黑角城 你是这黑角城的居民吗 那女子点了点头 城里有几个酒品 三个 生命原液存储在什么地方 那女子一愣 旋即摇了摇头道 我不知道 夜晨点了点头 她能看出 这个女的在黑角城中地位不高 最后这个问题 只是想试探一下 对方之前的回答 有没有说谎 想了想 没什么要问的了 夜晨直接出手 拍在了此女的天灵盖上 将其拍死 这个时候 心慈手软 只会害了自己 而且 这女的也并非擅茶 刚当她偷摸的 已经将身后的匕首拿起 显然是想找机会偷袭夜晨 结果了这女的 夜晨又将那个大汉的衣服扒了下来 自己换了上去 这衣服穿在身上正合适 加上头盔 直接将她多半张脸都照了进去 只要不是非常熟悉之人 绝对看不出里面换了一个人 再次将那名魔窟战士捕刀后 夜晨这才继续朝着黑角城进发 到了城池边上 门口站着的两个少兵 似乎认识阿奇纳和她的装扮 当即纷纷开口调侃道 阿奇纳 她马拉那个婊子 还够味吗 甜的还是新的 她能尝出个屁来 这么快就回来了 估计一二三就完活了 说完 两人揶揄地哈哈大笑起来 哼 夜晨粗广着嗓音冷哼一声 没有多说 装作自己生气的样子 直接随着人流 进入了黑角城中 进入城中 夜晨这才发现 城内几乎都是用石块堆砌起来的房屋 相比于蓝星来说 魔窟的科技水平可是差得远了 就在夜晨漫无目的地行走在大街上 忽然远处传来一声利和 城主出行 都给我滚到一边跪着去 紧接着 一个盛大的车队出现在街道尽头 朝着这边不断进发 为首那名魔窟舞者 竟是一名欺品强者 夜晨也连忙随着人群半跪在街道旁 眼睛却朝着那对人马偷瞄过去 只见正中央那最大的一辆马车上 端坐着一名坦胸的精壮男子 周身弥漫着十足的煞气 夜晨推测 这应该就是这座黑角城的城主 九品强者 而在其身旁 行走着一头足有三米来高的雄狮魔物 那等气息似乎不比中央的那位城主 弱上多少 应该就是这座城内的九品妖兽魔物 就在夜晨思考之间 城主马车后跟随的一辆较小的马车 瞬间吸引了夜晨的注意力 他从这辆马车的箱子中 感受到了一股熟悉的气味 生命原液 他很确定 那辆马车的箱子内 应该盛着满满一箱子的生命原液 这若是全部带回去 大师姐至少能增加十年的寿元 可夜晨最终还是忍住了 因为他觉得 此时城中所储备的生命原液 一定比马车上的还多 何况这车生命原液 有着两大九品强者看守 抢夺的话 势必会造成非常大的动静 而如果等他们走了以后 城中应该就只剩下一头九品植物 戏魔物 抢夺起来的难度 应该会小伤很多 如果自己判断错误 城中已经没有生命原液的话 那他在追上 马车不迟 马车上 黑脚城主对一旁的狮子道 这次吴王最疼爱的小公主寿宴 我们带着十罐生命原液前去拜寿 相信一定能得到吴王的赏识和夸赞 也许还能给你我赐下一些生命原液 当作奖赏 那头巨大的狮子闻言 一双兽童中 也露出憧憬期待之色 大量的唾液不断从嘴角流出 随后 这头狮子竟然也口吐人言 不满道 奎拉实在太抠门了 一直守着满池子的生命原液不让动 有时候 我真想狠狠地给他两巴掌 没办法 这是王庭的旨意 九品植物系魔物 就是有这样的特权 他若是不同意 谁也不能靠近生命原液 如果不是这次小公主寿臣 他连这点原液都不舍得交出来 黑脚城主也无奈开口 狮子闻言 又吃一道 你说这次我们两个全都离开黑脚城 不会有域外的人族强者 趁机跑来 抢夺生命原液吧 哼哼 黑脚城主冷笑道 这你就多虑了 乍根黑脚城的奎拉是无敌的 就算是域外的那些九品强者 恐怕也承受不住奎拉的藤条抽击 闲聊之间 城主车队渐行渐远 而夜晨 则是朝着城内的方向深入而去 第147章 发达了呀 行走在黑脚城马路上 夜晨仔细聆听着 周围黑脚城居民们的窃窃私语 从那些直言片语的信息中 他了解到 似乎是什么王的小公主 就要过生日了 所以 城主与护法 才带着赫里去祝寿 知道这些信息后 夜晨心中不禁大喜 这简直是天助我眼 他不断地 朝城池的中心位置走去 转过街角 来到城池中央的广场 他便是看到 在不远处的内城中 竟是有着一株 极为高大的向日葵 助力其中 这株向日葵 足有二三十米高 上方的花盘相当巨大 而且还散发着淡淡光辉 远远望去 真如太阳一般 这应该就是那株 九品植物系魔物了 夜晨心中难难 一般而言 魔物的实力与体形成正比 如此巨大的花朵 他还是第一次遇见 尤其是从他的身上 不断散发出的精神波动 几乎笼罩了整座黑角城 感觉像是生出了 无数双眼睛 始终能够看清 黑角城内所发生的一切 幸好夜晨在踏入城池的那一刻 就发现了这种异样 直接屏息凝神 不让自己露出一点破绽 这才成功逃过了 这株向日葵的扫描 否则的话 恐怕他现在已经要面对三大九品 外加满城魔窟舞者的围杀了 当然 即便是那样 夜晨也有信心 涂掉黑角城的所有人 但那样的话 闹出的动静就太大了 恐怕很快 便是会引起相邻两座城池的注意 甚至最终会让魔窟提前暴动 这是夜晨不愿意看到的 大夏与魔窟之间 早晚必有一场大战 只是在那之前 他必须先将蓝星的事情全部解决 至少不会发生 他在前方征战 后方却被其他势力捅刀子的行为 一念至此 夜晨看了看天 发现此时天色已经快要暗淡下来 为了让自己的计划进行得更加顺利 夜晨决定等到晚上再动手 一来晚上植物系魔舞 估计也是要休息 警惕性会稍微松懈一点 二来城主的车队 也已经走得很远 那时 即便他有着某种特殊手段 知道城内出事 也来不及回来救援 打定主意 夜晨开始在城中闲逛起来 慢慢地消磨时间 大爷进来玩呀 路边 一个个魔窟女迹搔手弄姿 不断地撩搏着夜晨的神经 可现在夜晨身边都是 什么级别的美女 陈思雨 陈冰 陈雪 江宁霜 哪一个都是倾国倾城之姿 对于魔窟这些仿佛原始部落的女子 夜晨真是提不起半点兴趣 就在漫无目的的散步中 天色终于是全部黑了下来 黑角城的居民挨家挨户地点起了烛灯 有些大户人家 则是使用的价格不菲的月亮石来照明 夜晨见时机马上成熟 便是再次朝着广场方向走去 而随着夜晚的降临 城内的执勤战士也变多了起来 好在夜晨身上同样穿着黑角城战士的服饰 其他战士以为他也是巡逻人员 所以根本没有太过理会 就这样 夜晨来到了内城城墙附近 他转了一圈 发现只有翻越这座城墙 才能进入内城 用脚想 生命原液那种稀释珍宝 也一定会放在城池最核心的地方 尤其是在内城中 还有一株九品植物系 魔物镇守 那更加没有将生命原液 存放在别处的道理 他抬头看了看上方的城墙 发现上面有着一排排的魔窟战士 在不断巡逻 守备最薄弱的位置 竟是大门处 只有两名守护在此看护 恐怕谁也不会想到 一个不速之客 会大摇大摆地从大门进入吧 夜晨走上前去 直接便是被其中一个战士 拿长枪抵住胸口 低鹤道 站住 干什么的 夜晨装作一副有悄悄话 要跟他说的样子 他疑惑地看了看夜晨 又看了看旁边另外一名守卫 放下长枪 直接走了过去 毕竟此时夜晨的身上 也穿着黑角城的战士服饰 何况旁边还有另外一个守卫 那人自然不会有太多戒备 等他走到身边来 夜晨凑到他的耳边道 我是阿琪娜 今晚咱们千夫长请客花接一条龙 我刚完事 让我喊你过去爽爽 当真 那人文言顿时激动起来 骗你干什么 快去吧 完了好的全被挑走了 你就只能吃点糟糠了 那我这里怎么办 我来帮你守一会 等你完事了 再回来换我 那人紧紧地握住夜晨的手中 激动地道 阿琪娜兄弟 谢谢哦 不用谢 都是兄弟 又拍了拍夜晨的肩膀 那人将手上的长枪 交到夜晨手中 然后就屁颠屁颠地 朝花街跑去了 旋即夜晨来到门口 朝着剩下的那名看守 走了过去 那人顿时警惕心大起 刚要开口 却是被夜晨一记手刀 拍得晕死过去 并将这个人的身体 藏在了阴影之中 此时 内城中的向日葵 搭拉着花盘 稍微抖动了下 却又再无声息 夜晨长舒一口气 知道自己并没被发现 旋即轻手轻脚的内城 快步而去 这是一处巨大的庄园 其中的建筑 也是富丽堂皇 显然是一城之主的住所 可夜晨并没有闲逛 而是静止地 朝那株巨大的向日葵 所在位置靠近而去 生命原液 应该就在那个方向 夜晨已经能够感受到 那股浓郁的生命气息 此时 夜晨已经来到后院 这里是一片巨大的开阔地 而那株巨大的向日葵 就生长在这里 它现在距离那株向日葵的枝干 不足三十米远 它已经明显地察觉到 在这片土地的下方 有着极为浓郁的能量气息 不断升腾上来 就在这里 一念至此 夜晨直接用双手挖开地面 不断地朝地底深入而去 就在它向下深挖了 大概十米左右 猛然发现地道被打通了 映入眼帘的 是一片茂密发达的根系 以及那坑挖的土壤之上 一潭深紫色的液体 看着那足足溢水潭的液体 夜晨的呼吸都停止了几秒 因为那可全都是生命原液啊 第148章 不能浪费 发达了 这是夜晨心中 第一个跳出来的词语 下面的生命原液之多 简直让夜晨大开眼界 小半瓶生命原液 就已经让乌龙宝贝的不行 如果让他看到这么多生命原液 还不得直接下戳过去 不仅是乌龙 相信任何一个蓝星强者 哪怕是九品强者 见到这么多的生命原液 都得窒息 这根本无法形容 是个什么概念 恐怕将蓝星的所有财宝 加在一起 都不及这一谈生命原液的价值 夜晨根本就没有过多犹豫 直接便是顺着周围墙壁爬了下去 即便是他 此时也是难以抑制的心跳加速 这他妈 简直是太刺激了 夜晨直接从那戒中 掏出了早已准备好的容器 水缸 是的 的确是大水缸 虽然夜晨自己也不相信 这个东西能用上 但他还是提前准备了 为了应对不时之需 他的那戒里 装满了大大小小的容器 而眼下这种情况 自然水缸是最合适的选择 花 夜晨站在坛边 扶下身子 直接将水缸横放 待盛满了液体后 这才用塑料封口 换下一个继续装 眼前的生命原液实在太多了 夜晨足足装了十大缸 这水坛也仅仅只是 降低了薄薄一层 不过好在 夜晨这次准备得相当充分 一缸接一缸 刚刚都装得快溢出来了 这才停手 此时睡眠中的九品魔之奎拉 竟是做了一个噩梦 他梦见自己辛辛苦苦 积攒了不知多少年的生命原液 竟是被一个人类趁他睡觉的时候给偷走了 在睡梦中 他看着那个人类不断地取出各种各样的容器 一个接一个地盛满了他储存的生命原液 奎拉不断地挣扎 但却无能为力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 猛然间 奎拉一击灵 从睡梦中惊醒了过来 这才意识到 原来自己刚才是在做梦 他将精神力朝四周笼罩而去 发现黑角城还如以往般 宁静祥和 周围还有大量的魔窟舞者在不断巡逻 奎拉松了一口气 彻底地安心下来 好笑自己 为什么会做这种极为幼稚的噩梦 毕竟以他九品魔值的实力 只要扎根在黑角城中 即便是城主都不是他的对手 域外的那些人类强者 胆敢踏入黑角城的范围 就能被他的藤条抽成血污 想到这里 他便是打算再次回到梦乡 他要尽快地恢复自己的精神力 这样才能在第二天阳光出现后 继续去制造更多的生命原液 而在他即将再次进入梦乡之际 却是忽然感觉脚下凉嗖嗖的 就好像有人把他厚厚的毯子 从他脚面撤走了一样 他不仅下意识地将精神力辐射到了地下 这一感知不要紧 险些让奎拉直接背过气去 只见原本风云充实的生命原液池 此时竟是已经快要接近干涸了 甚至有些地方已经露出了下方的土壤和根须 更加让奎拉心惊的是 此时弟弟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了一个人类 依然在不断地用各种容器 将仅剩不多的生命原液继续抽走 撒 奎拉顿时暴怒 从主干上直接甩出一根藤条 宛如鞭子般朝着眼前的人类甩去 啪 藤条结结实实地抽打在那个人类的身上 然而对方仿佛毫无反应 依旧我行我素地继续忙活着 他没想到眼前的人类竟然能承受住他的暴怒一击 甚至是全防出去了 丝毫没有受到伤害 见状 奎拉更加暴怒 从周身竟是直接甩出十几条藤条 轮得呼呼作响 朝着叶辰的身上不断地招呼 啪啪啪啪啪啪 密集的抽鸡声几乎连成了一条线 可叶辰却是不管不顾 你抽你的 我干我的 大家各忙各的 挺好 啪啪啪啪啪 在身后密集的抽鸡声中 叶辰开始取出一个大水瓢 把已经见底的生命原液不断地摇起 然后倒入旁边的水缸之中 等一个水缸被蓄满了 换一个空的接着咬 这一幕可把奎拉要气疯了 眼前人类每咬一次水命原液 都仿佛是在一刀刀挖着他的心脏 他不明白 就连九品强者都难以承受的藤条抽鸡 为什么对眼前这个人类没有丝毫作用 可拥有高等灵智的他 知道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 当务之急 是不能再让这个家伙继续取走 哪怕一滴生命原液 旋即他操控着一根藤条 对准叶辰面前已经盛满一半的水缸 狠狠地抽了过去 啪 水缸轰然炸裂 里面的生命原液 直接再度落回了水潭之中 眼前的那个人类的动作顿时一将 奎拉心中大喜 他一面观察着叶辰会不会继续取出新的容器 一面继续用大量的藤条 朝着叶辰发起更猛烈的抽击 然而 就在此时 那个人类竟是收起了水瓢 缓缓地转过身来直视着他 不知为何 奎拉看着那个眼神 周身顿时泛起莫名寒意 下一刻 叶辰动了 开启暗影及时 速度快到 连九品摩植都无法跟上他的速度 他抓起眼前向日葵主干上 抽出的一根根藤条 然后用力一扯 直接将其连根扯断 奎拉的身体不断一阵颤抖 可叶辰却并不打算放过他 直接将那些藤条 一根根地连根拔断 从断裂的伤口中 不断地有金色血液流出 让奎拉痛不欲生 将眼前的这株九品摩植 再次变成光秃秃的主干 再无一根藤条出现后 叶辰这才满意地拍了拍手 再次取出水瓢 开始重操旧业 此时 奎拉的心中 已经崩溃到了极点 自从他踏入高屏以来 还从未感受过这等屈辱 这就相当于 把他的手臂全部折断 让他失去了所有攻击方式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叶辰为所欲为 叶辰自然非常珍惜 这种来之不易的机会 力求将水潭里的生命原液 搜刮一空 甚至要把地皮都刮下来一层 有些小沟壑不好下瓢 叶辰直接俯下 身躯用嘴 吸入肚中 毕竟这玩意珍贵得很 总不能浪费 第149章 欠了你的 几千公里外 黑角城主的车队 还在不断前行着 魔窟实在太过巨大 哪怕仅仅只是 他们所在的这一狱 纵横直径就有数万公里 所以 即便他们全速赶路 赶到王亭 也需要七八天的时间 当然 这只是跟随车队的状态下 如果是九品强者全速飞行 不到一天的功夫 也就到了 只是他此行的目的是 前去祝寿 自当要考虑排场和颜面 毕竟不仅是他们一城 整个狱的所有城主 都会亲临王亭 为小公主贺寿 所以他才能组织起了 这支盛大的车队 要在豫王和同僚面前露露脸 然而就在黑角城主 在车中闭目养神之际 猛然感知到 奎拉的千里传音 黑角城主双目末地睁开 对一旁的大狮子道 黑角城出事了 你先带着车队赶路 看护好生命原业 我回去看看 说话之间 身形骤然飞掠而起 朝着来时的方向 全速而去 与此同时 夜城已经搜刮完了 地上的所有生命灵液 甚至最后还用毛巾 沿着坛底 仔仔细细地擦了一圈 将所有的水渍 全都吸附到了毛巾上 这才直接挖开旁边地面 走地下开溜 夜城挖开地道 这才发现在这黑角城下 竟然储藏着 一大片的零石矿脉 更准确地说 黑角城 就是在一座 超级矿脉上建起来的 白天看到的 那座零石矿脉 相比于黑角城矿脉 简直如星辰与昊月 根本不值一提 如果魔窟中的每个城池 都如黑角城般 那简直不敢想象 是多么庞大的修炼资源 夜城这个时候 才对魔窟的资源储备 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 如果自己能占领下 哪怕一座魔窟城市 修炼资源可真就不愁了 当然 这些都是后话了 当务之急 是立刻逃离这里 他已经察觉到 眼前这个大型向日葵 已经向外界传递消息了 相信要不了多久 就会有大量的援军赶到 至于为什么没有杀掉向日葵 这玩意留着多好啊 这样 今后就不愁没有生命原业用了 当然 这只是次要原因 主要是夜城心善 不忍杀生 想到这里 夜城都为自己的善举 感动得差点落泪 挖出城外 他直接开启暗影吉池 瞬间便是 摆脱了那株巨大向日葵的精神力锁定 绕了一个圈 这才朝着出口的方向 全速离去 葵拉丢失了目标 顿时心中大吉 愤怒的他 竟是从土壤中抽出根须 直接拔地而起 一时之间 整个黑角城都在剧烈地颤抖 无数的房屋轰然倒塌 整个城池一片狼藉 睡梦中的人们 连忙跑到外面跪倒一地 祈求他们的王的原谅 可暴怒的葵拉 却根本不管这些 使用刚刚再次生成的藤条 发疯似的 无差别攻击 一片片的平民和战士 被直接轰成血污 整个黑角城 瞬间成为了人间炼狱 黑角城主全速赶来 看着此时撞弱疯狂的葵拉 以及那摇摇欲坠的城池 不禁怒火中烧 他已经从葵拉那里 了解到原因 毕竟积攒多年的生命原液 全部被抢走 让他所有的努力 都化为泡影 再次晋升的机会 遥遥无期 这要是他遇到这种事情 可能比葵拉还要残暴 他遥遥看向远方 咬牙切齿地道 我一定要将此贼找到 然后将他的血肉 一片片地割下来 让他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夜晨赶在天亮之前 从魔窟中走了出来 他先是回去洗了的澡 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 然后又美美地吃了一顿早餐 这才朝着后山走去 大师姐常年与世隔绝 也从不跟任何人打交道 所以一直隐居于此 来到小木屋 发现大师姐还在床上酣睡 身体朝一侧蜷缩着 一头雪白的长发 覆盖了身后所有位置 自打从金狮回来后 大师姐就变得特别失睡 这自然是生命力 过度流失的结果 大师姐 夜晨轻声呼唤了几声 江宁霜 这才睁开睡眼惺忪的美眸 你怎么来了 江宁霜打算起身 这才意识到自己穿着睡衣 顿时用薄被挡在胸前 自然是给你送生命原液来了 说着 他将手上端着的杯子递了过去 看着那紫色的水液 不断散发着浓烈的生命气息 江宁霜美眸一凝 头脑顿时清醒地大扮 凝视了片刻 江宁霜却微微摇头道 我不喝 为什么 但江宁霜却沉默不语 将擒手倔强地扭了过去 不过夜晨也没灌着 直接一手捏住他的血塞 撬开他的嘴 一手端着水杯将生命原液灌了进去 嗨嗨嗨 江宁霜倾咳几声 怒骂道 你混蛋 他自然知道 获得这些生命原液有多么不容易 那可以说是九死一生 如果他喝了 夜晨就要频繁地冒险 这是他无法接受的 大师姐 我说了 你喝也得喝 不喝也得喝 所以还是不要挣扎得好 江宁霜文言痛苦地道 求你不要再为我冒险了 这不值得 就算是再多的生命原液 也就不了我的命 哦 夜晨眉头一挑 拉着他的手 强行将江宁霜从床上拉了下来 然后带着他来到了隔壁的浴室 看着此时玉桶内盛满的生命原液 江宁霜信眼圆瞪 谈口微张 就连呼吸都变得急促 饱满的风鸾不住的起伏 这 这 看着此时惊慌失措的江宁霜 夜晨淡笑道 大师姐 这些生命原液够养活你吗 说着 在江宁霜惊呼声中 夜晨直接将他横抱而起 然后将他轻轻放入浴桶之中 紫色的水液 瞬间覆盖江宁霜的胶躯 那薄薄的睡衣 也在此时因为打湿变得通透 江宁霜感受到体内 那源源不断恢复的生命力 不禁惊诧地一动不动 半个字也说不出口 只听夜晨又道 以后没什么事就在这里泡着 这东西 不仅能让你恢复生命力 而且还能让你修为暴涨 生命原液 毕竟是由零食能量转化而来 自然有着极强修炼效果 然后 他又将自己手上的一枚那戒 带在了江宁霜修长的玉纸上 继续道 如果这个浴桶里的生命原液 能量稀释得差不多了 就从这枚那戒里换一桶到进去 江宁霜文言 下意识地打开那戒 思维不由地再次固化 因为 他看到那片空间内 竟是静静存放着十口大缸 而每一口大缸内 都盛满了生命原液 他不禁错愕地看向夜晨 一双翘目中带着极度的难以置信 仿佛根本不认识夜晨一般 夜晨缓缓附身 趴在玉桶的墓檐上 看着近在咫尺的绝美容颜 似笑非笑地道 大师姐 你为什么一直瞅着我 不会是爱上我了吧 江宁霜文言 这才回过神来 翘脸一板 再度恢复到了那个冰山美人的状态 冷冷地道 做梦 你死了这条心吧 夜晨文言 星夜般地哈哈一笑 旋即转身副手离去 江宁霜呆呆地坐在玉桶内 看着夜晨那渐行渐远的背影 终于是再也控制不住地泪流满面 他捂住翘脸 泪珠止不住地从指尖滚滚滑落 凉久以后 他眼眶红红地朝空荡荡的门外看去 男男道 冤家 难道是我上辈子欠了你的 让我留下这许多次的眼泪 第150章 混吃混喝 夜晨从大师姐那里出来后 便是朝着广场而去 准备进入秘境 继续刷怪升级 魔窟暂时去不了 黑角城周边 现在一定发生了大暴动 正在拼命地寻找着 自己这个罪魁祸首 让他们先忙活去吧 等自己从霓虹神迹回来 再专心对付他们 毕竟那望不到边际的零石矿脉 以及其他城池中储备的生命原液 都对他有着相当大的吸引力 这些资源不抢白不抢 如果等到魔窟舞者 将这些资源不断转化为战力 那大夏乃至整个蓝星 都将陷入巨大的危机 不多时 夜晨便是来到了广场 却是发现 此时的广场上 竟是排起了一条长队 其中大部分是五大的学生 还有一些学校的导师 他们每个人的手里 或多或少的 都拿着一些美味可口的食物 夜晨顺着长队 不断朝前面看去 终于明白了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只见在队伍的最前面 老龙正赖洋洋地趴在地上 巨大的身形 宛如一座小山 此时 一名女学生正站在老龙的身前 摆出了一个可爱的剪刀手造型 而他对面的一个男生 连忙用手机咔咔咔地拍了几下 然后那个女生 才心满意足地走了 紧接着 排在队伍最前面的一个男生 快步上前 将自己手上的烧鸡递了过去 老龙悠哉地张开了嘴 将男生递过来的烧鸡 一口吞下 然后男生也抓紧时间 跟老龙合了张影 这才紧张地快步离开 如此反复 夜晨终于是看明白了 原来老龙这是在骗吃骗喝 他当即怒了 直接走上前去 训斥道 老龙 你看你都胖成什么样了 还吃 还吃 也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句副校长来了 人群顿时鸟受散 老龙则是委屈巴巴地看着夜晨 夜晨又看到 在老龙旁边的地面上 还有散落着一枚碎灵石和钱币 估计也是 前来合影的游客投味的 玄机在老龙不满的哀嚎中 将这种东西收入怀中 我不要你的 这些东西 我只是先帮你保管着 老龙文言 忧愿地看了夜晨一眼 我信你个鬼 咦 你踏入八瓶了 他与老龙之间心灵相通 对于对方的变化 自然更加敏感 老龙骄傲地点了点头 一副求夸奖的样子 然而夜晨却数落到 突破个八瓶 你有什么好得意的 别的龙族小朋友 像你这么大的时候 至少都是九瓶绝颠了 你还差得远呢 老龙顿时低下了大脑袋 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 见扑爱的效果达到了 夜晨又拿出一大瓶精血 递给老龙 道 不过你放心 跟着我混 亏待不了你 保证让你以后 能追赶上其他龙族的脚步 见到精血 老龙顿时两眼放光 直接便是将精血吞入腹中 夜晨想了想 光凭自己烧资源去为老龙 实在太浪费了 还是得让老龙自食其力才行 他现在自身是八品魔物 加上自己的一半属性 以及他原本就极为变态的防御力 恐怕就算是九品魔物 都不一定是他的对手 如此看来 倒不如将老龙扔到魔窟中去 那里的高品魔物众多 老龙可以吞食这些家伙 来继续提升品级 魔物的修炼几乎全靠吃 上次他吃了一头雷雕 回来就晋升了八品 如果在魔窟那种魔物遍地走的环境下 估计都有机会踏入九品 而且让老龙进入魔窟 还能帮自己侦查一下魔窟的动态 简直是一举多得的美事 所以 夜晨决定晚些时候再去找一趟狐校长 让他亲自去找抗魔君 将老龙送到魔窟去 打定主意 夜晨便是再度踏入秘境之中 开始了新一轮的刷怪之旅 霓虹神迹的开启时间 马上就要到了 这一次的处境 要比之前进入后翼神迹的那次 凶险得多 各个国家几乎都派出了九品之下的最强者 而且还携带着郑国神器 那等战力 恐怕连一些普通九品都自叹不如 所以 面对此等强敌 夜晨不禁激动万分 心中暗暗告诫自己 一定要认真对待 不能有半分的马虎大意 绝不能放过哪怕一件神器 一定得统统带回来才能心安 一想到那么多神器都将尽归自己所有 夜晨就激动得热血沸腾 什么 有些神器不适配 自己用不了 用不了无所谓 就算带回来当收藏品 也他妈的开心 一想到那些列强 因为痛失郑国神器 而咬牙切齿的模样 那就更加开心了 就喜欢你怨恨我 又干不掉我的样子 夜晨歪嘴一笑 更加热情地投入到了刷怪之中 如此半个月的时间 悄然过去 这段时间以来 夜晨几乎每天都在秘境中泡着 秘境中的魔物 几乎已经让他射杀绝种了 看了眼属性面板 力量 158 6449 敏捷 148 4460 夜晨满意地点点头 这相比于从金师回来的时候 又提升了一倍有余 自从随着修为植物资源的增长 刷怪不再受到限制以后 夜晨的战力就开始紧喷式增长 加上现在每日金血味着 沉酿的生命原液喝着 气血和精神力都在成倍的暴涨 他甚至已经在脑海中 凝聚出了自己的精神武器 而他凝聚的精神武器不是别的 正是一根箭矢 毕竟他已经拥有一把神器长弓 也有半神器级别的近战武器 再凝聚这种东西 自然多此一举 至于凝聚一箭精神铠甲 那更是没事闲的 虽说咱的防御力也不算太高 但抗一抗天道神雷 还是绰绰有余的 所以 夜晨果断选择凝聚了一根箭矢 如此一来 他以后就不再需要苦哈哈地背着其他箭矢 直接射精神箭矢就完事了 当然 前提是精神力要足够充足 而一想到精神武器 他便是想到了 之前从老龙巢穴里翻出来的那块神异晶铁 据胡校长之前说过 那块神异晶铁 应该可以和精神武器融合成本命灵器 威力会成倍暴涨 只是具体的操作流程 他现在还不知道 而就在此时 夜晨面前的空间 竟是直接被撕开了一道裂缝 紧接着 从空间裂缝中走出了三道人影 赫然是礼部尚书张云举 兵部尚书邹立强 以及礼部尚书周明 第151章 本命灵器 见到三人到来 夜晨却并不感到如何惊讶 算算日子 大厦高层也应该来找自己了 毕竟霓虹神迹开启在即 也是该动身前往霓虹的时候了 只是没想到 这次又是三大尚书旗帜 夜晨笑着调侃道 呦 什么风把三位都吹来了 你倒是心情不错 还有心思开玩笑 张云举无奈摇头 接着道 你知不知道 前些日子 龙华宫都震动了 不就是宰了一个省主 然后又宰了几个侍郎吗 夜晨无所谓的道 我杀的都是胡作非为的官员 这是在帮你们清理门户 你们应该感谢我才对 你说的没错 邹立强哈哈一笑道 仗着家族的传承 作威作福不干人事 这样的家伙 早就该收拾了 周明也点头道 我们大厦是该有个人站出来 清理一下这些吃里扒外的蛀虫 这样大厦 才能更加团结 变得更加强大 你们两个就惯着他吧 张云举无奈叹息 随后又看向夜晨道 霓虹神迹马上就要开启 你确定要去 去 当然去 夜晨理所当然道 人家把神器都送到嘴边了 咱要是还不吃掉 是不是有点不近人情了 张云举文言 感觉自己大脑有点缺氧 每次跟这小家伙说话 都很头疼 那好吧 这次前往霓虹 老夫亲自陪你前往 另外两位尚书 会在霓虹边界之外助手 以防不时之需 听张云举说完 夜晨直接问道 张尚书 听说你拥有本命灵器 是不是 你听谁说的 张云举看看周围两位尚书 又道 我的确是拥有一把本命灵器 可本命灵器 只能自己使用 无法外界 他以为夜晨是知道 本命灵器的强大 所以想借去一用 你误会了 夜晨微微摇头 又道 我前段时间 也弄到了一块神异金铁 所以想请教一下 你有关打造本命灵器的知识 你说什么 三大尚书文言齐声道 脸上皆是露出 不可思议的神色 毕竟神异金铁 实在太过稀有 整个蓝星 也没有几位强者 拥有本命灵器 张云举连忙催促道 拿出来我看看 到了这个时候 夜晨自然也不会藏着掖着 直接将那块金属拿了出来 果然是神异金铁啊 张云举双目微眯 声音喃喃 邹立强的脸上 都露出羡慕之色 真不知道 你小子为什么这么走运 连这种宝贝都能搞到 唉 真是羡煞老夫眼 周明也唏嘘不已 张云举摆弄了一番神异金铁 然后又看向夜晨道 你现在已经凝聚出精神武器 或者精神防具了吗 夜晨点点头 直接将自己的精神剑矢 召唤了出来 看来 你是要将攻击力发挥到极致了 张云举微微点头 然后道 你只要拥有神异金铁 那就好办 我这里正好还有一些 之前打造本命灵气时 剩下的材料 就直接送你了 说着 他便是又拿出了几种灵财 跟神异金铁 一起交给了夜晨 你把自己的精神武器召唤出来 然后通过精神力 引导这些材料与之聚合 也就成功了 这么简单 夜晨微微一愣 旋即就在原地尝试起来 随着他意念的指引 那些灵财 开始与精神剑矢不断融合 最终爆发出一阵强烈的光芒 一只四十四须的箭矢 出现在夜晨面前 夜晨仿佛跟这只箭矢心意相通 能够感觉到 他比之前的精神箭矢 强大了不知多少倍 他甚至有一种感觉 即便是九品绝颠强者 恐怕也承受不住 自己使用 这只箭矢的全力一击 更恐怖的是 这只箭矢能反复使用 射出去以后 只要自己心念一动 便是会再次回到自己手中 而且 还能继续地蕴养提升 上线几乎无穷无尽 全看自己的修为 能到哪一步 甚至 只要精神力足够强大 他还能用意念 操控这根箭矢 分裂成无数根 达到一箭多发的效果 一念至此 他现在恨不得 立刻动身前往霓虹 找几个倒霉但抱舍一顿 说实话 老夫现在也对你 前往霓虹的表现 有所期待了 张云举看着 跃跃欲试的夜晨 无奈苦笑 这个小家伙虽然张狂 但的确也有着张狂的资本 那个夜晨啊 邹立强看着夜晨手上 还剩下的 多半块神异金铁 直流口水 剩下的神异金铁 你应该就没用了吧 能不能 能不能卖给老夫 旁边的周明文言 立刻不干道 凭什么卖给你 要卖也是卖给我 夜晨 无论他出什么价格 我都是双倍 我是你的四倍 邹立强不甘示弱道 我八倍 两个老头说着说着 都生出了火气 差点直接打起来 张云菊冷喝道 行了 堂堂一不知首 竟然在大庭广众之下打架 成何体统 可邹立强和周明 却同时携了张云菊一眼 你是宝汉子 不知恶汉子记 只要能得到神异金铁 他俩 甚至愿意拿自己的上书位置 来换 官位算什么 实力才是硬道理 夜晨见状笑道 不如就将剩下的神异金铁 给两位平分了吧 能不能打造出来 本命灵器 就看二位的造化了 说着 他便是将剩余的神异金铁 一分二位 送给了两人 两位郑重地接过金铁后 郑重地道 夜晨 我二人欠了你一份天大的人情 今后但凡有能用得上的地方 尽管开口 夜晨只是笑了笑 却对张云菊道 张尚书 我也是欠了你许多人情 今后定会归还 张云菊给他传授了许多知识 又帮助他打造本命灵器 的确对他的帮助很大 什么情不情呢 张云菊微摇头 又道 我们都是大厦传承的守护者 只要能让这片土地万事安宁 不受外敌侵扰 老夫也就心满意足了 张尚书说得对 夜晨点了点头道 只是能战方能止战 一味的退缩人 只会让敌人得寸进尺 唯有将所有敌人都打服 让所有人都畏惧你 方能换来永久的和平 而这一次的霓虹之行 就是我让他们彻底畏惧的开始 三位尚书 文言面面相去 这小子 是要把天翻过来啊 第152章 三系全修 夜晨 量力而行即可 别太逞能 说着 邹立强一拍脑袋道 对了 一时激动 把最重要的东西给忘了 玄机从那界中 取出了一枚职业神格 与此同时 周明也是拿出了 另外一枚职业神格 这分别是射手系的 狙击射手和陷阱大师神格 夜晨点点头 也不客气地拿过来直接融合 丁 检测到宿主成为狙击射手 激活人形大炮 超远狙击能力 人形大炮 保持静止状态射击时 伤害可随时间的增加 提升100%至1000% 最高累计10秒 超远狙击射出的箭矢 随距离增加 威力递减大幅度降低 最高可达90% 丁 检测到宿主成为陷阱猎人 激活动态隐秘 陷阱大师能力 动态隐秘保持移动过程中 身形将逐渐进入隐秘状态 使敌人难以准确判断所在位置 隐秘度可随移动距离 提升10%至90% 最高100米 陷阱大师所布下的所有陷阱 效果可随时间的增加 提升50%至500% 最高累计30秒 听着一连串的系统提示音 叶辰心中不经意惊 没想到就只是转个值 竟是一下子多出了这么多的能力 只是不知道 究竟是所有转值 都能激活这种能力 还是他自己特有的 玄机 叶辰故作小白地问道 三位前辈 我不太懂 转值以后都有什么好处 张云菊解释道 转值后 你的修为可以突破瓶颈 而且还能修炼本职业的专属技能 没了 叶辰追问 张云菊沉默了下 道 你还想要什么 明白了 叶辰微微点头 看来自己的这些能力 应该是系统额外附加的 那自己三系全修 显然是非常明智的选择 而就在叶辰思索之间 张云菊拿出一本金色秘笈 递给叶辰道 我看你现在已经抓到了宠物 那这本预售猎人的专属技能 预售狂暴就送给你吧 那老夫二人也不能吝啬了 说着 邹立强和周明 分别也拿出一本金色秘笈 送给叶辰 一本是破魔剑 另外一本则是冰霜陷阱 叶辰大致浏览了一下 预售狂暴是能够让自己的宠物 短时间内激发出潜能 让战斗力大幅提升 破魔剑则是能够远距离狙击敌敌人 并且封印射中不位的机能 即便是金身金血 都无法在短时间内消除这种负面状态 而冰霜陷阱则是冰封靠近的敌人 让敌人无法有丝毫动作 值得一提的是 这种陷阱并非只能在地面上布置 理论上 它能布置在任何空间地点 隐匿在虚空之中 很难被敌人发现 对于自己获得的这些能力和技能 叶辰感到非常满意 无论是远中近距离的敌人 他都有办法战斗和击杀 简直是全方位无死角的强大 这时 张云菊问道 叶辰 你刚刚转职 要不要给你两天时间适应一下 然后我们再出发前往霓虹 两天 叶辰感觉自己已经手痒难耐 对张云菊道 现在就走 张云菊 霓虹 神迹座战指挥士 此时 在西京的最高建筑内 数个国家的九品强者 汇聚于圆桌旁 站在最中央位置的 乃是一名长发的霓虹忍者 他身材健硕 肌肉发达 皮肤呈现出健康的小麦色 身穿一袭经典忍者装束 深邃的眼睛看向众人 这位便是霓虹的最高统帅 被誉为忍者之神的男人 诸位 欢迎来到霓虹 我想大家都应该明白 我们此行的目的 争夺神迹都在其次 主要是要围剿击杀大厦 刚刚崛起的超新星天才叶辰 只要他不死 我们联盟各国 都将寝食拿 据前方侦察忍者传来的报告 大厦的力部尚书张云菊 已经带着叶辰朝霓虹赶来 在其身后护卫的 还有大厦的另外两位九品强者 我想 这一战的重要程度 大家都心知肚明 本人就不再强调了 他刚说完 下方一名赤着上身 浑身土色 头戴一大圈白色头巾的老者 缓缓开口道 既然这次霓虹是主办国 又是此次行动的主要发起者 那么 能否展示一下贵国的诚意 说着 他还补充道 不是不相信贵国的信誉 只是想见识一下 传说中的草制剑 忍者之神冷哼一声 他自然是知道对方想验明一下 之前定下的约定 旋即双手结印 从虚空中 召唤出了一柄古朴长剑 剑身上覆盖着黑色火焰 一股恐怖的威压弥漫开去 让在场的九品强者 都感受到了莫大的压力 剑状 他冷笑地看着师婆大祭司道 久闻宁的师婆神像法力无边 不知可否让在下开眼一关 那老者阴冷一笑 旋即口念咒语 从其头顶 生腾起一尊神像 而且 那神像的体征并不固定 随着时间不断地变化着形态 这尊神像刚刚出现 便是将草制剑的锋芒压制了下去 两大神器似乎在暗中较劲 甚至让空间都不断震动 既然两位盟友都展示出了合作的诚意 那我们自然也不能落后 说着 阿美利卡 代鼠 西方联盟诸国 纷纷亮出自己的镇国神器 阿美利卡的卡洛斯之星神剑 西方联盟的泰坦之锤 和雅典娜之盾 以及代鼠国的卡巴拉之眼魔杖 齐聚一堂 煞事之间 整个空间都开始出现细密的裂纹 忍者之神剑壮 立刻道 还请大家立刻收回神器 不然这洞楼都要塌了 闻言 众人这才心满意足地将神器收了回来 外瑞古德 阿美利卡的艾森维尔上将站起身来 兴奋地大叫道 有此等无敌阵容 何愁夜城不死 大下不灭 此战之后 我们依然是蓝星无可撼动的霸主 第153章 霓虹公主 开完会议 酒席散去之后 忍者之神回到了自己的住处 通过与阿美利卡等国的交流以后 他对接下来自己计划的实施 有着充分的信心 这个时候 门外传来了下人寝室的声音 大人 霓虹公主求见 忍者之神闻言 淡淡开口道 让她进来 不多时 一名身材娇小的女子走入房间 尤其房间内没有开灯 那女子还始终保持在阴影之中 所以并未看清女子的容貌 霓虹 你这么晚了来找我干什么 那女子闻言 开口道 爷爷 听说你与联军们 已经商讨好了 对付夜晨的策略 当然 忍者之神冷冷道 同时派出本国酒品之下最强者 外加镇国神器的强大家持 将夜晨直接诛杀在神迹之中 那女子闻言 似乎并没什么情绪波动 而是道 爷爷是否考虑过另外一种可能 比如说 招降夜晨 让这等超强星星为我霓虹所用 李香 你什么意思 忍者之神眉头一皱 听说那个夜晨对我们恨之入骨 你有办法能让他归顺我大霓虹 廊下传来女子哥哥笑声 然后又道 爷爷难道你忘了 我可是个占卜师 有着一定预知未来的天赋 昨晚我占卜了一卦 卦象上说我霓虹的命运 全系于此人身上 我要使用那个禁术 将夜晨转化为我忠实的仆人 你确定要使用那个一生只能用一次的禁术 那可是要付出极大的代价 你确定要用 我愿意一试 忍者之神文言常叹道 可是这样一来 就不能杀死夜晨了 他可是杀掉你父亲眼影的仇人 你能甘心 区区杀父之仇 又怎能与整个霓虹的命运相提并论 那女子淡淡道 拥有夜晨 会让我们的造神计划更加顺利地实施 到了那时 阿梅丽卡 西方联盟 毛雄 大厦诸国都将是我霓虹的附庸 忍者之神没有再说什么 只是微微点头 他这个孙女从小聪慧过人 现如今霓虹的各种决策都出自于他的提议 而且屡获其笑 即便是造神计划也是由他来全权主导 所以 忍者之神对于他的建议都十分重视 说服了忍者之神 那女子从房间内走了出来 月色下 他穿着粉色和服 穿着白袜的小脚踏着木鸡 走在石板路上发出清脆响动 他走出大门 轻轻拍了拍双手 一道人影从黑夜中缓缓走出 此人身穿武士服 头上却戴着一个猙獰恶鬼的面具 只露出了一双深邃的眼睛 拜见公主 恶鬼面具男朝女子行了一礼 那女子淡淡开口道 明天无论如何 都要让夜晨与我邂逅一次 遵命 恶鬼面具男再度消失而去 另外一边 夜晨已经跟随张云举 乘坐专机来到了霓虹西京 若论赶路速度 自然还是酒品强者 顿入虚空更加迅捷 只是这种方式 对于别国来说就是挑衅 所以 除非是特殊条件 一般都是乘坐交通工具 来往于各国之间 刚下飞机 夜晨和张云举 便是被专车接送到了西京五大 在神迹开启之前的这段时间 他们都会再次休息 然而 还没等夜晨传口气的功夫 门外便是传来了狂躁的喧哗声 对于霓虹这种鸟语 夜晨实在是懒得去学习和掌握 也只有在动作片中 了解过一些 诸如一酷一酷等几个常用的短剧 听外面过躁的没完 夜晨便是打算出去看看 是怎么回事 可张云举却传音道 夜晨 还是不要出去的好 毕竟这是在霓虹 避免节外生枝 不过夜晨却直接把这番劝告给屏蔽了 他打开房门走了出去 却是发现 门外不远处 竟是站着一群霓虹忍者 为首那人见到夜晨之后 便是要拔出佩刀 朝夜晨砍来 好在被旁边的同伴直接拦下 这才没有得逞 然后 那人又激励呱啦地大叫了一通 是什么好话 不过夜晨却淡淡道 你们有没有会大下雨的 给我翻译翻译他说的是什么意思 旁边一个霓虹忍者别搅得道 他是 熊平健太的哥哥 熊平灵太 他弟 听闻你杀了他弟弟 表示十分的生气 他弟 要宰了你 哦 夜晨眉头一挑 他记得当初进入后裔神迹的霓虹队长 就是那个熊平健太 当即笑道 我就在这呢 让他尽管来 而就在熊平灵太 即将挣脱束缚 冲向夜晨的时候 不知从何处走来了一名身穿和服 脚踏目击的年轻女子 走上前去 抬起小手 对着熊平灵太狂山而去 啪啪啪啪 响亮的巴掌声 顿时让得周围人群陷入一片寂静 熊平灵太捂着被扇肿的脸 看清来人 不仅没敢还手叫嚣 反而还朝对方恭敬行礼 公主殿下 那女子冷冷道 你就是这么对待我 霓虹贵宾的吗 滚 熊平灵太文言 立刻带着人仓皇而逃 见状 那名女子则是转身面对夜晨 恭恭敬敬地行了一礼 用一口流利的大下雨道 我霓虹雕名不懂事 打扰先生清静了 夜晨没有开口 只是上下打量了这名女子一眼 只见她身材娇小 最多只有一米六的样子 长相甜美 她虽不高 但尚为却极为傲人 甚至比江宁霜还要饱满 而妖枝却又极为纤细 让夜晨想到一句名言 细枝皆受果 而那女子说完这句话 也并未过多纠缠 直接踏着木鸡 渐行渐远 在其身后 一名鬼脸面具男 则是将一张字条递给了夜晨 又凝视了夜晨腰间玉佩眼 这才离开 今晚七点 黑门路前草餐厅 不见不散 夜晨看完字条 不知道对方到底是什么意思 虽然看不见对方的相貌 不过这位面具男的眼神 却让他感觉 与其他女红人截然不同 从他的眼神中 也并未感受到任何敌意 而且 此人刚才还重点看了一眼 自己身上的玉佩 难道他就是青龙 让我接头的那位故人 第154章 深入虎穴 晚上 不到七点 夜晨便是根据导航 来到了约定地点 走入店内 才发现这是 一间分成了若干 隔断的餐馆 没用夜晨询问和查找 便是有店家 将夜晨引到了一间 最亲近的小房间外 夜晨拉门走入 却是发现那个面具男正 端坐在其中 在其面前的长桌上 已经摆满了各种各样 丰盛的霓虹美食 面具男伸手示意 让夜晨坐在自己 对面的位置上 先生怎么称呼 夜晨坐了上去 不客气地拿起一片 和牛肉塞进嘴里 你暂时不需要知道 我的名字和身份 你只要知道 我不会害你就行了 夜晨闻眼点头道 这个我知道 先生应该不是你红人吧 那面具 难闻眼一阵 不禁问道 你怎么知道 猜的 夜晨笑了笑 而且白天那个女子的大下雨 应该就是 你教的吧 连口音都很相似 面具男凝视夜晨片刻 玄机道 不愧是我大下天骄 果然厉害 夜晨微微摇头道 还是说说 你来找我的目的吧 而面具男却道 我的目的 就是告诉你 霓虹的真正目的 他们的目的 无非是想在 神迹中连 手杀了我 你不怕 怕 夜晨笑笑 我只怕他们 集结的高手太少 带来的神奇太少 不然我杀起来不过眼 面具男见夜晨 神太自若 不断地大快朵移 也便没再多说什么 然后又道 其实这次的神迹是假的 夜晨眉头微皱 抬头看向面具男道 就是为了杀我所设下的局 并不全是 面具男道 我只知道 这是霓虹造神计划中 最重要的一环 你只不过是 恰巧出现在了计划之内 造神计划是什么 面具男微微摇头道 具体细节 我也不知道 唯有公主这位主导者 才会知道真正的目的 你所谓的公主 就是白天遇到的那个女子 面具男微微点头 玄机又开口道 你可不要被这位公主 可爱美丽的外表 所蒙蔽了 实际上 用蛇仙美人形容她再贴切不过 她的梦想是成为霓虹 最伟大的女皇 为了复兴大尼红帝国 她无所不用其极 只要是 阻碍她完成这个目标的人 哪怕是她最亲近的人 也将毫不犹豫地杀死 而能帮助她 完成这个目标的人 即便是她的杀父仇人 她也会不遗余力地拉拢 使之成为她的走狗 说到这 面具男看向叶辰 继续道 很显然 这位公主现在认为 你能成为她最得力的助手 所以打算 将你变成她最忠实的奴仆 白天的事情 就是她故意为之 为的是在你心中 留下美好的第一印象 然后再通过我的牵线 让你与她正式结识 接下来 她要怎么对付你 我就不得而知了 叶辰妈撒着下巴 但笑道 这么说来 我倒是不得不 深入虎穴 一探究竟了 叶辰 这很危险 面具男郑重警告道 你没有接触过这位公主 不知道她的手段 是有多么高深莫测 在此之前 世界各国有许多高手 都栽在了她的手中 甘愿当其走狗 是吗 那我更要会一会她了 叶辰又吃了一块肉 到 最起码我要搞清楚 这些狗东西 到底又在背地里 搞什么鬼名堂 而且 如果我不去的话 你也会遭到惩罚吧 甚至有可能 暴露你的底细 面具男文言 顿时沉默 不再多说 事业 一辆豪华轿车 驶入了一座 位于西津郊区的 巨大庄园 这座庄园 占地面积 足有上百公顷 周边警戒十分森严 甚至有高频舞者 镇守其中 普通人越雷池 一步都将会直接轰杀 轿车在庄园内 缓缓行驶 最终来到了中央地带 最为高大雄伟的 城堡门前停下 旋即 早有仆人上前 将车门打开 从其中走下了 面具男 以及一身酒气的叶晨 白天那位女子 迈着小碎布 带着一众 吓人迎接来 站在叶晨面前 那女子微微躬身 雪白的双风间 露出一条 深不见底的沟壑 我叫波多野离香 欢迎叶晨公子 大驾光临寒舍 叶晨最熏熏的一笑 竟是伸手 直接将波多野离香 拉着过来 将手臂不客气地 搭在了她的香肩之上 旁边 一名黑衣侍卫 直接大骂道 巴打 不得对公主无礼 拿开你的手 波多野离香眼底也是 闪过一丝怨毒之色 不过却很快 被温柔替代 她还朝那名侍卫训斥道 不得对我尊贵的客人无礼 嗨 那侍卫威胁地 看了叶晨一眼 便是打算直接退去 不过 却是直接被叶晨叫住 但笑道 你刚才是不是骂我来着 巴 那侍卫 还想继续开口 却是被叶晨一脚踹飞出去 堂堂六品舞者 直接如死狗般昏死过去 所有人都没想到 在这座皇室庄园内 叶晨竟是一言不合 就敢出手伤人 收回腿来 叶晨这才笑着 对波多野离香道 我以前被狗撵过 所以一听见狗 叫我就应激 公主殿下 不会介意吧 波多野离香甜美一笑道 我最欣赏的 就是您这种强者 巧了 叶晨居高临下 狠狠地盯着 那雄伟的身姿 我也最为喜欢你这样的美人 两人朝内走去 波多野离香道 可我是真诚地 想跟叶晨公子交朋友 能否请您 也拿出真诚的态度 比如这种装罪的样子 就大可不必了吧 呵呵 倒是让离香姑娘见笑了 叶晨面色瞬间一变 将手也从对方的身上 抽了回来 玄机淡淡道 那么请离香姑娘 也告诉我 你今天费尽心机地 将我找来 究竟有何用意 波多野离香 没有立刻回答 而是从一个箱子里 拿出一打纸牌 然后便坐在了 一个方桌旁 示意叶晨 也在对面坐下 他将那副纸牌 放于桌面中央 看向叶晨笑道 叶晨公子 不如我们来玩一个游戏 无论你我 抽到任何一张牌 对方都要按照 牌面的指示 无条件地执行 你看如何 第155章 一邪之术 叶晨看向中央的纸牌 问道 这其中都有什么名目 你想要的 这里面都有 波多野离香 露出一个迷人笑容 这里面甚至还有一张万能卡 只要您能抽到那张牌 即便是让我做什么都可以哦 包括您想要我的厨子之身 我也会无条件满足 叶晨反问道 那如果我想问你任何信息 你也会毫无保留地告诉我 当然 波多野离香斩钉截铁的道 包括 你问我造神计划是什么 我也会毫无保留地告诉你 叶晨文言双目微眯 眼前这个女人的确有些可怕 她甚至已经猜到了自己来到这里的目的 而且还非常从容淡定地告诉自己 都说真诚是必杀技 波多野离香的这一手的确高明 而就在叶晨思索之间 波多野离香却又道 不过这个游戏有奖励 但也有惩罚哦 比如 波多野离香将最顶端一张纸牌拿起 上面画着被吊着手臂的男人 正承受着残酷的鞭打 叶晨又问道 如果对方撒谎 或者拒不接受惩罚怎么办 这个好办 波多野离香咬破手指 飞速地结印 最终竟是从虚空中 召唤出一张青面獠牙的巨大鬼脸 那恶鬼的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两人 仿佛随时都会将两人吞噬而去 鬼神能洞察人心 如果撒谎 或者不遵守游戏规则的人 会被鬼神吃掉哦 叶晨文言微微点头道 好 我跟你玩 女士优先 波多野离香再次露出一个甜美笑容 用手从牌堆里抽出了一张 上面画的是一个酒杯 叶晨公子 麻烦你罚酒一杯吧 说着 他从旁边的酒柜中取出一瓶红酒 给叶晨满满地倒了一杯 叶晨接过以后 直接一饮而尽 见状 波多野离香的俏脸上笑意更浓了 因为 他早在酒里下了密钥 即便是酒品强者服用 也能镇定心情 旋即 轮到叶晨抽卡 他直接从牌堆里抽出一张 发现竟是之前波多野离香展示过的那张编刑卡片 旋即 叶晨展示这张卡片 看着波多野离香似笑非笑道 离香小姐 麻烦你先把自己吊起来吧 大厅顶部 竟是真的有一双手料 连着绳索不断神乐下来 在半空中不断慢慢回荡 波多野离香的美眸中 顿时出现了一丝慌望 端起酒杯绕过桌旁 纤细的腰肢扭动 竟是直接坐在了叶晨身上 他喝气如蓝地看向叶晨 撒娇道 人家细皮嫩肉的 可承受不起这等刑罚 还请叶晨公子手下留情啊 旁边鬼神正在看着 你想赖账 波多野离香闻言道 反正那是人家召唤的鬼神 自然是由人家支配 说着 他一脸娇羞地靠近叶晨 媚眼如思地道 不如将这个惩罚换成别的 比如把人家清白的身子交付给你 而就在他刚说完这句话 正好与叶晨四目相对 那原本乌溜溜的瞳孔 竟是瞬间变成血红一片 一股强烈的无形能量波动 自其体内爆发开来 将这座坚固城堡的墙面都震出了细密的裂纹 紧接着 大量的黑衣侍卫 从四面八方涌了进来 为首的八品忍者问道 公主 成功了吗 此时的波多野离香的脸上再无娇媚 取而代之的 则是冷酷无情的表情 他面无表情地从叶晨的身上下来 看着此时目光呆滞一动不动的叶晨 嘴角露出一抹胜利者的微笑 中了我一邪之数 等他醒来以后 就会成为我最忠实的仆人 周围众人 不禁暗暗心惊 作为波多野离香的近身护卫 他们自然是听闻过 这位公主殿下 掌握着一种极为强悍的禁术 一旦对方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 中了这种禁术 就会陷入无尽的幻境 这种幻术是绝对无解的 唯有从心底真正认同 施术者所赋予的观念 方才能彻底解除 也就是说 只有叶晨真心实意地 承认自己是波多野离香最忠实的奴仆 永远无法背叛主人这一理念 方才能获得自由 而这一信念 将如刚硬般烙印在叶晨的脑海中 永远也无法摆脱 公主圣明 必将带领我大霓虹帝国一统蓝星 听闻周围人者们的恭维 此时那名面具男站在人群中 手掌紧握 轻筋抱起 似是正带着机会出手击杀波多野离香 可波多野离香 此时面部表情却是骤然僵硬下去 宛如刚才的叶晨般 整个人呆立在了原地 与此同时 叶晨则是从椅子上缓缓站起来 看着前者淡笑道 好厉害的术法 差一点点就着了你的道 为首的那名八品忍者眉头微皱 看向叶晨道 敢问阁下 你现在是敌室友 我当然是 敌人啊 叶晨说话之间 直接一拳朝对方轰去 那名八品忍者甚至连反应都来不及 便是被叶晨轰成了血污 其余忍者瞬间大乱 然而 叶晨自然不会给这些霓虹忍者 半点逃命的机会 直接在那名面具男的配合下 将上百名精英忍者 禁术图露 做完这一切 那名面具男才问道 叶晨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没中波多野离香的禁术 中了 但没完全中 叶晨淡淡道 我仅仅一个念头就解开了 解 解开了 面具男顿时傻眼 他自然听说过 波多野离香掌握着一门 连忍者之神都无法学会的恐怖禁术 中了那种禁术 还能通过自我意识解除的 古往今来 叶晨恐怕是独一个 虽然他有所怀疑 但波多野离香现在的状态 明显是受到了极大的反噬 叶晨没有多说 直接将波多野离香掉在了链子上 与此同时 波多野离香慢慢苏醒过来 玩游戏就要遵守规则 该接受惩罚就要接受惩罚 第156章 将计就计 在叶晨的鞭策下 波多野离花反而直呼过瘾 主人 求您再多来点 叶晨 主人 我被一邪之术反噬 反而自己的思想被中下了烙印 从今以后 我波多野离香就是您最忠实的奴仆 波多野离香卑微地道 无论您让我做什么 我都会无条件地服从 即便是让我去死 也不会有丝毫的犹豫 叶晨看向面具男 问道 他说的是真的 应该错不了 面具男思索了下 然后道 这种禁术都十分地强大 反噬也是相当恐怖 如果你的确没有中医邪之术的话 那他的确有可能自己中了术的效果 叶晨闻言将波多野离香放了下来 然后对他道 你现在去死 话音刚落 波多野离香近视 没有任何迟疑 直接抽出一把长剑 朝自己血白纤细的脖梗抹去 而就在剑刃即将灵体的刹那 叶晨出手将他的手臂握住 剑锋甚至已经划破一丝表皮 渗出了滴滴血珠 他自然能看出对方的动作并未作假 如果刚才自己没有阻止 恐怕现在 波多野离香已经把自己的头砍了下来 叶晨 现在这个女人怎么出脸 面具男走上前来 分析道如果将他留下来 或许对我们更有利 如果把他杀了 忍者之神一定会暴怒 到时候你可能很难离开霓虹 我若真的想走 整个霓虹谁能拦得住我 叶晨笑了笑 我留下他 只是不想打草惊蛇 坏了 我接下来的好事 好事 面具男一愣 人家给我送来那么多的神兵力气 可不是一件好事吗 面具男文言彻底无语 他有心想劝说叶晨不要冒险 可以想到他甚至连禁术都能轻而易举地解除 还有什么是他做不到的 也罢 如果这件事 你真的能干成 那对于霓虹买着他们整个联盟 都将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面具男想了想 又道 叶晨 你问问他造神计划到底是什么东西 叶晨看向波多野离乡 后者心领神会地直接开口道 主人 我的爷爷忍者之神 在几年前获得草剃剑的时候 同时还获得了一份精血 这精血中蕴含的能量极为强大 经过我多年的分析研究 推断这集 有可能来自上古魔兽八旗大蛇 倘若利用现在的技术 能够将八旗大蛇复活的话 那我霓虹必将称霸蓝星 所以 在我的极力推动下 就诞生了造神计划 也就是说 你所谓的造神 就是复苏 上古魔物八旗大蛇 是的主人 波多野离乡继续道 在计划进行过程中 我发现 想要复苏八旗大蛇 需要汇聚出极为强大的力量 这种力量 必须超越一般酒品 达到绝点以上才行 所以 我便创造了一个借口 将世界各国的强者 全部吸引到一座特殊秘境内 随着他们的大战 而不断地收集散意的能量 直到让八旗大蛇 彻底重回世界 听到这里 面具男连忙道 夜晨 八旗大蛇的力量 绝对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所以 绝对不能让这个计划完成 否则整个蓝星必将陷入灭顶之灾 他刚说完 波多也离香也道 主人 我之前的计划 是凭借着一邪之术 让八旗大蛇为我所用 但我也并不确定 这个术对八旗大蛇 那种级别的魔物 有没有效果 所以我才想先将你俘获 然后再慢慢推进造神计划 只是没想到 主人您这么厉害 让我的这些想法 全都落空了 连能不能控制他的柱都不知道 就想召唤魔兽 这泥红人 简直是疯了 叶晨沉默片刻 然后看向波多也离香道 你先让手下 切断能量吸收装置 与秘境的连接 然后让神迹正常开启 最后 说到这 叶晨双目微眯 等我把秘境里的那些人解决掉以后 你再将忍者之神忽悠进去 波多也离香自然明白 叶晨的想法 他无非是想把忍者之神 也骗进去杀掉 作为忍者之神的孙女 波多也离香文 言却没有丝毫的犹豫 直接恭敬地道 主人您放心 我保证完成任务 并且我在接下来的几天中 会给他的餐食中 放入阻碍灵气运转的密钥 让他的实力大减 方便主人动手 叶晨文言 呵呵一笑 你还真是个孝顺的孩子呢 多谢主人夸奖 波多也离香恭敬行礼 任何想要威胁主人的家伙 都是离香的敌人 说完 他媚眼如私地看向叶晨道 如果我表现得好 主人能再鞭策我几次吗 改日再说 说完 叶晨便是转身离开了 这座尸横遍地的城堡 等他再次回到西京五大后 张云举不满地道 叶晨 你到哪里去了 害得我好找 稍安勿躁 八旗大舌 三天的时间转眼过去 今天便是前往神祭的日子 叶晨从房间走出 张云举早已经等候门外 叶晨 如果在神祭中有不好的预感 不要硬撑 赶紧出来 老夫一定拼死保护你的安全 张尚书你放宽心 我没事的 叶晨笑了笑 你还是多想想自己 如何能在多位酒品的围攻下 这是真的问题吧 这是为何 张云举不由一愣 你会知道的 说完 叶晨便是快步走进了砖车之中 没过多久 叶晨便是来到了一处沙滩 不远处就是茫茫无际的海洋 周围 已经有不少国家的舞者 汇聚于此 因为这次每个国家只允许进入一人 所以人数上来说 要比上次的后遗神祭少上许多 不过舞者的质量 却是上升了不止一个档次 来参加神祭的 至少都是高品强者 甚至有些小国的国主 亲自下场 不过世界上有头有脸的国家 派出的都是八品 护道者都是九品强者 可以说 此时的沙滩上 汇聚了整个蓝星一小半的巅峰战力 而随着叶晨的到来 瞬间便是有不少目光投了过来 甚至阿美丽卡的麦克瑟 静止走了过来 笑道 哦 我的朋友 再次见到 你我很高兴 希望待会在神祭中 若是有幸遇到 可要手下留情了 上次眼影被您一口火焰 烧成灰烬的一幕 至今还历历在目 他的声音很大 周围众人都能听到 甚至一些九品强者 都开始关注叶晨 尤其是周围的霓虹舞者们 对叶晨更是恨之入骨 咬牙切齿 叶晨当然知道 这是对方在给自己拉仇恨 不过他却是无所谓的笑了笑 啊 听说这次麦克瑟将军要亲自上场 那我倒是有机会领教一下您的高招了 我也很期待 麦克瑟也笑道 为了今天 我们阿美丽卡 亲近举国之力 让我踏入了七段经深境 哦对了 七段经深境您听说过吗 叶晨点点头道 略有耳闻 听说比普通八瓶的骨头 要硬上不少 这你也提醒了我 如果待会我想烧你的话 会适当地加大一点火候 麦克瑟 这个时候 一位带着更高军衔的阿美丽卡将军 走了过来 在没有见面以前 真不敢相信 你就是那个击杀了眼影的叶晨 真是让我大吃一惊 叶晨闻言看向对方道 你吃惊得实在太早了 等神迹结束以后 你再吃惊不迟 哦 看来 你对自己的实力很自信 还行吧 灭掉你们应该是绰绰有余 艾森威尔闻言 哈哈大笑 笑了一阵 他又道 我倒是很欣赏你的勇气 祝你在神迹中好运 说完 便是与麦克瑟一起离开了 这个时候 西方联盟 师婆 代鼠等国 也相继赶到 忍者之神 带着一名独眼忍者走了过来 各位都已经准备妥当了吧 麦克瑟摸了摸自己的那街道 这是自然 待会我会用这把圣剑 亲手斩断叶尘的头 可那名独眼忍者却道 麦克瑟将决 请把这个机会让给我 我要亲自为眼影报仇 众人闻言 皆是朝着此人看去 忍者之神事实解释道 这位 是我霓虹暗部首领 本田伴藏 六段金身境强者 配上草屉剑 可占九品 西方联盟的那位女化石人道 我们这次派出的 都是无敌八品 但还是要小心行事 毕竟他们都是我们各国精英中的精英 而且还带着郑国神器 我建议开局直接一拥而上 避免不必要的伤亡和麻烦 我同意珍妮女士的看法 直接轰杀叶尘 最为稳妥 师婆大祭司淡淡开口 旋即又将目光扫向大下方向 而且 我们要想方设法激怒张云举 最好能趁着这次机会 将他也斩杀于此 忍者之神孝道 听说阁下曾经被张尚书 斩断了一条手臂 看来 这是要趁此机会报断臂之仇了 我这样做 并不是单纯的为了我自己 师婆大祭司老脸一红 狡辩道 我们必然要尽可能地 削弱大下的顶尖站立 否则我们周围各国 根本无法承受大下的反扑和报复 我同意您的看法 艾森维尔笑了笑 又郑重道 不过大家放心 阿美利卡会永远 与自己的盟友站在一起 大下攻击你们 那就等同于跟我们阿美利卡宣战 众人闻言 这才心中烧鞍 如果没有阿美利卡这个靠山 他们还真不敢如此针对大下 而就在这时 周围响起了隆隆鼓声 紧接着 众人便是看到 远处海平面不断翻滚 出现了一道巨大的漩涡 而在那漩涡之上 隐隐出现一头巨大的蛇影 那蛇高达百米 有八手八尾 背部满是青苔和树木 腹部还有溃烂的浓液不断流出 头顶覆盖着一层阴云 只要看上一眼 便是会感觉身体变得极为的不舒服 夜城看着那大蛇虚影 双目微眯 难难道 这便是传说中的八旗大蛇吗 那八旗大蛇 似乎也感受到在场人群中 唯有夜城感一直凝视他 不由的八手八双眼睛 全部死死地盯着夜城 仿佛下一秒就要将其生吞活剥 区区一个灾祸孽畜 也敢如此猖狂 夜城微微一笑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倒是很想 亲手将此妖物灭杀一次 将他的灵魂 都彻底从这个世界抹出 就在此时 听你红侍者大叫道 各国选手 按照顺序入场 第一位阿美利卡 听闻此言 麦克瑟朝周围进了一里 然后便是率先进入漩涡之中 第二位 霓虹 本田伴藏冷笑一声 同样冲入漩涡 第三位 西方联盟 珍妮身后的一男一女两名 舞者进了的骑士里 紧随本田伴藏而去 虽然这次的神迹 明确要求 一个国家只能派出一人 但西方联盟 是一堆国家组成的联合体 所以特批可以进入两人 这当然遭到了 其他一众国家的抗议和不满 不过霓虹和阿美利卡 却并未理会 别问 问就是特权 而大家现在也发现 最先进入的 都是与霓虹亲近的国家 其余国家都排在了后面 可他们也只能无奈地接受 没办法 没有实力就是要任人宰割 张云举自然也看清了这一点 担忧地看向夜晨道 这些家伙 一定在里面提前准备着 你一旦进入 就会打你个措手不及 如果真是那样 倒是省得我 一个一个去找了 听见那民事者终于叫到大夏的名字 夜晨毫不犹豫 直接朝着漩涡一步踏出 第158章 黄雀在后 等夜晨进入神迹后 本来已经做好了 迎接无数神器攻击的准备 却是发现自己 竟是落在了一个 十分安全的地方 周围竟是一个舞者 都没有 夜晨现在 自然知道这个神迹是假的 只不过是霓虹 为了造神计划 所创造的一处秘境罢了 既然如此 那自己能安全落地 想来跟波多 也离乡有着莫大的关系 与此同时 在秘境的另外一处开阔地点 霓虹 阿美利卡 西方联盟 师婆 袋鼠等国的强者们 手握正国神器 严阵以待 他们皆是全神贯注地 盯着中间的那个位置 因为按照计划来说 夜晨会在这个地点 进入秘境 他们提前在此地做好埋伏 就算夜晨有着 圣体神谷 也要瞬间被烘成渣子 然而 他们在此地 等了一个多小时 也丝毫不见夜晨的身影 麦克瑟不禁看向本田伴藏 不满得道 伴藏先生 请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你们的计划 是不是出错了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本田伴藏断然道 这个秘境的机关 都是我们才智无双的 梨香公主 亲自设计的 绝对不可能 有丝毫的偏差 那怎么现在夜晨 还默下来 师婆的阿米尔 这我没问到 也许是梨香公主 想让我们准备得充分一点 所以刻意让夜晨晚一点下来 众人闻言 也觉得 有一定道理 此次行动 十分重要 准备得慎重一点 也是可以理解的 所以 众位强者 不再多言 继续耐心等待起来 又是一个小时过去 西方联盟那位 手握泰坦之锤的金发男子 站不住了 不满道 你们霓虹 到底是怎么办事的 夜晨为什么 还没有出现 再这样耗下去 我的手臂 都要抽筋了 这泰坦之锤 乃是泰坦一族 传承下来的神器 其重量可想而知 光是拿着它 就要耗费大量的气力 再这么干耗下去 夜晨没等到 他自己 就要被累死了 众人听他这么一声 不禁也觉得 浑身一阵酸痛 始终保持高度的精神集中 加上要对抗 神器力量的反噬 可是耗费了 他们大量的体力 和精力 本田半藏 也不好再多说什么 现在一直没有等到 夜晨的确是事实 不过他依然相信 离乡公主绝对不会失误 麦克瑟见状 开口道 好了 大家都再坚持一下 不要松懈 那个夜晨 应该很快就要下来了 众人文言 不禁收起抱怨 继续全神贯注地 盯紧中心位置 又过了一个多小时 中心位置 依旧没有任何动静 那个金发男子 直接把锤子一收 破口大骂道 Fuck 老子不干了 我觉得自己 现在像个 被人玩动的小丑 阿米尔也将 师婆神像收了起来 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道 再这么耗下去 我体内的灵力 都要耗光了 随后 另外几人 也都将神器收了起来 脸上或多或少 都出现了疲惫 众人再次愤怒地 看向本田伴藏 这次就连麦克瑟 都皱眉道 你们究竟 让那个该死的夜晨 传送到哪里去了 难道你们霓虹 是想联合大厦 一起来对付我们吗 本田伴藏 顿时下的冷汗直流 连连摆手 麦克瑟将军 您这是哪里话 我们霓虹 永远都是阿梅利卡 最忠诚的伙伴啊 那你现在给我解释一下 夜晨为什么 还没有出现 这 这 本田伴藏 汗流加倍的 刚想继续解释 就听闻不远处 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 啊 原来你们全都在这里 害得我好找 众人朝声援看去 来者不是夜晨 还能是谁 本田伴藏 指着夜晨大喜道 快看 夜晨出现了 闭嘴吧 没用的霓虹狗 麦克瑟 脸色铁青 夜晨竟然没从 这大大出乎了他们所料 不过此时 他也来不及多想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连忙再次取出圣剑 摆出了战斗姿势 其余诸国强者 也没有废话 再次取出了镇国神器 数把神器同时出现 压迫之强 甚至让这片空间 都开始出现 细密的裂缝 周围路过的 其余国家的舞者 见到眼前这一幕 都是吓得屁滚尿流 有多远跑多远 这么多的神器 打起来可不是开玩笑的 稍不留神 可能就会被鱼威刮死 一起上 六大强者 带着六把神器 朝着夜晨围杀而去 麦克瑟 直接开启圣光 卡洛斯之星圣剑 也是爆发出一阵 猛烈金光 剑尖延展出 长达数米的恐怖剑芒 西方联盟的两名强者 也是在相互配合下 朝着夜晨不断逼近 在其身后 甚至出现了 神明虚拟 霓虹的草屉 剑升出无尽黑眼 师婆的阿米尔 则是化身 舍杀加龙神之王 一千个舌头 同时发起进攻 袋鼠统领手 握卡巴拉之眼魔杖 念动咒语 施展魔法禁咒 眼前六大强者 挟六大神器之威 发动了 毁天灭地般的攻势 夜晨却是张开双臂 昂天长笑 丝毫没有将众人的攻击 放在眼里 已经放弃抵抗了吗 麦克瑟冷笑一声 手中圣剑划破空间 狠狠地朝着夜晨头顶劈砍而去 其他强者的攻势 也几乎在同一时间分支塌来 轰隆隆 轰隆隆隆隆隆 强悍无比的恐怖力量 甚至让整个秘境都在颤抖 而且 秘境的空间不断地崩碎 修复 然后再崩碎 这显然是 已经达到了极限的表现 在六大神器攻击的核心 那里已经彻底地 变成了一片虚空黑洞 六大强者 都在剧烈地喘息着 显然刚才那一击 耗费了他们 仅剩不多的体力 麦克瑟的脸上 终于再度露出了笑容 虽然经历了一点小小的波折 但胜利依旧属于我们 然而 就在他刚刚说完这句话时 从碎裂的虚空中 突然伸出一只手 直接抓住了他的脖子 让他脸上的笑容 顿时凝固下来 你的胜利宣言 未免为时尚早 第159章 联盟强者 那道熟悉的声音 顿时让全场所有人毛骨悚然 尤其是麦克瑟 更是面色发白 企图想要逃脱夜晨的控制 然而 无论他如何用力 都是无法挣脱夜晨的手掌 圣光神圣战甲 麦克瑟嘀吼一声 周身顿时爆发出一阵耀眼的金光 紧接着 金光凝聚成一副铠甲 覆盖在了麦克瑟的身上 这是他身为八品圣骑士 特有的高品武技 在这光之铠甲的笼罩下 即便是九品中断强者 也无法轰破他的防御 你觉得这个乌龟可很硬吗 话音刚落 夜晨深吸一口气 紧接着从口鼻中吐出大量火焰 三昧真火 恐怖的火焰喷泊出 直接便是将前方的秘境中间 烧成虚无 而覆盖在麦克瑟身上的光之铠甲 也是在他惊恐绝望的目光下 顷刻瓦解 啊 火焰灵体 麦克瑟痛苦哀嚎 四肢不断扭曲 在高温灼烧下 他的皮肤和肌肉 很快便是被焚烧殆尽 只剩下一副筋骨苦苦之称 然而 即便淬炼的七次的金身如何坚硬 也依然无法抵挡三昧真火的炙口 最终依然化成了飞灰 在夜尘面前飞扬而去 其余几位强者 亲眼目睹刚才那一幕 此刻却是吓得面如土色 堂堂七段经 深境强者 丝毫不弱于普九的实力 放在整个蓝星 也是最顶级的存在 而在夜尘面前 竟是直接被烧成飞灰 尸骨无存 这简直骇人听闻 哪怕是那些九品高段舞者 想要斩杀他们这些金身镜 也无法做到 这般催枯拉小的程度 难怪这个夜尘如此嚣张 他的实力 至少已经比肩九品高段强者 阿米尔深吸一口气 看向夜尘的眼神中 满是畏惧 上一次 他带队前往大厦参加神迹 亲眼目睹了夜尘击杀眼影 不过在他看来 夜尘最强 也不过是八段经深境的实力 可如今看来 自己大错特错了 能如此干脆利落的 击杀七段经深境的强者 至少也是强久的战力 而面对这等对手 他现在的心中 唯有逃命意图 谁也不要跑 本田伴藏 似乎看出了众人的心思 滴吼道 你们觉得夜尘会放过我们 如果我们现在逃跑 只能被他逐个击破 不要忘了 他可是一名射手 一名带着大下神器后翼弓的射手 你们觉得 是自己的速度快 还是他的弓箭快 众人闻言 心中顿时如坠深渊 不过他们也知道 本田伴藏说的话有道理 倘若及众人之力 可能尚有一丝搏命的机会 如果现在就跑 那最后 这一点机会也没有了 既然干了 那就得干到底 上吧 阿米尔低吼一声 一千个舌头 宛如绳索般不断伸长 从各个角度 直接将夜尘包围 无数双舌眼 同时冒出红光 发射出宛如激光般的射线攻击 加神龙射线 轰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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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攻击核心 骤然爆发出 汗天动地的恐怖威能 与此同时 袋鼠统领也挥动魔杖 召唤出大面积的冰锥 宛如狂风暴雨般 朝夜尘所在的位置 不断砸落 他们六段精深境的修为 配合上神器的加持之下 杀伤力绝对不在 九品中断强者之下 然而 这种攻击 却是对夜尘没有丝毫的效果 夜尘直接从恐怖的能量 宣泄之下 骤然冲出 挥动着从迈克森那里夺来的圣剑 朝着变化成神蛇蛇杀的 阿米尔猛的挥坎去 刷 仅仅只是一剑 便是将对方数百条舌头 齐刷刷地斩断 阿米尔直接吐血飞退 甚至再度变回了本来的模样 经过刚才那一击 让阿米尔彻底认清了双方的差距 也让他失去了最后的胆气 根本不理会其他人的呼喊 疯狂地朝着远处狂奔去 企图离开这个绝望之地 不过夜尘又怎么可能放过他 取出后翼弓 张弓搭剑一剑射出 宛如长红冠日般 射穿阿米尔 阿米尔的身体 瞬间被恐怖的力量击碎 甚至连哀嚎都办不到 夜尘抬手一招 便是将阿米尔的精血 神格 以及那尊师婆神像 全部具为己有 紧接着 夜尘又是一剑 直接便是将袋鼠统领射杀 那把卡巴拉之眼魔杖 同样收入囊中 一连折损三位强者 剩下的西方联盟两人 以及霓虹的本田伴藏 已经肝胆剧烈 行动之前 他们万万没想到 此等豪华阵容 竟是会被夜尘玩爆 西方联盟的两位强者连忙道 夜尘阁下 我们西方联盟 跟你和大夏并无恩怨 完全是受阿美丽卡和霓虹的挑唆 这才迫不得已来到此地 希望阁下以大局为重 不要为难我们 请阁下放过我们 从此以后 我们西方联盟 绝对不会再与大夏和阁下为敌 然而 夜尘却微微摇头 我只信封棍棒之下出孝子 杀了你们以后 西方联盟从此以后 才真正不敢正视大夏 阁下如此决绝 难道就不怕我西方联盟 与你大夏全面开战吗 夜尘文言哈哈一笑道 若真如此 那我便将西方联盟彻底灭了 又如何 你 没有给对方太多废话的机会 夜尘一箭射去 西方联盟强者 直接举起雅典纳之盾抵挡 轰的一声 西方联盟强者 直接被巨大的冲击力震飞出去 不过却保住了一条性命 夜尘眉头一挑道 不愧是防御神器 那如果我再多射几箭 阁下 又当如何应对 说着 夜尘手臂飞速弹动 一箭又一箭地朝对方射去 轰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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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恐怖的爆炸声 将这片区域彻底淹没 等到夜尘意犹未尽地停止射击 发现两名西方联盟强者 已经被连续不断的恐怖力量 震成了血污 旋即 夜尘舔了舔嘴角 看向了 紧剩的本田伴藏 本田伴藏浑身抖如筛糠 甚至连草剃剑都拿不稳了 一股暖流 从其裆部不断流下 堂堂八品强者 此刻 竟是被吓得失禁了 本田伴藏大吼一声 本以为 他会朝着夜尘冲去 却没想到他见风一转 竟是直接朝着自己的脑袋捅去 扑刺一声 草剃剑穿透他的头颅 本田伴藏 顿时没了声息 第160章 忍者之神 秘境之外 各国九品强者等待于此 阿美利卡的艾森威尔看了看时间 不禁疑惑问道 已经快半天时间了 怎么还没有动静 师伯大祭司道 应该是快出来了 有我们六大八品无敌 外加六大神器 不可能有任何意外发生 而就在此时 忍者之神 却是收到了一则传音 面色不经微变 怎么了 众人自然是 察觉到了对方的不自然 直接开口询问 忍者之神道 我孙女说他们 在下方发生了激烈交锋 六大强者 受伤不清 不过夜尘 也已经是强弩之末 艾森威尔等人文言 也是大吃一惊 没想到这个夜尘如此了得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忍者之神道 我对这个秘境 比较熟悉 由我下去 给夜尘致命一击 你们在此 拦住张云菊 也好 艾森威尔点了点头 同意了忍者之神的计划 反正 外面有其余几位九品镇守 相信忍者之神 也不敢耍什么花招 话必 忍者之神 便是朝着 秘境飞跃而去 不远处的张云菊 自然看到这一幕 不尽力喝道 九品不允许下去 你犯规了 说话之间 张云菊 便是想一步踏出 追上忍者之神 然而却是遭到了艾森威尔 师婆大祭司 以及西方联盟 化石人珍妮的联手阻拦 滚开 张云菊一掌 便是朝着珍妮拍去 那掌风蕴含着天地之力 将空间都搅动地扭曲起来 然而 艾森威尔却是同样一掌拍出 两掌在半空中 狠狠碰撞在一起 动 恐怖的力量扩散开去 甚至让海水都退去三四米 不过很快海水又卷土重来 掀起了一阵巨浪 对女士出手 可不是绅士行为 艾森威尔站在那里 脸上露出一抹轻蔑笑意 破坏游戏规则 更不是一个好的行为 张云菊脸色铁青地道 此前规定 九品不得进入神迹 你红的忍者之神 已经进入器中 难道你眼瞎了吗 哦 是吗 艾森威尔继续笑道 可能忍者之神 有他的主张 毕竟此次的 最终解释权 归你红方面所有 王八蛋 张云菊也看出对方摆明了 是在虎角蛮缠拖延时间 如果自己 再不有所行动 恐怕夜晨 真的会死在秘境之中 旋即他直接传音 给身处霓虹边界的 两大九品 同时取出了 自己的本命灵器 没用的 放弃吧 我们早已联手 在此地布下了结件 你的传音 是发不出去的 师婆大祭司冷笑道 当年你就是 凭借着这把本命灵器 斩断了老夫的一条手臂 不知道 今天你还能凭他 逃离我三人的围杀吗 张云菊 此刻气息全开 胸前美然 黄万飞舞 宛如武圣在世 当年老子能斩掉 你一条手臂 今天老子 就能斩掉你的向上人头 说话之间 张云菊一箭挥出 引动天地之力 朝着师婆大祭司 头颅斩去 师婆大祭司不敢怠慢 连忙也是逃出武器还击 只是他此时 没有了神器的加持 更加不是张云菊 这个九品高端的对手 不仅连连倒退而去 艾森威尔和珍妮健壮 迅速加入战团 请客之间 这片空间 顿时掀起一片狂风暴雨 与此同时 密进空间内 忍者之神快速地穿梭 在这片空间内 寻找着六大强者 和叶辰的踪影 他直接结印 开启了感知忍术 没过多久 他便是察觉到 西南方有着 大量的能量散逸而出 他身形一动 直接便是朝着 那个方向 飞奔而去 然而 等他到了那片区域之后 所看到的场景 让他顿时感觉 头皮发麻 只见空气中 弥漫着大量精血的味道 西方联盟 阿美利卡 师婆等国的强者们 尽数消失不见 唯有叶辰站在那里 而且 在叶辰不远处 他还看到了 被草屁剑刺穿头颅的 本田伴藏 不 忍者之神绝望低吼 便是打算飞升过去 将本田伴藏 和草屁剑取回来 可叶辰的速度 却是比他这个酒品还快 在他赶到之前 便是已经将草屁剑握在手中 这是我霓虹的镇国神器 还回来 忍者之神暴怒之下 周身爆发出 强烈的气静 让得头上发丝 都在不断狂舞 召唤出巨木牵手 同时朝着叶辰轰击而去 不过叶辰 却丝毫不慌 手中草屁剑飞速斩出 无尽的黑炎漫天弥漫 将那一双双木手斩断而去 哼 忍者之神再度结印 整片大地都在此时轰隆卷起 一棵棵参天大树 从地面拔地而起 锋利的树枝 宛如刀刃斑朝扎去 企图将叶辰彻底碾压几岁 不过叶辰 却是挥舞着草屁剑 忍者之神见自己的拿手绝技都困不住叶辰 竟是直接咬破手指 施展起了超强竞术 轰隆隆 煞事之间 整个秘境都在不断地颤抖 地面的上的石块碎屑 仿佛在此刻失去了引力一般 朝着半空中不断飞荡而去 随着时间的推移 最终竟是在半空中凝聚出一颗直径 足有数百米的巨大圆球 死吧 忍者之神再度低吼 额头轻轻抱起 指引着半空中的圆球朝着叶辰载砸落 那恐怖的威能 仿佛一颗小行星撞击地面一般 轰咔 陨石坠地 巨大的能量爆发出强烈的光芒 完全将秘境尽数笼罩 肉眼只能看见白茫茫的一片 整个空间也是在这种力量之下彻底崩碎 甚至连海平面都掀起百米巨浪 强光穿透海面 甚至让整个霓虹岛屿都感受到了比太阳还赤烈的光 百米巨浪拍击在霓虹岛屿之上 将周围的土地尽数淹没 无数泥红人哀嚎着被洪水冲走 忍者之神悬天于半空之中 气喘吁吁地站在那里 不断寻找着叶辰的身影 虽然尽数会消耗他相当大的灵力 但他却感觉这次比往常更加的疲惫 不过 能杀掉叶辰就是好的 这个计划也不算是失败 然而 忍者之神猛然察觉到身后出现强烈的危机 他有心想要躲闪 可因为疲累的身体终究慢了一步 草屉剑直接穿透了他的心脏 第161章 魔兽现世 忍者之神难以置信地回头看去 却是发现 叶辰面无表情地完好无损地站在他身后 手上拿着原本属于他们霓虹的镇国神器 甚至此时的草质剑 竟是捅在了他的身体之上 啊 为什么 忍者之神难以置信地低声难难 明明自己的禁术威力那般巨大 甚至将整个秘境都彻底摧毁 可却无法伤及叶辰一丝一毫 哪怕是九品中断强者 都无法做到这种程度 叶辰是怎么办到的 区区小说 也想要我叶辰的命 你也太高看自己了吧 忍者之神闻言 用力挣脱出去 运转灵力 封锁住心脏伤口 不让其再度流血 身为九品强者 生命力和其强大 仅仅只是捅破心脏 还不足以让他致命 与此同时 不远处正在激战的张云菊等人 也是看到了这边的情况 What 迈克瑟呢 看到叶辰的出现 艾森威尔瞳孔一缩 心中顿时升起不好的预感 而叶辰接下来的动作 却是坐实的他的想法 只见叶辰直接取出了师婆神像 卡洛斯之星圣剑等 一众镇国神器 这顿时让艾森威尔等人 一阵哀嚎 心脏钻心的剧痛 把师婆神像还我 将泰坦之锤和雅典娜之盾交给我 我们西方联盟 立刻退出这场纷争 而在众人心神涣散之际 之前一直被频频压制的张云菊 却是大举进攻 挥动零剑 直接朝着师婆大祭司斩去 扑刺 血液喷剑 师婆大祭司的半边身子 都直接被斩断 身负重创 师婆大祭司立刻惊骇飞退 如果再这样下去 他怕是 今天要彻底陨落在张云菊的剑下 而此刻的张云菊 则是越战越勇 美然狂舞之间 零剑再度斩出 珍妮面色一变 不敢应接 直接便是朝着外部暴退而去 他已经发现 这场争端的天平 已经逐渐朝着大下倾斜 如果此刻他再执迷不悟 怕是要彻底深陷泥潭 无法脱身 两大九品败走 艾森威尔不得已只能独占张云菊 他万万没想到 事情会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 即便是在此之前 设下了天罗帝王 最后却还是要功亏一篑 可现在 他却并不能轻易后退 他要维护阿美利卡的霸主形象 一旦退走 阿美利卡的世界地位定将不保 而且 他本人也将成为全世界强者的笑柄 更何况 眼下还有着诸多神器在此 只要自己打赢这一战 将所有神器尽数收回 那阿美利卡的实力 必将空前暴涨 那个时候 根本不需要再与霓虹 西方联盟 师婆等这些废物东西结盟 阿美利卡凭自身实力 就能压制整个蓝星 一念至此 艾森威尔竟是从体内 抽出一根大棒 棍棒挥舞之间 周围空间都片片碎裂 本命灵气 张云举目光微眯 没想到艾森威尔 竟然也拥有着本命灵气 而且 对方的本命灵气 十分的巨大 所谓一寸长一寸强 张云举顿时再度落入下风 而就在此时 一根利剑 却是从远处鬼魅般射来 艾森威尔心中一惊 直接回身 将大棒横在自己身前 下一刻 利剑与大棒 骤然碰撞在一起 哄 艾森威尔 只觉一股巨力传来 壮硕的身体 竟是在半空中 连翻了三四个跟头 这才狼狈地吻下身形 玄机目光骇然地 看向叶晨 叶晨的一剑 竟是将他堂堂九品 高段强者 轰退出十几米 你也有本命灵气 艾森威尔心中大惊 他自然能感受到 叶晨的那根利剑的强大之处 如果继续打下去 恐怕今天 自己也将彻底交代在这里 在死亡的威胁之下 艾森威尔毫不犹豫地选择撤退 跟生死相比 尊严显然不知一体 而亲眼目睹这一幕的忍者之神 竟是瞬间苍老了许多 他不断地喃喃自语 不断地问着为什么 原本无敌的多国联军 为什么会落得现在这个结局 就在他心中 几近崩溃的时候 波多野离乡 却是出现在了这片战场之中 离乡快走 危险 可波多野离乡 似乎没听见对方的话一般 竟是走到夜城身边 恭恭敬敬地朝夜城行礼 殷切地问道 主人 离乡的表现 您还满意吗 忍者之神瞳孔大震 难以置信地 指着自己的亲孙女道 离乡 你在干什么 波多野离乡却冷冷道 主人天下无敌 甚至连我的禁术 都能轻而易举地解除 从此以后 我波多野离乡 就是主人最忠实的奴仆 对了爷爷 这几天的寿司好吃吗 看着波多野离乡那 冷酷无情的脸庞 忍者之神 紧武心脏 身体无力地后退好几步 他终于明白 计划为何会失败 也终于明白 为什么自己今天 会感觉十分疲累 原来 他一直最信任的孙女 已经被禁术反噬 成为了大夏夜城 最忠诚的走狗 扑 一念至此 忍者之神 一口老血喷出 他难以接受 今天的全面溃败 难以接受霓虹 在他的手中 走向灭亡 他用尽全力地怒吼 整个身体 都在这一刻 爆发出强烈的金芒 宛如一颗小太阳一般 快撤 他要自爆了 张云举嘀吼一声 便是全速朝着外围 暴力而去 此刻 原本一些胆大的 在外围观战的舞者也是 疯狂地朝外围狂奔 一名酒品强者的自爆 丝毫不亚于何物 若是身处中心位置 即便是酒品 也要直接陨落 可夜城 却是不紧不慢地 挡在波多也离乡的面前 轰隆声不断在这片空间内 连续响起 经过了长达 半分钟之久才 渐渐平息 而随着忍者之神的自爆 所有的东西 都化为尘埃 哪怕是职业神格 也将自动破裂 爆炸之后 唯有夜城身后的 那一小块地方 完好无损 其他位置 尽数化为尘埃 可就在夜城 以为所有事情 已经全部结束的时候 整个霓虹岛屿 似乎都在此时 剧烈晃动起来 伴随着大地的晃动 一道惊天动地的魔兽嘶吼 骤然爆发开来 紧接着 一根恐怖到极致的巨大舌头 从地底轰然钻出 直插苍穹 而后 第二根 第三根 第四根 直到第八根舌头出现 整个天空 都开始阴云密布 电闪雷鸣 波多也离乡 看着远处的恐怖景象 顿时花容失色地道 不好主人 八 八旗大舌 四 似乎真的重生了 第162章 疯狂肆虐 夜城看向远处 那头在天地间 张牙舞爪的巨大魔兽 眉头不禁微微皱起 能量输送装置 不是已经切断了吗 怎么还会 让八旗大舌复苏 波多也离乡闻言 连忙解释道 虽然秘境中的 连接装置 被切断了 但刚才的九品大战 实在太激烈了 加上忍者之神的自爆 直接将八旗大舌 所需要的能量 灌满了 主人我们现在怎么办 就在这时 张云举和其他两位上书 也纷纷赶来 夜城 快走 传说这头魔兽的实力 可是与神明比肩 即便是现在刚刚苏醒 实力大打折扣 恐怕也至少是绝点水平 这种存在 不是我们能匹敌的 只能交给世界上 那几位绝点来出脸 夜城文言 也是微微点头 反正他现在 是在霓虹本土肆虐 他自然是没必要 帮霓虹驱赶这头魔兽 霓虹人 自己造的孽 还是自己偿还吧 就在夜城 和张云举等人说话之间 八旗大舌 已经开始了 他的狂暴杀戮 在那等恐怖的力量下 整个霓虹的 吸睛请客之间 就变成了废墟 无数吸睛人贴跌喊娘地 朝四面八方逃离而去 只是他们 终究是凡人之躯 逃跑的速度 又岂能比得了 上古魔兽破坏的速度 在蛇口中 不断喷出的火焰 冰霜 雷霆 暴风 洪水的多重打击之下 无疑幸免地全部死去 甚至有一些 霓虹强者想当英雄 朝着八旗大舌 奋勇地杀了过去 然而还没等冲到近前 便是被八旗大舌 一口吞入腹中 灾难范围 再不断地扩大 很快便辐射 到了霓虹全岛 绝望的霓虹人 想要逃跑 然而却是被大海阻隔 无法脱身 有些人 的确等待了轮船的来临 只不过 在登船的途中 早已经失去理智的人群 疯狂踩踏 又是死伤无数 可其他人根本 不管脚下伤者的身影 以及死者 逐渐冰冷的尸体 发疯一般朝着船舱冲去 然而 登上轮船的人 就能逃生了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霓虹本岛的海水都开始狂暴起来 有些巨浪甚至超过50米高 直接将那些游轮 全部拍进海里 散落一片 一时之间 整个霓虹周围的海水 都染成了新红之色 霓虹政府不断地朝外界发送 求援信息 通过新闻广播 短视频 直播等多种途径 来全程报道 当年霓虹所遭受的灾难 期待能够得到 其他国家的同情和帮助 然而 霓虹的求救信息 发出去的不少 但收到的回应 却是少得可怜 霓虹之前 高达数百次的 核污水排海 以及向其他国家 肆意传播核污染 核辐射的行为 让他们 在国际上的形象地位 一降再降 等到现如今 出现了国难级别的危机时 却没有任何国家 愿意施以援手 霓虹政府 痛斥其他国家 见死不救 毫无人性 只是这个时候 根本没有人愿意 搭理他们 不少国家纷纷表示 八旗大蛇 是你们自己弄出来的 自然要由你们自己解决 虽然大家都不管不顾 可世界上的那几位 绝颠强者 却是在第一时间 投下神时 关注着八旗大蛇的 一举一动 大夏的龙华宫 一位苍老的身影 缓缓睁开眼眸 直接投射出去 高达百丈的虚影 屹立在天地之间 远远地看向霓虹方向 毛熊克林姆宫 沙皇手握权杖 直接在其面前 出现了一道全息影像 画面正是霓虹本土 阿美利卡黑宫 总统拜普 展开强大的神石 朝着东方摇摇看去 这些站在蓝星 最巅峰的强者 虽然都在关注着 事态的发展 和八旗大蛇的动向 但却没有一人 率先出手 因为他们都知道 这头八旗大蛇 并不好对付 实力至少 也是跟他们相差无几 若是出手 虽然可能灭掉 刚刚苏醒的八旗大蛇 但自己 恐怕也会元气大伤 到那个时候 怕是其他对手 必将蠢蠢欲动 现在世界的格局 虽然风起云涌 但最顶层的力量 却是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下 一旦打破这个平衡 恐怕就会掀起 真正的世界大战 大家谁也不敢冒这个风险 唯有静静地等待事态的变化 八旗大蛇 还在霓虹本土 继续肆虐着 仅仅只用了十天时间 八旗大蛇 便是将霓虹本土的霓虹人 灭杀了十之七八 仅剩的两成人口 躲在了偏远地区 或者是防空洞内 这才逃过一劫 不过他们的危机 还远远没有结束 甚至仅仅只是刚刚开始 尤其海水倒灌 几乎整个霓虹岛的土地 全部被和污水污染 几乎再难以种植出健康的粮食 各种牲畜动物几乎全部灭绝 工业厂房全部坍塌报废 整个霓虹想要再次恢复到之前的景象 恐怕百八十年都够强 甚至霓虹人能不能延续到那个时候 都是个问题 现在的霓虹考虑的 不是如何过好 而是如何活着 不过八旗大蛇 在霓虹岛肆虐了十周夜后 似乎已经厌倦了这片史一般的土地 开始走下海水 似乎准备探索其他区域 而他目前正朝着大夏的方向游去 八旗大蛇的这一举动 让毛熊和阿美丽卡松了一口气 却是让大夏开始紧张起来 那位龙华工的老者也是 在此刻更加专注地看向东面 一旦八旗大蛇不改变方向 临近大夏本土 那他也不得不出手了 此刻东北行省更是严阵一带 胡万里 陈明武等人 包括所有六平以上强者 进阶临时征兆回归抗魔军 张云菊等三大九品也坐镇东北边疆 随时准备迎击八旗大蛇 而知道八旗大蛇已经离开的霓虹人 不禁纷纷跳出来幸灾乐祸 诅咒大夏一定会比霓虹更惨 大夏所有人都将会被八旗大蛇屠戮殆尽 而且还开始自我安慰和洗脑 认为八旗大蛇没有将所有霓虹人全部杀死 已经是对霓虹人的仁慈 对待其他国家一定会更加的残暴 甚至认为八旗大蛇会帮助霓虹 称霸世界成为蓝星的绝对霸主 第163章 全球直播 对于霓虹人的脑残言论 大家自然是懒得搭理 不过八旗大蛇正朝着大夏的东北行省逼近 却是不争的事实 而根据专家预测的登陆地点来看 最先抵达的大中型城市是江城 之后便是春城 这自然更加剧了两座城市居民的恐慌 虽然政府已经三番五次地传达了安抚百姓的公告 可依然无法抹平众人心中的惊恐 几天时间已经有不少人背井离乡 离开这里南下逃亡到其他城市 对于这一点 叶臣倒是也能理解 毕竟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 但抗魔军已经做好了一级战斗准备 不仅是武者部队 甚至导弹部队也纷纷抵达了指定地点 做好了随时发射的准备 而在有些导弹中甚至安装了核弹头 对于八旗大蛇这种上古魔物来说 常规武器恐怕根本无法对其造成伤害 只要使用大杀器才行 只是现代的热武器 对于中低品武者可能还有用处 低品武者使用普通的枪械就能杀死 而中品武者要稍微麻烦一些 但大炮和常规导弹也依旧能对其造成杀伤 可一旦踏入高品 热武器的威力对于这些强者来说 就收效甚微了 七品可能还有一定概率杀死 可踏入八品的金身禁武者 尤其是锻造过金身的强者 几乎没可能被常规热武器杀死 核弹倒是能杀死八品乃至九品强者 但那也仅仅只是最核心的高温地带才行 可高品武者都不是傻子 肯定不可能站在那里硬扛核弹 至于到了真正的绝颠级别 那可真就是当时无敌的存在了 每一位都是超级大国的最强一仗 只要有他们在 其他国家就不敢轻易对其发动大范围战争 因为绝颠实在太难杀死了 即便是两大绝颠共同挑战一位绝颠 也很难将对方杀死 而无法做到击杀绝颠 那就要承受对方无休止的报复 这是任何国家都无法承受的 这也是蓝星至今为止 依旧能维持在一个微妙平衡中的根本原因 所以现在掏出核武器来准备打击八旗大蛇 只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目前八旗大蛇的杀伤力堪比绝颠 而其身为上古魔兽 防御力恐怕还要在绝颠之上 这绝对是现代人类所面临的最强挑战 可现在蓝星上的每一位绝颠都个怀心思 都想让八旗大蛇先消耗一下对手的实力 然后再看情况坐收渔翁之力 所以大家都在观望 都不想第一个出手 时间随着一分一秒的过去 整个大蛇的压力也是在不断地攀升 全世界都在关注着这里的一举一动 不仅仅是东北行省 其他行省也已经一级战备 随时做好应对外敌趁乱入侵 和支援东北行省的作战任务 而此时的夜城 依然在废弃的魔窟中刷怪 使用乾坤一击击杀目标 永久获得力量加三 敏捷加三 使用乾坤一击击杀目标 永久获得力量加三 敏捷加三 准确地说 自从霓虹回来 夜城便是一颗不停地刷怪 他早就在心中假想过 如果这种超级魔兽 侵入到自己家园的话 该如何应对 如果没有实力的话 他的确也只能跑 或者听天由命 而现在 他有掌控自己命运的能力 那自然不会任由这个孽雏乱来 城主 八旗大蛇已经临近我大下疆域 三个小时之后 就会踏入我东北行省边境地区 知道了 听着夏冬在耳机里的汇报 夜城射死最后一只小怪后 缓缓地收起了长弓 这段时间虽然一直在魔窟之中 但外界的情况 他却是一清二楚 他早就命令过夏冬 用任何情报 都要在第一时间通知到他 而现在 是该他出发的时候了 夜城走出魔窟 看了眼 自己现在积累的属性 力量 210-2992 敏捷 200-1003 夜城满意地点点头 这段时间又积累了50多万的属性 力量和敏捷已经双双突破到了200万大关 他先是回到了家里 父母和程思雨都在等他 丰盛的饭菜已经做好 大家坐在餐桌旁开始吃饭 可能是因为目前情况危急 就连一向愿意唠叨的老妈都没说两句话 吃完饭后 夜城放下筷子 准备出门 身后 林彩霞道 小陈 你一定要去吗 没等夜城回答 夜开城却道 儿子现在是大人物了 有自己的使命和责任 他用力吸了一口烟 又道 儿子你去吧 不用担心我们 我会保护好你妈 夜城微微点头 走出家门 程思雨跟了出来 帮夜城整理了下衣服上的褶皱 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然后轻轻与他一吻 最后默默地站在了旁边 夜城一塌地面 百游马路都军列开刀刀裂缝 他的身形暴起 朝着东面飞掠而去 此时大厦的东部海域 已经是巨浪滔天 天空上阴云密布 雷霆闪闪 将阳光完全遮蔽 俨然一副漠视景象 方圆百里之内 只有数十架无人机在周围盘旋 将实时画面传递到世界各地 就在这个时候 众人发现在某些直播画面中 有一个黑点批波踏浪 从外围的边缘 高速朝八旗大蛇逼近 这一幕 不仅吸引了世界各国 所有观众的眼球 也吸引了世界上 那几位绝颠的注意 原本准备发射的导弹大炮 也是因为这一变故 暂缓发射 世界各国的所有人 都在一轮纷纷 哦天啊 那是谁 竟然胆胆靠近八旗大蛇 是大厦的绝颠强者吗 看起来是个年轻人 这胆子也太大了 估计他马上就会被 八旗大蛇杀死的 下辈子投胎 不要这么莽撞了 八旗大蛇 你是我霓虹的神兽 继续向着大厦进发吧 让他们也尝一尝你的厉害 闭嘴上面的霓虹狗 就是因为你们 才害得世界遭受灾难 随着夜城越来越接近 八旗大蛇 世界各大直播频道中的消息 瞬间刷屏 每一秒都是999家的弹幕量 第164章 绝颠之战 而此时 几大绝颠强者 都是散发出更加强大的神石 想要看清这片区域的每一个细节 他们也没有想到 第一个出手的 不是他们几位中的一个 而是一名大厦年轻人 龙华宫的那位老者 面露凝重 虽然他没见过夜城 可是却听说过他的事迹 此子战绩不俗 但闯出的祸端也是不少 不过总体而言 是大厦这一代 最为杰出的天才人物 这样的人物 他自然不想让其太早陨落 当即对夜城传音道 你不是他的对手 速速离去 站在翻腾的巨浪之上 夜城看向了半空中 那道伟岸的虚影 虽然不知道对方是谁 但肯定是一位大人物 只是他并没有理会 对方的劝告 而是继续大踏步地 朝八旗大蛇走去 而此时的八旗大蛇 也是注意到了 眼前这位渺小的人类 张牙舞爪地 朝夜城踏坡来 这小子 龙华宫的那位老者 眉头微微一皱 他没想到 夜城竟是连他的话 都当作了耳旁风 他已经不知道 有多少年没见过 有人胆敢违抗他的意志了 旋即身影一闪 直接从龙华宫中消失 下一刻 已经来到了 东北行省的海岸线附近 在这样的变故之下 他可能不得不提前出手了 同时他也已经想好 倘若这头八旗大蛇 真的难以对付 那他便将其往 毛雄和阿美利卡的方向引 迫使两国的绝颠 也不得不与其 共同对抗这头魔兽 当然 他们两国的绝颠也不傻 肯定不会轻易就范 到那时 整个世界必将更加混乱 事情也朝着 不可控的方向逐渐发展 但如今情况紧迫 他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而与此同时 叶晨已经拿出后翼弓 张弓搭剑 目光死死地锁定 不断扑来的八旗大蛇 不知为何 虽然眼前的人类 看起来十分弱小 但却是让他感受到了 强烈的危机 尤其是那张火焰长弓 更是让他感受到了 莫名的危压 死 八旗大蛇嘶吼声中 加速朝着叶晨冲了过来 周围的海水 顿时掀起高达百米的滔天巨浪 然而 叶晨却是并没有因此而有任何动作 他依旧保持着拉弓的姿态 任由狂猛的海水 冲击着自己的身体 见此情景 全球的直播间内的弹幕 再度疯狂刷屏 这家伙在干什么 难道是吓傻了吗 哦我的上帝 救救这个可怜的孩子吧 八旗大蛇给我冲 杀死这个大吓的蝼蚁 他想用剑射杀八旗大蛇 做梦了吧 伴随着弹幕的刷屏 极大决定的神识关注 保持拉弓数息时间的叶晨 箭矢劈开巨浪带起狂猛的水龙卷 朝着八旗大蛇其中一个头颅射去 动 这道响彻天际的沉闷打击声音 甚至扩散到了小半个星球 而这一剑也是正中八旗大蛇的眼睛 伴随着一声哀鸣 一捧黑鞋 直接从蛇眼中飙射出来 看到这个画面 世界各大直播间中 刷屏的弹幕为之一致 整个世界仿佛突然停电了一般 再也没有一条弹幕发出 整整持续了数秒后 直播间的弹幕便是更加疯狂的刷屏 一瞬间几乎将全球所有服务器都干冒烟了 直播间都出现了明显的卡顿 Oh my God 我看到了什么 他竟然伤到了八旗大蛇 大夏什么时候 又出现了一位这么年轻的超级强者 这也太牛逼了吧 我愿称他为世界第一射手 太牛逼了 难道他就是救世主 先别得意 我们霓虹的神兽 不会就这么轻易地倒下 承受八旗大蛇的怒火吧 不仅直播间的观众疯狂了 就连几大绝颠也为之错愕 都没想到 眼前的这位大夏少年 竟是能爆发出不弱于绝颠的杀伤力 即便是他们出手 也不一定能做到一击重创八旗大蛇 当然这里面也有八旗大蛇轻敌的原因在里面 只是这场战斗才刚刚开始 八旗大蛇有着八个头颅 八双眼睛 只是伤其一眼 根本不会对这种魔兽产生任何影响 反而还会使其更加暴怒 而结果自然也跟几位绝颠推测的相差无几 暴怒的八旗大蛇甩起八条尾巴中的一条 带着无尽的浪涛将夜沉直接拍进大海之中 全世界的观众也是第一次直观感受到 八旗大蛇的暴怒一击 整个海平面宛如陨石撞击一般 直接炸起一片狂暴的水浪 威力之强 所有靠近此处的无人机 全都被建设出去的水雾 瞬间拍成了机粉 许多直播间的画音因此中断 在连接上的时候 拍摄的画面却是比之前远上许多 根本不敢再靠近拍摄 那个大下舞者呢 死了吗 这还用问 谁能在那种攻击之下存活啊 可惜了一位如此优秀的天骄 哈哈 你们这群垃圾 见识到我霓虹神兽的可怕了吗 伴随着直播间弹幕的疯狂刷屏 一只利剑 默然从海底骤然射出 动 再度一声巨响 八旗大蛇另外一个头颅的眼睛被射穿 卧槽 那个勇者没死 他还活着 他竟然还能在海底进行反击 还能用箭矢重创八旗大蛇 我的泰娜 这还是人类吗 难道他也是绝颠强者吗 而与此同时 连续遭受两次重创的八旗大蛇 却是彻底暴走 八个头颅 八条尾巴并用 不断地拍击着周围的所有海域 在这种无差别的攻击之上 叶尘也是再度飞出海面 当八旗大蛇看到叶尘后 再度疯狂地嘶吼一声 三张蛇嘴大大的张开 分别凝聚出一个火球 一个冰球 以及一个雷球 当三大元素球 凝聚到了极点后 直接便是从八旗大蛇的口中 暴射而出 三个恐怖的能量球 在叶尘的落脚点轰然炸裂 三种元素互相撞击之下 爆发出了汉天动地的威力 轰隆隆隆隆隆 这种恐怖的能量 竟是直接让海平面的半空 出现了一个虚空黑洞 无数人在屏幕前张大了嘴巴 内心久久无法平复 第165章 大蛇之怒 完了 这种恐怖的力量 就算是绝点强者 也得陨落吧 八旗大蛇太强大了 根本不是我们人类所能抗衡的 可惜了那位勇士 其实他已经很厉害了 只是可惜对手 是八旗大蛇 哈哈 这就是我霓虹的神兽啊 愚蠢的人类们 向我们霓虹的神兽臣服吧 见此一幕 不仅全世界的网友们震撼不已 就连几位绝点的心绪 也出现了波动 如果他们自己被刚才那一击正面击中 恐怕也是要身负重伤 虽然不至于生死 但也需要耗费大量的灵力 来重塑肉身 如果持续的这般损耗下去 即便是绝点强者 也会最终立即而死 这也是他们不愿意 第一个出手的原因 绝点境界的强者生命力 和防御力都极为强大 几乎不可能短时间内杀死 双方之间的战斗 其实比拼的就是一个耐力 谁先把对手的耐力耗尽 谁就能获得最终胜利 当然 绝点强者的耐力 也并不是那么容易耗尽的 如果是你死我活的大战 一般也要打上好几个昼夜 方才能真正地奋出胜负 所以 绝点强者之间 都尽量避免与对方发生大战 除非是有着必胜的把握 而就在此时 一根箭矢 竟是从黑洞中默然射出 朝着不远处 那头八旗大蛇第三双眼睛射去 动 又是一声震聋发聩的巨响 八旗大蛇第三颗脑袋 都是一个裂剪 伴随着八旗大蛇的哀鸣 又是爆发出了一捧黑色血雾 那黑血飘落进海水 竟是直接将周围的海水 全部染成了墨色 紧接着 在所有人目光的注视下 夜沉从不断修复的黑洞中 一步踏出 再次凌空站在了半空之中 看到这一幕 全世界都是再度沉默了 他没死 他还活着 他甚至又伤到了八旗大蛇的一只眼睛 这已经是八旗大蛇的第三次受伤 而这位勇士似乎依旧完好无损 哦天啊 真的有人能在那种攻击之下存活吗 这真的是绝颠强者啊 一定是 如果不是绝颠强者 怎么可能有这般恐怖的战力 好年轻的绝颠强者 大家这次真的崛起来啊 夜沉从黑洞中走出的那一刻 沙皇竟是从皇位上直接站起 阿美利卡的总统拜普 也是握紧了手中的权杖 以眼前这个年轻人目前的表现来看 的确有可能是绝颠强者 也唯有绝颠强者 才能拥有如此惊人且迅速的恢复能力 只是他的这种恢复力 究竟能持续多久 这是一个问题 只要他的耐力消耗殆尽 那也就到了他的陨落时刻 就在他们思索之间 场中的夜沉 已经开始围绕着八旗大蛇狂奔起来 随着他在半空中的奔跑速度和距离的增加 他的身形竟是开始变得模糊起来 夜沉不断上下翻飞 在八旗大蛇眼中 就仿佛是一只骚扰他的小蚊子 而且 这只蚊子的杀伤力相当强大 甚至可以重创他的要害 八旗大蛇 当然不会容许夜沉在他的面前 长时间地飞舞 抬起巨大的尾巴 便是朝着夜沉抽击过去 狂猛的力量 竟是直接将空间都抽得碎裂开来 然而 还没等他的尾巴扫到夜沉 却是仿佛触碰到了空间内的某个机关 砰的一声 他的一条长尾近视 直接被冰冻在了半空之中 八旗大蛇恼怒地嘶吼 再次抬起第二根尾巴扫去 结果又是触发了 夜沉隐藏在虚空中另外一道陷阱 同样直接被冰封而去 砰砰砰砰 随着八旗大蛇八只头颅八条尾巴不断扭动 接二连三地被冰霜陷阱冻结在半空之中 远远看去 宛如是一个被定在虚空中的巨大标本 夜沉趁此机会 连续三箭飞速射出 又是将另外三个头颅的眼睛 炸得血流如注 越来越多的黑血 从八旗大蛇体表流出 将大海侵染地漆黑如墨 就像是沥青一般 接连五只眼睛被射瞎 八旗大蛇疯狂思鸣 巨口中的蛇性都吐出老长 而伴随着八旗大蛇的动作 整个天空上的黑云变得更加乌黑 滴滴地压在海平面上 仿佛天地都要在此刻压缩在一起 如果手臂粗细的雷霆 蜿蜒活跃在云层之中 仿佛一条条雷霆巨蛇 下方墨色的海水 伴随着八旗大蛇的斯鸣 掀起惊涛海浪 整个空间的阳光 完全被吞没殆尽 比午夜还要黑暗数倍 几乎到了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步 别说是身临其境 哪怕是看着直播画面的世界网友 也是在此刻 惊出了一身冷汗 我的天 这是世界末日了吗 我还不想死啊 该死的霓虹人 竟然敢放出这么可怕的魔兽 真是把他们全杀了 都不解恨 哈哈 你们这帮蠢货 能在我们霓虹神兽的攻击下 存活下来再说吧 如果我能有幸躲过这场灾难 我一定号召全世界 杀进这群霓虹狗 没有霓虹人的世界 才是真正的和谐世界 就在所有人议论之间 八旗大蛇的下一轮攻击开始了 只见乌云压顶的天空上 积累到极点的闪电 如暴雨般轰然砸下 整个区域仿佛瞬间化成了狂雷炼雨 下方的海水被轰击的掀起无数巨浪 就在这一刻 海面与天空仿佛真正的融合 成为了混沌体 而在这片混沌体内 所有的一切都将被彻底泯灭 即便是距离最远的无人机 也是在寝客间化为机粉 让全世界所有直播间的信号全部中断 可直播间内的弹幕 却是一刻都没有停止过 所有人都在努力地表达着自己的震惊和无措 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排解掉一些惊恐 我没有下过地狱 可我刚才却感受过了地狱的可怕 刚才那个恐怖的场面 真的是在我们这个世界发生的吗 这已经让我终生难忘 如果我今后还能活着的话 对不起各位 本不想恶心大家 但我真的大小便失禁了 第166章 黑光冲击 全球的媒体公司再度派出新一批的无人机 敢试发海域 之前他们还打算启动全球卫星 只是卫星的画面根本什么都看不见 只能看到在霓虹和大厦中间更靠近大厦这边的一大片海域上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黑洞 而在那片黑洞中发生了什么 卫星的影像根本就无法捕捉到 不仅仅是媒体公司 全球各国都派出了自身的最强军用无人机 沿着四面八方朝着那片黑洞探索而去 等这些无人机终于到达边缘位置的时候 却是不敢再向前踏入分喉 因为那片区域现在依旧狂雷呼啸 天水几乎连接在了一起 仅仅只是从外面朝里面看去 就已经感受到了恐怖的压迫感 普通人进入其中 恐怕是连一秒都活不下去 就会被狂暴的能量拍成激粉 就连大夏 毛熊 阿美利卡的三大决颠 此刻都是按捺不住的清零现场 三大强者呈现三角态势 摇摇看向那片海域 他们也没有想到 八旗大蛇刚刚复苏就能施展出这般恐怖的领域 就算是他们贸然进入这片领域 也会承受不小的代价和压力 倘若在这片领域中与八旗大蛇战斗 他们的力量会消耗得特别快 怕是用不了半天时间就会精疲力竭 无法再战 那位龙华公的老者 有心想要冲入领域中去帮助叶晨 可若如此 毛熊和阿美利卡两大决颠 也许会趁机加入战团 他们加入自然不会是来帮忙的 而是想趁机消耗大蛇的巅峰力量 毕竟大蛇现在 又出现了一位疑似绝颠的年轻强者 这让他们不得不忌惮万分 现如今的世界 再出现任何一位绝颠 都将会打破现有平衡 世界格局终将发生巨大变化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 中央核心地带的黑云 也是逐渐地缓缓散去 这一刻 所有人都瞪大了双眼 想要看看 此时的核心地带 到底变成了什么状况 而随着无人机的不断推进 那头巨大无比的魔兽身影 率先出现在了众人的视野之中 紧接着 众人便是发现在那道庞然大雾面前 不远处 依旧有着一道人影 静静地悬浮在半空之中 一人一蛇 仿佛经过了一场激烈的交锋后 进入到了中场休息对峙状态 哦 我的上帝啊 那位来自东方大国的勇士 竟然依旧健在 能跟八旗大蛇 在那种恶劣的环境下 交战两个多小时 这简直不可思议 你们说他是绝颠强者 我倒是觉得他已经超越了绝颠 至少防御力已经远超绝颠 上面那个兄弟说的在里 你们没看旁边的三大绝颠 都不敢轻易入内吗 卧槽 你们快看 八旗大蛇的身上 似乎受到了不小的创伤啊 随着镜头的进一步拉近 大家也终于看清了更多的细节 只见此刻的八旗大蛇 蛇童的光泽已经暗淡下来 巨大蛇身上的鳞片上 出现了密密麻麻的伤口 大量的黑血从鳞片间不断涌出 将整个身体都尽数覆盖 而此时的夜城 则是静静地悬浮在半空中 左手握着后翼弓 右手则是拿着草制剑 他刚才用目前拥有的各种神器 与八旗大蛇搏杀 发现草剃剑似乎对八旗大蛇 有着极为强烈的克制效果 在草制剑的面前 他的那一身鳞片铠甲 似乎像是纸糊的一般 一切就裂 而八旗大蛇似乎也唤起了 他对于这把神器的恐惧 不敢再用近身攻击 去与夜城缠斗 如果换作别人拿着这把神器 八旗大蛇早就将那人干掉 然后将这柄草制剑据为己有 然而 他面对眼前这个渺小的人类 他现在却生起了胆怯之意 因为他意识到 无论使用何种手段 都无法伤到对方分厚 这让他不属于人类灵智的大脑 此刻都陷入了迷茫状态 然而 八旗大蛇不敢再次主动进攻 可夜城却并不打算就此作罢 他脚下凌空一踏 身形再度朝着八旗大蛇猛冲而去 手中的草剔剑 直指对方的蛇童要害 八旗大蛇也感受到了强烈的危机 立刻再度甩尾 打算将夜城轰飞出去 可这次夜城却在半空中突然消失 再次出现的时候 却已经来到了对方尾巴的侧面 旋即对准蛇尾 挥剑狠狠砍去 草剑上 骤然爆发出 足有数丈长短的黑岩剑芒 刷的一声 便是将八旗大蛇的一条尾巴 齐根斩断 这一幕 再度让全球网友集体高潮 纷纷高呼救世主的名字 不断地送上赞美的话语 他一定是耶稣转世 这是如来佛祖 赞美救世主 我接下来的余生 愿意成为他最忠实的奴仆 我要把他供奉起来 每日三炷香的叩拜 那是我们霓虹的神器 还给我们 闭嘴楼上的霓虹狗 明天就组织正义之师 去霓虹杀光你们 随着互联网赞美夜城 和痛斥霓虹的弹幕 夜城不断地挥舞着草之剑 将八旗大蛇的八条尾巴 尽数斩断 八旗大蛇狂撕不止 竟是直接潜入到了深海之中 此时的海水漆黑如墨 根本无法看清下方的任何事物 而就在夜城打算 同样潜入海底时 在脚底之下 骤然爆发出惊天水浪 八旗大蛇的八个脑袋 并拢在一起 宛如重锤般 将夜城砸向高空 紧接着 八旗大蛇的八张大嘴 全部张大到了极致 一缕缕的黑色能量 不断从其口中喷不而出 在其头顶上方 凝聚成一枚漆黑圆球 随着能量的聚集 那颗漆黑能量球 越聚越大 最终竟是凝聚成一枚 比它自身 还要大上十余倍的恐怖黑球 任谁见了 都丝毫不会怀疑 这个能量球 若是直接爆开 将会产生数以万计的 核弹爆破总和的杀伤力 此时 八旗大蛇的瞳孔中 闪烁着疯狂的光芒 死死地盯着半空中 全球的上方骤然破裂 一道黑色的冲击波 骤然直插苍穹 甚至将上方的黑云 都尽数毁灭 第167章 惊世一剑 哗哗哗哗 狂暴的能量 不断朝着苍穹疯狂倾斜 那恐怖的黑色光柱 即便是西方诸国 也能清晰可见 所有人在这道 黑色能量冲击波之下 再度陷入了一片死寂 跟这道攻击相比 之前八旗大蛇 所展现出来的所有攻击 都简直弱爆了 网友们丝毫不怀疑 即便是此刻 从外太空飞来一颗 足以毁灭地球生物的小行星 也将在这道 黑色冲击波下 彻底泯灭 化成鸡粉 众人心中 不禁有一个疑问 在如此强大的冲击波下 那位勇士 那位全世界的救世主 还能有生还的可能吗 时间在一分一秒的过去 所有人都在祈祷着 有奇迹发生 哪怕是八旗大蛇 也在此刻安静地凝视着苍穹 仿佛在等待着最后的答案 即便是几位决颠 此刻也是沉默不语 八旗大蛇的强大 甚至还远超他们的想象 尤其是最后的这一击 如果换作是他们的话 恐怕此刻也是凶多吉少 毛熊沙皇和阿美利卡总统 此刻的心情也是百感交集 他们庆幸 从此少了一个强大的对手 失落的是 八旗大蛇依然没有得到解决 他依旧会肆虐全世界 谁也不知道 当八旗大蛇恢复元气之后 下一个遭受灾难的 会是哪一个国家 究竟是继续僵持 还是出手与其殊死一搏 哪位决颠的心中都没有定论 毕竟人心叵测 没有谁愿意成为别人的垫脚石 和牺牲品 然而 就在全世界都处于一个 沉默的状态之中时 一根火焰箭矢 从天外以一种难以形容的超高速度 朝着地面冲击而来 那等冲击力 丝毫不弱于一颗陨石下落的撞击速度 箭矢拖着长长的彗尾 携带着无可匹敌的速度和力量 不断地冲击而下 在高速下落的箭头下方 形成了一道弧形的高压气场 刷 箭矢未到 恐怖的威压已经骤然降临 八旗大蛇似乎感受到了强烈的死亡气息 八条巨大的头颅 张牙舞爪的不断乱舞 仿佛想要进行某种垂死挣扎 而临近此地的三大绝颠 感受到来自天外的 那等恐怖气息之下 眼眸之中也是浮现出一抹恐惧之色 作为顶级强者 他们的心中 同时生起了一种强烈的预感 现在不走 就要给八旗大蛇陪葬 撤 龙华宫的那位老者立刻飞退 毛熊沙皇直接召唤出一面传送门 身形极为狼狈地钻了进去 阿美利卡总统拜普 慌忙顿入虚空 转眼消失不见 而就在三大顶级强者消失的下一刹那 那根火焰箭矢轰软然砸下 四周强大的空气威压 直接将海水逼退 形成了一道半径十数公里的真控地带 甚至下方已经露出了海沟全貌 火焰箭矢直接插入八旗大蛇的身体之中 巨大的惯性将八旗大蛇的身躯 狠狠地撞击在海沟的岩层之上 光 从八旗大蛇的体内 爆发出了道道耀眼至极的光线 几乎在一瞬间 让半个蓝星都笼罩在了白芒之中 超过一多半的国家在此刻骤然断电 全球都感觉到了剧烈的震战之感 甚至霓虹的樱花山都开始剧烈地喷发起来 无数的滚滚岩浆喷溅流淌出来 朝着四面八方不断地蔓延 浓烈的火山灰最终竟是将几乎一半的霓虹本土覆盖 让剩余的霓虹人再次体会了一把世界末日的感觉 当然这是后话 当能量彻底宣泄之后 海水这才开始不断倒灌 将那半圆的真空不断地填满 伴随着瓢泼大雨 新一批的无人机飞临此地 而在下方狂狼怒涛的海水中 漂浮着被炸得支离破碎 奄奄一息的八旗大蛇 无数的无人机不断盘旋在这片海域的上空 将这片海域的近距离影像 快速地传递到全世界的互联网 无数的网友瞪大眼睛 难以相信这是真实画面 众人在震惊感叹的同时 纷纷截图留念 这种近距离的高清魔兽影像可是绝无仅有 下方的八旗大蛇似乎感觉那平平的闪光灯 是对他尊严的侮辱 尤其是看到此刻 那到从天而降刻骨铭心的人类身影 他哀鸣一声 巨大的蛇身之中再度爆发出强烈的能量光芒 再度一阵巨响之后 八旗大蛇竟是直接自爆 在将自身彻底解构的同时 也将上方的所有无人机全部摧毁 夜晨看到 在八旗大蛇自爆的区域内 升腾起一股黑色的能量气体 这些能量气体在半空中不断盘旋 仿佛与虚空中逐渐的融为一体 与此同时 三大绝颠强者再度降临此地 看着已经消失无踪的八旗大蛇 三位的瞳孔中皆是带着震撼之色 沙皇率先朝夜晨微微躬身 开口道 尊敬的夜晨先生 我 毛雄沙皇 菲尔四世 向您问好 紧接着 阿美利卡总统也恭敬道 尊敬的夜晨先生 我阿美利卡总统拜普 瞻仰您的荣光 眼前这位年轻人 他们在此之前从未放过眼里 可现在这位 是斩杀了八旗大蛇的超级强者 目前来看 夜晨的战力 至少是与他们齐平 甚至是略有超越 最为重要的一点是 他能斩杀绝颠强者 而仅凭这一战绩 他就足以让在场的两位绝颠 忌惮不已 我以沙皇的名义启示 从此以后 我毛雄将是大夏最忠诚的盟友 我以阿美利卡总统的名义保证 我们阿美利卡今后将与大夏携手 共同抗击来自摩库的危险 那位龙华公的老者文言 不由地看向眼前的这位年轻人 没想到 凭借着他的一己之力 竟是让毛雄和阿美利卡 两大超级强国 向大夏抛出橄榄枝 甚至是有些讨好的意味 这在此之前 是绝对难以想象的事情 他也意识到 经此一战 现有的世界格局已经被打破 因为夜晨的强势崛起 大夏已经彻底地挣脱了 来自各个势力的封锁 成为了这片蓝星的新霸主 第168章 一方诸侯 与此同时 夜晨的脑海中 响起了系统提示音 丁 恭喜首杀上古魔兽 随机抽取三种奖励 丁 获得A级奖励九品 灵财龙灵木 丁 获得S级奖励乾坤一击等级加一 丁 获得SSS级奖励 神纪三头六臂 夜晨文言心中一喜 没想到击杀八旗大蛇 还能获得系统奖励 而且 这次抽出的奖励 也非常不错 很符合他的胃口 他发现 随着自己的修为提升 每次所抽出的奖励 也是越来越好 甚至连九级灵财 也仅仅只是A级奖励 而S级奖励 则是让乾坤一击 又提升了一级 这显然更加的符合夜晨的心意 要知道 单单提升了 这一级的乾坤一击 自己积累属性的速度 就能比之前 提升了20%有余 至于最后的神纪三头六臂 那就更香了 几乎相当于 让自己的战力提升了两倍 施展了这个技能 他可以一边使用后翼弓射剑 一边还能使用其他神器 进行攻击 可以说是360度 无死角的攻击手段 当然 这个前提 是自己的灵力和精神力足够高 能够支撑自己维持状态 毕竟神技虽好 但那等消耗 也是无比的巨大 刚才击杀八七大蛇 所施展的神技落日 几乎让他的灵力和精神力 双双见底 现在 如果再让他施展一次 那他肯定是施展不出来了 当然 在外人面前 他自然不会露窃 而面对毛雄沙皇 和阿美利卡总统的示好 他也仅仅只是 微微点头 他自然知道这两个家伙 并不是什么好人 也肯定不是真心实意的臣服 如果可能的话 他们巴不得 自己刚才 会在八七大蛇的一战中陨落 所以 自己自然也就没有必要 跟他们太过客气 显得高冷一点 还能让对手更为的忌惮 想要让对手尊重自己 靠的 从来不是礼仪和礼貌 靠的是 实打实的战力 旋即 叶成二话不说 便是朝着东北行省 回归而去 而沙皇和拜仆 果然也并没因此表现出什么 与龙华宫的那位老者 寒暄了几句后 便是直接离开了 很快的 叶成击杀了八七大蛇的消息 在整个世界 开始疯狂地传播起来 几乎所有人都将叶成是 做救世主 是整个蓝星的第一强者 当然 这种论调 也很快遭到了 西方各路媒体的质疑 认为叶成只不过是出手最早 如果换做其他决颠 也能斩杀八七大蛇 这种论调 有人买账 也有人不买账 持有不同观点的 双方在网络上 开始激烈地骂战起来 虽然最终也骂不出什么结果 不过却是让叶成在全球 尤其是在西方国家的声望 明显降低了 叶成自然是不会理会这种东西 这只不过是西方国家 惯用的洗脑伎俩罢了 只是这个世界很现实 嘴炮也仅仅只能掩盖一时 唯有真正的实力 才是永恒的真理 现在毛雄的沙皇 阿美利卡的总统 以及西方联盟等 各个强大势力 还对割据一方有着一种幻想 而当自己的实力强大到让他们 感到畏惧的时候 那他们自然就会彻底地臣服 他相信这一天 绝对不会太过遥远 叶成回到江城 所有人都在等待着他的回归 林彩霞抱着叶开诚 忍不住地低声哭泣 叶开诚淡定地安慰着 并且朝叶成竖了个大拇指 只是那微微颤抖的手掌 却是预示着他的内心并不平静 敬礼 夏冬一声令下 手下的抗魔军们 齐刷刷地朝叶成敬礼 这是抗魔军的最高礼节 而后 张云菊等三大尚书走了过来 此时三人看向叶成的眼神 都有着不小的变化 之前他们还以为叶成 最强也只不过是堪比普九的实力 现在看来 他的真正实力竟是比肩绝颠 尤其是那无与伦比的防御力 让他即便在与八七大蛇的对抗中 都不落下风 并且最终斩杀对手 相信经过这一战后 再没有摸清楚叶成的防御上线之前 世界各国的其他决颠 是不敢再与叶成正面交手的 叶成啊 凭你现在的实力和功绩 直接入主龙华宫也未尝不可 不过龙华公主 却想让你在下面历练历练 反正未来龙华宫迟早会交到你的手上 张云举顿了顿 又道 你自己是什么看法 叶成微微摇头道 我无所谓 那个龙华宫我也并不熟悉 我还是喜欢在熟悉的地方待着 对于他现在来说 进不进入什么龙华宫根本不重要 能有一个稳定的刷怪之处 才最重要 目前他的属性也只有二百万出头 只是一个小目标的领头而已 他现在能斩杀八旗大蛇 完全是因为自己的防御有点高 加上八旗大蛇刚刚复苏不久 所以才让他给磨死了 如果再多来几只 或者同时面对几位决颠强者的话 以自己现在的实力 就不那么好对付了 所以 还是要继续疯狂刷怪 提升属性才行 张云举文言不禁笑道 既然如此 那东北行省就交给你来打理吧 从今天起 你便是东北行省的省主 老张 我邹立强这个兵部尚书还在 你也不打声招呼 就直接拉拢叶辰 说着 邹立强 看向叶辰道 许雄请辞东北行省大帅 之前我一直没批 现在我批了 这个位置 由你接任 嗨嗨嗨 见两人纷纷开口 周明不愿意了 你们两个给叶辰升官 也不跟我这个礼部尚书说一声 然后他也道 叶辰 从今以后 你就是春城五大的校长了 你让叶辰当校长 那胡万里呢 让老胡一边凉快去 周明不满的道 他老了 该退休退休吧 叶辰笑道 胡校长现在都已经八平了 可正是撞你啊 我怎么好意思 抢他的位置 那我就提拔他 当礼部侍郎 礼部侍郎不是陈奥吗 让他俩一起干不就完了吗 谁说侍郎 非得一个人 一个左侍郎 一个右侍郎 挺好 众人不禁苦笑 对胡万里的遭遇 同情了一秒钟 侍郎这个位置 作为上书的副手 官位很高 但实权 却并没有多少 这一波可以说是 名声暗将了 第169章 忍辱负重 叶辰啊 好好干 东北行省就交给你了 张云举看向叶辰 语重心长的道 叶辰现在正 军 教育三间挑 可以说 今后在东北行省 是呼风唤雨 俨然就是一方诸侯了 而对于这种 一手遮天的情况 三位上书 却并没有任何意义 这若是换了旁人 在大厦是绝对不可能 会允许出现这种情况的 但叶辰不同 按照现在这个发展趋势 叶辰成为大厦之主 都是迟早的事情 先让他掌管一座行省 只是让他练练手而已 放心吧 我会好好干的 叶辰微微点头 既然自己现在主政一方 那自然要干出 一点成绩来 东北行省的一切事宜 官职调配 你都可便宜行事 我和另外两位上书 都没有异议 三位上书 又与叶辰攀谈了一回 然后便是相继离开 而后 波多也离香走到叶辰进前 恭敬行礼道 多谢主人救离香一命 同时 我也为之前 所做的罪恶之事 感到抱歉 叶辰看着对方 思索了片刻后道 离香 你接下来还回到霓虹去 帮我盯着那些人 如果有谁想搞妖娥子 第一时间告诉我 作为仁者之神的亲孙女 霓虹皇室的公主 自然是要物尽其用 嗨 波多也离香应了一声 我一定会为主人 扫清所有障碍 他刚说完 面具男走上前来道 叶辰 让我也回到霓虹去吧 叶辰闻言 凝视了他那张恶鬼面具片刻 问道 难道你不想自己的妻女吗 那面具男闻言浑身一震 难以置信地看着叶辰 你 你怎么知道 叶辰打断道 无论你当初因为何种原因 现在你的使命也已经完成了 你可以用自己的真正身份 回归大夏了 面具男沉默片刻 玄疾微微摇头 不 我的使命还远没有结束 而且 我可能这辈子 也没有机会 用自己真正的身份 重回大夏了 这是为何 叶辰不解 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面具男身吸一口气 淡淡开口 曾经有一位官员 无意间发现了一名内奸 偷偷地向他国间谍出卖情报 而这位官员第一时间 向自己的上级领导进行了汇报 结果调查的结果是 子虚乌有 是这位官员诬陷同僚 从那时起 这位官员便是彻底清醒 原来自己国家 已经被内奸 间谍渗透成了筛子 他们相互照应 让高层抓不到任何把柄 在此之前 任谁也没有料到 在全世界共同抗击魔窟的大背景下 他国势力 却是想一点点的蚕食 瓦解整个大夏 然而整个大夏从上到下 却始终没有察觉 危机已经悄然降临 如果任由这样发展下去 不出三年 整个大夏必将倾覆 在这种危机关头 那位官员 只得以自己而诱饵 伪装成内奸的样子 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情 方才能敲山震虎 让大夏这头沉睡的巨龙苏醒过来 后来的事情 你应该听说过了 那位官员成功让大夏苏醒 但自己 却背负了一身的骂名 直到今天 都是拿来批判的反面案例 你觉得这样的人 还有洗白的可能吗 面具男说完之后 却是心中苦笑 虽然心酸 但他却从未后悔 他已经做好了 就这么戴着面具一辈子的打算 也不去寻找自己的女儿 也不去跟他相认 因为贸然相认 若是被外人知道了 一定会给女儿 带来无穷的压力 所以 为了大夏 为了女儿 他只能将所有的一切 都自己扛着 背负着枷锁 成为一个永远行走在阴暗中的人 然而 这时夜诚却道 我只知道 白就是白 黑就是黑 只有叛徒才永无天日 英雄就要站在阳光下 被人赞颂 说着 夜诚看向面具男 继续道 而你是大夏真正的英雄 我总有一天会为你证明 让你享受到 你本该拥有的一切 面具男文言 袖中的手掌 都是微微颤抖 他声音沙哑地道 好 我一定会等到那一天的到来 三天后 夜诚因为胡万里的召唤 从江城回到春城武大 他直接来到校长办公室 发现胡万里 早已经等候在了那里 一见面 胡万里就一脸忧怨地道 你小子真行啊 这么快就把老子给挤走了 夜诚不由苦笑道 这是哪的话 我还得祝您老高生呢 高生个屁 胡万里骂骂咧咧地道 侍郎那是人干的差事 网金师随便扔一块砖头 都能砸到一片的世家子弟 权贵高官 我他娘的 去那里人生地不熟的 就是给人当孙子的 夜诚笑道 谁敢让您当孙子 谁敢跟你装逼 你就说自己是夜诚的老师 看谁敢动你 那就被揍得更惨了 胡万里白了他一眼 然后道 别跟老子平了 反正春城五大 你得好好给老子带 别吊锒铛的 你得让他成为 全国前十的学府 夜诚道 你放心 他会成为第一学府 别扯淡了 胡万里不耐烦道 声援 师资力量 修炼资源等等 比东北五大都不急 又怎么跟金师五大 魔独五大那些顶尖学府相比 这你就走着瞧吧 我说春城五大是第一 那他就一定是第一 真的 胡万里将信将疑地道 那今年的全国五大争霸赛 你得好好准备准备了 这是衡量一个五大实力的重要指标 春城五大 要是能拿到一个好名字 能加不少的排名积分 这还不简单 夜诚笑了笑 我直接自己去参加就是了 我虽然是春城五大校长 但现在也还是学生啊 你以为其他五大是百筛啊 你想到的事情 他们想不到 胡万里冷笑道 那帮老狐狸 早好几天 就已经向礼部尚书周明告状了 说 禁止你这个逆天的家伙参赛 扬言 如果你要是参赛的话 他们所有五大都将弃赛 这两天 周尚书正为这件事情发愁呢 夜诚想了想到 你告诉周尚书 这件事 我答应了 你说什么 胡万里大惊 你疯了吗 如果真是这样 那咱们五大 今年就玩犊子了 你放心 夜诚自信一笑 就算我不参加 今年的全国五大争霸赛的冠军 也还是我们春城五大 第170章 转校风波 送走了将信将疑的胡万里以后 夜诚二话不说 直接掏出电话 一次拨通了几个号码 然后就哼着小曲 离开了办公室 这个时候 徐静慌慌张张地跑来道 校长 教育府刚刚发来通知 说已经取消了 你的参赛资格 您看这该怎么办 这个事情我知道了 就按他们说的办吧 夜诚淡淡开口 徐静文言 焦急地道 校长 您应该不知道 这次的全国五大争霸赛 对我们有多重要 如果这次的比赛 在失利的话 可能我们学校的排名 就真的要跌出前20了 夜诚打断道 这个我知道 所以我们这次 一定会拿到第一 可 可是 徐静十一道 可您现在无法代表 春城五大参赛了呀 难道我不参赛 春城五大 就无法获得冠军了 徐静文言 艰难开口道 说实话 恐怕第一轮就会被淘汰 仅凭寒蒙 明刻 汪晏那些人 在全国大赛上 的确是有点不够看 不需要这些人上场 夜诚道 我另有人选 另有人选 徐静一愣 是谁 你很快就知道了 这几天 做好学生转校工作即可 说完之后 夜诚便直接走了 只留下一脸猛逼的徐静 闪干五大 一袭白衣的青年男子 抱着书本 摇头晃脑地朗诵着一首首诗词 经过的每一个学生 包括导师 都不敢打扰到他的兴致 见他走来 都是纷纷让到一旁 并且恭敬行礼 李牧本就是闪干五大学员中的 第一强者 自从神迹归来之后 获得了半神器的加持 那实力就更加的恐怖 现在仅凭他一个人 就能够单挑闪干五大 另外四位主力队友 所以 李牧在闪干五大的风头 也是一时无两 所有人都在预测着 闪干五大 今年能在李牧的带领下 突破网界最好的四强成绩 直接闯入决赛 加上李牧那本就儒雅的外貌 几乎俘获了所有五大女生的芳心 而此刻的李牧 却是一改往日那种沉稳的脚步 显得比较着急和凌乱 他直接来到校长办公室 推门而入 恩师 门内的老者 见识自己最为得意的弟子来了 脸上不禁露出慈爱的笑容 道 乖徒儿来了呀 平时叫你来你也不来 今天怎么这么有孝心来看我呀 我来找您说一件事 什么事 老者呵呵一笑 你我师徒之间还需要商量吗 全都一你就是了 李牧可是他的宝贝疙瘩 而且他对闪干五大 今年的成绩非常期待 可当他听到李牧下一句话的时候 差点没从椅子上蹦起来 只听李牧开口道 我要转学 你说什么 老者把眼镜摘下来 瞪大眼睛问道 你要转学去哪 春城五大 李牧说得很坚决 为什么 为什么啊 闪干五大校长气得虚发结章 马上就要全国五大争霸赛了 你这个时候跟我说要转学 正是因为要参加五大争霸赛 所以才要转学 李牧非常认真的道 不转行不行 不行 等五大争霸赛比完了再转行不行 不行 我操你大眼 川于五大 万力拿着转学申请表 拍在了川于五大校长面前 指着对方的鼻子道 劳子数到山 你痛快地给劳子签咯 万力 你这是要干什么 你到底要干什么 川于五大校长都要要疯了 大叫道 难道我有哪点亏待过你吗 不就是强迫你转制成肉盾吗 你就这么记恨我 你不要给劳子挖挖叫 万力一脸的不耐烦 反正你就直接签了就玩球了 哪里有那么多的话好讲 我不同意 老子数到山 魔独五大 齐明月抱着小荣 走在去往校长办公室的路上 所有遇到她的人 都一脸惊恐地纷纷避让 仿佛看到了一个恶魔一般 因为自从齐明月来到魔独五大起 就成为了所有学生的梦魇 每个见识过小荣真面目的人 都对那双如雪月般的兽童 充满了恐惧 尤其是新生时期 跟一位大四学长争夺名额的时候 小荣差点将那名学长生吞下去以后 所有人对齐明月和小荣 就更加的恐惧了 齐明月对此却不以为意 反正她有小荣陪着自己就好了 等来到校长办公室 她直接对校长说明了来意 魔独五大校长并没有劝阻什么 因为她知道这个外表柔弱的孩子 内心是有多么固扯 一旦认定的东西 是绝对不会更改的 而且这样的妖孽人物 的确不太适合再继续待在魔独五大 估计也唯有春城五大的那位 方才能镇得住她 京师五大 陈斌和陈雪手拉着手 翘脸上满是兴奋地 推开了陈如山的办公室大门 没等两姐妹开口 陈如山就直接道 你们两个是在转学的吧 爷爷 你怎么知道 陈斌不禁疑惑地问道 陈如山无奈一探道 现在整个五大圈都快闹翻天了 这个叶晨 他不讲武德啊 就在刚才 他已经了解到 每年的老对手 闪干五大 川瑜五大 魔独五大 纷纷向礼部发来了诉状 控诉春城五大的 新任校长叶晨 采用卑鄙的手段 进行不公平的竞争 不过这一次的控诉 却是被周明强势镇压下去了 并且对着这些校长 破口大骂一通 你们前脚才集体控诉 说不让叶晨参赛 现在又来控诉叶晨 去你们学校挖人 可你们自己 倒是想办法 将人才留下啊 还不是你们自己无能 留不住人才 现在反倒像泼妇一样 撒泼打滚 真是一群饭桶 陈如山见尚书都这么说了 自己还有什么办法 何况就算尚书制止 自己的这两个小孙女 能善罢甘休 对面可是叶晨啊 一念至此 老陈同志也就不挣扎了 大笔一挥 直接牵了 看着两个亲孙女 兴高采烈地跑出门去 她心中不住地感叹 看来今年的这场 全国五大争霸赛 将彻底地沦为 春城五大的表演赛了 第171章 纷纷赶来 这天 徐静来到新生街带处 由于现在不是新学期开学 所以这里相当地冷清 甚至平时这里都是 关闭的状态 不过这几天 按照夜晨的要求 这里 却是每天都在照常开门 徐静 咱们校长这是抽了什么风 学期中间 怎么可能会有人来报到 天天在这里刚好 我那边还有好多事情 好处理呢 柜台内 一名比较年轻的五大老师 打了个哈欠 别抱怨了 校长这么安排 自然有他的道理 徐静瞪了他一眼 只是就连他自己都不知道 这么做有什么意义 难道仅凭几个转校生 就能让春城五大 获得本届争霸赛的冠军吗 可人在哪呢 这么多天过去了 连个人影都没有 虽然自家校长 的确年轻有为 实力强大 可社会历练还是太少了 有些事情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即便是答应的事情 也有反悔的可能 估计校长这是被人放鸽子了 而就在他刚刚打算离开的时候 从门口却是走来了一个 身穿白衣的年轻男子 拎着大包小包 操着一口西南口音道 请问这里是春城五大的报道处吗 徐静眉头一挑 还真有人来了 看来自家校长的面子还是大 只是他却不知道 眼前这个人究竟是谁 看起来文文弱弱的 仅凭这样的人 就能让春城五大拿到冠军 对 这里是报道处 不过徐静还是非常露出一个亲切的笑容 指引对方来到了柜台前 柜台里那个年轻女老师又打了个哈欠 拿出一个报名表问道 来自哪里 那个白衣青年道 我是从闪甘五大转过来的 哦 闪甘五 写到这里 那个年轻女老师顿时一震 连忙又问道 你说 你从哪里转来的 闪甘五大呀 文言 那位女老师与徐静对视了一眼 乖乖 闪甘五大呀 去年的四强 能进入闪甘五大的学生 那都是万里挑一的天才人物 资质必然要比春城五大的学生好上不少 那位女老师顿时兴奋起来 又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李牧 木子李 木是水字旁 外加一个木头的木 李牧 这次连徐静都震惊了 连忙问道 是那位号称闪甘五大 百年来最强的那位诗词剑仙李牧 诗词剑仙是什么鬼 李牧眨了眨眼 不过我的确 试用剑倒是真的 你修为几品 七品 死 徐静和那位女老师 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 果然是那位闪甘五大的超级天骄啊 文言 那位女老师顿时都感觉一阵慌张 连忙摆出一个笑脸道 李牧同学 欢迎您加入春城五大 这学员是有多强 还没毕业 已经踏入七品了 而他们这些导师也才六品 呵呵 谢谢 李牧转头四顾道 对了 我叶晨老大呢 啊 那位女老师 哑口无言 没想到 这位爵士天骄一开口 就管自家校长叫老大 校长在秘境中刷怪 他说 等你们全来了以后 再给你们接风洗尘 徐静连忙回答 面对这种天骄 他肯定是不敢怠慢 只是他现在也注意到 之前叶晨对他说的时候 是说 等他们都来了以后 再去秘境叫他 而那个门都包括谁 没等他思考多久 门外再次传来了敲门声 那个 这里是报道处吗 是 请进 因为有了前车之鉴 徐静这次热情了很多 随着声音 从门外又走进了一名红发女子 虽然看似苗条 但肌肉中 蕴含着一股爆炸性的力量 没等徐静开口 李牧率先道 呦 万利你也来了呀 万利看到李牧 不禁撇了撇嘴 原来你这个嘴巴 不停的烦人惊也来了呀 万 万利 那位年轻的女老师又惊了 穿于武大的那个 狂暴女战神万利 万利文言 不禁又撇了撇嘴 这是什么恶心的外号 不过我的确 是穿于武大的万利 啪哒 女老师手中的笔 都掉到了地上 她这次终于明白自己 刚才是有多么肤浅了 原来校长找来的 竟是两位 如此妖孽般的存在 有李牧和万利带队 他们春城武大 今年又怎么可能 获得不了好成绩 最起码 也是四强打底呀 而就在她想到这里 门外再次传来一个 柔弱的声音 小容 小容你别跑啊 等等我 说话之间 只见一个雪白的小兔子 蹦蹦跳跳地 跑进了房间里 紧随其后 是一个穿着蓬蓬裙的 可爱少女 少女跑进来以后 温柔地将小兔子 再次抱起 树落道 小容乖乖的 今天不可以再乱跑了 徐静听到这个声音 艰难地咽了下口水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这位就是魔度五大的 小魔女 齐明月吧 她话音刚落 万利满不在乎地招手道 明月 过来这里 万利姐姐 齐明月笑着点点头 走了进来 那位年轻女老师 此时浑身发麻 没想到校长 竟然一口气 招揽来了三个气品学员 这简直匪夷所思 她好像还真没听说 有哪个五大的队伍 同时拥有 三位气品参赛的呢 难道这一次 他们春城五大 真的要拿冠军了吗 而就在此时 从门外 又进来两位 长相一模一样的 绝美姐妹花 希希 我们来了哟 陈冰拉着姐姐陈雪 来到了众人面前 这对双胞胎的出现 顿时吸引了 在场所有人的目光 陈雪姐姐 你也来了呀 齐明月上前打招呼道 我是陈冰拉 陈冰笑嘻嘻地回答了一声 指了指身边的姐姐道 她才是陈雪 天哪 你们俩长得 简直一模一样 听着五个人 不断地聊着天 那位负责报名的女老师 都快要疯了 怎么连京师五大臣校长的 宝贝亲孙女都来了 而且一来就是来一对 这简直是离了个大谱 这就是我们春城五大 今年的参赛阵容吗 这就是我们 新校长的强大号召力吗 不仅是她 就连徐静这个 在春城五大干了十多年的导师 也有些发猛 春城五大 可从来没打过这么富裕的仗啊 第172章 不战而胜 这几个学员 放到任何一个五大 那都是核心中的核心 都是每一个五大的明星选手 现在他们春城五大 竟是集齐了五个 这是什么概念 这要是放在NBA 那就是把联盟中五个最强球员聚集在一起 去打其他普通球队 甚至实际情况 可能要比这还要夸张 因为这五个人 几乎都是校使百年难得一遇的天骄妖孽 相当于五个最强名人堂打普通球队 这还怎么打 那个女老师小声地对徐静道 我承认刚才自己太肤浅了 我对咱们新校长的能量一无所知 徐静以首付额 在咱们这位手眼通天的校长面前 谁还不是个宝宝呢 很快 便是来到了本届五大争霸赛的正日 32支来自全国各地的重点五大代表队 齐聚一堂 甚至连礼部尚书周明 带着两位侍郎都亲临现场 所有人都在摩拳擦掌 准备待会能好好发挥一下 若是能得到礼部尚书的赞赏 那无疑是一件相当光荣的事 这对于自身后续的发展 也是有着莫大的好处 不过期待的同时 除了春城五大代表队外 他心里默默地祈祷 不要碰到春城五大 不要抽到春城五大 千万别碰到春城五大啊 抽签结果很快出炉 春城五大的第一个对手是 东北五大 东北五大方阵一片哀嚎 本来拥有许文东的东北五大 今年奔着闯入四墙去的 没想到第一场竟然遇到了春城五大 校长张树林头发都瞬间白了几根 哭丧着脸道 周大人 我感觉刚才抽签不公平 能不能申请重新抽签啊 周明微微一笑 先是看了看稳稳坐在身边的叶晨 然后又看向其他校长道 你们怎么看 我觉得挺公平的 是啊 这有什么不公平的 听天由命呗 抽签有效 莫道理重抽 一众校长纷纷反对 笑话 特么重抽的话 自己学校就有风险遇到春城五大了 傻子才会同意重抽 张树林 暗骂这帮老狐狸 然后又申请道 不重新抽签可以 那我申请这次比赛 每个队伍有一次打复活赛的机会总可以吧 此言一出 这个提议倒是得到了不少校长的赞同 因为谁也不知道下一轮谁会遇上春城五大 如果有复活赛的话 倒是能保证一下自己的名次 只要有实力的话 倒是可以拼一拼更高的名次 周明也笑了 往年大家可没这么露窃 抽到了哪个五大 都是敢于放手一搏 今年这帮家伙倒是一反常态 下方 东北五大代表队休息区 林孝哭丧着脸道 我他妈的想弃拳了 谁不是呢 谢威也是无奈的道 这上去了不是纯纯的找虐吗 他们来参加争霸赛 是想来斩露头角的 可不想给人家当沙包打呀 可现在还怎么斩露头角 自己这边倒是比往年还要强力 许文东在那次的比赛之后 支持厚勇 不仅攻术更加了得 而且还踏入了七品境界 而另外四人 现如今也已经踏入了六品巅峰的境界 可以说这样的阵容 若是放在以前 网界的争霸赛上 那绝对是争冠的热门队 可现在他们却一点信心都没有 关键对面的春城五大 现在是拥有五位七品啊 马德 所有上场队员 全都是七品 前股无人 后恐怕也在无来者 而且这五个七品 还每人至少都装备着半神器 甚至那位顶级辅助陈雪 还他妈带的 曾经代鼠国的镇国神器 卡巴拉之眼魔杖 别说其他人 他们现在这个人家一起 恐怕都不够人家 辅助一个人打的 在神器的加持下 陈雪放一个冰盾 估计他们都破不了封 这不是欺负人吗 也太特么不要脸了 而在他们抱怨的同时 完全没有意识到 春城五大方面 现在已经ban掉了最厉害的一位 如果夜城能上场的话 他们就更加不用玩了 东北五大的五名参赛选手 垂头丧气地走上擂台 在他们对面 则是五位跃跃欲试的臭流氓 这几个家伙交给我 你们不准出手 一头红发的腕力 甜甜嘴唇 捏动着手骨 朝着对方歪嘴一笑 在其左臂上 一面挥着星星图案的盾牌 闪闪发光 此时的这面半神器盾牌 已经被修复得七七八八 虽然比原装的差上一点 不过那也是半神器 这面盾牌 看得东北五大的肉盾战士 林孝眼馋不已 跟对手的装备相比 自己手中的盾牌 简直就是破烂 许文东健壮 不禁轻叹一口气 举手示意到 东北五大 认输 全场顿时哗然 没想到比赛 还没开打 去年的八强东北五大 就直接认输投降了 赛场周围 不禁响起一片虚声 林孝听了 不禁低声骂道 草 装什么逼啊 一会等你们自己的主队以上 春城五大 看看投不投降 他们现在已经得到了消息 大会临时决定 第一次战败的队伍 有一次复活赛的机会 也就是说 采用的是双败制 这就让东北五大 制定下了这一策略 与其跟春城五大硬听 不如将体力和实力 放在复活赛上 只要能从复活赛 上杀出重围 他们东北五大今年 也能一鸣惊人 当然了 也只能小小地 吸引一下众人的眼球 因为这次比赛 最大的黑马 必然是春城五大 紧接着 春城五大第二轮的对手 抽到的竟是闪干五大 闪干五大校长 同样骂骂咧咧地抱怨一通 不过 却是遭到了之前 东北五大的同样待遇 闪干五大自然 是同样选择了弃拳 准备去打复活赛 春城五大第三轮的对手 则是川羽五大 川羽五大 没有丝毫犹豫 甚至没有上位台 就宣布自己认输 第四轮 京师五大 对手同样弃拳 第五轮 魔独五大 依然弃拳 就这样 春城五大代表队 兵不血刃地杀进了决赛 而在决赛 他们将要面对的 同样是魔独五大 第173章 卷土重来 在复活赛上 魔独五大与京师五大 熬战了足足一个多小时 这才艰难地奋出胜负 当然 为了公平起见 最后一场总决赛 放在了当天的晚上 给足了魔独五大 补充体能的休息时间 此时 赛场上的观众 竟是比白天 还要多出不少 大家都想看看 春城五大代表队 今年到底有多猛 竟是让其他名校 畏惧成这个样子 而魔独五大方面 五名队员 也做好了赛前动员工作 大家纷纷表示 要放手一搏 让所有人都看看 他们魔独五大 还是有着 与春城五大一战的实力 随着十名参赛选手 陆续登场 所有人的注意力 都集中在了赛场之上 魔独五大 今年的参赛阵容 着实不弱 即便是走了一个奇名月 现如今 竟是还有两大七品作证 这若是放在往年 那是轻而易举的 就能拿到冠军 相比于魔独五大那边的 魔权擦掌 春城五大方面 就显得有点欠揍 万力嘴里 还叼着一根棒棒糖 朝着对方威胁道 老子数到山 你们要是不投降 打得连亲妈都不认识你们 魔独五大方面 对此不屑一顾 为首的一个前排道 第一局投降 那是战术安排 还真以为你们比我强多少吗 哼哼 最后一战 让你们见识一下 老牌五大的底蕴和实力 万力文言双眼放光 开心道 那可就说定了 你们待会可不准投降哦 高台上 周明和一众校长们 也在关注着下方的擂台 有五大校长道 你们看 魔独五大的小年轻们 也很有干净呢 的确 战斗比拼的不仅仅是实力 还有战斗意志和队伍配合程度 春城五大 只是临时凑起来的队伍 我看魔独五大这场比赛 还有很大机会的 不少校长文言 皆是微微点头 表示赞同 叶晨倒是没说什么 只是坐在一旁 差点快睡着了 早知道这个破比赛这么无聊 他就让徐静来替自己出席了 没过多久 伴随着比赛的哨音 最终的对决终于开始 所有人顿时兴奋起来 大家都在为自己的主队加油 魔独五大的队员们 似乎早就迫不及待 比赛刚一开始 便是按照既定的战术开始运转 他们之前早就商定过了 春城五大的这个阵容 万力拥有半神器 而且还是肉盾 他们打不动 而李牧这个用剑的家伙 身法实在太过飘逸灵动 而且同样拥有着半神器 他们惹不起 按理来说 应该先攻击辅助 可那个陈学手中拿的可是神器 急火他简直就是找死 所以也只能放弃 至于齐明月 对他们拥有着血脉压制 看见他都哆嗦 而剩下的 也唯有陈冰这个软柿子了 所以他们的策略 就是先急火陈冰 只要把陈冰拿下了 即便是输掉了比赛 那也是虽败犹容 相当于他们魔独五大 打破了春城五大的 无敌神话 也就在这样的思路驱使下 魔独五大的五位队员 毫不犹豫地便是朝陈冰冲去 陈冰似乎早有预感 翘脸一板 口中念动咒语 魔杖上突然爆发起青色光芒 一道巨型龙卷风 凭空出现在擂台上 朝着魔独五大的 最前排的两人吹去 魔独五大那两个选手 心中一惊 他们也是没有想到 陈冰的精神力竟然这么强大 竟是随手就召唤出了 如此强烈的飓风 这让他们不得不准备绕路而去 否则的话 他们一定会被那飓风 切割成肉泥 可他们两人一改变方向 却是正中万里和李牧的下怀 两人携伴神器之威 上去就将对方一顿狠揍 尤其是万里 一顿铁拳之下 直接将对手打成了猪头 而此时 陈雪竟是手握神器 直接召唤出了大范围的兵剑 朝着魔独五大的三名后排 输出而去 配合着陈冰的飓风 三大后排 几乎快被冻成冰雕 不过此时齐明月才刚刚出手 她将怀里的小兔子高高抛起 轻声喊道 去吧小龙 得到命令的小龙摇身一变 竟是直接进化成了一头 身长百米的恐怖巨兔 这只巨兔一出现 吓得周围观众都连连后退 那双宛如血月般的兽童 让人看了就不寒而栗 小龙三半嘴张开 在一阵绝望的哀嚎声中 直接将魔独五大的一名队员 吞入口中 那凄惨的叫声 萦绕在所有人的耳边 让不少观众都脸色发白 投降 投降 我们认输了 魔独五大校长连忙起身高呼 他怕再耽搁一会 魔独五大的五名队员 全都成了小龙的典型 伴随着裁判比赛结束的哨英 魔独五大的几名队员 这才如是重负 仿佛刚才经历了一场噩梦般 相互搀扶着走下擂台 小龙也是极为人性地呸的一声 将之前吞进嘴里的那名队员 给吐了出来 虽然因为小龙嘴下留情 对方并没受到什么实质性的伤害 可现在依旧直接晕死在了台上 竟是直接让现场的医护人员抬下去的 直到此时 众人才发现 现如今的春城五大 是有多么强大 而刚才那些校长 也是意识到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任何的战术和士气 都是屠楼 叶辰 恭喜了 看到这个结果 周明也是微笑着 朝叶辰报喜 而在周明身边 胡腕里的一张老脸 也是笑得宛如菊花 朝着叶辰竖起了大拇指 至于陈傲 则是极为尴尬地坐在那里 有心想跟叶辰拉拉关系 可经历过之前的事情后 他这张老脸 还一时半会放不下来 他现在对叶辰 自然是一万个满意 就算两个女儿都嫁给叶辰 他也欣然接受 此时 春城五大的五名参赛选手 也跑了上来 陈冰一见到叶辰 就嘟起小嘴 拉着叶辰不一地道 叶辰哥哥你好偏心啊 给了姐姐一件神器 人家却什么都没得到 刚才的比赛 也看到了 他们都拿人家当突破口呢 叶辰苦 笑着摇摇头 我赛前不是给你准备了 生命原液和惊血吗 那件神器比较适合小雪 等以后 我再给你弄一把 适合你的武器就好了 听到这句话 周围的校长和参赛选手 甚至是礼部尚书 周明都咧了咧嘴 这真是人比人的死祸比祸的扔 你看看人家这校长 生命原液和惊血随便给 甚至送个神器都跟玩一样 想到此 一些颇有姿色的女队员 不禁狠狠地动心了 心里也开始打起了转学的主意 而就在大会圆满结束 准备接下来的颁奖的时候 似乎接到了某个大能的传音 周明的脸色陡然俱变 胡万里连忙问道 周尚书怎么了 周明看向众人 严肃地道 根据龙祖传回的可靠消息 魔窟正集结大军 要对我蓝星发动大规模突袭 这次的规模远远超出以往任何一次 大家现在立刻返回个自航省 协同抗魔军准备迎敌 第174章连续进攻 周围一众学生听到这些 心中顿时慌了 而那些校长们则是表情严肃 开始有条不紊地向学校发布着一条 又一条的命令 他们都是从之前那个时代走过来的 那时候魔窟暴动 他们也都是清零参加过 几乎每个人都上过战场 下过魔窟 跟魔窟的舞者战斗过 当听到魔窟再次暴动的消息后 他们纷纷选择了立刻告辞 离开京师 回到各自的行程 周明对叶晨道 叶晨 你也赶紧回去吧 作为主政一方的大员 你要守护好疆域 保护好人民和土地 周尚书放心 我会的 叶晨双目微眯 冷冷地道 这一次 一定会让这些家伙 付出惨重的代价 让整个魔窟 都不敢再正视我大侠 叶晨 我知道你现在一腔热血 但魔窟实在是太强大了 他们强大到超乎你的想象 周明郑重道 我们这次要进行的是阻击战 也就是说 我们最主要的目的是 守住魔窟的坑道入口 集中力量 消灭所有企图 冲出坑道的魔窟舞者 一旦失守 让魔窟势力 在我们蓝星地面站稳脚跟 那整个蓝星 都将陷入灭顶之灾中 叶晨点了点头道 我明白了 我会根据战局 去制定作战方针的 好 叶晨 东北行省就交给你了 说完 周明便是一步踏出 消失而去 胡万里上前道 叶晨 要不我跟尚书申请一下 让我回东北行省 去帮你镇守吧 没必要 叶晨微微摇头 你协助尚书 居中调配即可 有我在 东北行省没事 说完 便是带着五名学员 飞离而去 等回到东北行省作战办公室内 副省主何宇华等人 已经悉数到场 叶晨将后方的一切任务 交给何宇华全权负责 自己则是带着抗魔军 来到了前线 此时 东北行省最大的魔窟坑洞周围 已经集齐了东北行省的全部精锐 许雄走上前来 丹西贵得向叶晨行礼道 拜见大帅 现如今 他对叶晨 是心服口服 也对自己当初的行为 后悔不已 所以这一败 是下级 对上级的尊重 也是他对叶晨的歉意 老将军请浅 叶晨虚空一台 便是让许雄站起身来 之前的恩怨 早已经一笔勾销 而且在国难当头之前 个人私利 自然要让步于国家利益 现在 自然要团结所有力量 所以在他回来之前 就封许雄为副帅 负责实际的战术统筹规划工作 许雄 对于这种实战经验比他丰富 这种工作 交给他是最适合不过 大帅 之前有龙祖成员 送来消息 说魔窟 在各个出口成兵百万 甚至有不少酒品带队 许雄指向坑道处 那里已经有着不少 冲出来的魔窟 舞着尸体 继续说道 根据探报 这条坑道 就是进攻我们东北新省的魔窟主力 我们已经调集了 所有的火炮和导弹对准这里 甚至有些导弹 装备了核弹头 一旦有大量的酒品出现 我们的前方 阵地失守的话 核弹就会升空即火 这一片区域 叶晨文言微微点头 这是已经做好了于死网破 同归于尽的准备 看来这一次的危机 的确是远超之前的规模 之前大厦 还会组织起大规模的部队 进入魔窟进行战斗 而这一次 却是完全的防御战 可想而知 现在的形势 是有多么危急 一想到魔窟 他倒是联想到自己的那头老龙 之前让胡万里 将他带入魔窟之后 这个家伙 仿佛乾隆入海 彻底地沉迷于魔窟之中 根本不愿意回来 如果不是自己 与这个家伙心灵相通 还以为他死在魔窟里了呢 可结果却是 从老龙的情绪中 叶晨能够得到他 现在过得很好 也不知道 他现在在哪里了 不过这都不重要 反正现在 也不需要老龙 非得回来 如果真需要他的时候 再召唤他回来不迟 而就在叶晨思索之间 地底魔窟坑洞中 竟是再度涌出 大量的魔窟舞者 而这些舞者 刚一露头 便是遭到了周围 大下舞者的无情轰杀 之前许雄已经下达了死命令 但凡从魔窟中冲出来的 哪怕是一只苍蝇 也要全力轰杀 在如此密集的集火下 即便是普通九品冲出来 恐怕也要在一瞬间 被无数攻击轰成渣子 然而 这一次魔窟舞者 似乎是下定了决心 随着时间的推移 竟是有更多的舞者 从坑洞中冲出来 其中不乏一些七品强者 可即便如此 依然没能冲出 大下舞者的封锁线 大量的七品 被瞬间轰杀成了肉泥 让周围一些实战经验不足的 年轻舞者 都脸色发白 他们也是 第一次经历这种大战 对于战争的残酷 还需要不断地适应 有八品出现了 也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声 夜沉目光看去 竟是有七八位魔窟八品强者 在无数普通魔窟舞者的掩护下 从坑洞中杀了出来 不过他们 也依旧无法抵挡 来自大下的强力攻势 瞬间便是 爆成了一团金色血舞 看着那些精血 不少人都蠢蠢欲动 想要上前去拿取 毕竟八品精血的诱惑 对于一名武者来说 实在太大了 只要炼化吸收几滴 就能让自己的修为暴涨 然而 这却遭到了许雄的明令禁止 谁若是胆敢擅自行动 直接杀无赦 战争打的就是纪律性 没有纪律性的队伍 那必然打不了胜仗 也许这些八品强者 就是魔窟送上来的诱饵 一旦大家上前哄抢 导致防御阵型的松散 等后面再有更大一批 魔窟武者冲上来时 就会导致整个防御攻势的 彻底瓦解 也就在这些八品死了没多久 下方的魔窟出口 竟是疯狂涌动起来 从那种能量波动的程度来看 这一次的攻击烈度 和武者品级 要比前几次还要高出许多 果然 为首的三名魔窟强者 竟是扛住了大下武者的 第一轮轰杀 是九品强者 魔窟的九品出现了 而就在这三大魔窟九品 打算朝四面八方的大下武者 冲击而去时 三道利剑骤然射出 第175章 向我开炮 魔窟三大九品瞬间中箭 竟是直接被炸残了半边身体 这一箭 自然是夜沉所射 当他看到三位九品 从坑洞中冲出来的时候 就知道周围的攻击 绝对无法对三位九品造成秒杀 所以他果断地射出三箭 重创了三大九品 周围的大下武者 也是施展出了第二轮攻击 打算将这三大九品彻底轰杀 然而 所有人还是低估了这些魔窟九品的残暴程度 他们竟然是在新一轮攻击到来之前 选择了直接自爆 轰轰轰 伴随着三声爆炸声 整个坑洞都被彻底地炸开 即便周围的大下武者 距离此地较远 但不少前排武者 还是受到了波及 九品强者体内蕴含的能量 自然相当巨大 他们自爆的威力 也是相当的恐怖 夜沉也是没有想到 这些九品自爆的 竟然这么果决 就像是他们一开始就打算好的 根本没有打算 活着回去一样 由此可见 魔窟的底蕴和实力 究竟是有多么夸张 竟是用九品当作冲锋赶死队 这简直夸张到离谱 在蓝星上 任何一位九品可都是国家的瑰宝 如果敌对势力胆敢击杀九品 那两国基本上可以说是不死不休 既然你们敢拿九品来当赶死队 那老子倒是要看看 你们到底有多少九品可以死 夜沉也被魔窟的举动打出了火气 尤其是看到一些伤员被紧急抬离前线 夜沉更加不能容忍这种事情 再发生第二次 旋即他怒吼一声 竟是直接一步踏出 出现在了坑洞的最中心的位置 周围的大下舞者见状 全都愣住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大帅怎么站在了那个地方 许兄连忙道 大帅 赶紧回来 那里危险 他急得直跺脚 现在战争正在继续 命令已经传达下去 只要看到有魔窟舞者冲出来 那就是无差别攻击 无论是任何事站在那里 都将跟魔窟舞者一起 被轰成渣子 不过夜沉 站在坑洞中央 微然不动 他气韵丹田 开口命令道 所有人听令 只要魔窟舞者再次冲出 所有人都向我发起全力攻击 众人闻言不经一阵 以为自己听错了夜沉的命令 许兄闻言 也指的听令 现在也没有其他办法 他肯定是不能让魔窟舞者 冲出坑洞的 虽然知道夜沉的实力很强 即便是八旗大蛇的攻击 他都能承受得住 可现在夜沉所站的位置 可是敌我双方交战的核心区域 是要承受敌我双方 所有火力的地方 那顺势的攻击强度 比绝颠强者 有过之而无不及 夜沉真的能扛住吗 他知道 夜沉这样做 是为了保护其他人 不会受到更多伤害 可这种做法 实在太拼了 而就在此时 坑洞内再度能量涌动 这一次 竟是出现了三批次的魔窟强者 每批次都有着三大九品带队 也就是说 这一轮的攻击 魔窟出动了九位九品强者 第一波次的魔窟强者刚一出现 周围的大下舞者的攻击 便是直接爆发开来 而在坑洞内的夜沉 背后竟是直接伸出了两个脑袋 四条手臂 而每一双手臂都拿着一种神器 一时之间 后翼弓 泰坦之锤 草制剑同时爆发出猛烈攻击 这一次 那三位魔窟九品强者 甚至连哼都没哼一声 就直接彻底陨落 看着夜沉不仅在一轮气功下 什么事都没有 甚至还直接秒杀了三位魔窟九品强者 所有人不禁震撼不已 与视频上看到的画面不同 现实的感官自然更加强烈 卧槽 大帅好猛啊 直接秒杀三位九品 这实在是太牛逼了 大帅那是什么招式 竟然同时拥有三个头颅 六条手臂 很像大下历史记载的神明哪吒的神通三头六臂啊 许熊自然更加震撼 竟然能硬抗这么猛烈的攻击 而毫发不损 这还是人吗 一想到自己竟然跟这种家伙战斗过 许熊的心里就不寒而栗 看来当初的夜沉就没将他放在眼里 根本没拿出真正的实力跟他战斗 否则的话 他现在都够死了几百次了 而在夜沉这个门神的镇守之下 其余的两波进攻也是毫无悬念地被化解 这第三波的防守强度甚至比前几波还要轻松不少 这不禁让周围的舞者士气大振 甚至那些第一次上战场的年轻舞者 现在也退去了恐惧的心理 开始变得跃跃欲试 体内热血奔涌 兴奋起来 击杀了这三波进攻后 坑洞内开始变得安静下来 许熊看向夜沉道 大帅 我估计魔窟方面应该是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我看短时间内 他们是不敢再来进攻吗 周围众人闻言 不禁赞同地点点头 毕竟魔窟今天一下子损失了十二位九品强者 即便是魔窟抵运在雄后 恐怕也无法承受九品强者这种死法 当即有人开口道 大帅 先上来歇歇吧 魔窟最猛烈的进攻时期 应该已经被我们守过去了 接下来的烈度就没那么高了 然而夜沉却道 他们进攻完事了 那不是该轮到我们了 大 大帅 你说什么 这番话 就连九金沙场的许熊都没转过弯来 大帅这是 什么意思 什么叫魔窟进攻完了赶我们了 难道大帅 还打算反冲锋不成 想到这里 许熊连忙劝道 大帅 虽然魔窟的进攻延缓了 但并不代表 我们有反冲锋的实力 你要知道 现在魔窟下面 至少陈列着百万魔窟舞者 是啊大帅 另外一位副官也道 我们能守住 是因为坑洞的面积 就这么大 魔窟舞者 就算他有上一人 也要三三两两的排队 从坑洞中走出来 可我们要是进入魔窟 就不一样了 面对数十倍与我们的舞者 估计会当场被包了饺子 到那时候 整个东北行政都危险了 叶辰文言笑道 只允许魔窟攻打我们 我们却只能当缩头乌龟一样的 只能防守 这不是我叶辰的处事风格 既然魔窟赶来进攻 那就要做好被反屠杀的准备 这一次 老子不仅要进攻 还要直接打破他们的城池 把一片片的 巨型零石矿脉据为己有 此言一出 所有人不禁大惊失色 第176章 真的有种 大 大帅 这件事 咱们能不能稍后再商议商业 许雄听得心都发颤 没想到这位新任大帅 是如此的敢说 甚至要打到魔窟的城池去 这可是 之前他们 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不用商议了 叶辰微微摇头 态度坚决 他看向许雄道 你带着高品 主力在这里镇守 我只带部分精锐 杀入魔窟 这样 就算是我们失利了 也不会影响大局 说着 他看向四周 问道 有没有赶随本帅 前往魔窟的 想吃肉的跟我来 我 我去 大帅 我跟你 请客之间 便是有不下数千人响应 尤其是 那些年轻舞者 更是热血上冲 积极地走上前来 毕竟他们感受到了 叶辰的强大 也唯有跟随这样的强者 他们才有机会 变得更强 很好 叶辰微微点头 让这些人 按照品级 分成一二三号队伍 一号队伍 是由六品组成 二号 则是由五品组成 三号 是由四品组成 至于四品以下的 低品舞者 叶辰便让他们 在地面留守 而就在叶辰 打算进入坑洞的时候 一道倩影 拦在了 他的身前 身材恶挪 白发如雪 冷若冰霜 大师姐 看着眼前的绝美女子 雪白的长发 随风飘动 不禁问道 你当我干什么 我跟你一起去 将您双手握拢蚊枪 淡淡回答道 叶辰文言 微微一笑 旋即点头道 好 而就在这时 身后再次传来呼声 叶辰哥哥 我们也要跟你一起去 叶辰回头看去 竟是陈家姐妹 万利 李牧 齐明月五人 好 那你们 每人各领一支小队 叶辰看向众人 命令道 待会我先进去 等过半分钟后 一号队伍镜 然后再过半分钟 二号队伍镜 最后过半分钟 三号队伍镜 听明白了没有 听明白了 众人齐声应目 叶辰点了点头 又看向上方的许熊道 坑洞的镇守工作 就交给你了 若是发现 其他敌情 你可便宜行事 说着 他直接将遗物 弹射给许熊 这件宝物 先借你一用 有它的加持 你战胜普九 应该不成问题 许熊结果一看 竟是师婆神像 这可是 德鲁伊一系的至宝 想不到叶辰 就这么交给他了 许熊颤声道 我许熊定不负大帅所托 叶辰不再说话 直接便是朝着 坑洞一步踏入 此刻 金师总指挥部 张云举聆听着 来自各个战区的 实时战报 报 西北行省 遭到大量 魔窟九品的冲击 伤5377人 死1012人 现已暂时进魔窟攻势 张云举微微皱眉 伤亡实在是太过巨大了 报 东南行省遭到大量 魔窟九品5者的冲击 伤1322人 死231人 现已暂时击退了 魔窟攻势 张云举微微点头 看向一旁的胡万里道 东南行省 不愧是除中步行 省外底蕴 最强的行省 防御能力的确不俗 胡万里点点头 脸上满是焦急之色 怎么 在等待东北行省的战报 张云举拍了 拍他的肩膀道 放心吧 叶辰已经长大了 况且有经验丰富的 徐老帅协助 想来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这个时候 又有战报进来 报 西南行省 遭到大量魔窟九品冲突 伤13506人 死3378人 目前还在与魔窟强者僵持着 兵部尚书邹丽强 以率精锐 赶往增援 张云举一拍桌子 脸上带着怒意 这仗怎么打的 怎么能让魔窟 武者冲出坑洞 估计接下来的伤亡 还会更大 胡万里感叹道 想来这次 其他行省遭到的攻击 也并不比中部行省的猎度低多少 我们拥有三位上书镇首 也还伤亡了将近千人 其他行省的压力 自然不用多说 张云举文言微微点头 在此之前 谁也不知道魔窟会突然发动 如此大规模的突袭 如果不是龙祖的情报 及时传递过来 恐怕大夏 乃至整个蓝星的损失 将会更加惨重 我现在 只是担心东北行省 胡万里担忧道 其余四大行省的战报 都已经发了过来 唯独缺东北行省还没消息 要不我们现在立刻前往支援吧 稍安勿躁 张云举押了压手 再等等 如果半小时内 还没有东北行省的消息 那我们就立刻动身 不能再等了上书大人 胡万里担忧道 如果东北行省 现在已经失手 半个小时的时间 那些魔窟舞者 几乎能将整个行省扫荡一圈 那时我们再去 就为时已晚了 张云举还想再说什么 这时有副官来报 报 东北行省 遭到大量魔窟酒品冲击 伤 伤15人 无死亡 穆 目前 听到这里 张云举和胡万里等人大吃一惊 别的行省最少都伤亡上千 怎么轮到东北行省 就伤了十几个 这仗到底是怎么打的 目前什么 你倒是说啊 张云举沉声质问道 那个副官咬了咬牙道 根据战报上说 目前东北行省新任主帅叶臣 已率领部分精锐 对魔窟实施了反冲锋 碰 张云举身前的桌子 直接炸裂开来 直接走到对方身前 抓住那个副官的衣领吼道 什么 你再说一遍 那副官吓得脸色惨白 他还是第一次见张尚书 发这么大的火 张尚书息怒 报告上的确是这么写的 目前东北行省派副帅许雄 率领大军 镇守出口 大帅叶臣 已经率领部分精锐 杀进魔窟了 他妈的 张云举松开了对方 气呼呼地在房间里 转了好几个圈 别的行省 都在艰难地开展防御战 唯独这个叶臣 可倒好 竟然直接改防御便进攻了 真是无阻制无纪律 不过 胡万里闻言 心里却是美滋滋的 心中暗道 不愧是我老胡的弟子 就是他娘的有种 第177章 魔窟溃败 魔窟 帅气旁边 黑角城主坐在一头巨型狮子上 目光炯炯地望向不远处的坑洞入口 在此之前 他已经派出了多股力量 冲出探路 旁边 分立着黑牙城主和黑甲城主 坐在一头巨型黑豹上的黑牙城主开口道 我们派出的12位酒品 想必足够上面的蓝星人类喝一壶的了 算算时间 我们发起总攻吧 不急 黑角城主双目微眯道 我们跟突击队约定好了 一旦突破封锁网 会第一时间派人来通知我们 现在一个人都没回来 想来上面的战斗 还在激烈地进行着 大帅所言即逝 黑甲城主点了点头道 虽然我也觉得 上面的蓝星舞者 扛不住我们12位酒品的冲击 但小心一些总是没错的 我们这次接到王上的命令 率领二十成之众攻打蓝星 若是如此还会失败的话 我们只能提头向王上谢罪了 所以还是再等等吧 黑角城主冷横道 两位兄弟有所不知 之前有一个萧小 趁我和狮王为小公主喝寿之际 偷偷潜入了我黑角城 偷走了奎拉的所有生命原业 根据这些日子以来的调查 那个始作俑者 很有可能就来自于蓝星 这次我杀入蓝星地表 一定要将那个萧小抓住 亲手扒皮抽金方能消我心头之恨 我们一定会帮你找到此人 对 就算搜遍整个蓝星 我们也一定帮你找到这个人 就在三人说话之间 前方的坑洞内 突然涌起了能量波动 见状 黑牙城主笑道 快看 一定是上方打出的突破口 有人回来通风报信了 一定没错 黑甲城主哈哈大笑 朝周围数十万大军喊道 而狼们 建功立业的时候到了 跟随我踏平蓝星 有击杀高评者 赏生命原业一评 诸多舞者闻言 群情大振 深圳苍穹 黑甲城主也是激动不已 按照这样的进度 他率领的这一支队伍 也许能第一个踏入蓝星 在王上那里 一定能技首功 如此一来 他一定能获得王上的奖励 然而 就在他准备发号施令 全军突击的时候 却是发现 从坑洞中走出来的那道人影 显得极为陌生 似乎并不是他们魔窟的舞者 是蓝星舞者 黑甲城主眉头一皱 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怎么可能 黑牙城主大叫道 就凭蓝星那些鼠辈的胆量 怎么可能敢跟我们魔窟大军 正面硬碰 而就在几十万大军 错愕的功夫 只见那道人影张弓搭箭 竟是一箭朝着中军射来 快撤 感受到那支箭的威力 黑脚城主大惊失色 只是他的提醒为时已晚 箭矢穿透人群 竟是直接在军团中爆开 轰隆一声 核心地带 直接升起了一道小型的蘑菇云 一发爆裂箭的威力 竟是已经堪比一发小型的核弹 数以千计的魔窟武者 在爆炸之中宛如水浪般 被掀飞而起 哀嚎遍野地朝四面八方跌落而去 给我杀了他 黑脚城主怒不可遏 他万万没有想到 真有蓝星武者不怕死 竟然敢冲到魔窟中来 那他自然也不会客气 命令数十万大军 集体朝那道人影攻击而去 一时之间 剑气刀芒 火球冰弹 音波箭矢等诸多攻击手段 一起朝对方轰击而去 轰隆隆隆隆 爆炸声足足持续了数秒 方才停歇 在这种恐怖密集的攻势之中 即便是他们这种九品巅峰强者 都要陨落 所以 三位城主根本就不信 对方这个时候还能存活 然而 无情的事实 让他们大吃一惊 一根根爆裂箭 在数十万大军中不断爆炸开来 一朵朵迷你蘑菇云 也是不断地绽放 在这种狂暴的攻击之下 即便魔窟武者如何凶残 也终究露出了恐慌的一面 已经有人开始朝后方溃逃而去 在这种情绪的不断蔓延之下 一传十 十传百 仅仅只过了不到数秒钟 几乎一多半的魔窟武者 都开始溃逃 恐慌之下 人才人的事情也时有发生 魔窟武者相互践踏残杀 又死了一大片 即便此时三大城主再如何喝止 也根本无法阻挡 这种恐惧情绪的蔓延 愤恨之下 黑角城主指挥余下的 五位九品中断实力的城主 集体合为对手 不过还没等五位九品中断冲过去 对面那位已经冲了过来 而且在此过程中 众人惊骇地发现 这名蓝星强者 不知施展了什么秘法 竟然直接化身三头六臂 手中泛着电弧的大锤子 呼啸抡起 狂暴的雷霆之力 竟是直接将其中一名九品中断 轰击成了积粉 而另外一双手臂 握着一把黑色长剑 直接将另外一名九品中断 斩成血污 这还不算完 正中的那条手臂 再度拉动火焰长弓 一只利剑直接刺穿 第三名九品的头颅 让其彻底地粉身碎骨 瞬间秒杀三位九品 让剩余的两位九品中断城主 肝胆剧烈 连忙手脚并用地 杀住了自己前冲的身形 然后以双倍的速度逃离开去 绝颠强者 黑角城主见状 脸上也不禁骇然色变 能如此轻易地斩杀九品中断 即便是连他这位九品巅峰 都办不到 那也唯有绝颠强者 才能办到 绝颠强者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黑牙城主也惊慌不已 按照情报来说 蓝星的人类绝颠 根本不超过一手之数 又怎么会轻易出现在 魔窟战场之上 我们不是他的对手 快撤 黑甲城主地吼一声 率先驱动 坐下一头剑齿虎 朝着自己城池方向 狂奔而去 与此同时 江宁霜也率领着 第一支小队赶到 面对溃败的魔族大军 江宁霜一马当先 冲杀了过去 其中一名九品中 断成主剑 其角色无双 仗着自己修为高深 回一身 想将其掠回城去 结果 却没想到 江宁霜的战力 竟是如此强大 根本不是一般八品可比 每一枪刺出 都带着阵阵龙银 甚至将空间 都刺出丝丝黑线 蓝星之中 竟然有如此厉害的八品 那名九品 中断大惊失色 就想拔腿就跑 然而在其身后 一柄力剑默然射来 射穿他的头颅 第178章 十十五者 经此一战 魔窟黑角城一带 共损失了 十六名九品强者 八品 七品多达上百 中低品武者 更是不计其数 黑角城主率领大军 直接逃回了黑角城 大哥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黑牙城主喝了一口 闷酒低声问道 看来只能向王上求援了 对方来了一位 实力堪比决颠的强者 绝非我等所能对付的了 黑角城主 也是喝了一大口酒 又在怀中侍女的软肉上 狠狠地揉捏了几把 沉声道 好在我们现在还算安全 相信对方 也不敢再轻易进犯 我们可以先在城中 休整几天 等王上的支援到了 再杀出去 黑甲城主赞同道 大哥言之有理 这几天 我们就在城中 饮酒作乐 用这几个娘们 压压惊 哈哈哈哈 说话之间 他就是要对怀中的 侍女上下其手 然而 就在他们打算干点正事的时候 从外面屁滚尿流地 冲进来一名战士 大喊道 城 城主 大事不好 人族大军杀过来了 你说什么 黑角城主 豁然起身 将身前的侍女 直接扔了出去 厉声道 他拦心人类 难道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不成 竟敢攻打我魔窟城池 那名士兵道 城主大人 小的说得句句属实 眼下对方的大军 距离我们仅剩不足五十公里 马上就兵临城下了 他妈的 黑角城主 勃然大怒 直接走了出去 黑牙城主 和黑甲城主 见状 也连忙跟了上去 三人来到城墙 的确是发现 远处烟城滚滚 有大批武者 正朝这边赶来 大哥莫慌 黑牙城主冷笑道 现如今 我们这是在城内 可是有着九品 魔侄协助镇守 魁拉又是 我们这片魔狱中 实力最强的魔侄之一 相信在他的强大力量面前 我们一定能撑到援军到来 黑角城主 微微点头 冷横道 既然对方敢 跑到我黑角城来 那就让他死无葬身之地 魁拉虽然不善长远距离进攻 但镇守城池 绝对是顶级中的顶级 再加上我们三兄弟 以及三大九品魔兽的协助 哼 区区一个绝颠 就想带队攻城 简直痴人说梦 说还之间 叶辰已经带队 杀到城下 看着眼前的巍峨城池 叶辰脸上露出淡淡笑容 他看向身边江宁霜道 大师姐 你知道吗 给你的生命原业 就是我从这里借来的 江宁霜目光一宁 看向城中 只见此时大地震战 黑角城上 一株巨大的向日葵 迎风暴涨 直达数百米 俯瞰着下方的一众渺小人类 那恐怖的藤条张牙舞爪 仿佛一条条粗壮的手臂 覆盖了整座城池的位置 我之前只是听说过 魔窟城池中拥有九品魔值镇守 几乎绝颠强者 都无法攻入其中 今日一箭 果然名不虚传 江宁霜微微感叹 旋即他又看向夜晨 目光变得柔和道 小师弟 想必你当日 一定冒了很大的风险吧 夜晨呵呵一笑道 没感觉有啥危险 这颗魔值很好说话的 好说话 江宁霜翘脸一正 他可不相信这魔值会 将自己辛辛苦苦积攒的生命原业 拱手相送 更何况那根本就不是一心半点 而是满满的十大纲啊 大师姐不信吗 夜晨淡笑道 你看我一会跟他打个招呼 他应该就不会这么凶了 你别乱来 江宁霜目光微眯 据说九品魔值是相当恐怖的 尤其是扎根 在大型矿脉上的时候 灵力几乎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 哎 夜晨 就在他说话之间 夜晨已经是一步踏出 朝着黑角城的方向 飞绿而去 这家伙竟敢靠近黑角城 黑牙城主不禁低呼 黑角城主冷笑道 我们不用理会 就在这里看着即可 奎拉自会收拾这个狂妄之徒 然而 就在夜晨踏入黑角城范围之内 高达数百米的奎拉 却是直接震住了 即将抽出去的藤条也是 骤然一僵 因为他从来人的身上 感受到了一种熟悉的气息 正是这种气息 让他自从那一夜后 每一晚都会做噩梦 每天做的噩梦 都是一模一样的 一道人类身影 背着他在自己的下面 挖呀挖呀挖 把他的生命原液 全部挖走了 无论奎拉如何的反抗 都无济于事 那道人影无情地伤害了他 最后对方还一笑而走 而就在夜晨 刚刚嘴角上扬的时候 奎拉的记忆 开始轰然炸裂 噩梦中的那道人影 和眼前出现在城市边缘的人影 缓缓重叠 最终 成为了同一个人 死 意识到这一点后 奎拉险些再次情绪失控 然而 这一次 他及时地收手了 并没有让藤条落 在夜晨的身上 只听对面的人类淡笑道 亲爱的摩执朋友 你不想让你的 触手再次折断吧 你也不想自己的生命原液 再次一滴不剩吧 你更加不想自己 失去生命吗 三道灵魂拷问 让奎拉浑身颤抖 畏畏缩缩 奎拉 你怎么了 之前一直自信满满的 黑脚成主见状 不禁面色一变 急忙道 原来就是这个家伙 偷走了你的生命原液 奎拉 你快出手啊 快杀了他 然而 奎拉却是一动不动 仿佛被夜晨 施加了定身术一般 黑脚成主 急切地继续道 奎拉你怎么了 你难道不在守护黑脚成了吗 你要背叛魔窟 背叛王上吗 然而 他的话音刚落 奎拉一根又粗又长的藤条 朝他轰然抽下 轰隆一声 整个城门都轰然倒塌 奎拉你在干什么 黑脚成主大惊失色 连忙飞身躲避 可奎拉却仿佛中邪了一般 不断地朝他和另外三位九品 轰击而去 黑脚成主等人 只得狼狈地逃离出黑脚成的范围 马德 疯了 都疯了 没有了黑脚成和奎拉的保护 黑脚成主朝着魔窟深处逃离而去 下方一众黑脚成守军健壮 也是逃命式的逃离黑脚成 健壮 夜晨满意地看着奎拉点点头 不愧是九品魔值 果然是实实物者 第179章 魔窟全貌 奎拉文言 浑身都是轻微的抖动了一下 他现在 难道还有别的选择吗 即便是能跑 又能跑到哪里去呢 身为魔值 如果没有一片巨型零石矿脉 巨为己有 那跟一条咸鱼也没什么区别 如果离开了黑脚成 那他又能到哪里去找另外一条 如此巨大的零石矿脉 所以 权衡之下 他唯有臣服于夜晨 刚才我听黑脚成主管 你叫奎拉 夜晨拍了拍奎拉伸出来表示臣服的触手 淡淡道 很好 以后 我允许你跟着我混了 但如果若是被我发现 对我不忠 或者是随意袭杀我大下舞者的话 那就休怪我不留情面了 森冷的话语 让得奎拉厅的浑身再度抖动起来 警告了一番之后 夜晨这才看向城外 对江宁霜道 大师姐你看 我说 这颗魔值很好说话的吧 江宁霜谈口微张 没想到 夜晨竟是 以这种霸道的方式 占领了一座魔窟城池 并且还降服了一颗九品魔值 这若是传扬出去 恐怕不仅是大下高层 就连整个蓝星都将彻底震动 这可是蓝星前无古人的傲人战戒 夜晨又道 大师姐 你以后就在奎拉身边修炼就可以了 她能不断地产出生命原液 保证你的寿命会源源不断地增加 此言一出 奎拉却是抖动了一下触手 表示了不满 不过在夜晨一道灵力的眼神注视下 奎拉还是屈服了 你只需要攻击我 大师姐使用的生命原液 剩余的生命原液 你可以自己留用 奎拉文言 这才流露出开心的情绪 毕竟在此之前 她还是要定时定期地 为王庭提供份额不低的生命原液 而在此之后 她只需要负责一个人类女子的消耗 对比之前不知道好了多少 安排完这些之后 夜晨便是让万利等人带着队伍 占据了黑角城 并且将城中的原住民都驱赶了出去 非我族类 这些魔库原住民留在这里迟早生乱 所以夜晨根本没有任何犹豫 等众人在城中安顿下来后 夜晨这才派人回去通风报信 将魔库的战果传递出去 好让许雄安心 安顿好一切之后 夜晨这才从一堆八品神格中 翻找出了三枚属于自己职业的神格 吸收进体内 在生命原液和精血的双重滋润下 她的修为早就已经踏入七品巅峰 现在水到渠成的便是踏入了八品 而剩余的高品神格 则是让她下发给了李牧等人 让他们根据手下舞者的实际情况 分配神格 一时之间 夜晨所率领的这支小队 实力空前暴涨 直接有五十多人 从六品巅峰踏入到了七品 这些舞者大多数 都已经卡在六品好多年了 苦于一直没有得到神格 而无法晋升 现如今跟随夜晨进入魔窟 却是一战就突破了七品 自然是欣喜若狂 而剩下的五品和四品舞者 也是从黑角城中 搜出了大量的零食 实力的提升也是不在话下 也就在夜晨处理完所有事物 打算继续攻占相邻的 其他魔窟城池的时候 一道矮小的身影 出现在了夜晨身前 是你 夜晨看着眼前的这个孩童 不禁一愣 眼前的这个小家伙 就是之前乌龙身边的 那个小家伙 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错觉 夜晨感觉好些日子不见 他感觉这个孩童 不仅没有长大的迹象 反而比自己之前遇到他时 更加矮小年幼的一点 当然 这也仅仅只是夜晨感觉 而那个孩童看见夜晨 却是没打招呼 而是直接了当地道 夜晨 你 他刚说到这里 夜晨直接打断道 叫夜晨哥 没大没小的 孩童 虽然你比我 加入龙组的时间早 但我毕竟 比你大不少 叫一声 哥你也不吃亏吧 孩童继续沉默 尴尬的空气凝固了数秒后 那个孩童才再次开口道 夜晨 你知不知道 你和你的这支队伍 现在很危险 此话怎讲 夜晨坐在城主松软的兽皮座椅上 看向对方 眼前这个小家伙年纪不大 性格倒是老成的很 脸上也是不苟言笑 那孩童却是反问道 你知道魔窟究竟有多大吗 你知道魔窟内部 隐藏着何等实力的强者吗 夜晨摇了摇头 他知道对方会自己告诉他答案 孩童继续道 先不说核心区域 就单单说核心外围的这片区域 你现在所处的这个区域 我们龙祖称之为第七区域 像你现在身处的城池 在第七区域内 还有七百多个 夜晨文言 眉头一挑 问道 也就是说 整个第七区 光九品强者的数量 就多达上千之数 那孩童郑重地点了点头 又道 你要知道 单单只是第七区域 总面积就比我们蓝星 还要大上三 四倍 而根据我们龙祖目前的探查结果的汇总整理 整个魔窟的外围 至少还有76个 夜晨文言 不仅也是从椅子上坐置了身体 看来魔窟的大小 比他想象中还要巨大 仅仅只是一个区域内的九品强者 就要比蓝星加一起 还要多得多 而这样的区域 在魔窟中还有70多个 实际情况甚至更多 想到这里 夜晨问道 看来我们龙祖的核心成员 都神龙剑手不见尾 就是一直在探查 魔窟情况是吧 那孩童微微点头道 只有知己知彼 才能制定应对的策略 这些情报 是我们龙祖核心成员 以生命和鲜血为代价 才换回来的 我们的头号强敌 根本不是蓝星上的那些国家 而是这幅员辽阔 资源丰富的魔窟 顿了顿 那孩童继续道 刚才我所说的 还仅仅只是魔窟的外围 可以想象核心区域 是有多么巨大 而能镇压如此多强者的王庭 又将是何其强大 夜晨沉默片刻后 问道 也就是说 在魔窟的核心区域 有着超越绝颠的强者存在 而且是远超绝颠 那孩童微微点头 郑重道 甚至已经掌握了 一些规则之力 第180章 绝颠之上 夜晨双目微眯 沉色片刻 然后又看向那个孩童道 看来你应该知道 绝颠之上的修炼体系 那孩童微微点头 然后道 你应该知道 九品之上就是绝颠 普通绝颠便拥有 二十万卡气血 一万盒精神力 踏入绝颠后 神石中会开辟出天门道 绝颠的强弱 取决于你在天门道中 所前进的距离 踏出五百米 则视为绝颠中期 踏出一千米 则视为后期 绝颠后期 气血可达四十万卡 两万盒精神力 夜晨文言心中了然 如果按照一气血 转化实力量来算 再加上自己的神器 和神技的加持 目前恐怕只能 与绝颠中期强者一战 遇到绝颠后期强者 虽然不会输 但想赢也很费劲 想到这里 夜晨又问道 那绝颠之上 是什么境界 地境 孩童解释道 天门道踏出 一千米以上 便可称之为地 魔窟核心境区的强者 普遍都在此境界之中 夜晨文言又问道 那地境之上呢 地境之上 称之为圣境 孩童道 这个境界 仅仅只是 我们研究员 在古籍中 所找到的境界划分 具体是否有此境界 还有待考证 但据我们龙族 所得到的消息 推测魔窟之主 应该就是这个境界的强者 夜晨文言眉头一挑 如此说来 魔窟的整体实力 要比我们墙上 不止一星半点 何止一星半点 孩童露出一丝苦笑 可以说是 萤火比之好远 无论是从武者的数量 和质量上 都完全地碾压我们 可他们这些年来 为什么没有派出 地境以上的强者 来将我们蓝星灭掉呢 这也是我们龙族 正在研究的问题 那孩童继续道 就目前的情况推测 这座魔窟本身 也并非铁板一块 即便是 在核心禁区地带 视力与视力之间存在着 诸多矛盾和对抗 就像我们蓝星一样 再有就是魔窟自身 也面临着某种巨大的压力 但具体是什么压力 就不得而知了 还有就是魔窟 可能有着某种 我们现在 不得而知的计划和秘密 而为了让这个计划 顺利进行 现在还不是彻底 吞噬蓝星的时候 俗称养猪 顿了顿 孩童又道 总之无论是哪种理由 对于我们蓝星来说 都没有任何的好处 只有任人宰割的分 夜晨想了想到 既然如此 那我们现在 更要争取更多的资源 来提升我们的实力 可问题就出在这里 孩童严肃的道 我担心过畸形卫 会让魔窟 提前对蓝星 发动毁灭打击 所以在没搞清楚 他们的具体目的之前 我们的行动 最好克制一下 其实也不用这么谨慎吧 如果魔窟 真的能灭掉蓝星 那他们早就出手了 既然还没出手 说明肯定有 他们所忌惮的东西存在 我们倒不如趁此机会 抓紧发展 总比座椅代币要强得多 那孩童文言道 你这么说也有道理 这也是为什么 我没有在第一时间 阻止你的原因 我也想看看 魔窟有什么反应 说到这里 他的目光看向远方 难难道 魔窟似乎对我们蓝星的 发展一清二楚 这一次的大规模突击行动 可能就是感受到了 蓝星日渐强大 所以才会派出 这么多的强者来消耗我们 夜晨冷笑道 既然如此 那就让我也来消耗一下 他们的有生力量 顺便把他们的 真正意图打出来 你有信心 孩童看向夜晨 严肃道 如果你这么做的话 也许会招来魔窟 何星镜的强者 对你攻击 哪怕随便来一位 地镜强者 可能动动手指 就能让你灰飞烟灭 夜晨笑道 那就让他们来试试 我就怕他没那么好的哑口 很好 那孩童微微点头 第一次露出笑容 你既然不怕 那我自然会全力支持 你只需要记住一点 无论何时何地 龙祖都会在你身边 或 年纪不大 口气倒是不小 夜晨也站起身来 俯瞰向眼前的孩童 细写道 不知道的 还以为 你是龙祖老大青龙呢 哎 叫生辰歌听听 那孩童 直接给了夜晨一个白眼 然后便是朝着门外走去 边走边道 我会将你的意思转达 给每一位龙祖核心成员的 有任何的消息 都会在第一时间告诉你 看着那个孩童 离去的背影 夜晨副手 在原地转了几圈 现如今 他也要考虑一下 接下来的战略方向 究竟是一鼓作气 去攻 打下更多的魔窟城池 还是暂时镇守此地 休养生息 思考了片刻后 夜晨还是决定 暂时执行第二套方案 毕竟现在魔窟 对于大夏 乃至蓝星来说 都是地广人稀 即便是占领了更多的城池 也调集不来那么多的武者镇守 倒不如步步为营 先将打下的战果 转化为战力 然后再缓步推进 这样才是长久之计 而他本人 也要趁此机会 努力修炼 想到此处 他又是将一瓶精血 和一罐生命原液喝进肚中 然后走出城去 开始继续刷怪 与此同时 许雄亲自在坑洞口督站 等待着夜晨的消息 身旁一位副官道 副帅 咱们大帅 已经带人进去 有半天多的时间了 现在怎么还没有半点动静 许雄文言 也是眉头紧皱 他已经派出去 三波侦察兵了 而每一波侦察兵派出去 都如同时辰大海般 无影无踪 直到现在 他还没有得到任何具体消息 大帅 不会在里面 全军覆没了吧 旁边一名官员 战战兢兢地道 闭嘴 你个乌鸦嘴 副官喝骂一声 虽然他此时的心情 也十分地沉重 认为夜晨所率领的那支小队 安全回归的希望 十分渺茫 可他还是不愿接受这个事实 而且也不能 让这个负面情绪 影响到其他人 那样会极大的打击事情 不过 就算他不说 众人的心中也都有数 此时一股压抑的氛围 在整个军团不断蔓延 也就在此时 能量波动 许兄立刻命令道 所有人准备 周围一众舞者 和抗魔军神经 立刻再度紧绷起来 只要从坑洞内 走出的是魔窟舞者 就会毫不留情地 全力出手 直接轰杀 然而坑洞内 却是传来了大下雨 别动手 别动手 是自己人 第181章 开疆拓图 听见对方说的是大下雨 许兄连忙挥手 让众人暂停动手 不过仅仅只是暂停 只要他的手臂放下 大量的攻击 还是会如暴雨般落下 将对方轰成鸡粉 毕竟蓝星人 也有很多会说魔窟语 魔窟人也有可能学大下 雨来迷惑他们 慢慢地 一道人影举着手 从坑洞内走了出来 他也知道 现在不能轻举妄动 否则的话 自己一定在瞬间被秒杀 这种高烈度的时期 那可真是宁杀 错没放过 所以他立刻喊道 我是跟随夜城大帅 前往魔窟的第一小队成员宁伟 特封大帅之命 回来报信 许兄认出了此人 旋即叫众人停止攻击 双方顿时都长出了一口气 许兄问道 大帅目前怎么样了 是不是已经在回归的路上了 报告副帅 宁伟回答道 目前我军已在大帅的带领下 杀退了下方聚集的数十万魔窟大军 并且攻克了黑角城 目前军队正驻扎在黑角城中 休养整顿 你说什么 许兄和周围一众将领官员 大吃一惊 几十万大军都打退了 而且还攻占了魔窟的黑角城 那可是魔窟 面对我们东北行省的第一重镇啊 竟然被大帅拿下了 卧槽 这到底是真的假的 众人一时之间都炸开了锅 总感觉这个消息太过魔幻 要知道 在此之前 大厦的最好战绩 就是进入魔窟 并且向前推进了五十公里 而这一战绩 目前还记录在整个大厦 历史功勋榜的前列 许兄沉默片刻 又沉申问道 宁伟 你确定所言属实 你要知道 谎报军情可是死罪 宁伟正色道 我宁伟敢以向上人头担保 刚才所言句句属实 若有半句谎言 甘愿军法从事 就在此时 许兄一旁的副官轻易一声 问道 宁伟 你踏入七品了 宁伟不好意思 嘿嘿一笑道 大帅斩杀了不知多少七 八品强者 所以我有幸分到了一枚神格 死 此言一出 众人不禁道息一口凉气 七品神格 就这么简单地得到了 这简直颠覆了所有人的三观 同时也让不少人暗自后悔 如果之前自己也跟随夜城 进入魔窟的话 估计现在 也能分到不少好处 而且 他们亲眼看到 宁伟都踏入了七品 基本可以确定 他刚才的话真是可信 如果不是取得了大姐 那七品神格又是哪来的呢 好 好啊 许兄也是激动不已 连忙让副官传令道 快去将这一战果 传递给总指挥部 是 副官行礼 连忙去发报了 此时 金师总指挥部 六部之手 难得地聚集在了一起 历部尚书张云举道 诸位大人 在我们共同的努力下 终于是扛过了魔窟的第一轮攻势 大家总结一下战果 然后商讨一下接下来的战术安排 他刚说完 兵部尚书邹立强道 目前来看 五大行省之中 西南行省损失最为惨重 我已问责西南行省大帅 并派侍郎陆大勇再次督战 顿了顿 邹立强继续道 至于其他行省 皆战果斐然 没有让魔窟舞者越雷池一步 尤其 尤其是东北行省的表现 让人眼前一亮 几乎做到了灵伤王 简直是个奇迹 李布侍郎周明笑道 还是邹大人 你用人有方啊 东北行省换了一个新主帅后效果 立竿见影 从原本最弱的一个行省 直接变成了最强的一个 哪里哪里 邹立强也吹捧道 还是你老周御人有道 能给大厦培养出如此优秀的人才 说来说去 你们不就是想夸一夸那个夜城吗 旁边一名嘴角下垂 眼神冷漠 眉头紧锁的老者冷哼一声 继续道 我看两位大人 未免将此字吹嘘得太过了 此战的胜利 是因为我们六部协作有方 调前有度 跟某一个人 又能有多大的关系 众人看去 原来是户部尚书贾英 贾尚书说的也有道理 张云举笑着打圆场道 这场胜利 自然有我们六部的功劳 但也有夜城 作为东北行省主帅的指挥之功 我们自然要赏罚分明 张尚书所言即是 赏罚分明这是对的 贾英淡淡道 只是据我所知 东北行省这次的指挥重任 主要还是有前大帅许雄来完成的 如果说该赏 也是该赏赐许雄 而非夜城 周明文言开口道 贾尚书 我知道你对夜城有私人恩怨 只是公是公 私是私 我们不要混为一谈 老夫并没有混为一谈 贾英正气地道 我只是就事论事 该是谁的功劳 就是谁的功劳 不要拿别人的功劳 来给自己脸上贴金 他话音刚落 一名通讯员跑进来报告道 各位大人 东北行省发来最新战报 讲 张云举立刻道 是 通讯员经理道 东北行省副帅许雄发来战报称 大帅夜城清律小谷部队 击溃魔窟数十万大军 共击杀魔窟九品一十六元 高品上百 中低品不计其数 听闻此言 六大上书都坐不住了 脸上的表情更是精彩分成 可莫等他们开口 通讯员道 战报上还显示 大帅夜城以帅队追杀 至魔窟城下 并且打破了黑角城 城主及九品魔兽逃亡 守城九品 魔直向夜城大帅投降 以上为战报全部内容 报告完毕 通讯员 啪得再次进了个礼 然后转身走了出去 直到通讯员 已经走了好一会 屋内也久久没有传出 半点声息 最后 还是邹立强看向贾英 但笑道 贾尚书 军中无戏言 刚才的战报你可听到了 贾英哑口无言 脸色变得越发难看 张云举却是一拍桌子 大笑道 好你个夜城 你这是要上天啊 真是自古英雄出少年啊 周明感慨道 别的行省都在战略性防御 唯有东北行省 在夜城的带领下 竟是实现了开疆拓土 众人听到开疆拓土 这四个字 不由得浑身一震 这个字眼 已经有数百年 没有出现在大厦的 历史记录之中了 而在这个时代 竟是被夜城实现了 第182章 黑宫密谋 众人自然都知道 这个意义十分重大 整整数百年 大厦只能固步自封 在各种压力之下 毫无寸境 可是今天 大厦竟是将疆域延伸到了外域之中 而且 那可不是普通的贫瘠之地 而是资源极其丰富的魔窟 此时 夜城占领了一座魔窟城池 就代表着 至少控制了一座 超巨型零石矿脉 单单只是 这一条零石矿脉 就已经远超蓝星 所有零石矿脉的总和 可想而知 这是一个多么巨大的飞跃 我提议 晋升夜城为东北总督 监管东北行省 一切事宜 张云举看向其余五位尚书 各位可有异议 其余五人默不作声 就连假鹰也拿不出任何理由来反驳 夜城做出的贡献实在是太大了 可以说 现在升任六部尚书也毫不为过 总督之职 实至名归 这也是大厦百年来的第一位总督 官位与六部尚书齐评 而这条消息 也是很快地被媒体报道了出去 所有大厦子明文之欢呼雀跃 纷纷在网络上 表达了自己的喜悦之情 大厦牛逼 夜城总督牛逼 奈何本人无文化 一句我操心天下 真他妈给大厦长脸 我为自己是一名大厦人而自豪 信息时代 这件事情很快便是在蓝星互联网上传播开来 经过上一次八旗大蛇事件后 夜城已经积累了不少来自世界各国的拥躬 而这次攻占魔窟城池的消息传播开来后 有更多的人加入到了这一行列之中 之前阿美利卡自诩是蓝星灯塔 以后可别再这么说了 我作为一名阿美利卡人都感觉丢人 我作为日不落帝国公民也感到十分羞耻 赶紧换掉这个该死的名字吧 真够恶心的 从此以后 大厦将成为我们蓝星的领袖 其他国家都靠边站马 现在我一名大厦还来得及吗 我已经迫不及待地和自己的偶像夜城见面了 那一定是个非常奇妙的感觉 我愿意为真主夜城献出心脏 各种言论充斥在互联网上 夜城在魔窟迈出的一小步 仿佛是蓝星所有人类迈出的一大步 就在世界各地舆论不断发酵的时候 阿美利卡黑宫 总统拜普与沙皇菲尔四世见面了 拜普开门见山道 菲尔四世 我的朋友 你也看到了 现在的形势对我们很不利 一旦这样下去 我们将彻底没有翻身之日 阿美利卡已经统领世界数百年 现如今直接跌落神坛 让拜普和整个阿美利卡高层难以接受 所以 他们急需寻找盟友 企图遏制日渐崛起的大厦 争取在大厦还没有完全起飞之前 将其羽翼剪掉 对面 菲尔四世道 我已经明晰总统您的提议 我对此没有任何意义 维持蓝星的大局稳定 符合我们两国的共同利益 顿了顿 他又继续道 不过总统先生 您也不必太过着急 叶辰如此急功近利 也未必是一件好事 我认为 我们可以推波助蓝 加剧叶辰与魔窟之间的矛盾 沙皇陛下的意思 我们坐山观虎斗 拜普问道 正是如此 菲尔四世笑道 如果我们现在出手 反倒会引起叶辰和大夏的注意 我们倒不如主动向大夏和叶辰示好 并且表示愿意为大夏提供一切量力而行的援助 使其对我们的防范松懈 更加专注地对抗魔窟 叶辰的战果也会越来越多 如此一来 我想魔窟的王庭绝对忍受不了 一定会派出超级强者去灭杀叶辰 叶辰一死 世界又将落入我们的掌控 拜普哈哈大笑道 沙皇陛下的想法 跟我不谋而合 叶辰年少轻狂 根本不知道地境强者是有多么可怕 只要魔窟随便派出一位地境强者 叶辰必然灰飞烟灭 到了那个时候 我愿意与沙皇陛下平分天下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黑宫之中 响起了两人愉悦的大笑声 魔窟深处 黑角城主带着一众残兵败将奔逃到这里 胆怯地回头看了一眼 发现叶辰并没有追来 这才长出一口气 而在他们前方 目利所及之处 已经能够看到 有一道山脉 横灌在他们面前 这山脉之高 直插天际 宛如一道天然屏风般 将空间完全隔绝 仿佛永远无法到达山的那一边 此山脉名为天目山脉 是魔窟各域与核心境地划分所在 若非王上召见 或者有重大事件 外放的城主 根本不得踏入天目山脉半步 哪怕是靠近 也有被镇守天目山脉 各个要塞的门神 直接击杀的可能 黑角城主等人此行的目的 就是前往天目山脉 请求支援 而就在黑角城主 准备继续赶路的时候 虚空中 却是出现了一道人影 此人脸上 镶嵌着黑色条纹 赤着上身 露出一身肌肉 看到众人道 在下 罗刹城主阿伦 你们这是要往哪里去 黑角城主见 道此人不敢怠慢 虽然大家都是城主 但亦有差距 像他这种 镇守在最外围的城主 在所有城主中地位 能排在第二列 而最靠近天目山脉的城主 则能排在第一列 也是所有城主中 实力最强的几位 至少都是绝颠中品强者 黑角城主 连忙将自己的遭遇 说了一遍 罗刹城主咒没道 你说什么 我魔窟城池 竟然被那些 卑微的蓝星人夺了去 真是废物 黑角城主等人文言 根本不敢还口 毕竟自己等人打了败仗 几十万大军 就这么溃败了 也没什么狡辩的借口 黑角城主抱拳道 还请罗刹城主 您能放我们过去 前往天目山脉 将此事告知王上 这区区小事 还用得着劳烦王上 何况如果此事 被王上知道 你的相上人头 还保得住 黑角城主文言 连忙攻身道 还请阿伦兄救我 也罢 反正老子 闲着也是闲着 罗刹城主冷笑道 你只管带本城主 前去迎敌 看老子如何虐杀 这些贼胆包天的鼠辈 第183章 等你回来 使用乾坤一击击杀目标 永久获得力量加5 敏捷加5 使用乾坤一击击杀目标 永久获得力量加6 敏捷加6 此时 叶辰正在城外刷怪 由于魔窟内灵气充盈 导致魔物众多 而且级别还都不低 这显然是叶辰绝佳的 刷怪地点 而就在此时 他却是接到了江明霜的通信 说是让他立刻返回 叶辰再次将不远处的 一头犀牛魔物射杀之后 这才朝着原路返回而去 他本来也没走出多远 没过多久 便是回到了黑角城中 大师姐 什么事 叶辰看向大殿内 正在等他的江宁霜 疑惑问道 他之前还以为是有魔窟强者杀来了呢 可找了一圈 却没有发现任何踪影 是毛熊沙皇和阿美利卡的总统派使者来了 江宁霜道 他们说奉命前来为你道喜 说你完成了蓝星人从未达到的壮举 两国统领十分高兴 所以派人前来慰问 叶辰闻言淡淡一笑 见他沉默不语 江宁霜又道 叶辰 我总觉得这件事有些别扭 哦 说来听听 顿了顿 江宁霜解释道 如果我是沙皇或拜仆的话 知道大夏竟然在魔窟开疆拓土 心中肯定窝火 这显然对自己在群众中的威严大大降低 又怎么还会派使者来祝贺 这分明是黄鼠狼给击拜年 没安好心 大师姐 你分析的很有道理 叶辰笑了笑 副手在大殿内来回走动着 只是人家以礼相待 我们总不能伸手去打笑脸人 既然人家愿意演戏 那我们陪着眼上一出 又何妨 说到这 他问道 那两个使者在哪 就在楼下会客厅 叶辰点点头 率先朝会客厅而去 等来到会客厅后 原本正在闲聊的两名使者 立刻起身 对叶辰恭敬行礼道 见过总督大人 总督 叶辰一愣 旁边江宁双连忙解释道 六部已经商定 晋升你为东北行省总督 掌管东北行省一切事宜 他这才心中了然 原来自己又升官了 当即 看向两位使者道 两位免礼 总督大人 拜普使者从那戒中取出一口金灿灿的箱子 打开一看 里面竟是装着上千颗零食 这是拜普总统 让我赠送您的礼物 期待您能再接再厉 为我蓝星开辟更多疆域 他刚说完 沙皇使者也取出一口箱子 里面同样装着上千零食 恭敬道 总督大人 这是沙皇陛下 托我转交给您的贺礼 祝您五蕴昌龙 再创辉煌 叶辰扫了两个箱子一眼 微微点头道 转告沙皇和总统先生 我已经收到贺礼 希望你们两国 也能早日在魔窟中 开辟新的疆域 两位使者面色一僵 然后相互对视一眼 再次恭敬行礼 他们又怎会不想如此 只是魔窟的百万大军 实在太过强大 若是想在魔窟开辟疆域的话 他们估计要清静举国之力 只是那样的话 他们两国必将元气大伤 而且 就算是能打下城池来 也未必能守得住 魔窟何其之大 强者何其之多 随便来两位决颠 恐怕都够喝一壶的 更别说魔窟禁区之内 传说还存在着地境强者 据说 一位地境强者 便可堪比五位 绝颠后期强者 如果真惹得地境强者降临 恐怕只需要一根手指 就能让两国彻底覆灭 当然 这些话 他们自然不会跟叶臣说 只是表示 毛熊和阿美利卡实力孱弱 无法做到开疆拓土 唯有瞻仰大夏和叶臣总督 见到这两位使者的表现 叶臣便是知道 对方心中的小心思了 他自然也没有点破 只是说了几句客套话 而就在兵主几人相谈圣欢时 一名卫兵火急火燎地跑了进来 并报道 大帅 不好了 魔窟的援军来了 他刚刚说完 便是感觉整个天空突然一暗 紧接着 一道声音如雷声滚滚般响彻天际 蓝星鼠背 出来受死 两位使者自然也精通魔窟语 感受到周围环境的变化 他们顿时下的面如土色 能改变周围环境和气象 来人至少是绝颠强者 而且还不是一般的绝颠 至少也是一位绝颠中期强者 绝颠中期 可栗战三位绝颠初期 也就是说 沙皇 拜普总统 以及龙华公那位老者联手 都不一定能战胜眼下这位魔窟强者 意识到这一点后 两位使者吓得兜腿发乱 心中不禁后悔不已 早知道魔窟的报复如此之快 他们绝对不会印下这个差事 沙皇使者连忙道 总督大人 下官这就走了 卑职也告退 拜普使者也连声说道 然后 两人便是打算快步离去 谁料却是被夜晨一把抓住 细写道 两位使者大老远来一趟 要是就这么急匆匆地走了 还以为我夜晨招待不周 怠慢了二国使臣 我今晚会在城中大摆宴席 款待二位 两位务必赏脸啊 大人 还是不用了吧 我已经完成了使命 现在就告辞了 是啊大人 等改日 我们再来看望大人 说着 就要再度朝门外走去 只是两人的脖子被夜晨抓住 却听夜晨沉声道 两位使者这么着急离开 难道是看不起我夜晨吗 两位使者连忙慌张道 哪里的话 我们一向静养总督大人啊 那就给我老老实实地待着 夜晨将两人朝大殿一推 看向江宁霜道 大师姐 派人看好这两位贵客 等我处理了外面的事情后 就回来继续招待两位使者 师弟多加小心 江宁霜走上前来 美眸如水 看向夜晨 大师姐是要用吻来给我装行吗 想得美 江宁霜白了她一眼 然而 就在夜晨转身即将离去的时候 却是感觉身后一只颤抖的御手 握住了她的手掌 声音细弱闻音的道 我等你回来 夜晨微微点头 轻轻捏了捏御手 示意不用担心 旋即身形便是直冲半空 第184章 妙招评出 阿伦兄 就是他 见夜晨从城中飞出 黑脚城主一众人连忙道 呵呵 没想到你真敢过来 看着眼前这位相貌白净的年轻男子 罗刹城主 眉头微皱 她也没想到 率领蓝星舞者 攻破自家城池的 似乎只是个不足20岁的年轻人 能以一己之力 将他们魔窟三大九品后期 强者打败 那实力至少也是堪比绝颠初期 这种成长速度 甚至已经能比肩他们魔窟最强天骄阿尔法王子 以蓝星那贫瘠的资源 又怎么可能寓寓出 如此强悍的天才舞者 想到这 她这才意识到 事情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回去之后 一定要将此事上报王庭 而眼前这个蓝星强者 她绝对不可能让他活着离开 旋即 她高声开口道 小子 你现在跪下受死 本城主可以给你留个全尸 这句话 好像应该我对你说才对 夜城看向对方 又看了看她身旁站着的黑脚城主等人 不禁摇头一探道 看来这次一定要斩草除根 否则就会有源源不断的麻烦来 小子 你好嚣张 黑脚城主站出来立声道 你觉得凭你自己 就能将我们这些人全都杀光 这取决于我的心情 夜城淡淡开口 再次看向对方 实不相瞒 我现在心情很糟糕 所以你们今天一个都别想跑 大言不惭 黑脚城主冷笑连连 不过他也知道自己不是夜城对手 旋即看向罗刹城主道 阿伦兄 请您出手干掉此子 为兄弟们出口恶气 罗刹城主阿伦咧嘴一笑 周身黑雾骤然暴涌而出 转眼之间 方圆百里之内 竟是尽数被黑雾笼罩 而此时的黑脚城中 却是一片大乱 黑雾将黑脚城彻底笼罩 让其中的人都变得如盲人一般 伸手不见五指 甚至连听觉都受到严重的影响 耳边只能听到不断的呜呜的风气声 根本听不到其余任何声音 所有人只能抽出武器 在原地戒备 但凡感知到周围出现波动 便是直接抽刀相向 两位使者叫苦不迭 看来自己今天 果然是要葬送在这里了 如此强大的迷阵 就算是沙皇和败谱来了 估计也走不出去 更别说是他们了 尤其这迷阵 还封锁了自己的武感 这就更加让人心生恐惧 只要身处 在这迷阵之中 即便不会被人杀死 时间一长 也会被封掉 而此时身处于迷雾核心之处 那等效果 自然更加霸道 不过此时黑脚城主 等一众魔窟舞者 却并不受任何影响 他们看着叶尘 站在迷雾中 迟迟没有动作 脸上不禁浮现出一抹冷笑 阿伦兄 先不要立刻杀死他 让我出出气 黑脚城主给罗刹城主传音道 罗刹城主自然明白 前者是什么意思 既然对方已经陷入自己迷阵之中 封闭了武感 那就不可能再走得出去 旋即微微点头 示意对方随意 黑脚城主兴奋一笑 抽出佩刀 便是悄悄地摸到了叶尘身后 发现对方丝毫没有察觉 脸上顿时露出猙獰之色 使出全身力气 便是朝着叶尘头颅砍去 然而 就在他的刀锋 即将落在叶尘头顶时 一只手臂 却是鬼魅般地探出 手掌一握 后发先制地掐住了他的脖梗 这一幕 却是让黑脚城主 吓得汗毛倒立 师生惊叫道 你能看到我 我也没说不能啊 叶尘淡笑之间 手掌直接一握 搭巴一声 竟是直接将对方脖梗捏碎 只剩下一颗头颅的黑脚城主 惊慌失措 朝罗刹城主大叫道 阿伦兄快救救我 不过叶尘却没给他 继续呼喊的机会 将那头颅缓缓松开 用一记踢足球开大脚的姿势 将黑脚城主的脑袋 直接踢爆 紧接着 叶尘手握后一弓 一记夺命三连射 将剩余的黑甲城主 黑牙城主等三位酒品 全部射爆了脑袋 你在我的迷雾中 竟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罗刹城主难以置信 即便是绝颠中期强者 都不敢轻易踏入他的迷雾 眼前的这家伙 不知是如何办到的 他哪里知道 自从叶尘踏入魔窟后 搜刮来了上万灵石 早就将所有技能 都提升到了五级以上 而鹰眼技能提升到五级后 竟是激活了透视功能 不仅这种迷雾 对他不受影响 即便是隐身的敌人 站在他的面前 也看得一清二楚 你没必要知道 叶尘 看向罗刹城主 张公搭剑对准后者 既然来了 那就留下吧 说话之间 叶尘一箭射出 小崽子 竟敢小瞧本城主 罗刹城主立合一声 竟是直接进化成了一头黑豹 黑豹身形一动 竟是如同鬼魅般狂奔而起 那恐怖的速度 在半空中宛如闪现般 腾转跳跃 几个跳跃间 便是直接来到了叶尘身后 利爪直接便是朝着叶尘后脑拍去 然而 就在罗刹城主以为自己 能将对手一击毙命时 竟是惊诧地发现 对方身后 竟是又伸出一双手臂 抡起雷霆锯锤 携带着无尽的威压 便是朝他的天灵轰来 这若是被击中 他的脑袋当时就得爆裂 罗刹城主不敢应接 灵桥的身形 再次躲闪到另外一个方向 企图从这个方向 再次发起突袭 哪知叶尘的侧后方 再次伸出一条手臂 握着一柄黑岩长剑 便是朝着他的驳梗斩来 吼 黑豹一声怒吼 似足一塌虚空 竟是宛如一头炸毛的猫般 弹射而起 而就在他以为 自己逃出生天的时候 却是猛然察觉到 自己上方出现强烈的危机 不禁让他浑身汗毛炸裂 只见在其头顶上方 竟是再度出现了一个 三头六臂的叶尘 当他想往另外一个方向逃时 却是发现在他的面前 又是出现了第三个叶尘 罗刹城主顿时毛骨悚然 不过他毕竟是 九经战场的舞者 瞬间便是让自己冷静下来 这三个叶尘定然有两个是幻象 他只需要甄别 哪个是真身就可以了 他现在身为兽形态 对于能量的感知十分敏感 幻象攻击根本迷惑不了他 而就在此时 三个叶尘同时朝他射出箭矢 可当他自信满满地感知后 这才震惊地发现 这三道箭矢竟然全都是真实攻击 错愕之间 三道箭矢全部命中 虽然有两道箭矢的力量比较薄弱 可那敌的确确对气造成了伤害 而且他还惊骇地意识到 自己被叶尘射伤的位置 竟是无法修复伤口 仿佛被封印了一样 只听叶尘淡笑道 破魔剑的滋味不错吧 第185章 四大巡查 升级过的破魔剑 不仅能封印射中部位的机能 甚至连灵气的运转都将受到影响 这也是叶尘第一次在实战中使出破魔剑 现在看来效果的确不错 尤其是配合上升级以后的分身术 更是效果拔群 升到5级之后的分身术 创造的分身不再是纯粹的幻象 也能继承本体大概五分之一左右的战力 这点伤害虽然无法杀伤 像罗刹城主这样实力强大的敌人 但配合上附带特殊效果的技能同时使用 简直不要太爽 现在的罗刹城主 相当于中了三根破魔剑的效果 周身灵力的运转速度大幅度地降低 甚至连迷雾都无法再继续维持 整个黑角城再度重回光明 所有人连忙看向半空 却是发现自家大帅依旧在跟敌人交战 不过只要不傻 自然能够看出叶辰占据了绝对的上风 结束战斗只是时间问题 两位使者也是慌忙跑了出来 看到半空中魔枯强者落荒而逃 两人都是面面相去 震撼不已 想不到就连绝颠中期的超级强者 都不是叶辰的对手 要知道 绝颠前期和中期的差距 几乎可以相当于六品巅峰 与七品武者之间的差距 那简直就是天壤之别 菲尔四世和拜普在这种强者面前 只有被虐杀的份 根本没有任何还手之力 可如此强大的存在 此时却被叶辰追赶得如同丧家之犬 可想而知 叶辰到底有多么强大 就在他们两人各怀心思的时候 叶辰已经用破魔剑几乎封锁了对方全身 罗刹城主甚至连兽形态都无法维持 呼吃气喘地站在半空 眼神中再无一丝嚣张气焰 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悔恨 求你高抬贵手 放我一条生路 罗刹城主战战兢兢 不断哀求 如果刚才我向你求饶的话 你会放过我吗 叶辰淡淡反问 脚步不断逼近 我乃王上清风的幽冥十二城主之一 你若敢杀我 王庭必派巡察使前来镇压 巡察使 没错 罗刹城主冷笑道 王下四大巡察使 每一位都是地境强者 若是巡察使亲自降临 不仅是你 就连整个蓝星都将覆灭 说到此处 他哈哈大笑道 现在知道自己有多么渺小了吗 在巡察使那强大的威能面前 你只不过是一只大一号的蝼蚁霸 然而 突兀间的一剑 直接贯穿他的面门 让他的声音戛然而止 罗刹城主难以置信地看向叶辰 目光不断地涣散 破魔剑的特殊功能 让他大脑机能迅速枯萎 他万万没想到 叶辰竟是连地境强者不怕 难道不杀你 巡察使就不会降临吗 叶辰冷哼一声 面无表情地看着罗刹城主的尸体 从半空中坠落下去 如果魔窟想要灭掉蓝星 恐怕早几十年前 世界各国都灭绝了 时时没有动手 那显然是有着特殊的原因 既然如此 不趁着这一机会抓紧发育 难道还要坐以待毙不成 叶辰相信 无论魔窟出于何种原因 都会有一个极限和契机 一旦那个节点到了 魔窟一定会以雷霆之势 灭杀蓝星 而他现在要做的 就是在那个节点到来之前 让自己迅速成长起来 想到这里 叶辰直接将几大魔窟强者的 那节收集起来 打开这些那节 却是让他眼前一亮 仅仅只是粗略地算去 这几个那节加在一起 就有十多万的零食 这些资源 是叶辰曾经难以想象的 天文数字 当然 这些零食一多半 都来自于罗刹城主 看来魔窟内部的资源 要比外部更加地丰富 叶辰心中私存 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 那自然是要前往魔窟内部 看一看 想必一定能得到 更多的资源和宝物 他将这些那节收集以后 身形一转 再次回到了会客厅前 两位使者健壮 连忙跪拜在地上 朝着叶辰不断磕头 总督大人 真是天神下凡啊 我阿美丽卡从此以后 将是您最忠实的拥本 叶辰并没多说什么 其实他们跟魔窟一样 都是大厦的敌人 现在只不过是忌惮自己 所以才不得不臣服于自己 设宴款待了两人之后 便是打发他们回去了 而叶辰 则是再度踏上了 刷怪炼击之路 虽然这一次 他将所有魔窟强者赶尽杀绝 不过只包不住火 相信不久之后 巡查使必然会亲自降临 面对递进强者 他也没有十足的把握 唯有抓紧 一切时间变强 毛熊使者回去见到菲尔四世后 细说了下叶辰的厉害 将叶辰斩杀绝颠中期强者的消息 一五一十地告诉给了沙皇 菲尔四世文言大吃一惊 他之前本以为叶辰的实力 比他们高也有限 还远远达不过绝颠中期的程度 现在看来 自己还是低估了叶辰的实力 甚至没有提前跟拜普打招呼 他便是直接来到了黑宫 如果是其他时候 这种做法无异于同阿美利卡宣战 不过现在是特殊时期 拜普也知菲尔四世来找自己所谓合适 他刚刚也听使者陈述了一遍经历 内心也是震撼不已 拜普总统 你应该也听说了 叶辰的实力超出寻常的强大 菲尔四世沉声道 他的成长速度看起来相当的惊人 前段时间也不过是绝颠初期的实力 现在竟然能斩杀绝颠中期 再这样发展下去 毛熊和阿美利卡将永远活在大夏的阴影之下 亲爱的菲尔 我与你的担忧是一致的 拜普沉声道 目前来看 最好的办法 就是让魔窟王庭尽快察觉到叶辰的强大 然后派递进强者 强势镇压 这样不仅能灭掉叶辰 还能向魔窟王庭示好 打消他们 进反蓝星的念头 那这个计划 不能交给其他人 也只有你我两人才能完成 没错 事不宜迟 你我现在就走 说话之间 拜普面前的空间撕裂开来 两人一前一后 走入其中 第186章 前来讨矿 叶辰独自行走于魔窟之内 看到半空中 飞过的突鹫魔物 直接一箭射出 突鹫直接应声跌落 彻底没了声息 叮 使用乾坤一击击杀目标 永久获得力量加八 敏捷加八 听到系统提示音 叶辰眉头一挑 没想到那突鹫 竟是一头六品魔物 这也给他带来了 八点属性收益 几乎相当于击杀 三只一品魔物 实际上 他这十多天来 属性也的确增长得很快 之前 在江城的废弃洞穴刷怪 里面 基本都是一品魔物 连二品的都少之又少 现在在黑角城周围刷怪 所预见的魔物 大多数都是四 五品的中品魔物 偶尔还能遇到六品魔物 这种累积属性的速度 自然快上许多 加上如今的七级乾坤一击 冷却时间只有四秒 效率也比之前不可同日而语 他看了看自己 目前积累的属性 力量 362 0556 敏捷 351 8567 整体属性 又再度暴涨了50% 按照叶辰的推测 现在即便是面对 绝颠后期强者 他也能一战 至于递进强者 他还没尝试过 不知道 那种境界的强者 有什么特殊的手段 就在这个时候 叶辰身边的传呼气 又响了起来 叶辰眉头一皱 不知道 黑角城又发生了什么 紧急的事情 难道是魔库的巡查 使杀来了 没有过多思索 叶辰直接 便是朝着黑角城方向 暴力而去 现如今 叶辰不仅将黑角城 控制得更加稳固 为了让跟随自己而来的 武者们修炼得更快 他还带人 将黑角城周边的几座城池 都攻打了一遍 其他城池中的九品魔植弱 是食食物的 就留下产出更多的生命原液 冥完不灵的 直接就将其灭掉 所收获的灵食和生命原液 可以说是无穷无尽 可以说是 让这帮武者小刀辣屁股开了眼了 而凭借着 几乎无穷的资源 叶辰所率领的这千八百人 实力可以说是 一日千里 天赋最强的十个线如今 都已经踏入了八品 而且还不是普通八品 至少都是断体三次以上的 三段精深境强者了 万力 陈家姐妹 李牧四人 现在更是已经达到了五段 六段精深境的层次 最恐怖的自然要属大师 解江宁霜 现如今 已经达到了 恐怖的八段精深境 不是不能踏入九品 神格早就已经准备好 只是大师姐 想踏入九段精深境后再突破 以现如今 这支队伍的实力 就算叶辰不在城中 只要不是巡查 使那种 递进强者攻来 那便是固若金汤 谁来谁死 而在江宁霜等人的劝说下 叶辰将这支队伍 更改了一个旗号 叶家军 叶辰很快 便是赶回到了黑角城中 却是发现 整个城池十分安宁 叶家军的大旗 在半空中飘扬 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他临时一扫 发现大师姐 在会客厅中 所以 他也直接来到会客厅 大师姐 你找我什么事 叶辰进来后 发现会客厅内 除了江宁霜以外 现在还坐着一位 身穿官服的中年男子 师弟 这位是 新任户部侍郎贾静 叶辰文言 看向那人 从江宁霜的脸色上 就能看出不太高兴 而贾静见到叶辰 非但没有起身 反而向叶辰问道 叶辰 你见到钦差到此 为何不败啊 此言一出 莫等叶辰开口 门外一名侍卫 直接大踏步进来 怒斥贾静道 你算什么东西 也配让我家大帅下班 说着直接拔出配件 指贾静道 你见到我家大帅 还不下跪 想死吗 他刚说完 从门外再次冲进来 好几名战士 将贾静团团围住 这段时间 与魔窟舞者战斗 所积累的杀气 在这一刻 竟是完全释放出来 哪怕贾静这个八品强者 脸色也顿时一白 贾静慌慌张张地站起身来 看向叶辰道 大人 您看看您的手下 这是要谋杀钦差吗 叶辰副手而立 用眼神让侍卫们退下 旋即淡淡看向贾静道 少废话 直接说出你的来意 经过刚才那么一闹 贾静也不敢太过嚣张 直接道 叶总督 你为大厦开疆拓土的事情 已经在大厦广为流传 我们贾尚书对您也十分钦佩 只是 贾静笑了笑 又道 只是国有国法 家有家规 按照我们户部的规定 我们接下来要派人接管 包括黑角城在内 所有临时矿卖 还请叶总督 到时候配合一下 你说什么 叶辰眉头一皱 看向贾静冷冷地道 我没听清 你再说一遍 贾静冷笑道 叶总督 这是咱们户部的规定 想必你应该不会为难下官吧 江宁双尘声道 叶辰现在是 东北行省总督 掌管东北行省一切事宜 临时矿卖的事 还轮不到 你们户部插手吧 贾静继续冷笑道 宁双姑娘 你似乎对地理不够熟悉啊 东北行省是东北行省 魔窟是魔窟 在东北行省范围内 自然都归叶总督管辖 而魔窟的这一片土地 自然是要收归户部 江宁双尘声道 可这片疆域 是我们东北行省打下来的 自当化归到叶总督的管辖之内 你们这分明是强取豪夺 如果贾阴眼馋 那就让他自己带着你们贾家强者 去别的魔窟去打 何必非要弄一些冠冕堂皇的借口 来抢我们呢 江宁双 本官再说一遍 这是规定 贾静面色一沉 利涩道 难道你们要造反吗 你 一番大帽子扣下来 却是让江宁双翘目喷火 娇居微颤 叶尘拍了拍他的相间 安慰大师姐 让他冷静下来 旋即看向贾静道 这件事我知道了 随后我会向六部申请 将此地划归到东北行省辖下 在这件事还没尘埃落定之前 此地包括所有灵况 都暂有我叶家军监管 你听明白了吗 贾静道 叶总督 我看这不符合情理吧 你凭什么说暂时监管这片土地 这是谁给你的权力和勇气 啪 贾静还没说完 便是直接被一巴掌抽飞出去 整个右脸都肿胀起来 叶尘缓缓走进贾静 吓得后者 连连后退 脸上再无那种嚣张跋扈的表情 淡淡问道 现在知道老子凭什么了吗 贾静拼命点头 生怕叶尘再给他来上一巴掌 旋即在贾静的哀嚎中 叶尘将其一脚踢了出去 声音淡淡传出 回去告诉贾英 若是想要老子的零食矿脉 就让他自己来取 再派什么阿猫阿狗过来 我让叶家军舰一个打一个 第187章 唐碧当车 饭桶 真他妈的饭桶 从户部尚书办公室内 传出了贾英的咆哮声 此时在贾英面前 贾静跪在他的面前 一手捂着肿 仗如猪头的右脸 一手又抱着自己肿胀的屁股 哭桑道 唐哥 您可让踢我做主 那叶尘踢的不是我的屁股 而是您的脸阿 贾英文言 更是气不打一处来 上去又给了贾静一巴掌 直接将他的左脸 也扇得肿胀起来 贾静哭得更凶了 他心里安安后悔 为什么非要印下这个差事 好端端的龙华公不带 非要出来找罪受 原本以为能在外面作威作福 没想到 却是挨了两个大笔兜 外加一飞脚 贾英看了眼前 这个不成器的堂弟 然后又在房间内 走了两圈 怎么想怎么憋气 不报此仇 我贾英势不为人 贾英咬牙切齿 冷冷道 你叶尘不是让老子亲自去要吗 好 那老子就亲自去要 看你还怎么说 魔窟的零石矿卖 他早就垂涎三尺了 如果能够得到 那他们贾家 必将踏入更高的辉煌 到时候 不光是这户部 恐怕整个大厦都将姓贾了 旋即 他将户部大大小小的官员 全部召集起来 朝着东北行省 浩浩荡荡而去 不过还没出京 便是遭到了张云举的阻拦 张云举问道 贾上说 你这是要干什么去 去找叶尘 接管零石矿卖 贾英沉声回答 然后又道 这是我们户部的事情 跟你力部无关 还请张尚书让一让 那黑角城和零石矿卖 本就是叶尘攻打下来的 按照我大厦自古以来的先例 那块地方本就该归叶尘管辖 你现在去强行接管 难道不怕含了那些 浴血奋战的将士们的心吗 贾英冷哼道 自古是自古 现在我是户部之主 临时矿卖 也是我户部的管辖范围 我说如何划分 那就如何划分 你不要阻碍 我户部办差 若是对我贾英不满 可以到龙华宫去告我 你 看着贾英带人离去的背影 张云举一甩袍袖 无可奈何 贾家在龙华宫 都属于属一属二的大家族 就算告到龙华宫 恐怕也无济于事 而就在贾英带人踏入春城 即将进入魔窟之际 一道身影 再度拦在了贾英等人面前 你是谁 贾英双目微眯 看着眼前这个始终 环绕着浓雾之人 龙卒 乌龙 对方淡淡开口 贾英沉声道 我与龙卒一向井水 不犯河水 你拦我作甚 青龙 让我转告你一句话 乌龙淡淡地道 不要去魔窟干扰夜尘 贾英文言 目光一宁 整个人瞬间僵在了原地 话 我已经带到了 至于贾尚书你听不听 那就不是我的事了 说话之间 乌龙再度化为一道云雾 消失不见 只留下贾英站在原地 脸色一片苍白 当然 我们还去不去 身旁 一位户部官员 小心翼翼地问道 贾英再度沉默片刻后 开口道 返回京师 是 众人都是 长出一口气 立刻掉头往回走 他们自然也是被逼无奈 两边都得罪不起 现在相安无事 那自然是最好的选择 然而就在众人走出去没多久 贾英再次停下了脚步 慢着 贾英冷笑道 青龙不让我去找叶辰 可没说不让老子去找他的父母啊 想到这 他朝旁边问道 你们谁知道叶辰的父母现在何处 有人答道 启禀上书大人 现在应该还居住在叶辰的老家江城 很好 贾英再次将贾静叫了过来 将自己的令牌交给对方道 带着本官的令牌 去突击检查一下叶辰的父母是否存在偷税漏税的情况 如果有的话 将他们两个押回京师 严加看管 贾静自然明白对方是什么意思 冷冷地道 大哥 你就看我的吧 说完 便是带着一批随从官员朝江城而去 贾静带人到达江城后 直接便是将江城主管财务的官员 以及叶辰父母 曾经所在单位的领导 全部召集了起来 此前 有人向户部举报 说江城原城主叶辰一家 存在偷税漏税情况 今天 我奉户部上书之命 前来调查叶辰一家 你们若是有任何证据 可以立刻提交上来 众人闻言 不禁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两久后 有一位官员开口道 大人 叶城主围官清廉 造福百姓 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事情 并不存在什么偷税漏税的情况 其他人也都频频点头 纷纷表示并无此事 贾静冷笑道 看来你们这些人都被叶城收买了呀 说话之间 他直接将叶开成员单位的领导 拉了过来 一巴掌扇了过去 沉声问道 说 将叶城的父亲 叶开成偷税漏税的证据交出来 那名领导被打得满嘴鲜血 连连求饶道 我说 我说 叶开成之前 喜欢在厂区捡矿泉水瓶 拿出去卖 事后也并没缴税 不知道 这个算不算 贾静冷哼道 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这不就招了吗 然后他又以同样的方法 记录了几条林彩霞 和叶开成的罪状 然后便是带着这些人证 直接前往叶开成的家 刚到门口 夏冬直接带人拦在了面前 沉声问道 这里是总督家眷住所 你们是何人 我乃户部侍郎贾静 接到举报说 林彩霞和叶开成偷税漏税 现证据确凿 我们来 拿人押腹精尸 贾静沉声道 不想死的就滚开 然而夏冬 和其余几名战士 闻思未动 夏冬继续道 此事 我要先禀告夜总督知晓 况且即便要来抓人 也该行不来抓 你们户部 凭什么来抓人 凭什么 贾静立声道 就凭老子拳头 说话之间 他八品气息全开 直接一拳 便是将夏冬轰飞出去 其余战士 剑撞刚要上前 也是被贾静 直接扇飞 躺臂当车 看着地上 不断吐血的夏冬等人 贾静冷笑一声 直接推门入 第188章 放手去干 大门 轰然被贾静推开 客厅内 赫然站着三人 叶开成和林彩霞站 在后面 而程思雨 则挡在了他们的前面 今天他正好来江城视察 同时来看望叶成的父母 没想到 就听闻户部 突然派人来查账 他自然是感觉到 这些人来者不善 一边通知 许雄派人 前往魔窟通知叶成 一边亲自守在 叶成父母这里 和对方周旋 见到来人 霸道地推门进来 程思雨撬脸苍白 心中紧张万分 虽然他现在修为 已达中品 不过面前八品强者 还是感受到了 强大的威压 不过 程思雨依旧强坐镇定 开口问道 我是叶总督的秘书程思雨 不知大人 您今日到此有何贵干 哟喝 叶成那小子 真是厌福不浅啊 身边都是 一等一的大美女 假惊色咪咪的 上下打量了下程思雨 旋即正色道 户不办差 现在我们要捉拿 叶开成夫妇归案 闲杂人等一律滚开 否则别怪本官不客气了 说话之间 就朝叶开成夫妇走去 不过程思雨 却伸开双臂 死死地挡在 叶开成夫妇面前 陈生道 我想这件事 一定有什么误会 叶总督的父母 为人一项本分 绝对不会做出违法之事 还请大人明见 违法不违法 等到了经事后 上书大人自有定论 滚开 可程思雨依旧站在那里 恳求道 总督大人马上就到 还请大人三思 啪 假惊直接一巴掌 便是将程思雨扇了出去 冷哼道 叶成算个什么东西 也配拿来威胁本官 都给我带走 一声令下 他身后的户部官员 就要上前捉拿叶开成和林彩霞 而就在此时 乌龙的身影再次出现 直接将那些户部官员轰飞出去 贾正勃然大怒 立刻道 乌龙 你要干什么 你是要与我户部作对 与贾尚书作对 与我龙华公贾族作对吗 然而 乌龙却冷冷地道 贾靖 你最好想明白 你现在到底是在跟谁说话 贾靖闻言 顿时意识到对方可是青龙的人 那个连他贾族老祖 不要忌惮三分的人 想到此处 他的气焰顿时唯你的三分 见贾靖不开口 乌龙淡淡看向对方一眼道 我这不是在与你贾族作对 而是在救你贾族 你说什么 贾靖战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以后你会明白的 乌龙失望地看了对方一眼 现在立刻回京师去吧 不 还是逃回龙华公去吧 兴许能保住一条性命 碰 黑角城一试听 夜城身旁的桌子轰然炸裂 周身都散发着恐怖的煞气 周围江宁霜等人见了都神色一领 他们还没见过夜城发这么大的脾气 传我命令 夜家军全体集合 向京师进军 是 身旁一名队长飞奔向外面传令去了 江宁霜连忙拉住夜城的手 苦苦地哀求道 夜城 师弟 你冷静一下 刚才龙祖传来消息 叔叔阿姨被保护得很好 平安无事 此事 我们可以从长记忆 我现在很冷静 夜城直接抽回手掌 淡淡道 我此行的目的 只有假音和假静 你带我镇守黑角城 我去去救回 说完之后 一步踏出 下一瞬间 已经出现在千米之外 夜城先是返回到了江城家中 安慰了一番惊魂未定的父母 然后又是看向程思雨 亲自运工 帮其将脸上的血瘀散去 然后又将食瓶精血 和食瓶生命原液 加给了他 轻声问道 是谁打的你 程思雨忍着泪水 是假静 夜城点了点头 抚摸了下他的翘脸 然后转身 从屋里走出 外面 夏冬等一众战士跪在面前 夏冬咬牙道 属下办事不力 没有保护好伯父伯母 请大人责罚 起来吧 你们做得很好 说着 分给美人一瓶精血 和一瓶生命原液 又将不少七品神格 传给夏冬 将这些神格发给兄弟们 等我回来以后 调你们前往魔窟历练 说完之后 直接踏空而去 夏冬等人 见到如此多的质保 不禁浑身热血沸腾 朝着夜城离去的方向 叩拜下去 多谢大人 属下愿为大人干脑徒弟 死而后也 京师 原本晴朗的天空 不知原河变得阴云密布 一股极为压抑的氛围 笼罩在整个京师的上空 一支千人军队 行走于路上 杀气弥漫 让周围所有人都仓皇逃窜 甚至连车辆都停止前行 不敢鸣笛半生 为首的是一名不足二十岁的年轻男子 他此时面容冷峻 步伐沉稳 呼吸平稳 就在此时 他忽然停下脚步 缓缓抬起双目 看向前方 原来是张云举 周明 邹立强三位尚书 三位大人此来何事 淡淡的话语 从夜城口中吐出 听得张云举三人相视苦笑 沉默片刻 张云举道 夜城 我知道你这次受委屈了 你看能不能先带人先回去 我一定会联合周明和邹立强两位大人 上报龙华宫 严承贾阴和贾静 周明和邹立强也道 是啊夜城 约约相报何事了 这次就让我们帮你出这个口气吧 这次若不严承这两个王八蛋 老夫就辞贯不干了 夜城闻言道 多谢三位尚书大人的好意 我夜城心领了 只是 只是这件事 还是我自己亲自找贾尚书解决得好 就不劳烦三位费心了 说着 便是带人继续向前走去 夜 张云举伸了伸手 看着夜城离去的背影 不禁无奈苦笑 我们也尽力了 龙华宫那里也算有了交代 他娘的 我能感觉得出 如果咱们三个老家伙再继续拦路 他就要先拿我们的脑袋三个机器 夜城带着夜家军 又朝前方走出一段距离 旋即便是看到乌龙的身影 出现在自己面前 夜城问道 你也是来劝阻我的吗 乌龙摇了摇头 道 青龙大人让我转告你 尽管放手去干 若是捅破了天 他来帮你赌上 第189章 给你交代 告别乌龙 夜城继续带队 朝着京师内部而去 所过之处 无人胆敢阻拦 周围不断传来窃窃私语 这不是之前那个大闹京师的夜城吗 他怎么又回来了 嘘 小声点 人家现在可是东北新省总督 执掌一方的诸侯 不知道这次 谁又要倒霉了 我听说假上述的堂弟 把夜城的父母给打了 他是来找人算账的 那个假镜 真是活该啊 仗着自己有假族撑腰 天天胡作非为 这回算是踢到铁板上了 但假族也并不好惹啊 夜城真敢动假镜 难道不怕假族的报复吗 夜城一路朝着户部而去 来到户部大门之前 夜城便是直接就往里走 旁边两个户部守卫健壮 不由抽出配刀立合刀 站住 什么人胆敢擅闯户部 然而 二人话音刚落 从夜城身后 直接冲出两名夜家军战士 直接便将两人制服 你干嘛 哎哟 无视两人的哀嚎 夜城直接走进户部 却是发现 里面竟是静悄悄的 偌大的户部 竟是宛如灵堂般寂静 夜城一招手 上千人的队伍 直接四散开去 不多时 户部内便是传出 道道立合哀嚎之声 紧接着 户部的大小官员 便是如小鸡子般 被夜家军的战士们提了出来 之前都有谁去过我家 站出来 夜城淡淡的声音 回荡在空旷的院落中 听得众人汗流加倍 抖如筛康 片刻后 终于有人承受不住 那巨大的压力 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朝夜城磕头如捣算道 大人饶命 大人饶命 全都是假静的主意 跟我们没有关系啊 夜城闻言看向众人 问道 假静何在 老子在这里 人群后面 传出一道嚣张的声音 然后便是看到 假静一脸傲慢地走出人群 他看向夜城 冷笑道 夜城 老子在这呢 你想怎样 他朝地上催了一口 道 就是老子抓的人 也是老子打的人 你他妈能把老子怎么样 你敢动我一下试试 我假族杀你全家 很好 夜城微微点头 朝身后招了招手 两名队长直接冲了出去 便是要去捉拿假静 什么阿猫阿狗 也配来抓老子 假静怒喝一声 周身金光浮现 朝着正前方 一人轰出一拳 他乃是一段金身镜强者 自认为比其他金身镜强上一筹 然而对面的夜家军队长 竟是爆发出 比其更为恐怖的金光 竟是一招将其制服 殊不知 这两名队长 皆是三段金身镜 而且还是身经百战的人物 自然不是假静这种 养尊处优的公子哥可比 放开老子 放开老子 假静面色一变 这才知道 夜城和他的夜家军 实力有多强 不禁拼命挣扎 哪只手打的人 夜城看向假静 宛如看着一个死人 夜城 你不要太狂妄 你敢动我 我假族甚至整个龙华宫 都不会放过你 不回话 那就两只手都断掉吧 夜城话音刚落 两名队长直接出手 将假静的两只手掌 全部掰断 假静顿时响起 凄惨的哀嚎声 看得一众户部官员 呲牙咧嘴 痛苦不堪 夜城 你不得好死 假族和龙华宫 不会放过你 夜城闻言淡淡道 长嘴 啪啪啪啪 一名战士上前猛抽假静 将后者打得口鼻鲜血直流 整个脸都肿胀了起来 就在此时 苍穹之上 缓缓凝聚出一道人影虚相 夜城看去 原来是跟他有过一面之缘的龙华宫那位老者 那老者看向夜城 开口道 夜城 你人也打了 气应该也消了 这件事就到此为止吧 假静看到此人到来 不禁再度嚣张起来 夜城 你听见没有 龙华宫主都发话了 你还不放了我 哪知夜城根本没有理会前者 直接看向那位老者 反问道 如果你的家人受到了威胁 你会怎么做 那老者文言直接沉默了 似乎明白 夜城想要干什么 不过他还是道 此事龙华宫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 并且保证类似的事情不会再发生 这回 你总该满意了吧 假静在旁冷笑道 没听见公主的话吗 快给老子放了 锅躁 夜城冷哼一声 手掌虚空一握 便是将假静的脖子直接捏碎 虚空握住了假静的脑袋 假静这才面色巨变 他终于感受到了强烈的死亡危机 谁能想到 即便是在公主面前 夜城还敢对他痛下杀手 今天 我便用你的命 来告诉所有人 动我夜城家人的下场 假静文言顿时惶恐万分 他能感受得出 夜城并没有开玩笑 公主救我 老祖救我 堂哥救我啊 夜城直接虚空一握 假静的脑袋 宛如西瓜纸板薄开 亲眼目睹假静的下场 户部所有人心惊胆战 甚至有些胆小之人 都吓得尿了裤子 他们终于是感受到了 如今的夜城 是有多么强硬 假静敢招惹到他 简直是寿星老痴披霜 贤命长了 半空中 龙华公主沉默片刻后 淡淡道 夜城 你的仇也报完了 回去吧 报完了 不 这才刚开始 夜城看向苍穹 直视对方道 将假鹰交出来 龙华公主目光一宁 难以置信道 你说什么 将假鹰交出来 夜城加重了语气 声音传遍整个京师 周围众人心下大害 面面相去 卧槽 我听见了什么 夜城竟然在 管龙华公主要人 这个时候 张云菊等五位上书旗帜 张云菊苦笑道 夜城 收手吧 已经可以了 他说完后 周明和邹立强也道 夜城 不要把事情闹得太僵 不然不好收场 是啊 看在老夫的面子上 到此为止吧 然而夜城却直接打断道 这件事与你们无关 都给我一边待着去 这番话 让周围官员震碎了三官 这夜城竟然连三位上书的面子都不给 直接就对了回去 这也太狂了 此时 刑部上书看不过去了 站出来立合道 夜城 他们三个管不了你 那老夫总能管你吧 你再敢继续胡作非为 老夫不要治你的罪 此言一出 周围夜家军呼拉一下 直接将刑部上书包围 夜家军一个个煞气漫天 仿佛对方再多说一句话 就要承受雷霆攻势 刑部上书见此情形 额头上都浸出汗水 第190章 靖龙华宫 上书大人 你既掌管刑部 又知道假鹰和假镜的所作所为 为何在我来此之前 不将他们两个抓捕归案 夜城看向对方 继续冷冷地问道 还是说你们官官相护 表面一套被递一套 刑部上代夫 这 刑部上书一时语色 不知该如何回答是好 假镜可是龙华宫假族的嫡系 他怎么可能轻易就将其抓捕 这就更别说假鹰了 见此 夜城继续道 既然你刑部不管 那就只能由我自己来处理 玄机他看向苍穹 立刻道 假鹰 你给我滚出来 他知道此时的假鹰 一定躲在龙华宫中 而龙华宫乃是一座秘境 隐藏于半空之中 夜城 够了 龙华宫主沉声道 你既已杀了假镜 这件事就该到此为止 又何必再咄咄逼人 我咄咄逼人 夜城冷笑道 明明是他假族三番五次的来找我麻烦 甚至还想娶我和我家人性命 现在反倒说我咄咄逼人 那个假镜只是从犯 而假鹰才是主谋 今天你们把假鹰交出来还责罢了 否则 否则什么 龙华宫主沉声问道 否则 我今天就算踏碎龙华宫 也要亲自把假鹰揪出来 你敢 龙华宫主勃然大怒 夜城你别蹬鼻子上脸 去你妈的 夜城手握后一弓 一剑便是朝着半空中的龙华宫主虚影射去 砰的一声 虚影轰然碎裂 化为漫天星光消失不见 紧接着 夜城转身再度拉满弓弦 对准苍穹的某个位置 弓弦上的箭矢熊熊燃烧 蕴含着无匹霸道的力量 已经蓄势待发 既然你龙华宫不开门 那我就帮你开个门 而就在夜城要松开弓弦的前一刻 苍穹上骤然出现了一个能量黑洞 这黑洞的面积越来越大 最终映出了里面龙华宫的大门 夜城冷哼一声 身形骤然暴力而起 从那道空间裂缝中钻了进去 进入龙华宫 夜城这才发现 原来这里竟是一座古色古香的小镇 这里灵气密集 景色迷人 鸟语花香 宛如桃园圣地一般 而生活在这里的人 即便是孩童 都有中品以上的修为 成年人中有很多七品 甚至是八品舞者 只是从这些人的身上 丝毫察觉不出有舞者的杀气 显然都是那种养尊处优的传承舞者 夜城走出镇中 大家都好奇地打量着他 不知道从哪里来的陌生人 请问甲族在哪 夜城看向一个抱着娃娃的少妇 淡淡问道 那少妇给夜城指了个方向 夜城目光看去 那竟是这小镇中 数一数二的顶级豪宅 占地面积极为广阔 夜城走到甲族门前 不少小镇居民也跟着走了过来 都想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这时 甲族的大门直接打开 从里面走出了一排舞者 一个个至少都是三段经深境层次 紧接着 一道人影排众而出 指着夜城骂道 夜城 你不要欺人太甚 夜城看着对方 问道 你就是甲英 我就是 之前甲正来杀我 甲进来遛我父母 你想抢占我辛苦夺来的灵矿石 怎么不说欺人太甚 甲英上前一步 陈生道 你想怎样 我不想怎样 你现在自我了断 我保证不会动你甲族其他人 甲英文言哈哈大笑 玄机道 我甲族统域大厦数百载 就凭你 也想灭我甲族 既然你不肯自己了结 那我只能帮你了结了 说话之间 夜城一步踏出 周围甲族强者见状 竟是直接一拥而上 不过这些人还未近身 便是被夜城直接轰击开去 倒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吐血 夜城 你竟然真敢动我甲族 说话之间 一名老者从府内骤然冲出 幻化成一头虎兽 朝着夜城猛扑过去 那等气势 俨然是一位九品巅峰强者 然而 面对那等凶猛的气势 夜城身形一闪 在猛虎错开的刹那 单臂抓住虎头 轰然下压 轰隆 巨大的虎身 竟是重重地砸在地上 紧接着 夜城抡起拳头砸向虎头 打得虎兽不断哀嚎 最终竟是再度化为人形 脾青脸肿地趴在地上 副剑 甲鹰怒不可遏 拔出配剑冲向夜城 爆喝一声 一剑刺向夜城心脏 哼 剑尖抵在夜城胸口 仿佛撞击在了世间 最坚硬的物质之上 竟是再无存尽 这怎么可能 甲鹰大惊失色 没想到自己半神器品质的宝剑 竟是无法伤到夜城分毫 就凭你这点力气 也配伤到我 夜城抬起双指 直接在剑身上一弹 当 一声沉闷的剑鸣后 整个剑体竟是直接碎裂 而那恐怖的反阵之力 竟是让甲鹰直接脱手 手骨都是被震断了几根 好厉害 周围龙华宫的居民们 看到这一幕 都纷纷露出震惊之色 他们万万没想到 在龙华宫外 还存在着如此强大的舞者 就在夜城打算伸手去抓甲鹰的时候 旁边一道进风袭来 夜城 住手 夜城将那道进风化去 朝那边看去 原来是龙华公主亲自现身了 你还要挡我 夜城看向对方 冷冷质问 这个时候 几位尚书也纷纷赶到 张云举额头冒汗的道 夜城 真的不能再杀了 收手吧 是啊夜城 算老夫求你了 甲族镇守大厦数百载 不能动啊 夜城闻言双目一宁 冷声道 就因为甲族存在的时间长 所以其他人 只能对其忍着让着 这是什么狗屁逻辑 他们只会在大厦内 作威作福 在龙华宫中平安喜乐 他们就是这么镇守大厦的 夜城朝着众人一个个看去 继续沉声道 我们大厦 绵延数千载 靠的是历代崛起的英雄人物 可不是你们这些 苟且偷生的寄生虫 第191章 新王登基 响亮的声音 回荡在整个龙华宫 震得一众人哑口无言 几位尚书也只能沉默不语 因为夜城所言 的确有几分道理 在他们龙华宫中 都是大厦历代酒品的后代 而这些后代 几乎全都没有离开过龙华宫 一辈子都在龙华宫中 享受富足安逸的生活 他们这些人 没有对大厦做过任何的贡献 靠的都是祖上蒙影 夜城 话虽如此 但你并不能否认 龙华宫的历代先贤 对大厦做出的贡献 龙华宫主臣声道 前人栽树后人成梁 难道这有错吗 这没错 只要他们不出去欺负人 不干涉他人生活 自然没有问题 夜城淡淡道 但若是有人 仗着这些来为非作歹 甚至还欺负到了我的头上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旋即 他反问龙华宫主 难道 我有错吗 龙华宫主沉默片刻 旋即道 夜城 那你今天如何才能罢手 很简单 夜城看向假鹰 冷冷道 宰了这个罪魁祸首 我便离开 假鹰乃是我大下户部尚书 你说杀就杀 龙华宫主沉声问道 别说是她 若是你今天再敢出手阻拦 我也杀你 夜城冷冷回答 你 龙华宫主手掌微颤 显然气得不轻 说话之间 夜城一拳便是朝着假鹰轰去 假鹰面色大变 大叫道 老祖救我 他话音未落 一股强悍的气息 便是朝夜城扑面而来 将夜城的掌风 尽数抵御而去 真以为 你拥有绝颠实力 就天下无敌了吗 说话之间 一道苍老的声音 在这片空间响起 紧接着 一道干瘦的人影 出现在假鹰身前 夜城朝此人看去 只见对方骨瘦如柴 拄着拐杖 浑身不住地颤抖 眼窝深陷 仿佛行将旧墓一般 龙华宫主见 道此人道来 不禁摇头叹息 没想到 最终还是惊动了 假族老祖 事情闹得一发不可收拾 假族老祖一出现 那双魂拙的老眼 就死死地盯着夜城 沉声道 一个毛都没长气的混小子 就赶到龙华宫 来大放厥词 说三道四 老朽 便是这龙华宫的创始人之一 这数百年来这大下 这龙华宫 就是这般运行下来 怎么道你 这就要翻天了不成 救的不一定 全是对的 取其精华 取其糟粕 才是正道 夜城冷冷地道 像你这等腐朽 不化的老家伙 根本不配来教训我 哦 那老朽今天倒是要看看 你究竟有几斤几两 说话之间 假族老祖勾楼的身体 竟是微微挺起 整个龙华宫的上空 竟是在此时 全部阴沉下来 夜城小心 假族老祖乃是绝缠中期强者 当年只差一步 便能突破到后期 张云举世时提醒道 假英冷笑道 你告诉他 又能如何 在我假族老祖面前 他今天只有灰飞烟灭的份 然而 夜城面对假族老祖 那狂暴的气息 却是微微摇头 难难道 我说 怎么没感觉到任何压力 原来不过是个绝缠中期而已 而且还是个 行将就努的绝缠中期 杀你足够了 假族老祖低喝一声 手中拐杖 竟是幻化成一头蛟龙 静直朝着夜城 吞噬而来 周围几位上书 都惊骇得连连后退 担心于微波 急到自己 绝缠中期强者的 全力出手 可不是开玩笑的 即便是于微 也能重创他们 就平民 夜城冷哼一声 甚至懒得出手抵挡 任由那头蛟龙 咬向自己的身体 嘎嘣 一声闷响 蛟龙一触即离 旋即竟是 再度晃化为一根拐杖 紧接着 那根拐杖头部 便是寸寸碎脸 看着手掌 只剩半截的拐杖 甲族老祖面色巨变 没想到 自己这根蕴养的 数百年的 神龙杖静事 就这么废了 他一身的战力 大半都在这根拐杖之上 看到这拐杖断裂 简直比杀了 他还要难受 加上他本就寿源将近 气血倒退 急火攻心之下 一口老血 便是喷了出来 老祖 甲鹰见状 连忙上前搀扶住他 他能感受得出 老祖 这是要真的先试了 他们家族的顶梁 就要倒了 夜城只是在旁冷眼旁观 根本就没有半分动作 甲族老祖口 吐鲜血 直勾勾地盯着夜城 嘴巴甚至 已经无法言语 见到这一幕 旁边几位上书 都面面相去 难以相信眼前 发生的一切 没想到 甲族老祖那般 凌厉的出手 夜城竟是连挡都没挡 就是将对方的攻击 全部化解 甚至还把甲族老祖 气得真要寿终正寝了 也不知道是甲族老祖 实力倒退太多 还是夜城真的实力 太过强大 不光是他们 即便是龙华公主 都心中大害 别人不了解甲族老祖 他还不了解 如果潜心修炼不问世事 再坚持个 十几二十载不成问题 可现在却真的要不行了 这只能说明 夜城的实力 实在太强大了 强大到 即便是他跟甲族老祖 乃至于整个龙华公 强者联手 恐怕都不是夜城的对手 换言之 夜城已经是大夏 名副其实的主宰 未来的大夏 将是夜城的大夏 他们龙华公统治的时代 已经过去了 甲族老祖 孽如了两声 旋即一歪脖子 死在了甲鹰的怀里 老祖一死 甲鹰也是彻底地 认清了现实 都怪他自己平日 太过嚣张跋扈 没有将夜城这个 后起之秀放在眼里 导致错估了夜城的实力 这才酿成了 今天的惨剧 甲鹰双目赤红 看向夜城道 夜城 你如何能放过我甲族 我早就说了 只要你自我了结 我便离开 夜城淡淡开口 声音异常冷漠 我的目的 从始至终都没曾改变 甲鹰文言仰天大笑 泪流满面 原来都是他的一意孤行 才换来了 甲族如今的下场 如果他早按照夜城说的去办 可能他们甲族老祖 就不会陨落 万念俱灰之下 甲鹰凝聚灵力于手掌 狠狠地拍在自己的天灵之上 周围 其余家族众人见状 都有一种兔死狐悲之感 他们都开始意识到 旧的时代已经过去 新的时代已经到来 旧王落幕 新王登基 第192章 玲珑宝塔 见甲鹰已死 夜城缓缓转身 看向众人 甲鹰已死 恩怨已了 与其他人无关 众人唯唯诺诺 看向夜城的目光中 带着敬畏之色 下方五大尚书 也不敢多言 此时的夜城 无论是实力 还是威望 都如日中天 已经远远超出了 他们的认知范畴 也就是说 在夜城的眼中 他们也仅仅只是 跟平民无二 而他们手中的权力 也根本约束不了夜城 换句话说 现在夜城才是 秩序的掌控者 而他们都要看夜城的脸色 夜城自然对掌控这些 没太大兴趣 他今天来这里的目的 并非是什么挑战 固有秩序 而是单纯地想出其报仇 现在大仇得报 他也没必要 再在这里待下去的必要 而就在夜城 打算离去的时候 身后一道声音 却叫住了他 慢着 夜城停下脚步 微微转头 余光看向后方龙华公主 单单问道 我现在要走 你还要拦我不成 我怎么可能 龙华公主苦笑一声 就算他想拦 也没有这个实力 就连甲族老祖 都被夜城斩杀了 他又怎么可能是夜城的对手 现在是该让位的时候了 想到这里 他从那界中 取出一尊金色小塔 此塔能为七宝玲珑塔 那是历代龙华公主传承之物 老夫现在将他交予给你 希望你能将其好好保管 夜城闻言眉头一挑 看向那座金色小塔 如果他没看错的话 这七宝玲珑塔 同样是一件大下神明传承之物 可求尽万物 见此 夜城问道 刚才战斗之时 你怎么没用这尊小塔来对付我 如果我刚才用这尊小塔对付你 我现在还有命活 当然这仅仅只是龙华公主的心理化 他却是开口道 你我本来就没有仇怨 何况你还为大下化解了两次大危机 我又如何能用这七宝玲珑塔对付你 何况这七宝玲珑塔虽是神器 但也要看使用者的实力来定 即便是老夫祭出此塔 恐怕也奈何不了你 说着 他便是操控此塔 传递到了夜城的面前 拿着它吧 希望你能带领大下走向辉煌 据历代龙华公主传言说 我大下的神器 还有着某种至关重要的作用 所以 你一定不要遗失任何一件大下神器 至关重要的作用 夜城闻言眉头一皱 不禁再次问道 是什么作用 老夫也不太清楚 这也仅仅只是传闻罢了 龙华公主聂老继续道 好像是跟什么开天门有关 但具体 这指着是什么 老夫就不得而知了 开天门 夜城难难自语 虽然不明白 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不过夜城还是记在心里 并且也毫不客气地 将七宝玲珑塔收了起来 既然要守护大下神器 那自然在他身上 是最好的选择 整个大下 没有比他自己更安全的所在了 而他也知道 对方将这件神器交给自己 就是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他要退位了 从今以后 夜城便是龙华公的新任公主 意识到这一点 夜城目光扫过众人道 愿意继续享受祖宗蒙英的 可依然留在龙华公中 但绝不可随意下界胡作非为 顿了顿 他又道 不过 我更加鼓励你们走出龙华公 现在大下正是用人之际 有你们的加入 大下会变得更加强大 想建功立业 让自己的家族更加荣耀的 随时可以来魔窟找我 征战沙场 说完 夜城便副手而去 看着夜城离去的背影 龙华公内不少年轻舞者的心 都活络了起来 他们也是大下子民 更是功勋之后 他们体内自然都流淌着一腔热血 同时 他们自然也知道 祖宗的蒙英并不是永久的 将会一点一点的耗尽 想要让家族长盛不衰 唯有不断的拼搏才行 在夜城身后 便是有十数名龙华公青年 越重而出 跟随夜城而去 另外一边 毛雄沙皇菲尔四世 以及阿美利卡总统拜普 此时身处于第六域魔窟之中 而他们此时 已经在这座最外围的魔窟城池中 等待了十几天 在此之前 他们来到魔窟 说明了自己的来意 并且 让对方的城主派人转告王上 他们二人想要拜见 那位城主怀疑两人的真正目的 不过对方毕竟是两大绝颠 他也不敢轻举妄动 便是派人前往屏障山脉 而就在今天 使者刚刚从屏障山脉回来 说是已经获得了王上的批准 邀请两位前往魔窟禁区 菲尔四世和拜普文言极为高兴 既然魔窟王庭肯召见自己 那他们的计划 一定能顺利实施了 这回夜城死定了 菲尔四世脸上 终于露出兴奋之色 拜普也笑道 今后蓝星 还是你我的天下 两人对视一笑 旋即便是动身 朝魔窟内部而去 这回有着使者的引导 一路之上畅通无阻 即便是魔窟第六域 最内部的城池之主 也没有刁难他们 直接放行 感受到对方 那至少绝颠中期的强悍气息 菲尔四世和拜普 都是万分庆幸 还好他们二人 选择先通报 再进入内部 否则的话 估计他们两人 现在就要死于这位城主之手 同时 他们心中也不断感叹 魔窟外围的城主 都有如此恐怖的实力 那魔窟禁区得有多么强大 不多时 他们两人便是来到了屏障山脉 看着面前的巍峨山脉 他们心中却是再度被震撼到了 这是怎样的鬼斧神功 竟是能创造出 如此雄伟直插云霄的恐怖山脉 据说在这山脉之上 还蕴含着天道法则之力 递进强者以下的擅自闯入 便是会被法则之力直接绞杀 而递进之下者 若想进入核心禁区 只能从下方的山脉隧道进入 不过在那隧道入口 却是有着万年寒铁锻造 而成的栅栏大门阻隔 而且在每个入口之中 还有一位门神助手其中 可以说 守卫相当森严 如果没有禁区王庭的召剑 在各域的外围魔窟人类 根本无法进入禁区 咔咔咔 此时 那寒铁大门不断朝上移动 入出了一条昏暗的隧道入口 菲尔四世和拜普对视一眼 一咬牙便是走入了隧道之中 第193章 扎克亲王 进入隧道之后 菲尔四世和拜普 便是看到有一尊 身高达三米开外的巨人 站立在他们的面前 从其体内散发出的威压来看 至少也是一名踏入绝颠后期 甚至是半只脚踏入地径的存在 两人自然更加不敢怠慢 再次朝着对方恭敬行礼 哼 那门神用鼻子重重地吐出一口气 一脸不屑地看着眼前两人 旋即缓缓侧身 示意两人快点过去 菲尔四世和拜普 感受到对方那种厌恶之意 但连个屁也不敢放 哪里还有异国之首的威严和风采 他们再次恭敬行礼 这才小心翼翼地朝隧道内部走去 穿过长长的隧道 他们终于重见天日 放眼望去 虽然这里的环境 跟魔窟外部也相差不大 但这里的灵气密度 却是比外界要高出数倍不止 他们两人单单只是站在这里 就感觉自己许久未动的修为 竟是出现了松动的痕迹 若是能长久地待在这里 恐怕他们两个 都能尝试冲击一下绝颠中气 意识到这一点后 菲尔四世和拜普对视一眼 都是从对方眼中 看出艳羡之色 菲尔陛下 如果这个地方属于我们就好了 菲尔四世闻言吓了一跳 看了身后不远处的使者一眼 这才传音道 拜普总统谨言慎行 现在咱们两人的性命 可全捏在王庭的手里 他何尝没有这样的想法和野心 可实力不允许啊 倘若被魔窟王庭 发现他们两个的这种想法 估计直接将他们两个拍成肉泥 也说不定 使者带着两人 再次向前走了大约500公里的距离 一座金碧辉煌的城池 便是映入到了他们的眼帘 两位尊贵的客人 我们扎克亲王的王庭到了 使者虽然这么说 但脸上却没有任何的恭敬之色 甚至还不忘警告道 进入王庭后 两位可千万不要乱走乱动 否则我可无法保证两位的安全 菲尔四世和拜普 连忙保证自己不会乱走 使者这才带着两人继续前进 等他们走到城门之下时 一股恐怖至极的威压 突然笼罩在他们身上 竟是让他们三人 连动都不能动一下 菲尔四世和拜普心下大惊 这等恐怖的威压 绝对是递进强者 也唯有这等恐怖的存在 方才能让他们两个绝颠 连动都不能动一下 来者何人 说话之间 一位浑身拢 罩在巨大黑色斗篷下的高大人影 出现在了三人面前 使者连忙恭声道 巡查使大人 这两位是王上 请来的蓝星人类客人 说是有要事相伤 我正准备带他们参见王上 那道人影沉默了片刻 目光似乎在两人的身上 扫尸一周 这让菲尔四世和拜普 感觉自己被全身扫描了一遍 他们的任何秘密都无处遁形 虽然只是几秒 他们仿佛经历了几个世纪的等拜 这才听对方道 进去吧 谨言慎行 多谢巡查使大人 使者再次朝前者恭敬行礼 这才带着二人走进城池 菲尔四世和拜普发现 这城中的百姓 几乎都不是普通人 几乎都是舞者 而且低品舞者都很少 大多数都是中品以上的舞者 甚至还有七品八品的强者 感受到这一点 菲尔四世和拜普十分心惊 魔窟的底蕴 实在是太强大了 不要说单独拿他们某一个国家相比 就是将整个蓝星捆绑到一起 也根本无法与一座王庭的底蕴相提并论 自从进入城池以后 两人心中的震撼就没停止过 也不知道走了多久 他们终于是来到了一座 建造奢华的大帐面前 整个王庭根本没有蓝星那种建筑 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帐篷 而眼前 这座金色的帐篷 应该便是王上的寝宫 虽然看起来是帐篷 但丝毫没有简陋之胆 而且无一处不精致 无一处不奢华 王上宣贵客敬见 听闻这道声音 使者这才带着两人 走出金色帐篷之中 菲尔四世和拜普走近之后 这才发现 里面的空间 比自己想象的还要巨大 这简直就是一座 富丽堂皇的宫殿 而且 数十位绝点以上的强者 分裂左右 虎视眈眈地看着他们 尤其是正上方中间位置 端坐着一位俊朗的中年男子 身披瘦皮 坐于宽大尊贵的椅子之上 脸色虽无表情 却是不怒自威 菲尔四世和拜普看着此人 背后竟是开始冒出丝丝冷汗 虽然对方并没有刻意地释放威压 但却是让两人感觉 比之前见到门神 巡查时等人的压力 还要沉重得多 不用多想 眼前这位一定就是 这座王庭的掌控者 扎克亲王 他们两人很识趣地直接跪拜道 我菲尔四世 拜普 拜见扎克亲王 起来吧 椅子上的扎克亲王淡淡开口 两位专程要来见我 是有什么事吗 启禀亲王 我们这次来 是提醒亲王注意 蓝星大厦刚刚崛起的 一名年轻强者 拜普继续道 此人名叫叶晨 不足二十岁 实力便已堪比绝颠 而且率领大厦军队 攻占了您掌管的 第七域中的不少城池 哦 仅有此事 扎克亲王眉头微皱 的确如此 菲尔四世诱道 此人前段时间 甚至斩杀了幽冥十二城主之一的 罗刹城主 扎克亲王沉声看向身旁的一名将领 沉声问道 本王怎么没有接到这些信报 那名将领道 可能是第七域的城主们 担心引火烧身 怕遭到王上宁的处罚 所以才没敢将这件事情报上来 真是一群饭桶 扎克亲王冷哼一声 又道 我堂堂魔窟疆域 竟是被一个蓝星人足楼以攻占 简直是奇耻大辱 他说出这话 丝毫没有避讳菲尔四世和拜普的意思 轻蔑之意昭然若揭 而拜普和菲尔四世 似乎对这种言论也并不恼怒 只是再次磕头道 扎克亲王息怒 这些都是大下国那些刁民所为 我阿美利卡和毛雄诸国 一向对扎克亲王万分敬仰 愿臣服于亲王麾下 永远不会入侵魔窟半分 第194章 贪王公主 扎克亲王文言双目微秘 他自然知道对方是什么意思 当即淡淡说道 两位爱亲的诚意 本王已经知晓 鉴于你们的举报功绩 本王赏赐你们勇为蓝星之主 多谢王上 多谢王上 菲尔四世和拜普激动不已 朝着扎克亲王连连叩手 扎克亲王微微点头 白手道 这没你们什么事了 你们回去吧 是 菲尔四世和拜普不敢违抗 在使者的指引下 走出了大殿 等两人离开后 那位大胡子将领问道 王上 您就这么放他们离开 扎克亲王淡淡一笑道 虽然本王最讨厌这种吃里扒外的蠢货 但本王还要借他们之手 来稳定蓝星的局面 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 本王自会亲自前往占领蓝星 到时候 当然也会顺手拧下这两个蠢货的脑袋 王上圣鸣 扎克亲王一挥手 四位身披黑色斗篷的身影 悄无声息地出现在大殿之中 从这四人体内 皆是散发出递进强者气息 旋即 他们单膝跪地 低声道 东 南 西 北巡查史 拜见王上 扎克亲王微微点头 看向四位心腹爱将道 第七遇出现了一名蓝星强者 初步判断实力应该在绝颠后期左右 你们谁带本王走一趟 灭杀此贼 沉接愿望 四大巡查使 齐声开口 那名大胡子将领又道 派出一位巡查使 就足以灭杀此贼 无需派出四位巡查使 一同前往 现在进去内 态势险恶 要随时保留绝对的力量 守护王庭的安危 扎克亲王微微点头 刚要说话 却从大帐内部 跑出来一名小女孩 她看起来 只有七八岁的模样 生得精致甜美 金色长发飘飘 仿佛一个活的芭比娃娃一般 这个小女孩 跑到扎克亲王身边 奶生奶气地道 父王 我也要跟巡查使叔叔一起去 扎克亲王看到这个小女孩 满脸溺爱 这是她最疼爱的小公主 微微安 父王正在与大臣们商讨大事 你不要添乱 待会等父王忙完了 再陪你玩可好 不嘛不嘛 父王 人家想出去玩吗 微微安双手抱着扎克亲王的大腿 不断地摇晃撒娇着 一旁的大臣们也开口苦苦劝说 但小公主微微安似乎是铁了心 怎么劝说都不听 就是要求父王准许她 跟着巡查使叔叔出去玩 最终 女儿奴扎克亲王 实在是架不住女儿的撒娇攻势 宠溺地点头道 好吧 父王答应你就是了 说着 她看向下方四大巡查使 陈生道 你们四个带着小公主一起去 斩杀那个夜晨的同时 一定要保护好小公主的安全 若是她掉了一根头发 本王要了你们的脑袋 王上放心 我等定不负王上所托 一旁大臣开口劝道 王上 这实在太过儿戏了 王庭的安危怎么办 小公主有些闪失 可怎么办 扎克亲王摆了摆手道 无妨 王庭自有本亲王坐镇 谅那些萧萧 也不敢轻易来犯 而四大巡查使 这次面对的 只是一名绝颠层次的 蓝星人族强者 就凭蓝星舞者的实力 一名巡查使 都足以将其踏平 更何况 四大巡查使同时出动 东巡查使俯身道 王上 无需其余三位巡查使前往 臣自己便可带着小公主前往 若不能在三天之内完成任务 或是让小公主受到半点伤害 臣都愿临死 扎克亲王欣慰点头 笑道 爱卿之勇 本王自然知晓 只是这次由小公主随行 为了保险起见 还是你们四位递进强者一同前往 本王方能安心 仅遵亡命 四大巡查使 文言再度俯身 不再多言 谢谢父王 父王你真好 威威安公主笑夜如花 乃生乃气地开口道 扎克亲王宠溺地摸了摸爱女的小脑袋 告诫道 出去后要听你四位巡查使叔叔的话 不能调皮知道不知道 作为亲王的女儿 早晚都是要面对这些的 她能同意女儿前往 也是有历练的考量 这次的任务非常简单 而且危险系数几乎为零 完全可以当作 威威安公主的第一次人生历练 知道了 我一定乖乖地听话 威威安公主甜甜一笑 明亮的眼神中 带着一丝脚狭之色 哗啦啦啦 禁区通往第七域的大门 缓缓开启 门神单膝跪地 对着不足她膝盖高的威威安公主 下跪行礼 威威安公主开心地跑出大门 看向四周 满眼都是兴奋之色 东巡查使走上前来 俯身亲切地道 威威安公主 请您坐上陈的肩膀 陈会带你直达黑角城 我不要 威威安公主立刻拒绝了对方的提议 伸出纤细的手指 指向远处的罗刹成道 我们先去那座城池转一转吧 看看里面有什么好玩的东西 喂 还没等东 巡查使说完 威威安便迈开小脚 朝前方飞奔而去 看着威威安公主的背影 东巡查使拍了拍额头 显然已经开始头大了 西巡查使走上前来道 我们这位小公主的秉姓 你们还不知道 好不容易出来一趟 不安够了 她是不会回去的 我们就先陪着她玩一玩吧 说着 便是抬起脚步 跟上了威威安的步伐 认命吧 就当给自己放个假 北巡查使也走上前来 紧跟西巡查使去了 南巡查使呵呵一笑 看向东巡查使道 我也早料到会是这种结果 要不你们三个 先带小公主在魔窟转转 我去先把那个夜城干掉 将魔窟的尸地全收回来 南巡查使闻言道 我看还是算了吧 这次出行 王上也是有意让小公主历练历练 让她亲眼见识一下真正的战争和杀戮 也罢 为了不辜负王上所托 那我们四大巡查使 就当几天保姆吧 反正这次的任务简单至极 说着 便与南巡查使 一同跟随小公主而去 第195章 干净卫生 夜城再次回到魔窟之后 黑角城内的守备力量 变得更加充足 这是因为 他把江城守备军 调过来了一批人 这些人对夜城的忠诚度 自不必说 是之前与他一起 并肩作战的兄弟 所以夜城也给予了他们 与第一批 跟自己下魔窟之人同等的待遇 同样改编 成为了夜家军 与此同时 也有越来越多的龙华公青年才俊 同样前来投奔夜城 这些人之中 几乎都是七品 乃至八品强者 他们的修为很高 但实战经验少得可怜 为了让这些人迅速地形成战斗力 夜城先是让他们与夜家军对练 练习一段时间后 便是拉着他们去攻打魔窟的其他城市 当然 夜城并没有急于扩张 因为他知道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自己有多大的嘴 就吃多少饭 现在是练兵时期 要的就是提升夜家军的整体实力 而且还要更多的培养顶尖战力 这样才能镇守城池 打成很容易 但守城却很难 总不能什么事都自己亲力亲为 如果迅速扩张 到时候魔窟再度反攻过来 实力不足 很快就会土崩瓦解 而再次经过半个月的训练 龙华公出来的那一批人 实战能力已经是突飞猛进 甚至仅凭这些人就能攻打下来魔窟的 一座小城池 不过在所有将领之中 自然是大师姐江宁霜最为耀眼 他竟是率先踏入了九段金深境 然后又晋升到了九品境界 虽然只是普通九品 但凭借着他的强大抵御 实际战力已经相当于半步绝颠 而这也是第一个符合夜城心中成主的标准 这也让夜城安心将黑角城的一切事物 交给他来打理 夜城已经做好了打算 自己的夜家军中能出现几个像江宁霜一样的人物 就占领多少魔窟城池 当然 这种城池是指向黑角城这样拥有超巨型矿脉的大城 而这一指标 夜城也是下发全军 让所有人心生向往 毕竟能成为一城之主 这是他们从来都不敢想象的事情 要知道 这可不是普通的城主 而是魔窟的大城池 每一座大城就相当于一座超巨矿脉 成为城主 就相当于拥有了巨量资源的使用权 谁能不心动 目前除了江宁霜之外 最有可能成为城主的 则是万利等夜城的老队友们 他们现在甚至已经踏入了七段金深境 拥有半神器和神器的他们 真正战力已经不弱于九品 现在夜城已经让他们分别带人 去占领黑角城附近的小城池 虽然这些小城池的临时储备不及黑角城 但也绝非蓝星的储备可比 相信有这样的资源加持 他们再有十天半个月也能踏入九段金深境 只要得到对应的九品神格 那就能踏入真正的九品 手下一众小弟疯狂提升 夜城自己当然也没闲着 有了这些强有力的助力 他现在也能更加放心大胆地 朝更远的地方走一走 他现在的目标就是疯狂刷怪 积累更多的属性 定 使用乾坤一击击杀目标 永久获得力量加8 敏捷加8 定 使用乾坤一击击杀目标 永久获得力量加9 敏捷加9 夜城行走在魔窟内部 凡是见到的魔物都难逃他的剑术 甚至还能遇到一些七品魔物 这已经算是一片小区域中的魔物霸主了 只是这种级别的小boss 也难逃一件毕命的下场 甚至有的时候 他还会遇到魔窟内部其他城池的巡逻小队 夜城当然也就不客气地将他们全部转化 为了自己的属性 而随着击杀敌人质量的越来越高 夜城累积属性的速度也是水涨船高 一天竟是能提升15-6万的属性点 这十几天来 夜城再次提升了220多万的属性 目前 力量已经580多万 接近600万 敏捷也已经达到了570多万 而随着这些天来的风吹日晒 在魔窟中不断行走 夜城身上的衣服也变得相当破旧 远远看去 几乎已经与魔窟人类没什么两样 现在若是在路上见到魔窟巡逻队 如果夜城不主动发起攻击 对方甚至都不会来盘查夜城 只当他是行走在各城之间的商人 当然 这也是夜城特意为之 如此一来 就能更好地观察魔窟的地形 确认魔窟各个大城的位置 方便于今后制定禁军的方向 这一天 夜城远远地看到 前方出现了一座 不小于黑角城的魔窟城池 他决定前去查看一下 探查一下这座城池的基本情况 在击杀了一名城内 外出巡逻的战士后 夜城搜出了他的腰牌 待在了自己的身上 这是他提前观察到的情况 现如今魔窟的大城都会设置关卡 而且都会佩戴这样的腰牌 否则就会引动全城的警备 夜城自然不想打草惊蛇 他此行的目的 最主要的就是刷怪 其次是探查魔窟地形 找出更多的大城所在位置 虽然之前 龙族给过他一份地图 可那份地图上的标注 也并不全面 像眼前这座城池 在地图上就没有标注 夜城没有进入城池 而是在这座城池的周边转了转 这座大城 似乎是一处四通八达的商路 来来往往有着许多外来魔窟人进进出出 显得夜城就很不起眼 正是因为有如此多的客流 也就导致这里的商业特别发达 即便在城外 也有不少商贩摆摊售卖 而饮用水和食物 自然是最多的一项 只是夜城对这里的食物 实在不敢恭问 可以说 对整个魔窟人制作的食物 都 嗯 怎么说呢 难以形容 魔窟的食物 颇有一种师婆国的美食的既视感 真是干净又卫生啊 比如眼前这个商贩 不知道用的什么食材打了了糊糊 然后又随意地 放入了不知道多少种奇奇怪怪的配料 又加入了不知是哪种魔物的一些碎肉 然后又加入了某些胶粘的水液 不断地搅拌之后 形成了一滩深褐色的糊糊食物 这让夜城看着 多有些反胃了 而就在这时 竟是有一名金发白皙的小姑娘 蹦蹦跳跳地跑了过来 在其身后 还紧跟着四位身披抖篷的高大人影 只见那小女孩 看见眼前的食物异常兴奋 然后伸出白白净净的手指道 我要买一份 第196章 我是夜城 那小贩一看对方就不是普通人 一般的魔窟人都皮肤发黑 只有禁区内的魔窟贵族 才是白皮肤 当即不敢怠慢 连忙将那糊糊美食 用叶子包好 毕恭毕敬地送到了小女孩的手中 小女孩也不矜持 直接就在原地打开叶子 吃了一大口 然后就发出一阵惊叹 哇 真的好好吃啊 看到这一幕 顿时让夜城满头黑线 虽然她没吃过 但也能从那种气味中了解到 这种食物肯定不好吃 至少从大夏美食的角度来说 简直根本不能叫做食物 可小女孩却吃得津津有味 虽然这小女孩长得十分精致 小嘴不大 但吃相却特别的狂放 根本没有一丝淑女风范 吃得小脸上都沾满了褐色的糊糊 这个小女孩吃着吃着 似乎也察觉到夜城正在看她 以为夜城是一个吃不起这种美食的穷人 不由将手中吃剩一半的食物递了过来 剩下的这些给你吃吧 不用 谢谢 夜城用魔苦语回答了一句 然后反手拉动长弓 将远处的一只蜈蜈魔物给射死了 她现在已经形成了一种肌肉记忆 冷却时间一吼 便是要射一下 养成好习惯 由于后遗弓太过扎眼 所以夜城此时拿着的是一把普通的高品长弓 叮 使用乾坤一击击杀目标 永久获得力量加三 敏捷加三 就在夜城决定不再逗留 决定继续去别处转转的时候 那个小女孩却叫住了她 满脸崇拜的道 你的剑法好厉害 我也是射手 能不能教教我 在其身后 四位身披斗篷的人影 也是将目光投向夜城的身上 他们也震惊于夜城刚才的那一剑 迅速又精准 整个动作一气呵成 毫不拖泥带水 一个普普通通的魔窟少年 竟然能射出高明的一剑 着实不俗 那小女孩见夜城不说话 再次恳求道 求求你教我射箭吧 下次一定 夜城开口婉拒了 然后便是朝另外一个方向走去 边走又是随手一剑射出 射中了更远处的一只蝎子魔物 如果说一剑是蒙的 那第二剑同样的行云流水 同样的精准命中 那就说明 眼前这个少年的剑术 是真的高明 四大巡查使相互对视一眼 思考着 要不要回去的时候 将这个少年带回去 若是悉心培养 未来应该能成为一名 实力不弱于他们的顶级远程舞者 虽然夜城开口拒绝 可那小女孩却极为倔强 似是不达目的不罢休 再次追上夜城 拉住她的手臂道 现在已经是下一次了 求求你教教我吧 夜城无奈地看着对方 旋即又看了看 在其身后的四大护法 心中却是对眼前这几人的身位 有了一个大致的判断 只是她还并不能确定 于是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薇薇安 薇薇安 夜城默念了一遍 然后又指向那四个黑袍人 他们是谁 他们是我的四个叔叔 很厉害的哦 我是跟他们出来历练的 历练 什么历练 薇薇安笑道 听说有个蓝星大厦国的坏蛋 攻占了我们的城池 我父王派我和四位叔叔去杀了他 将师弟夺回来 公主殿下 东寻茶屎眉头微皱 这种事情 怎么能跟一个陌生人全盘托出呢 公主还是太天真了 不知道这个世界的凶险 还好只是一次简单的历练 否则的话 后果不堪设想 可薇薇安却不知可否 继续对夜城道 要不你跟我们一块去吧 我们一起 去杀死那群可恶的大厦人 然后等回去以后 我让父王封你为大将军 薇薇安公主 请您慎言 东寻茶屎眉头皱得更紧 身为王族嫡系 怎么能随意做出这种许诺 大将军可是比他们寻茶屎的地位还高 让一个半大少年做大将军 这不是儿戏吗 而夜城听到这里 自然是明白 对方究竟是什么人 又有什么目的 就是魔窟王庭派来对付自己的强者 当然 真正的主力 应该是那四位黑袍人 至于眼前这个长相极为精致 性格有点彪悍的小丫头 应该就是王庭的小公主了 意识到这一点后 夜城不禁咧嘴一笑 似是被对方的话语吸引 问道 你确定会让你父王封我做大将军 包在我身上 小姑娘咧嘴一笑 拍了拍小兄婆道 我父王最疼我了 只要我开口 她一定能答应 四大巡查 使听到这番话 心中顿时产生怨念 她们这四位递进强者 这段时间对小公主百般呵护 最后竟然还没有一个 刚刚认识公主 片刻中的野小子地位高 简直就是奇耻大辱 不过即便如此 她们也不敢有丝毫怨言 魔窟王庭的等级极为森严 尤其是王室成员 更是地位崇高 而这位小公主 更是王室中的翘楚 扎克亲王的掌上明珠 如果她们敢得罪威威安 那回去以后 只要威威安在扎克亲王面前 说一句坏话 她们恐怕都得人头不薄 好吧 那我就勉强答应了 叶晨假装思索片刻 旋即点头同意 威威安开心地露出一个甜美笑容 然后便拉着叶晨继续赶路 在路上 叶晨也是真的传授了 威威安不少关于 箭术方面的知识和细节 而她自己不停地射箭 也被她以情能捕捉 不停训练搪塞了过去 一开始 叶晨只是射杀一些低级魔物 而随着远离城区 野外再次出现大量 中品以上级别的魔物 当叶晨再次一箭 射杀了一头六品犀牛魔物后 威威安不禁兴奋地拍手大叫 师父 你真的太厉害了 简直就是神射手 叶晨笑了笑没说什么 等技能冷却好了 再次张弓搭箭 射杀了数百米开外的 一头七品巨猛 这一幕 即便是身后的四大巡查使都震惊了 他们也是第一次 真正意义上的重视起了叶晨 能一见射杀七品魔物 这种少年 可就不能单单只用天才来形容了 即便放眼整个魔窟 那也称得上妖念 如果是这样的人物 他们王庭不可能一点消息都不知道 当即 东巡查使看向叶晨 沉声道 小子 你到底是什么人 来自何处 我呀 叶晨站定身体 缓缓转身 面带微笑道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那个大下人 第197章 囚禁公主 你说什么 四大巡查 使这一惊非同小可 简直如同晴天霹雳一般 他们万万没想到 眼前这个少年 就是他们 这次出来的目标 葳葳安公主 也是难以置信地问道 你 你真的是那个叶晨 没错 叶晨笑着点头 旋即又故意板起脸道 你怎么能直呼为师的姓名 要继续叫师父 懂吗 我呸 微微安公主 吐了吐舌头 父王说 你是坏蛋 我才不要叫你师父 既然你弃师灭祖 那为师 可要揍你了哦 说着 叶晨便是抬手 要打微微安 你敢 四大巡查 使金句万分 也怒不可遏 如果微微安公主 真的被打伤 那不仅他们要遭殃 就连他们的家人 也得被诛连 可微微安公主的实力 太弱小 还没有到修炼的年纪 因为常年受到灵气的滋润 身体要比同龄人强壮一些 可以有限 如果现在他们施展大威力招式 对付叶晨 必定会牵连到公主 所以他们现在是骑虎难下 不知该如何是好 而就在北巡查 是打算抢上前去 将微微安公主抱走 迅速远离的时候 从叶晨的手中 竟是直接飞出一尊精致的金塔 那金塔迎风暴涨 最终长到一人多高 竟是直接将微微安扣在了其中 哎呀 放我出去 放我出去 看到微微安被那金塔困住 又听见他的喊叫 四大巡查 使被吓得魂都快飞出体外了 想不到千算万算 四大巡查是集体出动 微微安公主 竟然还是遭到了不测 他们简直不敢想象 会是什么后果 你们三个想办法 打碎这座金塔 将小主攻救出来 我去斩杀 这个狡猾的大下人 说话之间 东巡查使怒喝一声 一掌便是朝叶晨拍来 那掌风竟是 直接引动天地之力 煞时间飞沙走时 天地色变 叶晨自然也想感受 下地境强者有多强悍 同样是一拳轰出 巨大的力量 挤压的空间 都开始扭曲变形 轰隆一声 拳掌交机 周围空间竟是沿着核心 宛如蜘蛛网般 倒倒军裂 而在这一击之后 东巡查使劲 却也才后退半步 他哈哈笑道 地境强者 也不过如此 与此同时 剩余的三大巡查 使使出浑身解数 对着金塔不断地攻击 只是金塔 却是纹丝未动 甚至连一点痕迹都没有 而他们也不敢催动 更大的力量 来轰击金塔 毕竟巍巍安公主 还在里面 如果他们全力一击 没有打碎金塔 反而将里面的巍巍 安公主震死 那后果 简直不堪设想 眼下这座金塔 直接变成了烫手的山芋 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而此时的东 巍查使心中 更是震惊万分 这叶臣哪里是什么 绝颠强者 分明跟他们一样 也是达到了 地境层次 舞者之间 只要一交手 便是基本能看出 对方的实力 究竟是什么水平 此子的力量 竟是比他这个地境强者 还要强悍一些 如果单纯地比拼肉身之力 恐怕他还要占据下风 意识到这一点 东巍查 使周身黑袍骨荡 一道道天地之力 在其手中凝聚 紧接着 一座巍峨的大山 竟是在其手中成形 从头顶 直接向叶臣 镇压下来 由于此时事态紧急 他出手便是全力 想直接将叶臣一击毙命 这样一来 没有了叶臣一致的束缚 那座金塔 可能就会失去效果 将巍巍安公主放出来 而且 这座金塔 一看就不是凡品 应该就是他们 梦寐以求的神器 如果将这件质宝带回去 王上一定会给他们加关进绝 说不定能直接封个公爵 也说不定 哄 山峰落下 整个大地都在剧烈地震战 叶臣的身体 也是彻底地消失在了山峰之下 哼 不自量裂 东巡察 使冷笑一声 这山巒乃是蕴含着规则之力 即便是地境强者 被正面压中 也只有肉身 崩裂身死盗销 这一个下场 所以 他毫不怀疑 叶臣现在必死无疑 旋即他看向另外三位 巡察使道 那个贼人 已经被我斩杀 快将巍巍安公主救出来 此时 南 西 北三大巡察使 一起扣住金塔底部 使出吃奶的力气 企图将金塔给抬起来 然而 无论他们如何用力 那金塔 都是纹丝未动 我来助你们 东巡察使 也加入其中 四大巡察使 呈口字站稳 一起攻身用力 唉 四人咬碎钢牙 额头青筋抱起 可那金塔 就是纹丝不动 仿佛比那屏障山脉 还要沉重 僵持了片刻 四人 已经累得呼吃气喘 汗流加倍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真探娘的邪门 西巡察 使不禁破口大骂 东巡察使沉声道 应该是神器 神器 另外三人闻言 眼睛顿时瞪大 这可是他们魔窟 梦寐以求的宝物啊 这偌大的宇宙 未免无数 种族无数 竟然只有蓝星 那个弱小贫瘠的世界 存在神器 简直不可思议 东巡察 使喃喃自语 动作 却没有停下来 依旧在努力地 想将薇薇安公主救出来 可就在此时 他的身后 突然一声乍响 东巡察 使连忙回身看去 却是发现 叶辰 竟然根本没死 而且不知用什么办法 竟是将他用 规则之力生成的山峰 直接爆开 在其手中 握着一柄击射着 倒倒雷霆的巨锤 又是神器 东巡察 使瞳孔一缩 难以置信地 看向叶辰 这家伙身上的神器 竟然还不止一剑 而他话音刚落 叶辰便是 直接施展出了 三头六臂 一手握着草剃剑 一手握着后翼弓 卧槽 四大巡察 使剑状不禁大惊失色 谁能想到 他们魔窟梦寐以求的宝物 叶辰竟是 不要钱一样地往外掏 第198章 这次一定 如果能将这些神器 全部拒为己有的话 四大巡察 十眼睛都红了 如果他们能拥有 此等神器 估计在魔窟禁区中 都能称霸一方了 甚至能横扫战场 让万族俯首 然而 想象是丰满的 现实却是骨感的 只怕他们现在是没命拿 也没命去用啊 东巡察室 根本不敢再与叶辰正面交手 刚才叶辰没拿出神器的时候 他都无法战胜叶辰 自己的权力一击 也奈何不了叶辰 此时 手握三神器的叶辰 他就更不是对手了 撤 东巡察室没有迟疑 直接便是朝着魔窟深处 暴虑而去 而另外三位巡察室 见大哥都跑了 他们怎么可能还留在这里 直接也是撤退去 虽然弄丢了小公主 回去恐怕也是难逃一死 但如果现在不跑的话 立石就会死于三神器之下 叶辰自然不肯放过对方 带着金塔 便是追了上去 强大的敏捷属性 加上暗影及持 那速度自然不是 普通地境强者可比 眼看叶辰在后面追了上来 四大巡察室都吓尿了 那在最后面的 北巡察室大叫道 三位大哥 不要跑了 我们一起回头 杀死这个小子 四剑神器 我们一人一剑 岂不美哉 好主意 西巡察室点了点头 看向旁边的南巡察室道 三弟怎么说 我没意见 大哥呢 南巡察室 又看向跑在最前面的 东巡察室 大哥 你赞同这个提议吗 我当然赞同 东巡察室正色道 我们四兄弟 正好一人一剑神器 甚至可以跟扎克亲王分庭抗礼 即便扎克亲王想杀我们 也要掂量掂量 大哥说的没错 北巡察室大喜 那我们倒数三秒 一起停下 好 东 南 西巡察室一口同声道 三 二 一 停 北巡察室 直接在半空中一个急刹车 稳稳地停下了脚步 然后看向左右笑道 只要我们三兄弟齐心协力 斩杀此子还不是 他话音未落 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 因为他发现 此时四周空空如也 根本就没有另外三大巡察室的身影 然后他惊慌地朝远处看去 发现另外三大巡察室 早就跑出去 不知多远了 我操你 北巡察室欲哭无泪 说好的不求童年童月童日生 但求童年童月童日死呢 看着眼前那个手握三大神器追上来的夜沉 北巡察室的心瞬间跌落谷底 而此时另外三大巡察室 早已逃到了千里之外 大哥 你刚才怎么没停下来啊 南巡察室问道 是啊大哥 我见你没停下 所以我们两个也没停 西巡察室也道 东巡察室闻言 心中不由暗骂 都是修行了千年的狐狸 都在这装鸡毛呢 这种时候当然是比队友跑得快就好了 只要跑得比队友快 那自己就能逃命 你们两个别装了 东巡察室冷哼一声道 捅了这么大的篓子 这次我们四个肯定不能一起回去 至少要有一个留下来背锅 连这个道理都不懂吗 大哥 这个道理我们当然懂 刚才只是跟大哥开个玩笑罢了 是啊 我们四个一劫进来 同生共死 老四的牺牲 只是让我们三兄弟能活下去 相信老四也不会怪我们的 另外两位巡察室也相继开口道 北巡察室不仅帮他们挡住了夜城 而且还能替他们背锅 等回去以后 把弄丢小公主的罪名 全都抛给这个死人也就是了 虽然他们三人 还是会承受一些惩罚 但至少能保住一条性命 而就在三人精神放松的时候 却猛然察觉 身后再次出现那种危机感 三人同时回头看去 却是发现夜城近视又追上来了 卧槽 这一惊非同小可 三大巡察室再度朝着前方狂奔去 落在稍后的南巡察室道 大哥二哥 我们跟这个夜城拼了吧 这么下去 会被这个家伙逐个击破 我们一个都逃不掉 三弟说得在理 正合我意 东巡察室正色道 我不想再看到另外一个兄弟 离我而去了 他话音刚落 西巡察室也道 三弟放心 这次我一定与你同进同退 我们已经损失了四弟 不能再没有你 好 南巡察室激动点头 那我喊三个数 然后我们就一起停下 三 二 一 停 嗖 南巡察室停下的瞬间 却是发现 刚才义正言辞的两位大哥 加速朝远方顿去 你们两个王八蛋 一定不得好死 愤恨的声音 在这片天际间不断回荡 前面 西巡察室问道 大哥 三弟好像在骂咱俩 让他骂吧 东巡察 使冷笑一声 只要我们活下来就行 这个世界 就是弱肉强食 只有你我这种强者 才能活下去 大哥 如果再出现刚才那种情况 你会停下来与我并肩作战吗 西巡察室问道 当然会 东巡察 使一正言辞的道 你把大哥我当成什么人了 我们四大巡察室中 你我情同手足 我又怎么会抛下你不管 我就知道大哥忠肝义胆 对二弟我的情谊最重 西巡察 是刚说到这里 猛然发现 身后夜沉 再度追了上来 他面色俱变 看向前方道 大哥 那小子 又追上来了 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 跟他拼了 东巡察 使咬牙切齿 大哥 这次 你可一定不能再骗我了 我们两个 可是手足兄弟 你放心 我说到做到 大哥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好 那我数三个数 我们一起停下 相信听我们两兄弟的合力 未必不是此子的对手 没错 我已经向王庭传递了信息 只要我们两个 再坚持一会 王上就会亲自前来救援 西巡察史文言带头道 那我开始数了 三 二 一 停 搜 搜 哪知这次数完 两人竟是谁都没有停下 都是使出吃奶的力气向前冲 企图将对方甩在身后 西巡察史诺吼道 我就知道你这个卑鄙无耻的小人 不会停下 哼 就好像你会真的停下似的 东巡察史不屑冷笑 第199章 交换条件 西巡察是拼命加速 企图与叶辰拉开差距 或者追上东巡察史 可事与愿违 即便他再如何快速 也依然无法摆脱叶辰的追赶 同时与东巡察史的距离 也越来越大 大哥救救我呀 西巡察是心中无比绝望 朝前方大吼 东巡察是自然不会理会这茶 只是安慰道 兄弟你就安心地去吧 你的老婆我会帮你照顾的 你这个畜生 西巡察史目自欲裂 当即就要朝东巡察史出手 阻拦对方的去路 既然他活不成 那大家都别活 然而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猛然却是发现苍穹之上 凝聚出一张巨脸 目光俯瞰下 仿佛闭泥众生一般 东 西巡察史健壮 脸上顿时露出狂喜之色 这是王上来 救他们了 王上 救命 王上 此子身上有至少四件神器 小公主也被他掠去了 快杀了他 听闻两人的话语 天空上那张巨脸又惊又怒 凝聚出一道百丈掌印 朝着下方的夜沉拍去 轰隆崩 大地一阵剧烈震战 即便是远处的屏障山脉 都升起道道符文 抵御着那恐怖的冲击 片刻后 尘埃散去 露出地面上那深达百米的恐怖巨型掌印 东 西巡察史健壮狂喜 自己终于得救了 见扎克亲王从苍穹上缓缓降落而下 两人连忙跪拜于地 王上神功盖世 任何萧小都无法抵御王上的神掌 属下佩服的五体投地 扎克亲王冷冷地扫了他们一眼 沉申问道 公主呢 公主在 两位巡察史文言一时语色 不知该如何回答才好 而就在此时 从那深坑之中传出一道声音 公主在我手中 看着从深坑中缓缓升起的夜沉 两位巡察史心中矩阵 没想到夜沉竟然这么猛 竟是连王上的神掌都能接下 甚至似乎没受到任何影响 他们二人不禁一阵庆幸 还好之前没跟夜沉硬碰硬 不然 他们两个现在定然是实死无生 你就是大厦的那个夜沉 扎克亲王看向夜沉 眼神中也带着震惊之色 没想到 那平静的蓝星之中 竟是能出现这等强悍人物 把我女儿交出来 夜沉文言也明白 眼前之人的身份了 玄机道 想要你的女儿可以 拿一千万零食来换 一千万 即便是扎克亲王 听闻这个数字 都是瞳孔一锁 他们魔窟 的确资源丰富 可让他一下子拿出这么多的零食 也是有些捉襟见肘 扎克亲王冷冷地道 夜沉 你知不知道你到底是在跟谁说话 我当然知道 夜沉直视对方 但我也警告你 不要耍什么歪心思 你若是敢杀我大厦子民 我不仅直接杀了你的女儿 也会杀了你汪廷泉族 不信你就试试 你 扎克亲王怒火中烧 他堂堂魔窟亲王 竟然被一个卑微的蓝星人类威胁 简直就是奇耻大辱 一股浩瀚的精神力 如同大海汪羊般 冲击向夜沉 若是这股精神力 轰击在两位巡查 使身上 此时恐怕瞬间便是要神行俱灭 然而 在这种恐怖的精神力 海洋冲击下 夜沉宛如定海神针般 微然不动 竟是丝毫不受任何影响 尝试够了吗 夜沉淡淡开口 我的忍耐是有限的 如果你再敢 对我和蓝星出手 我立刻就杀了你的女儿 说话之间 夜沉直接将金塔召唤过来 里面顿时传出 微微安的哭闹声 放我出去 快放我出去 女儿 扎克亲王听见呼喊 身形移动 直接来到了金塔面前 然而 无论他如何努力 都无法移动金塔分喉 没用的 只有我可以操控 七宝玲珑塔 除非我死了 否则你女儿 只能困死在里面 扎克亲王听闻此言 胸膛剧烈起伏 但却也无可奈何 他已经尝试过了 无论是物理攻击 还是精神力攻击 都对夜沉无可奈何 沉默片刻 扎克亲王终于开口道 好 本王同意你的要求 一千万就一千万 但本王需要一些时间来凑集 不过在这段时间内 你要保证 微微安的绝对安全 倘若他有半点闪失 本王就算舍弃全足 也要让你蓝星 所有人陪葬 夜沉道 这个就不需要你来操心了 另外 从今以后 这第七域 就是我夜沉的领地 以屏障山脉为界 未经允许 不准你派人跨越雷池半步 否则的话 我就无法保证 你女儿的安全了 数完之后 夜沉便是拖着金塔 潇洒而去 只留下无能低吼的 扎克亲王等人 夜沉回到黑角城后 将扩张领地的事情 告诉给了江宁霜等人 让他们在第七域内 不断地扩张领地 直到将所有城池 全部占领 江宁霜震惊道 那位扎克亲王 竟然真的同意 你这个要求 夜沉笑道 不同意 她又能如何 她最亲爱的女儿 还在我手里 说着 她将金塔取出 从里面 将薇薇安放了出来 众人见到薇薇安 不由得眼前一亮 这个小姑娘 的确十分漂亮 金色的绣发 白细的肤色 就如同巴比娃娃一般 可薇薇安一被放出来 那种傲慢的 公主脾气就上来了 看到夜沉 就伸手去打 不过 夜沉自然也没惯着 直接就给薇薇安 一个巴掌 哎 你打她干嘛呀 江宁霜有些不满地 呵斥了一声 将薇薇安护在了身后 她毕竟这是个孩子 可夜沉却沉声道 孩子更需要教训 更何况 是敌人的孩子 说着 便是将薇薇安 从江宁霜的身后 揪了出来 任由薇薇安如何哭闹 也直接将她提在手中 带了出去 夜沉 你要将她带到哪里去 江宁霜等人 追了出去 连忙询问道 你们别管 做好自己的事情 说完之后 夜沉便是揪着 薇薇安飞出了魔窟 在同一个位面内 扎克亲王 可能还能感知到 薇薇安的位置 所以还是将她带到 蓝星比较保险 扎克亲王 感知不到自己女儿的位置 她也就不敢乱来 也能让她更快地 凑齐那一千万零食 有了那一千万零食 她基本就能将乾坤一击 再次提升两级 那刷怪的效率 将会暴涨一倍 她的实力 自然会飞速暴涨 到那时候 就算扎克亲王 想报复自己 也没那个本事了 第二百章 乐不思蜀 夜沉走出魔窟 却是发现 此处依旧集结着重兵把守 副帅许雄 亲自镇守在此地 未敢清理 夜沉对此还算满意 虽然这些老武者 缺少了些锋芒 但镇守边疆的责任感 还是很重的 许雄上前恭敬道 大帅 您怎么出来了 这个小女还是谁 夜沉看了看此时已经疲累 停止哭闹的微微安 回答道 这是魔窟王庭的小公主 被我抓来当人质的 什么 许雄和周围 一票官员张大了嘴巴 震惊不已 王庭 小公主 这可是他们曾经想都不敢想的存在 没想到 却是在自家大帅嘴中 轻描淡写地说了出来 甚至还将魔窟王庭的小公主 抓来当人质 这简直离了个大谱 这个信息 顿时轰动了整个驻地的舞者 纷纷前来看看 魔窟的小公主 到底长什么样 当他们看到微微安那精致的容颜 以及身上耐用高品瘦皮制作的服饰后 一些对她身份抱有怀疑态度的人 都对此深信不疑 凭这个相貌 以及这种穿搭 肯定是王庭公主无遗了 夜沉没有停留太久 而是直奔春城防御最严密的第一间牢儿去 这里面关押的 都是范氏的舞者 牢狱都是用特殊材料制作而成 高品之下的舞者 休想逃脱出来 夜沉准备将微微安就关押在这里 让许雄派专人看守着她 每天给点饭时饿不死也就是了 而就在这时 夜沉的手机却响了起来 打开一看 原来是自己的老妈打来的电话 接通之后才知道 原来自己的爸妈 如今已经搬来了春城 听闻儿子出来了 老两口想来看看她 夜沉本打算让他们两个在家等着 自己一会将微微安关到牢房后 再回去见他们 可林彩霞却是要自己 跟夜开诚过来找夜沉 一来夜沉很忙 每次回来都待不了多久 想快点见到儿子 二来他们也想看看 这魔窟的小公主到底长什么样 抵挡不住父母的热情 夜沉也就答应下来 等他刚把微微安扔进牢房 微微安正在牢房里嚎啕大哭的时候 林彩霞和夜开诚就赶到了 林彩霞一看到哭闹的微微安 不禁母爱泛滥 责怪夜沉道 你怎么能将这么小的孩子 关进这么阴暗潮湿的地方 夜沉道 妈 你不懂 这是魔窟王庭的公主 是我们的敌人 就算是敌人 可她还是个孩子 孩子有什么错 林彩霞有些不高兴道 快把她放出来 杀死我们同胞的是那些魔窟舞者 可不是这个孩子 妈 你就别添乱了 夜沉无奈道 这个孩子 可是魔窟头目的孩子 是我好不容易抓回来的人质 他刚说完 夜开诚也道 就算是人质 也不用这么对待人家吧 那我们跟魔窟的那些蛮夷 有什么区别了 老夜说的对 林彩霞见丈夫支持自己 也数落夜沉道 不是我说你啊 儿子 你现在心肠怎么这么狠了 连小孩子都下得去手 夜沉很是无奈 自己的父母只是普通人 哪里知道战争的残酷 就在这时 夜开诚又道 这个小孩子对我们也没什么危险 不如你把他 交给我和你妈 我们两个帮你看着他 你总该相信我们吧 夜沉沉默不语 他担心 父母会受到伤害 虽然自己也给了父母 许多的生命原液 让他们强身健体 现在体质比普通人高出不少 可他依旧不太放心 谁知道这个薇薇安 是个什么货色 不过在父母的一再催促下 他还是命人将牢房的门打开 林彩霞走进牢房 将薇薇安轻轻抱在怀里 温柔地安慰着 而夜沉却走上前来 冷冷地看着他道 别耍花招 否则我会让你死得很难看 森冷的话语 再次让薇薇安哭泣起来 你看你 又给人家吓哭了 这么小的孩子 懂什么 林彩霞瞪了夜沉一眼 旋即抱着薇薇安走出了牢房 之后夜沉便是跟着父母 回到了家里 经过林彩霞的不断安慰和抚慰 薇薇安现在已经不哭闹了 甚至还能用几句别角的大下语 跟林彩霞交流依二 这让林彩霞更加喜爱 这个长相精致的真人 芭比娃娃 他先是帮薇薇安洗了个澡 拿出一套夜沉小时候的干净衣服 给他换上 夜开诚则是做了一大桌子的好吃的 浓郁的香气 让薇薇安一双大大的眼睛都直了 他一直在磨哭 始终都觉得中的那些美食 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 可当他尝了一口大下的传统美食 红烧排骨之后 整个人都惊呆了 精致的小脸上 满是难以置信之色 很快就将那块排骨啃得干干净净 甚至拿小舌头在骨头上不断舔着 好吃吧 林彩霞微微一笑 又给他加了些韭菜炒鸡蛋 薇薇安十分聪明地 学着林彩霞使用筷子 将食物加进嘴里 他一开始还在想 就是几条菜叶子 有什么好吃的 没想到鲜嫩爽滑的口感 再次让他眼前一亮 再尝尝麻婆豆腐 叶开成将满满一根吃红彤彤的豆腐 送到薇薇安碗里 薇薇安尝试了下 辣得他只吹气 逗得林彩霞夫妇哈哈直笑 他本以为对方在捉弄自己 可慢慢的 那种软嫩酥麻辣辣的感觉 就让他回味起来 驱使着他又吃了一口 虽然还是很辣 可薇薇安已经开始喜欢上这个口感了 一顿饭 薇薇安竟是吃了两大碗米饭 就在他还想继续吃下去的时候 吓得林彩霞连忙叫停了 小宝贝 你不能再吃了 不然会称坏的 为了让薇薇安消化消化食物 也是为了给薇薇安买几套像样的衣服 林彩霞和叶开成夫妇 吃完饭不久 便带着薇薇安逛起了商场 琳琅满目各式各样的衣服和玩具 顿时让薇薇安再度打开眼界 等他从商场出来的时候 身上已经穿着华丽洁白的公主裙 脚上配着金色公主鞋 加上那顶级的颜值 回头绿真是百分之百 而薇薇安自己 一手抱着可爱的洋娃娃 一手拉着林彩霞 脸上洋溢着开心的笑脸 似乎已经全然忘记了魔窟 忘记了父王 忘记了自己人质的身份